上辈子盛年死于肺牢的昭王妃苏元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温婉贤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个冰块一样的夫君的心舞热,结果可想而知,非但没把冰块舞化了,反而累得自己年纪轻轻一身毛病,最后还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苏元仔细谨慎地考虑了很久,觉得前世的自己有点矫情,明明有钱有权有娃,还要什么男人? 他刚动了那么一丢丢想换人的心思,没成想前世的那个冤家居然也重生了 第一章,前世,渐元三年二月,这年天气回暖得甚早,不过二月中,就有不少人换上了轻薄的春衣,而苏元裹着厚厚的大肠,却还瑟瑟发抖,肃心端来汤药,王妃,药煎好了,苏元满面憔悴,唇色苍白,咳了两声,断断续续道,喝不喝,都不打紧了,我这身子,是好不了了 肃心灯时湿了眼眶,王妃别这么说,您正值盛年,好好疗养,定能好起来的,苏元没再多言,他实在是没肾气力了,强撑着喝了半碗药,王爷那边,可有书信传来 肃心低垂着眼瞼,不敢抬头,只无这道,不曾,不曾有,像是意料之中的事,苏元面色不变,又咳了两声,罢了,逊哥和宁杰可回府了 世子和郡主都还在东宫,还未回来呢,招王与太子异母同胞,感情甚堵,养家孩子也自幼一处玩耍,交情颇好 肃心关切道,王妃这般,难道要一直瞒着世子和郡主吗?我如今这样的境况,姑母已经是瞒不住了,这两日寻个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的 肃心闽纯,犹豫着说道,王妃,王爷那边,王爷此次出门走了大半年了吧 是,王爷奉旨公干,且此次差事,似是极为机密,究竟去了哪境也无人知晓 苏元,王爷是太子的左膀右臂,自是要安前马后,为其分忧 话虽如此,肃心仍不平道,可王爷不仅是太子的弟弟,也是王妃的夫君啊 说到最后,肃心的声音越来越低,苏元挥手示意退下 肃心即便再有话说,也不得违背主子的命令,房内的仆人陆续退下 苏元挟靠着软她,搭着眼,扫着房间的每一处陈设 四下无人知识,她才敢将自己解保 任由眼泪自已流下,她其实真的没有看起来那般无畏 她是怕的,她不想死,她还有孩子,她若死了,她的孩子怎么办 美娘的孩子,谁来疼啊 她,她还想陪着迅哥和宁姐长大,看着迅哥娶妻,再送宁姐出嫁 可现在,这些都不能了,她,招王妃苏元,命不久矣了 傍晚间,招王府世子和郡主的车架,才缓缓归来 肃心一早,宁人在王府正门后着 一旦世子和郡主回来,立刻引着去见王妃 母妃召见,两人自然是要去拜见的 宁姐看着面色严肃的吓人,心里总觉得毛毛的 哥哥,你说母妃,找我们会是什么事? 刘迅,去了自然就知道了,苏元的卧房外,大丫鬟明心见到刘迅和宁姐 行了一礼,世子爷,郡主,宁姐急切道 明心姑姑,母妃呢?可是在睡着? 说不清从何时开始,苏元变得有些是睡 哪怕不困,也懒懒地歪着,没甚精神 明心面色庄重,二位小主子进去吧 王妃正等着呢,明心的脸色太过异常 兄妹俩再是没法忽视了 两人对视了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不妙 急忙地冲了进去 精致华贵的床榻上,苏元睡了一下午 这回精神好了些,听到莽撞的开门声 便知是那两个被自己宠坏的孩子 宁姐比起胸掌,显然失了几分稳重 府一进门就扑到了她前 此刻天色未黑,哪怕尚未点灯 兄妹俩也是将母亲的脸色看了个分明 宁姐吓得不轻,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母妃,您,您怎么了? 苏元探手抚摸着女儿 以可窥见日后绝色的小脸 另一只手攥住刘迅的手腕 娘生病了 刘迅将了一瞬,随后声音发色 略有些无措的开口 而去宣太医,迅哥 苏元叫住了即将夺门而出的儿子 大夫来过很多次了 你过来,娘有话要跟你们说 刘迅只得又退了回去 母亲要说的话,她其实并不是很想听 因为她隐约感觉得到 那并非什么值得一听的好事 果不其然,在苏元说出要识无灵四个字后 刘迅最后的一丝理智完全崩塌 不可能,母妃定是被外面的大夫框了 母妃这般年轻,怎会患有那等恶疾? 宁姐已然气不成声 母妃,您被吓我 我怕,苏元用尽周身的所有力气 将兄妹俩抱在了怀里 轻柔叹息 母妃对不起你们 宁姐,母妃,不会的 您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这就进宫,去找黄爷爷 让她广招天下名医 一定可以把母妃医治好的 刘迅远比妹妹冷静 略私存了片刻 道,母妃,而即可修书一封 让父王快些回来 你父王都不是大夫 她回来有何用? 再者,你太子伯父交给她的差事 想事还没办完呢 刘迅有些怒了 差事能有妻子的命更重要吗? 母妃不必再说 而即刻便去 刘迅撂下这句话便夺门而出 随从长远紧随其后 来到刘迅的书房 看着提笔集书的刘迅 长风不解道 世子,您这是? 命人快马加鞭 交于父王 刘迅将书信放入信封 交代长风道 这,长风为难道 世子莫不是忘了 王爷走前并不曾说明去向 刘迅顿主 显然是一时着急 忘了这回事 似是想到什么? 背马 本世子要去东宫 长风旋即猜到了主子的用意 领命而去 幸好 太子刘章正在批阅公文 听下人禀报说 招王世子求见 命人去传 心下又好奇 这者不是刚回去吗? 刘迅自东宫正门一路飞奔 进了殿内便直接跪在了地上 气息不稳 侄儿 见过太子伯伯 刘迅虽才十岁 但自幼持重自省 刘章从未见过他这般失礼 起身上前将人扶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 这么急急忙忙的 刘迅略平稳了些气息 伯伯 你能告诉我 父王去哪了吗? 伯伯不是告诉过你 你父王是去办件十分要紧的事 怎么? 迅哥想父王了? 不是 刘迅摇摇头 到底还是个孩子 终是忍不住哭了出声 伯伯 我 我母妃生病了 刘章慈爱的 替着失去眼泪 以为是弟妹生了小病 六弟不在 家中无人主事 吓着了孩子 无妨 伯伯这就宣太医去替你母妃诊治 不 伯伯 母妃病得很重 你让父王回来好不好? 刘章以为迅哥闹小孩子脾气 低声哄道 傻孩子 你父王又不是太医 回来又能做什么? 转而对身边的侍卫 传姑的指令 命胡太医和方太医素素前往昭王府 替昭王妃诊病医治 还未等侍卫前去传令 就见 一小太监进殿内禀报 启禀太子殿下 胡太医求见 刘章大手一挥 宣 胡太医步履匆匆 额间甚有旱迹 老臣参见太子殿下 胡太医免礼 姑正要找你 方才昭王世子和姑说 昭王妃病了 你速速前往昭王府 替王妃诊治 不得有误 胡太医拱手败道 启禀殿下 老臣正是为此事而来 刘章 哦 莫非胡太医已然知道此事 殿下恕罪 王妃此前一直找的是民间大夫 所以太医院对王妃患病之事一无所知 昨日陈下直回府 洽路过昭王府 看到城中人心堂的大夫 从昭王府出来 那大夫是民间小有名气的费极圣手 陈唯恐王府有贵人生命垂危 便跟去了人心堂一一打听 再三追问之下 那大夫才说了实情 说是王妃再三破令 不许外传 刘迅抓住了胡太医话中的关键词 费极 费极 你是说我母妃患的是费极 胡太医 回世子 的确如此 且安娜大夫的说法 王妃 望着胡太医 为难不忍说道额神色 刘迅深吸了口气 母妃如何 胡太医你继续说 老臣没有亲自去替王妃整过脉 所以不敢妄言 但若依那民间大夫之言 王妃已誓 要时无灵 刘迅亮呛着后退了几步 刘迅及时扶住了他 胡太医 旁听未须 估命人妮 立刻亲自前往昭王府 去替昭王府诊断 陈遵旨 刘迅本想也立刻回府 可线下他腿有些发软 刚迈了个步子 就差点摔着 刘迅将折扶起 替他理了礼衣冠 旭儿不怕 太医已经去了 刘迅扑倒刘迅怀里 闷声乌液 伯伯 旭儿怕 旭儿不想没有娘 刘章蹲下身 从宽秀中掏出方趴 动作轻缓地替迅哥擦去泪水 宫里太医衣术抄群 定是可以治好的 你牵默下自己 迅哥抿了抿唇 望着面前和自己父王 眉眼颇为相似的太子伯父 几次欲言又止 孩子心性全在脸上 刘章哪里看不出来 有什么话便和伯伯直说 迅哥知道自己这想法 有些不切实际 也知父王既许久未归 且又是奉太子伯父之命 那此行定是非同小可的事 事情一日未处理好 父王定是无法回京 可方才胡太医的话犹在耳畔 万一母妃真的病重 父王来得及赶回吗 且就算母妃病得不重 妻子生病 丈夫也不该不在身旁 这样想着 迅哥试探地开口 伯伯 您能让父王快些回来吗 刘章文言 只当迅哥还在害怕 伸手拍了拍迅哥的肩膀 不要多想 且看胡太医怎么说 刘章亲自送刘迅回了王府 二人刚来到王府的后院 就听得一阵哭声 迅哥听出那是宁姐的声音 忙冲进了屋内 刘章自是不好进弟妹的卧房 恰此时 胡太医从里面出来 老臣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胡太医 招王妃的病情究竟如何 可有定论 胡太医筐的一声跪下 殿下 王妃却已是游进灯窟之相 刘章长袍下的右手微颤 当真已要时无灵 回殿下 千真万确 王妃 还有多少时差 长则三五个月 短则十天半月 刘章纵使 以身经朝堂诸多历练 此时也有些乱了心绪 他稍稍吻了神 立刻吩咐暗中的尹卫 快马加鞭去找昭王 命他速速回京 不得有误 尹卫领命即刻而去 刘章往卧房内深深地望了一眼 素来不信神佛的他 此刻唯愿先佛真人庇佑 弟妹能撑到六弟回京 他不希望自己的亲弟弟 抱憾终身 卧房内 刘迅看着气不成声的妹妹 以及房内那些强忍着眼泪的下人 哪里还能不清楚 一时间 惊恐 悲伤 席卷了刘迅的身心 他做不到像妹妹那样痛哭出声 只是无声地掉眼泪 母妃 苏元也知道 早晚会有这一天 但他却不知如何劝解自己的两个孩子 但他必须做的 便是为他们打点好 往后他不在的那些日子 明心和素心是他的心腹 两人有智谋有手段 替他看护孩子长大不成问题 至于 想到那个许久未有音讯的丈夫 苏元心中说不出的滋味 年少出嫁时 他也曾无限欢喜 未来夫君是皇室嫡出的天之骄子 潘安送玉般的人物 届时谁不赞他好福气 婚后 在外人眼里 他仍是让人亲线的 招王不好女色 无通房侍妾 更无姨娘侧妃 王府后院指他一人 这在达官显贵之家 已是少见难得 更何况是在天皇贵昼的皇室 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桩婚姻带来的酸甜色苦 唯有苏元自己知晓 刘耀对他不好吗 好像不是 起码以礼相待 起码没有宠妾灭妻 更不曾打骂 或是恶语相向 可刘耀对他算是好吗 好像也不算 一桩寒冰一样的婚姻 怎么会好 一个永远五不热的冰块一样的丈夫 怎么会好 成亲十余仔 夫妻间温情的时刻屈指可数 他见他笑的时候 更是寥寥无几 除了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其他的 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他们之间像是一汪死水 外界的如何都积不起一丝波澜 只是不知 自己的死 会不会是个例外 登州驿馆 刘耀买首在堆积如山的公文密报 不时瞎口茶水驱散困意 但今晚不知怎地 横竖就是看不进去 心里造得慌 他伸手拧了拧眉心 费了这大半年的功夫 登州造假必一案 终是尘埃落定 心间的一块大石头落下 按说本该是轻松惬意的时候 可刘耀却总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近日他的右眼总是跳 民间说法 右眼跳灾 刘耀素来不是迷信之人 可架不住这眼皮一直跳 跳得他心底真有些发慌 困意渐渐袭来 刘耀支着脑袋靠在椅背上 本打算小气片刻 然而刚要睡着的一刻 外间忽然传来了一阵响动 紧接着 他的随从 侍卫掌明推门而入 殿下 外面什么事 太子殿下派了影卫传了口信 让您即刻动身回京 油耀威正 神色有些意外 是有什么要事吗 长明想起方才影卫的话 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王妃那样好的人 真就 剑底下迟迟没有回音 油耀抬起眼 有些不耐 究竟什么事 别吞吞吐吐的 长明顿了顿 殿下 王妃 怕是不太好 刘耀本患散困倦的眼神 呼得深邃而又犀利 语气沉沉 你说什么 长明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各种隐情属下 也不知 隐蔚只是说 王妃重疾缠身 太一枕脉 已是 病入膏肓 油尽灯枯 坐上久久没有动静 安静的近乎诡异 长明耐不住 缓缓抬头看了眼 但见刘耀正端坐在书桌前 面无表情 长明 殿下 不知过了多久 坐上的男人终于有了动静 嗓音低呀 听不出什么情绪 一派胡言 王妃尚在盛年 如何会重疾缠身 更遑论要时无灵之谬论 长明 来的那隐蔚和属下颇为相熟 因此多说了几句 世子和郡主都吓坏了 哭作一团 府内 急需殿下回去主事 长明言之早早 有要没有办法在自己骗自己 天下没有活的 不耐烦的人 赶造他府上的谣 只是 苏氏 患病 尤禁灯窟 钥匙无灵 这几个字 像一块又一块的巨石 重重地砸在刘耀心头 怎么可能 他的妻子 一向漂亮又鲜活 如何会在还这般年轻的时候 患上恶疾 心里千般疑惑万种不解 刘耀猛地起身 脸色看上去 似乎稳住了神絮 回京 长明诧异 殿下 不待他说 刘耀以匆忙飞快地冲出房内 亲自签了座棋 随即飞身上马扬长而去 长明带着一对禁卫紧随其后 登舟到京城 即便是快马加鞭 也要四天四夜 来时即便肩负甲壁一案的重任 刘耀也是不急不躁 徐徐徒之 不曾想 如今返京会是这般境遇 如今是初春 炸暖海寒的时候 急风吹在脸上 仍是冰凉入骨 但刘耀却好像丝毫不绝 他脑海中全是掌明的那些话 但他不信 不亲眼所见 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他出门时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忽然就生病了 还病得那样重 府里的下人 宫里的太医 都是干什么吃的 他挥动着马鞭 只想着快些 再快些 只恨不能瞬间转移回到家中 有那么一瞬 他脑海里 闪过一丝极为荒唐的念头 他希望这是苏氏 框他回家的戏言 为着大哥交代下来的案子 他出门在外 已有半年多 他定然牵挂至极 以致心生不满 就像二嫂那样 只要二哥晚归 或者什么不顺心的 他就装病吓唬二哥 明明是极幼稚的把戏 二哥却偏偏 每次都吃这套 即便内心深处 他比谁都清楚 苏氏不是二嫂那般 刁蛮骄纵的性子 他素来最是端庄时大体 是万不可能 在他公务在身的时候 骗他回家 可即便知道 他内心也抱着一丝残存的息迹 他许苏氏任性骄纵这一回 事后也绝不会追究 只当他忧心思念于他 绝不生气 绝不 苏氏 骗他一次 拜托 苏元的病情越发严重 如今已是起身都不能 日日只在榻上躺着 招王妃生病的消息瞒不住 自胡太医来王府 把脉确诊后 王府内日日 都有人来探望 苏元一向与人为善 又貌美贤良 人缘很是不错 即便是平时偶有半嘴不快 人之将死 很多事也都不那么计较了 就连一贯针锋相对的敬王妃 齐王妃 在苏元的病榻前 也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轴里肩 虽会掐肩要强征个高下 可他们从未想过害谁 而且家里男人不体贴的时候 也就彼此间能说个知心话 如今乍以面临生死 怎不让人伤怀流涕 苏元已经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几分了 几句话便要伤很大的神 自己的身体 苏元自己有数 怕是就在这几日了 太子说 已让人快马加鞭通知了刘耀 让他即刻返京 苏元不知道刘耀得知他生病会是什么神情 可会有一丝丝的担忧 带他去的那日 又可否会有些许的难过 应该多少 会有一点点吧 毕竟两人十多年的夫妻 哪怕没有情爱 多少也应有几分羁绊在 想到这 他感觉自己意识又昏沉了些 不知刘耀是否已在回京的路上 不知他还要多久能到家 即便已经不对他抱有什么期望 他也总想临终前能再见他一面 迅哥和宁姐已是连哭的经历都没有了 王府里母亲病着 父亲不在 他们兄妹俩就是为二的两个主子 兄妹俩似乎都在这几日 一夜间长大 迅哥强忍悲痛 学着平日母妃的样子理事 同时劝宁姐不要见到母妃就哭 若是结局注定无法改变 母妃生命最后的时光 也总要高高兴兴的才是 又过了两日 这日苏元的气色特别好 甚至好得有几分诡异 面色红润 丝毫不见病人的苍白憔悴 连带着说话也多了些忠气 宁姐不懂 只当是母妃有了好转 心里高兴 而身边伺候的人和迅哥都清楚 这是回光返照 苏元心里也清楚 有药那边还是未有消息 她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苏家那边 父亲母亲和书板 以及兄弟姐妹都见过了 要说的话也都交代了 再见 只是徒增彼此的伤感 母亲更是在自己面前 哭得几度昏厥 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但即便已经交代了无数次 她还是将那些叮咛嘱托之语 又重复了一次 素心和明星跪在床前 强忍着眼泪 姑娘放心 奴婢一定看护好柿子和郡主 让两位小主子平安长大成人 苏元还是将最坏的打算说了出来 我死后 王爷续贤再取的 若不是个好相遇的 只管去苏府找我哥哥 明星 姑娘安心 有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 谁也不敢欺负了两位小主子 苏元颤颤地伸手 先是抚了下素心 又拍了拍明星 我本还想着 好好替你们二人 则个好夫婿 终究是我这身子不争气 明星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流下 姑娘 奴婢跟着姑娘 日子过得比寻常富贵人家的小姐 也不遑多让 姑娘切莫折杀我们 素心抹了把眼泪 郑重严肃道 姑娘 有奴婢和明星一日 一定会舍命照看世子和郡主 苏元谴笑不语 刚想要用力扶着软踏上的把手站起来 忽然身形一晃 两眼一黑 在身旁人的惊呼声中失去了意识 当日下午 王府管家徐忠 向东宫 苏府等官眷家中报丧 招王妃苏元 轰视于建元两年的三月十五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二章 重生归来 呼吸停止的瞬间 苏元感觉到的是 从未有过的轻松 死后不管是下地狱 还是去天堂 他都认 但回顾自己这一生 并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想来善恶有报 苏元觉得 就算阎王爷在糊涂 应该也不会把自己 按照什么罪大恶极之人处置吧 可当他再度睁开眼的时候 苏元整个人都不好了 入眼的每一幕 都让他目瞪口呆的说不出话 不对不对 一定是他睁眼的方式有问题 嗯 闭上眼睛 再来 还是这样 可眼前 自己所处的 不是自己未出价时的规防吗 按说人死了 就算不下地狱不上天堂 也得轮回转世吧 可他现在 这是又回到人间了 自己又不是含冤而去的冤魂 为何要他滞留人间 等等 苏元呼得觉得哪里不对 他缓缓地坐起起身 伸手向自己身上摸了摸 这触手可及的温热身体 怎么可能是魂魄 这样想着 他又夺不来到窗前 此时外头的日头正好 大片的阳光洒进来 他沐浴着暖阳 只觉得心旷神怡 可鬼魂细数阴灵 怎么可能受得了烈日骄阳 所以 他现在不是鬼魂 是活生生的人 苏元愣神良久 慢慢消化了这一事实 随即他走到 闺房中的那方夕阳镜前 细细地打亮着 镜中的少女娇艳无双 鸟挪风流 美得不似凡间 苏元正主 右手随即俯上 修煞百花的面颊 这是她是十三四岁时的样子 所以 她是重生了 而且重生回到了 自己还未嫁给刘耀的时候 素心端着茶水点心进来 入眼的便是自家小姐 在镜子前愣神的一幕 姑娘醒了 苏元强眼着内心的波涛汹涌 素心 我睡了多久 姑娘睡了有半个时辰 今日二姑娘三朝回门 姑娘年幼 就算高兴也不该饮酒啊 头疼了那半上 这会可还有不适 仅仅是这几句话 苏元心下立刻明白自己 这是回到了十三岁的时候 按照素心所言 如今应是元城三十二年九月 苏府的二姑娘 苏元于三日前 和郑国公世子郑景之完婚 今日正好是三朝回门 席间她也高兴 和四姐偷偷喝了两杯玫瑰甜酒 没想到那酒喝着甜津津的不觉得什么 后劲还挺大 让她头疼了好酒 最后索性回房一直躺着 在确定了当下的情况后 铺天盖地的喜悦几乎将苏元淹没 她伸手让素心退下 直到房内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苏元激动得热泪横流 上天怜惜 她回来了 重生了 而且是回到还没有嫁给刘耀的时候 想到那个冰块 苏元不自觉打了个寒颤 前世临终前 她都没见到她最后一面 她回京看到的 估计只可能是她冰冷僵硬的尸体了 不知道那个冰块会是什么反应 会不会为她掉滴眼泪 阿呸 察觉到自己一闪而过的可笑念头 苏元一巴掌朝自己脑门上拍了一下 她在这自作多什么情 她死了 与苏家定是悲痛 但于刘家皇室出了丧妻 她那个皇帝公爹肯定就会再指一门亲事给刘耀续贤 皇家无私事 有要不要都不行 更何况 那个冰块 估计谁做她的妻子 对她来说根本没差 横竖都是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的女人 接受了重生的事实 苏元心里开始盘算起来 现如今她才13岁 还差两年吉吉 上一世是在她吉吉后的第三天 现文帝下旨 赐下了苏家掌房嫡幼女和太子嫡次子的亲事 也就是苏元和刘耀的这桩婚事 是由刘耀她亲爷爷做的主 就连刘耀的亲爹 后来的永家帝 事先都毫不知情 但苏家大姑娘二姑娘出嫁后的好名声 传遍上金贵族圈 替苏家其他未嫁的姑娘 打下了极好的名声 所以永家帝和张皇后对这门亲事都是乐见其成 但是对当事人来说 还真就是名副其实的盲婚雅嫁 虽然事前她知道她文武双全英勇俊朗的名声 她应该多少也听说过一点 上京城中第一美人苏家幼女的方名 但也仅此而已 对方具体的脾气秉性 她一无所知 而她应该是不屑也不想知 意识到自己思绪飘远了 苏元摇了摇头 让自己平除了杂念 她们这种家族儿女的婚事 莫说是她们自己 很多就连父母也做不得主 大多都是由圣上赐婚 政治联姻 互相牵绊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宪文帝似乎很喜欢指点鸳鸯这个事 只要是她有那个时间 她看得上的小辈 亲事都被她包揽了 苏元猜不透 上一世宪文帝给自己和刘耀赐婚的具体用意 但隐约觉得是在进一步抬举苏家 苏家已是一门双猴 家中后代儿郎也是人才辈出 皆在朝中担任要职 但苏家不是心比天高的攀龙富凤之徒 从没想过用儿女的亲事去换取什么 当年献文帝的赐婚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公爵侯爵之女 由皇帝陛下赐婚很常见 只是意外 苏元的赐婚对象 居然是尊贵无比的太子嫡子 当时不少平时一出玩的同龄是家女 眼红苏元的好命 现在想来 苏元真想回到当时反问一句 这命给你你要不要 这一事 苏元不是很想再嫁给刘耀 可他一个人人为言轻的 什么都做不了 看来要是想换个夫君 还是个蛮艰巨的任务 哎 苏元轻叹了口气 且走且看吧 即便重生 他也不是就能一手遮天 或是一切随心所欲了 这世道 本就限制了女子许多 只要他还是苏家女 他就永远不可能 只是苏元 重生回来的日子 苏元过得很舒心 准确来说 是在规格中做女儿的日子 过得很舒心 可以想睡到几时都行 可以随时出门游玩 踏青 看花灯 家中长辈慈爱 且娇宠女孩 自然是随他的心性 又是和四姐苏妙 出门赏景游玩的一天 苏元在衣橱前 愁出了半天 挑了一件桃红色被子 打扮得格外娇俏水灵 这般惹眼 庆明郡主及平阳侯夫人 并不是很放心 只得在女儿头上 加了个帽 苏元也不在意 正好省了应付那些人的眼神 只要能出门就行 坐在马车里 四下无人时 苏妙和苏元 都不端着世家贵女的架子 言谈举止 都是这个年纪的女孩 该有的烂漫天真 两人凑在一起 不时偷偷掀起 马车窗帘的一角窥看外面 像两只鸡渣的麻雀 说个不停 小五 你看 那个念念人的小贩 手艺真好 我们让人去买两个吧 那边的糖葫芦 看起来也很好吃 素心 你让柴松一块买来 是 素心领命 不多时 姐妹俩一人拿着一只糖葫芦 吃得没开眼笑 苏妙忽然想到什么 情绪一下低了几分 这样的日子多好 要是能一直在家不嫁人就好了 苏妙今年十四 家中长辈已经开始替她一亲了 毕竟谁也不知县文帝 是否还会赐婚 还是要做二手准备 万一县文帝这两年忙了 没有那个闲情雅致了 苏妙的婚事 岂不是要耽误了 苏家对女孩很重视 也很娇宠 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苏妙嘴里的冰糖 咬得歌之响 文言促侠打去苏妙 若是届时定下的未来四姐夫 是四姐重义的 四姐就不会这么想了吧 到时说不定巴望着早点嫁过去呢 到底是带字归中的女孩 苏妙文言羞了个脸红 瞪了苏妙一眼 油嘴滑舌 你在乱说 看我不打你 说着 伸手便要去挠她 苏妙怕痒 生怕她真动手 赶忙求饶 好姐姐 我错了 再不说了 饶了我这次 苏妙冷哼了声 你惯会见风使舵的 苏妙憨憨傻笑着 心里呼得又想起一事 话说 三姐姐今年该定亲了吧 苏妙抿了抿唇 眼底有些不悦 显然对苏妙提到了 这个三姐姐有些不喜 撇了撇嘴角 她呀 还眼巴巴的想等着圣上赐婚呢 苏妙咀嚼的动作戛然而止 苏妙不在 她也无需顾忌什么 大实话脱口而出 圣上赐婚 就算突然 事先也多少会有些暗示 可三姐姐这边 可没听说过 苏妙 可不 再者 陛下就算赐婚 也不是谁都看得上 对象无一不是看中了 重臣家的晚辈 苏静 一个小娘养的名声 就足以让她没了这个指望 苏妙的话虽刺耳 却是事实 苏家现如今有三房兄弟 长房平阳侯苏恒 正妻是为国公顾家的嫡长女 因父辈劳苦功高 忠诚魏国 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 顾家功绩封无可封 得以册封庆宁郡主 二房宁远侯苏晨 娶的是魏国大长公主的外孙女 中原伯爵李家的安阳县主 三房苏克 现居嘲讽大夫一职 没有爵位在身 亲事自然无法和两个哥哥相提并论 但也没有太差 正妻是兵部尚书嫡幼女陈文元 苏恒和苏晨 自幼都是父辈严加管教 皆是文武双全一身正气 与女色上也并不上心 除了正妻 虽各有一房妾氏 但并不重视 庆宁郡主替苏恒生了两子两女 安阳县主给苏晨生了一子一女 其中苏晨的妾氏周姨娘 生下一个庶女苏珊 也一并养在主母的膝下 这是规矩 而三弟苏克偏是个例外 自幼学什么都矮 两个哥哥一头 性子又贪玩 没甚追求 最后文不成武不就 今世上对父母安排的陈文慧 一直淡淡的 反而对乐管出身的哥姬孟氏 一见钟情 为此还和父母好一番争执 横竖已经有了两个争气儿子 苏恒和苏晨 对小儿子 苏老爷子也没什么大的指望 更不想因为个哥姬和儿子 伤了父子情 半推半就的 也就同意了 最后一顶软轿 从苏府一个平时下人进出的偏门而入 将孟氏抬进了府 做了姨娘 孟姨娘很受苏克宠爱 不到两年 就接连生下一子一女 苏靖就是孟姨娘所出的女儿 因为苏克特许 从小被孟姨娘亲自养大 言传身教 简直养出了又一个孟氏 处处掐肩要强 心比天高 苏家这一辈 一共六个女孩 大姑娘苏婉和五姑娘苏元是长房嫡出 二姑娘苏妍是三房嫡出 三姑娘苏靖是三房嫡出 四姑娘苏妙是二房嫡出 六姑娘苏珊是二房嫡出 除了苏靖格格不入 其他姐妹都很和谐 苏妙一向和苏靖最不对付 苏元也不喜欢苏靖 苏靖是树出 却比嫡出的苏妍 更受苏克的宠爱 原因就是她和孟氏一样 将那傅娇若做派学了个时成时 苏克就吃这一套 苏妍小时候 没少在苏靖那吃暗亏 苏妙苏元都与苏妍交好 自然看苏靖不会顺眼到哪里去 想到这苏妙又气得牙有点痒 我看和府上下就数三叔最糊涂 分不清鱼目和珍珠 苏元见她生气 给她递了杯菊花茶酱想火 你生什么气 二姐姐都不在乎了 梦实在能折腾 也仅限于三叔的后院罢了 真到了大事上 三叔都说不上话 皆是父亲和二叔做主 苏妙仍是愤愤不平 二姐姐哪里是不在乎了 只是对三叔那个父亲死心了 苏元垂下了眼 手指妈撒着腰间佩戴着的香囊 若有所思 是啊 二姐姐怎么可能没期盼过父爱 女儿家谁不想被父亲捧在手心 背在肩头 做最幸福的姑娘 可偏偏三叔是个分不清的 二姐姐目睹过太多父亲的偏心 慢慢的也就淡了 而二姐姐确实没靠着三叔什么 二姐姐的婚事是父亲和二叔挑的人家 对方看中的也是二姐姐自身的财貌品行 以及两个双猴的伯父和长时权的旧家 压根没把苏克这个嘲讽大夫放在眼里 也就梦氏和苏靖看不清 以为巴这个苏克就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了 别的不说 单就亲事 苏靖不可能越过苏妍 亲事门第不可能 嫁状规格更不可能 苏元和苏妙其实并不一味的瞧不起述出 苏珊也是述出 却能和他们亲密无间 从未有过隔阂 家中长辈也都是一碗水端平 周姨娘更是老实本分 安心伺候主公主母 二婶也待她宽厚 偶尔两人还能说个提己话 说到底 是梦是自己品行不端 把苏靖更是养得不成样子 如此自然也就不招人疼 甚至家中的仆人都瞧他们母女不起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三章 再相遇 好容易出门一趟 不想让苏靖坏了兴致 苏源和苏妙都不再提那些糟心事 如今是金秋时节 硕果丰收的时候 慈光寺的附近有各路商贩汇集 贩卖的小吃和物件也是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苏妙和苏源两个名门小姐 吃惯了山珍海味 对一些市井小吃还是很喜欢的 今日他们二人就是要去赶集市 顺便去慈光寺还愿 谢佛祖庇佑 二姐姐苏妍得以许配良人 这是半年前苏妍一亲时 他们姐妹齐来慈光寺进香时许的愿 如今新愿达成 自然也要来还愿 马车出了城 姐妹俩带着围帽下了车 不过即便看不清脸 两人的穿着气度 也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姑娘 还是不时引来一阵侧目 苏源并不理会 她难得在空气中又闻到了久违的味道 自由 现在给她一个翅膀 她是真想上天了 她脚步欢快 看看这里瞧瞧那里 这个时候 没人会提醒她 注意规矩 训解她 必须行坐端正 耳环不摇不能晃动 她想做什么便是什么 本来她和苏妙还并肩走着 可是慢慢的 两人被不同的物品吸引 加上苏源确实蹦跋得太快 苏妙一个没注意 就发现自己的妩媚没了人影 脸上的青筋没忍住跳了跳 苏妙懒得管 反正有侍卫丫鬟跟着 太平盛世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在集市间穿梭了半个时辰 苏妙满载而归 身后跟着的八个侍卫 从一开始的威风凛凛还刀配件 到现在 替他们姑娘拿支粉首饰 各个手里满满当当 苏妙觉得自己 已经算是够败家了 但看了眼苏妙身后的几个侍卫 忽然觉得 和这个妹妹比起来 自己还是很勤俭的 同时心里不免替未来的妹夫 忧虑了一下 那得是 怎样为高权重且家产富有 才能进得起 这样一个败家主母的挥霍 苏妙 逛得差不多了 咱们该进寺妙上香还愿 嗯 好 两人重新上了马车 一盏茶的功夫 便到了慈光寺 慈光寺 是京城中香火最旺的寺院 达官显贵 都是到此尽香祈福 因此 几乎每日人流都不少 苏妙和苏妙到的时候 正是快将近中午的时分 两人在佛堂中 恭恭敬敬地跪拜祈福还愿后 并虔诚的地上香火前 苏妙除了替苏妍还愿 还为自己 重开仪式 是更好还是重蹈覆辙 她没有把握 她只希望 起码要比上仪式好一点 二人进完香刚从正堂出来 迎面看到了寺里的住持惠安大师 双方互相见了李 惠安大师意味深长地 多看了苏妙一眼 这时苏妙想去后山看怪石 苏妙借口 刚才逛累了没有童趣 其实是有些问题 想问问住持 惠安大师也没有走远 站在正堂的侧门前 似乎是在等她 苏妙凭退下人 自己走向了住持的方向 惠安大师慢慢夺不到寺中 那颗高耸入云的大树旁 女施主找老那 可是有何疑惑不解之处 苏妙 大师可知 我心中所疑惑的是 女施主切勿过于忧虑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苏妙实在不解 那我为何会 天机不可泄露 女施主寄来之则安之 大师神秘莫测 苏妙是毫无头绪 一点也没听明白 但是她意会到了一点 就是她这重生 应该不是什么逆天而为的坏事 起码听那大师的语气 应该是的 不是坏事就好 苏妙这下就安心了 素心和明心 不知何时跟了上来 素心 姑娘若是累了 可去厢房休息一会 方才有位小师傅特地收拾好的 苏妙摇了摇头 我不累 难得出来一趟 我要多看看 明心 四姑娘去了后山 姑娘可要去找四姑娘 不 不去了吧 我可不想爬山 苏妙抗拒说道 爬山这种又累又没形象的事 苏大小姐很不乐意干 明心又道 后院中有个鞦韆 花坛的花开的也极好 姑娘不妨去那坐坐 这个提议不错 苏妙点着头英勇了 可是等她来到后院 看到鞦韆前的两男一女时 顿时傻眼 别人不认得 她认得 刘章 刘耀 刘乐 勇家帝和张皇后 嫡出的三个儿女 园中各处都立着身形高大 训练有素的侍卫 这一瞬间 苏妙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同时心里又奇怪 上一世可没有这一出 什么情况这是 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发现了一个更要命的问题 她现在没戴帷帽 不过他们应该也不认识她吧 她充其量就是个喉门之女 人家是尊贵无比的皇家子孙 怎么可能 俏丽的少女在园中无疑一道亮眼的风景 刘家三兄妹自然是都注意到了她 紧接着刘章随口的一句话 瞬间打破了苏元所有的自我安慰 来人可是苏家妹妹 一时间 她是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正了难之际 年近五岁的刘乐听到刘章的话 迈着小短腿从鞦韆上下来 拽着刘章的衣袖 大哥 你认识这位漂亮姐姐吗 刘章俯身将妹妹抱在怀里 一脸宠溺 这是你苏家的五姐姐 苏元听到这话 膝盖一软 差点当场跪下 她母亲庆明郡主和太子妃 确实沾了点表亲 但那都出了五父 且现在君臣有别 她可担不起皇孙的一生姐姐妹妹 刘乐还小 不知什么表亲不表亲 五父不五父的 只是眼前这姐姐实在漂亮 她喜欢和好看的人一起玩 只见她很自来熟的 走到苏元面前 养着张粉钓玉器的小脸 姐姐 你陪我一起玩好吗 苏元瞳孔地震 惠安大师的意思 应该是 自己此番重生 不是什么坏事 但也没告诉自己 会偏离前世的轨道啊 等等 苏元忽然想到什么 前世的今天 她根本也没有出门 所以 从她早上出门开始 今生的诡计就开始变了 这叫什么事 见苏元不说话 刘乐又说了遍 姐姐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苏元恍如隔梦地回过神来 俯身行了一礼 见过郡主 见过二位皇孙殿下 刘章温和一笑 苏家妹妹不必多礼 苏元努力忽视掉 刘章旁边站着的前世那个冤家 专心陪着刘乐玩了起来 不远处的刘耀 似是察觉到什么 眼睫微不可查地动了下 依旧是那父亲冷淡漠的神情 苏元哪怕不看她 都能猜得到她现在的表情 抿着薄唇 一言不发 看什么东西都仿佛死物一样 仿佛没有事情 能在她眼中激起一丝波澜 苏元想到一个形容词 就往刘耀身上描一眼 想到一个描一眼 看吧 她说得全重 一个不拆 苏元自顾自的心里默默吐槽 可她的举止落在刘章眼里 可就别有一番深意了 刘章握拳底唇 惊笑了声 六弟 你说这苏家表妹是不是看上你了 嗨嗨 刘耀差点没被一口茶枪着 不满地瞥了刘章一眼 大哥慎言 她可不是这个感觉 那苏五姑娘虽看了她几眼 眼神却是连友好都撑不上 更遑论友情 说到这刘耀心里也犯嘀咕 她应该没得罪过这五姑娘 为何她像是对她有成见的样子 苏元陪着刘乐一起翻花绳 皇家的金枝玉叶 什么好东西都见过 但对这些市井的小玩意一无所知 苏元一步步教她 小郡主一脸认真 眼睛里满是球之欲 这时 苏妙突然步履匆匆地闯进园子 看到苏元的瞬间 简直两眼冒火 苏元看到苏妙的瞬间 下意识色缩了下 完了 她命休矣 苏妙上前一把拽住苏元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 你没事瞎跑什么 我回来找不到你 把我吓成什么样了 你知道吗 这里虽是寺院 也难保鱼龙混杂 你能不能长点心眼 苏元想解释 但完全插不进嘴 这下 她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没有的缝她自己先挖一个都行 姐 你些会 那边有人 趁着苏妙喘气的功夫 苏元紧急自救 苏妙闻眼很不耐烦地叹了眼 却被不远处 那两个男子的气势 震慑到瞬间正在原地 姐妹俩小小地展开了一段 眼神交流的密语 这谁啊 大人物 废话 我们俩也不是小人物 这个眼神表达不出来 苏元默默伸了根手指指了指天上 苏妙愣了下 然后整个人表情就军裂了 是 是她想的那个意思吗 刘章笑着走上前 这位 想必是宁远侯的千金 苏家的四姑娘吧 苏妙哆嗦着干笑道 臣女失礼了 无妨 四姑娘也是关心妹妹 人之常情 不得不说 不管是什么时候 刘章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君子 长得不必说 刘家的人就没有差的 形式说话老派成熟 既有人情味 又让人觉得不失威严 苏元又瞄了眼刘耀 这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就连刘乐 也是天真烂漫惹人爱 怎么这刘耀就一副谁都欠她钱的木头脸 果真是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刘耀微不可见的又蹴了下眉 这五姑娘 好像当真对她有些不满 回府的车上 苏妙还没从刚才的震慑中回过神来 苏元小心翼翼地探头看了看她 四姐 你没事吧 苏妙咽了咽口水 方才那三位是太子家的 苏元失笑 四姐难道以为 天下有人敢冒充太子家的皇孙和郡主吗 苏妙不说话 那倒不是 那一身气派一看 就是从小身居高位的人才能有的 她就是没想到 出门去寺庙进个香还个院 居然还能遇到这样的贵人 那可是太子的嫡系骨肉 苏妙一想到这就忍不住 嫡长子 嫡次子 嫡幼女 不出意外 那位嫡长子可是大魏未来的帝王 那是大魏未来的天 苏妙一想到这个 就忍不住一个哆嗦 她下午那般对着苏元喊叫 可真是太失礼太丢脸了 她默默无脸 希望这两位皇孙不是个多嘴的 别给她在世家公子圈散播什么彪悍的传言才是 不然她十几年来营造的美好形象 可就毁于一旦了 男人不男人的是其次 影响她名声就严重了 苏元看着对面苏妙千变万化的脸色 不敢多言 少做少错 不做永远不会错 她还是别这个时候去惹苏妙了 而且眼下苏元也有自己的烦心事 她是真切地意识到 从她今早出门开始 这一世的所有事情轨迹 可能都会发生改变 甚至可能会和前世完全不同 意识到这一点 苏元心里闪过一丝慌乱 若是完全脱离前世的轨道 那她如何去预防前世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她重生的意义又何在 姐妹俩各怀心事地回府 又各自回房 因着心里有事 苏元晚膳都没吃 卧在美人榻上 愣愣地出神 素心和明心让小厨房做了些开胃小菜 送了过来 进了房 见自家姑娘仍是下午刚回来时的样子 不说话也不动弹 只睁着眼睛 正正地发呆 明心将两个二等丫鬟手中托盘上的菜品 一一挪放到案桌上 然后挥手示意二人退下 素心悄悄走至榻前 轻轻唤了声 姑娘 奴婢让厨房做了几道小菜 您用一些吧 苏元捏捏地打不起精神 没什么胃口 你和明心吃吧 姑娘可是身体哪里不适 要不请个大夫来 我没有不舒服 想到自己若是不吃 这两人恐怕真会担心的不行 好了好了 我吃还不行吗 素心笑笑 扶着苏元起了身坐到案桌前 苏元用了半碗粥 四道小菜各用了几筷子 就再吃不下了 这已是他平时正常的食量 素心和明心 这才松了口气 撤去案桌 苏元不习惯吃完饭就立刻躺着 见外头月色不错 就带着素心和明心去院子里散步 素心还记着他下午的异常 姑娘今日高高兴兴地出门 怎么回来 反倒没精打采的 莫不是游玩累了 苏元摇头 没说话 目光远眺 若有所思 阿元 苏元被这声唤声打断了思绪 寻声望去 不远处枝蓝玉树的依俊朗公子 正是他大哥苏雁 大哥看你方才的脸色有心事 苏元微微一笑 没有 只是刚用过晚膳 出来走走 苏元可以说是苏燕和苏婉一手带大的 苏燕了解他比苏恒更深 他一眼便看出 他没说实话 妹妹长大了 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苏燕忽然有些感伤 他很怀念以前那个抱着自己大腿奶生奶气和自己撒娇的女娃娃 如果长大的代价是兄弟姐妹间不再若使般亲密无见 那他宁愿妹妹一辈子都不会长大 反正他有一辈子护着妹妹的能力 血浓于水 苏燕了解苏元 苏元也看得懂兄长的脸色 便拽着他衣摆和幼年时一般 软声道 今日出门遇到贵人了 当时我和四姐在玩闹 只怕有些失礼 贵人 苏燕好奇 是太子家的几位皇孙 苏燕闻言反而松了口气 放心大哥与他们颇有几分交情 你和四妹都是贵重女孩 爱闹些也是人之常情 几位皇孙不是不讲理的人 苏元说出本就是满足一下苏燕做哥哥的心思 本来也没放在心上 相反今天下午真正被吓到的是苏妙 看来明天他得去好好轰轰了 软声轻语红走了苏燕 苏元也呼得心间松快了许多 想到哥哥的关心 还有家人对自己的宠爱 今生的那些未知 也就不再那么可惧了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四章 梦境 东宫 西殿的一间寝殿 刘耀一身白色礼衣 平躺在床榻上 目光幽碎深远 戏观之下 还会发现一向太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东宫皇孙 此刻气息微微有些紊乱 刘耀脑子乱得很 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梦里他一直在策马飞驰 明明是寒冬冰冷的天 寒风吹在脸上针扎似的 明明眼下乌青 一看便已是许久没有合眼 他为何还要那般急切地赶路 如果不是自己亲自做的梦 有人和刘耀说起这种事 他一定会嗤之以鼻 可这梦里情景还在他自己的脑海里 做不得假 这就让他有些犯糊涂了 生来养尊除优的皇子龙孙 怎么可能做自讨苦吃的事 这梦也太离谱了些 刘耀闭上眼睛 试图让自己不再去想梦里的离奇 可也奇怪 翻来覆去的 怎么也睡不着了 盯着头顶的连杖望了一会 刘耀起身到书桌前 给自己拿了本最底下的佛经 从第一页开始陌生品读 没等翻到第二页 他便觉得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了 手里的佛经 随手往床踏上一扔 沉沉地睡去 天色未明 将近破晓的时候 东宫的下人们都早早的起身 准备宫内一天的事宜 扇房开始准备东宫各位主子的早膳 太监和宫女也开始各处的扫洒 因着主子们还未起 底下的人都是点着脚 放轻了步子 寝殿内 油药虽还躺着 却已是目光清明 显然是醒来有些时候了 昨晚再度入睡后 他又进入了那个梦境 这次他看到了自己急着奔赴的那个目的地 正门中央描金的三个大字 招王府 招王 当朝并没有招王这个人名号的王爷 梦里他急着去招王府做什么 这时 守门侍卫的一声王爷 让他再度从梦中惊醒 他细细分析梦中发生的事 所以梦里的招王是他 那他梦到的 至少应该是皇祖父百年之后 父王登基后的事 油药瞬间觉得更离谱了 他瞬间不想去想了 只当这是个没有透的梦 冬至这天 苏府正厅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难得热热闹闹吃个团圆饭 苏衡和苏晨坐在主座 庆宁和安阳分别坐在自己丈夫身边 其次便是苏克和陈氏 孟姨娘是没资格来这种场合的 再往下就是孩子们 除却已经出嫁的苏婉和苏妍 一个都不缺 苏妍安静地吃自己的饭 不时和苏妙交头接耳 说两句悄悄话 庆宁看在眼里 慈爱的笑笑 说来 妙妙的一亲之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二弟和弟妹可有众议的人选 苏妙头快滴到碗里了 苏晨和安阳对视了一眼 又看看苏妙 苏晨意味深长地叹道 就是不知妙的婚事 是否能轮到我这个父亲做主 苏恒懂弟弟的意思 就算如此 私下里也要相看起来 毕竟谁也摸不透县文帝的心思 而且县文帝的赐婚也没有任何规律 但总的来说县文帝赐下的婚姻 就算男女双方没能间谍情深举案其媒 至少也是互敬互众相敬如宾的 所以县文帝这个红娘的名声一直还不错 安阳听出了大哥的言下之意 大哥说的是 不过其实我和大嫂也有了几家人选 若是圣人那边没有赐婚的意思 也不会耽误了妙妙的亲事 苏恒点头 那就好 静明看了眼自己的圆圆 叹了声 来年 可就轮到我来挑女婿了 苏元听到母亲这话 闹了个大红脸 嘟着嘴角称道 娘 我才多大 苏燕下一时也道 就是啊 娘 妹妹还小 苏恒眼珠子转了圈 看向自家夫人 圆圆 的确先不着急 静明美好气地 瞥了眼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也撒 哼笑了两声 没再说话 饭桌上又安静了下来 苏妙忽然轻轻碰了下苏元的胳膊 凑到她耳边 来了来了 苏元知道她说的什么 无非是苏静和三叔又要做妖了 果不其然 饭桌上刚安静下来没多久 苏可忽然笑着开了口 大哥 二哥 妙妙的亲事要是妥当了 也该想想静儿的 静儿可还是姐姐 更要紧着半才是 苏恒美好气 你是静儿的爹 她的婚事理所当然 是你们两口子的事 你别是这点事都想夺懒 当然不是 苏克盲解释道 只是大哥二哥到底比我有面子 说出去静儿的事也好办 苏元看了眼旁边两眼 都要放光的苏静 又给自己加了块烧鸡 苏妙本来安心看戏 无意间撇到苏元吃烧鸡 一时被她吃馋了 也给自己加了一块 姐俩一边啃烧鸡 一边看苏克和苏静这对妇女的后戏 是怎么安排的 苏恒和苏晨 显然是都不想管这闲事 齐刷刷的撂挑子 苏恒 你和弟妹慢慢相看 届时定亲的时候 我和二弟出面便是 苏静一听就急了 这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她求助地看向苏克 顶着爱女的委屈无助的眼神 苏克只得再次开口 大哥 您和二哥当初能给哀言相看 如今就在顺手 把劲儿的也给办了呗 比起长胸 苏晨对苏克 可没那么多耐心 看这家伙那副赖皮脸的样 苏晨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立声喝道 阿言的是 我和大哥为何会插手 难道你不知道 还不是你这个做父亲的 一点都不上心 陈氏一听这话 也是心酸的差点掉眼泪 若不是有两个有本事的伯父 他的言解 真不知会是什么境地 苏晨的火气来了 就没那么容易下去 逮着苏克继续骂 你一个当父亲的 星天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说 那个梦是什么出身 你给抬去成那样 一笔写不出两个苏 传出去 我都闲丢我和大哥的脸 苏晨的话 当即让苏晨脸上 一阵青一阵白 两个伯父果然打心底里 都是看不起他小娘和他的 苏克打小不怕爹不怕娘 就怕两个哥哥 他从小挨过的所有打骂 都来自这两位兄长 皇帝骂他 他心里都可能不服 但苏恒苏晨骂他 他只会唯唯诺诺耸的不行 二哥 你别叫我二哥 我没你这种不分好赖的弟弟 苏克放低声音 二哥别生气 我 一直沉默没说话的苏恒忽然开口 三弟 从一开始 就是你坏了规矩 什么阴结什么果 你自己心里有数 亲生父母尚在 没道理让我和二弟 再给你操持儿女亲事 阿言是个例外 那是我看大的孩子 你不疼他我疼 但这样的的例外 不会再有了 苏元和苏妙对视了眼 两人都听懂了 苏恒口中的坏了规矩 指的就是当年苏克 破例特许 孟姨娘养苏靖的事 养在妾室身边的姑娘 体面正经的人家 压根桥都不会桥一眼 是苏克打一开始 就把苏靖的路给堵死了 父母之爱子 则为知己深远 但苏克显然从没有为苏靖 寄过什么什么深远之事 被苏晨这么一骂 苏克半个字 都不敢再继续说了 本来按照事先打好的草稿 他还有一出苦肉计 可现在他没那个胆子了 他怕再说下去 不是苦肉计 是他亲哥实打实 给他来俩大耳瓜子 望着苏克的神色 苏靖的心一点点冷了下去 方才两个伯父的话 一字一句像是石头 砸在苏靖心里 砸得他眼圈通红 大伯父说苏颜是个例外 不会再有的例外 可他也是他侄女 为什么不能再替他寻门好亲事呢 他夫家若是高门大户 对苏家也是有意的不是吗 说到底 还是两个伯父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小娘 甚至连爹爹他们都看不起 苏靖越想越恨 手里紧紧地握着拳 他不甘心 也不服气 苏婉和苏颜 都嫁得风光又体面 他怎么可能甘心有那么大落差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总有一天 他要成为别人 都高不可攀的人上人 晚上 躺在烧了地龙暖和和的房间 苏颜又想起晚饭时的那一幕 不由得再次感叹那句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若是换作不相识的人 恐怕没人会相信 他爹 二叔和三叔三人 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他爹和二叔文能安邦治国 五能上阵杀敌 才有的苏是一门双喉的好名声 可他三叔呢 没有真材实学也就罢了 连最基本的品行都没有 这是苏颜最不能接受的 天资 样貌 家事 这都是自己决定不了的 或好或坏 在人一出生就有了定数 可是善良与否 品行端正与否 这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的 想到这 苏颜不由地庆幸自己的好运 幸好他的父亲不是三叔那样的人 父亲与母亲恩爱情深 又没有竖出子女 所以他才能过得这般惬意欢乐 而不是像二姐姐那般静地 不过 现在的二姐夫对二姐姐也很好 起码三朝回门那天 他看得分明 二姐夫对二姐姐敬爱有加 呵护备质 想来老天爷也是公平的 在父亲的关爱方面 短了二姐姐的 便给了他一个体贴温柔的夫君 而苏静 享受了父亲的偏爱 自然在亲事上就没那么称心如意 想着想着 苏元忽然想到 前世的自己是不是也印证了这句话 前世未出嫁时 她是绝对的顺风顺水 堪称人生赢家的那种平阳侯的嫡女 母亲是有风意的郡主 外祖家是公爵 这样的家世 京城贵女里也是头一份了 她长得又好 若不是现文帝赐婚 只怕吉吉那年来苏府提亲的媒人能打起来 就连在亲事上 外人看来她也是命级好的 嫁入皇室成为普天之下最尊贵人家的儿媳 谁敢说她命不好 太子的嫡系骨肉 虽不是嫡长子 但将来也是地位最尊崇的亲王 就是苏恒和苏臣对这门亲事也是满意的 都说刘耀是真正的君子品行 必定不会亏待了她 现在想想 确实没有亏待 起码好吃好喝 王府后院更是她说一不二 可是 人大概都是得拢望鼠 贪心不足的 不了解夫君脾气秉性的时候 只盼着是个正人君子 形势光明磊落 而在明确了对方的品行后 又总盼着夫妻能举案其眉 同进同退 再后生儿育女 一生安乐 别人不知 前世的苏源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 她生来拥有的就已经很多 所以想要的自然也多 但是她却嫁给了一个 不会给那么多的夫君 现在想想 若是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上一世流药 对她其实算很不错了 除了情爱 其他的似乎都给了 而这唯一缺少的东西 便是造成前世苏源心中执念的根源 她总觉得 自己已然足够好 那自己多努力些 多对她好一些 细水长流 她总能在漫长的时光里爱上她 夫妻间总能多些温情和默契 可结果呢 什么都没有不说 她还围着那块冰块 把自己累得够呛 上一世的的那个病 大夫说 很大的病因 是郁郁寡欢 机遇成吉 也就是说 上一世她是活生生 把自己给仇死的 一想到这 苏源就恨不得抽自己两下 为那么个男人 值得吗 前世她怎么就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临死前还在想着那个冤架 真是要命 不过 眼下现在的情况 让苏源心里有点忐忑 又有点期待 前世的好多事情 诡计已经偏离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一世她和刘耀的婚事 可能也会有意外 会不会献文帝就不会给他们赐婚了 再或者她能不能给自己争取一下 断了这桩婚事的可能 刘耀诚然各方面很好 甚至称得上拔尖 但却不是她想要的夫君 苏恒和庆宁夫妻恩爱 大名鼎鼎的平阳侯在家 还是出了名的剧内 苏源从小耳濡目染 就觉得夫妻应该是父亲母亲那样的 相濡以沫 抗力情深 她上一世也是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在努力 但是显然感情的人光是一个人唱读角戏是不够的 不仅达不到效果 还会把自己累死 上一世没有得到的 这一世苏源更是格外的想要 未来的夫君 不需要非得是龙子龙孙 只要品行端正 性格温润 知道疼人即可 这辈子 她可不想再对这个冰块 煞费苦心去讨好她了 脑子里想了这么多 苏源只觉得困意也慢慢袭来 她悠悠地打了个哈欠 缓缓地合上眼睛 竟然是听天命吧 但是 她真的不想再嫁给刘耀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章 太子妃受宴 冬至那天之后 苏克和苏靖老实了许多 连带着孟姨娘对陈氏也收敛尊重了些 或许孟姨娘也意识到 她越是对陈氏不敬 大房和二房的人只会更厌恶她 在苏恒庆宁 苏晨安扬这两对夫妻眼里 陈氏才是他们的弟妹 是他们的一家人 所以 即便心里也不服 为着靖儿的婚事 她也必须伏地坐小一阵子 带到女儿也嫁到高门大户 届时自己也必定能水涨船高 扬眉吐气 以前那么苦的日子 她都熬过来了 现在不过是低眉宫顺几天 又有什么难的 可孟姨娘没想到 陈氏压根就不给她这个机会 陈氏也是个聪明人 知道冬至那天 两位兄长的那番话 必定会落入梦式的耳中 而两位侯爷一旦不管 那替苏靖相看的任务 就还得是她和苏克的 苏克表面上对苏靖宠爱有加 其实做什么都没耐心没钻尽 那这相看的事 最终还是要落到她身上 陈氏没有那么小气到 让外人觉得自己刻薄女 可这任务 当真是个烫手山芋 扪心而论 谁都想嫁高门显贵 可苏靖一个在妾室身边养大的庶女 单是这一条 那些好人家就要退避三社 哪家主母也不会想要一个妾室做派的儿媳妇 而那些畏惧苏府全市 会踏踏实实对苏靖好的门户 孟姨娘和苏靖又肯定看不上 没准还要在苏克面前上 也要说自己见不得他们母女好 这么多年 陈氏早就不期待和苏克的夫妻情分 自然也就不怎么怕她 单脆把这些话一五一十的 全和苏克说了一遍 并表明不是自己不尽力 而是这件事太难搞 苏克觉得陈氏有点威严耸听 静儿好歹是苏家的女儿 咱们苏家在京城也是少有人可比的 怎么会没有世家愿意结亲 再说 有婉姐和颜姐比着 继而想嫁个高门户有什么错 陈氏眼角青筋跳了跳 说了这半天 简直就是在对牛弹琴 苏家是有权势 可是又不是他苏克的权势 那是两个侯爷兄长的 他一个做了三年嘲讽大夫的人 哪来的脸说这种话 一时间陈氏说话也不好听了 那能比吗 婉姐是大哥的嫡长女 外祖是堂堂的公爵 母亲又是郡主 这才有圣上赐婚的体面 严姐是我的女儿 我娘家两个哥哥在兵部户部 也是长实权的 又有两个侯爷伯父 再者 郑家也是看中了严姐的财貌品行 苏克对这些其实也是心知肚明 但还是想为他的爱情结晶争取一下 想着这一切还要靠陈氏周旋 说话语气一时放轻放低了许多 静儿当然不能和婉姐比 可静儿也是大哥二哥的侄女 说出去也是两个侯爷伯父 再说你这个嫡母的娘家 当然也算是静儿的旧家 静儿的样貌也不比严姐差 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陈氏彻底怒了 拿苏静和他的严姐比 恶心谁呢这是 一样怎么一样 苏静养在妾氏膝下 满京城的官眷夫人谁不知道 苏克是男子又是嫡出 虽然没出息 但自小也是爹腾娘爱 并不懂这其中的门道 文言不免反问 这有什么要紧 陈氏微正 这男人好像是真不知道这点 老爷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这与我装糊涂 苏克气急败坏 我跟你装什么糊涂 我哪懂你们夫人之间的事 陈氏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 抿了口茶 老爷 我就和你直说吧 你们爷们或许不当回事 但凡是正经出身的官眷夫人 没人会要一个在小娘身边养大的儿媳妇 当家主母是要端庄贤淑掌中会 一个在小娘身边养大的姑娘 你说她学到的都是些什么 苏克一时哑口无言 若比容貌 苏静并不逊于苏言 可是若论形式才气 还有周深的气度 苏克做不到睁眼说瞎话 陈氏想说的全说出来了 心里痛快得很 想着这么多都说出来了 也不差再多来几句 你若是一开始 像二哥把山姐交给二嫂那样 放在我膝下 扪心自问 我也不会亏待了她 即便比不上颜姐 但我也会尽心教养 让她有个未来世家主母该有的样子 对外也可以说挂在我的名下 我说她是个嫡女 她就是个嫡女 可惜啊 她最后这句带着长长的拖音 意味深长 说完这些 陈氏觉得自己身心都舒畅了 执念放下了 有些东西不在乎了 果然就疏心多了 不再理会苏克 陈氏带着丫鬟回房就寝了 还特意吩咐把门锁上 以前她盼着望着那男人来 但现在 她希望那人以后永远都不要来才好 过了冬至 离年节就不远了 各户人家也都开始陆续准备 起年节所需要的物件 以及同僚之前互相走动的礼品 除了这些 还有一事便是太子妃的寿宴 也就在这两日 太子妃张氏 也就是未来的张皇后 苏元前世的婆婆 出生隆兮张氏 身份贵重 很受太子爷 也就是未来的永家帝的敬重 张氏的生辰是腊月初六 京城有头有脸的官卷 都收到了东宫的帖子 苏府的三房也收到了 虽然单凭苏克自己 太子一家真未必会请陈氏 但是谁让人家有两个有本事的哥哥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官卷赴宴 自然要带上自家还带自归中的女儿 庆宁自是带着苏元 安阳则带着苏妙和苏珊 苏珊从一出生就养在安阳膝下 待安阳比对生母还要亲后 安阳也从未亏待她 吃穿用度都是和苏妙一样的用度 至于陈氏 苏妍已经出嫁 三房只剩下苏靖 苏元有点好奇 三婶会不会带上苏靖 三婶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苏靖和孟姨娘那边岂会甘心放过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而一个嫡母的名声扣下来 三婶也拒绝不了 不过好奇归好奇 这是三房的事 苏元也管不着 她只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赴宴便是 如今外面已是滴水成冰的时候 苏元穿了个桃红色的兔毛皮夹袄 外面套着剑银湖大厂 领口的一卷绒毛围在脸颊旁边 趁得苏元本就艳若服渠的小脸更加楚楚动人 庆宁越看越满意 她年轻时就是京城署的上来的美人 她的两个女儿都比她更美 婉姐的婚事已然很好 婉姐容貌在婉姐之上 一切都只会更好 长子有出息有能力 又有侯府世子的名头 跟着父亲公干她并不担心 幼子还小 说什么都为时尚早 她的一切牵挂都是两个女儿 女人最能知道女人的难处 哪怕是出身高贵的贵女 女子出嫁就是又一次新生 好坏与否 全看未来夫君的品性 也看夫家的人口情况是否复杂 婉姐虽是圣上赐婚 可谓出嫁前 她也是把男方家里的情况摸了个底朝天 好在最后情况是让她满意的 否则 就算是圣上赐婚 她也要费尽心力 想方设法 让这门亲事结不成 现在轮到了小女儿 庆宁想想这些 又是欣慰又是不舍 同时又满怀忧虑 她的圆姐 姿色比落水之神和月中嫦娥也不差 就该配天下最好的男子才是 不过 庆宁一时也说不上来 这天下最好的男子是谁 按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最好的男子自然是皇子龙孙 可这样的际遇 庆宁不是很想 她落到女儿头上 一入宫门深四海 半君如半虎 她的圆姐那般天真纯善 一点都不适合那种地方 庆宁自顾自的想了许多 甚至连未来女婿人选自己 要是不满意去退婚的法子 都开始构思了 可是越想越觉得是多 忍不住长长的叹了口气 苏元正在镜子前臭美呢 忽然听到母亲的叹息声 一脸关切道 娘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宁看着眼神澄澄明亮的女儿 觉得还是先不说那些烦心事了 三言两语差过话题 母女俩收拾好了后 先后登上进宫的马车 马上还未出发 苏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给苏元使了个眼神 苏元一头雾水没明白 苏妙恨铁不成钢的想说什么 后便传来安阳的声音 妙快回来 别吵你大伯母 都要动身出发了 别让大伙都等你 庆明笑道 算了 我们这也宽敞着 让妙姐跟着我吧 谁让他们姐俩感情好呢 安阳笑笑 带着苏珊上了自己的车架 她和庆明归中关系就很好 后来成了 轴里更是无话不谈 对方的孩子都能视如己出 妙姐和袁姐感情好 他们都乐见其成 苏府的马车加随从 大大小小加起来几十号人 浩浩荡荡地向东宫出发 苏元瞟了一眼苏妙 你方才是要说什么的 庆明和安阳都是开明的母亲 加上庆明又疼她 所以苏妙并没有因为庆明在旁而有所收敛顾忌 三婶还是带上了苏 三姐 察觉到庆明的眼神 苏妙还是及时改了口 看到苏妙差点被自己噎到的滑稽样 庆明笑笑 出门在外 别让人抓着什么礼节上的错处 苏妙对着庆明重重地点了点头 转头继续对苏元说道 不过三婶的面色不怎么好看 苏元顿了顿 早知道让三婶过去和二婶一辆车了 对着一个不和自己一条心的庶女 多别扭 苏妙也附和着点点头 等回来的时候 我把三婶叫过来就说 我要和她说话 庆明旁听小姐妹的聊天 没忍住插了句嘴 你们俩倒是心疼你们三婶 姐俩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 当然 三婶疼他们 他们自然也关心三婶的感受 将心比心 真心换真心 向来都是如此 马车在东宫外停下 苏元他们到的时候 东宫外已经停了不少官眷的车轿 一些官眷夫人 亲亲热热地上来和庆明安阳说话 同龄的一些闺秀 也向苏妙和苏元问了好 两人都是侯爷的嫡女 谁也不敢看清 如今这个时节 外面冷风硕气的 谁都不想在外面多待 简单打个照面 都赶忙进了东宫宴客厅 东宫内各处都烧着地龙 比外面不知道暖和了多少 宴席开始后 第一步不是吃席 所有人都例行规矩 向寿星太子妃说了吉祥祝寿的话 接着 便是各家送贺礼的时候 谁都想在未来的异国之母面前出个风头 因此这个寿礼 各家官眷都可谓是煞费心思 象征着万寿春的翡翠宝萍 代表着如意吉祥的白玉如意 还有赤金兽星象 玲珑红珊瑚 天下珍宝 可谓应有尽有 庆宁 安阳和陈世宋的军是代表自家丈夫 也是重归重举的金玉物件 太子妃都是含笑收下 面上看不出喜或是不喜 但苏元觉得应该是平平淡淡 无惊无喜 其实她也准备了分百授徒 毕竟前世这位婆母一直带自己很好 从不曾为难苛待 张氏寿臣她本也想表表心意 但是又怕自己若是出了风头 被张氏记住了 引出一些其他的事反倒弄巧成桌 宋寿礼的环节过去 终于正式开席 清明不解地望了眼苏元 她是知道女儿也备了份贺礼的 怎地不拿出来了 苏元只是对母亲笑笑 没有多言 既然今生想和那人断了可能 那就要从一开始断得干干净净 一丝一毫可能导致意外的事都不要有 所以 那幅百授徒 她不能送 太子妃的授宴 自然是山珍海卫应有尽有 众人公愁交错好不热闹 宴憨之际 如母抱着个女娃娃出现 苏元认得 其他人也认得 那正是太子妃的小女儿刘乐 刘乐一眼认出席坐监的苏元 凑到张氏耳边 今生说 母妃 那位粉色衣服的姐姐 就是当初和在宫外陪我玩的 张氏文言 多看了眼庆宁旁边的女孩 点了点头 着实好颜色 游乐还小 吃了点东西 就被乳母抱下去哄睡觉了 苏元胃口小 用了两块紫肉 半尾鱼 就再吃不下去了 转头看苏妙 还吃得正欢 压根没空搭理她 苏元无聊地叩手 最后实在忍不住拽着庆宁的衣袖 母亲 女儿想出去透透气 庆宁从不拘着她 但也叮嘱了两句 那就到后院走走 切记不要乱跑 也不要冲撞了其他的贵人 苏元翠生硬下 然后就带着肃心铭心离开了席间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章 差点被她的狗咬死 店内被地龙轰得暖洋洋 让人直犯困 这会出来 外头的冷风一吹 苏元披着大肠都立刻清醒了 东宫馆式的想得体贴 不仅为贵客准备了宴席 连带着那些主子身边 有体面的丫鬟仆人 也有专门的酒席可以吃 这会天寒地冻的 苏元也是体谅肃心和铭心 让这两人也都过去吃点东西 自己在园子里走走就行 可两人坚决不同意 怎么说都不放心由她一个人 最后还是好说歹说 商定两人一个个去吃 吃完了再来换另一个人 反正酒席那边的菜 都有热炉自温着 素心和铭心商量了下 素心先去吃 吃完回来换铭心 素心离开后 苏元带着铭心主仆二人 在这东宫的后花园 闲散漫步起来 冬日里大多花木都已凋零 但东宫是太子的住处 自然聚集了天下的奇珍 仍然还有一些 在冬日凛然绽放的花朵 冰陵 山茶 辣梅各有千秋 其中东北角的一方红梅 实在是漂亮极了 尤其是白茫茫的大雪天 极素的白色 和艳丽的红香互映尘 当真是独立千灵压重趴 正由风谷奥烟霞 苏甫也有梅花 可远没有这里开得好 苏元看得心痒痒 想着一只 但又觉得余理不合 便想凑近了多看看 谁知她刚往梅园那踏了一步 还未走到跟前 就见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只狼犬 像是被人侵犯了领地 散发着很利不爽的气息 一阵狂吠乱叫后 冲着苏元就扑了上来 苏元被这凶神恶煞的狼犬 吓得魂飞魄散 明心拉着她就要跑 可他们两个小姑娘 哪里快得 过体型剑朔的狼犬 剑跑不掉 明心随手从地上捡几个石头 朝狗丢了过去 试图吓走她 可不丢石头还好 一丢石头 这狗瞬间更为凶狠 甚至开始咬人 明心的腿已然被咬到了一下 苏元虽然没被咬到 但情急之下 不小心扭到了脚 脚踝那里一阵阵发疼 走都走不了 好在主仆俩的尖叫呼救声 吸引了东宫的工人 赶忙有人上前牵制住了这只狼犬 东宫管事的一个姑姑认出 苏元是平阳侯的千金 庆明郡主的女儿 丝毫不敢怠慢 忙扶了人起来 让旁边的小太监去宣太医 苏元已是吓得魂不守舍 整个人还在色索发抖 话都说不出 明心被东宫的宫女带着 去上药和包扎伤口 后院的这些动静吵到了另一个主子 又要是听到斥力的叫唤 以为又是哪个不知死活的 把她当家狗斗着玩 便想出来把狗牵回去 没成想远远地看到花园那边乱成一团 不知道在做什么 她本来不想管 但今日是母妃的寿臣 若出了什么事 丢的是东宫的脸面 管事姑姑正想着 要不要派人 智慧太子妃和庆明郡主 就忽然看到了这位爷 盲行了一礼 殿下围着的一群人也都跪了一片 刘耀扫了一眼四周 出什么事了 管事姑姑将事情经过一五一时地说了一遍 刘耀这才注意到 她身后的石椅上 还坐着一个并拆散乱的小姑娘 哭得一抽一抽的 整个人还瑟瑟发抖 至于吗 赤里有这么吓人吗 看着脚边冲她吐舌头的魔狗 刘耀默默收回了这句话 苏元丝毫没注意 花园里多了个人 她满脑子都是刚才被那只狼犬追着咬的画面 一旦想起她便觉得色缩发抖 她重生归来才几天 要是就这么被一只狗咬死了 把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恐怕帮她重生的那位大罗金仙知道了 都要吐血了 再有 刚才东宫的人冲上来的时候 她听到有个小太监说 这是六皇孙殿下养的狼犬 那一瞬间 苏元除了害怕 还蹭蹭地冒火气 上辈子被她气得病死 这辈子要是被她养的狗咬死了 那她最好保佑她 别有第二次重生 否则她非恼死她不可 她物质沉浸在自己的小思绪里 丝毫没注意外界的变化 等她稍稍回了下神 立刻就察觉出了 好像哪里不对 她顺着那道 放在自己身上的视线探过去 然后冷不丁地落入了 那双深邃幽亮的黑眸 四目相对的瞬间 苏元吓得整个人 从十以上弹了起来 但还没站稳脚踝那里 又疼得她倒吸冷气 一个站不稳 瞬间连带着她 整个人都向前扑倒 苏元扑腾了两下 然后下意识捂着脸 一边又替自己默哀 被她的狗下 没了半条命就算了 这惠子 还要在她面前摔个底朝天 她重生回来 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丢人吗 意外的是 预料之中的疼痛没有来临 她也没有摔倒 冰冷坚硬的食子上 而是落入了带有冷山气息的怀里 虽然也是硬邦邦的 但是却很稳很有安全的力道 苏元僵硬了一瞬 猜到了这是发生了什么 可是这个冰块 什么时候会英雄就没了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 她得赶紧从这人怀里出来 别被她误会 她要刻意多在她怀里待一会似的 但是她还是顾着自己脚疼 慢慢地稳住身子 然后往后撤了出来 然后微微地冲着人扶了下身子 多谢皇孙殿下 苏元声音软糯甜美 加上她刚才因为惊吓而流泪 这会眼眶气气的 养颊粉粉的 拆环微微散乱之下 反而有股慵懒随性的妩媚 又要看得微正了下 意识到自己的异常后 又快速一开了眼睛 后援的动静还是传到了前厅 太子妃带着一群人来到花园 正好看到这一幕 庆明着急忙慌地拉过苏元 从头到脚打亮了一遍 伤到哪里没有 被咬到了没有 苏元强忍着脚伤的疼 母亲放心 明心护在我身前 我没被咬到 只是脚有些扭到了 庆明听到她说 没被咬到刚松了口气 又听到她来了句脚扭到了 瞬间火气又上来了 好端端的 到底怎么回事 苏元本身就吓得不轻 这会见到母亲 便扑到庆明怀里哭诉道 我也不知道 我好好地在那看梅花 不知道从哪冒出了只狼狗 冲我又叫又咬 太子妃闻听此事 也是吓了一跳 平阳侯的女儿 若在东宫有什么差池 太子那边也是难以交代 宣太医 方才的管事姑姑立刻道 娘娘 太医已经来了 只是方才苏姑娘吓得浑身发抖 又伤了脚 动弹不得 才一直没有过去 张氏邪逆了眼不远处的刘耀 出言深赤道 六郎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让你把赤力牵住 刘耀难得没顶嘴 汉手恭敬道 儿子知错 张氏脑中呼得灵光一现 既如此 阿元伤到了脚 工人扶着也不方便 你将阿元报到侧殿 让太医诊治 太子妃此言一出 全场都安静了 刘耀抬眼 苏来没什么神情的脸上 此刻居然有几分错愕 苏元是反应最大的那个 下得赶紧指了哭声 不用不用 娘娘 臣女无大碍 不敢劳烦皇孙殿下 即便本朝没有男女大房 甚至相对来说算是开放 但她要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被刘耀报了 在皇家的眼里 那就绝对算是有什么 甚至可以说是无言无行的一个默契 不光是苏元这样想 其实院子里听到这话的 其他上道贵妇下道工人 都是这么想 没想到太子妃三言两语 便是要给这两人定个亲事 也更没想到 这苏家五姑娘 不知是真傻 还是没反应过来 居然拒绝了 在场的闺秀意识 是各种羡慕嫉妒 又恨铁不成钢 太子妃也有些意外 但是意外过后 眼里浮现出一抹笑意 刘耀感觉到 她母妃若有肆无地朝自己瞥了眼 别人看不懂 她看得明白 你也有今天 平时刘耀都是被世家贵女追捧着 治香囊 宋司怕得表心意 第一次有女孩 逼她有恐不及 太子妃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苏元一点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娘娘 饶了您的寿宴 是阿元的不适 请娘娘恕罪 太子妃温和地笑笑 走上前拿出圈帕给苏元擦了擦眼泪 傻孩子 不怪你 是我那傻儿子的不适 傻儿子本流药 苏元本不想拿出来出风头的百兽图 此刻却是拿出来也无妨了 主仆的心有灵犀 素心已捧着徒弟了上去 娘娘 这是阿元自己准备的寿礼 还望娘娘不要弃弦 太子妃饶有兴致的现场就拆开了 红底黑字的百兽图 一百个小兽字 各有千秋 字体各异 无意雷同 字体中更是楷书 历书 行书 草书等无所不有 运笔力道不难看出 正是出自女儿家的手笔 太子妃露出 今天因为收礼物的第一个笑容 出自龙溪大族 如今又是太子妃的张氏 什么珍贵物件没见过 最珍贵的 永远是用心 太子妃点点头 非常满意地收下了这份受礼 阿元有心了 本宫很喜欢 说了这一大堆 苏元觉得 再不让太医看一看 她的脚可能就要 自己好了 好在素心及时提醒 众人将苏元扶进了侧殿 太医一番枕脉后 说苏姑娘是受了些惊吓 虽然被狼犬扑着摔倒 但冬天衣服后 并没摔到皮肉 也没被咬到 至于脚踝 并没有伤到骨头 可能只是情急之下 稍微扭到了 多柔柔便好 庆明心间的一块大石头 这才落下 苏妙坐到苏元身边 脸上还挂着心有余悸的担忧 嘴上却带点嫌弃道 你呀 出来不叫我 要是我陪你 不就没事了吗 苏元没好气 呛他 你当时啃羊腿呢 我能叫得出来吗 苏妙 那确实 可能叫不出来 还有 你怎么知道 你陪我就没事了 狗要咬我你 还能帮我咬回去 苏妙 我可以帮他咬一口 苏元 小姐俩的话语有趣好玩 房内其他人文言 都眼纯笑了笑 夫人们一脸慈爱 闺秀们也是被逗乐了 谁没个说 知心话的小姐妹 越是关系 好说起话才 越不需要顾忌什么 回府的时候 陈氏坐到了掌房的马车上 不过倒不是受不了苏静 是来看苏元的 安远脚还疼不疼 苏元摇摇头 一脸乖巧 不疼了 好好的出趟门 怎还遇到这种事 静明无奈道 早知便不让你离席了 苏元嘟了嘟嘴 没有说话 晚上 白天的事传到了苏恒和苏燕耳中 连苏晨都吓了一跳 赶来看望 苏元对着爹爹叔叔哥哥 再三声明 自己真的不疼了 三个男人松了口气 苏晨 没事就好 近日都好好卧床养着 没事别乱跑 苏元微汉 二叔 我 没事 不需要养着 苏晨 太医不是说 还受到惊吓了吗 你别当受到惊吓是小事 那些被吓风吓傻的人 你是没见过 苏元 他是没见过 可也不想见 安阳拍了丈夫一下 称道 你别吓唬阿元了 苏晨被妻子一说 也怕自己刚才的话吓到小侄女 摸了摸鼻子 没再说什么 等到众人散去 归房内又恢复了安静 苏元不忘问苏欣 明欣怎么样 他一直护着我 伤得重不重 苏欣 姑娘放心 冬天衣服后 明欣虽然被咬了一下 但伤口并不深 太医给了药膏 还开了药方 过几天就没事了 苏元点点头 这几天就不要明欣伺候了 让她安心养着 并外 指一个三等丫鬟去照顾明欣 素心应生事 心里也欲贴得很 姑娘待她和明欣是真的好 吃穿用度不必说 难得的是真挚的关切和在乎 东宫内 因着当天是太子妃的生辰 白日里是宴请官眷们的宴会 到了晚上 便是东宫自己家人的宴席 太子 太子妃 李氏 周氏 王氏和崔氏 这都是太子的几个 但下过儿子的姬妾 颇有体面 接着就是太子的儿女们 太子如今38岁 有六子三女 大郎刘章 右郎刘耀 以及右女刘乐 是太子妃的所出的 二郎刘云 是李氏所出 三郎刘卓 和二女儿刘燕 是周氏生的 王氏生 四郎刘燕 还有崔氏的五郎刘景 大女儿刘轩 太子处理完朝政回宫 也是听说了白天的事 苏恒是骨功之臣 太子不免多问了几句 小姑娘确切没伤到吧 太子妃 没有 就是受了些惊吓 太子想想也是 那么个狼狗 胆小点的男人 都能被吓得不轻 更何况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想到这 太子不免横了一眼 罪魁祸首 老六 都怪你 二郎刘云文言皱眉 下意识到 父王 又不是六弟放狗咬的 太子 刘耀 大郎刘章 也不免护着右弟 父王 此事确实怪不到六弟头上 前头两个哥哥开口 剩下几个 也向征兴地说了几句父王喜怒的面子话 太子美好气地指了指大郎和二郎 老六的脾气 都是你俩惯的 刘耀面不改色 自顾自地吃菜喝酒 其他人见状插科打混一番 这个话题就跳了过去 宴席散去 犹章刘云 一左一右架着刘耀 来到东宫后院的一座亭子 刘耀 两位哥哥有事 刘耀提起茶壶倒茶 没事 咱们兄弟仨就不能说说话 刘云虽与刘章刘耀不是一母同胞 但从小感情很好 从小做什么都是他们仨一搏 其母李氏和安阳县主戏出同宗 性格温婉实礼 谨慎本分 刘云 六弟 以后赤利还是拴起来吧 今天是幸亏没咬到苏姑娘 否则怎么说 都是咱们东宫李亏 刘耀抱着臂膀 淡淡地说道 还不是那姑娘乱跑 刘章闻言像是想到什么 眼底浮现出戏谑的笑意 我怎么听说 母亲还让你抱那姑娘来着 刘云杯中的茶水都洒了出来 瞬间睁大了眼 时 什么 刘章抿了口茶 轻声叹道 那姑娘下午扭了脚 不方便动 母亲就想让咱们六弟 把人抱到侧店 好让太医诊治 结果 刘云不满刘章故意调人胃口 结果怎么样你说啊 结果人家姑娘拒绝了 不要咱们六爷抱 刘云先是一正 然后毫不给面子的哈哈大笑 刘章起初只是勾着嘴角偷笑 后来大概是被刘云感染了 一个没忍住也笑出了声 刘云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章 女儿不想嫁高门大户 听着两个哥哥幸灾乐祸的笑声 刘云有点心烦起来 脑海里不由的想起白天时的场景 当时母亲突然发话 让她抱人 背后的寓意不傻的都能明白 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那丫头拒绝了 她是真摸不清 那姑娘是没懂母妃的意思 还是不 想懂 若是前者 刘云觉得这姑娘有点傻 若是后者 刘云觉得 不太可能 这姑娘定然就是傻 笑完了的刘云 没忘问出自己心里好奇的问题 六弟 若是那姑娘没拒绝 你会听母亲的话抱她吗 刘云安静地看了眼刘云 宝唇慢慢地吐出几个字 无聊 刘云气得咬牙 你这臭小子 刘彰 别管她 不要就不要 苏家妹妹又不缺追求爱慕的世家子弟 再者 人家又未必 看得上她 刘云看了眼刘彰 是清歌吗 刘云被刺了这句 是彻底没心思 再和这俩家伙说闲话了 自顾自回了酒华堂 入夜 沐浴过后 刘云换了件新的礼仪 拿着本书半躺在踏上随意翻看着 在看到书上的那句有美人兮 见之不忘 思之若狂时 刘云脑海里莫名地浮现出 白日里苏家那小姑娘 哭得梨花带雨时的模样 娇滴滴的小姑娘 被她养得狗吓成那样 她多少是有点过意不去的 若是母亲执意要她抱 她 应该也不会拒绝 可是这抱一下背后的深意 刘云有点摸不准 前头的四哥五哥都还没定亲 虽然她是嫡出身份更尊贵了些 可父王在亲世上 还是喜欢按照长幼顺序 越想越烦 又要索性不想了 把书丢在一旁 翻过身睡觉去 年关将至 京城中各家各户都准备起来了 城中各处都开始洋溢着节日的氛围 苏府侧门外 如往年一样的规矩 开始失米散钱 这些米钱 但凡家境过得去的都不屑一看 可对真正贫寒的人家 却是雪中送炭 苏家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 防止有人装作贫苦的样子来冒领东西 而真正的贫苦人来领的时候 所得的东西其实远不止于此 毕竟米袋中装的究竟是什么 只有苏家人和领到东西的人知道 而领到东西的人但凡有点心眼 便能猜到 苏家此举背后的用意 自然也不会外传 自打入冬 京城的雪就没停过 苏元坐在窗口 看着外面的雪景 不由地想起慈安院的孩子们 素心 素心 姑娘有何吩咐 取一百两银子 给慈安院送去 切记要交到周大叔手里 让他买些好的吃食 再给院里的老人孩子 每人置半身衣裳 让大伙过个好年 素心 是 姑娘心善 是他们的福气 前世苏元也经常资助慈安院 她是苏家最受宠的姑娘 梯极多得花不完 能救济一些贫苦之人 也是积福积德的好事 素心取了钱 便和柴松一起出了门 这些事 苏元不放心假手于人 只怕有人中饱私囊 每次都要是素心和柴松亲自走一趟 宁心从厨房端来了碗羊汤 给苏元暖身子 羊汤鲜美入味 汤面还飘洒着灵星的香葱末 苏元还挺爱喝 用了半碗多 还吃了好几块羊肉 羊汤刚喝完 苏妙就来了 拱了拱鼻子 好香 什么味 宁心 羊汤 四姑娘若想喝 奴婢替您盛一碗 苏妙最是个贪嘴的 瞬间两眼放光 要要要 给我盛满满一碗 羊肉也多一些 多放些香葱和小菜 宁心笑着硬了 苏元看了她一眼 你胃口不错 苏妙乐呵呵地 坐在苏元旁边的软塌上 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两个用红布包裹着的物件 苏元看了眼 这是什么 你知道雀明寺吗 听说过 好像是宇航那边的一个寺院 据说球衣员很准 苏妙缓缓揭开手中的红布 两块红布下 是两块通透饭粉的玉佩 形若蝴蝶 一看便不是俗物 这是雀明寺千金难求的粉蝶玉 还在佛前开过光 说是沐浴了整整九九八十一天的佛光 我大舅舅去年外放到宇航 我就求他去雀明寺帮我求两块 你是不知道这东西有多抢手 好在我大舅舅与雀明寺的静安师 太师旧时 豁下脸球的 苏妍文言笑着打去 怎么 想求姻缘了 苏妙微微红了脸 但仍变白嘴硬 我 我这 硬可信其有吗 再说了 雀明寺香火能几十年来那么旺盛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苏妍点点头 嗯 确实如此 苏妙将其中一块粉蝶玉放到苏妍手里 硬一块自己收着 你一块我一块 希望有粉蝶玉保佑 就算是圣上赐婚 也给我们赐一个品行端正的夫婿 夫婿品行 如何直接关系女子的后半生 苏妍理解苏妙的想法 握了握苏妙的手 圣上并不糊涂 就算赐婚有让世家互相牵制的意思 但也没乱点鸳鸯过 你不用太过担心 苏妙过了年就十五了 吉吉之灵 宁远侯的千金 圣上赐婚的概率很大 也难怪她心里开始忐忑不安 苏妙深吸了口气 希望如此吧 你好好带着 明年可就是你了 苏妍笑笑 想起前几日东宫的那件事 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明明已经很小心 尽量不去和她产生交集 没成想在那一日功亏一篑 想想太子妃提出 让刘妖抱她的那个想法 苏妍就气不打一出来 那个冰块还抱她 当天幸亏是她反应快 第一时间拒绝了 说出去是她矜持的名声 可若是被她开口拒绝 那她可就别想好了 不出一日 苏妍姑娘被太子家六皇孙 拒婚的消息 保准能传遍京城的各个角落 那她面子还要不要 至今想起 苏妍都无比庆幸自己当天的反应之迅速 应对之聪慧 她侧头 看向房间的那块夕阳镜 看着镜中少女不失粉带 依旧明艳动人的一张脸 这么好的姿色 前世便宜了流药 结果那家伙身在 福中不知福 成亲那么多年 她就从来没夸过她一句 好看漂亮 苏妍想想 这个都又气又委屈 哪个女子不喜欢丈夫的夸赞 偏偏她嫁给了个不解风情的木头 越是想前世的事 苏妍就越是坚定 这辈子 她要找一个能和自己花钱月下举杯对饮的好夫君 能和她话家常 为她苗额眉 哪怕不那么位高权重 也不打紧 这样想着 苏妍便想找个机会 探探自己的母亲 清明郡主的口风 这种事对别人说不合适 会笑话她不知羞 但是自己母亲 亲娘俩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毕竟过了年她也十四了 这种事宜早不宜迟 清明听了女儿的话很是震惊 她没想到 女儿小小年纪 居然看得这般透彻 别的不比 就那三房的苏靖 也是天天盼着架高门大户 门户稍微低一点的 连看都不看一眼 苏靖没资格 却想一步登天 自己的女儿什么都有 却什么都不想要 难道真是那句缺什么找什么 庆明你大姐姐是圣上赐的婚 二姐姐因为是三房的人 圣上许事看不上你三叔 所以才是咱们自己家乡看的人 苏靖更不用说 便是善儿也难说 指你和妙姐 那是极大可能要被圣上赐婚的 苏源低垂着眼 娘亲就没有别的法子吗 虽说圣上赐婚极其体面 可女儿不想盲婚雅架 嫁一个自己不喜欢的 庆明失笑 你都不知届时圣上会将你指给谁 怎就知不喜欢了 万一到时候是个有才有貌的 你喜欢上了怎么办 苏源嘟着嘴 那我也不要 娘亲 您帮帮女儿吧 我真的不想 庆明微微皱眉 哪就这么容易 或者 庆明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但又觉得那样太委屈女儿了 苏源只当母亲有了主意 忙问 什么 把你送回江南老家 若有人问起 便说回家养病 圣上有何打算 都可以装病推辞 苏源一正 圣上会信吗 所以 一旦这般你 必定要在江南老家待上些年月 才能让众人都信 庆明 你愿意这般吗 苏源抿着唇 一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 京城终生活惯了 饶是江南也是富饶之地 苏源也不想轻易离开 虽然前世 她一直念叨 想回江南老家看看 但是婚前没时间 婚后就更不可能了 嫁进皇室 一举一动都受限 更何况是去江南那 隔了千山万水的地方 庆明见状 只当她不接受这个办法 其实她也就是说说 江南再富饶 也不如京城鼎盛繁华 女儿生在京城常在京城 怎么可以愿意去别的地方 一带就是好几年 便继续安抚女儿 据你吉吉还有一年时间 先不急 更何况 你父亲和你二叔不是也说过 圣上赐的婚都是好的 那些顽劣子弟 圣上也是看不上的 苏圆低着头不说话 让她说什么 说明年皇上就会赐婚 把自己嫁给她孙子 还是说自己嫁给她孙子 没几年就生病死了 再一睁开眼 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在 真这么说 她娘估计也得被吓出毛病 要不要回江南这时 她得考虑考虑才能回答 庆明听她这话很是意外 她都不舍得 女儿竟然愿意不成 夜间 苏恒没完没了地折腾了两回 就为着庆明晚膳时 随口地一句一把年纪了记仇 风浪平息后 庆明窝在她怀里 喘着气 说起女儿的事 阿元不想要圣上赐婚 也不想嫁高门子弟 苏恒觉得 女儿这想法 有些惊世骇俗 那她要如何 嫁个饼生秀才不成 高门弟子 又尽是顽固子弟 也多的是允文允武功继斐然的 再者 她的女儿 圣上怎么可能只给斗鸡走狗的顽劣之徒 庆明也不理解女儿的想法 阿元看上去是认真的 连我说 想要这般 除非送她回江南老家避风头这话 她都能接受 苏恒这下不淡定了 蹭的一下坐了起来 阿元近几日都去了什么地方 坐了什么 庆明拥着被褥 靠在软枕上 仔细回忆了一下 自东宫赴宴回来 阿元就没有再出门了 至于别的 就是窝在房内和妙姐玩 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那事情莫不是出在东宫 苏恒眼神微眯 想起妻子前几天转告她时 说的一个细节 你说那日太子妃让六皇孙抱 咱们阿元 是 但阿元自己有数 拒绝了 静明忽然抬头 望着丈夫 夫妻俩面面相去 阿元莫不是被太子妃吓着了 还是她怕太子妃 真把她要去嫁给六皇孙 静明猜测道 可又想不通 可六皇孙很好啊 就算是 阿元也不该 苏恒下意识道 又皇孙再好 也不意味着 咱们阿元就要喜欢她呀 静明无奈白了她一眼 什么时候了还跑题 她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就这么个事 原因肯定是出在东宫 我估摸着 阿元应该是不想嫁给皇室皇子龙孙 静明有条不紊的站在 她对女儿的了解上开始分析 你看 皇妃王妃的 说着好听 可是通房姨娘侧妃一大堆 哪里就有多好 咱们阿元是什么心高气傲的性子 你不比我清楚 她能受得了这个气吗 夫妻俩瞬间觉得 女儿的态度说得通了 肯定是这个原因没跑了 庆明小揣了苏恒一下 你想个办法呗 女儿不想的是 肯定要帮她避免 不然我们岂不是网为人父母 苏恒掐了掐眉心 这是太大了 你让我好好想想 实在不行 只能把阿元送回老家了 且看她自己想怎么选吧 小女儿总是更受宠一点的 更何况家里如今也不需要依靠儿女的联姻来稳固自身的权势 她做父亲的 只是希望女儿能得偿所愿 一生安乐即可 皇宫上书房 这几日太子家的小祖宗情绪明显不对 其他兄弟几个都感觉到了 这天下了测问课 几兄弟聚在一堆说话 为王世子留小 阿耀 你这两天怎么心事重重的 有什么事说来 哥哥们给你们出出主意 有要懒洋洋的支招脑袋 没事 就是觉得没劲 刘云 这就年节了 宫里和京城各处都要热闹起来了 你还想要什么劲 刘烨一脸坏笑 等皇祖父给你赐婚成了亲 你就有劲了 到了年龄 男子间的话题 自然会扯到那是上头 几个兄弟中 刘章最为年长 已经娶妻 而且还有两个妾室 其他的人有的定了亲 虽未完婚 但身边也有通房丫鬟伺候 亦是已经知道了男女之事 其中刘要年纪最小 张氏还是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 平时几个哥哥都喜欢在这世上 以过来人的身份打趣他 这个弟弟别的时候都清清冷冷 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也只有这种情况会露出几分少年人 该有的羞涩和稚嫩 兄弟几个话题越说越没编 这时 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曹公公忽然出现 见过几位皇孙殿下 刘章千和有礼 曹公公免礼 可是皇祖父有何吩咐 皇上口语 宣六皇孙前往御书房建架 曹公公传完旨便随即离开 刘云拖着塞 不会是李先生告状 皇祖父知道你上课走神了吧 刘卓哼笑两声 怕什么 皇祖父最疼六弟 便是有错 也并不会舍得责罚的 没理会刘卓的阴阳怪气 刘要起身往御书房而去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八章 人家姑娘还不知道乐不乐意跟你 御书房内 县文帝正在批阅奏折 曹公公进来通传 陛下 又皇孙来了 县文帝忙着批奏折 头也没抬 让他进来 刘要迈进书房 来到县文帝书桌的对面不远处 躬身行了一礼 孙儿见过皇祖父 县文帝终于是从堆积如山的奏折里抬起了头 打亮着眼前已然也是少年郎模样的小孙子 刘要眼睫微颤 上前走到县文帝身边 替县文帝揉捏着肩膀 宫女的力道太轻 太监们行事太过小心 由亲孙子来捏肩锤背 县文帝心里欲贴得很 好呀 没白疼 县文帝闭着眼睛 享受着来自孙子的孝心 正听说前几日苏家小姑娘 差点被你的赤粒咬伤 刘要手下的动作一正 神色有些懊恼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县文帝哼笑两声 洋洋得意 天下就没有你爷爷不知道的事 怎么 事后有没有赔个礼 刘要 您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还能不知道我有没有赔礼 县文帝被孙子的话噎到 一时恼羞成怒 你个浑小子 能不能让朕多两天好活的 少气我 刘要乖乖低头 是是是 是孙儿的错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计较 县文帝好哄得很 孙子一撒个娇 他就不生气了 当然这也是针对人的 对县文帝来说 敌 数他分得很轻 太子是敌初 品行才能 又没有问题 那就是毫无疑问的继承人 太子的敌子 那是他的敌孙 他肯定最喜欢 只是敌长孙要重在培养 严格要求 这样将来 才能接下祖宗的基业 而敌幼孙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放肆的娇宠 就像是普通人家的爷孙俩 一起喝酒 一起下棋 皇家的那些规矩 束缚太子太孙已然够了 小孙子 就让他过得潇洒 自艺一些吧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孙子里 他最器重刘章 最疼刘药的原因 又说回刚才的话题 县文帝 年后你寻个合适的时候 备些礼品 去苏府走一趟 你的狗吓到了人 于情于礼 你都得登门赔个礼 皇子皇孙 怎么可能愿意低头 给臣子赔礼 又要下意识抵触 苏儿不想去 再说 当日母亲 已经送过好些补品了 那女孩也没什么大碍 就是受到了点惊吓而已 县文帝恨铁不成钢 你呀 怎么一点不像你爹 长了个榆木脑袋 刘药 爷爷您又骂人 骂你怎么了 骂你活该 县文帝是行武出身 颇有些五人脾气 越是他真心喜欢的儿孙 他骂起来 越和民间骂人 没什么两样 那小姑娘 原是我给你留着的小媳妇 想着等人 急急就给你们俩赐婚 结果你给我搞出了 这么个名堂 又要惊了 手下动作都停了 旁边随手抽了 把椅子坐下 爷爷你认真的 废话 怎么 没看上那小姑娘 县文帝觉得不应该 苏家女孩 个个都是美人披子 小姑娘有苏恒 和庆宁那么好的父母在 长得只会更好 有苏略带尴尬的摸了摸后脑勺 就见了那一次 还是在那种情况 您觉得我是各色呸不成 那个时候还死盯着人家姑娘看 现文帝气笑了 看来是有戏 他太了解这个臭小子了 要是不满意 他早一百个臭脸甩出来了 哪会管那是他这个亲祖妇 要赐婚的人 有苏脑海里浮现出 小姑娘清甜软糯的嗓音 和艳若浮渠的小脸 一抹可疑的红韵 悄悄地爬上她的耳根 对 看着不值钱的样子 现文帝就知道答案了 一时有些话又不吐不快 我还以为你是个多有骨气的 结果看到漂亮姑娘 不还是顶不住 有苏 我没说什么 您都要骂我 那我要是反对您 不得抽死我 你凭什么反对啊 现文帝的音量 瞬间拔高了几个度 人家小姑娘 哪里配不上你 你除了有个好爹好 祖父你还有什么 有苏 好像哪里不对劲 说完这些 现文帝忽然撞了撞刘耀的肩膀 神态宛若和刘耀同龄的兄弟似的 低声道 哎 爷爷对你够意思吧 那是京城最漂亮的小姑娘 你二叔三叔家的两哥哥 一早都看上了 爷爷没搭理他们 就给你留着 刘耀知道祖父疼自己 而且是不加掩饰的偏爱 所以每次见祖父 在看到祖父两兵月发花白的头发时 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不希望祖父老 他希望祖父永远是运筹帷幄 意气风发的帝王 现文帝 所以 你认为这个礼要不要去陪 刘耀 孙儿明白了 将来成了亲 要好好待人家 你记着 有本事的男人 都是知道疼媳妇的 别仗着自己出身 就拽得跟天皇老子似的 人家姑娘在家里 也是爹疼娘养 没道理 嫁到咱家就要受委屈 刘耀 孙儿知道 现文帝看着眼前 像急了他少年时的孙子 感慨地叹了生气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你 给我生个重孙子 刘耀急到 祖父身体康健 别说这种话 别说什么万岁的话来糊弄朕 那是王八 是人就有死的那一天 你祖父不怕死 就怕好多事来不及 看不上 刘耀沉默半赏 不管祖父何时给孙儿赐婚 孙儿都愿意接受 成了婚早点有孩子 让祖父少一些遗憾 现文帝摆摆手 你这想法不对 那你纯粹是为着 让人家生孩子娶人家 你该庆幸平阳侯和宁远侯兄弟不在这 否则一个眼神也杀死你了 那两位沙场厮杀累积下来 不是功勋的侯爷 身上积攒的气势威严 还不是刘耀 现如今一个毛头小子可以比的 刘耀垂下眼 也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想法有点不恰当 顺其自然吧 人姑娘也没长大 我就这么给你抢过来 那也说不过去 现文帝忽然话锋一转 没好气地说 再说 人家姑娘还不见得乐不乐意跟你呢 刘耀颇为自负 文言下意识反驳 怎么可能不愿意 现文帝这方面 丝毫对这宝贝大孙子没信心 小姑娘都喜欢偏偏如玉的贵公子 嘴甜带笑会哄人 她这孙子 一样都不占 也就一张脸还能看 偏偏又整天面无表情跟木头似的 哎 现文帝愁啊 三个儿子当初都没让他操过这样的心 婚次下去就完事了 夫妻俩具体处得怎么样 她不想问也懒得问 但是小孙子这 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是手心的肉 就是比手背的肉多呀 她也控制不住的 就偏心小孙子 人生那么长 小孙子天性又太冷 她希望小孙子身边 能有个像小太阳似的姑娘陪着她 她看中苏源就是这点 还记得她第一眼看到那小姑娘 是在五年前的御花园 当时是苏恒苏晨大破戎笛的庆宫宴 小姑娘被庆宁抱在怀里 一汪大眼睛四处张望 毫不认生 便是对上她也没有怯懦地缩回去 冰雪可爱的小姑娘 总是招人喜欢的 她把人叫到身边问了几句话 小姑娘对答如流 笑起来嘴边凉酒窝 填到人心里 这之后 她就记着这姑娘了 以后的宫宴上 也多了份关注 小姑娘逐渐长大 出落得亭亭玉立 也开始懂规矩十大体 但又不是那种 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大家闺秀 该有的鲜活和娇俏一样都不少 宪文帝看着看着 就打上了苏家女儿的主意 或者说从第一面见着 就开始打人家主意了 这样长得水灵性子 又招人疼的姑娘 全京城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正好和她的小宝贝小孙子士林 肥水不流外人田 将来就给她做孙媳妇吧 宪文帝想得好好的 等姑娘一急急 她就下旨赐婚 至于正式成亲 可以稍微等等 让小两口婚前适当培养培养感情 谁知道这当事人还没见着媳妇 就让自己养的狗 差点把人家给咬了 虽说不是成心的 但也不好看 宪文帝越想越来气 恨不得一脚把自己跟前的人 踹回东宫 回你们东宫去吧 越看你越来气 有药 哦 说吧 转身刚要走 宪文帝补了剧 记得去赔礼 咱是皇帝 不是土匪强盗 人家要是因为这个 对你有了成见 不愿意跟你 你别指望着 你老子们帮你抢过来 有药嘴角微抽 她又不是找不到女人了 但她不想惹宪文帝不快 还是恭敬地应了声势 苏元对那虎视眈眈 盯上自己的爷孙俩 还一无所知 她这两天 一直在和苏妙 一起享受着过年的喜庆 穿新衣 收押岁前 对两个侯家千金来说 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两人兴奋的是 年节前后 京城会有庙会 赖小吃的 玩杂耍的 各色各样的都有 而且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甚至是彻夜不休 庆宁和安阳对视了眼 看着两眼放光的两个孩子 无奈笑笑 庆宁 现在天气冷 你们姐俩还想出门 嗯嗯 苏妙道 当然要 一年哪个节也没有过年时这样热闹 再冷也要去 苏珊眼睛亮闪闪的 姐姐 我也想去 之前那次出门的时候 苏珊得了风寒 安阳不给她乱跑 好好的在家养了一个月 直到把脸上的粉肉都养回来 这次病好了 三姐妹当然能一起出门 苏妙一手牵着苏妙一手拉过苏珊 好好好 那我们就一起出去玩 苏妙看了眼最小的妹妹 不放心的叮嘱 那你要穿得厚一点 别再臭美不肯穿厚毛衣服 之前那次的风寒 就是因为苏珊爱美在凉秋时 穿了件俏丽的帛裙 苏珊挠挠后脑勺 心虚的硬下 庆宁想到什么 往苏府西北角扫了一眼 不叫上劲儿一起吗 苏妙立刻大了下脸 伯母 就算叫她也不会和我们一起的 庆宁还是希望小辈的几个孩子 能好好相处 不会的 哪的小姑娘不想去逛庙会 苏妙不说话了 安阳虽然不喜孟姨娘 但对孩子还是有几分宽容的 一笔写不出两个苏 只要她还是苏家人 那就是和你们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姐妹 这是改变不了的 苏妙嘟闹 可她也没把我们当过妹妹啊 安阳被噎到 一时无话可说 静明摇摇头 算了 别勉强孩子了 不是一条心的 强凑到一块 双方都别扭 长嫂发话 安阳也就不说什么了 苏妍也不想和苏静一起 逛街看中什么东西 哪怕她 不喜欢她都要抢 他们要是不让 她就能立刻抹眼泪装可怜 反将一军 他们看不起她是数出 这样的事 前世一直就没停过 苏妍在这方面 也是没少吃暗亏 一来二去 苏静在姐妹间臭名昭著 没人爱搭理她 苏珊是最小的妹妹 才八岁 很多事还不懂 但谁对她好 她能知道 三姐姐说话 老是冷嘲热讽的 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四姐姐虽然有时候 气急了会对她 但她听得出 里面是担心和关切 五姐姐最温柔 她更喜欢 只要不是三姐姐 和谁玩都行 清明安阳都不喜欢梦是母女 却也时常会觉得 苏静是被生母养歪了 多少无辜 而起了恻隐之心 但孩子之间最是坦诚 喜欢谁不喜欢谁 已经不是他们做长辈的 可以智慧的 东宫 正在藏书阁躲清闲的刘耀 被刘云和刘景抓了个正着 刘云 六弟 明晚要不要一起去逛庙会 刘耀眼都不抬 不守碎了 刘云摇头 我是不守了 父王和大哥那不好说 老三和老四 估计看父王的意思 刘景 反正母妃发话了 不做强制要求 怎么样 六啊 去不去 刘耀淡淡的看了刘景一眼 刘景毫无心虚的对上她的眼神 像是丝毫察觉不到 她对六啊这个称呼的不满 她这五哥 向来没什么脑子 刘耀懒的和她计较 去 年节了 总要出去逛逛散散心 兄弟仨一拍集合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章 你不想嫁给六皇孙吗 到了逛庙会这天的下午 苏家三个小姐妹都开始打扮起来 女为悦己者容 可大多时候 女子更想悦自己 都是花样好年华的姑娘 但装浓膜总相宜 虽然现在这天气 外面都要穿大厂的 里面再好看也看不到 而且 她们出门肯定要戴帽帽 可打扮 给自己看也要用心啊 单就裸裙 苏妍就是了好几件 最后选中一件水蓝色的 姐妹三人收拾好自己 姓明和安阳 不免又仔细叮嘱了一番 这些话 苏妙和苏妍从小到大 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遍 实在是不想再听了 等到三姐妹上了马车 苏妙便开始滔滔不绝 给苏珊介绍庙会上的那些 好玩的好吃的 苏珊年纪小 出门少 对这些都不了解 但苏妙在吃喝上 一向很在行 一时被苏妙说得一愣一愣的 虽还未止 眼神早已心向网之 等马车在一处巷口停下 苏妙和苏媛都带着围帽下了车 苏珊看着姐姐头上的东西 好奇道 姐姐 我为什么没有帽子 戴纱帘的帽子好漂亮 她也想要 苏妙失笑 你还小 这帽子会妨碍你走路 磕着碰着了可不好 小苏珊想想也是 养个姐姐高她许多 帽子上的纱帘都垂到腿部了 她要是戴 估计要拖在地上 指不定什么时候不小心踩到 就会摔个四脚朝天 还是别了 做好准备 三姐妹手牵着手 进入了庙会的集市之中 苏珊看什么都新鲜 小女孩的眼神直接的狠 喜欢什么脸上明晃晃的写着 苏妙和苏媛都惯着 苏珊眼神多在什么东西上停留一刻 便立刻插丫环去买了来 不多时 苏珊和她的两个丫鬟手里就满满当当 苏珊的丫鬟采莲和采琴走在后面低声而语 采莲都是姐姐 三姑娘怎么就和四姑娘五姑娘差那么多 哪次三姑娘见了咱们姑娘说话不是家枪带棒 生怕别人不知两人都是姨娘生的 采琴 少说这些 别被有心人听到 咱姑娘养在正经太太膝下 那终是不一样的 别的不说 大爷二爷还有郡主县主可都是仪式同仁的 采莲点头 嗯 咱们安心伺候姑娘 别的事也管不着 采琴 安心吧 咱们姑娘的前程只好不差 三人走走停停 最后在一个套圈的摊位前逗留了下来 侯府千金什么都不缺 玩的就是个圈 苏妙让丫鬟付了钱 买来了三十个圈 三人一人十个 苏珊小孩心性 一股作气全投了出去 结果可想而知的一无所获 苏妙套套又停停 试图寻找个最好的角度 苏元则是马马虎虎的水平 甩出去三个圈能中一个的水平 十个卷用完了 苏元套来了三样东西 一把团扇 一个青石手链 还有一个里面放着一只小兔子的小笼子 苏珊看到一看到 简直两眼放光 苏元摸摸小妹妹的头 喜欢吗 小苏珊点头 嗯 那姐姐就送给你 珊儿要认真地照顾好小兔子 让她和珊儿一起长大 好吗 好 小苏珊很认真地答应下来 姐姐 我会好好照顾小兔子的 苏元温和笑笑 又玩了一会 苏珊就已经扛不住了 连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可苏妙还意犹未尽 便吩咐丫鬟婆子 先把苏珊送回府 然后再转头到老地方等 他们二人就行 底下的人领命而去 苏妙和苏元其实也有些累 就在街头 一个卖馄饨的小摊旁坐了下来 一人点了碗骨汤馄 还让身后的跟着的四个大丫鬟 也坐了一桌 给他们也一人点了一碗 苏元抿了口茶润润嗓子 早知道这么多人 我就不来了 苏妙拍了她一下 没你这样的呀 人多才热闹吗 苏元横了她一眼 我就不明白 你哪来这么多精力 苏妙像是真饿了 低头一口一个馄饨 说话嘟囔不清 滔滔怎吸现在的自由吧 苏元失笑 苏妙也是被宠出来的 这一副天真烂漫 她若不是重生了一世 此时应该也是和苏妙一样的心性 但她到底多活了一世 有着前世 做了十几年皇家王妃的底子 行事气度上 不自觉就内敛稳重了许多 苏元脸上带笑 静静地看着苏妙吃 余光不经意间 扫到了馄饨滩老板旁边 站着的两个孩子 一男孩一女孩 男孩年长一些 十岁左右 女孩也就五六岁 长得都是眉清目秀 衣裳虽是粗不衫 但很干净 苏元顿时 联想到自己上一世的训歌和宁姐 忍不住伸手招来两个孩子 眼前的姑娘一看 便是贵人家的千金 馄饨滩老板亲自牵着两个孩子 生怕两个孩子 有什么失礼之处 得罪了贵人 苏元毫不介意 她俯身笑着问两个孩子 你们今年都多大了 小男孩面对生人毫不怯场 说话大方 我十岁 妹妹五岁 小女孩眼睛亮亮的 怯生生地看着苏元 姐姐 你好漂亮 苏元一下就笑了 从随身的荷包里 掏出四枚金蚌子 一人两枚 塞到两个孩子手里 你们乖巧可爱 这是姐姐给的新年压岁钱 金蚌子的纯色 一看便知是十足十的纯金 馄饨滩老板受宠若惊 姑娘 您这 苏元摆摆手 示意他们安心收下 我看两个孩子新生喜欢 今天新年也图个吉利 老板不必介怀 老板忙轻轻推了下两个孩子 快谢谢贵人 两个孩子不懂食妖贵人 只开心地接过金蚌子 谢谢姐姐 苏元笑着硬了声 转身继续吃面前的那碗馄饨 她没注意到 对面的自画摊位 有几双眼睛 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她身上 半课钟后 如意酒楼的雅间 嘖嘖嘖 好一个人美心善的爵士家人啊 刘景晃着脑袋 悠哉悠哉地说道 眼睛若有肆无地 撇了撇旁边的刘耀 刘云也点点头 确实不错 说到这 忽然也一脸促暇地看着刘耀 六弟 好福气啊 十六岁的刘耀 还是个未经历练的少年郎 面对这种话题上的调侃 还是很不自在 而且微微地红了耳根 想起方才看到的 馄饨摊钱的那一幕 她心头忽然闪过一丝奇异的感觉 人确实美 心地也确实善良 而她 不出意外的话 也确实会拥有这份福气 刘景瞧她 那样就知道 这小子也是重义的 牙根瞬间有点酸 又啊 她刚一张嘴 刘耀就一个眼刀飞了过来 刘景洗好五文弄墨 所以身上 是俊秀才子的儒雅器 对上这个自幼五刀弄枪 且在军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弟弟 她得承认 她很耸 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地给咽了下去 尤耀心里并不抗拒黄祖父给她预留的 这位未来妻子 娶谁都是娶 若是自己重义的 当然更好 三兄弟一边用茶点 一边闲话聊着家常 不多时乎地听见外间 传来响起一阵阵脚步声 听力道四十女子 紧接着 便是隔壁雅间的门打开的声音 看样子是隔壁雅间来客人了 哎呀好烦 什么事啊这叫 一道娇称软糯的少女声音呼得透过两层墙壁 传到了刘耀他们耳中 刘景浑身一颤 半边身子都酥了 忍不住低声道 这姑娘声音有点耳熟啊 刘云意味深长地看了刘耀一眼 刘景立刻明白了 心里默念了两句 非礼物听非礼物听 这可是未来的地美 刘耀耳后的皮肤 也是薄薄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握拳底唇咳嗽了两声 眼神带着些许的不自在 心里莫名的有些不快 出门在外 他怎么能这么说话 这嗓音也太 与此同时 隔壁的雅间 苏妙端着茶漫漫品味 不以为然道 陆怀喜欢你又不是一天两天的 你还没习惯 什么一天两天 他之前可没有这般过 苏元想想 刚才那一幕就别扭 陆怀的父亲陆远是苏衡的部下 现金人标齐将军一职 陆怀本人也担任着中郎江 陆怀年长苏元三岁 加上父辈的关系 两人小时候见过几次 长大后 偶尔也会在府中打个照面 而不知从何时起 陆怀眼神不再是 儿时那般单纯 对年幼妹妹的关切 那是男人的心动 是一个铁血硬汉 对心爱的姑娘特有的柔情 可苏元对陆怀无感 只是拿他当父亲 布下一个还算年轻有为的儿郎 从未有过男女之情的想法 可刚才在街头在遇见 陆怀居然直接戳破了 这层窗户纸 说是听说东宫那回事 心里着急 他有遗憾 苏元当场婉拒了 心里一阵苦笑 他给不了任何回应 他自己的今生会成什么样 他心里都还没有定数 哪里能轻易允诺别人什么 见他这样 苏妙偷偷是道的 给他分析起来 其实我觉得陆怀不错 五人一般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认准了你 肯定就死心塌地的 而且陆远又是大伯的部下 嫁过去的话 陆家肯定也不敢 给你立规矩什么的 苏元捧着茶杯 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 这是我能做主的吗 苏妙理直气壮 大伯那么疼你 你张嘴还能有他不答应的事 你健忘吗 苏元无奈地白了他一眼 看着苏元捏捏的 无精打采的样子 苏妙脑中灵光一现 忽然想到了什么 你指的不会是东宫那件事吧 苏元不置可否地 给了他个眼神 苏妙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哎呀太子妃当时也只是随口一说 你看到现在不是也没再提过吗 再者说 虽然你极美 但听说那六皇孙经冷静欲不尽女色 说不定他就直接在太子妃那拒绝了 苏元疏忽睁大了眼 苏妙说的一堆 他都没听进去 他只听到一个六皇孙拒绝的字眼 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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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凭什么 他哪来的脸 他还是男人吗 对着他这张脸和好身段 他居然拒绝 苏元瞬间不好了 苏妙见他脸色大变 你就这么不想嫁给六皇孙啊 苏元没动静 苏妙戳他 说话 谈不上想 也谈不上不想 苏元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复 同在试婚年龄的苏妙深有同感 情绪瞬间也低落了下来 我也是 爹爹和我说 圣上有暗示 想把我许配给静王柿子 这是前世一样的事 苏元并不惊讶 静王柿子的名声不错 你不喜欢吗 苏妙摇摇头 皇子龙孙 都是人中龙凤 自然都是好的 可是 我有点怕 苏元 怕什么 怕嫁过去 有一群通房姨娘侧妃等着和我打擂台 怕那样的日子 把我搓磨成一个孟姨娘那样 只知念酸吃醋的妇人 两个雅间瞬间都安静了下来 苏元看了眼窗外 时候不早了 我们回家说 苏妙点了下头 随着隔壁雅间没了动静 隔壁面面相去的刘氏三兄弟 也终于打破了房间的沉浸 刘云面露尴尬 刚才的两个姑娘是谁 他们自然听得出来 那些话自然也听得懂 他们兄弟几个 像来自是天皇贵宙的皇孙身份 被世家女公为奉承习惯了 以为所有的世家女 都以能嫁给皇室为荣 而刚才那两姐妹的一番话 无异于颠覆了他们以前所有的认知 谈不上生气 相反 不为权势所动的人 他们更高看一眼 刘耀猛的一个起身 吓了刘云和刘景一跳 只见对方迈着往外走 刘云急道 老六你干什么去 回宫 他言简一该 刘云和刘景对视了一眼 吓死了 还以为这臭小子 是听到了两个小姑娘的话 不高兴要去问罪呢 三人都是骑马出的门 每个人的身后都跟着四个侍卫和两个小太监 驾马回去的路上 刘景忍不住开刘云的玩笑 六弟 你这平时到底是怎么对那些世家闺秀的 居然能传出你不好女色的传言 难道他们不知道 母亲压根就没有给你安排 你就是想好色 也没人可给你好啊 尤云脸色僵硬了一瞬 选择忽视这个问题 虽然他也很想知道 他平时最多只是不爱说话 对世家女的献殷勤大多无视 哪里就那么夸张了 到底是谁传的谣言 刘云 更没想到的是 陆怀居然有那样的心思 刘景不以为然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五姑娘好颜色 是个男人就会动心 更何况陆怀一个常年在均匀的 刘云点点头 觉得刘景说得有道理 能在知道咱们东宫友谊和苏家结亲的情况下 还大胆表明心意 可见这陆怀对五姑娘用情颇深啊 刘景冷哼了声 用情再深也没用 你没听出来吗 就算没有 咱们东宫这回事 五姑娘对陆怀也没那心思 刘云看了眼一直未出生的刘云 六弟 想什么呢 生气了 刘云神色间闪过一丝荒唐 我犯得着 刘云故意附和 就是说嘛 不过 若是五姑娘真不愿嫁给你 那你 刘云眼神灼灼 面色沉静 你哪里看得出她不愿嫁 刘云愣了 仔细回想了一下 方才雅间里听到的那些 好像是没有直接说不愿 可人家也没说愿意呀 刘云 姑娘家自然矜持一些 就算愿意 又怎么可能宣之于口 刘云 刘云事实开口 没有明确的肯定 其实就是否定的意思 刘云 她面无表情地逆了刘云一眼 刘云一无所知 只是忽然觉得 脖子后面凉凉的 夜深了 天气果然更冷了 刘云如是想到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章 她能为谁而拒绝它 夜已深 可东宫吸索酒滑糖的烛光 还是通明 外面的小太监劝过几次 都没动静 就没人敢再劝了 刘云坐在书桌前 望着桌面上的一个紫檀木 锦盒愣愣地出神 再看便会发现 锦盒里放着一支翠绿通透的玉镯 一看成色 做工便知不是繁品 半少 刘云和尚锦盒 将东西收了起来 今晚的心烦意乱 让她有些措手不及 雅间的那些话 对她来说无足轻重 却也在她心中 激起了一丝涟漪 若她真不愿意 她自然不会抢求 毕竟就像皇祖父说的 皇室的人又不是土匪强盗 没道理逼人家姑娘嫁 但是 她心里总有好圣心作祟 她能为谁而拒绝它 天下男子 能有谁比她好 普天之下 她嫁给谁又能比得过嫁给皇室 刘云越想越觉得气闷 九华堂的灯彻夜通明 苏元和苏妙到家的时候 苏珊早已被哄睡了 家里其他长辈的房里 还亮着灯 因两人有心里话要说 所以回来的时候 在马车上两人便说好了 今晚一起睡 谢去拆还 洗去脂粉 两人一起 躺到了苏元房中的床榻上 苏妙歪在软枕上 和侧身躺着的苏元 说着归中姐妹的悄悄话 阿爹说了 圣上私下召见她的时候 名义上是位公侍 但却问了我的生辰八字 爹爹说过后 圣上还说和魏王世子的年纪相近 生辰八字也合 苏元一语戳破 圣上哪里懂什么生辰八字合不合 不过是借口按谁二叔罢了 苏妙哼了两声 谁说不是呢 爹爹也很吃惊 没想到太子妃那边刚暗示了一嘴你的事 这边圣上便毫不掩饰地 又打上了我的主意 苏元摇头叹道 圣上当真要苏家女儿都做他们留家的习不成 苏妙伸手做五胎嘴壮 慎言 虽说我们心里不得尽 也不能这样说出来 要知道 放在外边人眼里 这可是求也求不来的荣华尊贵 苏元拉了拉被子 问 那你怎么想的 魏王世子 咱们公宴上也瞧见过 人才如何 你定是知道的 你 可是愿意 苏妙闻言垂眼淡笑 轻轻地叹了生气 酒楼雅间那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嫁给皇氏子弟 我真的没有那样的豁达心肠 能与别人共享丈夫 苏元抿着唇 若有所思 前世 苏妙也是被县文帝赐婚嫁给了魏王世子刘晓 刘晓身材其长容严俊美 更有皇家子弟的气势威严 前世苏妙 即便婚前不怎么愿意 但是婚后面对这样的夫君 也是在一朝一夕地相处中动了真心 但是刘晓毕竟是皇家人 做世子的时候还好 后来承袭王位成为魏王后 当时的永家弟 也就是刘晓他大伯 给每位侄子都赐了两位貌美如花的侧妃 圣恩之下 刘晓自然不能拒绝 而且自由的环境使然 刘晓也不觉得自己多两位侧妃能对苏妙有什么影响 反正妻和妾 她是分得很轻 但她分得轻 苏妙却看不清 看着刘晓竟能和对她一样的宠幸那些侧妃 好不容易产生的几分情义不多时 便磨灭得干干净净 再后来 苏妙像是把自己的心围了起来 谁也进不去 谁也伤不到 具体的苏妙不清楚 但是前世的苏妙和刘晓 比起她和刘晓 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想到两人前世婚姻的悲剧 苏妙不免有些悲戏 这一世 凭她一己之力 能改变什么呢 她是能拒绝圣上赐婚 还是能让刘晓不纳机切 亦或是能物化刘晓那个冰块 她哪个都做不到 一想到这些 苏妙不由的 从心底冒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所以 她的重生仪式 就是为了让一切都重蹈覆辙的吗 不 不行 绝对不能就这么妥协于 和上一世一般无二的命运 但要怎么做 她一时还没有想好 就目前来看 这一世 虽然在一些细枝末节处 有些不同 但是大方向上 没有偏离前世的轨道 如此这样 她能稍稍放心些 苏妙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你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想我们俩怎么就和别人不一样 那么不愿意嫁给旁人眼里千好万好的皇孙们 苏妙玩笑道 苏妙撇了撇嘴 低声道 那是因为我俩自幼什么都不缺 自然不需要一门亲事来给自己抬高什么 即便这门亲事能让自己的尊荣更上层楼 换成苏静 肯定早就乐得睡不着觉了 苏妙 苏静 她可没吃什么苦 三叔自幼就偏心于她 真正吃苦的是二姐 但爹和二叔当初在亲事上询问二姐自己的意见 人家也没说非高门大户不嫁 苏妙一脸惆怅 苦恼道 这个时候 我可是真想把这桩苏静梦寐以求的好事让给她 苏妍宽慰着她 人个有志 苏静和孟姨娘骨子里就喜欢权势 偏偏三叔又没有 自然格外渴求 其实想想 他们也没什么错 只要不会不择手段的谋求 便只当他们心气高吧 苏妙觉得没那么简单 你当孟是和苏静是吃素的 这么容易就妥协 苏静按说 早该相看门户定亲了 可是一直迟迟未有音讯 你觉得会是三婶不用心 苏妍知道苏妙的意思 无非是三婶按照三房的门户去挑的人家 孟姨娘和苏静都看不上 想等待机会 谋一门上好的亲事 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姨娘 一个养在小娘身边的庶女 能怎么谋 前世苏静是嫁给了礼部尚书的数次子隋杨 隋杨性子清冷正直 命折不弯 堪称是个不错的人选 而隋家单配三房 绰绰有余 但若是搬出苏衡和苏晨 就立刻不够看的 所以这门亲事 可以说是隋家高攀 苏静借着两个伯父的光 在隋府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没有人敢给他气瘦 想到前世的苏静 苏源不觉一阵恍惚 不求真心直练 全世的苏静能过得那么好 他是不是也该在苏静身上借鉴些什么 想想有时候 苏静的一些行事作风 他和苏妙也该取其精华而自用 真心是个好东西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 而且在很多人眼里 真心是最不打紧的东西 既然如此 今生的他是否也该转变一下思想 他依旧不贪恋全世 但这一世 不管嫁给谁 他也可以试着 不那么期盼真心了 刘耀昨夜一夜未眠 白天自然也就无精打采 没什么精神 太子妃看着他眼下的乌青 又是吃惊 又是心疼 你这是忙什么呢 把自己累成这样 刘耀大腊着眼 念念的提不起精神 没什么 就是睡不着 太子妃 你这样子怎么行 母亲让人给你端碗安神汤 你喝了回房好好睡一觉 实在是没甚精力 刘耀也没有硬撑 点了点头 回到九华堂 丫鬟正好把安神汤端上来 他一饮而尽 随后更衣上了床榻 安神汤并不安神 起码对刘耀没有 前不久的那个梦 再次重演 上一次他看到梦中的自己策马飞驰 回到所谓的招王府 而且根据下人的称呼 梦里的那个招王 应该就是他自己 上次的梦境在这里戛然而止 而这次显然是续上了 而且梦里的很多人 很多事 现在也看得更清晰明显了 回到梦里的王府 首当其冲 映入他眼帘的是满目地白 府里的下人 都穿着白色的桑服 越往里走 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哭声 梦里的他 自打一看到王府大门的两个白灯笼 还有高挂着的丧帆 就已经脚下像灌了签一样 迈着僵硬缓慢的步子 缓缓进入里面 再到正厅 正厅已经是布置成灵堂的样子 正中摆放着灵鹫 前面放着牌位 香暗 蜡烛 堂前跪着一众哭丧的人 其中 一十岁左右的男孩 和六七岁的女孩额外显眼 衣着气度皆是不凡 看样子像是两个小主子 又要宁神 努力去看清牌位上的子 但还是只看清了几个字 招王妃苏氏 刹那间 又要从梦中惊醒 她宁了宁眉心 继续想梦里的那些事 招王妃 苏氏 这 这是她的妻子 苏氏 她的妻子是苏家女 难道就是黄祖父看中的苏元 可是 她怎么会去世 梦里她还是年轻的样子 那她肯定年岁也不大 为什么会去世 还有那两个孩子 她没来得及看清 那时 她和苏元的孩子吗 如果说之前刘耀 还把这个梦看作无稽之谈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梦里的很多和现实发生了重叠 黄祖父刚和她说了 替她相中苏元这边 她就做了这个梦 而且 招王这个名号 也很像是父王会赐给她的封号 尤耀从来不相信鬼神 但现在的境况 却有些由不得她不信 只是她不知道 梦里的事 是今生的征兆市井 还是前世的缘分重题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都表明苏元真的会成为她的妻 察觉到这一点 又要心底冒出一丝微不可查的欣喜 但转念想到梦中的那个灵堂 如果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苏元的死因又是什么 堂堂王妃 吃穿用度无一不是最好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让苏元再盛年去世 如果那是前世的事 今生她要尽全力避免 如果是今后未来要发生的事 那她更要想办法救她 无论如何 嫁给了她 就是她的妻 夫妻同心 是要生同亲死同学 生生世世在一起的人 她没理由做事 她就那么抛下她撒手人寰 更何况 按照梦里的境况 他们还有两个孩子 又要努力地回想梦中的一切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是哥哥和妹妹 儿女双全 多好 想到这 又要不禁有些懊恼 梦中她 该再仔细看看的 看清她未来的一双儿女 长得什么模样 但是她只看到了两个 我跪在苏世灵前痛哭的背影 就从梦中惊醒 不行 刘耀越想越不死心 闭上眼睛 让自己继续睡 企图再次入梦 看清自己未来孩子的样貌 而这次 却是真的如刘耀心中期盼的那样 她真的再次入梦了 但是 却没有看清两个孩子 也不知是为什么 不管她怎么努力 往两个孩子的方向看 眼前都是一团雾似的 迷迷糊糊看不清楚 不过 其他的很多事事 却在这次的梦境里 一一的了解了清楚 刘耀看到梦里的自己 面对王妃的死 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是安静的在她灵前坐着 面上不悲不痛 旁人看来会觉得她对王妃无情 可是梦里 那个人是刘耀自己 也许是自己最了解自己 也许是两个时空的自己心灵向西 反正刘耀以局外人的身份 去看梦中事的时候 完全能感受得到 梦中自己痛失发期的悲痛 她面上不显 分明是不愿相信 不悲不痛 分明是已然麻木 当然 梦里她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也没有维持多久 在王妃下葬那天 看着灵园的门缓缓关闭 她忽然跟发了风一样的冲上前 用力的拍打着石门 嘴里只是不断重复着 阿元 阿元 最后还是手下的人将她打昏带了回去 在这之后 梦里的事就彻底没有了任何色彩 她每日浑浑噩噩的度日 卧房内的每一处布置陈设 都不许人碰 竭力维持着女主人还在时的样子 她将自己记忆里妻子的样子 全部以画的形式会下 她不想忘掉妻子的样貌 所以选择绘画留住 可有些事 却是在不可追 亦没有办法和机会可以弥补 梦里的流药 一直以为自己和妻子情深义重 相敬如宾 在皇室 他们这般已经堪称是家配良缘 是其他众人都亲线的对象 她以为妻子也是这么以为的 可是下人口中的话 好像并不是她以为的那个样子 他们说 王妃素来处事公正 体恤怜下 但他们印象中的王妃 总是郁郁寡欢 少有笑颜 王妃身边贴身伺候过的人 一五一时的 和她说起妻子的生前事 那个时候 刘耀才恍然惊觉 她对自己的妻子 一点都不了解 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爱戴什么花样的首饰 喜好 什么口味的吃食 爱用哪家的胭脂水粉 她通通都不知道 大丈夫心怀天地 怎会被儿女情长绊住了脚 又哪里记得住这样的小事 这是梦里的刘耀一贯的想法 可当她真的意识到 妻子眼里的婚姻 与自己以为的南辕北辙时 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沉痛 王妃生柿子和郡主时都很艰难 尤其是小郡主出生的时候 王妃难产 险些 但好在王妃吉任天象 最后还是顺利产下了小郡主 但也因此伤了根基 从此身体便大不如前了 吓人的这番话 每一句都如同一记重锤 敲得梦里的刘耀 措手不及 心口脚痛欲死 那又是她从不知道的事 她也从来没有和她说过 王妃吩咐 不许任何人告诉王爷 说是已经过去了 大人小孩都平安 再说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她的身体 就是这么一日日坏下去的 王妃致命的病是肺牢 但其实其他原因也有 生下小郡主后 即便再用心疗养 王妃的身子也一日日差了下去 数病齐发 饶是铁打的身子也撑不住 王爷 王妃一直很想多与您说说话 也一直盼着您能多陪陪她 可您太忙了 很多话也就没有来得及说 王爷 王妃很牵挂您 临终前还在念叨着您什么时候回来 王爷 王妃 这些话 这些事 别说梦里的刘耀 就是梦外旁观的刘耀听着 都是难以言喻的痛彻心扉 梦境的最后 她终于看清了两个孩子 而随着眼前的那团迷雾散去 那些纷繁挫杂的记忆 瞬间全部涌回脑海 梦外的刘耀再度醒来 只是这次 她不是被噩梦般的惊醒 而是安静地睁开眼 眼神四下打亮着房间的一切 酒滑堂 她在东宫时的寝殿 所以 她这是回来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一章 前是她去世后 由她一人孤身度过了二十年 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 刘耀快速消化 接受了自己回来的这一事时 前世的事要避免重蹈覆辙 但显然今生的很多事 已经和前世有了些不同 她记得前世婚前 她和苏元并没有见过面 不管是瓷光寺 还是东宫里的母妃寿宴 而这一事 缘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刘耀觉得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除了她自己 还有别的人 也从之前的那个时空回来了 这个人能是谁 能改变她和苏元的命数 答案显而易见 只是要验证她这一想法 还需要有个确切的证明才行 但不管怎么说 如果他们两人真的回来了 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好事 过了年 苏家上下马上要迎来另一件大事 就是要前往江南 给苏老太太苏林氏贺寿 苏老太爷苏续去世后 苏林氏便回了江南老家 虽说京城市天子脚下鼎盛繁华 可风光秀美 景色宜人的江南显然更适合养老 江南那边还住着苏氏的另一房子孙 即苏老太爷的亲弟弟苏烈 那一房的子孙后代 养兄弟那一代分了家 苏续置事为官 而苏烈则一直留在老家从商 江南于杭之地最是富饶 到如今也是积累了不少家业 苏续苏烈兄弟如今都已嫁贺西去 苏烈西下有一子一女 长子苏怀 接受家里的产业 也是经营的风风火火 小女儿苏怡 早年嫁给了同事经商的谢家长子谢成安 但没想到那谢家儿子 是个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的伪君子 不仅宠千灭妻 还企图霸占苏怡的嫁妆 最后由苏怀一纸诉状告上官府 直接让二人合理 之后苏怡便带着小女儿谢娟住到了娘家 和母亲苏州侍卫伴 两房子孙 一个长住京城 一个扎营老家 但亲情方面并不淡薄 年纪的时候都会互相走动 苏怀经商天南海北四处走 每次到京城的时候 也会来拜见两位侯爷哥哥 当然还有个不争气的弟弟 而苏恒和苏晨外出公干的时候 若是路过江南 也会回老家探望探望 苏怀的生意 这些年能顺风顺水不断做大 其中当然是少不了苏恒和苏晨 这两位大山的保驾护航 苏元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他现在只关注一件事 回江南给祖母祝寿 回江南 一瞬间 一个想法在苏元的脑海中 慢慢地形成 不过 要想切实可行 他还需慢慢斟酌 苏林氏的寿臣是在3月4日 出了年 苏家上下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苏恒和苏晨也是早早告好了嫁 本朝以孝之国 现文帝不紧准得很痛快 而且还赐了千年人参 和天山雪莲 以及其他的金玉珍品 了表自己的心意 假有了 接下来就是选定前往江南的人选 全家上下那么多人 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去 也不可能让京城的宅子空无一人 午膳时分 全家再次聚到一起 商议去江南给老太太过寿的是 苏恒 今天叫你们来是干什么的 想必你们心里也清楚 去江南肯定不能全家都去 京城这边还是要留个主事的人的 苏克心念一动 笑道 大哥 要不你和二哥去 我留在京城守着 反正我平时也清闲 等得了闲 我再去看母亲便是 苏恒和苏晨对视了眼 苏晨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二哥你们放心的去就行 从小看着长大的弟弟 苏克什么德性 苏恒和苏晨再清楚不过 无非是觉得自己没甚功名 又没甚业绩 到了江南老家 被和两个哥哥一番对比 难免有些抬不起头 自己家里人时 苏克脸皮厚得无所谓 但是苏母过寿 老家那边的亲戚 肯定都要过去 这个时候 他还是要面子的 苏克留下可以是可以 但是三处宅院留他一个人 苏恒和苏晨并不是很放心 平阳侯府 宁远侯府 是在苏府老宅的基础上 向外扩建 完完全全比照侯府的标准 两座府邸和苏家老宅连在一起 几乎占了一整条街 而苏克住的 正是苏家老宅的那几处院落 苏晨 算了 我和大哥那让家里的管家看着就行 你就过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 苏克有些不服 二哥你也太小瞧我了 上场打仗什么的 我不行 但是看个家的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苏恒半个字都不带信的 你劣迹太多 由不得我不信 长辈的人选定了 接下来就是小辈 苏恒和苏晨的意思是给祖母祝寿 子孙辈的都要过去 六个孙女 除却已经出嫁的两个 带字归中的四个 按说都该去 但苏珊还年幼身子又弱 怕她经不起长途跋涉 便把苏珊留在家里 让其生母周姨娘照顾 孙儿方面 四个人 苏恒家的苏彦和苏蕾 苏晨家的苏硕 还有苏克家的苏凡 人定好了 其他东西也都准备好了 一行人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从京城到江南 路上大概需要至少七八日的车程 苏妙和苏源本来 都是跟着自己家母亲坐的 至于苏静 她像是为了避开他们 带着小苏凡 姐弟俩坐了一辆车 赶路的日子很是无聊 第二天的路上 庆宁和安阳这对 轴里坐到了一起 苏妙拉着苏源上了一辆车 苏源趴在窗口 看着车外的景色 整个人心不在焉的 苏妙 怎么了 看你自从上路以后就没精打采的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无聊 除了吃饭睡觉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马车上度过 岂是一个无聊就能说出来的 苏妙也是往后一仰 常叹了生气 哎呀 那也没办法 再撑几日 等到了江南就好了 苏源透过车窗 看着苏燕他们骑马而行的背影 心思忽然就起来了 我也想骑马 苏妙诧异的抬头看她 你会吗 苏源摇头 就是因为不会才想学 苏妙的性子 向来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前几天还在为不想嫁给刘晓 而发愁 现在却已经能和她再拿婚事说笑了 等你嫁了人 让你夫君教你 苏源想起上一世 她也很想学骑马 但也就出嫁前 大哥带着她 在演舞场学过两次 出嫁后 时时刻刻都要保持端庄大体 做最娴淑的赵王妃 哪里还会再学骑马这样的事 她总是院前世的流药 不够温柔体贴 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 给自己加了一道又一道的枷锁 锁进了前世 她短暂的一生中的所有欢愉 这次来江南 来了她便没打算再走 起码近年内是不会再走 刘耀有了前世的记忆后 形式上完全是上一世 那个仅次于太子刘章之下的招王 就连太子和太子妃也是诧异 向来最散漫的小儿子 怎么一夜间就沉稳得不得了了 这是被什么鬼怪附身了不成 若不是刘章在三宝镇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 没有任何蹊跷 恐怕太子和太子妃真要找个江湖道士 来给刘耀驱鬼辟邪 但其实刘章自己心里也犯嘀咕 弟弟一夜长大 总归该有个缘故 而这个缘故 他却没有发现 刘耀让去打探消息的影位长平 前往九华堂禀报消息 殿下 刘耀坐在书桌前 我让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 说起这个 长平是一万个不明白 殿下好端端的 突然让他去调查打听苏家五姑娘的事 长平一开始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还怀疑是自己唤听了 这下来清心尽欲的六皇孙 怎么就忽然对女人感兴趣了 可是等长平看到那位五姑娘的人 几乎不用思考 心里所有的疑惑就都明白了 看来这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若是君子不求 那只能说是这淑女不够窈窕美丽 瞧瞧 平时那么清冷金贵不尽女色的六皇孙 不还是暗戳戳的找人打听苏五姑娘 可见在绝对的美貌面前 不尽女色什么的都是浮云 回殿下 据属下观测 五姑娘是个极为稳重内敛的女子 她和苏家四姑娘最为要好 和三姑娘却话不投机 除了和四姑娘在一起 其他时候都极少见五姑娘开笑言 有药菌眉微醋 可有向苏福里打听到什么 属下扮作商贩 和苏府外出采买的管事的 有意无意的闲谈过 他们都说 这五姑娘原是个极为活泼开朗的性子 同四姑娘一般爱说爱笑 只是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 一下子就话少了 性子也成熟了 像是一夜长大似的 刘耀 他们可说的上来是何时有了这种变化 说是苏家二姑娘出格那段日子前后的事 刘耀挥手 让长平退下 心里估摸着有了答案 若是他猜得不错 苏远也是从前世回来的 只是他似乎回来的比自己更早 也是 前世他先自己而去 自然回来的也更早 确定这一消息 有药心里说不出的感觉 他不明白 上天让他们重来这一事是做什么的 或是为何他们能重来这一事 同时很多事心里都想明白了 但有些事却是更糊涂了 比如 瓷光寺那一幕 是前世没有发生过的 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拥有前世的记忆 而前世的那天 他也是和大哥带着刘乐一起出门的 却没有遇到苏远 所以 这其中的变化缘由应该便是在苏远身上 刹那间 刘耀想起年节逛庙会时 看到苏远给混沌摊老板两个孩子压碎钱的一幕 当时看着他 只觉得他心善 这会却是恍然大悟 他当时 应该是想到了他们的训歌和宁姐吧 但与此同时 有些地方的好奇却还是没解开 譬如 母妃受宴那回 她为什么拒绝自己不让抱 前世做了十多年的夫妻 这点事上还害羞不成 但是稍加仔细想想 尤耀好像也能明白 当时她是回来了 可她还没有前世的记忆呢 她若是太主动 落到旁人眼里 定是会笑话她不矜持 更何况 两人现在是男为婚女为嫁 还不是前世的昭王和昭王妃 疑惑想明白了 尤耀心间的一块大石头 算是彻底移开了 前世 她对她确实有些不够温和体贴 今生有机会 她一定会好好弥补 将前世没做到的通通弥补给她 还有 照顾好她的身子 不能再像前世般年纪轻轻旧 心里盘算了一大堆 越是想这些事 尤耀心里就越是有些烦躁 其实也不是烦躁 就是有些想见到她 算算日子 她还差一年及机 那至少还要两年才是他们前世成亲的日子 居然还有这么久 那等到晚上去偷偷看看她 应该是可以的吧 次婚的事还早着 她去看两眼 只要不被人发现就成 毕竟 她真的很想她 前世她在她离开后 独自一人又活了二十年 活在没有她的日日夜夜里 一日日地明白了那句当时 只倒是寻常背后的凄苦和追悔莫及 做好了这样的打算 当晚入夜后 刘耀换上了一身黑色长服 又找来一块黑色方巾蒙上了面 便独自一人出发了 被强行留在九华堂的掌明长风 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去 给他们十个脑子 他们也想不明白 自家殿下那副打扮是要做什么去 堂堂皇孙 跟做贼似的 要是被县文帝看到 准得气得骂街 而且 这一个人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们有一百个脑袋 也不够砍的呀 养人越想 心里越冒冷汗 刚想违背留药的命令 出门去寻的时候 只见他们主子 尊贵的皇孙殿下 已然一个人好手好脚的多回来了 看上去一切正常 哪也没有受伤 但就是脸色不太对 甚至称得上很臭 浑身散发着冻死人的冰冷气息 掌明 殿下 您 您怎么了 您没事吧 您今晚是去哪里了 现在又是犯的什么病 这是长明和长风的心里 真正想说的 但是借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就这么说出来 只得是委婉委婉再委婉 您没事吧 刘耀灌了半杯茶 平稳了下胸前涌动的火气 他刚刚夜叹平阳侯府 好不容易避开所有人 寻到他闺房的位置 却发现 侯府内除了下人的房间 其他地方一片漆黑 显然这是主子不在家的样子 好容易豁下脸 却白跑一趟 要面子的皇孙殿下 脸色怎么可能好的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二章 六地你要去江南 长风和长明都不明白 刘耀的火气从而来 还是长平急匆匆的 又带来一消息 殿下 平阳侯和宁远侯 已于暑日前 带着家眷奔赴江南 去给苏老夫人助售去了 长明 长风 刘耀文言 脸色才微微有所好转 前几日好像是听父王和大哥说 谁谁告假回老家了 他当时没注意 听具体是谁 结果没想到 居然是苏家的人 长风和长明这俩傻孩子 被长平的话狠狠地震撼着 久久没有回神 所以 他们殿下这副做贼的打扮 是去夜探侯府 不是 他图什么呀 等等 两人交换了个眼神 不约而同地想起 苏家那位前不久 刚刚和他们家殿下扯上关系的小姑娘 然后同步地瞪大了眼睛 统一从彼此眼中 看出了见鬼了事的诧异 不得了了 他们殿下果然是闷声干大事的人啊 他们这些手下还担心主子那副冰山杏子 是要一辈子打光棍呢 没想到主子这就开窍了 可 想想今晚留药的种种行径 两人的表情又有些复杂 开窍是开窍了 可这窍开的也太大了 这还八字眉一撇呢 怎么就要晚上去偷看人家了 这可不是君子所为 养人心思百转千回 又要整个人往后一养 靠在太师椅上 对自己今晚出阁的行为 来了个事后反思 长明看着有点心酸 殿下一向意气风发 没想到就因为见不到五姑娘 就失落成这样 有点傻缺本缺的掌明一失口快 殿下 眼下快开春了 听说江南初春的风景最好 殿下若是有意 畅游一番也无不可呀 长风听了这话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兄弟你在说什么 长平忘了眼刘耀的神色 便知长明这个缺心眼的这次 还真说到殿下心头上了 果不其然 没多久 他们便听到上头的一声 也好 京城看久了 也觉得乏味 既然人人都说江南好 那去赏玩一番也是不错 刘耀要去江南的消息 很快传遍东宫 太子看着这个 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儿子 气得吹胡子瞪眼 去江南干什么 刘耀跪在堂下 语气很诚恳 完 刘景文言两眼放光 六弟 带上我 江南美景 最适合他这样的才子骚客了 太子额上轻轻跳了跳 你们俩都给我滚 刘耀 父王 黄祖父常教导孩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孩长这么大 从未离开过京城 现在时光正好 孩儿只是想去江南走走看看 顺便可以帮父王和黄祖父 体察一下江南的民情 这话说的还算中听 太子的怒火瞬间熄了一半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他又不是不开明的老顽固 刘景也猛的 扑到跪在堂下 父王 孩儿也想去 一双大眼睛 水汪汪的盯着刘耀 六弟 带上五哥一起呗 有个人出谋划策也好 虽然这个人可能不太靠谱 刘耀点头 五哥愿意 那就一起去 刘章和刘云 其实也很心动 江南哀 无数文人默克 用尽毕生才气 都描绘不出千分之一美丽的江南 谁不曾心向往之 可他们俩如今都已有了差事在身 是不能轻易离开京城的 至于刘卓和刘业 他们想不想去不知道 但他们是肯定不会一起去的 刘景和刘耀 也没心思管他们 两人各自回去收拾了一下 带着十几个影卫 和随身的侍从护卫就出发了 两人策马而行 一路走走停停 沿途路过什么酒楼 刘景都要停下来小酌两杯 然后便是洋洋洒洒的副诗一首 而刘耀则是该吃吃该喝喝 什么事都在心里割 一来二去 刘景看不下去了 这天骑马赶路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问了出来 说吧 什么时候认定了的 刘耀正在自己想事情 听到这没有透的话 一时没反应过来 什么 刘景哼笑两声 一副早就看透的神情 我才不信你来江南是什么所谓的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苏家刚举家前往江南 你就冒出这么个主意 六弟啊 你是真当父王和大伙 都是傻的 刘耀低垂着眼 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又怎样 看刘耀一反常态这么痛快地承认了 刘景这下反而是震惊了 你认真的 刘耀不轻不重地瞥了他一眼 不然五哥以为我这是在做什么 刘景咽了口唾沫 久久说不出话来 等他好容易吸收消化了这一事实 不由地感叹了句 六弟 原以为你是个多清冷的人物 不曾想也不能免俗 听明白这话的言下之意 刘耀脸颊有点烫 你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哑巴 刘景 行行行 不说你了 说我自己 不知道这次下江南 能不能让我巧遇一位温软家人 来一段美妙的邂逅 刘耀 邂逅了能怎么着 你要是把人带回京城 你信不信父王打断你的腿 刘景 六啊 你真是一点也不可爱 就不能让我有个美妙的幻想吗 幻想很美好 可现实太残酷 我也是不想五哥心里落差太大 才好心提醒的 刘景 你猜我信不信你的鬼话 在经历了多日赶路的枯燥乏味后 终于是抵达了江南城 江南苏家这一房 也一早就收拾整理出了上好的院落和厢房 苏怀见到苏衡和苏晨 巡礼先拜了拜 但是礼还没行完 就被苏衡拉了起来 行了行了 都是自家兄弟 不来这些虚的 苏怀笑道 是是是 大哥说的是 大伯母这些天一直盼着呢 今早用早饭的时候 都高兴的多用了半碗粥 苏晨 母亲身体 一切都还好吧 苏怀 二哥放心 大伯母身体好着呢 就是念叨家里的子孙 说着 苏怀打量的看着苏衡和苏怀后面的孩子们 苏衡和苏晨也招了手示意他们上前 来来来 见过你们小叔叔 苏怀看着小辈 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好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进家 晚膳的时候 咱们再好好聊家常 苏府正堂内 苏林氏正着急的等待着 身边伺候的老摩摩陈妈妈劝道 老夫人不用着急 侯爷心里不是说了吗 就是今天到了 苏林氏自嘲地笑道 我这不着急吗 阿怀出去赢了吧 怎么还没到 话音刚落 只听到外面传来一阵一阵的脚步声 还夹杂着成群结队的说笑声 陈妈妈激动道 老太太 是侯爷他们 是侯爷他们来了 苏林氏听着迈开步子就要出去 但说话间 苏衡和苏晨兄弟二人已经进来了 带着后面的一大家子 苏衡庆宁和苏晨安阳两夫妻 看到人的瞬间便跪在了苏林氏面前 母亲 苏林氏也是激动的眼含热泪 连忙扶起两个儿子 快起来快起来 一家人团聚是好事 别招我哭 咱们进去说话 苏衡苏晨都连声应下 正堂上 苏林氏坐定了后 底下的晚辈们正是行礼拜见了祖母 看到孙子孙女 苏林氏眉开眼笑 苏衡事实又提议道 母亲 这次过完寿辰 您就和我们一起回京城吧 儿子们也好在跟前进校 苏林氏 我在这挺好的 江南气候好 景色也好 很适宜我这个年纪养老的人 说不定还能得个长生呢 苏晨也道 可是母亲 您的儿孙们可都在京城 难道您就不想他们吗 苏林氏撑了一眼 没好气 儿孙自有儿孙福 咱家的孩子总不会拆的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脖子已经埋入黄土的人 就想随着自己的心儿 在我喜欢的地方带着 苏衡 母亲 您身体好着呢 别乱说 苏林氏 再好我也这么大岁数了 有些话可不就是事实吗 行了行了 你们兄弟俩别一见面就给我添堵 我还没好好看看孩子们呢 苏衡和苏晨只能闭嘴 苏林氏先是看了一遍孙子 嗯 大狼燕儿越发俊朗出众 能力也突出 将来一定能继承他爹的一波 二郎朔 样貌也是风流俊美 一双丹凤眼也是随了父亲苏晨 三郎苏凡 哎 虽然苏林氏不喜欢孟姨娘 可苏凡大概是因为没养在孟姨娘身边 形式作风和两个哥哥倒是很像 但还是没有大狼二郎那样的沉稳不惊 失了几分稳重 四郎懒 还小呢 苏林氏抱过如母怀里的苏蕾 小孩子干净成澈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四周 大概是血浓于水 一向傲娇的不得了的小家伙在祖母怀里 难得安安静静没有胡闹 而且还露出了几分笑脸 这么一爆 苏林氏就不舍得撒手了 干脆抱着小孙子去看孙女们 妙妙和圆圆都长大了 身段抽条长开了 都成了娇俏的少女了 这样的好颜色 不知道将来便宜了谁家的公子 至于苏靖 容貌上其实也不差是吗 按说都是孙女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不该偏心 可只要看到这一身孟姨娘一样的神情做派 苏林氏就一阵恶寒 她可没忘记 那个小儿子早年因为孟是美少和她这个母亲犯枪 为了个女人 把自己的前途都搭进去了 那年的一个外放升迁 按说论资历是伦德到苏克的 但应是被一个耿直刚正的御史参了一本 说苏克宠妾灭气 修身治国其家 延其家都未做到的人 怎能委堪大任 苏恒和苏晨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人家说的言之凿凿 且是有理有据的事实 两人自然不可能为了个不争气的弟弟 去和别人理论什么 再说 真理论起来 也是苏家丢脸 越想 苏林氏这心里就越来气 这梦是也不知道 是给小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幸好苏克没来 他要是来了 他非拿着拐杖 把人打出去不成 这么想着 苏林氏对苏静也很难有个好脸色 晚饭的时候 苏妙和苏源一左一右的 坐在苏林氏身边 看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孙女 苏林氏笑得格外慈爱 一会看看这个 一会看看那个 只觉得哪个都是好的 他都喜欢 但是他也没有偏心的太过分 便问道 静儿也到年纪了 你爹可有给你相看好人家 苏静一个女儿家 自然是不能自己说这事的 静宁便开口道 三弟心疼静儿 相看得很仔细 至今还没有中意的 静宁说得委婉 但之而莫若母 苏林氏还能不知道苏克的小心思 无非就是看到婉姐和颜姐都嫁到高门户 梦是母女 也就有了攀比之心 不甘嫁个普通的官宦人家 也要快谢了 静儿今年已经十五了 急急之灵 再不挑好定下 岂不是误了大事 苏静希一直提着 从苏林氏提到这个话题 他就在盼着 他希望 祖母以为是父亲官小不好说话 从而吩咐两个伯父 给他相看人家 可等来等去 也没见祖母说这个话 苏静心里着急 他知道自己这个年龄 该说亲定亲了 可是陈氏 给他找的那些人家 他一个都不想看 都是些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家 家里连个世袭网替的爵位都没有 和苏婉苏妍的都没法比 父亲那边 脸就那么大 一个无品官 能相看的人家 也就那么多 即便是门户稍微高一点的 说亲的 也是那户人家的数字 上头有嫡长子 又有嫡次子 家里的产业 将来和他能有几分关系 这次来江南 他为的便是讨好祖母 求祖母开口 让大伯二伯替他做主 这样 他就一定能和苏妍一样 嫁得有爵位人家的嫡系子弟 这么想着 苏静低垂着眉眼 温顺地开口 父亲说 自己人微言轻的 生怕被人看清了女儿 所以处处仔细有恐不及 苏林氏不以为意 同朝为官那么久 连对方的脾气秉性 难道还摸不出 对方的脾气秉性 就能看得出 家里的儿女是个什么样 这么简单的事 也就老三个糊涂蛋半不明白 苏静听这话头 觉得有戏 便顺着苏林氏的话 接着往下说 祖母说的是 父亲却是太过瞻前顾后 不如伯父们行事果断 苏妙听了这话 不断地拿胳膊戳苏源 苏源回了他一个 安静点吃饭的眼神 苏林氏 老大 你回去告诉老三 让他办事利索点 别的事能拖 女孩的亲事可不能耽误 苏恒 是 儿子知道了 回去一定告诉三弟 即便没看 苏源也能猜到苏静的脸色变化 爱 上一世苏静 是在十六岁的时候 被许配及了礼部尚书隋家 看来要想安宁 还得再等一年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三章 娃娃亲 用过晚饭后 苏灵氏谁也不许跟着 就带着苏妙和苏源 祖孙三人 一边在园子里漫步 一边说着话 苏妙想起饭桌上那一幕 就忍俊不禁 祖母 您又不是不知道 三姐姐打的什么主意 难为您居然 还能顺着她的话滴水不漏 苏灵氏得意一笑 那是你祖母是谁啊 什么手段没见过 千年的狐狸都快成精了 谁能糊弄住我呀 苏源 祖母 其实三姐姐本心也没什么不好的 只是心有不甘 想和大姐姐二姐姐那样 嫁个有爵位的人家 苏灵氏一语道破 有爵位的人家能伦得到她 但凡家里有规矩的 连小门小户的官宦人家 都未必要一个小娘养大的 要知道 小娘养的 在世家中 可是一句骂人的话 苏源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三姐姐心气高 也不是什么大错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就是最大的错了 她若老老实实的 我不会亏待了她 毕竟也是苏家的女儿 嫁得不好丢的还是苏家的脸 可她若和她那生母梦是一样 给我搬弄是非 那就另当别论了 苏妙气得掐了苏源一下 你好好的帮她说话干什么 儿女亲事 本来就是该父母做主 三叔放纵她痴心妄想 耽误了亲事 是她就由自取 可怪不得别人 苏源疼得到吸口冷气 嘟囔道 你好好说话 掐我干什么 苏妙瞪了她一眼 美好气道 你再说 我还掐你 看着这姐俩 苏林是笑了笑 劝姐道 好了 不说这些 说说你们两个吧 圣上这些年的举动 我也听说了 婉姐是圣上赐婚 那你们俩估计也是逃不过的 而且 我听你们父亲说 皇家那边已经给了暗示 妙妙许配魏王世子 圆圆 则是被太子妃看上 要订给东宫的六皇孙 平心而论 这是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 但祖母是看着你们长大的 自然了解你们俩的脾气秉性 今日你们和祖母说个实话 若是真这么安排婚事 你们俩可愿意 苏源将头歪着 靠在苏林氏肩上 祖母 苏妙也忽然不说话 抿着唇靠在苏林氏的另一侧 这是无声的回应 苏林氏叹了生气 家中已有儿郎征战沙场 扬名立万 是再不需要女儿 嫁入高门来巩固联姻 这是祖母的真心话 但若是圣上赐婚 祖母说的就不算了 毕竟谁也不能抗旨不尊 那是死罪 看着身侧两个孙女 娇艳如花的粉颊 苏林氏心里不由地感叹 这样好的容颜 便是没有喧赫的家世 也足以让绝大多数的男子 为之倾倒 更不提她这两个孙女 一人有个位高权重的侯爷父亲 嫁入皇室 成为最尊贵人家的儿媳妇 听上去的确是光耀门眉的好事 可苏林氏不是那种 被全是迷了眼和心的人 世事动穿 她看得透彻 嫁入皇室真的有多好吗 在苏林氏看来不见得 凭着两个小孙女的家世 只要不嫁给皇家 嫁给谁都不会受气 一旦有何委屈 苏家人能立刻上门主持公道 但是皇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若是孙女嫁入皇家受了委屈 他们能做什么呢 是能告欲壮 还是将那些皇子龙孙 打一顿骂一顿 显然都不切实际 而且皇家子弟 三妻四妾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侧妃 侍妾 通房 只会源源不断 两个孙女 自幼是什么样的心器 苏林氏很清楚 绝对没有那样的心胸容 那这样的事 也绝对不会为了和介事 打擂台 做出什么羡慕妖宠的事 有家人有留家人的尊贵 苏家女也有苏家人的傲气 苏源事实开口 祖母 这话 我们只和您说 我和姐姐都不想接受 这门亲事的 苏妙点头 苏林氏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们俩随我回房 苏妙和苏源 一左一右地掺着苏林氏 回了她的房间 挥退下人 苏林氏 既然不愿意 那你们俩可有什么打算 苏妙苦笑道 我和妹妹 两个身归里的女孩 能有什么打算 就算是不愿意 又能怎么样 到时候赐婚的圣旨 要是真下来了 还能抗旨不成 苏林氏转动着手 上翠绿翠绿的佛珠 这件事容祖母 给你们出个主意 想个法子 苏妙和苏源 顺时眼前一亮 苏源 祖母 你有法子 苏林氏 法子不是没有 但是只怕 会委屈你们两个 苏妙和苏源面面相去 没懂自家祖母话里的意思 苏源婚 想到母亲 曾和她说过的那个办法 难道祖母和母亲 想到一块去了 祖母 您的主意是什么 苏林氏 你们俩这次来 就别走了 留在我身边吧 等到了年龄 祖母在江南 给你们说一门亲事 你们可愿意 苏妙和苏源都惊了 或者说是压根没反应过来 祖母话里的信息量 也太大了 虽然苏源路上也是打定了主意 这次来就想办法先别走 可怎么也没想到 祖母居然直接拍板定下 甚至连他们以后的婚事 如何安排都想好了 等等 好像 哪里不对 苏妙和苏源对视了眼 两人都察觉到了什么 苏妙 祖母 这主意 可不像是您这会子 当下想出来的 苏源 是啊 祖母 您总不会是未卜先知 猜到了我和四姐的心事吧 苏林是没绷住笑了出声 我是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的 但你们的父母有啊 父母 苏妙和苏源一正 苏林是抿了口茶 继续说道 你们以为你们的心事 瞒得过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 苏妙 所以 是父亲 大伯他们和您是前 苏林是 前不久 我就收到了你们父亲的联名信 说是圣上想把你们俩都收为孙席 但是苏家一门双喉 已是轩鹤至极 若再有两个皇孙席 只怕树大招风 再者 你们俩的心性别人不清楚 你们的爹娘还能不知道 苏源 那 那爹爹和二叔也不想让我们嫁 苏林是点了点头 你们父亲有战功 有声望 又有爵位 你们的哥哥也都能立得住家业 这已是够了 再多 可就不一定是锦上添花的好事了 苏源 祖母说的是 只是 这法子能行吗 圣上他 会信吗 苏林是 其实圣上暗示的提起这事的时候 你们的父亲就已经表示过了 家中已深受黄恩 实在惶恐再出皇家席 当今圣上是位仁德的好皇帝 若是让苏家打破了世家之间互相牵绊的平衡 于朝堂于天下 都并非好事 苏源 可是 圣上为什么明知道这些 还要让姐姐和我嫁给皇孙们 圣上目前也只是提过 有这个想法而已 这些想法 他许并非是站在帝王的角度 而是站在一个祖父的角度来替儿孙们相看亲事 可若真要赐婚的那天 权衡之下 只怕会有变故 苏妙 那我和妹妹 先不急 你们父亲替我住完兽 不日就要返京 我到时会拿出孤身在外 想念家中儿孙 留你们俩在膝下成欢的理由将你们俩留下 另外 你们俩从小身子都不太好 尿尿贪嘴 吃的东西上没个注意 阿元便是太调嘴了 以致太过鲜瘦 对外还可以说是让你们俩留下来调养身体 只要你们留下 日后的事便好说了 况且 阿元身上可以说有装娃娃亲呢 也可以是糖色的借口啊 苏元一口茶叶在喉间 差点没枪死 可嗨嗨 祖母 我什么时候有娃娃亲了 我怎么不知道 是你爹当年和江南巡抚萧大人的酒后玩笑 不过祖母这几年在江南住着 对萧家公子也是有所耳闻 此人身形其常 相貌俊朗 这都不必说 更难得的是文武双全 一身的本领 苏元心里一阵纳闷 他活了两世 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所谓的娃娃亲 苏妙确实来了兴趣 两眼放射出八卦的光芒 祖母 那个萧家公子 也是走智氏的道路吗 苏林氏微笑摇头 那倒没有 萧家嫡系有两个哥 长子要接父亲的班 至于次子 听说是接家里的产业 产业 姐妹俩一口同声 对啊 萧家的产业遍布天下 可是出名的富商巨古 只不过到萧巡抚这一辈 才走上的智氏为官的路 一己之力 做到了一省之巡抚 你是相当厉害的 苏妙 啊 那这门亲是要是作数 妹妹岂不是要嫁给一个商人 不管哪朝哪代 是农工商都是不变的 堂堂侯府之女 嫁给商骨 怎么听都觉得玄幻 苏林氏 所以说是酒后玩笑 这么多年萧家从来没提过 也是没当真 不想被人说高攀 苏妙 暗说巡抚之子 若是智氏为官 总不会拆的 苏林氏 那二公子儿 不喜欢官场的事 就喜欢带着商队天南海北的闯 苏妍 只要有真材实学 做什么肯定都能做好 苏林氏 可不是 那萧二公子我也见过 人品模样都不输给他哥哥 而且啊 身上颇有股侠气 很是不错 虽说门眉差了点 可澄清看的是人 日子也是自己过 世家贵族不一样就幸福 商人巨股 也并非就有多不好 当然 这都是一件 几乎被所有人都忘却的往事 阿元若是不愿 没有人会强求 苏妍 我 直到书洗完毕躺到了床上 苏妍都没从苏林氏的话中 回过神来 太突然了 她一开始 只是抱着不想再嫁给刘耀的心思 谁知道 这忽然又冒出一个 从来没听说的娃娃亲 天爷啊 这是闹哪一出啊 素心首页 看着翻来覆去的苏妍 姑娘是有什么心事吗 怎么从老太太那回来 就闷闷不乐的 苏妍 素心 你说 我若是嫁给商人 说出去是不是真挺难让人相信的 素心惊了 姑娘怎么说这个 您是侯府千金 怎么也不可能嫁给商骨啊 看吧 连丫鬟都知道的事 也难怪萧家不敢提这事 苏妍有些郁闷 她确实不想嫁给刘耀 可是却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嫁人 可是嫁给谁 却是个问题 天下男子薄情寡情的多 知情绝对的少 她该怎么选 才能选一个各方面都好的呢 有些是要日久才能见人心 她怎么保证 那男子能始终待她如衣 越想越觉得烦 想到最后 苏妍甚至觉得 为什么女子一定要嫁人 这对女人来说 简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吗 在娘嫁的时候 金尊玉贵的女儿 嫁到别人家 就要孝顺公婆 侍奉夫君 还要生儿育女 管家理事 这些也就算了 要是在摊上个不知道疼人的 或是像她三叔那样宠妾灭妻的 那可真是没活路了 这么对比下来 苏妍忽然觉得 上一世的流药 也还算可以 起码除了感情 其他的都给她了 人长得帅 身材也好 那种世上也快活 没有通房适切 没有糟心的青梅竹马 她有钱有权 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思 这么想着 苏妍忽然觉得 前世自己是不是真有点矫情 这么好的日子 还要啥她的感情 她的感情能有个毛用啊 苏妍昏陷入了两相矛盾的纠结中 一会脑子里想到的 全是刘耀上一辈子的冷脸 巴布的这辈子都再也不要看到她 一会和苏克对比起来 又觉得刘耀遗鼠不错 纠结来纠结去 然后 苏妍失眠了 第二天 苏妍和往常一样 来苏妍房中找人 却被肃心 告知人还没醒 苏妍 怎么搞的 她很少这么贪睡啊 昨日姑娘像是有心事 一整夜翻来覆去的 都没怎么睡 天快蒙蒙亮的时候 才睡了过去 苏妍 那让她好好休息吧 别打扰她了 你们把早饭温着 等人醒了 再给她端上来 苏妍 是 苏妍这一觉睡得很沉 她梦到了很多前世的事 比如 前世的洞房花竹叶 前世她怀孩子生孩子的时候 前世知道自己生病时的恐惧无助 前世 苏妍醒来时 眼神成名 如果 这一世不图感情 她一定能过得很好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四章 姑娘是不是对六皇孙殿下 方歇暗许了 苏灵市的寿臣 在三月四日 苏府上下都在为寿宴当天的事宜 忙碌着 张罗的室友下人办 苏恒和苏晨 也是一刻都不得闲 平阳侯和宁远侯 抵达江南城的消息 远近皆知 上到江南当地官员 下到巨甲乡身 无一不想来拜见 苏恒和苏晨这段日子 都忙着应酬忙得不可开交 相比下来 苏源的日子就过得很潇洒了 每日除了吃睡 便是四处赏玩 不得不说 江南风景之秀美 确实名不虚传 但还没等她高兴多久 苏恒那边递来的一个消息 险些让她惊掉下巴 以至于苏源听到后 好伴赏才反应过来 盯着前来报信的父亲身边的 此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侯爷已确认是东宫腰牌无疑 来人确实是东宫的五皇孙和六皇孙 他们也在江南 听说了咱家老太太过受臣一事 便让人传来口信 说 届时也会前来 苏源秀美谨咒 这是什么情况 重生以来 这是偏离前世轨道最严重的一件事 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 明明这段时间她什么都没有干 所作所为 都是前世该有的 半点愉悦的行为也无 到底是为什么 事情的偏离 总归是有原因 而现在这个原因 显然不是自己引起的 苏源自然而然地想起另一种可能 既然她能重生 那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 会不会有人和她一样也是 重生回来的 而且显然这个人还和自己有关系 前世绝对没有两个皇孙 来给祖母贺寿这一出 更何况来的人里还有刘耀 刘耀其人 苏源再了解不过 她不愿意做的事 如今的县文帝 后来的永家帝都 拿她没办法 老妖总是最受宠的 刘耀不愿意做的事 不管是她的祖父还是父王 亦或是她的大哥 都不会舍得勉强她 此番刘耀来江南 还说要来祖母的寿宴 这不得不让苏源起疑心 刘耀能来 归根结底 肯定是她自己心里愿意 那她为什么愿意 苏源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 刘耀和自己一样 也是重生回来的 一想到这个可能 苏源整个人都不好了 人家都说 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如果刘耀也和她一样 是重生回来的 两人也算是一个地方来的老乡吧 她一想到这个可能 是真的忍不住要泪汪汪了 苏承看着自家小姐 一瞬间千变万化的脸色 小心地问道 姑娘 您没事吧 苏源强烟欢笑 没事 诚书 你忙你的去吧 苏承 是 您看上去可不像是没有事的样子 苏承不放心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等苏承的背影彻底消失 苏源再也不加掩饰地趴倒在桌上 发出阵阵哀嚎 肃心和明心被吓了一跳 肃心 姑娘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苏源生无可恋 嗯 是不舒服 肃心 那奴婢让他们找大夫去 不用 苏源 我是心里不舒服 明心稳重些 心思也细一些 姑娘是因为六皇孙吗 苏源立刻乍毛否认 当然不是 怎么可能 明心 不许胡说 肃心 明心 姑娘 六皇孙其实真挺好的 变数京城中的世家公子 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苏源 哪里好 你别忘了 咱们在东宫那次 你可是被他的狗给咬了 明心还是很理智 很讲道理的 姑娘这可就太冤枉人了 那次的事 属实是怪不到六皇孙身上的 苏源还是不愿意承认 就算和他没关系 那也是他的狗 他的狗吓到我了 他连一句话都没有 肃明心无奈地笑 肃心也察觉出一丝不对劲 姑娘 我怎么觉得 你一提到六皇孙就不对劲 好像很了解他一样 苏源死不承认 我怎么可能了解他 明心 姑娘对六皇孙似乎格外不同 陆公子对姑娘一片痴心 也不见姑娘对他多上一分心 却对六皇孙殿下 苏源装不下去了 行吧 他承认 前世那么多年的夫妻 他真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而且 那家伙的脸确实好看 哪怕冷脸看着 也赏心悦目 他的沉默在苏心和明心 两个丫头眼里 可就别有深意了 苏心笑着打趣地问道 姑娘莫不是东宫那一次后 便对六皇孙殿下方心暗许 这是什么恐怖之言 苏源头摇的和波浪鼓似的 我没有 我不是 苏心和明心暗暗偷笑 明心 好好好 您没有 那就不要因为成叔的话而伤神了 该用午膳了 我的好姑娘 苏源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嗯 好 吃饭 一盏茶的功夫后 苏心和明心 看着加一块紫菜 能发半天呆的自家姑娘 两人皆是一头雾水 悄悄地退后了几步 两人低声而语道 苏心 姑娘这是怎么了 老是说自己没事 可明明就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明心 我看哪 还是和六皇孙殿下有关 你没发现 每次提到六皇孙 咱们姑娘就情绪特别激动 格外的不一样 姑娘什么时候对别的男子这样过 苏心 可姑娘自己不承认啊 明心闽纯偷偷笑了下 咱姑娘自幼都是被世家公子追捧着 怎么可能轻易承认 自己先一步对别人动心了呢 素心面带担忧 可姑娘总是这样 也不是办法啊 明心 我一时也没什么主意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两人又看了眼对面的人 齐刷刷地叹了口气 刘景和刘耀俩兄弟到达江南后 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入住太子 提前打招呼 替他们安排的行宫别院 就像是普通的富家公子一样 住在江南当地最好的一家弗莱客栈 刘景摆弄着衣服上的穗子 语气里不无埋怨 我说六弟 你这是唱哪出 居然给苏福下了帖子 什么要去给苏老夫人拜售 还把我也拉上 那是你未来岳家 关小爷我什么事 刘耀淡淡的呜了声 你是跟着我来江南的 自然一切听我吊牌 刘景一阵气闷 我是你哥 刘耀 然后呢 听听 这里执气壮的语气 哪里还有什么兄长的尊严 刘景捂着胸口自怨自艾 又要写完最后一个字 收起毛笔 问旁边的长风 礼品都备好了吗 长风 回禀殿下 一切都已打点妥当 您和捂殿下的 是分开的 刘景瞪大眼睛 什么意思 咱们都是代表东宫 为什么还要分开 刘耀曼悠悠地瞥了一眼 因为我想和你分开 刘景 切 不就是想在未来岳家那里表现一下吗 实话实说会死啊 嘴硬的家伙 转眼间 到了3月4日这天 苏家人用过早膳没多久 外头已经陆陆续续有贵客登门了 带着各式各样的寿礼 看花了人眼 苏恒和苏晨都在宴客厅 两位侯爷看上去都心情很好的样子 对一些溜须拍马的江南官员 也难得给了个好脸 刘耀和刘景的出场 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两个长身玉立 容貌俊美的年轻公子 本就以格外吸引人的眼球 更别说两人那通身尊贵的气派 和来自上位者的气势 除了苏家人 其他人都是不知道 这二位公子的真实身份 一律是以五爷和六爷称呼 但在场的哪个不是人精 单凭这样的称呼 加上这两位公子的气度模样 也不难猜出两三分 一时间对苏家是更加不敢轻视 女眷这边 苏老太太听着那些官眷夫人的喜庆话 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夸完老树星本人 那些嘴巴伶俐的官太太和副太太 又把苏林氏身边的几个孙女夸了个遍 虽然有恭维的意思 但说的大部分话 还是符合现实的 夸苏静婉约柔美 夸苏妙明艳精致 夸苏袁娇可人 总之是赞苏家女一门芳菲 苏袁全程只是微笑点头 只觉得嘴角都快僵硬了 好在燕西很快开始 她才能逃脱出来 苏怀的两个女儿苏缠和苏璇 坐在苏袁的身边 两人一个九岁 一个才六岁 今日大人都忙 就由苏袁带着这两个小妹妹 可能到底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两个小女孩 虽然没怎么们见过苏袁 但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漂亮姐姐 都是喜欢的不得了 就连苏妙都吃醋 说亏得她第一天来的时候 还给这两个小家伙准备了见面礼 没想到这么快就变心了 苏袁前世对这两个妹妹的印象不多 只记得两人最后 都是嫁给了门当户队的江南富商 至于夫妻之间究竟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两个小姑娘总是坐不住的 苏袁也坐不住 便借口带着妹妹 偷偷地逃了出来 苏袁一左一右地牵着两个妹妹 苏缠仰头问道 姐姐 我们去哪呀 苏袁问旁边的苏心 昨天我说 让在院子里扎两个鞦韆 扎好了吗 苏心 姑娘 明星和柴松一起坐的 早就扎好了 苏袁一手一个地摸着小姑娘的头 姐姐带你们去当鞦韆好不好 好 虽然还是初春 但因为地处江南 气候温暖 苏府的花园 这会以杨柳依依 百花盛开 两个小姑娘由丫鬟婆子看着 一人一个当着鞦韆玩 苏袁坐在旁边的石椅上 一脸亲切微笑 闲来无事 苏袁瞄到已经抽掌出绿芽的柳枝条 心念一动 让素心和明星折来一些柳条 然后动手编了起来 鞦韆那边的两个小姑娘 已经又被吸引了 小步子腾腾地跑过来 围在苏袁身旁 苏缠 姐姐 你这是要做什么的呀 苏袁手上动作没停 姐姐给你们编个花环 苏缠和苏璇也都拿了两根柳条 学着苏袁的动作开始编 但两个人到底还小 手上动作不利落 编的也就不成样子 苏袁很快编好了三个柳环 还让下人摘了几多小花 点缀在上面 最后 苏缠选了点缀桃花的 苏璇选了杏花的 剩下一个点缀海棠的 苏袁便自己戴上了 戴上花环 两个小女孩兴奋地跑了起来 一堆丫鬟婆子忙跟了过去 已是晌午时分 苏袁觉得有些困乏 但今天这个时候 显然不能睡 便带着人在后花园里慢悠悠地走着 苏府花园正中 有一处人工打造的泉眼 苏袁走到旁边 临水照镜 整理了下头上的花环 近日总是心事重重的人 难得开了笑脸 素心笑道 姑娘真好看 明心 姑娘可算是高兴起来了 这些天可把奴婢们吓坏了 苏袁 高兴起来了 以后我都会高高兴兴的 她想明白了 不管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都不是现在的 她可以预料或是改变的 与其整天战战兢兢 不如脚踏实地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虽然今生的很多事和前世不太一样 但是大方向上没有改变 而且多了前世那一遭 她在心境上更加地豁达乐观 也更加坚韧了 如今 她有充足的耐心和信心 慢慢地经营好当下和未来的一切 至于留药的事 她不知道 在这方面 今生会不会有什么变动 反正是既来之则安之 说来 这是她重生一世便该有的心态 可却耽误了这么久 她才明白过来 想来还真是惭愧 素心和明心 不知道自己姑娘心里的千头万绪 只知道 姑娘高兴起来了 他们也就高兴 姑娘有了笑脸 他们整个人做什么 也就有了精气神 素元对着泉水整理着观发 觉得花环上点缀的花有点少 便让素心和明心再去摘一些 主子心情好了 素心和明心也都松快了 便想着 除了摘花再折一些柳环 自己也带一带 美一美 素元一向也宠着两个大丫鬟 听了他们的话 只是笑 去吧去吧 多摘一些 我给四姐姐也留一个 素心和明心一前一后的走开了 就留素元在那 她先是将头上的几样首饰摘了下来 扬枝玉簪 蝴蝶是样的金步摇 还有两只海棠花是样的头拆 手沾了点泉水 仔仔细细地理着 微微有些松动的病发 等到梳理好 再将拆环发簪等一一带回去 刘耀听了长风的禀报 文讯来到后花园时 看到的便是美人 临水梳妆的这一幕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五章 谁不喜欢好看的脸 美人细嫩白皙的手 穿梭在乌黑如墨的发中 一点一寸的 仔细整理着妆容 花环上的海棠开得正艳 这在绿芽满枝的柳环上 却在女孩娇艳无双的校夜前 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朝思暮想了那么久的人 就在眼前 尤耀却末地有了几分 尽相情窃的心思 竟然有些不敢靠近 即便心里几乎确定 苏元和她一样 是重生回来的人 甚至是比她回来的还要早的人 但现在上前的话 说些什么呢 贸贸然地说自己也是重生来的 她会相信吗 再有 万一自己猜错了 苏元不是重生来的 她就这么上前 她岂不是把她当成疯子 心里划过好几个主意 都被刘耀仔细撕存后 又给否定 就这样 等她再次抬眼的时候 眼前的情景 就大大的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外 全眼旁由原来的苏元独身一人 到现在 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年轻男人 看上去 长得还行 长身玉丽 腰间别着一把玉霄 不同于京城世家公子身上的贵气和傲气 这人风度翩翩 举止潇洒 不像个官家子弟 倒向是个行走江湖的少年侠客 苏老夫人的寿宴 受邀而来的 定然都是苏家的客人 能与苏家结识 看来 也是位出身不凡的公子 她神思略顿 随即收回部子 选择继续旁观 苏元也没想到 这就遇到了祖母口中的那位肖家公子 更没想到 对方居然是这般厌绝郎才的 这些人物 萧玉温和有礼 冲她拱手败了一礼 萧玉见过姑娘 苏元扶了扶身子 萧公子有礼了 五姑娘怎么一个人在这 苏元有些诧异 萧公子认识我 萧玉灿然一笑 不瞒姑娘 在下平时经常来拜见苏老夫人 老夫人经常向在下说起京城的几个孙女 刚才在下侥幸一猜 不成想到是猜对了 苏元垂着眼 温和笑道 让萧公子见笑了 哪里话 应该是萧某唐突了 酒席间多饮了两杯 想着回家要招骂 便想出来走走散散酒气 就遇到了姑娘 苏元知道萧家老夫人和自己祖母 是交情颇深得归中手帕娇 因此对萧老夫人的孙儿 也多了些敬意和耐性 正巧这时素心和明心采摘柳条回来 看到自家姑娘身边 突然冒出一个男人 素心的明心下意识地警惕性觉醒 素心 姑娘 这位公子是 这是巡抚萧大人的公子 不得无礼 知道了不是来历不明的人 素心和明心松了口气 对萧玉行了一礼 见过萧公子 萧玉摆摆手 事意不必多礼 素心看了眼四周 姑娘 这回日头有些晒 您还是去那的亭子 做会吧 苏元也觉得有些热了 正想去亭子里喝口茶 但又想起一旁的萧玉 怎么说也是在苏府 自己算是主人 不能失了礼数 萧公子 你也一起去用杯茶吧 萧玉举止神态自然 既如此 就却知不公了 这边请 亭子就在全眼的右方 两步路的距离 很近 素心蒸了两杯茶 分别递给二人 苏元端着茶 像是招待客人般 随口问道 听祖母说 萧公子行走江湖 见识广博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萧玉很谦逊地摇头笑道 世上哪有真的无所不知的人 苏老夫人 真是太看得起萧某了 若是别人 苏元半分不感兴趣 可祖母提到萧玉时 曾说过 此人是个仗义舒财的侠客 侠客 江湖 说起来 便让人热血沸腾的几个字 快意恩仇 潇洒风流的江湖 这样的人何事 苏元以前只在画本子里看到过 现在眼前有了真人 他一时还真有些难 一心中的好奇和激动 萧公子当真是 侠客 苏元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问道 萧玉闻言忍俊不禁 五姑娘这话 让萧某可怎么回答是好 苏元啊了声 没明白这话 她是说错什么了吗 萧玉继续道 若我说是 岂不是太过厚脸皮 毕竟天下没有自封大侠的人 可若我说不是 萧某又当真在江湖上 撕混过一段时日 她话声朗朗 幽默风趣 苏元面对外人的几分 不适合拘谨 倒是被她化解了不少 苏元也笑道 萧公子妙语连珠 看来是位很会说的大侠 那人脸上呼得像是有些懊恼 姑娘怎么看得出来 不满五姑娘 我祖母就成日嫌我话多 说就没见过比女子还能说的男人 若我不是她的孙儿 她定要将我轰出家门 不然未免太过躁了 苏元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 那公子该庆幸 至今没被赶出家门 苏元很少同外难接触 除了家中的兄长和弟弟 同龄的男子 她几乎不认识谁 若是硬要说 那留要算一个 但眼前这人和留要的冰冷高傲 完全不同 大概可能真的是因为打理家业的缘故 萧玉说话滴水不漏 哪怕是她这个才见第一面敌人 说了这么多 她也没有感觉丝毫的不适 没有感觉被冒犯 没有感觉话题生硬 相处得很舒服 这是苏元最直观的感受 意识到自己又想到了某个不该想的人 苏元赶忙晃了晃脑袋 将其抛之了脑后 但苏元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甩出脑袋的那个人 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掌明距离留要一丈远的距离 远远地这么看着 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得到她家殿下身上翻滚汹涌的力气 仔细一看 也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哎 掌明有点替她家殿下愁 这个世道 好看的脸虽然占便宜 但是一张能说会到的嘴可更占便宜 毕竟这脸看一看 新鲜劲过了 再好看的也淡了 可是一张会说的嘴 那可是一句一句的俏皮话不断地来 谁能不喜欢 尤其是小姑娘家家的 殿下 刘耀思绪被这声打断 紧袍下握紧的拳头略微松了些 什么事 长明 时辰不早了 殿下可是要和平阳猴和宁远猴辞别 刘耀慢悠悠地转过身 谁说 我要走了 长明 您不走 可是五爷那边 你告诉五哥 这几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来烦我就行 另外 如果他要回京城 就让他一个人先走 我还有事 要多留一阵 长明心知肚明 自家主子 刘夏是要什么 便大着胆子说道 殿下 您这样 可追不到姑娘 刘耀周身气息呼的一吝 长明下得赶紧低下头 属下多嘴 请殿下恕罪 无妨 长明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就又听到他家殿下 很是虚心的一句 那应该怎么追 怎么追 追什么 追姑娘 他要是知道 至于现在还没成家吗 长明欲哭无泪 这 属下也不好说 长明努力想着 自己以前听过的那些戏文 想着戏文故事里的男主 都是如何做的 只是属下听说 这姑娘家都喜欢温和体贴 知冷知热的 还有就是 要不时地送些小事物 不在乎这东西值不值钱 只为的是一片心意 还寄托着两人的情意 还有的话 就是这姑娘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您可以多夸夸五姑娘 五姑娘那么好看 可夸的地方那么多 您就渴了劲的说 刘耀的眉头越听皱得越紧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感觉每一条都针对他 都是他不擅长的 长明亏见主子的神色 及时地闭上了嘴 当然 您是殿下 大可不闭这般 别说是皇家的皇孙 就是尊贵人家的公子 有的对追求姑娘这行为都很势不屑 他们自诩身份 有的是女人前扑后继 怎么可以放下架子去主动 又要清了清嗓子 有些不自在的低声说道 我 我又没说我不愿意 长明猛地一抬头 我也没说我愿意 长明 是是是 那 您还在这站着是 某人面不改色心不跳 看风景啊 苏家后花园的风景不错 有花有草 有树有水的 长明 那您继续看 别气出毛病就行 估摸着前厅那边宴席 差不多要结束了 苏元又回到了前面 帮着一起招呼送客 苏妙看到他 一脸促暇 怎么回事 听说 你在后花园遇到了一位萧公子 苏元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 你就说 是不是有这回事吧 苏元 祖母的寿宴 本就给萧家下了帖子 萧家公子会来 有何稀奇 苏妙撑了他一眼 没好气到 你少跟我装糊涂 明知道我说的不是那意思 那位就是祖母说的那个 和你有娃娃亲的那个萧家二公子 苏元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哎 你给我打住 祖母都说了 那是两家人酒后的一个玩笑 谁都没当真 苏妙哼哼两声 要是现在咱两家实力相当 你看他们当不当真 苏元撇了撇嘴 无奈道 是是是 所以咱们别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话了好吗 再说了 萧家也是江南的大户人家 别说这种实力不实力的 让人听见 还以为咱们家多事例呢 这话说得在理 苏妙点头 以后自己说话还真要注意点 不过 你今日见了 觉得这萧家二公子怎么样 苏元 挺好的 一表人才 且为人健谈 但说话有度 不会让人觉得不是 苏妙 评价不错 不过健谈这一点 我也是发现了 你知道席间他一个人对付了多少人的应酬吗 经商的门道 可一点都不比官场轻松 苏元笑道 这是自然 三百六十行 行行都能出状元 不管从事什么 若是能坐到行业顶尖 那都不是一能够小瞧的人 客人已经散得差不多 只有几个特别要好的 还在和苏林氏说话 已经没有姑娘们的事了 苏妙挽着苏元 两人顺着后花园慢慢回房 苏妙忽然叹道 其实 我有时候觉得 萧二公子那样的也很好 苏元 你乍听此事的时候 不是接受不了他将来经商不治事吗 苏妙摇了摇头 一五一时道 我不是接受不了 我是觉得 咱家父母们接受不了 其实照我自己 我是觉得 能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那就肯定也是个人才 而且 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嫁给世家勋贵 是不是真有那么好 嫁给一伤骨 是不是真有那么不好 都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 苏元 什么 我想 如果嫁给京城那帮世家子弟 那咱们的后半生 就只能锁在了深归后院里 可若是萧二 你看他行走江湖 快以恩仇的 且带着商队走南闯北 去过那么多地方 见过那么多不同的风景 你难道不觉得 这样的生活才是不枉此生吗 苏元听着苏妙的话 不得不承认 苏妙说的最后那点 很吸引人 他和苏妙其实 都是不喜欢拘束的性子 加上家中长辈疼爱 除了宫宴等一些必要场合 其他时候完全不拘着他们 以至月发痒的他们肆意骄纵 逢年过节 甚至平时来了性子 都会出城游玩 或者踏青赏花 因为是位出嫁的女孩 那些官眷夫人 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管不着 但是要是嫁到那些人家做儿媳妇了 没有婆婆能接受一个成日出门闲逛的儿媳妇 就算婆婆开明慈善 世家的规矩也不会允许 听上去确实不错 可那和我们又没有关系 苏妙一脸八卦 那肖二掌的一点也不差 举手投足 既有大户人家子弟的优雅气度 又有江湖侠客的风流潇洒 席间可是迷倒了不少小姑娘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 苏妍只觉得又荒唐又无奈 这才第一面 你想我怎么着 戏文里不都喜欢唱一件钟情的戏码吗 苏妍什么一件钟情 无非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 才有的一件钟情 你见过两个蒙面 看不到对方脸的一件钟情吗 苏妙爱美之心人皆有知 那俊男美女自然是有优势 这也是人之常情 那你实话实说 你觉得肖二长得怎么样 苏妍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评价道 见眉心目 仪表不凡 谈笑的体 风度翩翩 苏妙笑 这不就得了 苏妍 那肖二要是个其貌不扬的 你会愿意多看他一眼 能一鼓作气 说出这一大串夸人的词 可见你也是个喜欢看人样貌的 苏妍 我不否认 要不然前世 也不会被那家伙掉得上不来下不去的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六章 你家殿下什么时候练过 弗莱客栈 刘景已经吩咐手底下的人 开始收拾行囊了 但他心里还有个疑惑没解开 溜到隔壁刘耀的房间 却吃了个闭门羹 刘景心里有些犯嘀咕 自从苏老夫人受厌一事后 刘耀好像就有点不太对劲 虽然他这弟弟平时没事的时候 也冷着一张脸 看不出情绪 可现在 那可不是简单的冷脸了 那浑身散发的气息 说是圣人都是好听了 再说的准确点 有点抱念很利 带着隐隐的杀气 又要自幼沉醉武学 小小年纪一身的本事 对这个弟弟 刘景一向没有哥哥的半分威严 但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忍不住关心关心弟弟 虽然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偷摸摸地叫来掌明 掌明看着一副做怎样的武殿下 和他们殿下夜叹侯府时的样子是出奇的一致 还真不愧是亲兄弟 吐槽归吐槽 长明恭敬道 不知武殿下召唤长明 有何吩咐 刘景搭着长明的间 小声地问 我问你 你们家殿下最近是怎么了 长明 我们殿下 没怎么呀 人不是好好的在您隔壁呢 刘景手中的折扇 没忍住敲了一下这榆木脑子 真够笨的 你就没发现 你们殿下最近哪不对劲 长明认认真真的反复回想了一遍 实称道 没有啊 刘景点播地提示道 你就没发现 你们殿下最近老是骂你 光我碰到的就五六次了 说到这个 长明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憨憨地笑了笑 殿下骂我是正常事 我都习惯了 没觉得哪不对劲 刘景 行吧 你们主仆俩都是狠人 委婉的不行 那就只能直说了 我问你 苏老夫人寿宴那天 你们家殿下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长明瞪大了眼睛 插一道 武殿下 您怎么知道的 我能掐会算啊 刘景气得干颤 咬牙切齿道 废话少说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明面露为难 这 怎么 你们殿下不让说 那倒没有 那就说 可这确实不好说 刘景 你这跟我绕口令呢 有什么不好说的 因为有点 刘景不耐 有点什么 怪难为情的 难为情 刘景抓住这三个字 脑海里一瞬间 闪过很多的 可能很多的想法 难不成你们家殿下 那日被非礼了 长明差点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可嗨嗨 武 嗨嗨 武殿下慎言啊 刘景 不是啊 那怎么回事啊 我说长明 我这个做哥哥的关心弟弟 你能不能赶紧给我 老老实实的交代 长明四下看了眼 也觉得这是需要找个 能出主意的人 不满武殿下 我们殿下可能是 嗯 失恋了 刘景刚要坐下 屁股沾了还不到一半椅子 一听这话 身下一滑 狠狠地来了个大量呛 好在长明及时扶住了 否则堂堂的武皇孙 可能就真的要摔个四脚朝天了 不过刘景 这回没功夫顾及形象的事 他满脑子回想着刚才长明的那句失恋了 失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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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刘景揉着差点闪到的腰 不是 你们殿下什么时候练过 长明 呃 这么说好像也不对 准确的来说 其实算不上失恋 刘景快被绕晕了 你能直说吗 别带我游花园了 就是 哎 我跟你实话说了吧 您肯定也知道我们殿下为什么走这一趟吧 刘景 知道啊 不就为了苏家五姑娘吗 人家前脚还没到江南 他后脚就跟上来了 为的是什么 这不司马昭之心吗 说的就是 可是五姑娘似乎不知道殿下的心意 而且 那天在苏府花园 还看到五姑娘和一年轻男子相谈甚欢 刘景彻底惊呆了 若不是长明是刘耀的心腹 又说的这般言之早早有鼻子有眼 他真就要怀疑 这是不是谁度转出来污蔑他那冤家弟弟 你 你是说 六弟他吃醋 额不对 他是单相思 而且还莫名其妙地吃上醋了 长明 目前看来 是这么回事 空气忽然安静了下来 刘景摸着下巴在房间里来回转悠 一言不发 长明不解 五殿下 您这是 不可思议啊 六弟已经用情至深至此了吗 长明 这个属下不敢妄加猜测 但殿下确实是为着苏五姑娘来的江南 刘景气急 来了江南他倒是付出点行动啊 除了苏老夫人寿宴 其他的 我可没看他有什么表示 我们殿下的性子 您还不清楚 能来这趟江南都是实属不易 哪里还能做出什么别的事 刘景越想越觉得憋屈 最后直接夺门而出 一脚踹开了隔壁的房门 直到看到了来自自己亲弟弟 充满杀气的眼神 刘景才恍然意识到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有点害怕是怎么回事 刘耀 有事说事 没事走人 刘景强忍着没有漏窃 当然有事 而且是大事 刘耀显然对这哥哥没什么信任度 并不相信 他口中真的能有什么大事 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大事 刘景不怀好意的笑 六弟 你这几天不太对劲啊 刘耀语气 脸色都不是很好 出去 哎呀 别硬撑了 有个人帮你分析 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郁闷好吧 刘耀一个眼神都没给 分析什么 我不需要 刘景给自己斟了杯茶 行了 少年莫爱很正常 单相思也不丢人 刘耀慢慢地坐直了身子 眼睛微眯 一字一句地道 谁单相思了 刘景索性破罐子破摔 也不怕他了 我说六弟 我是你哥 你跟我这成什么墙啊 刘耀继续嘴硬 我没有 再装 那你这两天脾气这么暴躁 是因为什么 还不肯回京城 又是因为什么 刘耀不说话 但是脸色却已经松动了 没有一开始那么死撑着不开口的感觉 刘景了解他 适时地给了他一个台阶 你呀 就是太端着了 你说你这个年纪 喜欢一个娇俏貌美的小姑娘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干什么藏着掖着 油药柔着眉心 难得的没在嘴硬反驳什么 说重点 刘景 六弟 你一开始的方向就不对你知道吗 你喜欢一个人 你得先让他知道啊 就像你和五姑娘 你有和人家说过一句 你心悦他吗 你说你都能追到江南了 可到江南这么久 你找过人家一次吗 苏老夫人受宴那次 多好的机会你都没抓住 还有咱们平心而论 五姑娘各方面都很好 是不是 既然如此 那就肯定会有其他的爱慕者 而且可能是络绎不绝 京城那边有个路怀 江南这边早就又冒出来一个 你要是不多上点心 弟弟 你真没啥胜算啊 刘耀文言不满地横了他一眼 但是忽然又觉得 好像哪里不对 你怎么知道 江南这边又冒出来一个 你听谁说的 刘景 你管我听谁说的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吧 尤耀不说话了 刘景 你呀 就是被惯坏了 打小那些小姑娘见着你 都是眼貌红星 前扑后继的 所以你就觉得 天底下的姑娘 都该是那样的是不是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你的胜算 目前真的就只存在于 黄祖父赐婚 把人给你生抢过来 否则 哼 还真难说 你昨天和我说你近期 不打算回京城了 你留下来 是有什么打算 尤耀声音很低 目前没有 就是等 一起回去 刘景气得直哆嗦 你这是不解风情家 余目脑袋 就你这样 你还想等人家一块回去 人家知道你是谁吗 刘耀 被他吵得脑人疼 你别叫唤行不行 刘景彻底无语了 我不管了 你继续按照你的想法来吧 说着 就挥着折扇 洋洋洒洒洒地离开了 还留下一句 到时候媳妇跑了 可别找我哭就行 苏林市的寿宴结束 苏恒和苏晨也需要回京了 毕竟两人都还肩负要职 多在江南待一日 那些公文就多拖一日 兄弟俩都不是愿意因私费功的性子 所以苏林市寿宴结束的第二天 两人就正式向所有人宣布了回京的行程 当天晚上 一家人最后一起吃了个团圆饭 苏恒 母亲 按说我和二弟都多陪陪您的 可是这 苏林市 行了行了 别说这些 你们忙你们的 我这边什么事都没有 苏晨不死心地想再劝劝 母亲 要不您就和我们回京城吧 京城哪里就比江南拆了 苏林市没好气 你们俩明天赶紧走 省得留在这就想劝我回去 我就在这地方养老 过两天舒心日子 苏晨心里一箩筐话 被堵了回去 只得作罢 苏林市借机又说道 还有件事 我和你们兄弟俩商量一下 苏恒 母亲 您说 你们回去 这次让阿元留在我这吧 这消息一出 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庆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母亲 您 要把元姐留下来 苏林市看着身旁的苏元 笑着点了点头 妖姐要是愿意的话 也可以留下来 你们俩不是成天嚷着 不能在我跟前进笑很自责吗 正好 让你们闺女留下来陪陪我 饭桌上忽然安静了下来 看这两兄弟都不说话 苏林市不满道 怎么 是不愿意 还是怕妙姐和元姐跟着我受委屈 见母亲不高兴 苏恒和苏晨忙陪笑 苏恒 母亲说哪的话 您是两个丫头的亲祖母 他们跟着您 怎么可能会受委屈 就是 元姐在家被我惯坏了 是娇纵又任性 我怕她在这惹您生气 苏晨也道 是啊 母亲更不用说我家妙姐这个皮猴子了 两个丫头自己一人的时候都闹腾的不行 要是两个都留下来 那还不闹翻天了 苏林市呼的一拍桌子 立声道 行了 你们兄弟俩说的好听 其实还不是不愿意 好啊 平时一口一个孝顺说的好听 现在我想让两个孙女留下来陪我说说话 你们都不愿意 说着 苏林市的语气忽然变得七晚哀怨 果然啊 这人疼人 都是从上往下的 谁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拿父母 可就那么回事吧 苏怀见状不对 忙打圆场道 大伯母说 哪的话 两个哥哥的孝心天地可见 成日有什么好的天南海北也要送过来 哪里就不孝顺了 苏怀之母苏周氏也道 是啊 老姐姐 你有什么事和阿恒阿诚好好说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事 人家兄弟俩也没说不愿意啊 苏怀是脸色微微有些好转 那你们兄弟俩给我个准话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苏恒面上善善 要不 您先问问两个孩子 这个简单 苏怀是看着苏怀和苏妙 妙妙 阿元 你们俩愿不愿意留下来 陪祖母住一阵子 苏怀点头 我愿意陪在祖母身边尽孝 苏妙也道 我也愿意 只要祖母不嫌我烦 你们留下来 祖母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嫌弃呢 苏怀是笑得得意 溺了苏恒 苏陈兄弟俩一眼 怎么样 还有什么好说 苏恒还是一脸为难 可是母亲 妙姐和媛姐都差不多快到吉吉之灵了 很多事都改 苏怀是 哪就那么着急了 少在那给我找借口 你就说 这是你同意不同意 至此 苏怀氏的脸色已经相当不好看了 语气也没了什么耐心 庆宁和安阳盲劝 庆宁 既然这样 那就依了母亲便是了 安阳 是啊 养的孩子能代替父亲 在祖母身前尽孝 本就是无可指摘的事 母亲息怒 刚才大哥和相公的意思 也不是不愿意 只是怕两个孩子扰了您的清静 都这个情况了 苏恒和苏陈 哪里还敢有二话 一切都听母亲的便是 就让妙姐和媛姐留下来陪着您 妙妙 阿元 你们俩留下来一定要听话懂事 好好在你祖母面前学学规矩 别跟在京城一样四处疯完 别热祖母生气 知道吗 苏妙和苏元都乖巧答应着 苏林氏又不愿意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又没说要拘着两个孩子 他们在京城什么样 在这就可以什么样 怎么疯完都行 咱们家姑娘现在这个年岁 那就得该玩玩该穿穿 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难不成等成亲以后再玩 隔背经果然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苏恒苏晨被老母亲劈头盖脸的 这么来了一顿 是彻底老老实实的 不敢再吱声了 等到所有人都散去 苏妙和苏元回到房间 四下无人的时候 才终于是放肆地笑出了声 苏妙 这出戏演得也太逼真了 我跟你说 我都是后知后觉才明白过来的 苏元笑得都喘不过气 言言咳嗽了好几声 我也是 我一开始还真以为爹爹和二叔变了挂不详 我们俩留在江南了 但是后来听着听着 又想想祖母之前说过的话 才将将地明白过来 这是祖母母子三人精心演的一出戏 苏妙 没错 不过果然这将还是老的辣 看上去母亲和大伯母也被绕进去了 苏元嘖嘖两声 感叹道 按说咱们两个的娘个哥都是一等一的精明 可是在两个爹面前还是不够看的呀 不过估计看到最后母亲和二婶也能明白过来 就是不知瞒着自己夫人来了这么一出 父亲和二叔那边要怎么交代 苏妙忍君不禁 没事 两个爹剧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习惯就好 两个女儿一语成衬 当晚两个爹 那确实是在自家夫人面前陪了好久的不是 庆宁 你和母亲来这么一出 为什么要瞒着我 这不为了看上去更逼真吗 你想 连你都被吓到了 那还有谁瞒不住 庆宁 所以你是真放心阿元留在江南 苏恒将人搂在怀里 温生安抚道 今晚你也看到了 阿元自己是愿意耳朵 也就是说 在东宫和江南之间 咱们女儿已经做出了选择 庆宁半信半疑 我觉得未必 又皇孙这次来江南你不会真相信 是来体察民情的吧 说起这个 苏恒就很不爽 当然不信 席间那眼睛都快长到我女儿身上了 当老子眼瞎呢 所以阿六皇孙上了心 如果他穷追不舍 你觉得咱女儿招架得住吗 苏恒文言倒是笑了 拍了拍庆宁的肩 夫人 你多虑了 六皇孙的脾气秉性 是断断做不出穷追不舍这种事的 但愿如此 庆宁一心想着女儿的事 丝毫没注意 某个不安分的手 已经悄悄地脱下了她的外衫 等她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已经是为时已晚 你个老不正经的 女儿的事还没想明白呢 你又 嗯 庆宁的话音未落 就被堵上了红唇 紧接着被拦腰抱起 即便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眼下她还羞涩的神情 还宛若二八年华的少女 你不管女儿了 这不管完了吗 接下来是咱们自己的时间 别耽误了 庆宁其他没说完的话 都被她一一地堵了回去 然后接下来的事 她就控制不住了 紧被翻红浪 交警笑鸳鸯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七章 我的两个姐姐 就是比画里的仙女还美 临走前 庆宁和安阳 各拉着女儿千叮咛万嘱咐 这两个小霸王 在家是什么德性 没人比他们的母亲更清楚 庆宁 母亲 您可千万别太骄纵这两丫头 否则这性子在痒痒 是真没人敢要了 苏林氏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女儿是家中教课 便是怎么教宠 也是不过分的 等她出嫁 你便是想宠 也没那个机会了 安阳也道 既如此 这两个丫头就麻烦母亲了 你们俩在祖母身边 仔细学着规矩体统 并外 平时若是出门 记得戴上围帽 还有用饭的时候不许挑食 妙妙不能只吃肉 阿元也不能不吃肉 知道吗 苏妙满脸黑线 这么对比着一说 好像她多能吃似的 不过 瞧瞧苏原的腰 再看看自己的 好像还真比妹妹胖不少 不行 她得控制一下了 安阳看苏妙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气得宁了她一下 母亲说话 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啊 苏妙捂着胳膊 痛呼出声 母亲 大伯母 我和妹妹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们就放心的回去吧 得到了保证 静宁和安阳 这才依依不舍的上了马车 苏妙和苏原 其实心里也不舍得 他们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 也从来没离开过京城 但为了以后 现在也是没办法 而且 好在他们在江南 也不是孤身一人 小叔家的一家子 还有祖母都在 也算是能稍稍宽慰几分 陪在祖母身边的日子 小姐妹俩过得安心又舒心 苏怀之母苏州市 出自渔航的巨父之家 一副直率爽朗的性子 与苏林市周里俩在江南 这些年岛是形影不离 二人几乎每日都要在一起说说话 苏州市喜欢女孩 家中的两个孙女苏禅和苏璇 都是养在她的膝下 对京城来的苏妙和苏原 也是越看越喜欢 苏州市也是个人精 知道苏林市 把两个娇滴滴的小孙女留下来 肯定不单单是因为一个成欢膝下 肯定还有其他的盘算 不过她也不会问 在亲密无间的家人 心里也会有不能说的秘密 若是一味的强行逼问 反而会失了和气 而苏妙和苏原留下来 最开心的莫过于苏禅和苏璇了 两个小丫头 成日被其他的伙伴们炫耀 家里有姐姐 而他们没有 现在好了 轮到他们炫耀了 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又好看 性格又好的姐姐 两个小丫头 现在走路都带疯了 张嘴闭嘴 都是我姐姐 我姐姐 一来二去 苏妙和苏原在江南的闺秀圈子里 就出了名 谁都知道 江南苏家有两位精诚来的 天仙一样的漂亮姐姐 接下来 苏妙和苏原开始收到 闺秀们聚会的请帖 两人都不是怯场的性子 只要当天没什么其他的事 都会给个面子 一来二去 江南其他的世家贵女 和大家闺秀们 也都见到了苏禅和苏璇口中的 两个姐姐 没见到真人之前 他们总觉得 苏禅和苏璇在吹牛 所说的 肯定有夸大其词的成分 心里也暗暗的不服 京城来的又怎么样 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的 还能比他们高出多少 还有什么苏禅说的美若天仙 他们也是这个圈子里的 大户人家的女孩 精心打扮之下 互相恭维之间 谁都能夸一句 貌美如花 胜似天仙 所以 第一次邀请苏妙和苏原的时候 他们完全是出于一种试探和好奇 就是想看看 这两位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这些人所有的不服 不屑和轻视都消失在他们见到人的那一眼 第一次相约的时候 是在江南巡抚肖家 由肖家大姑娘肖淑然做东 组的品名闪花菊 江南地界由巡抚管辖 说一不二 所以 肖淑然在江南的贵女中 可以说是头号人物 对苏妙和苏原的出现 危机感最重的 也正是她 所以那天 肖淑然可以说是盛装出席 全套的红宝石头面首饰 都搬出来来了 可见是打心底里想压苏妙和苏原一头 其他的贵女们也看得门清 而且也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理 反正闹大了 有肖淑然兜着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想来那苏家两人也不会计较什么 香绳李坤之女李若云道 苏然今日打扮得可真是漂亮 这红宝头面 璀璨夺目 趁得你肤色白皙 肖淑然娇精劲十足地扶了福布摇上的刘苏 怎么还不见苏家两位姑娘来啊 不正是卫量之女 卫香掐着嗓子 若有肆无地笑道 就是 让我们这么多人等她们 架子可真不小 说话间 已有下人禀报 苏家姑娘来了 现场所有人顿时收敛了笑容 寻声望了过去 何须盎然的春风下 慢慢地出现了两个年轻女孩的身影 两人手里还一人牵一个小女孩 那是苏禅和苏玄 一开始隔得远 众人看不清面容 只依稀看到两个轮廓 步履沉稳端庄 行动处若浇花罩水 步步生连 只远远地这么瞧着 便已感受得到两位侯府千金的气度 走近时 终是看清了两人的面容 左边的那位身量略高些 双眸似水 眉目如画 身着一件粉红玫瑰色的被子 下罩烟纱散花裙 腰间用软烟螺的绸带寄了个蝴蝶结 一头锦断式的长发 用一只红玉簪子挽着 本就无可挑剔的玉容 画着精致的梅花装 更显妩媚雍容 旁边的另一个女孩 身量低一些 身着一件浅蓝色 绣着兰花的被子 散花水雾裸裙 显得清雅秀致 皮肤白皙柔腻 宛若尚好的杨枝白玉 面似芙蓉梅若柳 那双标志的桃花眼 似笑非笑 勾人心弦 三千青丝挽着云并 除了一只通体温润通透的白玉簪 头上只戴着几朵珠花点缀 手腕上隐约还看出 戴着一只乳白色的玉琢 贴着那一身七双赛雪的肌里 谁让人觉不出 是玉琢衬了人 还是人衬了玉琢 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一群人 忽然就安静地不出声了 至此 他们才明白 苏蝉苏璇并没有夸大 反而是将两个姐姐形容得还不够美 或许是小孩子 年幼言与表达能力有限 但也可能是这样的花容月貌 再多的诗词语句也说不出一二 东道主萧舒然的脸色很不好看 苏蝉和苏璇一人拉着一个姐姐的手 走到宴会席这边 看到这些人眼里的惊艳之色 苏蝉不无骄傲地 对着和她交好的小伙伴说道 看吧 我可没有骗人 我的两个姐姐 就是比画里的仙女还漂亮呢 苏妙和苏媛相视而笑 苏妙拍了拍苏蝉的小脑袋 你这走了一路夸了一路 还没夸够呢 再夸我和你无姐姐 可要不好意思了 苏媛横了她一眼 就她还不好意思 明明得意高兴着呢 旁边的李若云事实开口 哟 这就是苏家那两位精诚来的姑娘吧 苏妙淡淡地笑了笑 正是 不知道阁下是 苏蝉仰着小脸对苏妙说道 四姐姐 这是李香绅的女儿若云姐姐 苏妙 原来是李姑娘 失敬失敬 卫香看着旁边被忽视了个彻底的萧舒然 有些不平地说道 东道主在这呢 两位还是先来见过萧姑娘吧 见过 谁见过谁 苏媛选择忽视掉这个字眼 微微冲着萧舒然的方向汗手 萧姑娘 萧舒然脸色僵硬 不自然地扯着嘴角笑着回应 二位 请入席吧 等到入座后 萧舒然的脸色还是没有好到哪里去 她的容貌家世 都是在江南城里数一数二的 今日她这般精心打扮 为的就是 不让苏家那两人压过她 可是看着眼前那两张浅诗粉袋 便漂亮的让人一不开眼的脸蛋 萧舒然心里极度的不行 两位姑娘在京城带得好好的 怎么会被留在江南 莫不是犯了什么错 被留在老家反省 其他人都多少听说过 京城世家的规矩中有一条就是 家中的女眷若是犯了什么错的话 会被遣回祖籍老家 现在看到苏妙和苏媛 便猜测 这两人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 苏妙自然看得出这个叫萧舒然的来者不善 便也不怎么客气 萧姑娘懂得还真不少啊 京城的事都知道 不过恐怕要让萧姑娘失望了 我和妹妹来江南是为祖母祝寿 留下来 是想在祖母西夏成欢尽孝 并无其他的关系 萧舒然 是吗 不过两位看上去也都将近吉吉之灵了吧 这在江南待个一年半载的 不会把大事给耽误了吧 苏媛不明白这萧舒然的针对为何而来 但是有人欺负到跟前 她也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主 萧姑娘 你我都是带字归中的女孩 贸贸然说这种事 传出去不免让人非议 说这种事的女儿家是不是太不知羞了 萧舒然脸色一红 你 见萧舒然落了下风 卫香忙道 舒然不过是好心一问 苏姑娘也太过咄咄逼人了些 苏媛一脸无辜 卫姑娘 你可太冤枉我了 萧姑娘说那种话题 哪个正经女儿家能听到 我不过提醒一句 你何至于说我咄咄逼人 卫香 我 萧舒然 好了 不过区区小事 不值得为此伤了和气 几人说话间 前方忽然出现了两个年轻公子的身影 萧舒然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抹娇羞的神色 苏媛挑眉 这是心上人来了 苏媛转头 也看了过去 前方的两个人影 有一个还是她见过的熟人 萧玉 另一个 她不认识 不过看得出也是个大户人家的子弟 容貌气度与萧玉不相上下 苏媛还没来得及看第二眼 只觉身前忽然一阵风吹过 定睛一看 原来是萧舒然快不跑了上前 得 看来萧玉旁边那位 便是这萧姑娘的心上人了 只是 习上其他姑娘的神色 也忽然变得含羞待怯起来 苏妙和苏媛看得分明 那眼神 有的是看着萧玉 有的是看着萧玉旁边的男子 看来不单单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偏偏君子 淑女也好求 萧舒然亲亲热热地跑到萧玉跟前 撒娇地唤了一声 二哥 然后对着旁边的那人 又娇羞地叫了声 承安哥哥 萧玉看着自家妹妹这打扮 皱了皱眉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把这套铜面翻出来带了 今儿个又不是什么重要日子 萧舒然善善地笑了笑 就 想着好久没带了 省得落灰了 萧玉看了眼前面 在看到那抹蓝色的身影时 呼得眼前一亮 苏姑娘 这一声可是瞬间 把这两位苏姑娘都变成了全场焦点 苏元大放地回了个微笑 萧公子 萧玉走到苏元面前 又惊又喜道 我听说两位侯爷有以回京 你这是 没有一起回去 苏元 是 祖母再三挽留 便想在祖母身边多静静笑 注意到旁边的苏妙 萧玉 这位是 这是我二叔家的四姐姐 萧玉恭敬行了一礼 四姑娘有礼 苏妙 萧公子不必客气 萧淑然拉着谢成安的手臂 成安哥哥 你什么时候有空闲 带我去骑马好不好 谢成安脸色不变 不动声色地将手臂从萧淑然手里抽出 男女瘦瘦不轻 要注意分寸 背心上人这么直白地下脸 萧淑然脸色一时青红交加 苏妙忽然有些同情萧淑然了 不过 是她的错觉怎么着 她怎么觉得萧淑然旁边这男的 老是看自己 可等她看过去的时候 那人又是一副面无表情 一脸正直的清冷模样 是她多心了吗 苏妙没看明白 可是苏妙却看得一清二楚 这家伙刚才就是在偷看她姐 而且是看了好几眼 不过也难怪 她姐今天这么好看 是个正常男人 就难保不会多看两眼 苏妙忽然咳了一声 看了眼后面的那个男人 这位是 萧淑回神 哦 这是江南谢家的公子谢承安 这两位是苏家的四姑娘和五姑娘 谢承安正了一瞬 微微汗手 谢某见过两位姑娘 苏妙和苏妙还了个礼 没有说什么 这几天 他们从祖母那里 也了解了一些江南这边的情况 谢家 也是江南当地的富商 因祖上有从龙之宫得以响玉峰成为皇商 主营江南的丝绸产业 即江宁之造 也是个人物啊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八章 让我抱一会就一会 当天的小聚会 因为萧玉和谢承安的出现 而早早结束 不是不办了 而是其他人都没有心思了 早就随着两个俊美公子一起飞了 不过最后散了的时候 有人问苏元 你和萧家二公子是什么关系 他怎么会认识你 苏元 有过一面之缘 不是很熟 女子语气酸溜溜的 不熟他 怎么会主动上前和你说话 苏元无奈贪手 我也不知道 女子盯着苏元那张漂亮的 让人一不开眼的小脸 气得牙根痒痒 凭什么呀 你不就是长得好看了点吗 苏元摸了摸鼻尖 嗯 谢谢你的夸奖 女子气得干颤 我没有再夸你 那我问你 你喜欢萧玉哥哥吗 苏元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你 你在说什么 我和他就见过一次 你问我这种问题 那女子丝毫不觉自己的问题有什么问题 那又如何 我也是只见过 我也是只见过萧玉哥哥一次就立志非他不嫁的 苏元 行吧 你厉害 你是性情中人 才这般坦率 但我和你 不太一样 女子不解 哪里不一样 就是 我不会见人第一面就喜欢上谁 这太不谨慎了 女子小脸上浮现一丝疑惑 不谨慎 苏元也想拯救一下这个只看脸的单纯少女 对啊 你想想 你才见她一面就要嫁 人家肯定会觉得你不矜持 而且第一面你除了一张脸还能看出什么 女子理所当然的回答 还有身材啊 苏元 还有呢 女子很是诧异的反问 这还不够吗 苏元 毁灭吧 弗莱克站 长明将打探来的消息一一禀报 又要听完 将手中的一个信封递出 去 想办法 交给她 长明 是 心理欣慰无比 他们殿下总算是要有所行动了 苏元从萧府回来 出了一身汗 一回去就吩咐人被水沐浴 等全身洗香香后 换了套心理衣 懒洋洋地躺在床上 素心和明心跪坐在床榻边 替她轻轻捶着腿 苏元睡意越来越浓 呼得手一动 碰到了个什么东西 她顺着那个感觉摸索了一番 入手的触感 像是个信封 苏元的睡意瞬间散了不少 将信封拿到手里 睁开眼睛细看了一番 信封上龙飞凤舞的写着三个大字 寄与苏 别人不认识 可苏元认识 这是刘耀的字 而且这个字迹 并不属于现在的皇孙殿下 而是属于数十年后的昭王 拆开信封 拿出里面的信件 苏元深吸了一口气 给自己做了一下心理准备 才慢慢地将其展开 展信家 明日午时 飘香酒楼 无尽后清智 刘耀 苏元的一口 直接耿在了心头 咽不下去 也吐不出来 若不是素心明心还在旁边 若不是骨子里 大家闺秀的教养不允许 若不是他现在不在自己跟前 他一定跳起来 抱打他的狗头 亏他看之前还有些小害羞 亏他还做了一番心理准备 结果他就给他 写了这么几个字 这男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 吸字如今啊 不过 气过冷静下来之后 苏元心里又有些忐忑 现在他几乎可以断定 有药也是重生来的了 否则他没理由传信给自己 还约自己出去 这绝绝对对不是这个年纪正常的 刘耀能干出来的事 苏元心里忽然想到了什么 如果刘耀也是重生的 那他重生的契机是什么 他能重生 是因为上一世的他去世了 一眨眼才回到了现在 可刘耀呢 他又没病没在没去世 怎么也回来了 难不成 他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 还是 他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不测 苏元一时想到了很多种可能 但又被他一一否定 算了 他晃晃脑袋 不想这么多了 明天去了 应该就能知道了 但是 只要一想到 刘耀也是重生的 苏元只觉得 哪哪都别扭 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一个人回来就好了 干什么还让他再来这一遭 前世都是王爷了 一睁眼又回到了 还是皇孙的时候 苏元想想 还挺替刘耀教区的 次日 苏元起了个大早 素心和明心端着洗漱的水进来时 他已然坐在了梳妆台前 眼神清明 显然是已经醒了好一会了 素心看了看外面 确定太阳还是正常的东边升起 姑娘 您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早 苏元拖着腮 打亮着镜子里的自己 漫不经心地道 醒得早 就再睡不着了 索性就起了 这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 明心想起 昨日他们姑娘偷偷收起来的那个信封 道 姑娘今日要出门吗 嗯 说到这个 苏元还真有些心虚 男未婚女未嫁 这么约着去相会 好像有什么一样 素心和明心也没有多问 安静地开始替她梳洗打扮 今日给我化个桃花妆吧 还有 把那只赤金红宝石的簪子拿来 我今天带那个衣裳的话 祖母前日送得那几件里有件水红色的被子 我就穿那件 素心文言笑着打趣 女为月己者容 姑娘这是要去见谁啊 苏元当然不可能承认 耿着脖子变白道 什么月己者容 本姑娘打扮给自己看不行啊 打扮得漂漂亮亮 自己看着多高兴 做什么一定要是给别人看呢 当然 只是顺便便便宜了一下某个人罢了 苏元心里暗暗想着 素心和明心对视一眼 默契的选择不再多说 反正一会出门后 就能知道他们家姑娘到底是要干什么 一切准备好了 一切准备好了后 苏元和往常一样戴上帷帽 踏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 行出一段后 素心掀开马车的窗帘 往外瞧了几眼 姑娘 您这是要去飘香酒楼 苏元 嗯 您心看着苏元 姑娘 您 您没事吧 苏元抬头 没事啊 为什么这么问 磕 你快把手卷给揪破了 苏元 飘香酒楼的雅间外 长风和常明在那后着了 常明还是难耐心中的好奇 哎 你跟我说说 咱们殿下这到底是请了谁啊 我可从没见过 殿下对哪个人这么重视过 长风神秘一笑 等人到了 你不就知道了 长明气得咬牙 你故意的吧 能不能别掉我胃口 长风刚想说什么 便看到了前方出现的那抹身影 意味深长地勾了勾嘴角 这不来了吗 长明顺着她的眼神慢慢看过去 这一看 惊得她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苏 苏 苏 刚来到雅间外的苏元 她有这么可怕 看到她 还能下得接吧 长风美好气地跺了她一脚 转头恭敬地对苏元行了一礼 公声道 姑娘 我们主子已恭候多时了 只是 主子有吩咐 姑娘只能一个人进去 素心铭心闻言看向苏元 苏元给了两人一个安抚的眼神 放心 不会出什么事的 素心伸出手指 暗暗地指了指雅间 姑娘 您今日约的是六皇孙殿下 苏元瞥了这傻丫头一眼 一正言辞道 是她约的我 长明 长风 素心 明心 刘耀的两个侍卫和素心明心 都退到了一边 面对着雅间的那扇门 苏元呼得紧张起来 甚至有些喘不过气 谁能理解她现在的心情 她这是要去 见前世的冤家丈夫 天哪 她是怎样的天选之子 才能有这番离奇的际语 手伸伸缩缩的好几遍 苏元就是没有推开的勇气 她甚至还想过 要不直接走了算了 她其实也没什么想和她说的 那些从前世积攒的不满和委屈 肯定不能说 重生是不假 可两人的身份没变 他们还是天界子和臣子女 身份有别 她不敢放肆 就在苏元天人交战的时候 雅间的门忽然开了 是从里面打开的 她听着开门的声音 下意识地抬起头 门的另一侧 那道机场挺拔的身影 和她记忆里的一般无二 你要在门外站到什么时候 苏元不可思议地看向她 她一时目光沉沉地打亮着她 无需多言 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他们心里的猜测 得到最后的证实 彼此身上的眼神 气度 都属于前世的昭王和昭王妃 答案确定了 苏元的心却一下平静了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人 半嗓没有说话 又要看着出神的她 微微蹙了蹙眉 便伸手抓住她的手臂 将人拉进了房间 苏元被她这么一拉 猝不及防一个亮呛 还未等她惊呼出声 一股冷山气息将她席卷 随即她整个人 便被扯进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怀抱 苏元先示意正 反应过来 便想往后撤出 却被她又一个力道紧紧地估在怀里 苏元吓得看向 还没关上的雅尖门 急得小手捶她 你 你放开我 砰的一声 房间的门不知怎么的 就自己关上了 但是房门关上了又怎么样 苏元还是不想被她抱 依旧用力地挣扎 你放开我 别动 她从身后拥着她 下巴枕着她的肩头 双臂紧紧地搂着她的腰 让我抱一会 就一会 她声音很轻 带着股浅浅勾人的味道 苏元从没见过这样的她 一时有些心软 同时心里也是百转千回 思绪万千 前世十三年的夫妻 他们这样温情相拥的时刻 屈指可数 她性子清冷 其实不只是对她 就连对亲哥哥 太子刘章 亲爹永家帝 也没见她开过几次笑脸 苏元见她笑的时候 更是少得可怜 印象里 大概只有迅哥和宁姐 第一次开口叫爹爹的时候 她笑得最真挚 那笑容是从心底散发 是骗不了人的喜悦 其他的 她都不记得了 刚成亲那几年 她并不怎么在意她的冷脸 只觉得她冷 那她热一些便是了 夫妻间互补 也是个不错的事 那时候不管她再冷 她都能笑着 每日笑着送她上朝工干 再笑着迎她下职回府 这样的事 苏元做了好多年 但是也说不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也开始变得冷了 大概是中日对着那样的冰块 被传染了 那时候 苏妙来看她 都会说她说话 做事越来越像流药 就连不说话时 都带着古不怒自威的气势 还有 轴里打趣她 说试试夫妻感情好 才能有这样的夫妻像 夫妻像 呵 什么夫妻像 不过是在日复一日的 死水婚姻中 死了心罢了 她起初是想雾化这个冰山 但是她没做到 反而把自己的心也给冰着了 苏元觉得自己有些奇怪 没见到她之前 心里还紧张忐忑 甚至带有一丝小鹿乱撞 可真的看到她后 回忆起来的 全是前世的心酸和委屈 越想越来气 苏元下意识又挣扎了一下 谁知那人还是死死的 搂着不撒手 她忍无可忍 往她手臂上掐了一下 松手 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 就算她是皇孙 她也不要处处受陷于她 刘耀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行为欠妥 便缓缓地将人松开 只是神色颇有些不舍 苏元 叫我来做什么 她面色冷淡 声音平静 刘耀只觉一阵恍惚 这真的是前世的妻子吗 有些事 想必你也有些察觉 便想和你说清楚 她声音有些沙哑 像是感染了风寒 习惯使然 苏元下意识面带担忧地看向她 但又意识到什么 迅速地垂了眼 她的反应 刘耀看在眼里 嘴角浮现了一丝很明显的笑意 坐下说 苏元在她对面坐下 也难怪她不许吓人静 接下来的话题 若是让第三个人听到 怕不是会觉得 他们俩是疯子 要请江湖到市 给他们区区斜了 又要给两人个斟了杯茶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苏元端起茶杯轻微地抿了口 世家贵女的礼仪规矩 刻在骨子里 她做任何事 都优雅地仿佛是女途中走出来的人 又要一时有些疑不开眼 重阳节那会 前脚刚咽起 后脚睁开眼 就发现回来了 连阴曹地府都没去过 苏元神色悠悠地看着对面的人 你呢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而且我回来是因为前世的我去世了 你这又是因为什么 刘耀 我也是在前世去世后才回来的 苏元疏忽睁大了眼 不可思议道 什么 你去世 你好端端的怎么会 刘耀 不是 我们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苏元没明白 什么意思 前世 我是在你离开的二十年后离世的 苏元彻底惊呆了 那 那你今生是哪天回来的 过年初期那天 那也就比我晚了几个月 可前世怎么会差那么多年 我也不清楚 刘耀也想不明白 这个时空的节点是怎么算的 他们前世的离世 时间差了二十年 可今生众生回来的时间 也就差了几个月 太奇怪 也太让人捉摸不透了 比起刘耀 苏元现在更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 她 她居然是从她去世后的二十年后来的 苏元忽然想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迅哥和宁姐呢 他们怎么样 刘耀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父皇给迅哥和宁姐赐婚的亲事 是他们自己求来的 都是和他们心仪的人 两人成亲后过得很适合美 苏元文言常常地输了口气 那就好 她最怕的就是 两个没了娘的孩子会过得不好 现在想想 是她过于起人忧天了 哪怕没有 她这个母亲护着 她的孩子 依旧是皇家的世子和郡主 是这儿八经的主子 不是一般人能欺负的 见她久久不说话 有要心里有些不平 问过了孩子 怎么也该问问她了吧 怎么不问问 她过得怎么样 比起孩子 她才是对她的离开 一辈子也没有放下的那个人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十九章 她总是很忙 忙到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她 苏元对刘耀的心思全然不知 她只知道 迅哥和宁姐过得好 那她心间的一块大石头就放下了 至于今生 她想过不再嫁给刘耀 可那样的话 她的迅哥和宁姐也就不会出生在这世上了 她什么都能舍得 什么都能撇下 但是前世身上掉下的两块肉 她做不到轻易放弃 可是 想要迅哥和宁姐 就必须再嫁给刘耀 苏元一时间难以抉择 可嗨嗨 对面的人忽然重重地咳嗽了两声 苏元给了个眼神过去 就看到对方目光灼灼地盯着她 她有些不自在 更不习惯 你老这么盯着 我做什么 刘耀这个时候 倒是舍得笑了 只是脸色有点白 太久没看到了 多看看 太久 她这才想到 她们是不一样的 她前世一宴起 就回到了现在 算上前世她外出公干的时间 没见她 也就一年不到的时间 而她 如果按照她的说法 她比她多活了二十年 再加上她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在外查案 零零散散加起来 她这是有二十多年没见过她了 最后一次见 还是她去登周前 她为她收拾行囊的时候吧 再后来 应该是她回京后 见到的 已经厌弃的她 冰冷的尸体 夫妻阴阳相隔 按说是天下至悲至痛的事 可苏元前世和刘耀 就不是正常的夫妻 所以丝毫不敢自作多情 哪怕现在 她也不敢问一句 那二十年你过得如何 反正她觉得肯定是差不了的 没了妻子 她还是最得宠的亲王 还是永家帝最心爱的儿子 太子刘章最疼爱的弟弟 她若是愿意 会有多的是比她好的女子 愿意做她的续贤 不是苏元心狠 对前世的她不关心 而是她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牵挂的 她牵挂逊歌和宁姐 是怕她续贤再娶的 不是什么良善角色 欺负了她的孩子 可她又不会受欺负 别说一个王府了 普天之下又有谁敢给她气瘦 有什么可看的 前世十几年 您难道还不记得我长什么样吗 苏元故作轻松地说道 刘耀嘴角那点轻微的弧度文言 也慢慢地被捋直 她望着她 眼神里是她看不懂的情绪 我和你不一样 苏元嘴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 但不达眼底 前世夫妻相对 仍是两两无言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苏元说着 她听 现在 她不想说了 她也听不到了 刘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只是觉得心口有点闷 还有点揪着痛 苏元也觉得 气氛压抑的让人难受 并不想久留 将手里的茶杯放下 她连了脸衣秀起身 若是没有其他的事 那我先回去了 前世是前世 今生是今生 不可混为一谈 您也别太放在心上 不可混为一谈 不要放在心上 她的一言一行 似乎都在和她刻意划清界限 刘耀中是控制不住 一把上前又把人拽进了怀里 两人身体相依 苏元才察觉到她的不对劲 她伸手贴在她的额前 被那滚烫的温度 啄得下意识缩了回去 你发烧了 她推了推她 但没敢用力 油药纸紧紧地揽着她的肩膀 头埋在她的脖肩 滚烫的气息 喷洒在苏元脖肩 白皙细腻的肌肤上 激起层层站立 她说话一下子都不利索了 一抹红韵 从脸颊爬到了耳根后面 让掌明给你找大夫 烧成这样 你还逞强 你是不是真当自己是铁做的 这些穴道太久违了 油药顺时抱得更紧了 苏元却被她弄得也难受 这回江南的气候本就开始热了 眼前这男人本来就跟个火炉似的 更不用说 现在还发着烧 只是她抱得实在太紧 苏元挣脱不得 下意识的习惯又出来了 她开口变换 长明 长明文声推门而入 却被眼前这一幕惊着了 娘 呀 她家殿下 要不要这么豁得出去 这是主动投怀送报了 苏元自然不知道长明的心思 你家殿下发烧了 快去找大夫 长明脑子里的那点八卦念头 瞬间全部消散 发烧 她感染了风寒 你们这些近身伺候的 都没发现吗 苏元语气凛冽 威严的气势 俨然是前市掌管 王府中会的王妃娘娘 长明当下被虎得一愣 这五姑娘看着温温柔柔的 厉害起来 也是够吓人的 殿下她早起是有些不适 但因为今天约了姑娘 便喝了服药 就过来了 殿下还一直说自己没事 苏元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快去找大夫 去济世堂请 那的大夫是江南最好的 长明 是 属下这就去 长明出了门 飞身上马而去 心里不忘感叹 这五姑娘 可真有他们未来女主人的发 雅间没有床 只有一个软踏 苏元戳了下抱着自己的某人 去那边踏上躺着 长明去请大夫了 这人没动静 苏元刚要怀疑她是不是烧得昏过去了 就听了她一阵低沉的笑声 她 真少傻了 怎么这个时候还能笑出来 果然 很多事 是已经印在骨子里的 歪在她身上的男人忽然出声 吓了苏元一跳 但又没太明白她的话 什么意思 你只是长明的时候 还是前世的那个你 苏元没心思搭理她 只恨恨地推了推她 我快被你压死了 你要是站得住就自己起来 站不住就去那边躺着 我这小身板 撑不住你这么靠 有药也不知哪学来 蹭了蹭她粉嫩娇艳的脸蛋 有些虚弱地说道 你扶我过去 苏元被她蹭得 脸上飞上了朵红云 不过不是羞的 是气的 这人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了 这么几步路的距离 还要她服 她真怀疑 这刘耀众生的时候 是不是被人掉包换了活 否则前世的刘耀 是绝对不会在她面前示弱的 但没办法 她总不能一脚 给她踹开 以下饭上的罪名先不说 她也踹不动啊 将刘耀扶着躺下 苏元才注意到 旁边的盆架上有盆冷水 但是 架子上的毛巾 虽然是新的 布料也不错 却绝对入不了皇孙的眼 苏元从袖中掏出自己的手帕 浸了水在凝干 然后替她慢慢地擦拭着 一边做这些 苏元心里一边骂自己没出息 刘耀躺在软榻上 就这么看着她 眼神越发地柔和起来 心里却有些看不懂 一边说什么不放在心上 一边又这么仔细小心地照顾她 她说话做事 怎么这么矛盾 想到前世 刘耀眼底又闪过一丝沉痛 对 对不起 苏元正在给刘耀擦额上 因发烧冒出的汗迹 被这没有透的一声对不起搞昏了头 您是在和我说 男人可能是两世第一次说这三个字 面色有些不自在 抢眼尴尬地咳了两声 不然 这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吗 说的也是 苏元也意识到 自己问了一个多蠢的问题 她善善地笑了笑 可 您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刘耀握住她的手 轻柔地抹撒着 前世 很多事都是我以为 其实 你并不高兴 苏元正住了 她也不在意她有没有回应 继续说道 从有身孕到生孩子 那么漫长又艰难的过程 我却两次都没有陪着你 苏元听着她说 才发现 她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乎的那些事 如今在被她提起 还是满满的心酸和委屈 女人第一次生孩子 哪有不怕的 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哪有不忐忑不安的 这个时候 当然需要丈夫的陪伴和呵护 可她没有 两次都没有 她似乎很信任她 觉得她一个人能处理好王府所有的事 能照顾好自己 能教育好的两个孩子 能处理好轴礼间的关系 能打点好官卷夫人的往来 所以她总是很忙 忙到 将家里的一切都丢给她 一想到这些 苏元就难受地想掉眼泪 她刚要把自己的手 从她手里抽回来 却被她先一步地钻得更紧 你心里对我是有怨的 是不是 苏元也再不掩饰 红着眼眶瞪了她一眼 我不应该吗 应该 自然是应该 她伸手是去她眼角的泪 动作笨拙又轻柔 这样的温情两世都是屈指可数 苏元却顿时更委屈了 她一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握紧拳头就朝她身上招呼了去 一边打一边眼角 含泪的控诉 你混蛋 生明姐的时候我难产 差点死了 我有多害怕你知道吗 迅哥差点在那次就没有娘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主动问一句 天天你忙你忙 就你在外面忙 府里的事我就不忙吗 费力不讨好 我为了谁呀都是 还把自己累了一身病 要不是有两个孩子 我早就不想和你过了 呜呜 我才不要再嫁给你 有要任由她打 反正她那点力道 对她来说就和脑痒痒似的 她控诉她的那些话 她也照样全收 直到她说出那句不要再嫁给她 她呼得目光一沉 想起了苏府花园看到的那幕 忽然出声呛了她一句 那你想嫁给谁 苏元情绪正来劲呢 正想下一句骂什么呢 忽然被她莫名其妙地问了句这个 整个人都猛了 她拿着那条浸湿的手帕 给自己擦了擦眼泪 谁知那人却不依不饶 又问了遍 那你想嫁给谁 苏元方才控诉的话 全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说完自己都不怎么记得了 眼下听她这么问 心里是真没明白 什么嫁给谁 什么意思 刘耀 你不说你不想嫁给我 不想和我过了吗 苏元了然 但丝毫不觉得自己这话有什么不对 不行吗 有机会重新活一次 谁规定我一定要再嫁给你 两世嫁同一个人 那多亏得慌啊 再说 我又不是没有别人了 苏元看着男人越来越阴沉难看的脸色 只觉得一个字 爽 两个字 痛快 三个字 太爽了 但是没等她暗爽多久 她忽然 被她一个用力拽着 倒在了她身上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她忽然一个翻身 将她整个人压在了身下 天旋地转 就那么一瞬间的事 苏元反应过来 心间都在打颤 她望着上头面色不善的男人 吓得说话都有些结巴 你 你要干什么 油耀掐了掐她脸颊上的粉肉 语气带着一丝危险 长本事了 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苏元挣扎着推她 你先让我起来 别压着我 油耀自然不可能放开她 苏元就暗戳戳地 想用力把她推开 但是 她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江南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她今日外面 穿着一件水红色的青纱窄袖被子 里面是件素色的吊带和三件裙 这回她奋力挣扎之下 衣带渐松 加上居高临下的缘故 她身上多处的春色风景 都落入了刘耀眼中 偏偏当事人还丝毫不觉 油耀觉得嗓子有点干 别乱动 苏元毫不客气地顶回去 那你放开我我就不动了 在洞衣上就遮不住了 她忽而有些气急败坏地嚷道 苏元被她这一声 唬得果真是一动不动 垂眼看了下自己身上 双手立刻捂在了胸前 有些恼羞成怒道 你怎么不早说 油耀现在是真没心思和她说这些 因为发着烧 她身上本来就热 现在这样 她更热了 而且 她也没打算忍着什么 苏元正嘀咕 这家伙怎么不说话了 莫不是被她弄生气了 正吐槽这家伙 怎么这么小气 头上忽然一道黑影附了下来 红唇被吻伤的那一瞬 苏元整个人都是猛的 她动作很轻很温柔 宝唇慢慢地吻过她的额头 眉眼 鼻子 力道轻得像只羽毛挠在脸上 轻微的 痒痒的 却勾人一动 苏元被她这难得的温柔迷住了 当下一动也不动 直到她唇上和手下的力道都忽然加重 不再仅是轻轻妈撒 而是狂风暴雨般的肆意掠夺 尽情享用 她对她 根本就不是今生的六皇孙和苏家女 而是前世 结发夫妻的王爷和王妃 所以 油耀不管是嘴上还是手上 动作是一点没客气 她肆意地品尝着属于她的每一寸甜美 意识也越发迷糊了 苏元确实清醒了 急得一面挣扎 一面躲闪着她的亲吻 你别 别闹 大夫快来了 你 你快起来 她狠狠地损了一下她脖肩的那块软嫩 我不要大夫 我要你 苏元被她这不要脸的言论惊到了 你 我可警告你 咱们俩现在还没关系 你不能这样对我 油耀 你想要什么关系 我马上给你造出来 苏元 她快吓哭了 我什么都不要 你这流氓快放开我 刘耀对着那方红唇狠狠地啄了两下 才终是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她 说来也是巧 苏元刚整理好衣服 长明就领着大夫进来了 虽然苏元全力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但女孩放红的眼眶 有些红肿的嘴角 以及微微有些凌乱的软塌 长明虽然相信 她家殿下不会再成亲前就胡来 但是显然 该占的便宜 她家殿下也是一个没放过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二十章 这看脸的毛病 家传的 大夫探过脉 诊断是寒气入体 感染了风寒 开了药方 嘱咐按时间要服用便好 掌明送大夫出门 顺便把药方交给门外的长风 让她去药铺抓药 苏元觉得自己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起身边要走 有药也从软榻上做了起来 你要回去了 苏元点头 我出来时间不短了 也该回去了 晚了祖母那边不好交代 先别急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 苏元看着她 什么事 黄祖父想把你四姐 许佩吉未亡世子的事 你知道吗 他文言心里咯噔一下 这家伙不会是猜到 他和苏姐来江南 是想躲赐婚的吧 苏元啊了声 故作平静地反问道 这不是前世就有的事吗 当然知道 但是前世他们夫妻间 不太和谐的事 你想必也是知道的 有药理这衣领 淡淡地说道 苏元没明白 她说这个的意图 所以 你想说什么 你四姐如今 是不是不太想嫁 苏元正愣了下 不置可否 有药也不想管什么闲事 可这苏妙和她那么要好 既然他们都回来了 那今生的很多事 能补救的 肯定就要尽量去补救 其实 我那堂哥 对你姐姐 是有情意在的 说起这个 苏元前世的记忆 忽然就活了 有些话就不吐不快了 有情意 有情意 还那么多妾是侧妃 你们男人还真是博爱 一个人能应付得了那么多女人 也不嫌烦 有药微微醋眉 你别殃及迟余 我前世可就只有你一人 苏元语气很冲 声对道 那也没看你对我有多好 有药 惹不起惹不起 说 说正事 说你四姐呢 别跑题啊 哦 苏元 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想做什么 其实我堂哥 前世成亲前 是见过你四姐的 而且演员颇好 苏元一个字都不相信 哦 有药无奈 你这是什么反应 那你希望我什么反应 感恩戴德 痛哭流涕的千恩万谢吗 再说 我四姐姐先自欲貌 举世无双 便是月里嫦娥和落水之神 也不遑多让 哪个男人看到了不喜欢 远的不说 前几天还 意识到接下来的话不太合适 苏元果断闭上了嘴 有药挑眉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前几天什么 说啊 怎么不说了 你说呗 这件事不是你调起来的吗 我的意思是 既然你和我都回来了 那就尽量 将前世的很多遗憾 尽己所能地避免掉 苏元文言脸上写满了错愕 你 你真的是有药吗 怎么重生回来 完全不一样了 你怎么愿意管这种闲事了 那是你四姐和我堂哥 并不算是什么闲事 她纠正道 苏元 那前世 我托你从中调和调和 你不还说让我少管别人的事 刘耀忽然感觉一阵一阵的头疼 她是怎么做到将前世的那些是能记得那么清楚 这以后不会一件件的跟她翻旧账吧 前世那时候他们都成亲了 那是人家夫妻的私事 现在不是还没有吗 苏元继续冷漠脸 哦 刘耀 所以你怎么想 苏元不说话了 她也说不上来 苏妙是说过她不想嫁给刘小 一方面是觉得皇家规矩多 另一方面也是接受不了皇家子弟的三妻四妾 但具体哪一种原因更多一些 苏元还真不知道 而且 刘小对她四姐 有心的话 为什么自己从来不说 这种事还要托人转告的吗 魏王世子 是什么时候见过我四姐 平常公宴的时候 你们姐妹不都会去吗 苏元觉得难以置信 那她怎么从来没说过 说过 刘耀不过只是在我们几个兄弟面前说过 对你们说有什么用 应该和我四姐说啊 她大概 刘耀沉思了一下 是害羞吧 苏元 两人的话题被端耀进来的长鸣打断 苏元也趁机告辞 毕竟如果真的要管苏妙和刘小的事 起码要把两人的想法了解一下 苏元回到苏府的时候 守门的小四告诉她 四姑娘找了她好久 苏元下了马车 便直接奔苏妙的房间而去 彼时苏妙正 躺在美人榻上 一边吃着樱桃 一边看画本 好不惬意 苏元进来就看到这幅美人庸懒图 不由的打去道 你可真是会享受啊 苏妙嘴里刚塞了颗樱桃 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你这一天去哪了 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你出门了 但就是 不知道你往哪去了 苏元略显心虚的把玩着头发 就 随便出去逛逛 苏妙显然不信 眯了眯眼睛 那怎么不叫我啊 我 而且自己出去 需要打扮的这么漂亮吗 苏元嘴硬 我平时出门也这样好不好 还化了桃花妆 苏阿元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苏元最后挣扎 真没有 嗯 才来江南多久 你能有什么熟人不成 苏元 哪有什么熟人 真的就我自己四处看看而已 苏妙下最后通牒 你说不说 不说我告诉祖母去 苏元投降 就 我之前在东宫 差点被他的狗咬到的那个人 苏妙择了声 你直接说六皇孙不就行了吗 干什么 这么拐弯抹角的 他还在江南 不是说五皇孙已经回去了吗 苏妙忽然长长的傲了一声 他不会是为你特地留下来的吧 苏元皱眉 你想多了 那不然他一个天皇贵皱的皇孙 放着好好的京城不带 来江南干什么 还有之前祖母过寿臣的时候 他的出现你不觉得也很蹊跷吗 苏元哎呀好了好了 服了你了 苏妙挑眉 承认了 他应该是那个意思吧 苏妙一下来精神了 什么意思 喜欢你的意思 苏元晃晃悠悠的 慢吞吞的点了下头 苏妙 真的呀 那你今天是和六皇孙见面去了 干什么了 他正是向你表明心意了吗 苏元想着刘耀说的那些话 神情有些复杂 算 算是吧 苏妙简直比当事人还激动 那 那你怎么说的 没想到这六皇孙看着清清冷冷的 这种事上居然这么耐不住性子 苏元 哪跟哪呀这是 我说错了吗 你看他才见了你几次啊 就这么直接的跟来江南了 不过 少年慕爱 这也正常 那你怎么说 你答应他了吗 苏元 应该 不算是答应了吧 啊 苏妙惊了 你拒绝了 苏元 也不算是拒绝 就是 我什么都没说 苏妙咽了下口水 难以置信的说道 你什么都没说 他就放你回来了 不 不然呢 苏妙一时哑口无言 这个六皇孙不太行啊 连个准信都没有 就把人放回来了 还是太嫩了 苏元想起流药的那个打算 犹豫着开口 那个 姐 他还说了件关于你的事 苏妙诧异道 我 我怎么了 苏元 他说了你和卫王世子的事 苏元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妙疏忽伸手打断 打住 我和卫王世子没关系 苏元 是 你们俩现在是没关系 可问题是 苏妙心里忽然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是什么 你说啊 别吞吞吐吐的掉我胃口 他说 卫王世子好像挺喜欢你的 苏妙当即一个樱桃 差点卡在喉间被噎死 可嗨嗨 你 你说什么 苏元淡淡一笑 就是那样 你没听错 苏妙只觉得 那一瞬间天雷震震 怎么可能 我都不认识他 从来也没说过话 没有打过照面 苏元耸了耸肩膀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据说 卫王世子对你颇为惦记 其他几位皇子皇孙都知道这事 苏妙 所以 陛下想 给我和他赐婚的原因 不会是他主动说的吧 凭什么 那是他愿意 我又没说我愿意 不对 六皇孙和你说这个干什么 他还要管我的事不成 苏元给了苏妙一个自行体会的眼神 苏妙有些抓狂 我 我 我之前可没听说六皇孙是个这么热心肠的人 别说你 我认识他两辈子也不知道 苏元默默赴匪 抱怨归抱怨 气过之后 苏妙还是有些好奇地问道 那你们家六皇孙打算怎么管我的事 苏元乍毛 什么叫我们家 我是我 他是他 一个姓苏 一个姓刘 一点关系都没有 苏妙 他不是都向你表明心意了吗 那又怎么样 行吧 哎呀 不是说我的事吗 你怎么又跑题了 哦对 说你的事 就是他想让你和魏王世子能有个机会坦诚聊聊 接触一下 苏妙一脸黑线 就这 也是希望你给个机会 让魏王世子把心里话说出来 苏妙觉得简直荒唐 不是 他们归为皇子龙孙的 要跟我说个话 我敢不听吗 这不是威逼利诱吗 苏元见他误会了 便解释道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 应该就是想你和魏王世子能试着接触一下 看看有没有可能真心喜欢上对方 苏妙脸色不太好看 我 能拒绝吗 苏元 你不愿意 废话 有这样的吗 他喜欢我他自己怎么不说 这种事还要让堂弟转告 那魏王世子自己是没嘴怎么着 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凭什么答应他 别说他是什么世子 就是天皇老子姑奶奶也不稀罕 苏元虽然也觉得 刘晓确实有必要自己亲自把话说清楚 但眼下他有另一个问题要弄明白 那你 对刘晓这个人是怎么看的 就算你以前没怎么注意过 但肯定也是见过这个人的吧 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苏妙神情忽然变得有些扭捏 眼神飘忽的 不知道在看什么 苏元健壮猜到个两三分 你不会也是 苏妙立正清白 当然不是 我就是觉得他 长得还不错 苏元 他们很不愧是姐俩 这看脸的毛病是家传的 除了那张脸 其他方面呢 苏妙一脸无辜 其他方面我怎么知道 我都没和他说过几句话 不过刘晓在皇室子弟中风平貌似是还不错 苏元 嗯 他和皇太孙交好 而且魏王又是太子的胞弟 所以说 魏王这一脉的荣华是有保证的 苏妙脸色有些不自然 过 过日子也不全看什么荣华富贵吧 苏元凉凉的扫了他一眼 那让你嫁给一个穷困人家 一辈子粗麻不一吃康厌菜的 你愿意吗 苏妙果断不说话了 所以 我们这样人家的女孩 千万不能低价 运气好点的 嫁给人穷之不穷的 运气差点 遇到个软饭硬吃的 后半辈子可就彻底没指望了 苏妙觉得稀罕了 你前段时间不是还说 只要嫁个两情相悦的 日子清普点也认了吗 苏元疏忽瞪大了眼 我还说过这种话 苏妙 苏元一副懊恼至极的样子 拉着苏妙的手 姐 以后 我要是再说这样的话 你一定要立刻把我给骂醒 动手打我两下也行 总而言之 千万不能让我动了这种可怕的念头 苏妙呵呵两声 懒得再理这个翻脸 比翻书还快的女人 说到最后 苏妙也没给个准话 苏元也懒得问 又过了两天 刘药那边派了长风来问口信 问他和苏妙聊得怎么样 苏元觉得和长明几句话说不清楚 便在纸上写了下来 折好放在信封里 让长明带回去给他主子 长明有点委屈 他觉得自己 没有笨到几句话都传不清楚啊 苏元看出 这傻孩子的脸色 安慰道 不是你的问题 我主要是怕把你们殿下听不懂 长明眼神一亮 恢复了神采 原来苏姑娘不是嫌他笨 是觉得他家殿下不聪明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21章 他希望身边的人也不要有遗憾 有要看到苏元回的信 什么话也没说 转手塞进信封 让人快马加鞭 送到京城魏王世子手里 他能帮的也就这些了 剩下的还是要看当事人的 上一世刘小和苏妙两人的婚姻破裂 大概率是从父皇给刘小赐了侧妃开始的 其实父皇也没有恶意 前往那侧妃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 父皇亲自赐婚 更是能体现对魏王一脉的看重 面对黄伯父的盛情 刘小自然不能也不敢拒绝 否则就是抗旨不遵 是杀头的大罪 可问题是 刘小又从一开始 又没处理好妻妾之间的关系 准确地说 这是皇室子弟的通病 刘要钱是不明白 但今生已然能看懂些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那这大魏最尊贵的 肯定莫过于刘姓宗氏子弟 在刘小乃至一众刘氏宗族子弟眼里 妻和妾 他们其实都分得清 妻子哪怕不喜也要敬重 夫妻一体 娶妻娶嫌 而妾 说白了 不过是个取乐的玩意儿 除了侧妃特殊一些 不可清代 其他的妾氏通房 在他们眼中都是过眼云烟的露水情缘罢了 就像前世的刘小 对黄伯父赐下来的两个貌美侧妃 他其实是想要的 于公于私都想要 即便他猜到 这可能会让郑妻心里念酸不适 可他会觉得 妻子已然是正事 想敌妻之尊 便是两个侧妃再如何 也越不过郑妃 以此来安慰自己 也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 上一世的刘小 有多喜欢苏妙 尤妖本来是不知道的 这是堂兄的家事 他素来不喜欢多管闲事 可是 前世苏元去世十二年后的那个秋天 苏妙机遇成疾 与世长辞 他去魏王府调宴的时候 看着抱着牌位 摊坐在灵鹫前 一副人不仁鬼不鬼样子的刘小 便知他更多的是情深而不自知 也许一直以来 他也是喜欢苏妙的 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非苏妙不可 而且苏妙性子轻傲 从来不会屈膝服软于他 长辞以往 刘小未免也失了耐心 夫妻间彻底生了举语 这样同样倔强的两个人 会向两只刺猬 只要想靠近 便会刺伤对方 也许有天彼此身上的刺膜没了 两人可以摒弃前嫌 再度把手言欢 可惜 苏妙没能等到那一天 而刘小的余生 便和他一样 活在无尽的思念和悔恨中 也许这也是他决定搭把手的原因吧 失去妻子的痛 他们兄弟前世都经历过 今生既然他能重来 便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不要有遗憾 魏王府 刘小一早听说下人说 刘要给自己传了封信 心里是惊奇的不得了 这段时间 太子家的小祖宗远赴江南的事 传遍了京城的贵族圈 世家子弟和闺秀 都对此事津津乐道 但是也好奇 堂堂皇孙 到底是去江南做什么的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东宫里 还有已经回去的刘景这个大嘴巴 没几天的功夫 刘景就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让一圈人都知道了 原来六皇孙去江南 是追寻自己喜欢的苏家五姑娘 听说那苏家五姑娘 被苏老夫人留在身边陪伴 六皇孙才一直逗留江南不回的 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 是满京城乱飞 刘小自问和刘耀关系其实很不错 但是也没想到 这家伙会在这时候给自己写信 怀着好奇加受宠若惊的心情 刘小正式地打开准备展阅 可信封里头的那张纸刚展开 刘小就觉得不对劲 这不是刘耀的字迹 新堂帝的字 他还是认得的 但眼前这张纸上的字 是标准的脏花小凯 秀气雅致 一看便是出自女子之手 怎么 刘耀手残了 只能请个女子来给自己代笔 但是等仔细看了眼其中的内容 刘小顿时 想把刘耀捉回来抽死他 这 这怎么是苏武姑娘写给刘耀的信 这就算了 为什么心中还提到了他 心仪一个姑娘和兄弟 说是没用的 得让人姑娘自己知道啊 魏王世子平时看着挺正经坦率的人 怎么在这种不该害羞的时候害羞 你该劝劝魏世子 虽然他身份尊贵 但放下身段追求喜欢的姑娘 也不丢人 谁没个少年摩爱的时候呢 要是真喜欢就动作力锁点 我姐姐可不是没人要 这才在江南不久 就前前后后一堆富家子弟 跟在后面献殷勤 具体说的话 当然要含蓄一些 但刘小看来 整封信差不多就是意思 看完以后 刘小发现 信封里居然还有一张 这次打开 是刘耀的字迹了 整张宣纸上 就洋洋洒洒的几个字 有心提点 切勿朽目不可凋液 刘小 所以 要是他没猜错的话 刘耀是把他喜欢苏妙的 告诉了苏妙的妹妹 而且 这苏妙的妹妹 话里话外 还对自己颇有成见的样子 刘小看完 是觉得又气又想笑 这刘耀什么时候变了性子 居然会和别人多说这样的事 看来 这家伙对这个苏家五姑娘 真是认真的 不过 刘小也看得出来 刘耀其实是在侧面 给自己创造机会 可是这需要他创造机会吗 不出意外的话 黄祖父那边赐婚的意思 都板上钉钉了 用他在这画蛇添足 思及此 刘小修书一封 回复了刘耀 简而言之 意思就是 黄祖父那边自有主张 江南的那些看到美人就献殷勤的 购不成什么威胁 顺便他快些回京城 黄祖父和伯父那边都惦记着 信封是皇家豢养的信歌传的 刘耀看到刘小的回复 有些好奇 这家伙的自信是哪来的 他为什么会觉得 苏妙会乖乖地嫁给他 黄祖父那边别的还好说 但若是苏恒和苏臣有心必让 黄祖父是绝对不会为他们脅迫两个忠心卫国的能臣 还有就是 苏恒和苏臣的理由 刘耀都猜得出 定是苏家已然位及人臣 实在惶恐 再有两个女儿与皇家结亲 树打招风 而臣子是大和皇家外妻 是每一位帝王都忌讳的 苏恒苏臣这么说 在黄祖父眼里便是识趣 两个有能力又识趣的忠臣 县文帝自然不会生气 所以现在婚事是否能成的关键 就在苏家身上 更具体的说 是在苏家两个姑娘身上 苏恒和苏臣腾女儿都是出了名的 尤耀自然也是知道 为了女儿 这两位侯爷什么做不出来 如此种种 再加上苏源那天的态度 尤耀对自己和苏源的婚事 这一事能否照旧 已经不是那般成竹在胸 就是不知道刘晓这家伙 哪来的自信 简直枉费他一番心意 算了 不管了 他若是说多了 还惹人生疑 该提醒的 自己也提醒过了 其他的成语不成 端看刘晓和苏妙这一世的缘分了 经成御书房 上座的县文帝闭着眼睛 手里拨弄着一串佛珠 御前大太监曹公公进来通传道 启禀陛下 平阳侯和宁远侯到了 宣 曹公公 是 苏恒和苏臣街 身穿官服 前后而入 陈苏恒苏臣参见陛下 免了 谢陛下 苏恒 不知陛下传唤 所谓何事 县文帝很是和气的摆摆手 是一二人不必拘礼 朕就是找你们说说话 不没什么大事 苏恒和苏臣了然 简单地说了几句 有的没的 县文帝直入主题 朕听说你们家四丫头和五丫头 被老夫人留在江南了 苏恒文言苦笑了声 公声说道 是 家母喜江南秀色风景 便想移居于此养老 但同时 又想有儿孙承欢西夏 便把两个孩子留在了身边 苏臣也道 不瞒陛下 为着此事 陈和兄长还挨了好一顿骂 可儿孙承欢进校里之自然 既然陈和兄长不能时刻在江南陪伴 两个女儿替父近校 也能聊魏臣和兄长的愧疚之心 县文帝对此也理解 他南巡的时候也去过江南 那边的风景秀丽 景色宜人 气候也好 的确是堪称人间天堂的好地方 他要是个普通光幻人家的老爷子 年纪大了 也想去那样的好地方 营养天年 可惜啊 他是帝王 连出一趟这工程 都非一世 县文帝是一点弯也不绕了 养的孩子在江南带两年 也不算什么 江南气候养人 正适合小姑娘 朕今日叫你们来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亲事 朕想知道 两位爱卿意下如何 苏恒和苏臣对视了眼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苏恒 陛下 陛下抬聚苏家 是臣等的荣幸 能与皇家结亲 更是无上荣光 可臣和弟弟 都已身有侍习爵位 家中内人皆是出自大族 若是 再出两个皇家习 臣等实在惶恐啊 县文帝不以为然 爱卿多虑了 朕和太子 都是信得过苏家的 苏臣 陛下 陛下和太子厚爱 臣和兄长自然知晓 可苏家已然宣贺至极 臣和兄长日日惶恐 如何呕心沥血 回报君恩浩荡 还请陛下三思 切勿打破朝堂平衡 让世家再出动乱 最后两句 可谓是点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除了皇太孙刘彰以外 尤耀和刘晓 是孙子中县文帝最喜欢的 所以 给这两个宝贝孙子 挑未来媳妇 县文帝很自然而然地 带入了普通人家祖父的身份 只看哪家士林姑娘 人品相貌皆好 哪家姑娘端庄真书十大体 至于其他的 朝堂上已经维持了 二十余年的世家平衡 县文帝确实没想过 自己为孙子挑的两桩婚事 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他一心只想着 给他家大孙子 找个好媳妇了 可刚才听苏恒和苏臣 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苏家已经有两个侯爷了 再出两个皇孙席 属实是太惹眼了些 他和太子虽然信得过苏家 可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 未免不会借此滋事 让苏家成为众矢之地 他爱惜人才 不仍也不愿苏家出事 县文帝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又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无解之局呀 朕明白了 朕会再仔细斟酌的 但是 朕听说 太子家的老五和老六 也去了老夫人的寿宴 说起这事 苏恒和苏臣脸色也有些尴尬 却有此事 二位皇孙殿下寻游江南 听闻家母受淡 这才赏脸了一趟 县文帝哼哼地笑了两声 行了 苏恒啊 朕自己的孙子什么德行朕很清楚 连朕这个亲祖父 有时候都叫不动的人 愿意不远万里去趟江南 还去你家 你是真没看出点什么 苏恒不说话了 让他说什么 说陛下我当然看出来 你孙子看上我女儿了 而且在江南的时候 你孙子的眼睛都快长到我女儿身上了 可这想想就不可能 陛下 六皇孙人中龙凤 小女薄柳之姿 实在是不敢高攀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拒绝 县文帝有点不爽 我说苏恒 你是看不上老子的孙子怎么着 苏恒忙道 臣不敢 只是小女性子太过骄纵 而六殿下性子又过于清冷 臣只怕 剩下的话 苏恒没有说出来 但是懂得都懂 县文帝自然也明白 这是觉得他大孙子不会疼人 怕小两口将来过不好 这理由 县文帝挑不出次来 当爹的心疼孩子 天经地义 更何况 他也觉得他那孙子不太会疼人 将心比心 男女双方互换一下 他可能会直接让这臭小子滚 什么玩意儿 娶他家如花似玉的闺女 还一副谁欠他钱的臭德行 想来 若不是有个君臣之分 苏恒说话 只怕会更加不客气 对此 县文帝倒是没有丝毫的生气 苏恒兄弟不屈言覆试 不看到他就怕得陡似筛康 敢作敢当 敢于直言 且都有真才实学 他就喜欢这样的臣子 但是 即便大孙子再臭脸 性子再不好 那也是自己的孙子啊 县文帝还是想替孙子争取一下 老六至今还在江南没回来 苏恒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做长辈的 一概别插手 只看两个孩子自己 有没有缘分 若是两个孩子互相喜欢 那就算是朝堂世家倾斜 朕也认了 若是两个孩子看不上眼 那朕也不勉强 一个帝王能做到这样 已然是诚意十足了 苏恒自然也不会不给这个面子 陛下抬爱小女 纳臣就和陛下一起静观其变 县文帝连声称好的笑了几声 搞定了刘耀 还有一个刘小 县文帝心累的 他自己当初娶媳妇 可都没有费这么大的功夫 为了他那两个宝贝大孙子 他可真是劳心劳力 普天之下上哪找他这么好的祖父啊 苏臣可比苏恒更难搞定 其姓资源比苏恒更为倔强 苏臣啊 你看 老六能和圆丫头且走且看 那你家那闺女和魏王家的 是不是也该有个说法 苏臣 陛下 小女被陈娇宠得不成样子 性子傲 脾气又大 臣只怕委屈了魏王世子 县文帝 哎 女儿是家中娇客 多宠些又何妨 朕也喜欢喜欢宠着女儿和孙女 有了大哥那一遭 苏臣知道自己不退步 那是不可能的 陛下 臣对魏王世子是万万没有意见的 只怕世子看不上小女啊 县文帝文言瞪大了眼睛 他敢 不过转念想了想 魏王家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好说话的拙 县文帝觉得 还是有必要探探那臭小子的口风 否则他要是不愿意 养个孩子成了亲后成了怨偶 那他不成了罪人 最后 苏妙和刘晓的事就暂时先被搁置 县文帝示意二人先回去 出了御书房 苏恒和苏晨走在公道上 苏晨略慢了苏恒半步 苏晨 大哥 你说 咱们都向陛下沉明了 不愿意苏家数大招风 陛下怎么还坚持要给两个孩子说喝 苏恒若有所思 看向远处 那是因为如今的世家已然掀不起什么风浪 陛下忌讳是会忌讳 但是也不会太过高看 加上六皇孙在江南来了那么一处 现在明眼人都觉得六皇孙对阿元一往情深 陛下疼爱六皇孙 无人不知 怎么可能舍得宝贝孙儿心愿达不成呢 说起这事 苏晨也正要问兄长 大哥 那你对六皇孙和阿元的事怎么看 苏恒 坦白说 我是真觉得六皇孙不错 出身尊贵 可在军营里历练的时候 却很能吃苦 也有真才实学 性子虽然清冷了些 但诚然是个正人君子 苏晨好奇 问那你起初为何不愿意阿元嫁他 苏恒无奈 那哪是我不愿意 那是阿元自己不愿意 阿元自己和你大嫂说的 不愿意嫁高门大户 更不愿意嫁皇室子弟 不愿意将来面对丈夫的三妻四妾 苏晨 两个孩子都是一个心性 妙妙和安阳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 大哥你说 即便是不嫁高门大户 那普通富贵人家的公子 也会有姨娘和通房啊 难不成真让两个孩子 嫁一个家徒四壁的穷小子 苏恒声音一沉 胡说八道什么呢 养个侯府千金嫁穷小子 苏家可丢不起这个脸 苏晨也觉得自己说的有些离谱了 善善地笑了笑 那大哥 现在怎么办 咱们 真就什么都不干了 只等着几个孩子自己的缘分 苏恒转头看着这傻弟弟 那不然还能怎么办 你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绝陛下不成 若是孩子们真的有缘分 能良缘永结自然是好的 若是不能 你没听陛下也说了 他就不勉强了 君无戏言 陛下的话你还不信 苏晨 我信是信 可万一将来几个孩子没成 那咱家两个女儿还怎么说亲啊 那些喜欢被地里嚼舌根的 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呢 皇室的人他们自然不敢说什么 而且这种是本来吃亏的也是女子 到时候 指不定地说咱家的两个女儿是皇家不要的 或者说什么养的孩子没本事 想嫁皇孙没嫁成 人烟可畏啊 大哥 苏衡脸色忽得严肃了起来 眼神风锐 而又带有杀气 若有人敢说这话 无论是谁 我拔了他的舌头 苏晨文言 先是一正 然后点了点头 显然是也同意苏衡的话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二十二章 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能恩爱终老 有小事真没想到 那头刘要刚不知道抽的什么疯的 给自己来了疯那样的信 没过几天 他的皇祖父又找他了 他起初还以为皇祖父找他是又有什么差事 要交给他去办 或是要和他唠唠嗑 说说家常 给他十个脑子 他也没想到 他家老爷子是要和他说他的亲事 由小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他的长相应该还没有着急到家里大小都要来催婚的地步吧 皇祖父 您找孙儿 就是为了这事 他的语气很不以为然 似乎还有点嫌弃县文帝的小题大作 县文帝听着 有点理解苏恒和苏晨 为什么是那个态度了 他忽然也觉得自己 孙子不配了 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就为了这事 婚姻大事是小事吗 能事儿戏一样吗 正妻是要和你生同亲死同学的人 那必须要使你自己重义的才好 刘晓当然知道这个 您不是已经给我相看好了人选吗 县文帝挑眉 你说苏晨家的丫头 嗯 刘晓 孙儿相信皇祖父的眼光 您给我挑的孙席 那肯定是最好的 县文帝呵呵两声 少在这拍马屁 你这臭小子可别高兴得太早 苏晨压根就不愿意把闺女嫁给你 刘晓一听瞬间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为什么 县文帝 说是女儿养得刁蛮任性 觉得女儿配不上你 刘晓 真的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女儿吗 哼 瞧你这点出息 苏家两兄弟都不是眼里只有权势的攀龙富凤之徒 那养出来的女儿自然是随父亲的心性 恐怕苏晨家的丫头也是避你如蛇蝎 刘晓很不服 避我如蛇蝎 我哪里不好 你哪里都好 但单凭你是刘家子孙这一点 就足够他退避三社了 刘晓不是很理解 世家贵女哪个不想入宫 每年的选秀 那些人挤破了头都想参加 参加了又拼了命想入选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人明明触手可及 却不屑一顾呢 这 这是宁远侯千金亲口说的吗 县文帝 怎么 你还听人姑娘亲口拒绝你 刘家子孙向来自诩皇子龙孙 家之长得都好 所以 不管性子怎么样 心底都自负得很 刘晓也不例外 您怎么就知道是拒绝 那些话都是宁远侯的想法 他可问过苏姑娘自己的意思了 县文帝眯了眯眼睛 听你这意思 是觉得苏家丫头对你会是有意思的 刘晓挠了挠后脑勺 话没有说得太满 孙儿也没那么说 只是 单凭宁远侯一人的片面之词 如何就能断定苏姑娘不愿意嫁给我呢 县文帝气得恨不得拿桌上的玉玺 往这孙子的脑子上敲 你傻呀你 就依苏尘爱女如命的性子 他女儿要是愿意 他怎么着也会让女儿得偿所愿的 现在这意思啊 明白着 人家父女俩都没看上你 刘晓看着语气里幸灾乐祸意味十足的祖父 没太搞明白 有人嫌弃他 看不上他 对他这个做祖父的来说 是很光彩的事吗 相反 皇家子孙看不上 这是藐视皇家呀 按理说当皇帝的 不是应该雷霆震怒吗 怎么他这祖父就不按套路出牌呢 现文帝多少年的老狐狸了 年轻的孙子什么心思 他如何看不出 朕一早就说过 咱是皇帝 不是强强民女的土匪头子 就是赐婚 咱也希望是双方都喜欢的 不至于将来 夫妻反目成了怨偶 咱可不想造这个孽 再说了 你有什么出类拔萃点的 让人非看上你不可 除了一张脸和一个好祖父 你还有什么呀 刘晓 苏儿有您这个好祖父还不够啊 现文帝切了声 但脸上的笑诣 还是出卖了他 没办法 这话说的就是中厅 行了行了 废话说了这么多 朕问你要个准化 平日公宴什么的 你指定是见过苏晨家 那丫头的 朕问你 你对那丫头是什么心思 若是你有意 那朕可以再考虑考虑 但若是你不喜欢那丫头 那就趁早作罢 朕懒得费这个功夫 由小沉默片刻 忽然跪在了现文帝面前 郑重严肃地回答道 黄祖父 孙儿 喜欢松庙 请黄祖父成全 这下反而轮到现文帝傻眼了 不是吧 他这两个孙子 还真一个 两得全看上了苏家的姑娘 搞了半天 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还乐呵呵地 要给人家赐婚 还怕人家不愿意 结果这两臭小子 一个个的 全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人都说 女大不中流 照现文帝看来 难大 也留不住 那苏妙那丫头 要是真不愿意 你打算怎么办 千万别指望 你老子爷给你抢啊 这话正早和老六也说过 有小眼神一亮 好像发现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 所以 六帝去江南 真是去追平阳侯家的那位 现文帝满脸鄙夷 不然呢 正以前怎么没发现 那小子还是个情重 所以 平阳侯千金 也是没看上六帝 现文帝 这么没面子的事 非得说出来吗 现文帝没好气的 给了孙子个大白眼 有小懂了 心里忽然舒服了许多 看来被嫌弃的不只是她 就连六帝也是 看来这苏家姑娘可有点难搞 从现文帝拿出来 有小就一直在想 有要前几天的来信 现在 现文帝的意思很明显了 人家姑娘要是不愿意 她是铁定不会赐婚的 不招这个嫌 她唯一的指望没了 只能靠自己了 可是 苏妙现在人在江南 她看不见摸不着的 完全有心无力呀 她 总不能也学刘耀追到江南去吧 刘小越想越头疼 她还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嫁给她 虽然不是什么天大的喜事 但她好歹 也是现文帝嫡系的骨肉 也不至于被人妇女俩双双嫌弃吧 生平第一次 刘小感觉受到了打击 自飘香酒楼那次以后 苏妍就没再见过刘耀 什么人啊 不是自称 来江南是为了她吗 那怎么那么好几天都不知道找她 她愿不愿意见她是一回事 她找不找她 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苏大小姐很生气 不过 没等她去多久 她就从苏妙口中听说了刘耀的事 原来这家伙 目前在江南 还真不是清闲无事 是真的在体察江南各处的民情 甚至于在江南巡抚那边 还展示了东宫玉牌 样出了真实身份 堂堂皇孙降临 江南官员没有敢怠慢的 再加上刘耀一贯的冷怜寡言 和刚正很辣的形式作风 江南官员一时较苦不迭 怎么就来了这么一个阎王爷 苏妍听说了这件事 心里的那些怨气和不平 瞬间都烟消云散了 紧接着 府里的下人也不断传着各种消息 城里经常欺负人的几个富家子 都被铲除了 那些家伙在京城都有大官的亲戚 所以在咱们这横行霸道了这么久 这下好了 天下谁能大过东宫的人 真是大快人心啊 听说六皇孙看了暗宗 发现了两桩冤甲错案 那是萧大人手下的支线一手办的 这下萧大人也是惹了一身骚 都说这六皇孙性子冷 做事狠 可他是对那些官员狠 对官员狠可不就是对老百姓好 可不 这六皇孙殿下当真是个正人君子 我可真希望他能常来江南 定时的给咱们这除除恶流 听着这些夸奖刘耀的话 苏元心里一时百感交集 前世也好 今生也罢 刘耀似乎一直都是如此 虽然很绝无情 但是体恤百姓 虽然面冷心冷 但是极恶如仇 他不会说什么为国为民的漂亮话 却一直在付出行动 现在他还只是个皇孙 便已经能做到这般地步 后来 永家帝登基 他成了招王 在公事上就更加勤勉 前世为数不多的他亲自教儿子的时候 他听到他对迅哥说 既受万民公养 便要将百姓甘苦放在心上 永家帝登基之初 便逢江南水患和突厥新兵作乱 他身为太子胞弟 圣上嫡子 自然则无旁贷 不管是领兵出征 还是拨乱赈灾 他总是冲在前面 他是永家帝优秀的儿子 是太子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也是天下爱民如子的招王 这些身份 他都做得很好 近乎完美 但他独独不是个好夫君 苏元知道自己 不该将儿女私情 与国家大事混为一谈 但那么多事他都能做好 那么多的身份 他也是游刃有余 其实没理由做不好一个女子的丈夫 归根究底 是他不愿意罢了 不愿意在他身上花心思 不愿意为了儿女私情 牵绊自己的脚步 一想到这些 苏元心里就委屈又难过 他自问没有那么拆 为什么他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 一连几天 苏元都是无精打采 心事重重的 他这幅样子自然被苏林氏和苏妙看在眼里 苏林氏自然也是早就听说六皇孙一直逗留江南的消息 六皇孙出现在自己的寿宴 就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 现在又久居江南 各中深意 不得而知 苏林氏想及此便不免忧心忡忡 小孙女这样 是对六皇孙有益还是无益呢 只怕不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毕竟谁都不会因为无关紧要的人而心不在焉 自己想不明白 苏林氏只得问苏妙 你妹妹最近是怎么了 你知道吗 苏妙不假思索 还能怎么 因为六皇孙呗 苏林氏 六皇孙 她来找你妹妹了 可不是 那天还约着妹妹一起出去了呢 苏林氏文言脸色突变 历声赤道 胡闹 你怎么没早和我说 苏妙被唬得一愣 我 我 苏林氏吩咐身边的陈妈妈 去 把五姑娘给我叫来 陈妈妈 是 苏原被叫到老太太跟前时还一头雾水 祖母 您找我 苏林氏脸色很不好 我听说 你前几日出去是赴六皇孙的约 苏原文言 瞬间心中警铃大阵 下意识看向苏妙 苏妙哭丧着张脸 做了个封闭嘴巴的动作 苏原便知 就是这家伙说漏了嘴 既如此 他也不能不认了 是 苏林氏文言又气又急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祖母把你留下来 就是为了想让你摆脱那门亲事 你父亲不是说你 也是不愿意的吗 怎么 如今心意变了 愿意跟着六皇孙了 苏原低垂了眼瞼 祖母 我苏林氏叹了生气 与众心长地说道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跟祖母说个实话 若是你 当真对六皇孙动了心 愿意嫁给他 祖母也不愿意做棒打鸳鸯的事 苏原只一味地摇头 眼泪随之潸然而下 我不知道 祖母 我真的不知道 孙女一哭 苏林氏心里的气瞬间消了 满是恋爱的将气不成声的孩子摟到了怀里 不哭 阿原不哭 你喜欢谁都好 祖母都是支持你的 祖母不求别的 只希望你们两个一生平安喜乐 其他的祖母都可以不在乎 苏妙慢慢地走了上前 缓缓地伸出手 也抱住了祖母和妹妹 苏林氏反手 将苏妙也抱在了身前 成亲 对女子来说是一次心生 后半生的安乐与否 全在于未来夫君的为人 祖母自然是希望你们俩都能遇到良人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们 不管嫁给谁 都不能指望对方一辈子 人心隔肚皮 真心是最难保证的东西 苏妙脸上还挂着泪痕 被祖母的这句话震慑到了 祖母 苏林氏夺步走到窗边 摘下了一朵窗边盆栽里的月季 你们母亲和父亲情色和谐 这对儿女来说是好的榜样 是好事 可是在另一些方面难免就会忽略掉 那就是 不是全天下的夫妻都能恩爱终老的 也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是一体的 在确定对方的心意前 千万不要貌貌然的将自己的一颗真心 毫无保留的交出去 若是对方是个可堪托付的 倒还好 若是对方是个没担当又没品行的 那你们这辈子就搭进去了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对方品行和操守都不错 那也要留待考验 往后余生几十年 日子长着呢 节奏且看比什么都强 用不着在刚刚成亲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的向对方展示自己 多情一身后 多是八般武器样样精通不可 苏妙和苏源都听得呆住了 这些话 庆宁和安阳确实是从来没有说过的 而这也不怪两个母亲疏忽 实在是两个母亲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教育 因为庆宁和安阳都不仅是自己的婚姻幸福 网上再数一数 他们各自的父母也都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生在那样的环境 便以为全天下都是那样的人 苏林氏约摸着 也是猜到两个儿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才会这番长篇大论的 由自己来给两个孙女上 这样的一刻 不管嫁给谁 你们俩都会是带着满满当当的嫁妆 身边也会给你们背齐了忠仆下人 有了这些 若是再过不好日子 便是你们自己的心境问题了 苏林氏将手中的那朵 月季粘到了苏元的发际上 这个时节 月季开得正成 花瓣娇艳 粉嫩动人 但在那张修花碧月的美人面前 终还是落了陪衬 又皇孙的诚意 祖母也看到了 堂堂皇孙 能做到这般地步 实属不易 近些日子 我也听说了她在江南的人意之举 装装渐渐 都打出了好名声 阿元 不要多想顺应自己的心便好 苏元正愣着 嘴里念诺 自己的心 这世间之人 大都身不由己 尤其是高门显贵之家更是如此 但你们二人是难得幸运的 因为你们的父母 是真的希望你们的后半生能 安乐无忧 阿元 咱们苏家都在呢 有家人给你们兜着 你什么都不用怕 勇敢地顺应自己的心吧 苏元默默地低下了头 没有说话 刚才的那些话 她需要好好想一想 自己想通了才是要紧 苏林氏也没有逼着她 简单说了下 便让下人送苏元回去了 房间里还剩下苏妙 苏林氏 怎么样 祖母刚才的话都听进去了吗 苏妙点头 嗯 孙女谨记祖母教会 那位王世子那边 你是彻底不打算搭茶了 忽然说起这个 苏妙还是很不好意思的 祖母怎么问我这个 再说了 说不定狮子不喜欢我呢 苏林氏冷哼一声 放心吧 皇家的人没有傻的 苏妙没明白祖母的意思 一头雾水 苏林氏也不急着戳破 便不想再多说 让苏妙也回去休息了 两个孙女一走 苏林氏由陈妈妈服侍着躺下休息 陈妈妈 老太太宽心 两位姑娘都是聪明人 您今晚说了这么多 他们定然会明白的 苏林氏无奈摇头叹气 聪明人泛起糊涂 那才是要命的 我现在只希望 阿元能够自己看穿自己想明白 陈妈妈 五姑娘 老太太是觉得 五姑娘对六皇孙也 哎 苏林氏呼得一笑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同样的道理 这俊美无涛的公子 哪个姑娘家不喜欢啊 阿元的性子我了解 若是他对六皇孙没有意思 也就没有这两天的魂不守舍了 别的不说 萧家的萧玉 估摸着也是看上阿元了 可没见过 阿元将此事放在心上 陈妈妈文言大惊 萧二公子 他什么时候 见过咱们五姑娘了 我受宴那次 我也是听下人说的 后花园 他们见过一次 还聊了好一阵 陈妈妈劝慰苏林氏 门不当户不对 萧二公子不是看不明白的人 您尽管安心 希望如此吧 萧玉是个好孩子 我也不希望伤到他 我只希望 阿元和妙妙 在婚事上能顺心如意 陈妈妈 托您老的福 一定会的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二十三章 本姑娘值得你羡慕的地方多着呢 接下来的几天 苏元每时每刻都在想苏老太太那天说的那些话 细细品味 只觉得这将到底还是老的辣 祖母的话就是一针见血 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纠结想的事就是 这一世不管嫁给刘耀还是谁 她到底应该拿什么态度去面对婚姻 有钱是那番教训在前 这一世她颇有几分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总觉得天底下的男人 再没有一个能信得过的 而苏老夫人的那些话 算是给她打了一个定心针 也给她指明了一个方向 日子是自己过出来 不管嫁给谁 她都是苏家郑京儿的侯府千金 有庞大的娘家 有丰厚的嫁妆 有忠心的奴仆 如此这般 她怎么可能过不好自己的日子 只要不那么死心眼的巴望着什么感情 只要不再期盼着什么夫妻一体 共进共退 其实婚姻可能也没那么难 至于这一世具体 嫁给谁 苏元觉得还有待观察 不能因为留药这一出 就彻底心软 一定要擦亮眼睛 好好地挑一挑 大概在第三天后 苏元的气色开始慢慢恢复 人的精神头也上来了 和以前一样 苏林氏 苏妙 还有身边伺候的素心和明心 这才放下心 因为这时 苏元前后在家里窝了十几天 线下心情终于好起来了 便一刻也闲不住地想和苏妙出城逛逛 江南之地富饶 庙会游园会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各路商贩齐聚东山四旁 共享人间烟火器 苏元和苏妙都是爱凑热闹的性子 在京城的时候 庆宁和安阳好歹还能约束两人一点 现在在江南 两人可算是撒了欢的能玩个尽兴 要会当天 一大早 两人就梳洗完毕 登上了马车 每次出门都是令人高兴的 但是前提是不要遇到败坏风景的人 很快 下了马车没逛几步 苏妙和苏元就都笑不出来了 要不要 这妖巧 看着对面的四个人 萧玉 萧淑然 谢承安 魏湘 苏妙和苏元顿时只想原地消失 江南人也不小 怎么就这么撞到了 姐俩本来还想趁他们没注意到 赶忙偷偷溜 但萧玉的一个四姑娘 五姑娘让两人顿时正在原地 一动不动还得各自扯出了个笑脸 萧公子 萧姑娘 魏姑娘 谢公子 谢承安在看到苏妙那一瞬间 眼里的欣喜和光亮 再一次落入了苏元眼中 很好 苏元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谢承安对他姐姐有意思 萧玉不管何时都热络地招呼着每一个人 四姑娘 五姑娘 这妖巧 你们也来逛庙会 苏妙 是啊 这段日子一直没出门 趁着这个庙会也出来透透气 萧玉 既然这样 乡请不如偶遇 不如一起玩 苏元疏忽睁大了眼 浑身上下都充斥着拒绝 苏妙其实也不怎么乐意 上次那时 他们和萧书然并不愉快 现在若是在一起游玩 怎么想都别扭 没等苏妙和苏元说话 旁边的魏香忽然出声 语气交称道 萧玉哥哥 你不是说好 今天带我和书然一起玩的吗 怎么还要叫别人 萧玉 四姑娘和五姑娘 也不是别人 不是别人是什么人 魏香不依不饶 萧玉脸色已然不太好看 萧书然倒是难得的一副大放得体的模样 四姑娘和五姑娘 要是觉得的人少孤单 一起玩也没什么不好 人多一点 也热闹吗 魏香瞳目结舌地看着萧书然 似乎不太相信 这会是他能说出来的话 苏元心里有点好奇 萧巡甫能凭一己之力 做到一省之长官 那能力定然是不可小觑 据说萧家大公子在江南也算是个厉害角色 萧玉管理那么大的家业 肯定也不是简单人物 怎么这萧书然就一点脑子都没有 难不成 两个哥哥随爹 萧书然随娘 苏元物自难得胡思乱想着 没理会萧书然和魏香的阴阳怪气 因为她知道压根用不着它 她姐收拾这两个小姑娘绰绰有余 果然 萧书然的话音刚落 苏妙一秒都不带多人的 萧姑娘 魏姑娘 你们怕是误会了 我和我妹妹自始至终也没说要和你们一起 而且我们俩也不喜欢和生人同游 所以 下次搞清楚了再说话 不然 怪尴尬的 不是吗 萧书然和魏香的脸色瞬间清白交加 萧书然也是变了脸色 脸色的粉肉都颤了颤 你 苏妙 我们没有多熟 而且我和妹妹也不会在江南久留 所以 请你收起你那莫名其妙的敌意 一下被戳中心事 两人都恼羞成怒 谁对你们有敌意了 你别污蔑人啊 就是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们犯得着吗 萧玉脸色阴沉 够了 都给我闭嘴 魏香渲然欲气的委屈样 萧玉哥哥 萧书然也气得跺脚 二哥 你这是帮谁啊 苏妙觉得自己是时候也该说两句了 打断一下啊 容我说几句 你们兄妹在吵 萧姑娘 魏姑娘 我也不和你们绕什么弯子 从第一次见面 你们俩就对我和我姐姐抱着莫名其妙的敌意 我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 但我猜测 也不过是那几种 羡慕极度 亦或是患得患失的危机感 萧书然还在嘴硬 我羡慕你 我羡慕你什么 苏妙冷哼一声 这要问你自己啊 再说 本姑娘值得你羡慕的地方可多着呢 我怎么知道 你羡慕我哪一点 萧书然显然没想到 苏妙能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 一时哑口无言 一句变白的话也说不出 就连旁边的苏妙也惊呆了 她妹妹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了 虽然这是大实话 可也不能就这么说出来啊 苏妙前世做过十几年的皇孙席和王妃 在皇家待了那么多年 身上的气度和威严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像现在 旁边的几人包括苏妙看着不怒自威的苏妙 心里都不由得起了敬畏之心 被震慑在原地 愣愣的一言不发 苏妙丝毫不察 继续说道 小女生的那点心思谁不知道 我现在就和你明说 你们俩 大可把心揣到肚子里 我和姐姐对你们感兴趣的任何人或是 都没有任何的兴趣 还有 这么大的人了 说话做事之前 麻烦过过脑子 要是哪天得罪了贵人 给全家招来灭顶之灾 可就不是你三言两语 就能被谅解的罪过 苏妙这话可能有点重 最后那些 她是在用最后的一点耐心提醒萧淑然 这女孩本性如何 她接触的不多 不敢定论 但是没脑子是真的 口无遮拦的人士 是家贵族最讨厌的 也许在江南 萧家雄俱一方 能护得住她 可是这天下毕竟不姓萧 萧淑然若是一直这样 总有萧家人护不住的一天 其次 苏妙故意说那样的话 也是想彻底断了萧玉和谢承安的心思 萧玉看她的眼神太明显了 她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察觉不出来 还有就是谢承安对苏妙 虽然没有那么明显 可也逃不过活了两世的苏妍那双锐眸 不可能的是 她觉得就不要给别人以丝毫的希望 街角处飘香九楼二楼的雅间 本来开着的那扇窗户 被慢慢地关上 刘耀歪在方榻上看着书 对房间的另一个人完全无视 刘小很不满 她千里迢迢而来 这弟弟连个慰问的话都没有 我说你能抬头看你搁一眼吗 刘耀仍是头也不抬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看你干什么 刘小 听着还挺有道理 刘耀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不用当差吗 要紧的事都忙完了 闲着也是闲着 就想着 过来看看 看看 看谁 刘小咬牙 反正不是看你 刘耀点头 丝毫不在意 那你去看吧 刘小几欲抓狂 她去哪看啊 你刚才不是在街上看到人了吗 可 可我总不能就这么跟踪人家吧 那你想怎么样 刘小苦着脸 一副生无可恋状 不知道 让我想想吧 刘耀文言 只是摇摇头 什么都没说 苏妙琢磨了半天 也没明白 苏元和萧淑然说的那句 没有任何兴趣是指什么 实在忍不住 她就问了出来 苏元亚然 你 你不会没看出来 那个谢成安对你不太一般吧 苏妙觉得有点扯 怎么可能 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话 她怎么可能喜欢我 那谁知道呢 反正你就是这么的有魅力 一句话没说 就让谢成安看上了你 苏妙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假不了 我看得真真的 萧淑然喜欢她 你眼人都看出来了吧 可是她的眼神 就没在萧淑然身上停留过一刻 反而是时不时地往你那瞥两眼 一次是偶然 两次是巧合 三次 就说明她绝对对你不一般 苏妙双手脱腮 嘖嘖感叹道 不可思议 我现在已经这么有魅力了吗 苏元 看来是的 苏妙轻笑两声 看向苏元 说的 好像萧淑不喜欢你似的 不过喜欢也没用 你又不喜欢她 苏元 其实萧淑人不错 但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苏妙听出点意思 你试过 苏元不置可否地耸了下肩膀 反正这一夜翻篇了 萧淑和谢成安 都是两个不可能的人 还是留给江南的鹅那些闺秀吧 说起这个 苏妙不由的敏唇偷笑 你当那些人 对我们俩的敌意是哪来的 还不是怕我们俩 和他们抢萧玉和谢成安 那次聚会 你又不是没看到 那些女孩的鹅眼睛 完全分为两波 一波长在萧玉身上 另外一波长在谢成安身上 而且两波分别以萧淑然 和那个魏香为带头人物 苏元觉得很无语 他们未免想的也太多了 难不成看到个平头整脸些的 都把他看成假想敌呀 为了个男的 至于吗 谁说不是呢 哎对了 那位皇孙殿下 最近怎么没找你呀 说起这个 苏元心里就更来火了 脸上的笑容 一下也变得皮笑肉不笑 我哪知道 人家是皇孙 还能跟我汇报形成不成 那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看那位 这是你不答应 他就不走的意思 怎么可能 皇上和太子 怎么可能允许 他一直在江南待下去 说不定过两天就走了 苏妙仔细地盯着苏元的神色 好奇地问 他要是真走了 你舍得 又没怎么着 我干什么不舍的 苏元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苏妙还是察觉到了 他神色的那一抹异常 刚想说什么 话一下子耿在了喉间 苏元正一边走一边看那些小摊子上的东西 顺便和苏妙说着话 身旁忽然安静了 他下意识看向苏妙 怎么不说话了 只见苏妙正愣在原地 默默地伸出手指指了指前方 这是不是就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苏元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或还真是曹操到了 只见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拐角那里 刘妙一身悬色窄袖紧袍 袖口处用上好的金线 袖着祥云纹饰 白玉腰带 上挂白玉玲珑腰配 端地是高冷出尘 清俊风雅的好模样 苏妙一边看 也不由地赞叹 别的不说 这张脸是真的无可挑剔 然后 油药身后的刘晓忽然出现 苏妙 苏元也是一惊 反应过来 玩味的笑吻 那这位 长得有可挑剔的吗 苏妙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我 我 不是我眼睛花了吧 这青天白日的 总不能是见鬼了 苏元满头黑线 说话间 对面那两人已经向他们走了过来 两个相貌 气度俱佳的少年公子 早已夺去了街上无数少女 甚至少妇的眼睛 而随着两人慢慢向他们走来 就这么大庭广众之下 苏妙苏元两人就成为了所有人的目光聚集所在 直到被刘耀单手揽住带走 苏元还是感觉云里雾里 两脚轻飘飘的 苏妙和明星想跟上去 却被掌明拦下 二位姑娘 让两位主子单独说说话 就别过去了吧 苏妙 你们殿下要带我们姑娘去哪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有我们殿下在 五姑娘就一定没事 苏妙对旁边的一切都是若罔闻 她现在有点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位狮子要吃人的眼神是什么意思啊 五 救命 她害怕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二十四章 我都哭成这样了你还耍流氓 直到市井的喧嚣气息越来越远 嘈杂的叫卖声几乎听不见 苏妙才彻底清醒过来 你要带我去哪 也许她自己都没发现 她对刘耀深入骨髓的信任 刘耀没有说话 牵着她 来到飘香酒楼的后院 随即 她让苏妙在原地等一下 她去去就来 苏妙虽然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但还是乖乖点头答应 没意会 只见她牵着一匹马再度出现 那马通身毛色雪白 一丝杂毛也无 无疑是上好的宝马 苏妙认得出 这匹马 前世也是刘耀的坐骑 名幻赤云 她对眼前这情况 有点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这是要做什么 刘耀眼底让起一抹细微的柔情 带你去骑马 这个答案是苏妙属实 没有想到的 她颇为诧异 你怎么 忽然想到 要带我去骑马 而且 我 我不怎么会的 没关系 我教你 刘耀语气很轻 她第一次见到她这样 我见你经常出门 便知你本性是跳跃爱玩的 就想着骑马 太轻 你肯定喜欢 难得今日天气好 最适合跑马 听她这么说 苏妙心底涌现出一阵莫名的感觉 她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尤耀居然能想到这一层 这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直到被她拥着抱上了马 苏妙才慢慢地回过神来 将她安置好后 她一个胯部也飞身上马 坐在她的后面 手指缰绳 将她整个人都拢在怀里 随即一声驾 保马扬长而去 在江南待了已有七八天 苏妙除了逛街其他地方 都没怎么去过 所以对这边的大街小巷 都不怎么认识 但刘耀却好像挺熟 简单绕了几条路 他们来到了一片空旷无垠的绿野 天空一壁如洗 万里无云 何须地春风吹在身上 吹得人心暖暖的 一声欲 保马慢慢地停下了飞驰的步子 刘耀下了马 苏妙以为自己也要下来 刚要动弹 就被她拦住 你不要下来 不是要学骑马吗 苏妙没明白 你这是要怎么教 我给你牵着缰绳 你骑在马上先走两圈 等适应了 觉得不那么害怕了 我在带你跑 这方面她肯定是行家 听她的应该没错 苏妙一口音下 这一块空旷 又没人 两人就这样 一个马上 一个马下 一个牵着绳子 一个坐在马上 本来有些违和的场景 因为两个出色的外表 却变得赏心悦目 苏妙一开始 心里还有点忐忑 后来慢慢的发现 赤云很温柔 也就开始放下心来 再然后 心思就有点飘散了 她垂着眼 看着为她牵引缰绳的刘耀 如果她还是前世那副德行 苏妙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搭理她 可是 她好像在慢慢改变 从上次在飘香酒楼 向她说对不起 到替刘晓和苏妙牵针引线 再到今天 带她出来教她骑马 装装剑剑 都绝对不是前世的招王殿下会做的事 可见 她真的在改变 就在苏妙物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时 沉默了良久的流药 忽然看向她 嗓音有些干涩 前世我去登州办案 期间看到一对夫妻架马同游 觉得甚是不错 便想回去寻个机会 找空闲的一天 不带孩子 只带着你 我们也夫妻二人跑马去 可惜 她没能等到她从登州回来 没能再来得及看她一眼 还记得她临行登州前一晚 她和以前一样 替她收拾行囊 而她也和以前一样 抱着宁姐和两个孩子说着话 再对她叮嘱一些 每次出门前老生常谈的话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那一面就是永别 想及此 苏妍的眼泪无声地落下 不管何时 只要提到前世 她似乎都没有办法心如止水 其实她的身子 在生宁姐的时候就伤到了根基 往后如何调养 也总是治标不治本 大夏天的她 有时候都会觉得冷 哪怕她不懂医术 但自己的身体 自己还是清楚的 那样的状况 显然是不好的征兆 那时候 她心里很怕 生老病死 是人都要经历的 可她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就轮到她了呢 她好几次想和她说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也总遇不到她的人 每次回府 她都是来去匆匆 她总是找不到机会 后来她说从登州回来后 想告一段嫁好好陪陪孩子 她本想着那个时候再告诉她 却怎么也没料到 定情来势汹汹 她会倒下的那么快 快到来不及等她回来 她的沉默在她眼里 便是心里还有气 不过她气也是应该的 但是直到听到她轻声抽气的声音 油药顿时手足无措地凑上钱 你 你怎么哭了 苏元一声不吭 发出的唯一声音就是哭 油药也着急 便将她抱下了马 随之将她放在旁边一块干净遮阳的树印下 下了马 苏元哭得更肆无忌惮了 哭声也一下子变大 眼泪就像不要钱一样 成串成串地往下掉 两辈子 油药都没见过她这样哭过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能做的 也只有掏出窄袖中的方榻 替她小心地擦拭着眼泪 别哭了 你一哭 我 我心里就慌 她努力学着记忆中父亲哄母亲的样子 也轻声地哄着她 这般静语 两世还真是头一回 苏元哭得是真的很 像是要把前世的那些委屈心酸 统统给哭出来一样 油药实在是没办法了 一手把住她的后颈 稍微一个用力 将那方红唇送到了自己面前 然后微微低头便附了上去 苏元被亲得猝不及防 心里又羞又气 她还在哭好不好 她怎么就能想这种事 一时心里一股邪火蹭地烧了起来 也不管什么身份 有别之类的 对着刘耀的脖梗处 就是一顿挠 女子爱美 是家贵女又养尊处优 一律留着长指甲 上面涂着各色扣单 趁得食指线长白皙 但今天 随着刘耀的一阵道吸冷气 她对着指甲 从此怕是在无欣赏之心了 苏元是用了很劲挠的 刘耀吃痛便立刻放开了她 捂着被她挠过的地方 眉头都快皱到一块了 你 你怎么下手这么狠 苏元自顾自地擦着眼泪 活该 我都哭成这样了 你还耍流氓 那 那不是你一直哭我没办法吗 没办法就做出这种登徒子行为 你是皇孙 又不是街头混混 刘耀 只要你不哭了 登徒子就登徒子吧 苏元轻吃了一声 随即便想到自己 刚才这么哭 现在眼睛肯定是又红又肿 她忙掏出荷包里随身携带的小铜镜 对着镜子一看 果不其然 眼眶就是已经又红又肿 等会要是这么回家 祖母和四姐那边 她是肯定交代不过去的 本来没吸下去的那阵 邪火呼得又起来的 她凶神恶煞一样的 把荷包和铜镜 都往刘耀身上一丢 都怪你 这让我怎么回家啊 刘耀看着她的眼睛 也觉得是个问题 这么送她回去 苏老夫人在以为自己欺负了人 不过 她还真不知道 这眼睛该怎么办 苏元也知道 指望不上她想什么主意 快点带我回你住的地方 让厨房煮两个鸡蛋 让我揉揉眼睛 现在对她的话 邮耀几乎是完全照做 她不动声色的 将刚才她用来丢她的那个荷包 收到了怀里 然后面不改色的 将她再次抱上马 一阵飞驰 不消一盏茶的功夫 便回到了她居住的行宫别院 自打皇孙的身份亮出来 刘耀就不可能再住在客栈 县文帝和太子那边 对她滞留江南的事 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她必须住到行宫别院 以保证安全问题 刘耀现在住的 便是行宫一处落风华的庭院 行宫里外的守卫 看着抱着一姑娘回来的皇孙殿下 都是险些惊掉了下巴 刘耀吩咐人 让厨房煮几颗鸡蛋送来 手底下的人 立刻去厨房传命 苏元全程将头埋在刘耀怀里 现在她这副样子 是针剑部的人 直到被刘耀放到了床榻上 她才慢慢地抬起眼 打亮着眼前的这个房间 这是皇家别院 陈设布置自然都是极好的 镶金的拔布床 琉璃榻 紫檀木书架 汉白玉镇纸 还有墙上挂着的几位 书法大家的传世名作 处处彰显着居住者身份的尊贵 厨房那边动作很利落 底下的人 很快将煮好包好皮的鸡蛋送了过来 苏元自己拿起一颗 慢慢地揉 没揉一会 她觉得手有些累 便想等会再揉 呼得一个圆润的雪白 堵上了她的眼睛 她似乎没做过这种事 动作很是笨拙缓慢 学着她刚才的样子 将柔软的温热 不断揉滚着她眼下的肌肤 苏元先是一正 随后觉得这个地方也没别人 让她伺候一下也没什么 反正是她把她惹哭的 这样想着 她便安心地享受起了流药的服饰 苏元整个人平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脸上一片惬意 刘耀看着心安了许多 只要她不哭 她就不慌 她一边手捏着鸡蛋 替她揉着眼睛 眼神贪婪的留恋 在她娇艳水嫩的脸颊 她这会是闭着眼睛 她就更肆无忌惮了些 甚至还盯着 她那润泽丰满的红唇 愣了好一会的神 直到苏元察觉 她不动弹 出声催她才醒神 等到揉得差不多 苏元伸手示意她好了 她心领神会的收回动作 苏元刚想去摸自己的小镜子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又想起那镜子 好像被丢到方才那片树荫下了 不仅如此 荷包好像也丢了 刚才她是抱着她来的 肯定没顾到她拿来 砸她的荷包和镜子 同镜也就罢了 丢了回家再拿个新的便是 但那个荷包就不一样了 那是女子的贴身之物 若是落到旁人手里 可是有损轻欲的 而且那荷包是苏元亲手做的 要子用得上好的云婉纱 荷包里还装着她的小象 和一些贴身的小玩意 这个东西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看她脸色微变 又要一边替她理着衣衫一边问 怎么了 可还有哪里不是 你 你赶紧让人回刚才的那片草地 去找个东西 又要握着她的手 先别急 什么东西丢了 苏元盲声道 我的荷包 那里面有一张四姐 用红金纸捡的我的小象 是绝不能被陌生人拿了去 说到这个 又要神色忽然松散了几分 我当是什么 放心 没丢 苏元啊了声 没丢 你拿着了 放哪了 快些还我 只见她忽然一个轻身逼近了她 苏元下意识晋升 她眉眼带着一抹戏谑的笑意 本就俊美的人 此刻更是风采无限 苏元看得一不开眼 又要就喜欢她 愣愣地盯着自己看得出神识的样子 眼里的倒影都是她 好看吗 她满目柔情 打趣着问 苏元没过脑子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好看啊 话一出口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的苏元 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能不能有点出息 这个时候犯什么花痴呢 有药却很满意 双臂展开 将她抱在怀里 好点了吗 眼睛还酸不酸 不酸 好多了 苏元摇头 想到刚才的事 她觉得有必要问清楚 我的荷包真被你拿着了 她将她整个人扣在身前 下巴抵着她的前额 嗯 哪呢 她怎么没看见 归我了 她理直气壮倒 苏元差点乍毛弹起来 但刚想动 就被她又摁回了怀里 她只能言语抗议 凭什么 我又没说送你了 你不是丢给我了吗 我那是 她无声挑眉 是什么 没 没什么 给你就给你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自己再做一个就是了 苏元气呼呼地哼了声 头上传来一声加重的鼻息 像是她闷笑了声 前世笑容宝贝的跟什么似的 现在倒是舍得笑了 等一下 苏元忽然想起什么 你 你脖子那里 要不要上点药 留药 你给我上 苏元闹了个大红脸 你自己没长手啊 她应得干脆坦荡 脖子后面 那里我自己看不到 苏元 行吧 苏元不想她堂堂皇孙 被人看到后颈处的抓痕 而且那个地方 那样的抓痕 不会有人怀疑她被行刺之类的 只会往暧昧的方面想 苏元是真后悔 怎么挠了她 苦恼的是自己 手下的人送来药膏 苏元任命地打开药和盖子 用指甲扣出一小块白色膏体 附在她后颈处的抓痕 然后用手揉着 将其涂抹均匀 她食指鲜鲜 挠的时候是真疼 但这回温柔起来 也是真舒服 留药一时心神不稳 忽然一个伸手将身后的她 拽到了怀里 随即坐到了她腿上 本来一心涂药的苏元之 感觉一瞬间天旋地转 还没等她如何 那方熟悉又陌生的薄唇 堵住了 她还未来得及出口的惊呼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25章 怎么能把见色起义 说得那么清新脱俗 房间内静悄悄的 也正因如此 有些动静才格外突兀明显 有要摸不准苏元的态度 也不敢太过分 怕她生气 亲了一会就依依不舍地放开了她 苏元脸颊红到了耳根 低着头只想快点离开 便扯着她的衣袖催促 快点 送我回去 随即又想到了 突然出现在江南城的刘晓 对了 卫王世子怎么也来了 你们都那么清闲的吗 有要不着痕迹地瞥了她一眼 这没良心的 刘晓先不说 她留下来是为了谁她不清楚吗 苏元感受到了她悠悠的怨气 善善地摸了摸鼻尖 说啊 卫王世子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像是黄祖父向平阳侯和宁远侯 正式提出了想给你我 还有他们俩赐婚的事 前世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苏元并没有很意外 她好奇的是细节 然后呢 这和卫世子来江南有什么关系 你们家那两位侯爷没有直接应允 黄祖父便和他们商议 他们长辈的一律不插手 且都看我们自己的缘分 成就赐婚 不成就各自安好 苏元明白了几分 所以 卫世子是来找我姐姐的 嗯 黄祖父都说了 他是皇帝不是土匪强盗 如果你们姐妹俩不愿意 他是绝对不会强行赐婚的 无论前世今生 县文帝都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好皇帝 人后名利 奔威并重 是位开明的大家长 也是位贤明的圣君 地下真好 苏元不由地感叹道 有要默默没有说话 那 为世子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我姐姐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被他骗走的 他当然知道 否则也不会把积压好些天的公务都处理好 然后急匆匆的就来江南了 苏元没想到还有这一出 亚然道 他那么着急干什么 我四姐还能跑了 刘耀也轻笑了声 谁知道呢 算了 不说他们了 这航空里也有 可以跑马的地方 还想去吗 行 苏元飞快应道 刚才因为他惹他哭 他都没有尽兴呢 现在有机会 当然要弥补回来 再说苏妙 苏元被刘耀带走 留下他一个人面对刘小 苏妙心里是一万个别扭 他压根就没怎么和这位世子爷说过话 也就年节公宴的时候 见过一两次面 他实在是不理解 这位世子爷是怎么喜欢上他的 苏妙知道自己长得不错 苏家的女儿样貌就没有差的 加上从小娇生惯养 脸庞身段都是水灵灵 娇滴滴的 但是就仅是如此 就能让位世子喜欢他吗 苏妙还没有自信爆棚到这种地步 天下之大 他又贵为亲王世子 什么美人没见过 怎么可能因为他略有几分姿色 就因此倾心 可是 若不是 他还能是因为什么 街上人流传动 他们两个人愣在原地 大眼瞪小眼 早已吸引了过往无数人回首 半晌 刘小仙开了口 四姑娘 可否一起去茶楼坐坐 苏妙僵硬地点了点头 好 同样的是 刘小身边的两个随从原成和原欢 拦下了苏妙的贴身侍女彩月和彩星 苏妙顿住脚步 看着一脸着急的彩月和彩星 世子 我这两个丫鬟能跟着我吗 若是您想说的话 不便外人知道 大可以让他们在外间候着 刘小沉默了片刻 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心里又不太理解 怎么刚才刘要让人拦下苏妍的丫鬟时 没见五姑娘说什么 怎么苏妙就不能和丫鬟分开 难道是怕没人伺候 心里怀着疑惑 两人来到了茶楼 要了个单独的包厢 丫鬟真好茶 刘小便适宜统退下 房内只剩他和苏妙两人 苏妙心里七上八下的 世子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其实也很紧张的刘小 他也想啊 道 道也没什么 就 就是 黄祖父想给你我二人的赐婚仪式 你可听说了 道是直接 苏妙想道 嗯 父亲告诉过我 那 那你是如何想的 苏妙脸上只是淡淡的笑 看不出情绪 世子说笑了 婚姻大事 向来都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更何况若是圣上赐婚 那我只有唯命是从 别无其他的选择 刘小有点急了 那 那若是让你有选择的可能 你是如何想的 苏妙目光镇定地看着对面的人 世子若是这么问 那我倒是也想反问一下世子 世子对圣上的赐婚又是如何想的 我自视 刘小下一时脱口而出 但又觉得似乎哪里不对 及时收住 苏妙玩味地笑了笑 您自视如何 就像四姑娘所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更何况还牵扯皇家赐婚 我自然是毫无怨言的 苏妙嗷了声 不动声色地反问 这么说 不管赐婚的未来世子非是谁 世子都可以欣赏接受 刘小一时哑然 但又觉得不对 急着想辩驳 当然不是 你当本世子什么人 苏妙轻哼了声 不是世子方才说的毫无怨言吗 好个伶牙俐齿的 刘小也是天之骄子 从来没觉得这么憋屈过 他心里本来还存有的几分耐心和休难 此刻已全然消失殆尽 他也懒得打迂回了 开门见山便是 四姑娘 那我就直说了 他气势一下子上来了 苏妙还有点猛 刚才还被他对得说不出话 像个温顺的小狐狸呢 怎么忽然一下感觉狐狸成狼了 你 你说 在下心悦四姑娘 愿娶四姑娘 未妻 不知道四姑娘意下如何 苏妙人彻底傻了 刚才还东扯西绕的和他说什么 对赐婚如何想怎么看 怎么这忽然就说出心悦于他这种话 这也太突然了吧 他们刘家人都这么直接吗 意外归意外 但是慢慢品味到刘小话中的心悦二字时 苏妙的脸颊慢慢地飞上了两团红云 四姑娘 刘小试探说道 他一直不说话 他心里还真没底 苏妙啊了声 柿子 您 您这也太过突然了 我有些接受不来 刘小脸色一沉 你要拒绝我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妙摆着手忙道 这人什么脑子 他哪个字根拒绝沾边了吗 那你是什么意思 刘小追问 我 我就是不明白 您为什么说心悦于我 什么为什么 我心悦于你需要理由吗 苏妙 不 不需要吗 可是 我 我不觉得 我们熟人到您心悦我的地步啊 刘小摸了摸鼻尖 握拳底唇青咳了两声 该来的还是来了 该说的还是要说 那 那是你对我 我对你可不一样 苏妙看着刘小脸上带着一丝尴尬 害羞脸红的样子 只觉得新鲜又有趣 便也起了逗弄的心思 那你对我怎么个不一样 我早就见过你 也早就注意到你 苏妙顺着问 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 是平阳猴和宁远猴 争讨荣迪凯玄回来的那场庆功宴吧 苏妙暗暗地掰着指头算了一下 疏忽瞪大了眼睛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可是 那个时候 我 我才七岁啊 还是个半大典的孩子 他喜欢什么 一个孩子 他都能动心思 这家伙是不是哪里不正常啊 当时你 你在御花园迷了路 是我母妃带你回去的 你忘了吗 这是有些久远 苏妙一时是真不记得那么清楚了 文言更是诧异 魏王妃 魏王妃送她回去 这么一说 苏妙好像依稀能想起来一些 那次是父亲和大伯的庆功宴 宴席散后 父亲他们被陛下喊去说话 而庆明和安阳就被太后叫走了 苏妙记得 当时她和苏妙在御花园玩捉迷藏来着 她躲到了假山后面 但没想到有的假山里面是空的 足够她一个小女孩在里面畅通无阻 她贪图新鲜 在假山里蹦蹦跳跳地走了一段 等出来的时候发现 眼前已不是和妹妹玩的那块地方了 她兜兜转转 怎么也找不回原来的那片 后来 还是一位衣着精美 气质滑贵的妇人看到她 将她送回了一开始的地方 原来那个妇人是当时的魏王妃啊 那不就是这人的母亲 可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可当时帮我的是你母亲 您 我当时就跟在母妃身后 有小脸色不太好看 苏妙 所以从那之后 您就喜欢我了 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当时你是个孩子 我也没多大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苏妙 这家伙可真难伺候 动不动就把她当什么人 她一时也来了脾气 回声腔道 那你倒是说啊 别断断续续的让我猜 有小忽觉这丫头 脾气是真有点大 明明刚才还一脸公顺 一口一个您的 忽然又直接你啊你的 还大着声音呛她 奇怪的是她居然一点都不生气 而且还挺高兴 嘶 怎么有点见得慌 等到刘晓依五一时的 把来龙去脉说完 苏妙是一脸黑线 所以搞了半天 还是看脸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没喜欢上是因为 那时候她还小 没长开呢 后来见了几次就喜欢上了 是因为她长大了 长成窑窕少女了 不困是保读圣贤书的皇孙啊 不然怎么能把剑色起义四个字 给说得如此清醒脱俗呢 您可真够实诚的 苏妙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齿道 有小有些莫名 她说的本来就是实话啊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她感觉不太高兴的样子 苏妙是一刻都不想多呆了 起身就要走 时候不早 我先回去了 世子不用多说 您的心意我都明白了 有小 那你试的意思是 世子 你猜六皇孙对我妹妹是什么态度 有小不假思索 那自然也是像我对你一般 原来你也知道 苏妙一正言辞道 别的不说 起码六皇孙留在江南这许多天 网苏府送的小玩意就没断过 素来清冷出尘的六皇孙都懂得道理 您难道不知道吗 怎么 您这上来一句喜欢我 就想让我死心塌地地跟着您不成 有小 我 那你想我怎么做 苏妙险些抓狂 插着腰仰着脖子滔滔不绝 这种事情怎么做 还要我教你不成 人家六皇孙对我妹妹好 也没问我妹妹该怎么对她好啊 您有这问我的功夫 不如去请教一下六皇孙 做事贵在有心 可您问问自己 您觉得自己用心了吗 您是不是觉得 您只要说一句喜欢我 我就应该欢呼雀跃地嫁给您 恕我大胆 您要是一直这样 我是真不愿意嫁给您 告辞 苏妙说完这些 就气呼呼地转身离开 还很用力地摔了一下门 原成看着心都颤了两下 这苏家苏姑娘 脾气可真不小 刘晓倒是没生气 她就是被苏妙的那些话震住了 嘴里念念有词 用心 诚意 原成和原欢对视了眼 这是没生气 看来苏四姑娘对他们主子不简单啊 苏妙气呼呼地走出房间 彩月和彩星见状忙跟了上去 姑娘 您这是 回府 您不逛了 没心情 回家 那也不等五姑娘一起了吗 她自有别人保护 用不着我担心 彩月 是 直到上了马车 苏妙还是气得直跺脚 虽然知道皇室子弟 都是眼睛长在天灵盖上的拙 但苏妙还是气不过 她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她说一句喜欢她 就能让她受宠若欣喜若狂的许驾 她堂堂宁远喉的千金 怎么可能会那般掉驾 看来这但凡有点权势的男人家里都没镜子 否则怎么不好好照照自己呢 苏妙气在头上 脑子里什么解气想什么 完全忘了 刘晓可不是一般的有权势 而且就算照镜子 也是一具美文雅的翩翩少年郎 竹子不爽快 踩月踩星都没有吭声 马车就这么安静地行驶着 一直到进了苏府大门 下了马车 苏妙问看门的小思 五姑娘回来了吗 没有 五姑娘身边的素心姑娘和明星姑娘倒是回来了 但是没看到五姑娘 得 看来还在和六皇孙玩呢 之前还对六皇孙滞留江南一脸嫌弃 现在可不就完的忘了这回事 苏妙心里忽然有点酸 怎么都是皇室子弟 刘晓就能花心思地讨好妹妹 带妹妹去玩 刘晓就能自信心爆棚地 以为她非她不可 嗯 好气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26章 他们今生绝不会再留下任何遗憾 行宫的马场面积很大 几圈下来 苏妙就有些体力不支 但是就算累 她也觉得畅快 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惬意舒畅 游妖看准了时候 飞身上马 坐到了她身后 再次抱住了她 我看你跑得越来越好了 算是学会了 苏妙 学会是学会了 可我一直骑的都是赤云 万一换了匹脾气不好的马 我还是不敢碰 游妖挑眉 下巴枕在她的颈窝那里 你这是在向我要马 苏妙 我可没有 赤云对你多重要 我还能不知道 她轻笑了声 赤云是不能给你 但给你在挑皮和赤云一样的 还是没问题的 苏妙瞬间两眼放光 和赤云一样的 你说真的 千金一得 宝居难求 尤其是赤云这样珍贵血重的宝马 那些不受重视的皇室子弟 可能都没有 游妖只是摸了摸她的头 满脸柔和 嗯 不过 马不在江南 现在没发给你 等你生辰的时候吧 生辰 苏妍这才想起 她生辰是三月二十六 眼前已经是三月十五 确实是快到她生辰了 可是 我生辰估计也在江南过了 没有那么快回去 有要并不在意 不要紧 我吩咐下去 将那匹马给你留着 至于生辰礼物 还会有别的 刚才被她要送宝具的喜悦冲昏了头 现在已然是清醒了几分 还 还是不用了 我一个女孩加骑马就图个有趣 那样的宝马到我这 反而是有些抱点天物了 还是把它留给那些将士们吧 她定神凝望着她 忽然说道 你又在和我疏远吗 苏元装作听不懂 你说什么呢 我知道 你不可能那么快变心无界地 所以我不着急 你也不要着急 好吗 苏元抿了抿唇 像是在考虑 又要看似淡定 头上却感觉有把砍刀悬着 而她接下来要说的话 决定了砍刀是否会落下来 好 她像是吊她胃口一样 就这么一个字 说的那叫一个当气回肠 但怕自己吃亏似的 又敢盲补充道 但我可告诉你 我不是非你不可 你要是惹我不高兴 或者表现不好 我就真让祖母在江南 给我定门亲事 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 又要听到这辈子都见不到时 手下动作忽然一个用力 苏元被她抓得生疼 不满道 你干什么 这就急眼了 又要回过神 小心地替她揉着 抱歉 弄疼你了 苏元觉得 这人神情不太对 你怎么了 想到什么了 没什么 她每次在她面前 说前事都会惹她哭 而且无异于将还未愈合的伤疤再次揭开 有了前面那么两次 有要也学乖了 有些话还是自己想想就好 又跑了两圈 苏元觉得累了 腿脚那都有点酸了 再加上天色也到时候了 便想回去 可是她稍微一想才发现不对 她的马车呢 素心和明心呢 苏家的下人呢 好像是都被刘耀带着甩开了 所以 她现在要怎么回去 看她愣在那 有要问 怎么了 我 我怎么回去啊 我送你 行吧 也没别的办法了 那你从后门进 别让我祖母和家里其他人看到你 有要不太痛快 她有这么见不得人吗 但还是不敢还嘴 怕惹她生气 怕惹人注目 苏元连骑马都不许 强烈要求二人都乘马车 数不清多少年 没再坐过马车的某皇孙 行吧 看来她是真的见不得人 马车里 苏元靠在窗边 掀起帘子一脚 悠哉悠哉地看着外面 叫卖着不同物品的商贩 这样的人间烟火器 总是最能欲贴人心的 苏元很喜欢 又要眼神一直放在她身上 前世的这个时候 再过一年半左右 就是他们成亲的日子 而这一世 她心里有了局语 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前世的日子 但不管迟一些还是早一些 她都绝对不可能让她嫁给别人 既然是要弥补 那前世错失的 和那些没有做到的 今生她都会给她 包括她的身子 她会从一开始 就逐一给她调养 他们今生 绝对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马车在苏府后面的 一道窄门停下 小四开了门 看到是自家姑娘时 差点惊瞎了眼睛 苏元随手一个小金钉抛了过去 今日知识不许声张 小四喜滋滋地接过赏钱 郑重地应下 主子们做事自有自己的主张 坐下人的不该问的 绝对不会问 进了门的瞬间 苏元长舒了口气 心间的一块大石头刚要落下 就看到旁边的拐角处 一个粉色衣衫的姑娘暴毙走来 苏元神色一顿 是你呀 苏妙算准时候 估计人该回来了 便到后门来赌 没想到真让她遇到了 放着大门不走 偷偷摸摸地跑到后门来 你今天都干什么了 心虚成这样 什么也没有 我就是怕祖母看到 苏妙 祖母看到 祖母看到什么 看到你被 嗨嗨 被某人送回来 苏元嘘了声 你小点声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苏妙直接拽着人进了自己的院子 进了房里 就只有他们姐妹俩人 有些话肆无忌惮些也没什么 说说吧 某人都带你干什么了 苏元把玩着耳边捶下来的一缕头发 神情娇俏 也没干什么 就是骑马去了 骑马 他教你骑马 对 一开始是在野外的草地 后来 出了点小问题 他就带我去了行宫那边的马场 苏妙羡慕得不得了 这也太好了吧 我也想骑马 苏元心里也有问题想问他 你呢 魏世子都和你说什么了 苏妙脸一下子搭落了下来 别提了 一提我就来气 苏元 怎么了 不出意外的话 有小今日应该是向他表明心意 而且 按照之前苏妙的表现 那么个俊美的高门公子 苏妙并非一丝春心荡漾都没有 怎么现在这 看上去更像是杀心荡漾 苏妙将今天的前因后果一五一时的说了一遍 苏元其实并不是很意外 姓刘的那些皇室子弟都是眼睛朝上长的 都觉得能嫁给他们的姑娘应该烧香拜佛感恩戴德 好似能嫁给他们是女子天大的福气和荣耀 虽然事实好像确实也差不多 但是有些事你看破不能说破啊 大家心里各自明白就好 你何必说出来或者表现出来气人呢 前世的刘耀 苏元仔细想了想 发现刘耀好像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刻意流露自己身份优越 他平时在京城的时候 衣食住行就按照亲王的礼制 养尊处优 锦衣玉食 但是到了战场 风餐露宿 粗茶淡饭 也从来没听过他的一句怨言 这么想着 苏元默默给刘耀又加了几分 最有资格有优越感的人 反而最不在意 享受万民公养 那就用生命为万民保太平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 苏元始终很不下心来 完全舍弃刘耀的一方面 前世 除了不会疼人 不会做个好丈夫 其他方面 他都做得很好 有时候站在稍微伟大一点的立场上 苏元觉得自己 也可以舍小家为大家 既然他可能天生就不适合当一个女人的丈夫 那就让他去做更适合的能征善战的将领 和为您请命的亲王 苏妙滔滔不绝地抱怨着刘晓的自大和不解风情 却发现眼前人心思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还能跑哪去 苏妙心里门清 又跑到六皇孙身上去了呗 他早该料到的 就刘耀那模样 那身嫁 他妹妹怎么可能招架得住 再说两句甜言蜜语哄着 几个小东西送着 乃家姑娘不动心 刘晓要是这么对她 她也动心 也就愿意嫁给她了 可偏偏那家伙不是 回到行宫 刘耀想着收拾一下去沐浴 陪苏妙跑了那么久的 马到没累着她 但美人在怀里抱着 她却出了汗 尤其这美人还是自己前世的妻子 什么亲密的事都做过了 现在却只能看不能动 是个男人都会觉得憋屈 不过 想到能让苏妙慢慢消气 慢慢地愿意实心实意地接受她 刘耀觉得憋屈憋屈也值了 她沐浴完刚从浴室出来 身上还只穿着件白色的中衣 房门就被一不速之客给一把推开 刘小手里拎着两瓶酒 身后的下人手里 捧着的托盘上放着几道小菜 刘耀眉心跳了跳 你要干什么 心里烦 陪我喝两杯 刘耀觉得她是真会挑时候 喝完酒一身酒气 她这个早不是白洗了 但这人满脸写着一个烦 刘耀也不好 将人轰出去 算了 再洗就再洗吧 刘耀先回礼间 穿了个蓝青色外袍 衣着都离好出来时 看到刘小连椅子都没坐 直接坐在了琉璃踏前的杨涌毯上 本来用来放花瓶 茶具的桌案 此刻摆满了她带来的韭菜 尤耀也在毯子上席地而坐 什么事让你这么烦 说说吧 刘小一杯接着一杯 直到连干了三杯 才开了口 将白天的事全部说了一遍 尤耀听完只觉得 该 对刘小吃一点同情心也生不起来 刘小骂她没良心 你哥都这样了 你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吗 刘耀 你活该 刘小用手指着她 手指直哆嗦 你 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五姑娘 就胳膊肘往外拐帮别人吧 尤耀毫不客气地 拿起手边的书拍掉她指着自己的手 你出发前不是信誓旦旦 你是去讨媳妇的吗 有你这么讨的吗 把人都气跑了 刘小也很委屈 那谁知道 这姑娘脾气这么大 我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 她无缘无故地就生气了 还拿我跟你比 说什么人家六皇孙就能做到 对她妹妹怎么样怎么样 我怎么就一点诚意都没有 难不成一句话就让想她死心塌地了 刘耀挥了挥手 驱散了几分来自刘小身上难闻的酒气 四姑娘没说错啊 黄祖父都说了 这两桩亲事不会抢求 只看缘分 你呢 你不还是凭借身份拿巧 好像你愿意娶那是苏妙的福气似的 刘小有点喝高了 也来了脾气 那不是实话吗 刘耀醋眉 你要是一直这样想 就别说什么自己喜欢苏妙之类的胡话 别糟蹋了喜欢二字 刘小被弟弟一说 心里更难受 可她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 那下次你再找五姑娘 带上我 让我观摩学习一下 刘耀的脸彻底黑了 她十天半个月 才能碰到苏妍出一次门 还要带着一个脱油瓶 想都不用想的是 刘耀直接一个眼刀过去 滚 又被弟弟嫌弃 刘小更加郁闷 仰头又是整杯酒一饮而尽 京城的苏家 大姑娘苏婉挑了个丈夫空闲的时候 一家三口回了娘家 长女回门 做母亲的庆宁自是高兴 抱着外孙亲个眉垢 苏婉的夫君 宋国公敌长子宁城 在外间和大舅子说话 顺便逗弄着不到十岁的小舅子 没有别人 母女俩可以说会贴心话 母亲还真舍得把妹妹留在江南了 苏婉早就听说了消息 但如今才得空回娘家 亲自问问母亲 说起这个 庆宁微微叹了生气 不愿意能怎么办 可是六皇孙直接追到了江南 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当真如传言那般 对妹妹一往情深 庆宁意味深长地笑道 若是不然 堂堂皇孙 何苦千里迢迢追到江南去呢 如果六皇孙只是话说得好听 庆宁也只会听听就罢 但现在人家是一句话没说 直接给了最实际的行动 庆宁起初还觉得有些唐突 但现在越想越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行动一心动 苏婉明白了 那小妹那边是怎么想的 庆宁也好奇这个问题 反正在京城的时候 你妹妹跟我说的 是不愿意嫁高门大户 更不想嫁入皇家 但现在在江南这么久 就不知道 她有没有被人打动 变了心思了 苏婉抿着唇笑 六皇孙的风平素来 是不错的 虽然性子冷 但是人品才学都是上乘 妹妹 怕是难守得住啊 四下无人的时候 母女俩说话也肆无忌惮些 庆宁文言也是笑得狡黠 谁说不是呢 你妹妹就喜欢好看的 又皇孙偏偏又长得一副好模样 我看这时时有八九准成 也就你父亲还自欺欺人 苏婉笑 转而面上添了抹愁绪 可是 这要让妹妹在江南待多久 你就不想她吗 怎么可能不想 女儿在自己眼前长这么大一刻 都没离开过自己 忽然母女俩一下相隔千山万水 庆宁刚从江南回来那几天 每天晚上气得都宁苏衡 让她还自己女儿 苏衡呢 就把她掐她的杖 在床上用别的方式讨回来 这些事 庆宁想想都害骚 老夫老妻 都当人外祖父母了 那世上还没个节制 要是你妹妹搭了六皇孙的茶 估计就快了 总要回来 正是赐婚的 苏婉竟笑不语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27章 她是被人那样爱着长大的 母女俩七七八八说了一些有的没的 庆宁执意留女儿女婿一起用个晚膳 苏婉在丈夫暗示性十足的眼神中 还是点了头 于是 趁着厨房找罗晚饭 岳母帮忙带着儿子的时候 宁承和苏婉 来到了苏婉未出嫁时的闺房 明明是自己住了十多年的地方 但此刻苏婉压根就不想进来 因为她知道 这人说是 有话要私下和她说 其实就是没安好心 果然 刚一踏入房间 她就反手把门一关 随即将她整个人压在了门框上 亲了过来 苏婉心惊肉跳的 你 你别乱来 这是在我娘家 硬成气的咬她脖子 在家时怎么说的 忽然就变卦 苏婉理直气壮 我在我娘家吃个晚饭怎么了 你要是不愿意 你自己回去 我又没拦着你 硬成手往那个地方狠狠一抓 苏婉灯时软了半边身子 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几个时辰前 两人在家正亲热 眼看着快到关键时刻 她忽然推开她说 想起来今天要回娘家 这种事被打断 没一个男人能高兴 苏婉心虚地赔罪 保证快去快回 回来定然好好补偿 可她的快去快回 就是说起话来没个完 还要留下吃个晚饭 硬成并非不愿意她回娘家 也对岳家没有成见 就是不高兴 妻子在那世上戏弄她 男人在那世上能忍吗 越想宁成手下的动作 就越不客气 二人成亲多时 那世上一直很契合 折腾起来没有不爽力的 她这么一亲一摸的 苏婉也起了念头 又想着离晚饭还早 索性由她去了 反正这事 跨活得不止她一个人 等到房间里终于平静 苏婉腿直发软 站都站不起来 脸颊泛红 眼角寒春 这个样子去用晚扇 就是在明白地告诉所有人 他们俩在房间里干了什么 苏婉脸皮 还没厚到那个地步 但是不去 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便让丫鬟端来了盆冷水 用帕子浸湿 仔细地擦了擦脸 试图擦去那些暧昧的痕迹 某吃饱喝足的男人 此时也很好说话地 在帮她揉腿 这样缓了一阵 脸色差不多恢复了七八分 腿也能正常走路了 苏婉整理好好发官 走出房间 身边扶着她的丫鬟 都脸红着 像是听到了刚才房里的动静 不过面对自己的心腹 苏婉还是比较放得开 没怎么在意 饭桌上 就平洋喉的一家人 苏恒和庆宁夫妻俩 苏燕和苏蕾两兄弟 再加上宁承苏婉俩人和永哥 苏蕾望了一圈饭桌上的人 看向庆宁 母亲 三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啊 苏媛在整个苏家是五姑娘 可是在苏恒这一脉 是第三个孩子 平时苏蕾也是叫惯了三姐姐 庆宁低声哄着小儿子 想你三姐姐了 嗯 母亲 您快让三姐姐回来吧 庆宁也是心口也堵得慌 她又何尝不想女儿呢 相公 你说 既然圣上那边都松了口 那就让阿元回京城 也是一样的 苏恒 阿元当初留在江南的理由 是什么你忘了 现在回来 岂不是坐实了欺君之罪 庆宁这才想起来 当初苏妙和苏媛 可是被苏老夫人留下来 承欢膝下尽孝的 要是现在就回来 无疑他们自己亲自将这出戏给公开拆穿 那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再等等吧 而且我看阿元 说不定自己个乐不思蜀了 竟明白了他一眼 阿元才不会那么没良心呢 哼 你忘了 现在江南还有个六皇孙了 五皇孙和六皇孙 一起去的江南 现在五皇孙都回来多久了 可是六皇孙 却一点回来的意思都没有 我看 这头皇家的猪 是真要把我家的小白菜给拱了呀 苏燕一个 没忍住被水枪着 忍不住提醒道 父亲慎言 把皇孙说成是猪 这可是大不敬 苏恒很憋屈的 被儿子又只叫了一通 庆明给苏婉夫妻俩夹菜 别管他 你父亲就这样 当初你出嫁后的那几天 他也是这样 宁成 所以他也曾是岳父口中的猪 苏婉看了丈夫一眼 给了个你总算还有点自知之明的眼神 映成直往他脖子那里瞧了眼 苏婉立马警觉 低着头乖乖吃饭了 二房这边 人更少 没了杂杂呼呼的苏妙 家里就更冷清了 安阳想女儿 想的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连对苏晨都没了什么心情 苏晨很不爽 你瞧你 这才不见女儿几天 你就这样 我以往出门几个月也不见你这个样子 安阳美好气横了他一眼 你能和女儿比吗 苏晨两手放在妻子的肩上 微微用力 暗示意味很浓 哦 为何不能比 既然今天说到这 我倒是也终于有机会问一问 在夫人心里 丈夫和女儿究竟孰轻孰重 安阳觉得他太看得起自己 念无表情地拿掉他 放在自己身上的手 一脸无辜地说道 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请侯爷不要在这自取其辱 行 自取其辱 安阳都做好了他质问生气的准备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什么都没说 而是直接转身进了浴室 没道理啊 难不成是年纪大了 火气小了 等入了夜 上了床 安阳才知道 某人这是憋着什么坏 龙惊虎状的男人 从背后拥着他 身下动作不断 他被强烈的战友 压抑得几乎快喘不过来气 他还在他耳边说着话 说的那些不着调的 让安阳想想 便羞愤抓狂 老男人太可怕了 得罪不起 他以后还是学乖点好 第二天 侯夫几家人忽然聚到了一起 原因无他 大家都一致的 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马上快到苏元的生辰了 虽然人不在京城 没法亲自陪着孩子过 但是礼物什么的 隔得再远 也还是要送过去的 就连已经出嫁的苏婉和苏妍 都各自备了一份 让苏恒派人送到江南的时候 顺便烧着 就连苏客那边 不用任何人提醒 也是 提前准备好了 是一枚精致的红珊瑚手串 苏静看着全家张罗的这一幕 心里不可抑制的涌出羡慕乃至极度 哪怕苏元不在京城 全家人也会记得他的生辰 不远千里 也要将礼物送到江南 他不羡慕礼物 就是羡慕所有人都记着念着的这份心 不过若是苏静的心声能传出来 家里所有人 哪怕是下人都会觉得他没良心 他生辰时候的牌面 可一点也不小 甚至当年也是压过嫡女苏妍的 至于比不上苏妙苏元 那是肯定的 谁让人家两个的爹是侯爷 而他的爹只是个嘲讽大夫呢 想着苏妍早晚会回来 若是送一些大剑的东西过去 以后还要运回来 难免麻烦 所以家里人这次准备的 都是以京桥首饰物件为主 真有大剑的 就在书信里提了一下 等回京再看 京城的苏家这边是三月十六 将东西正式送出 苏元的生辰是三月二十六 十天的时间 最晚也能收到了 事实是第七天的时候 苏元就收到了 所有人的礼物 他都一一打开看 拆得手都累了 一一看过后 这次他最觉得喜欢的 要数三叔送的手串 赤红的珊瑚 带在纤细匀称的柔宜 称的肤色白皙胜雪 你言腻理 江南这边 也早早地为他的生辰准备了起来 家里的所有人 也都准备了礼物 生辰当天 江南这边的苏家 所有人 还都聚在一起 吃了顿团圆饭 当然主要是为给苏元庆生 第一个没在父母身边过的生辰 苏元心里也没有什么落差 小叔叔和婶婶 还有苏怡这个小姑姑 都很慈爱 待她 都像是对自己的孩子 除了一家子团圆饭 苏怀还请来了个戏班 一家人坐在雅间听曲 还特许不当值的下人也可旁听 等夜色落下 还有场十分盛大的烟火秀 苏元还被几个小姐妹拉着 红着脸拜了这边的月老树 整整一天 苏元无时无刻 不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 但是心里深处又有些遗憾 她 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个时候的苏元骨子里 是前世的王妃 已经出嫁十几年的王妃 所以 她骨子里习惯的是 王府的贺寿礼 虽然她也对叔叔为她准备的庆生宴 很是欢喜 但今晚的每一处 都会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世 前世嫁给刘耀 做了三年皇孙席 然后成为亲王妃 做皇孙席的时候最憋屈 上头那么多长辈 不好大操大半 所以 那三年的生辰 就是比平时多两个菜 外加一碗长寿面 后来公爹登基做了皇帝 刘耀成了王爷 她成了王妃 但可能是心性变了 或者是身边没了一起热闹的人 也没有铺张的张罗过 直到两个孩子长大继世后 知道了母亲的生辰 每年都会帮她过 那几年的生辰 才又热闹了一些 小叔叔今天 给她安排的这场生辰宴 可谓是倾尽所有 能有的排面都有 生怕委屈了她 可前世 哪怕是后来做了王妃 她也懒得折腾给自己过生辰 因为王府其他的事 已经够太累的了 前世今生对比之下 苏元才有了更深的体会 女子 哪怕是 嫁入了比娘家更高的门户 可是做人媳妇的日子 永远都没有在家 做姑娘来得快活自在 这大概也是女子的悲哀所在吧 等到所有人都散去 苏元回了自己院子 叔叔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后 把素心和明心都打发了出去 便躺在床上 开始放空自己 就在她脑袋开始发懵 上下眼皮即将合上的那一刻 她才恍然惊觉 自己的帐前 不知何时站了个人 她猛地惊醒 对方见她醒了 直接掀开帐帘坐到了床边 苏元满脸诧异地看着来人 简直怀疑自己在做梦 你 你怎么进来的 刘耀握上她的手 理直气壮说道 跳墙进来的 苏元 堂堂皇孙跳墙 这要是被当成贼给逮了 估计县文帝和太子 会直接把她提出阻击 是有事要和我说吗 她轻声问 她静静地凝望着她 仿佛要把她的眉目 刻入骨髓似的 今日过得高兴吗 原来 是要说这个 她小脑袋上下动了动 高兴 小叔叔准备了好些日子 什么都有 对了 你有看到苏府放的烟火吗 她 看到了 很漂亮 放了很久 百姓都出来看的 苏元威正 你 你一直都在 我本来以为苏府给你庆生 只是一顿酒席的事 便想等席散了来找你 没想到苏老爷安排了这么多 我就只能一直等到现在才有机会来找你 苏元不服地哼道 你也太小瞧人了 我家里人都可宠我了 怎么可能就只一桌酒席了事 流药有些笑不出来了 怎么办 越是了解她 越是会发现 上辈子她真的欠了她太多 就像生辰 她记得他们刚成亲的时候 她身边的两个贴身大丫鬟还会起哄说 主子生辰要到了 该怎么怎么过 但最后也就曹操了事 没怎么大操大半过 加上当时他们是皇室的最小辈的人 上头那么多长辈 中间又有那么多兄弟 生辰搞得太隆重 确实不合适 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府邸 可以尽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时候 她自己反而总是推托说过生辰就是老一岁 怎么也不愿意费心办了 后来有了孩子稍微好了点 她愿意陪着孩子热闹 她自己对过生辰总是很无所谓 觉得可有可无 除了父皇母后的万寿杰和千秋燕 是与民同庆的大事 其他人的包括她自己的 她都从来没放在心上 可是今天在苏府外等了一天 看到苏府吓人进进出出 新鲜物件络绎不绝地被抬进门 侧门纳搭了桌椅 砖来不失前两 到了晚上 烟火燃起的瞬间 她似乎透过火光 看到了她欢喜的笑脸 原来她是被人这样爱着长大的 原来她嫁给他之前 生辰都是这样过的 原来 在她不知道或者没意识到的地方 她欠她的 有那么多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二十八章 你竟是越发沉稳了 见她一直不说话 苏元忍不住戳她 想什么呢 她顺势抓住她的手 放到嘴边惊着了一下 在想五姑娘果然千娇百宠 名不虚传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 苏元就觉得怪 得了吧 你是想说 今天花费 未免有些过奢了吧 做过十多年的夫妻 苏元还是了解她的 又要笑笑 没说什么 而是从怀中 拿出一个红色的长长方方的锦盒 苏元轻挑眉梢 这是 生辰礼物 看看 喜不喜欢 苏元轻笑 接过来先是在手里打量了一下 随即慢慢打开 里面赫然躺着一枚杨之美玉的玉簪 簪身雕啄出了树干的形状 尾端还垂着朵白玉雕刻而成的 栩栩如生的海棠花 玉簪触手升温 一看便知 乃是上好的玉制 苏元忽然想起 听父亲说过 灯州地段盛产白玉 而上好的杨之玉 更是稀奇珍贵 万金难求 等等 她忽然想起什么 灯州 这么好的玉 是必下次给你的 有要静静地坐在床边 右手支着脑袋 不是 前不久刚得的 前不久 怎么得的 只见她呼的一个 俯身向她靠近 苏元看着忽然就近在咫尺的那张脸 到嘴边的那些话 瞬间都咽了下去 连眼睛都不舍得眨 一动不动 不得不说 有要的这张脸 不管什么时候看 怎么看 都是挑不出任何毛病 上一世看了十几年 也还是没有看你 虽然说好看的脸不能当饭吃 可是人长得好看 就是占便宜 看着就是赏心悦目啊 苏元觉得自己没救了 怎么看到这张脸 她就这么没出息 她将她的神情看在眼里 轻声问 好看吗 苏元这次没被绕进去 别开眼睛 还 还行 我这都只是还行 她十分自负狂傲地笑道 那得什么样的人才担得起 姑娘一生好看 苏元一阵无语 你脸皮什么时候这么厚了 没办法 她一脸无辜真诚的样子 脸皮不厚一点 追不到媳妇啊 苏元觉得 从她口中的说出的媳妇 二字可真好听啊 不像前世 她称呼她 永远都是清一色的夫人和王妃 不过 心里在欢喜 脸上还是端着架子 嗨嗨 好了 礼物送到了 你可以回去了 头顶末地响起一声闷笑 继而令人沉醉的声音响在她的耳畔 拿了东西就要赶人 你这翻脸 当真是比翻书还快 苏元也不否认 而且 她也有正当理由 外头天色已深 你在这要是被人发现了 十张嘴也说不清啊 这道理刘耀也懂 可脚下就是不舍得动 就想再多看她两眼 她话都说了 见她还是不动 苏元有点摸不清她的心思 你想什么呢 刘耀双眸凝视着她 眼底柔缓 你是想在江南留多久 苏元故意道 怎么 不耐烦了 想回去了 这话一出 就招来一个眼刀 似乎在惩罚她说 这没良心的话 她色缩了下肩膀 躲开她的眼神 我也不知道 是祖母将我留下来的 这才几天我就要走 为免伤祖母的心 再说 好容易能有机会出门 我也想多四处走走逛逛 等回了京城 哪还有这样的机会 她 等我们成亲以后 我们也可以每年抽些时间 四处游览 看看大好河山 苏元才不信这话 得了吧 少哄我了 明年开始 陛下和太子 就会正式给你派差事了 往后你 只会越来越忙 更不提太子登基以后的事了 她闻言 收紧了握着她的手 声音虽清淡语气坚定 这次我不会那么忙 而且有了前世的经验 今生的很多事处理起来 只会如鱼得水 耽误不了什么 对我而言 今生最重要的是你 两时她都是第一次说这么直白温情的话 苏元心里不可能一点触动都没有 但是 这辈子 她才不会那么没出息 说得好听 就怕到时候你做不到 她漫不经心道 有药也不恼 那 就请姑娘早日同意嫁给我 便能早日亲自领略 我到底能否说到做到 苏元 想得美 我才不要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苏元不时出声赶她 可这男人就像是没听见 脸皮厚得很 不动如山 慢慢地 困隐袭来 苏元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 刘耀摸摸她的头 困了就睡吧 她摸了下眼角 因打哈欠溢出来的眼泪 没忘最后再来一句 你快走吧 真的已经很晚了 她 不急 你睡 等你睡着了我就走 苏元实在困得不行了 热闹了一天 她早就身心俱疲 没意会便睡熟了 看着面前田径柔美的睡容 刘耀觉得她这些日子 一直焦虑烦躁的心 忽然就安定了下来 今日是3月26 她的生辰 而前世 她红是于3月15 没能等到她的29岁生辰 记得前世那个时候 她在登州被假逼暗凡的焦头烂额 有一次 长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说这案子 不知道何时才能落定 他们何时才能回京 希望最好赶上王妃生辰之前 还能回去给王妃庆个生 她那段时间 满脑子都是假逼暗的事 几乎都快忘了 妻子的生辰已经临近了 而那几年 因为训歌和宁姐的主张 已经许多年不喜欢过生辰的妻子 也变得喜欢热闹 那几年的生辰 妻子对着孩子 总是笑得很开心 潜意识里 她顿时觉得有必要快点将手里的案子审理清楚 妻子生辰是一家人的事 她总要回去 于是 她加快了很多部署的时候 本想徐徐徒之的侦查 还让掌明忙里偷闲 在登州寻一块上好的杨之美玉雕刻成簪 那段时间 忙得恨不得一个人当成两个人用的招王殿下 还亲自会了发簪的图样 妻子温婉柔静 是她生平所见的女子中最适合杨之玉的 她也发现 妻子在众多金玉中 也对此格外偏爱 海棠花又是她最爱的花木 这份生辰礼物 妻子肯定会喜欢 簪子做好的那一天 假逼案也算是十之八九有了准程 她率领不下 准备抓捕 罪犯狗急跳墙 她不慎被划伤了右臂 那一刻 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 脑子里下意识的第一个想法是 回去若是被她看到受伤 又要担心害怕的掉眼泪了 那段时间很奇怪 她总是想到她 干什么事都能联想到她 禅案时看到府宅的海棠花卉 想起妻子那如海棠一般 烟红娇艳的面容 用饭时 耳边会不由地想起 她总是提醒的 让她也多用些青菜 别只顾吃肉食 素来公司分明的招王生平 第一次自己都有些看不起自己 暗骂自己怎么如此而女情长起来 现在想来 那大概是上天的市井吧 可惜 当时的她没有明白 再后来的事 有要便不想回忆了 簪子没有送出去 因为她的主子 在自己的生辰之前 便撒手人寰 弃她而去 所以 前段时间听闻她生辰快到了 她第一时间 就是让掌明再次去打造了这枚簪子 其实就算重生 今生她也并不是所有的事 都有十足的把握 比如她的身体 这是她目前最担心的 她不知道 如果她尽全力为她调养的话 能不能真的改变她上辈子 盛年而逝的命运 她的所求所愿 无关其他 只希望前世没来得及的那些 今生能有机会 一一都给她 这一世 她希望她能平安度过很多个三月十五 迎来属于她的三月二十六 他们会互相陪伴着彼此 真正的永结童心 白手偕老 苏元不知道刘耀的所想 只是觉得 这男人是越来越上道了 愿意动脑子了 肯花心思了 说话也好听了 看来这男人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关键还是要调教 在欠的人调教调教 说不定就还能要 但是这话在苏妙看来 显然不是 因为她觉得 刘小再怎么调教 她也不想要 苏元觉得 第二次被刘小气得要升天的苏妙 心里不由的觉得奇怪 这刘小苏妙两个 上辈子到底是怎么过的 怎么就能一见面 说不了两句话就不对付 还有那个刘小 不是一口一个喜欢苏妙吗 怎么就不知道哄着点 偏要挑苏妙不爱听的说 苏元开始怀疑起刘耀的情报了 这哪是喜欢啊 这是有仇吧 苏妙还在旁边滔滔不绝地吐槽刘小 她一张嘴那话 我就不爱听 满满的优越感 好像注定我比她低一头似的 你看她送的这个口汁 根本就不称我的肤色吗 苏元听的头都快眨了 但也忍不住替刘小说了两句 他们那些人 打一出声就是高高在上 有优越感 那简直太正常了 而且我们也不否认 嫁了人 尤其是嫁给他们那种人 我们女子就是低了一头 这是没办法的事 往小了说是夫位七刚 往大了说是君位陈刚 再说买礼物这是 男人哪有几个懂胭脂水粉的 再说 你本来也不指着用她送的口汁 不过是看她一份心意罢了 苏元的话句句直中要害 苏妙气也消了大半 但心里还是不服 那要这么说 我要是真嫁给她 还得天天伺候她呢 粗活重活肯定不会让你伺候 但是穿个衣服缝个香囊什么的 还是有必要的 而且这些 你嫁给谁都是要做的 要是嫁给个没有家业家里 没有佣人伺候的 那那些粗活累活才真真全是你的 说的也是 想到自己刚才的那些话 苏妙又开始反省自己 小妹 你说我是不是脾气有点大 苏元看着她 毫不犹豫的点点头 苏妙 你稍微犹豫点 也算是对我的安慰 但苏妙也知道这是大实话 她脾气确实不太好 说好听点是心直口快 坦诚直率 说难听点是 冲动鲁莽 不设成府 苏元 你这性子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这个时候忽然说起来 以前你和我差不多时 我们俩一起玩一起闹 我不觉得自己这性子有什么问题 可说不出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竟越发沉稳了 而我长你一岁 却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苏元笑意微顿 人性千面 本来就各有不同 有内敛的 有机灵的 有开朗的 有活泼的 谁也不好说 哪个好哪个不好 更没有年长的 必须要比年幼的沉稳这个说法 姐姐 我们这样的人家 保持本性是最难得的事 若是无法避免 那就在还有的自己做主的时候 多多顺着自己的心 苏妙是真觉得自己这妹妹变了 她目瞪口呆着 看着眼前 伸亮到自己没眼处的妹妹 阿元 你 你什么时候 能说出这种大道理了 苏妙眨了眨眼 可能是我最近看的戏本多了吧 看多了世间百味的故事 便也多了许多感悟 没说几句 苏妙又现了原形 还是那副没个正经的样子 坏笑着打趣道 这些感悟有些许伤感啊 怎么 最近六皇孙对你不好 还是惹你生气了 忽然听到这个称呼 苏妙脸上煞时浮起一层薄薄的红韵 小脸娇艳得比秋后盛开的海棠更省 跟她有什么关系 你别乱说 我不过是打发时间随便看看 苏妙看得出苏妙提起六皇孙时眼底的羞意和喜悦 便知这桩亲事有了七八成准 但想起自己和刘小 苏妙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苏妙看着苏妙脸色的千变万化 适时开口 姐姐 你现在对位世子是怎样想的 对自己的妹妹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苏妙深呼了口气 还是带着一丝羞涩腼腆的说出了真心话 坦白说 我对她 心里也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也说不好 那是什么情感 而且 我也怕 若是轻易让她如了愿 她就不会那么珍惜了 这话倒是不假 而且就苏妙前世和刘小少的可怜的交集中 也看得出 那家伙骨子里有点贱贱的 比如前世她和苏妙刚成亲的时候 苏妙对她还不那么亲近 她便天天黏糊着 苏妙说话重了 她也嬉皮笑脸的硬下 可是后来苏妙渐渐动心后 这家伙对苏妙却好像不如之前那么好了 两人甚至有时候还会吵架 这可不就是贱 越是得不到的 越心里痒痒 越是送到嘴边的 越毫不在意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奏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29章 祖母愿意回去了 在江南带了将近半个月 苏妙每日过得清闲而自在 对她来说 在江南和在京城也没什么差别 对她来说 过的都是金窝银窝里的好日子 若是说 有什么不好的的地方 那便是 她有些想家了 想爹爹娘亲 想哥哥和姐姐 想弟弟 想二叔二婶 想三婶三叔 甚至连苏静好像都没有那么讨厌了 江南虽好 但终究也只是一时新鲜 玩够了看够了 便会不由自主地想 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京城 苏元自己是不好问苏林氏 她什么时候能回去 可是她的心思 哪里能瞒得过祖母的眼睛 这天用晚饭的时候 苏林氏便说起了此事 先是对苏妙 妙妙 你这最近出门的次数可是有点多呀 有 有吗 苏妙心虚的一味善笑 苏林氏很是无奈 你们两个的爹还在那替你们操心 若是你们不喜欢 这两桩婚亲 怎么说能让双方都不识体面 他们可能都没想到 明明留你们在江南 是想避免这回事的 现在却被双双追到了江南 苏妙满脸诧异 祖母 您都知道啊 祖母还没老糊涂呢 这几日你出门比你妹妹都勤 往日你们俩要是一起出去 我也没多想什么 可是这两天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还听说 那人经常送你回来 府里的下人不认识 只知道是位年轻俊美 极有威严的公子 妙妙 能跟祖母说说了吗 苏妙闹了个脸红 低垂着头在那抠手 祖母 我 苏妙打趣着开口 祖母 您明明都猜到了 干嘛还故意问姐姐 苏妙是没好气 我就是想听她自己和我说 还有你 阿妙 我说你们俩都是怎么一回事 老婆子我怎么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照你们父亲的说法 你们俩都是不愿意和世子皇孙的亲事的 所以这次才会想方设法的 把你们留在江南 希望时间能淡薄皇上的心思 可现在 那两位前后都追来了江南 这是什么意思 陈妈妈看着两个姑娘 到此双双都脸颊染上红蕴 哪里还能不明白 便笑道 老太太 这有什么可不明白的 咱们家这两位姑娘 都是花一样的年纪花一样的容貌 这样的好颜色 普天之下也找不出几个 两位皇孙身份尊贵 但也是普通的男子 少年慕爱 岂不是再正常不过 苏林是叹了生气 说的也是 可这也太巧了 怎么就两个人都 那说明咱们家两位姑娘有本事呗 这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呀 苏林是重又看着两个孙女 行 两位皇孙殿下的心思 都是明白着了 那你们俩告诉我个实话 你们俩现在心里 到底是如何想的 对那两位 你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 用不着害羞不好意思 你们就只管说句痛快话 若是你们愿意 过两天便回去 若是不愿意 那就再从长计议 苏妙和苏源对视了眼 谁都没有先出声 苏林是气急 拍了两下桌子 我的两位小姑奶奶 现在可不是害羞矜持的时候 一个个来 妙妙 你是姐姐 你先说 苏妙 我 祖母 我 我和她还没到这一步呢 目前 只是待观察的阶段 苏林是觉得这个词稀罕 又觉得她这孙女 胆量当真不小 皇孙追求 还是那般的好模样 一般姑娘早就喜不自胜 忙不迭就答应了 没想到她这孙女 还能来个待观察 真享受起皇孙的追求了 这么说 世子在追求你 苏妙有些不自在地点了点头 算是吧 我就是给她一个机会而已 没说一定答应她 行吧 挺有骨气 再到苏妙 那你呢 苏妙 呃 那只海棠玉簪是那位送的吧 苏妙猛地抬头 都说生姜还是老的辣 你们两个小丫头 骗别在我这老狐狸面前 掩饰那些小心思了 你也老实交代吧 苏妙伸手 扶了斧头上的玉簪 纤细白嫩的手指 抚摸着簪头垂下来的海棠花 脸上笑意甜淡温和 这是一种无声的回复 男子送女子发簪的含义 谁都知晓 女子收下便是代表对男子的心意 一种无声的回应 得一个都没逃得了 还是都被刘家人给盯上了 苏妙是 起初不是不愿意吗 怎么 如今想明白了 苏元色婉一笑 是 她 她对孙女 很用心 是很用心 而不是很好 苏妙是觉得 小孙女是有智慧的 追求阶段看的是用心与否 而不是取决于 听的甜言蜜语 看来 苏家的孩子 还是没有傻的 苏妙是很兴 因为 行了 老婆子我都明白了 女大不中流 这是都要被人家给抢走了 陈妈妈 哎呦 老太太这话说的 您心里怕是不定多高兴呢 苏妙是弯了弯嘴角 是 若是换作别人 我还会担心一下 对方的人品德行 但太子和卫王 都是教子有方的典范 他们两家的孩子 是断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罢了罢了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婆子我就不多管了 没得招人嫌 你们自己心里有分寸就好 苏妙和苏妙都乖巧地硬下 但苏妙在心里对苏林氏的前半段话 默默地反驳了一下 别人他不知道 但是太子家的几个兄弟也不全是好人 刘章 刘云还有刘景和刘耀四个 不管性子如何 都称得上是个正人君子 刘云是数次子 对地位从来没有什么野心 刘景就更不用说了 上头四个哥哥压着 非敌非掌 那个位子几乎是没有他的可能 刘耀也是 他是敌次子 是刘章一手带大的 他对刘章的感情比对太子还深 所以他是绝对没有半分和兄长争什么的心思 但是刘卓和刘业就不敢恭位了 起码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永家帝登基后 两个人的种种行为是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的 甚至对刘章还暗中下过杀手 而且刘耀好像也从小一直和他们不对付 他们嫉妒刘章嫡长子的身份可以继承江山大业 也嫉妒嫡幼子的刘耀备受县文帝和太子的宠爱 总之 那是两位各方面不怎么样的拙 可见 太子一脉也不尽是好的 苏灵氏的意思是要是他们俩确定了心思 那随时都可以回京城 对外他就说是虽然想念家中子女 希望他们成欢西夏 但两个孙女都是将近吉吉之灵 不希望当个看了他们的亲事 这样的说法认谁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但是之前苏妙和苏源都是归心似箭的想家 真听祖母这么说了 两人又开始不舍的祖母了 这要是一回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苏妙完美地继承的他爹忽悠母亲回家的小心思 祖母 不然 您也和我们一起回京城吧 这样我和妹妹就能天天陪在你身边了 而且 您都在江南待了这两年了 难道就一点也不想念京城吗 苏灵氏静默不语 她的夫家 母族 全是在京城 她怎么会不想回去 只是 当年她为了儿子的官位 和娘家的哥哥姐姐闹翻 加上丈夫又在那个时候去世 京城一时成了伤心的 这才让她这些年屡居异地他乡 儿子来劝 她能一个好脸色不给的对回去 但是隔背亲总是没错的 孙女劝的话 她心思不免就松动了 苏妙适时的加把火 就是啊 祖母 而且姐姐的吉吉里快到了 我的也就在明年不远了 我们都想吉吉里的时候 您能在我们身边 再有 若是圣上赐婚 难道您不想看着我和姐姐出嫁吗 苏灵是看了陈妈妈一眼 老夫人老奴也想说回去吧 一家子共享天伦比什么都强 不然两位侯爷忙碌之余 还总惦记着您 回到京城 他们都踏实 苏灵是顿了顿 好 就依你们 祖母和你们一起回去 苏妙和苏妍一脸惊喜 祖母 您说的是真的 可不许骗人啊 苏灵是 是真的 你一个 就开始让下人着手收拾吧 苏妍高兴的同时 还有些诧异 和前世相比 这也是个变故了 前世 他和苏妙 没有在江南待过这么久 所以 祖母也是一直在江南直治病时的 为此 父亲和二叔一直很愧疚 没能在最后关头 陪在母亲身边尽孝 想及此 苏妍当晚便写了封信 让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让父亲能派些人 来接祖母一道回京 苏妍也多少知道祖母的心病 想到祖母 那不成才的娘家哥哥 和心术不正的姐姐 她眼神请客冷了下去 这一事 那两人要是再敢作妖 让祖母不快 可别怪她心狠手辣 苏妍的书信 很快传到京城 看到内容 苏家上下都很高兴 老太太一直住在外边 怎么都是全家牵挂的一块心病 说句不中听的 要是哪天有个什么意外 全家从京城赶过去都来不及 为这事 兄弟俩都不知道劝了多少回了 但每次劝都挨骂 搞得两人也都不敢说话了 如今这样 看来是两个闺女在那边说了什么 让老太太愿意回来了 但不管过程怎么样 人总算是愿意回来了 苏恒芒叫来了苏晨和苏克 说了这时 苏晨和苏克也高兴 做儿子的 哪有不想母亲在身边的 苏晨 大哥 那阿元心里有没有说他们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具体的日子倒还没说 只是母亲那边已经让人开始收拾东西了 估计也是快了 阿元的意思是让我派些人过去 护卫母亲回京 这是自然的 那咱们轻点人手 快点让他们出发吧 除了选择派去的护卫队 苏恒还吩咐人 把老太太的院子和两个女儿的闺房 都仔仔细细地在清理打扫一番 晚上 临睡前 苏恒才和庆明说了这事 庆明兴奋得差点没直接蹦起来 母亲怎么松了口 愿意回来了 以前你和二弟劝过那么多次都没用 阿元来信说 是他和妙妙劝的 希望母亲能回京城和家人一起 七月份便是妙妙的集集礼 明年三月是咱们家阿元的 两人都希望祖母一定要在场 庆明靠在丈夫怀里 打趣地笑道 看来在母亲心里 你和二弟说话的分量 还比不过妙妙和阿元 苏恒也不在意 搂着妻子 等永哥长大 或是等艾儿 有了孩子 大概我们就能明白 这隔背亲了 说到苏彦 庆明也想起了正事 哎 我正要和你说呢 咱们也该给艾儿相看媳妇了 这次应该能轮到我们 当父母的做主 圣上不会再插手了吧 应该不会 你就放心给艾儿筹备起来吧 得了丈夫的保证 庆明就放心了 转头心里 开始仔细盘算了起来 儿子苏彦今年17岁 按说不少人家的子弟 这个年纪都妻妾成群了 但苏恒从一开始 在儿子的亲事方面 就没有着急 还说便是二十成亲也不晚 而且在苏恒自己看来 二十岁成亲 那是最合适的 男子的弱冠之年 有少年的蓬勃朝气 又开始有些内敛持重 是最合适取亲的年纪 相看之前 你最好先问问艾儿 庆明 问艾儿什么 问问他自己有没有心仪喜欢的姑娘 若是有 双方家事各方面又合适的话 我们也尽量让儿子得偿所愿 庆明明白了 行 那我找个机会问问 过了几天 庆明早善的时候 让人把苏彦喊了过来 一起用饭 苏彦心领神会 用饭时顶着自家母亲打亮的慈爱眼神 心里直发毛 母亲 你有话就直说吧 儿啊 我和你爹觉得 该给你说亲了 然后娘想问问你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或是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 告诉娘 娘找没人替你说亲去 苏彦怎么也没想到 大早上的母亲 想和自己说的 居然是这种事 但是想想 和自己同龄的那些人 有些孩子已经都生了 便也觉得自己差不多也到年龄了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孩儿的亲事 母亲做主便是 儿子这么信任自己 庆明心里本该高兴 可越是这样 她越是怕 万一选了个不和儿子心意的 那你和母亲说说 你中意什么样的 就说性格吧 总要与你合的来才是 苏彦儿跟有点红 就 就温婉贤惠 能持家变好 庆明瞄懂 那你觉得 影川侯爷家的采薇怎么样 苏彦儿跟顿时更红了 连带着蔓延到了脖梗 采薇姑娘 自是极好的 庆明打趣儿子 怎么就是极好的了 你可很少这么夸人啊 苏彦脸上有些过不去了 娘 得儿子害羞了 看来自己这人选还真说到了儿子的心坎上 不过 这臭小子 是什么时候看上了叶家的采薇 她这个做母亲的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但是转念一想 叶家采薇 亭亭欲立 貌美又显良 儿子又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看到漂亮姑娘 自然会动心 是她一直还把儿子当孩子看 没想到这一层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三十章 你怎么穿成这样 江南这边 自打苏林氏答应回去 苏妙和苏源 也开始命令手下的丫鬟们 开始收拾行囊 两人走路 都哼着小曲 带着风 素心 姑娘在江南这些天 玩得这么高兴 奴婢还以为您乐不思蜀了呢 苏源摆弄着刘苏簪上的刘苏 漫不惊心道 外面再好 也不如自个家呀 在京城我心就定 在江南这 总觉得自己是来做客的 没有家的感觉 明心 老夫人也答应回去 真是再好不过了 七月份就是四姑娘的吉吉里了 一家子在一起过那才有意思呢 素心 可不 明年 就是咱们姑娘了 是啊 等四姐吉吉 次婚的圣旨估摸着也就要下来了 明心 可奴婢看着 四姑娘估计没那么快松口 喂柿子还道足且尝呢 苏源忍俊不禁 这样也好了 掉掉她的胃口 不然太轻易得到的 谁还会珍惜 素心忽然想到什么 姑娘 咱们要回京城的事 您有没有和 那位说过 苏源 光顾着高兴了 都忘了行宫那边还住着这位爷呢 这段时间 都是刘耀丹方面主动找他 而最近那家伙又在忙 其一是 前不久意外爆出一桩两年前的 去打成招的冤案 受害人是一个园外家的姨娘 而被冤枉的是 届时在园外家做事的一个尼瓦将 姨娘在一个风雨交加夜 被人发现惨死房中 凶手不明 而仅仅是因为府里丫鬟的一句 看到尼瓦将在后院中 鬼鬼祟祟的出现过 当时的审讯官员 就不分清红皂白地去打成招 本来尼瓦将是被判了死刑 但是正好赶上县文帝 在先皇后 轰式十年忌日那天 大赦天下 得以保全了一条命 而出狱后的尼瓦将 一心之想 为自己洗刷冤屈 便改名换姓 甚至易容切面 再度潜入了园外府中 企图调查清楚当年真相 结果真的让他发现了 凶手正是园外府上的管家 他和姨娘有私情 又被姨娘威胁 所以冲动之下便杀人灭口 还买通了姨娘的贴身丫鬟 两人现在还成了夫妻 但是真相是知道了 却没有证据 就在这时 尼瓦将忽然想到 就算不能证明管家是凶手 但是只要是个正常官员审讯 当年仅凭丫鬟的一句话 也是没有办法断定自己是凶手 但是问题是 官官相护之下 哪里能找到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呢 也是他运气不错 攀上了刘耀来江南 之前刘耀在江南官场 大沙特沙的作风 传遍了整个江南城 尼瓦将就动了心思 后来 在目睹几位官员被整治后 尼瓦将开始真正的相信 这位贵人是未靠得住的 所以于五天前 在刘耀审查江南的最后一批卷宗时 尼瓦将找准时机 敲响了鸣骨 此案得以在皇孙的监事敦促下 重新审判 尼瓦将也终于得以洗刷 自己杀人凶手的罪名 不过按说到这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苏元有点搞不明白刘耀还在忙什么 难道是想把凶手绳之以法 可是都过去两年了 人证也好物证也好 还能找到吗 如果不能 就算是皇孙也不能无凭无据的抓人 苏元知道刘耀是个极恶如仇的性子 那原外府的管家杀人在先 嫁祸在后 若不是这你瓦将命大 真就当了替死鬼了 装装剑剑 实在是罪大恶极 刘耀那种性子 怎么可能忍得了 这会怕是亲自出马查案去了 想到这 苏元并没有因为他这段时间 因公耽误 没有来找他而生气 反而心里没有来的一阵欣慰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前世刘耀做丈夫那么不合格 今生他还愿意搭理 他的一个原因 都说世家出顽固 皇子也是不遑多让 高门子弟养尊处优 衣食无忧 很容易就养成大手大脚 目中无人的性子 可刘耀 身为全天下最有资格被养成这种性子的人 他却没有 反而深知名贵君卿的道理 能真正的把百姓的需求放在首位 不草菅人命 不官官相护 真正做到了大丈夫顶天立地 这样的男人 就算不是个合格的丈夫 苏元也打心眼里敬佩 即便没有温情 做这样 男人背后的女人 也是满满的安全感 这样想着 苏元脸上浮起了一抹笑 更何况 这家伙今生有点开窍了 看在他为百姓做好事的份上 他勉勉强强 还能给他的机会吧 又过了两日 官府那边传来了新动静 管家和丫鬟都被抓住了 具体找到什么证据抓的人 苏元倒是不清楚 但是凶手的确是被绳之以法了 二人被判当街问斩 那个去打成招的官员 也被摘了乌纱帽 留洗西南三千里 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尼瓦将也是对着刘耀恭敬严肃的磕了个头 刘耀见他可怜 也是无辜受牵连 给了他五百两银子 让他做买卖也好 买房制的也好 自己谋个营生 素心听到都忍不住夸赞 没想到六皇孙殿下的心这么细 想得这般周全 那尼瓦将可不就是个可怜无辜的人 宁心 可不是 若是六皇孙没来江南 他的冤屈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昭雪 素心忽然想起什么 说起来若不是咱们姑娘在这 六皇孙也不会来江南 更不会审查江南的这些暗宗 将这些冤假错案重新审判 看来 姑娘算是江南百姓的半个恩人了 苏元被他逗笑 我可不敢当这个虚名 这是六爷的功绩 与我实在是没甚关系 明心 素心的话也不无道理 说起来 姑娘还真是歪打正着的 给江南百姓带来了一尊活菩萨 虽然这菩萨连冷了点 但是心善啊就是面冷心善的人 面上再冷 咱们也是不怕的 就怕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苏元想起前世 这两人看到油药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一时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们俩是收了那人的好处不成 怎么现在天天帮他说好话 素心和明心对视一笑 姑娘又在嘴硬了 四月份的江南已经很闷热了 有的怕热的人家都用上了冰箭 回京的日子已经定了 约末四月中旬启程 雇着老太太年纪大 因此回程走水路 全程坐船 还有几天就回去了 这天苏元用过晚膳 坐在窗边的躺椅上晃悠悠的摇膳那凉 她身上披着件碧绿色的断面云纱 里面穿着件水红色的抹胸裙 透过水绿的薄纱 一身雌白如玉七双赛雪的肌肤 若隐若现 面颊的眼角那里 还带着沐浴热水阴晕出来的潮湿魅意 这样悠闲惬意的躺在晃悠悠的躺椅上 简直像个坠入凡间的精灵 苏元贪凉怕热 只要入夏 晚上沐浴过后 一直都是这么穿的 又要再次不请自来 入眼的便是这幅堪称有些香艳的画面 两辈子 她也没见过这样的苏元 更没见过任何女子穿成这个样子 苏元听到动静 便知道是她又来了 她慢悠悠的睁开眼睛 却不料想 那人正直愣愣站在自己面前 她猝不及防 被吓了一跳 你处在这干什么 尤耀嗓音有点雅 没什么 苏元不觉有她 反而开口调笑她 又是翻墙来的 她倒是丝毫不心虚 点头嗡了声 苏元眼里露出一丝狡黠的金光 你说 要是陛下知道 你在江南翻墙 会不会不认你这个孙子了 尤耀还真认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沉默了半嗓 尤耀还是没忍住说了出来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 苏元垂下眼 看了眼自己身上 穿成这样怎么了 太 都画到嘴边了 尤耀还是突然的画风一转 这回还没入下 小心着凉 苏元 不会 睡觉的时候 又不是不盖被子了 尤耀哑口无言 便指了指礼间 进去陪我说说话 想到这人近日的那些善心一举 苏元呼得脑子一热 冲她展开了双臂 红唇嬌声 爆 尤耀一个不闻软了半边身子 说话瞬间都不利落 指了指自己 我 你 你没饮酒吧 她身上并无酒气 应该是没喝 可若是清醒的 又怎么会说出 这么不着四六的话 尤耀如是想到 苏元不满地嘟着红唇 这个不解风情的 她不依不饶地继续张开两臂 半是焦半是尘 你到底抱不抱吗 抱 甭管清醒还是怎样 送上门的好事 不要白不要 尤耀慢慢俯身 一手揽过她的腰 一手穿过她的腿窝 轻轻松松地将人打横抱起 苏元顺时手勾住了她的脖子 脑袋靠在她的肩膀 温香软玉在怀 美人还这般主动 刘耀却心里直发毛 她一边觉得 苏元不按常理出牌 会不会是憋着什么坏 一边又条件反射地 开始口干舌燥 将苏元放在床上 让她平躺下来 没想到她还搂着她的脖子不撒手 四目相对 刘耀有些看不懂她眼里的情绪 你 你今日这是怎么了 苏元搂着她的脖子 微微向下压 没怎么样 那为何 刘耀卿笑了下 一字一句道 这般主动起来 苏元附在她的耳边 泥南细语道 你 不喜欢吗 就那么一句话 刘耀脑中的那根弦 瞬间崩断 理智全部崩塌 她毫不犹豫地 附身压上了那方郊区 吻上了那亲了蜜一样的红唇 苏来喜欢和她对着干的姑娘 今日也是难得乖的不行 室内的温度不断升温 气息生此起彼伏 连杖内的气氛越发疑拟 不知过了多久 苏元轻生地喘着气 眼神迷蒙 看着化身成狼 在她身前为非作歹的男人 心里是悔不当初 她就不该招惹这家伙 她只是稍微地主动了那么一点 结果这家伙 就真的是要吃人的架势 问题他们俩现在都做不了那种事 她这般纠缠 最后难受的是她自己 苏元搞不懂她 刘耀痴迷于眼前的米颜逆礼 美人必杀粉群 玉面寒春 此刻的苏元在刘耀眼中 像极了雨后含苞绽放的心盒 娇艳欲滴 两人的意识和理智 都在存存消失崩塌 直到刘耀的手 开始扯苏元身上贴身的那件衣服 苏元才如梦初醒 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摇头示意 不行 刘耀也回了神 知道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了 苏元清楚地感知得到 来自她身上的温度 只觉得自己浑身也快烧起来似的 忍不住推了推她 你 你冷静点 有药 她倒是想 她勾她的时候 怎么没想自己冷静点 见她一脸阴沉 苏元好心提醒 我那玉房内有冷水 要不你 后面的话 苏元实在是没有勇气说下去 这家伙那眼神是真的要吃人了 可又不是她的错 谁让她得寸进尺的 她的本意就是给她亲一亲 结果这家伙一亲就上手 一上手就要死命地纠缠一会 现在弄得两人都不舒服 游耀深呼吸了口气 眯了眯眼睛 你帮我 苏元吓得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你 你 你说什么 她现在可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她哪来的脸说这话 不 不可能 我告诉你啊 前世今生不能混为一谈 我还没嫁给你呢 你敢乱来 我咬死你 游耀白了她一眼 你想哪去了 我又没让你现身 苏元半信半疑 那你想干嘛 话音刚落 头上的阴影再次落下 她又被堵住了红唇 她一时愣住一动不动 没搞明白她 这是闹奶一出 一直到 她忽然握上她的手 挤进她的指尖 食指向扣 再然后就是 苏元瞬间脸蛋爆红 她意识到她要做什么 刚想要把手伸回来 但却被那人抓住动弹不得 她轻柔地吻一下一下地落在她的耳畔和眉眼 耳边是她低雅磁性的诱哄 还夹杂着一丝 类似于委屈和撒娇的情绪 苏元欲哭无泪 为什么前世清冷出尘的夫君 今生变成了这副样子 呜呜 太可怕了 真的是太可怕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1章 要是那时她还活着 她肯定也杀 等到房内动静平息 苏元只觉得 手心那快烫的都快着火了 那人倒是神色如常的 将她抱起起身 去浴室清洗 重点是给她洗手 给她洗完 没忘记给自己也整理一下 苏元全程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甚至清洗完 她都没给她抱 是自己走出浴室的 有药面上难得有些心虚 想着自己刚才确实有些梦了 生气了 苏元回到床上 躺下闭眼 翻身背对着她 直接拒绝聊天 这些日子面对她 有药也有了些心得 见状直接也躺到了她身边 侧身从背后将人抱住 方才是我不好 我向你赔个不是 提起刚才 苏元脸上的热意再次袭来 一直蔓延到耳根 她有些气急败坏的低声赤道 你闭嘴 她手放在她的腰间 像小猫一样轻轻蹭着她的脖梗 我闭嘴了 还怎么哄你啊 不生气好不好 苏元闷声道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怎么 害羞了 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萦绕在耳畔 低沉悦耳 还带着隐隐的笑语 苏元气得咬牙 这家伙现在怎么变得那么 不要脸啊 她转过身 气得伸手去掐她 有药也不反抗 乖乖地认她出气 可常年练武的男人身上 都是硬邦邦的肌肉 她掐了半天没掐疼她 反而自己的手酸得不行 上手不行 苏元干脆直接上嘴 朝着她的右肩 那就咬了下去 果然 她这次成功听到 男人倒吸了口冷气 有药是哭笑不得 又掐又咬 她这小媳妇属狗的不成 苏元是那种脾气 来得快去的也快的 咬完之后出了气 就想到了正事 我和四姐要回京城了 有药微顿 怎么忽然就要回去了 你前几天 不是还说想多陪陪老夫人吗 苏元线下在说这事 语气还是轻快地透着欢乐 因为祖母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啊 我和四姐劝了劝 祖母终于是愿意和我们一起 回京城了 又要有些好奇 老夫人到底是为什么会来江南 而且还在这待了那么久 就只是觉得 这的风景宜人 适合遗养天年 可是京城也并非没有景色好的地方 身为两个侯爷的母亲 京城那边谁见了不是毕恭毕敬的 怎么会愿意客居一乡 一直留在江南呢 说起这个 苏元也很无奈 这个好像是有很多原因 当时我祖父去世 祖母又和娘家的哥哥姐姐 闹得不愉快 心里不痛快 就不愿意在京城待着 干脆回了老家 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 祖母心里可能也看开了 也愿意回京城 和家人一起生活了 有要 你们什么时候启程 这个月15号 为着祖母 我们是坐船走水路 所以行程会格外慢一些 那我回去也该准备了 苏元笑 也一起回去 有要挟了他一眼 你走了 我还留在这做什么 留在这做好事啊 这段时间 您在江南城 可是名声大噪 百姓一个比一个的敬重爱戴您 到时候 恐怕拦着不许您走呢 苏元玩笑道 没想到 你还是在哪都闲不住 就在这么几天 你居然能审查出那么多的冤假错案 真是厉害厉害 最后一句 他说得很狗腿 但是又很真诚 有要知道他前半段是在打去笑话他 但是不妨碍 他在他的眼里 看到了敬佩和仰慕 放心 苏元 再厉害 也是你一个人的 苏元垂下眼 心里却在抱头狂吼 救命 这家伙是乃学来的这些情话 好土 但是好喜欢是怎么回事 还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这家伙现在居然连甜言蜜语 都能信手拈来了 有要 对了 有个是想来应该告诉你 什么 就是你叔叔的小女儿苏璇 将来要嫁的那个郎君 不是什么好人 对你妹妹动辄打骂 还不给他回娘家 苏元惊了 这些是前世 他真的是一无所知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前世 我去世后发生的 嗯 有要缓缓道 前世建元26年 我奉父皇之命巡查江南 无意间听街头百姓闲话说的 我有几分印象 记得苏璇是你叔叔家的堂妹 便让长明去调查 才知道你妹妹那门亲事 真是进了火坑 苏元一时接受不来 难以置信道 那 那苏家的人呢 就没人去为阿璇做主吗 那人是个极善伪装的 人前道貌岸然 人后便是个蛇蝎心肠的 加上当时苏家 苏怀太公已经去世 你叔叔又没有儿子 娘家是实在没人 天高路远的 也没有人愿意 帮他往京城送信 苏元握着拳头气的直哆嗦 那户人家是谁 何夕柳家 他们家 苏元冷笑了两声 不算京城这边 柳家的门楣在老宅这边 也是不够看的呀 充其量是个爆发户罢了 他们怎么敢那么欺负我妹妹的 那柳真就是个软饭硬吃的 一开始好言好语 温柔体贴地哄骗着你妹妹 等吞并了她的嫁状后 便露出了真面目 苏元 我叔叔怎么会把阿璇许配给这样的人家 又要轻轻拍了拍她 是以她消消气 你叔叔是不看好柳家的 但你那妹妹 届时已被柳真迷了心窍 一意孤行 你叔叔也是没办法 得 看来最该收拾的 除了那个渣男 还有这个美脑子的妹妹 苏元只觉得 心间一股火气蹭蹭地往外冒 恨不得现在就冲到柳家一见 杀了那个柳真 再把那个美脑子 又没长眼睛的妹妹 吊起来打一顿 偏偏现在又不行 她那没长眼睛的妹妹 才只有六岁 说这是还太早 而那个柳真 估计也还没多大呢 有要猜到她 若是听说了这是肯定生气 她素来是最在乎家人的 欺负了她还好 欺负了她家人 比欺负了她本人还严重 上一世 她唯一的一次见到她发脾气 是因为苏妍被婆母嫌弃嫁过去多年 只生了两个女儿 没有生个儿子 由此便开始 陆陆续续不停地 往自己儿子房里塞人 苏妍自己理亏 便也没有抱怨过 但是直到苏妍第三胎的孩子 因为妾室的纷争而小产 她记得很清楚 那是她第一次端起王妃的架子 去给姐姐撑腰 逼着正一只 将那两个惹事的妾室 一个发卖一个乱棍打死 也许苏玄对她而言不如苏妍亲近 但都是她的姐妹 她定然都是在乎的 乍以听闻这种事 怎么可能不生气 苏妍 那后来呢 你是怎么处置这件事的 批了他们二人合理 令柳家将苏妍的嫁妆悉数返还 柳真平日被柳家花钱打点压下去的那些七行罢事的罪行 也被一一揭发 一大未律法 怕了流放岭南 但是 苏妍被她吊着胃口 很是不满 但是什么你倒是说啊 柳真没撑到岭南 中途就死了 苏妍怎么也没想到是这么个结局 还以为祸害要一千年呢 怎么死的 生病 还是经不住流放之苦 自行了断 柳妍摇摇头 对外说的是病亡 那真相肯定就不是病亡 苏妍 所以那个人渣到底怎么死的 你下的手 她开始猜测到 柳妍坦白道 我的确是想下手 但是 我没等到那个机会 有人先我一步 听到这 苏妍心里慢慢的有了个人选 但她还不是很确定 该不会是 两人相识一眼 紧接着一口同声道 我四姐 彼时的魏王妃苏妍 还真是她四姐 但我四姐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说的 本义只是想告诉她 苏妍已经安定好了 以后能够安稳度日了 但没想到 没想到苏妍是个和她一样的互短脾气 居然抢在她前面就下了手 哈哈 苏妍忽然笑了 好 杀得好 她要是当时还活着 她肯定也杀 绝对不会让那个人渣多活一天 尤耀其实很想说流放岭南 也不是什么好事 更多地是生不如死 但苏妍显然不懂这个 所以 今后你多注意点 别再让苏妍被那人给骗了 嗯 我知道了 不过眼下苏妍也是意识到 前世的很多事 她其实都还不知道 毕竟她上辈子 确实去世的有点太早了 看来 以后的多问问刘耀 她去世后发生的事 这样才能早预防早准备 苏妍也是不晓得 自己怎么就和刘晓 变成了见面就掐的这个局面 明明 她是说过喜欢她的 明明 她面对她 也是小鹿乱撞过的 而现在 怎么就变成了 见面就吵架 不见面的时候 却有点想得尴尬近况 总之就是 她嫌弃刘小说话 做事的优越感 而且也没见她像刘耀一样 在江南办几桩像样的案子 亦或是有什么百步穿扬 晚见三千的威名 除了会投胎 那张脸长的突出了点 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而刘小 从一开始的对她见色起意 到现在这段时间 近距离接触下来 开始的嫌弃她脾气大 觉得 她说话太直伤人 养人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温情甜蜜 更别说什么 花前月下互诉相思惜别之情 现在只要见了面 养人那张嘴 就忍不住要放在对方身上 挑着一点 就能劈里啪啦的说半天 导致现在刘耀和苏元 看到他们俩同时出现 都躲着走 避免他们开战时 被殃及无辜 这不最近马上要回京城了 苏妙觉得自己 也有必要通知某人一声 毕竟某人怎么说 也是因为自己来的 于是乎 她第一次主动约着 刘小到后山赏花品茶 当然 顺路她把苏元带上了 而刘小 也心有灵犀般的 把刘耀拉了过来 四人大眼瞪小眼的 安静了半晌 然后刘耀和苏元 果断地逃离现场 选择去后山跑马去了 刘小暴毙坐着 语气很狂 找我什么事 哼 苏妙一看她 这副倩倩的样子就来气 没什么 就是告诉你 我们要回京城了 刘小丝毫不意外 就这 我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刘小给了她一个 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废话 你妹妹早就和阿耀说了 你觉得 阿耀会不告诉我吗 苏妙冷漠脸 哦 刘小脸上忽然样起一丝 不怀好意的笑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该不会是为了见我一面 故意找的借口吧 苏妙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 那您 确实是想得太多了 行了 别装 你孩子要矜持点吗 我都懂 苏妙 懂你大爷 额不对 苏妙立刻心里呸呸呸 刘小他大爷 可不就是太子殿下 他怎么把未来的皇帝都给骂上了 罪过罪过 心里骂我什么呢 刘小看透一切 苏妙陪着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捏着声音 一字一句一板一眼的温柔道 您怎么这么说啊 我哪里敢呢 骂您可是以上犯下的大罪 我可吃罪不起的哦 刘小被他这绞柔造作的语气 弄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说人话行不行 犯不着故意恶心我吧 苏妙掐着嗓子继续 您说什么呢 我本来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呀 刘小一阵恶寒 苏妙你够了 哎呀 您怎么生气了呀 是我做错还是说错什么了吗 您大人有大量 宰相肚子里能撑船 可千万别和我计较 不过这么容易就生气的话 那您可真是大方呢 刘小被渗得抖了抖身体 差不多得了 眼看着苏妙不依不饶的还要继续 刘小忍无可忍 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苏妙也是反应得很快 上去张嘴 就是狠狠的一口 春意盎然 鸟语花香的后山别怨 一道男子的哀嚎 忽然想撤上空 惊起飞鸟一片 不远处桃树后面 本想骑马 但是忍不住偷偷溜回来偷窥的刘耀和苏妙 这可比他们预想的还要惨烈得多 刘耀心里忽然有点同情起刘小来 但是想到自己前不久也刚遭罪的肩膀 算了 话还是别说得太满 苏妙忽然也觉得 前世这两人婚姻不顺也属正常 就这架势 要是顺了才是见了鬼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2章 你还担心他们打起来不成 对这样的现状 游耀心里也开始放糊涂了 这两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就到了如今相看两宴的地步了 他忍不住问旁边的苏妍 你觉得他们俩还有戏吗 苏妍正看得津津有味 为什么这么问 一见面就掐架 就没有片刻安宁 这样的两人要是在一起 那家不就是永无宁日吗 苏妍撑了他一眼 哎呀你怎么就没透过现象 看过更深层面的东西呢 又要更迷糊了 更深层面 这两人不就是妥妥的欢喜冤嫁吗 而且吵归吵闹归闹 你没发现这两人很有分寸 从来没真的让对方生气过吗 每个人和别人的相处方式都不一样 也许他们俩注定就是这样呢 这又不能说明他们俩心里不喜欢对方 刘耀看着前方牙尖嘴利互不相让的两人 犹豫纠结再三 缓缓地说道 你 你确定 不然你见魏世子这么搭理过别人吗 刘耀 怎么可能 除了苏妍 还有谁有这个胆子 这么和我堂哥说话 苏妍当下一个拍手 这不就是了 由此可以看出我四姐对魏世子就是不一样的 你和我就别管了 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行吧 听你的 偷看了个大概 苏妍拽着刘耀慢慢走开 你何谓世子回京的行程确定了吗 嗯 刘耀点头 我听常明说 京城那边 庆明郡主在给你家哥哥相看亲事 苏妍一点也不惊讶 这和前世是没什么不同的 我哥哥 是喜欢叶家的采薇姐姐的 所以无需担心 那你现在是如何想的 苏妍没反应过来 我 回京以后 黄祖父 定然是会再次提起资婚仪式 我想知道你现在愿意了吗 苏妍像没听见一般 歪着步子乱腾腾的走到旁边的海棠花丛 似是岔开话题一样 大抵是气候不同 江南的海棠开得还真比京城的好 尤妍明白了 她心里还是憋着的那股劲 现在愿意和她好生好气的是给她机会 但是想让她再次松口许架 也没那么容易 她也不恼 意不及 也夺步走到海棠花丛旁 四下看了看 摘下开得最成最好的那朵 钻到了她的发际上 女子带花 其实大多时候并没有多美 那些颜色素一点的花 人们心里忌讳 肯定不会摘下来簪发 所以能让女子选择簪发的花都 是些颜色名利大器 寓意吉祥富贵的 但是大多女子的 要么容貌清秀 压不过花朵的艳丽 人与花显得格格不入 那么妖娆妩媚的 再戴上这样的花 又会让人觉得艳气太过 看久了也难免逆味 而苏元却不同 她五官也是偏明艳精致那卦的 但是眼睛却永远清澈干净 仿佛一汪不受世俗污浊的清泉 明艳和清纯 这两个极为矛盾的词 在她身上却是融合的相得益彰 在簪上这朵粉红色的西服海棠 更加衬得她血塞桃眼 人比花娇 别人怎么看不知道 刘耀只觉得是怎么看都看不腻 这还只是14岁的苏元 再过几年 吉祥成婚后的苏元风姿只会更甚 身上兼具少女的娇俏鲜活 和少妇的妩媚风情 刘耀光是想着 便觉得嗓子有点干 眼神也带了些滚烫的啄意 前世十几年的夫妻 苏元对她太过了解 尤其在那种世上 她一个眼神的变化 她都能知道她是要干什么 但是眼下 苏元却觉得莫名其妙 他们俩好好说着话 而且话题还不怎么愉快 她甚至是间接地再次拒绝了 她想快些成亲的想法 这家伙是怎么能心思一下活跃到那方面的 苏元是真受不了她那火热直接的眼神 会让她觉得自己身上温度也烫了起来 前世他们俩唯一和谐的便是夫妻间的那档子事 两人都不是扭捏造作的性子 那世上她龙惊虎壮 折腾起来没个三四回玩不了 而她心思坦诚 对喜欢的丈夫也是热情主动 以至于上一世明星和素心 还经常半调侃半安慰她 王爷平时冷一些也不要紧 床上热就好了 彼时那两个不惊人事的小丫头 在无数次守夜后也是历练出来了 说这话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当时的苏元也是默默地用了这话 脑子里闪过前世两人眉眼看的那些画面 苏元的脸蹭的一下就烧了起来 四目相对 两人都将彼此眼里的情绪看得分明 苏元刚要说什么 但一张口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我 我去看看四姐他们 说吧转身迈开步子就想走 却被他一把攥住了手腕 苏元当时有些腿软 眼前这幅身躯还是东宫年轻的皇孙殿下 可里头的心 实打实是那个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招王啊 那一身羁压的威严气势 他本就撑不住 更别说这家伙现在心思还不太正 救命 他真的想跑 苏元试着正了两下 可不正还好 这一正 对面男人的眼神 就瞬间化为恶狼一般 握着他手腕的那只手臂 微微用力 苏元整个人便踉跌着往后一腿 摔到了他怀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一个俯身将他打横抱起 苏元下意识往四周看了看 急得双脚扑腾 你疯了 这是在外面 快把我放下来 刘耀梅说话 抱着他进了桃林里面 这会是春夏交替时分 正是各种花木开得旺盛的时候 苏元觉得 也正是因为这些草木的遮挡 某人才敢这么大胆地将他抱进来亲 前世他们的那种事 仅限于床榻之间 下了床 出了房 他还是那副端方手里 持重自省的模样 苏元从没想到 他还会有这般离经叛道 胆大妄为的时候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分神 他惩罚似的 在他脖下那块青咬了一口 苏元当时倒吸了口气冷气 你属狗的吗 咬我干什么 亲就算了 他亲得舒服的话 他也不是不愿意给他亲 可是这咬人 算是什么鬼 柳耀将他的不满和埋怨 悉数推入腹中 这个时候 别走神 也不许想别的事 苏元嘀嘀地哼了声 嘴巴便再次被他堵住 他现在庆幸的是 这家伙真的只是亲 没干别的出格的 否则他非咬得他见血不成 柳耀似乎是真亲上瘾了 来来回回 怎么都亲不够似的 直到苏元觉得自己嘴唇都有点痛了 他用力推了推他 你差不多行了 再这样 我还怎么见人 他闻言 这才依依不舍地放过他 但是搂着他先腰的那条手臂 还是没舍得收回 顺势搂着他于旁边的草丛席地而坐 苏元坐在他的身前 被他整个拢在怀里 就像他带他骑马时那样 油耀下巴抵着他的肩窝处 苏元看了眼刘晓和苏妙的方向 不放心地说道 那两个 怎么没动静了 油耀闭着眼睛 声调懒洋洋的 你还怕他们打起来不成 苏元嗡了声 像是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魏世子应该不会那么没有风度吧 我剪那张嘴巴 有时候 真的挺欠的 油耀忍俊不禁 你这么说 苏妙知道吗 那我哪敢 他还不得吃了我 我可打不过他 和他闷笑了声 伸手捏了捏他脸上的软肉 啄了下他已然红得快低鞋的耳阔 有我在 是他打不过你 再加上刘晓也没用 苏元刚想顺势夸他一句 就听他喃喃的在他耳边轻语的补充了句 我还没吃到呢 怎么能让别人吃 苏元 好像哪里不对劲 和刘晓抖了半天的嘴 苏妙口干舌燥 喝了两杯茶 用了三块点心才将将的恢复了元气 感觉可以在和刘晓大战三天三夜都没有问题 不过 他伸着懒腰看了眼四周 问采月 阿元呢 采月觉得自家姑娘糊涂了 五姑娘和六皇孙一道走了 说是骑马去了 哦对 差点忘了 人家那二人单独的你农我农去了 不过他也好想学骑马啊 那策马奔腾的场面 想想便让人心持神网 刘晓在苏妙身后 眼神就没离开过苏妙 看着他捏捏的喝茶 吃东西 再到恢复神采 眼底的笑意温和而又认真 手下元欢忍不住说道 世子 您明明那么喜欢四姑娘 干嘛一到他跟前就嘴巴不饶人啊 刘晓暴毕 哎他要是愿意跟我好好说话 我至于这样吗 四姑娘大抵就是嘴硬心软 可您不能真说不好听的惹人生气啊 刘晓想了想 我惹他生气了吗 没有吧 元欢 四姑娘眼睛里都要冒火了 那叫没生气 连六皇孙现在都会哄人了 他家这主子还没开窍 哎 道足且长啊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反正刘晓是觉得自己和苏妙 这样是打情骂俏 换了别人 他还不搭理呢 眼神又回到苏妙身上 见他一直盯着不远处 拴在一棵粗柳树旁边的骏马 四世忽然想到了什么 刘晓瞬间两眼放光 乐颠颠地小跑到了苏妙面前 看着来人 苏妙心情瞬间不是很美丽了 有事 想骑马吗 苏妙一顿 他难道是看出来自己的心思了 我 我不会 他直言道 这有什么 本世子教你就是了 说着 他拉着苏妙的手 就朝柳树旁边的马走去 苏妙心念一动 看着被他紧握着的手 脸颊隐隐地浮出一抹红韵 但他发现 他并不想正开 男人的手掌很大 很暖 将他整只手包起来 还绰绰有余 被他这样握着 苏妙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刘晓没有苏妙那么多的千丝百转 只觉得 起码会是个极佳的培养感情的机会 苏妙和苏妙一样 都很向往骑马 但是一点都不会 如今苏妙在刘晓的调教下 已经进步飞快 但是苏妙还是丝毫不懂的那种 所以站在马的旁边 素来轻傲娇纵的苏四姑娘脸上 第一次露出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 刘晓也是第一次看到 苏妙这么软萌的一面 一时也放软了声音 来 踩着马凳上马 苏妙看着眼前的高头大马 心里有点怕 但又不想在这男人面前露了窃 便按照他的画照做 踩着马灯动作很利落的上了马 他本来以为上了马就不怕了 可等他坐上了马背 好高啊 而且这马还乱动 这要是摔下去 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吧 刘晓见他脸色有点发白 关切道 怎么 哪里不舒服吗 太 太高了 我害怕 这是苏妙第一次在他面前服软 刘晓顿时心软成了一滩水 那不学了 下来吧 可是我想学 苏妙不想这么轻易放弃 那怎么办 刘晓有点犯愁 其实学骑马一开始都会害怕 这也是正常的 他们几个兄弟小的时候 第一次上马 心里也是忐忑的 生怕被甩下来 后来熟能生巧也就好了 但他现在总不能和苏妙说别怕 骑着骑着就好了 那他不得气的再给他来一口 那 袁欢在旁边忽然咳嗽了声 刘晓下意识看了他一眼 袁欢也不想多嘴 可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柿子 您可以坐在四姑娘身后 手把手地交啊 刘晓和苏妙双双一愣 看了眼对方 某柿子耳根忽然有点泛红 摸了摸鼻尖 那个 他说的 你觉得可以吗 苏妙低垂着眼瞼 轻轻地点了下头 刘晓惊了 他都做好被骂的准备了 他居然同意了 这 这 见他不动弹 苏妙恼羞成怒 试得瞪了他一眼 你到底还交不交了 叫 既然他答应了 那他也就无需顾忌什么了 他稍稍借了马凳的一个着力 飞身胯坐在了马上 像当初刘要叫苏妍一样 开始教苏妙骑马 这样的姿势 其实他就是把苏妙半抱在怀里了 刚刚还剑把弩张针锋相对的两人 忽然都安静地一句话不说 苏妙的背贴着刘晓的胸膛 加上现在春夏交替 江南天气早就热了 穿的衣服都薄 所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来自他身上温度以及 你 你心跳怎么那么快 他一个没忍住将心里的感受脱口而出 刘晓 他也不想 可是两人靠得这么近 近得他能清楚地 闻到他身上的墨香 近到只要他一塌低头 首当其冲落入眼帘的 便是他白皙优雅的脖梗 他 他 他实在是做不到 心如止水 面不改色呀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三十三章 前世你为什么不要窃视 苏元自是看到了两人共骑一匹马的这一幕 心下不无诧异 刚才还剑把弩张呢 这回怎么就狼情惬意起来了 刘耀目睹他的神情变化 好笑道 怎么他们俩和平相处了你 反而不太高兴的样子 苏元倒是也不否认 你可别忘了 前世您这位堂哥 可是妻妾成群的 刘耀视线一沉 阿元有些事说出来你肯定会生气 但是我真的想和你掰开好好谈谈 苏元眼角微挑 你想说就说吧 我知道你和苏妙可能心气高一些 亦或是从小的环境使然 都是接受不了男子那妾 但你肯定也清楚 那妾这事别说在世家贵族 便是巨股商人家都是有的 苏元喝了一声 声音瞬间冷了下来 所以你是想说 刘耀前世的所作所为 没有任何问题吗 刘耀语气满是无奈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苏元递了一个眼神 示意她继续 我说这些 其实是想说明 我堂哥和你四姐 从小接触的环境不同 接受到这方面教会也是不同 这并不能说明 两人就一定是谁对谁错 归根究底 两人是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家庭造就的产物 别的不说 你哥那边 庆明郡主可有安排通房 苏元不说话了 她其实心里也明白 即使是她父亲母亲 二叔二婶那么恩爱 她父亲和二叔 都是各有一个姨娘 未成亲前 也曾有过两个通房丫鬟 只不过成亲后 便被打发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父亲母亲 二叔二婶两对夫妻 照样是琴瑟和谐 如交似妻 也不妨碍父亲和二叔 屡见其宫 未及人臣 所以的确是不能以那切与否 来平定一个男子的品行 而且母亲和二婶 似乎也并不在意这种事 环境使然 身边都是这样的事 所以并不觉得稀奇和难以接受 妾室与主母身前的又一服 是丫鬟无异 世家闺秀们打小受到的教育 也不会让他们如此 这般小气地接受不了这种事 相反 只要妾室不生事 丈夫明事理 官眷夫人们 也是愿意给自家夫君那两门妾室 一则多个人帮自己伺候丈夫 二则也全了自己贤良舒德的名声 就连她大姐夫二姐夫那边 通房和姨娘也都是有的 有几个还是她姐姐们主动张罗着 给自己丈夫准备的 其实哪怕是苏元自己 前世的时候 对刘耀有没有切实 要不要侧妃都没有那么抵抗 她的想法就是 只要进来的人老实 她会当一个贤良人后的主母和嫡母 但是刘耀自己不要 甚至她提了好几次 她还跟他生气 死活就是不要 她要是再多说 她就索性用别的方式让她闭嘴 而就是因为 前世刘耀没有这方面的事 所以苏元理所当然地觉得 今生她也不该有 至于苏妙 苏元还真说不上来 她是具体怎么想的 看来的找个机会 好好问一问 不过眼下 她脑海里忽然浮现了另一个问题 她慢悠悠地将目光扫向刘耀 那你 前世到底是为什么不要妾室 这真是苏元一直以来最好奇的问题 哪怕是刘章和刘警队正气那么好 两人都是各有两个侧妃的 而刘耀身边 却一直只有她一个 为这事 苏元前世没少被人怀疑是个醋坛子 她想为自己证明很久了 刘耀语气没有任何起伏 没那个必要 这是什么话 前世他们成亲两年多才有了训歌 为这个 张皇后急得都火烧头发了 又是让太医给两人调理身体 又是做她的思想 预备给刘耀挑两个侧妃 其实哪一项苏元都没有意见 但是不知怎么的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前世我那么晚才有孩子 其实那时候你便是要个侧妃 我也是能接受的 尤耀眉眼冷了几分 是啊 谁不知道我的王妃最是贤惠大度 有段时间更是恨不得敲锣打鼓替我那妾 苏元也急了 那不是我一直怀不上 母后着急 我也着急啊 总不能耽误了你的子嗣吧 时隔这么多年再次说起这事 尤耀心头仍是火气翻涌 因为正妻无所出便那妾是 你知不知道若真这样 你会是什么境地 那些命妇官眷会怎么看你怎么议论你 岳父岳母又会多担心你的处境 我也没有随便到 是个女人生的孩子我都能接受 她的话言之凿凿 质地有生 苏元瞬间顿住了 所以 她是为了她 怕她处境艰难 才会在他们迟迟没有子嗣的时候 坚持不纳妾 不要侧飞 那她怎么从来没对她说过啊 你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又要铁青着脸 咬牙切齿道 不然呢 我犯得着扯谎骗你 苏元瞬间一点也不介意她的黑脸 语气欢快地继续问道 那之后呢 宫爹应该不止一次地提过给咱们府里塞人的事吧 就算他们后来有了训歌和宁姐 已然是儿女双全 但是和她那几个兄弟嫡出家树出的儿女成堆的状况比起来 张王府还是显得人丁犀灵 说过 但又被我拒绝了 她自己后宫一堆女人的麻烦事都没理清楚 上梁不正 我让她别乱来 更别瞎操心我的事 苏元鹅脚顿时垂下三条黑线 这也得亏是她受宠 又有张皇后和太子撑腰 否则这么和军妇说话 不死也得惨啊 见她的问题没个完 有药只得再三保证 前世我都没药的侧妃 这辈子也一个都不会 这点你就尽管放心 苏元咳了一声 故作庄重道 我没那么小气 一个两个的 我还没放在眼里 刘耀半个字都不信 但还是好生好气的顺着她的话 是 全天下就数你最大方最贤惠 最体贴 最懂事 最不会争风吃醋 苏元 倒也不必夸得这么不切实际 回去的时候 苏元和苏妙坐在马车 刘耀和刘晓琪这马走在前面 苏妙明显感觉得道 某人的心情不是小好 是大好 一时好奇道 那位是做了什么 还是说了什么 你怎么心情这么好 苏元脸上的笑容 也丝毫不加掩饰 心情好需要什么理由 你心情看上去也不赖吗 想起方才和刘晓 驾马飞驰的场景 苏妙低头羞涩地笑了笑 苏元觉得 这个时候很适合问点什么 姐姐 我有个是想问你 苏妙 你说 你现在心里接受喂柿子了吗 对自己的妹妹 苏妙大放地承认 差不多吧 但是同意嫁给她 还没那么快 你能接受嫁给她以后 她有侧妃和姨娘这些吗 苏妙微醋了下眉 没有立刻回答 苏元也摸不准她的心思 姐 以刘晓的身份 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 苏妙末地出声 语气是稀松平常的淡定和冷静 这下反而是苏元傻眼了 说话瞬间都不利索了 你 你什么情况 苏妙无辜耸肩 我怎么了 这 这好像不应该是从你嘴中能说出的话 你不是一点都接受不了男人想其人之福吗 苏妙文言重重地嗨了声 我当是什么呢 那种情况 除非是嫁得家徒四壁 娶不起第二个女人的 否则 但凡全和钱瞻上一点 谁能保证她不会有这个心思 再说 家徒四壁的穷鬼 也不一定就能把你捧在手心当个宝 没准是个软饭硬吃的呢 苏元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 苏妙没管她 再有就是 咱们平心而论 咱们两个的爹 各方面都是属于上乘的吧 疼爱妻子 呵护儿女 孝敬父母 又有能力有报复 这几方面都占齐了 那在京城贵族圈里 已经是属于稀有物种了吧 苏元点头同意 两个这么好的爹 都没做到的事 你说 还能指望哪个男人能做到 这话是和她想到一块去了 但是苏元还是没弄懂 你怎么突然就想通的 您这贤惠大度 还真是说来就来啊 苏妙养着脖子 择了声 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懂 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呀 有些事 都是看破不说破 该懂的 其实我都知道 苏元忽然觉得自己 好像是起人忧天了 这 你真能接受 你不是之前 还说不想 和一群小娘打擂台吗 苏妙意味深长地笑道 刘晓不是三叔 我也不是三婶 更没人有本事 在我这成为孟姨娘 想到刘耀说的前世 苏妙不声不响 弄死柳真的事 苏元对这后半句话深信不疑 那万一 来个有姿色又有本事的 你不怕刘晓变了心肠吗 苏妙忽然一把掐住苏元的耳朵 则问道 我说你怎么回事 祖母当初苦口婆心 和我们说的那些话 你怎么一句都没听进去 苏元猝不及防被她偷袭 我 我怎么就没听进去了 你听进去你 还能问我这种问题 苏元一愣 反应过来满脸差一道 你不会吧 你现在境界这么高了吗 祖母说的那些 你都能做到 那是祖母过来人的人生智慧 值得你和我 乃至天下所有的女子共年 只要有钱有权有人 不管嫁给谁 咱们俩的日子能差吗 而且天下乌鸦一般黑 哪个男人能保证 这辈子都不生二心 既然都保证不了 那我肯定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这样哪怕以后有了不好 也没得埋怨 因为自己选的路 自己受着呗 苏元嘖嘖称奇 不得了啊 你居然也能这样长篇大论了 苏妙洋洋得意 就许你进步变稳重 不许我事事动名 心境豁达啊 苏元顺着这话忙不迭点头 是是是 你厉害你厉害 苏妙略带笔仪的瞥了她一眼 小丫头骗子 太嫩 苏元 你就大我一岁 哪来的脸说这种话 不过苏妙的这番言论属实 是给苏元震惊到了 但同时她又觉得奇怪 上辈子的苏妙 没这么豁达吧 怎么这一世就能 苏元脑中忽然灵光一现 上一世 他们没有来江南 祖母又一直在江南带到病逝 自然也就没有听到 祖母那方过来人的言论 所以 她四姐心境的变化 就是因为这个 苏元觉得十有八九 祖母那番话 对她也是颇有启发 四姐听进去了 心境变了也是正常 这样也好 他们俩今生都能看得开一些 加上她和刘耀众生的际遇 她相信 她和四姐 今生都能过得比前世更好 日子转眼到了4月15 苏元苏妙一行人 该启程回京了 苏元等人回京市走水路 所以要先从苏府坐马车 到靠岸的船只那里 苏怀率领全家一路相送 直到亲眼送到老夫人等一行人上船 临出发前 一家子难免要依依不舍一番 苏林氏和苏州氏 轴里俩说着说着 便两行热泪落下 这把年纪了 这一分别 不知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 苏禅和苏璇也是掉了金豆子 都不舍得两个姐姐走 苏元和苏妙 一人一个地安慰着妹妹 保证以后肯定会回来看他们 苏怀 好了 时候不早了 说再多也是要分开的 伯母 登船吧 一路真重 苏元和苏妙一左一右地扶着祖母上了观船 船只空间宽敞 怕打扰老人家休息 苏林氏带着身边一众贴身伺候的丫鬟婆子十余人 单独占了一艘 苏元和苏妙两人住在一艘上 苏妙住在船的东阁间 苏元则是在西边 中间那块是用餐的餐厅 其余两艘船 一艘放的是行李装帘 以及苏怀相赠的一些江南特产 另外一艘是苏恒和苏晨派来的护卫队 行人的安全 从江南到京城 坐马车赶路要七八日 走水路的话就更慢了 加上担心老夫人运船不适 船只的速度更是控制的比寻常更慢了点 苏元估摸着 他们至少要在船上逗留半个月了 起初一两天 两个小姑娘还觉得新鲜 晨起日落的时候还坐在船头看风景 第三天的时候 两人便都觉得枯燥了 苏元提议 要不我们打牌 苏妙双手一摊 就我们俩 怎么打 苏元觉得这不是问题 素心明心 彩月彩星 这不都可以陪我们玩吗 素心性格活泼 文言下意识到 姑娘 奴婢的银钱可都积攒不易 输了奴婢会心疼的 苏元哼了声 那 输了算我的 赢了 算你的好不好 素心果断起身 奴婢这就去拿牌 明心 彩月 彩星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4章 心笔天高的苏靖 以及男主坐船追上来了 京城苏家 连月阁 苏靖低头绣着手中 彩叠细花图样的手绢 眉头簇着 脸上写满了烦躁 分心的时候 显然是不适合做刺绣的 因为一不留神 就会扎到手 苏靖倒吸了口冷气 看着食指上烟红的血珠 心里更是憋闷的不行 火气上来 将做了一半的刺绣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孟姨娘摇着团扇 晃晃悠悠地走进来 这是怎么了 生这么大的气 我看她不顺眼 就想摔了她 孟姨娘微微一笑 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 你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 自打听说四丫头和五丫头要回来 你这脸色就没好看过一天 怎么 你是生怕别人看不出来 你是多不喜欢那两人吗 说到最后 孟姨娘的声音沉了很多 她也谈不上多喜欢苏妙和苏源 可她知道那是苏家的两个宝贝疙瘩 念子上总要过得去 女儿这样 落到大房和二房那边 不就明摆着落人口实 苏静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那么喜欢江南 怎么不多住两年啊 这么早回来做什么 孟姨娘冷哼了一声 人家回自己的家 人两人住的是赤燥的侯府大院 爱着你什么事了 苏静不依不饶地称道 娘 谁是你女儿啊 您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孟姨娘 那你说说 苏妙和苏源回来 怎么就让你这么不痛快了 哼 他们一回来 全府上下又要都围着他们转 偏偏那老太婆也回来了 谁不知道这老太婆 偏心偏到没边了 您说说 这还能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 怎么没有 你和我现在都这儿巴精的是苏家的人 你更是名副其实的苏家三姑娘 你不出错 让人抓住话柄 谁敢把你怎么样 苏静 可我就是不服 凭什么苏妙和苏源就什么都好 平时家里人都宠着他们也就算了 出个门赴宴 那些官家太太也是逮着他们俩夸个没完 从来就没正眼看过我 好不容易最近他们不在 没人在我跟前碍眼 偏偏这么快就要回来了 苏静说着 将手边的东西统统都摔到了地上 我想想都觉得烦死了我死了 孟姨娘 那你想怎么样 还能拦着不让人家进门 我说你这孩子能不能把心思放在眼下最要紧的事上 你的婚事可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你变成了旁人眼里的老姑娘 那什么好人家都要退避三社了 苏静自己又何尝不及 可这种事着急又有什么用 女儿也知道呀 可是你也看到了 那尘世给女儿挑的都是什么人 不是芝麻绿豆的小官 就是还在苦苦攻读的秀才饼生 女儿要是嫁过去 下半辈子还有什么指望 孟姨娘心里也上火 为这事他没少献妹求苏克豁出去脸 让两位哥哥帮忙说个亲 可苏克自打挨了苏晨那顿骂 是一点也不敢再拿这事去触两个哥哥的眉头 母亲生他气 充其量就是骂两句 他要是把两个哥哥惹着了 那可是上来就是皮鞭子真抽啊 加上他那两个都是从小习武 力气又比旁人大许多 这要是挨上一顿 苏克压根就不敢想 他还不想为了这么个事丢掉自己的一条小命 苏克的回应苏晨也是知道的 父亲是指望不上了 娘 你说女儿该怎么办啊 没道理 苏婉苏颜嫁世家勋贵 而我只能嫁得小门小户 这不公平 孟姨娘被女儿吵得头疼 皱眉不耐烦道 你别嚷嚷行不行 有什么话慢慢说 这是我会再和你父亲说说 不靠着你父亲 你还能靠着谁 你那两个侯爷伯父 可有一分把你放在眼里 你父亲再怎么不成气后 那也是真心疼你的 也只有他能为你多谋话谋话 苏靖心烦意乱 那您倒是让父亲抓紧 我可不想落一个老姑娘的名声 说话间 苏克正好进来 娘俩说什么呢 孟姨娘扭着细腰 腰腰饶饶饶地走到苏克身边 殷勤地替她倒茶 再和静儿说悄悄话呢 老爷 咱们的静儿的婚事真不能脱了 您快些做主定下来吗 苏克不满道 现在是我不想定吗 这不是静儿在挑肥减兽 没一个满意的吗 苏靖文言抹着眼泪娇声道 父亲 我还是不是你女儿啊 什么话 你要不是我女儿 我才懒得管你 苏靖继续撒娇 那您怎么忍心 女儿嫁给那些人啊 没有爵位没有阴风 女儿嫁过去 日子可怎么过 苏克 怎么就不能过了 为父也没有爵位 没有阴风 你们娘俩日子不照样 是过得好好的 当官的都有俸禄 而且私下里肯定 还有别的进账 养活你一个身归女子 还不是绰绰有余 苏靖级的跺脚 父亲是没有亏待了她和娘亲 可是和苏妙苏元比起来 就太不够看的了 现在苏妙和苏元的亲事 比她还早有准 对方都是未来的一字亲王 尊贵显赫 上头的苏婉和苏妍 也都是嫁的公爵子弟 都是苏家的女儿 凭什么后此薄比到如此地步 父亲 您想想法子 女儿嫁的体面 您脸上也有光纳 孟姨娘事实开口 是啊 老爷 靖儿的话不无道理 严姐因为一些小事 和您闹得不愉快 那咱们靖儿要是有出息 将来肯定是会好好孝敬回报您的呀 被宠妾爱女求着恭维着 苏客慢慢地心也软了 行 那我再仔细找找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 肯定是比不了你两个伯伯家的姐姐妹妹的 你们娘俩要是还有这个心思 那趁早些了吧 苏靖 为什么呀 你还为什么 苏客自己说起来也挺没脸 可这毕竟是事实 你大伯二伯是谁 你爹又是谁 这能比吗 苏靖低声嘟囔了句 可大家都是苏家人 大伯二伯素日 不是也会说一笔写不出两个苏字吗 苏客忽然觉得自己 从小宠到大的女儿 怎么这么讲 一时也有些气急败坏 你平时出门 已经没少见你那两个伯父的光了 人呐 得知足 不能贪得无厌知道吗 苏靖从没被苏客说过狠话 突然被这么急头白脸的说了两句 当下抹着眼泪 就哭了出声 我如何 就贪得无厌了 我不过就是想嫁个好人家 我有什么错 你是想嫁个好人家吗 你那分明就是要嫁个有权有势的 你真那么喜欢权势 明年送你进宫选秀 你要不要 选秀 当今陛下已经是他爷爷辈的人了 他才不要嫁一个老头 苏靖瞬间哭得更伤心了 孟姨娘少不得劝道 老爷快别生气 靖儿也没有别的意思 由婉姐和颜姐比着 靖儿想嫁个好人家 也是情有可原 尤其是颜姐 那都是您的女儿 亲姐妹之间落差太大 说出去也不好听 苏客 靖儿 你听好了 你在心比天高 也要认清现实 婉姐能嫁得好 是因为她有个侯爷父亲 和满门中烈的外祖家 颜姐那是因为 她有掌实权的旧家 这两样说白了你都没有 说到最后 苏客颇有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你爹就这个本事 你认也得认 不认我也没有办法 别总想着求别人靠别人 你祖母那平时没见你多孝敬 你两个伯父 那也没看出你有什么尊敬 人家凭什么 为你劳心劳力 孟姨娘听到这也是着急了 老爷 您这是什么话 靖儿怎么就不孝顺了 那老太太偏心妙姐和圆姐 咱们靖儿空有一片孝心 无处可使罢了 是吗 苏客冷笑道 那我刚才在外面 怎么听到你左一句老太婆 又一句老太婆 对长辈毫无尊敬之心 这就是你的教养 又对着孟姨娘立声赤道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女儿 孟姨娘和苏靖 没想到苏客会听到 方才他们说的那些话 难道刚才苏客一直在外面 将他们的话都听着了 一想到这 母女俩的脸色 瞬间清白交替 难看得无以复加 苏靖也是害怕了 盲软声道 女儿方才只是一时口不择言 并没有对祖母不敬的意思 父亲恕罪 苏客没有作声 凝望着自己用敌数不分 宠妾灭妻的名声宠大的女儿 头一次觉得 眼前的孩子好陌生 今日能不敬祖母 那他日 他这个无能的父亲 又岂会落到一点好 孟姨娘也早已梨花待雨地 跪在了苏客脚边 老爷 竟儿年纪小 说话做事不懂得轻重 您别和他计较这个 眼下 还是趁早伤定劲的婚事 是正经 苏客脸上瞬间 没了多余的表情 只是正色道 你母亲给你挑的那些人家中 你都看不上 你是不是心中不领情 反而以为你母亲 存心见不得你好 这里的母亲 自然是指尘事 而这话 显然也是戳中了 苏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但面上肯定是不能承认的 只垂着头 女儿不敢 你母亲费心为你考量 但你不领情 既如此 也就罢了 寻常人家的姑娘 都是十五级姬之灵定亲 持得十六岁的也有 我会在明年之前 亲自给你选个婆嫁 到时你认也得认 不认我和你母亲 往后就再不管你了 说完 苏客就摔门而去 娘俩从没被苏客 这么冷脸对待过 一时又委屈又害怕 娘 父亲这是怎么了 他素来最宠我的 孟姨娘苦笑一声 看来苏客对他 也是失去耐心了 别说这个了 静儿你父亲虽然能力不如你两个伯父 但在婚事上定 也是为你后半生考量过的 届时 你安心嫁了便是 苏静流着泪摇头 娘 我不服 我不服 不服也得听话 若是连你父亲都不管你了 你还能指望谁 孟姨娘也是被女儿的不识好歹气到了 苏静默默地低头 娇弱地啰气着 眼底的眸光 叫人看了发寒 入夜后的观传上 苏元和苏妙一起用的晚饭 全鱼宴都是现从河里打捞上来的 鱼片粥 红烧鱼 烤鱼 还有两叠素菜 清炒菜心和蔬菜食锦 刚从河里打捞出来的鱼味道尤其鲜美 苏元一个一向晚上胃口不怎么好的人都多用了半碗粥和半碟子鱼肉 苏妙更是胃口大开 连喝了满满两碗粥 还意犹未尽 见他眼睛还盯着成粥的汤碗 苏元及时将人拦下 晚上吃多了容易及时 你悠着点 苏妙扎了扎嘴巴 可我还想吃 那你吃些素菜 苏妙全程看都没看那两碟子青菜一眼 文言更是脸上一满嫌气 不要 我不喜欢吃菜 我要吃肉 苏元悠悠道 你不是前些日子觉得自己胖了 要控制下嘴的吗 苏妙手缩了下 但也只是那么一下 随即还是加起剩下的那几块烤鱼 继续津津有味的吃着 也不差这一顿 我明日开始少吃点 苏元 苏妙一边吃着 一边打量着 坐在他对面的苏元 怎么饭是一起吃的 你就那么会长啊 苏元啊了声 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苏妙腾出 只手指了指他骨囊囊的胸前 苏元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现在怎么什么都敢说 苏妙嘴里吃着东西 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又木有外淫 吃你的吧 又吃了两块烤鱼 实在是吃不下了 苏妙这才让人撤去了餐桌 而吃得太多的后果就是 撑得有些难受 于是虎 苏妙强行拉着苏元走出船舱 到船头去散步消失 外头这会夜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但好在月色不错 所以不至于看不清周围的情况 苏妙和苏元从他们的船上 能清楚地看得到旁边祖母坐的船 以及护卫队的船只 姐妹俩就这么在船头坐了下来 素心和明心还为两个主子织了个茶桌 苏元望着空中的明月 一时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苏妙一语道破 这才几天不见 你就赌物私人成这样 苏元当然不会承认 嘴硬道 谁说我想他了 我有说赌物私人私的是谁吗 苏妙促暇的坏笑着 你这就不打自招了 苏元恼羞成怒的伸手 便要去挠苏妙痒痒 苏妙一个闪身 笑着跑开 素心看着在甲板上打闹的两位姑娘 姑娘们小心些 天黑看不清 别摔着 这时不远处的护卫队船只忽然传来一阵动静 苏元和苏妙瞬间警觉 忙带了人回到船舱内 两人还没来得及多想 护卫队那边就派了人来报信 请二位姑娘安 方才护卫队察觉到有其余船只靠近 便立刻上前查看 不曾想船上锁成的也是回京的贵人 属下等已查探过令牌 身份确凿无疑 所以特来禀告二位姑娘 若是看到那艘多出的船只 不必惊慌 苏妙在听到那句也是回京的贵人时 心里就涌出了一个猜测 但还需要进一步确实 原来是这样 不知那船上所乘坐的 是哪位贵人 那护卫面上迟疑了一下 压低了声音说道 是东宫和魏王府的两位殿下 苏元疏忽瞪大了眼 苏妙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 伸手让报信的那护卫退下 转头看了眼苏元 你和那位还真是心有灵犀 你这刚想他 他就真来了 苏元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5章 一不小心挨了打的某位爷 苏元是真没想到 刘耀和刘晓 也会选择乘船回京 这两位放着日行千里的宝马不齐 非要在船上搓磨时间 这背后的用意 简直不要太明显 苏妙一开始还在打去苏元 可苏元也不善罢甘休 别忘了一起坐在船上的 又不是刘耀 刘晓可也是在那呢 最后姐妹俩你一言我一语 直到把对方都说得面红耳赤才罢休 苏元捂着脸 眼角娇羞待怯 我 我不和你说了 说完便一路小跑回了自己的卧房 苏妙看着妹妹落荒而逃的背影 不由地捧腹大笑 素心和明心无奈地摇摇头 也紧跟着苏元后面 回了西阁间的卧房 刚已迈进房间 就看到他们姑娘把自己裹得像个春卷似 小腿悬空扑腾着 在床上来回地打滚 素心和明心对视了眼 都忍不住偷偷地抿唇笑了 明心走到床边 轻轻地掀开了被子的一角 笑道 姑娘 您可别把自己闷着 苏元文言 慢慢地把自己从被子里放了出来 因为刚才的那番折腾 她头上的发际和拆缓散乱 脸颊飞红 眼角湿润 眉眼间一股勾人的魅意 明心和素心 第一眼看去的时候 都晃了吓神 明心 姑娘 可要被水疏洗 苏元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明心随即下去准备 素心凑到苏元旁边 调笑道 姑娘 您是在想六殿下吗 苏元别过眼 并不承认 谁说我想她了 我是被四姐那些不着调的话气的 她现在可真够口无遮拦的 那 若是六殿下等会跳上咱们的船 奴婢可否要给她开门 素心闻言故作为难道 苏元仰怒骂道 我平时是不是太纵着你了 你这丫头 现在怎么和四姐一样 什么都敢说 素心太了解苏元 知道她并没有生气 那姑娘要不要和奴婢打个赌 看看六殿下今晚会不会来 苏元咳了一声 这么无聊的事 我才不和你这小丫头骗子玩呢 素心笑 奴婢明白 今晚不管任何人敲舱门 奴婢都会吩咐外面首页的 绝对不开 苏元 这倒霉孩子 书洗过后 苏元披着一头刚刚洗过 还没擦干的长发 靠在榻上坐着女工 眼神有一搭没一搭的 往窗外瞟两眼 明星端来了安神汤 服侍着苏元喝下 她有些孕传 所以这几日为了睡得好一些 睡前都会喝碗安神汤 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东阁间的灯也早就熄了 苏元说不清自己心里在期盼着什么 反正就是没有睡意 又过了两刻钟 周围还是安安静静的 一丝异常的动静也没有 苏元冷哼了声 深吸了口气 然后将脚边的被子 狠狠往旁边一踢 翻过身侧躺着 不来就不来 来了 我还不想见呢 谁稀罕啊 放着上好的宝马 不骑坐什么船啊 坐船也就算了 干什么非得大晚上的跟上他们的 还惊动了护卫队 最重要的是 都这样了 居然不来看看他 啊啊啊 臭男人 不可原谅 心里暗暗生了会闷气 后来精神头 还是没抵得住 漫漫长夜 再加上安神汤的缘故 睡意渐渐开始袭来 苏元又翻了个身 便睡着了 说来也怪 睡意朦胧之间 苏元只觉得 有一个又软又热的东西 贴着自己的嘴唇 他被堵得喘不过气 便将其拍开 然后这东西 就确实不贴他的嘴唇了 改贴他的脖子 左边贴完又贴右扁 他被东西 弄得浑身发热 难受得不行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 扬起手便打了过去 寂静的船舱隔间 一声清脆的啪 响亮入耳 在这样的环境中 显得格外突兀 苏元几乎是巴掌 扇出去的瞬间 他大脑就缓缓地 清醒了过来 然后一个有点可怕的猜想 在他的脑海中慢慢形成 即使还没睁开眼睛 但随着意识的回归 他的感官也进一步苏醒 周遭的冷山气息 却是流药身上传来的无疑 所以说他刚才是打了他一耳光 天呐 苏元心里抱住自己默默哭泣 这位祖宗可是皇帝皇后 都不舍得打得住 他就怎么就给打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干脆继续装睡 假装还没醒 苏元大脑飞速运转了下 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他似乎忘了 眼前这男人最是眼明心亮 洞察敏锐 他微颤的眼睫早已出卖了他 敢做不敢当 还继续装睡 男人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让苏元想逃也逃不掉 装睡行不通 苏元觉得只有硬着头皮面对了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床边一袭月白色的锦袍 这人本就长得风神俊朗 月白色的衣裳 更衬得他眉目温润如玉 俊雅不凡 当然前提是忽略右侧脸颊上一个鲜红明显的巴掌印 苏元拥着身上的被褥慢慢做起 有些心虚道 你 你怎么在这 有要不知道是被打懵了 还是怎么着 什么话也不说 就这么静静地凝视着他 苏元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再加上睡得正香被吵醒他心里 也不痛快 所以干脆决定先发制人 说干就干 他脖子一仰 插着腰就开始了 我事前说好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 是你大晚上的无端扰人轻梦 还 还占我便宜 而且 我刚才睡着了 那是下意识的反应 不能算在我头上 有要被他 这歪理气笑了 不算在你头上 难道算在我头上 苏元瞪了他一眼 等来就是你的错 谁让你偷偷摸摸进我房间 还 有要挑眉 还什么 苏元红着脸 不肯再继续说 你自己心里清楚 要不是你做出这般灯徒子的行为 也不会挨打 所以就是你活该 刘耀摸了摸自己挨打的脸 无奈道 你这有要高吗 话题转得有点太快 苏元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没有 你让下人给你煮两个鸡蛋揉揉吧 刘耀指了指脸上的印记 艰难的开口 你让我就这么回去 难得见他这么狼狈委屈 还有苦难言的样子 苏元忍不住笑了笑 起身下了床 到冰界那取了几小块 冰用方帕包着 做成了个简易的冰袋 然后将茶桌上的那盏 灯端放到床边 接着他便一手扶着他的下巴 一手拿着冰袋 给他揉着脸 两人贴得很近 近得能感知到彼此的呼吸 苏元一心给他揉着脸 没多想 而流药的视线落到他身上 就没在意开过 此刻他垂着眼睫 神情关切而又认真 白皙如玉的面容 在暖黄的烛光下 格外美艳动人 红唇饱满娇艳 仿佛熟透了的樱桃 诱人采摘 他的身体永远领先大脑一步 手臂一伸 苏元的姿势便由站着 变成被他搂着腰 坐到了他的腿上 苏元顺时搂着他的脖子 语气娇称 老实点 你不想明天顶着又红又肿的脸 出去见人吧 流药文言 果然乖乖地继续让他揉 苏元被他这别扭样弄得忍俊不禁 平时那么冷言少语的男人 居然还挺在乎自己的形象 他眼角的笑意太过明显 流药想忽视都难 他阴沉着脸 不太爽地问道 笑什么呢 苏元瞬间咬紧嘴唇 板正着脸 头咬得像个波浪鼓似的 没有 没笑 流药对他这睁眼说瞎话的能力 感到拜扶 想笑就笑 别憋着了 我怕你把自己憋出毛病 都没等他的这话完全落地 他就听到来自苏元的一阵 哈哈哈哈 流药 苏元是真的 实在忍不住了 眼角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什么时候也没见流药吃过这样的爹呀 等他笑累了笑够了 还不忘去给眼前的男人顺毛 好了好了 别生气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向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流药傲得很 就嘴上一句道歉就完了 苏元瞬间想拿冰块砸他 那你还想怎么样 流药没立刻回答 而是打量着房间里的个处 最后视线慢慢定格 在他床头还没做完的那个玉坠吊带上 蓝青色的 很合适 他伸手指了下 这个做完了 就当是赔礼吧 苏元当即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是给我大哥的 某人脸色瞬间更难看了 挨了打 还连个玉坠吊带都捞不着 没天理 苏元也觉得自己貌似太无情了 忙换了张笑脸 我 我再给你 做一个行了吧 给别人做的 再给我做一个 没诚意 苏元强撑着笑 那你想怎样 陪礼还要我替你想 你这姑娘 怎么这么没良心 莫名其妙 被扣了顶没良心的帽子 苏元觉得自己冤得慌 但这事是他理亏 所以 苏元也是耐着性子 哄着这个傲娇别扭的男人 那我给你做个香囊 男人暴毙 斜了他一眼 得寸进尺道 加个腰带 苏元脸颊一热 称道 你想得可真美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语气强硬的不行 你送是不送 送送送 你满意了 嗯 满意了 某人目的达到 每眼都透露着喜悦 人高兴了 其他的心思也就起来了 他接过他手里的冰袋 往后随手一扔 随即将人扑倒 捧着苏元的脸 迫不及待地吻了上去 沉寂无声的河边上 入夜的时候 哪怕是即将入夏 河面上还是凉风徐徐 而从南向北第二艘船的隔间内 温度却一直居高不下 青色的床蔓 不知何时被放下 床榻上 苏元身上那件藕色的睡裙 早已被退到了腰间 他闭着眼睛 被情意染红的小脸上 满事无措 拆 差不多可以了 再亲下去他 怕他又要让他帮他 刘耀也知道是时候了 再不松开 就真的松不开了 他埋手在他的脖肩 努力地平复着呼吸 半个时辰后 一切风平浪静 苏元本以为他也该走了 谁知这人 竟然直接躺在了他的床上 他推了推他 你快回你那 别在我这睡 又要反手将他搂在怀里 说会话再走 苏元一下不动了 仰着脸 正好他也有问题 你和魏世子 怎么也乘船回去 起码不是更快吗 也没什么急事 走水路沿途 慢慢看看风景也是好的 还有就是 我不想十几天看不到你 苏元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十几天而已 以前一年半载 见不到都是有的 不也过来了吗 他说的这个以前自然是指前世 前世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聚少离多 外出公干还好 若是赶上麻烦的战事 他一两年不回家都是有的 有要文言 搂着他的手臂收得更紧了一些 就是之前在一起的时间太少 现在才想都补回来 苏元文言面颊微红 称怪他道 你现在都是和谁学的油嘴滑舌 你之前都不这样的 你不喜欢这样吗 他似是很认真地问道 苏元摇头笑道 不是 只是觉得这样 都不像你了 有要腹着一缕他耳边的碎发 那你要尽快习惯才行 以后我都这样 苏元是真的困了 本来他都已经睡得很熟了 被这男人耍流氓的闹醒了 又陪他折腾了这好一会 现在是真撑不住了 上下眼皮都开始打架了 看他哈欠一个接着一个 有要垂手亲了亲他的额头 困了就睡吧 那你呢 他又没个正经 想和我一起睡 那我留下来陪你 也不是不可以 苏元要不是困得懒洋洋没力气 非得再给他的左脸也来一下不行 你赶紧给我走 回你自己的船上睡觉去 某人开始死皮赖脸 我那没你这舒服 我就想待在你这 苏元从来没觉得这男人这么不要脸 黄孙坐的船 怎么可能比他的差 想撒谎骗他也找个好一点的理由 男人自然知道 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他今晚能留宿 所以继续加大火力 今晚有暴雨 会打雷 苏元瞥了眼 寂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的外面 给了个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边的眼神 男人面色不改 一本正经的继续胡说八道 你一早的时候没看到燕子低飞 以及河里的渔浮在水面呼吸吗 这方面完全不懂得苏阿元一头雾水 这 这是要下雨的征兆吗 某人坚定的点头 补充道 而且可能是暴雨 雷电交加的那种 什么都怕其中更怕打雷闪电的苏元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6章 传上甜蜜日常 哪怕说到这地步 苏元也没被他绕进去 就算是会打雷闪电 我可以叫素心他们进来陪我 现在 你立刻给我回去 刘耀不为所动 凑上去贴着他的脸 他们哪有我好 我陪着你不行吗 苏元冷哼一声 少来 我还不知道你 知道我什么 知道你现在越来越厚颜无耻了 再这样 你清冷出尘不进女色的名声 可全都打脸了 刘耀一点也不在意 继续亲他 手下还不轻不重地揉捏着 我进不进女色 你不知道吗 苏元拍掉 他在他身上作乱的手 翻过身 背对着他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要睡觉了 你要是再敢吵醒 我我接下来的几天都不会理你 这个威胁还真有效 男人瞬间老实 累极困急的苏元 也很快得已进入梦乡 直到最后 他也不知道 这家伙那天晚上 到底走没走 或者是什么时候走的 反正他第二天早上 睁开眼的时候 身边是空无一人的 但是从素心不怀好意的眼神中 苏元猜测 有药应该是在他醒来之前走的 起码应该是被这丫头看到了 果不其然 替他梳妆时 死丫头鬼机灵地笑道 姑娘放心 奴婢昨夜睡得太早 今早起得太晚 所以什么也没看到 老实人明心一时没反应过来 一语戳穿 你不是很早就起了吗 还说要吩咐厨房 给姑娘包个好刻画的老鸭汤 素心 这啥姐姐呀 终于 在素心眨巴的眼睛都快掉了的时候 直肠子老实人的明心 终于是明白了点什么 心领神会的点头附和道 姑娘 素心的确是是起得很晚 是奴婢记错了 苏元 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 因着苏妙赖床 所以两人没有一起用早膳 早餐的餐桌上 一道精致的谢黄苏格外显眼 苏元视线微顿 这是哪来的 这么繁琐的点心 厨房在行船时一般是不会做的 素心眨了眨眼 是 跟在咱们船只后面那条船上的人送来的 苏元 怎么不绕死你 明心这时从外面走进来 手上还端着个托盘 苏元微微诧异 厨房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 明心摇头 不是 这是六殿下让人送来的 苏元定睛一看 核桃酥 红枣糕 些人酥烙 还有一小壶甜橙酒 这是拿他当猪养吗 他这又不是没饭吃 送来的那人还说这橙酒甜津津的 说是酒 实则没什么酒味 姑娘 也不用怕喝醉 苏元端起 那碗酥烙尝了一口 甜香软滑 很是不错 蟹黄酥分量太多 素心 你分出两份 送到祖母的船上 四姐那边也给他送一份 还有这份核桃酥 也一并送给四姐 他最爱吃这个 素心面露为难 姑娘 六殿下送给您的 您这么分出去 是不是不太好 苏元微证 玄机道 不会的 孝敬祖母那份 本就是应该的 四姐那边更不用说 别忘了那船上 还有位狮子爷呢 素心这才放心的 将点心分好送了出去 苏林是看到点心 又想到陈妈妈之前说的 他们船队后面 突然出现的那艘船 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凝视着这些精致的茶点 苏林是意味深长的感叹道 阿元 许是个有福气的 陈妈妈自然是捡主子 爱听的说 这是自然 老奴活了这么大 什么吃那怨女也是见过的 真心与否 老奴还是看得出的几分的 六殿下对五姑娘 很是用心 苏林是既欣慰又感伤 阿元遇到良人 我该是高兴的 可门地方面 咱们这样的人家 其实女子略微低价是最好的 既拿捏得住对方 也不至于真价都没出息的 陈妈妈 瞧你说的 那也不能把眼巴前这么好的女婿 就给不要了呀 苏林是笑 是啊 这段时间咱们暗中看着 这六皇孙对阿元倒真是不错 来江南大家都说是为了阿元 但是人家也没耽误正事 该审的案子 该查的民情 人家一个都没耽误 到底是太子嫡出的血脉 和皇太孙一样 对百姓有一颗仁慈之心 陈妈妈想到什么 压低声音道 六殿下这般出众 若是招人猜忌 苏林是摇头 六殿下是皇太孙一手带大的 感情甚堵 其次 六殿下也是有大智慧的人 不会让自己立于威强之下 陈妈妈松了口气 这样才好 否则有何插持 今日是尊贵无双 他日难保不被打成阶下球 苏林是 是啊 皇室之间血缘淡薄 兄弟细于强的是屡见不鲜 但本朝已在太子和卫王之间有了特例 真正的做到了兄友弟公 言传身教之下 相信皇太孙和六殿下也会是下一个太子和卫王 陈妈妈 这是自然 一母同胞的兄弟牵绊和感情总是更深一些 那是一母兄弟比不了的 我只希望 我们苏家的女孩都能嫁一个有担当的夫君 生儿育女 一生和顺 这便是我最大的所求 若能如此 我也就能安心的去见他们祖父了 陈妈妈拦着 不许她说这不吉利的话 您快别这么说 咱家将来是要出两个王妃的 谁能有您这样的福气 所以您哪 一定能福寿延年 长命百岁 苏林氏开怀一笑 那就借你这个老伙计的吉言了 用过早善后 苏元看了会书打发了一阵时间 想到自己答应给某人的香囊和腰带 便让素心去找些上等的绸缎 正好他们离开江南的时候 小叔叔苏怀送了好些将江南当地上等的绸缎 素心一听索要的颜色 便立刻明白了 这是要做定情信物送给柳殿下 那可得好好跳一跳 在这上等的绸缎中要选一个最上等的 认真筛选了好久 最后素心抱回了三匹 一匹竹青色的上等绸缎 两匹织金云段 苏元接过来 轻轻抚摸着断面 果真个个都是极好的佳品 他心里默默地安排下每一匹的用处 随即就裁剪布料 穿针碾线的开始了 又要再次跳上苏元乘坐的那艘船 刚要进西阁间的门就看到了出来倒水的素心 素心反应极快 行了一礼 奴婢拜见六殿下 又要白首示意免礼 你们姑娘在做什么 素心 回殿下 我们姑娘在做针线 针线 这是开始给她做香囊和腰带了 一想到这 某人顿时神采焕发 眉宇间都荡漾着快意 当下片刻不再犹豫 大步迈进了房间 苏元听着脚步声 便猜到了来人 视线短暂地从手上的针线挪开了一下 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 刘耀也没在意 坐到榻上 贴着她 刚想伸手 就被苏元的一句话劝退 我这会手里有针 你可别乱动 不然杂到你可别怪我 她听了这句 果断将手兴兴地缩回 看着她手上的动作 这是在做什么 苏元挟了她一眼 明知故问 才想得到证实 刘耀更高兴了 见她一心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 她也没打扰她 随手拿起床头的一本书翻看了起来 甚至看着看着 还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直接躺到了榻上 两人就这么一个躺着看书 一个歪靠着她做女工 场面温馨 而又和谐 素心泡好茶端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一幕 竟然有种 这两人像是老夫老妻的错觉 苏元的女工是很出色的 而且动作也很利落 很快 香囊的雏形就出来了 还剩下一些装饰的图案和小物件没加上去 苏元先放到了一旁 开始做其他的 有药虽然面上在看书 其实一直暗地里 一直偷偷看着苏元这边 你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 她好奇地问道 苏元被她突然出声吓了一跳 这个呀 我打算做件中医 给谁的 我弟弟呀 这布料剩的不多 只够做件小孩子的了 某人有点酸 中医这么贴身的东西 居然是做给弟弟的 他豁出脸 才要来一个香囊和一条腰带 可是弟弟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拥有一件贴身的中医 酸啊酸 某人越想越酸 然后他的酸气就情不自禁地表现了出来 做中医挺费功夫的呀 我看你这做一件中医的时间 够给我做两个香囊了 哼 中医贴身穿着还绣涂样呢 真够贴心的 哎呦 这针脚真够密的 药子好 手艺好 又用了心 这件中医穿起来那得多舒服啊 苏元一开始没搭理她 只当她在自说自话 可是渐渐的 某人这话里的酸气是越来越浓 让她想忽视都没有办法 同时 她心里又实在是哭笑不得 她一个东宫嫡出的皇孙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怎么就能因为一件中医 在这阴阳怪气着半天 而且是在她弟弟才四岁的前提下 苏元倒是没生气 就觉得眼前这男人实在幼稚的可爱 而且还有点闷骚 心里都火烧火了的也不直说 哎就是玩 就是拐弯抹角 就是让你猜 在男人的一些酸言酸语的唠道下 苏元默默地将针线和还没完全做好的几件东西收到一边 刘耀还躺在那 手里拿着本书装无作样 嘴上说的和脑子里想的早就天马行空了 她强忍着笑意 一个声扑直接压到了她身上 苏元听到身下男人闷哼了一声 她吓了一跳 压着你了 有要猝不及防被她这么主动投怀送抱 起初是没反应过来 加上她扑得太猛 声杂过来压得肋骨有点疼 现在反应过来 当然是一把搂住怀中的人 然后火速反刻为主 一个翻身 两人的体位瞬间发生了变化 做了半天的女工 苏元正想歇歇眼休息休息 这个时候能和爱人甜蜜一味拥吻 那是件多惬意美好的事情 而且很明显 看了半天书的男人也是这么想的 两人就这么 在方寸大小的美人榻上纠缠起来 刘耀一手估着她的腰 一手捧着她的后脑 正想享受片刻美人在怀疑亲方泽 阿元 那核桃酥你哪来的 味道还不错 挺好吃的 你这还有吗 苏妙的声音忽然传来 而且有远极近 两人动作都瞬间僵住 苏元大脑一热 下意识将身上的人狠狠一推 油药没设防 加上美人榻本来就较窄 当下一个不稳 砰的一声 接接实实地摔到了地上 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油药完全没反应过来 即便是摔到了地上 整个人还是懵的 苏妙走进来的 看到的就是她妹妹坐在美人榻上 然后那位素来俊美翩翩如折仙的六皇孙殿下 正略有些狼狈地倒在地上 看上去 有点像是被人推倒的 这发生了什么太明显了 苏妙脸色瞬间严肃了起来 将苏元从踏上滴溜了起来 苏元对刘耀的心虚 让她此刻也一副乖宝宝状 苏妙双臂交叉于胸前 声音严肃 阿元 你这可有点太过了 苏元灯时红了脸 以为苏妙看出了她和刘耀方才在做什么 觉得她形势太不端庄 有时矜持 刚想解释一下 就听苏妙又说道 就算六殿下喜欢你 你也不该仗着她的喜欢 就欺负人啊 苏元 啥子东西 你瞧你 还把人家给推倒在地上 堂堂皇孙殿下 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 默默从地上起身的刘耀 四姑娘不要责怪阿元 方才是我说话唐突了 是我的不对 苏元皱眉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 果然 苏妙一听这话 更觉得是她妹妹欺负了人 而且 人家还大人有大量不和她计较 此刻在苏妙眼里 犹药忽然成了痴心爱慕苏元 哪怕被欺负了 也还在全心维护着心上人 生怕心上人受到责怪的绝世好男人 而苏元呢 俨然是个恃宠儿娇 还欺负人家欺负的眉边的大小姐 脾气十足的刁满妹妹 和苏元一样 苏妙也护短 有人欺负她 家人她提着刀就能杀过去的那种 但是这不意味着 她也能纵着自己妹妹欺负人 还是把人推到地上的那种 更何况 小打小闹还好 若是太过胡闹 一味地仗着男方的喜欢 让男方忍让 长久下去 感情也是长久不了的 苏妙觉得 自己有必要给妹妹上节课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三十七章 家里有一个聪明的就够了 搬着小椅子一坐 姐姐款一摆 苏妙正式开始了对苏元的说教 而苏元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 他已经要提前是夫了 臭男人居然在他姐面前阴他 就为着他情急之下 把他推下床 虽然说是他不对在先 可他当时也是着急下意识的动作 怎么这家伙就能和他处处记仇 真是越想越气 苏妙见他还一脸不服 面带威胁地看着流药 顿时更来气了 我说话你听进去了没有 怎么还不老实 我问你 以后还欺不欺负人了 某男人很不合时宜地开口 四姑娘 多谢四姑娘美意替在下做主 但此事也不全怪阿元 说来是我一时梦浪冒犯了 苏元疏忽瞪圆了眼睛 苏妙正喝着茶 听到梦浪两个字 差点美猛地一口热茶灌下去 险些烫死加枪死 具体怎么死还真难说 可嗨嗨 撕烫死我了 不过舌头上的些许痛意 没有让他忘记 刚才流药的惊人之语 梦浪冒犯 什么来的 他都以为自己妹妹欺负人 快上家法了 这个时候 给他来这么一出 苏元觉得 有必要自救一下 这家伙不要脸 他还要呢 四姐 你别听他瞎说 方才就是 我给雷儿做了健中医 他吃醋也想要 我们俩玩闹说笑的时候 他不小心摔下来的 苏妙也不傻 对苏元的话一个字都不信 但有流药这番话 他也知道 事情也不可能是 他一开始以为的那样 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 三人大眼瞪小眼 好不尴尬 苏妙似乎渐渐意识到 自己刚才是打扰到了什么 脸上莫名一阵热议 让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 那什么 你们继续 我 我先走了 我 我今天都不会来了呀 放心 说完头也不回的撒腿就跑 苏元 继续 继续什么 他现在只想收拾 刚才按悄悄告黑状的男人 有要一拍脑门 突然有事我忽然想起我有要事要和我堂哥商量 我先走了晚些再来看你 苏元还没反应过来男人已经溜眉影了 苏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某人沦落到落荒而逃 苏元顿时哭笑不得又有些纳闷 他是能吃人还是怎么着 战场上真枪实战都不怕的男人 难不成他比虎狼雄狮还可怕 呵 苏妙慌不择路般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脸上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 彩月 姑娘不是说去找五姑娘说话 顺便看看还有没有核桃松吗 苏妙啊了声 那边再忙 我就回来了 我有点累了 躺一会 你们先下去吧 彩月和彩星规制好手上的物件 一前一后地退了出去 苏妙脱了鞋子 往床上一仰 想起刚才那一幕 他就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那么明显的是 他怎么就能一点都看不出来 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妹妹欺负人了 欺欺地去给人家主持公道 结果呢 那皮狼已经打入内部 都快把他妹妹吃的骨头都不剩了 一想到这 苏妙忽然觉得自己刚才走得太快了 怎么也应该说两句训诫一下 让那人澄清之前规矩点 别老动手动脚的 像话吗 彩月先莲子走进来 姑娘 世子爷来了 苏妙皱眉 她来干什么 找我有事吗 没事我就不能来了 说话间 某人已经很自觉地自己走了进来 苏妙一个打挺 坐起了身 踩月 倒茶 刘小微谈眉梢 语气这么重 谁惹你了 苏妙恨恨咬牙 你那个好弟弟 好弟弟 刘小医症 绕了好一圈才明白过来 你是说阿药 她怎么会惹到你 按理说 除了你妹妹 其他女人 她应该一个都不会搭理才对 她的确是没怎么搭理过我 但她惹到我了 刘小瑶有兴趣地问道 那她到底是怎么惹到你了 她 她欺负我妹妹 欺负你妹妹 怎么可能 我刚看到阿药溜回去 那架势 跟后面有恶狼追她似的 苏妙眼睛一迷 你说谁是恶狼 刘小敢忙改口 我 我是恶狼行了吧 苏妙嘟着唇 没好气地撑了她一眼 就你有嘴滑舌 还有你那弟弟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她说什么了 刘小有点好奇 虽然她这堂弟是个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性子 但她还是有点好奇 到底是说了什么能把苏妙偶成这样 我今天去我妹妹那边找人 结果一进去就发现 你弟弟正躺在地上 像是被人推得 我这脑子当时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一点也没反应过来 我还以为是我妹妹欺负人了 还把安援好一顿讯 有小一个没忍住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 苏妙 你可真是个天才 人家两个人摆明了在打情骂俏 你这突然出现 可不是惊到了那对鸳鸯 苏妙也觉得自己蠢 我 我当时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能想到 是我妹妹欺负了人 有小笑地咳嗽了两声 难不成你妹妹在你眼里 就是个刁蛮大小街 还能无缘无故欺负人 把人推倒 那都倒不是 哎呀 我也不明白 自己当时犯的什么病 更要命的是 我这都说了一半了 你弟弟才跳出来 说是 让我不要怪阿元 是他梦浪唐突在先 饶是刘晓自认 也不是什么要脸的人 在听到梦浪这二字 心里还是不由得心服口服 论脸皮的厚度 他还是望尘莫及呀 刘晓递了杯茶给他 行了行了 你也别气 我那堂弟就是那么个人 悟空一切 随心所欲 自然也就口无遮拦了些 苏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口干舌燥的咕嘟咕嘟一引而进 我不是气他 我就是气我自己 怎么就那么没眼力尽 怎么那么蠢啊 有小蛮眼宠溺 揉了揉他眨毛的小脑袋 好了 纯点就纯点吧 家里两个 有一个聪明的就够了 苏妙瞪他 你什么意思 嫌我笨 没有 我哪敢 意思就是 不管你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绝不嫌弃 苏妙绷着的脸 撑不住裂开 绽放了笑容 周围的空气 都是甜丝丝的 他呼得又想到什么 等等 你刚才说六殿下已经回你们那了 对啊 我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的 苏妙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该不会是被我妹妹赶出来的吧 赶出来 我看她更像是逃出来的 刘晓毫不客气地吐槽道 苏妙 也是 当着我妹妹的面乱说话 我妹妹那脾气能饶得了她 刘晓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一步一步地凑到了她跟前 轻轻撞了下她的肩膀 哎 我在这呢 咱们就不说别人的事了呗 说说咱们自己 苏妙甜笑 说什么 这几天想我没 苏妙不看她 这才分开几天 什么想不想的 刘晓按着她不松手 像是她不说句中听的 就不放开她的意思 你没听说过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咱们这都好几日不见了 还不够久啊 苏妙眸光流转 声音娇俏 带着抹修意 想想想 想得我茶不思饭不想 卫衣消得人憔悴 你满意了吧 刘晓这才罢休 两人终于是平心静气下来 能安静地说说话 刘晓揽着苏妙 她投靠在她肩膀上 上船以后 一直没看见你 忙什么呢 一堆公文没批 趁着抵达京城之前 要都处理好 不然我父王又要牢牢叨叨了 你来江南 为王殿下同意吗 有什么不同意的 我又不是 去做什么坏事 是去给她追儿媳妇 让她早日抱孙子 到底还是冰清玉洁的姑娘家 苏妙性格在直率开朗 听到这种话 还是羞得不行 瞎说什么呢 没个正经 还不是你们家儿媳妇呢 现在不是 以后早晚是 你能逃到哪去 得性 这么久没在家 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 母亲肯定想我想得紧 京城一切都好 这次你们和老夫人一起回去 两位侯爷定然特别高兴 说起这个 苏妙还是忍不住满脸笑容 那当然了 你知道为着劝我祖母回京这事 我父亲和大伯挨了祖母多少骂 虽然理由言之早早 可祖母心结尚在 哪是那么容易松口的 那老夫人是怎么愿意松口的 你和五姑娘是做了什么吗 苏妙问了声 其实也没什么 时间是为最好的良药 再痛得伤疤 日子久了 哪怕没法彻底痊愈 也能淡去疼痛 祖母和祖父 间谍情生 祖父刚去的那两年 祖母受的行销鼓励 机遇随着祖父一同去的 虽然被父亲和大伯劝住 但也总是郁郁寡欢 再加上 祖母的娘家人 自身立不住 没有真才实学 却总是想借着我父亲和大伯的官位的些助力 我祖母不乐意 他们便说 祖母忘了本 儿子得了事 就不认娘家人了 诸多烦心烟渣事 祖母这才已去江南许久不回 留小细细地听着 不忘宽慰她 老夫人如今能愿意回去 便是对这些事情都不慎在意了 你也无需多虑 嗯 这个我也知道 有平阳侯和宁远侯两位那么争气的儿子 又有你和五姑娘 两个那么好的孙女成欢西夏 老夫人什么心结也都想开了 苏妙宁了夏某人的脸 打趣道 你这张嘴 现在怎么能好好说话了 之前张嘴就能把我气得不行 现在这好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有小吃痛挣扎 那之前你不是也没少怂我吗 苏妙手下力道一个家众 那还不是你不知道让着我 你弟弟就能让着我妹妹 怎么你就非要跟我争个高低输赢 有小是图整就一下自己的一张俊脸 有话好好说 你 你能不能先松开 君子动口不动手 苏妙理直气壮 我又不是君子 犯不着拿这话压我 有小 这话说的也没错 没办法 他只得低声求饶 我错了 我错了 之前是我不对 我不该和你犯枪 苏妙这才放过他 有小捂着脸颊 脸上已被掐得有了一道红色的印记 你这下手也太狠了 谋杀亲夫啊 你再胡说 未来夫君也是夫 怎么了 有小气急败坏道 苏妙被他这副无赖模样弄得破功 你和六殿下还真是兄弟 某些方面 确实挺像的 有小 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话 那你和五姑娘是姐妹 怎么那么不像啊 苏妙不服 哪不像了 哪哪都不像 你妹妹答应要给阿药做个香囊和腰带 好家伙 这两天他都不知道明里暗里在我面前炫耀多少回了 我问他一句 方才去哪了 他便故作矜持地回我去苏妍要给他做个腰带 方才去量腰间尺寸了 这两天更过分 我不管说什么他都能给我绕到你妹妹送他东西上 我看要是可以 他恨不得将你妹妹送他东西这是写在脸上 满天下招摇得死去 苏妙好笑道 还有这么个事 有小点头 语气不免有点羡慕极度 恨也不远了 我说 你就不能也给我做一个 让我也去灭灭那家伙的士气 别整得谁没有事的 苏妙面露尴尬 可 可是我女工做得不好 琴棋书画 他都还看得过去 唯独女工这项 大概是自幼性子跳脱坐不住 总是耐不下心来学 加上家里人也宠着 见他不喜欢也不勉强 横竖娇生惯养的侯府千金 不至于自己做针线活度日 他便将女工这项彻底抛下了 他的针线功夫 自己看着的都嫌丑 宋人的话实在是拿不出手 留小半信半疑 真的 你不会是为了夺懒筐我吧 苏妙竖起右手三根手指 我发誓 女工这东西我是真的不太行 是不太行 而不是不会 苏妙警觉 你想什么呢 留小摩缩着他的发际 只要是你做的 什么样我都喜欢 苏妙有些为难 可 可是你一个亲王柿子 身上佩戴那么丑的香囊 别人看到还不笑话你 谁敢 不羡慕极度死他们就不错了 留小仰着脖子 语气很拽地说道 苏妙心思微动 那 那我试试 但是先说好 别给我限定期限 我什么时候做好 什么时候未算 留小 一个香囊 你总不至于做一两年吧 苏妙低头叩手不说话 留小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8章 二姐想要的体面 她愿意替其维持 苏家女孩个个都是行动力很强的人 苏妙也是说干就干的性格 更何况 技术不够 那就只能慢工出细活 但是苏妙很有自知之明 就凭她自己 再怎么慢 也出不了多好的东西 所以 她需要一个师傅 很显然 最合适的师傅 非苏妙莫属 所以第二天一早 苏妙心冲冲地抱着针线和云段 去找苏妙 苏妙一头雾水 四姐 你这是唱哪出啊 别提了 还不是你给六殿下 做香囊惹出来的 你给她弟弟送了东西 结果留小就有样学样 也来找我要 别人不知道 你还能不知道我女工是什么德行 苏妙一脸猛 为柿子是怎么知道的 我这还没做好送出去啊 你们家那位故意嘚瑟的呗 把留小眼红的不行 都直接开口跟我要了 我这一时心软就答应了 但是你也知道 要是全我自己做那这东西 肯定就见不得人了 所以你可得帮帮我 苏妙 这东西就在一个心意 你亲手做的便是最重要的 苏妙拖着塞 自己都嫌弃自己 那也不能丑得见不得人啊 留小不要连我还要呢 苏妙 行吧 就她姐早年把鸳鸯绣成鸭子 把兔子绣成白猫 把竹叶绣成鸡爪的功夫 这东西要是全部由她来做 可能别说贱人 甚至有点吓人了 这样 我给你打个底子 再给你勾个边 你负责填充就好 苏妙犹豫道 填充 你确定 苏妙 你总不会连填充都不会了吧 苏妙 我试试 衣住香的功夫后 呀 怎么了 扎到手了 苏妙连忙让素心拿药 你这多久没做过针线了 手生疏成这样 自从母亲不逼着 我学女工 我就再也没碰过了呀 苏妙 那是你十二岁时候的事吧 你 你三年没动过针线了 还敢答应给留小做香囊 苏妙也觉得自己 似乎盲目自信了点 那 那我话都说出去了 总不能反悔吧 慢慢来吧 着急也没用 苏妙 幸好我说 让她别催我 我什么时候 做好了 自己会给她 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简单的将手指包扎了一下 苏妙小心翼翼的再次开始 可能是怕再被炸到 她这次格外的小心 小心到半个时辰过去了 连个叶子都没有填充完 苏妙看得头大 就按照你这个速度 明年能做好吗 苏妙也愁 没办法啊 慢慢来吧 熟能生巧 说不定后来就快起来了 等苏妙将给苏蕾的中医做好 给留药的香囊和腰带都完工 苏妙也终于是 绣完了三片竹叶 苏妙累得眼酸手也酸 摸了摸小肚子 该吃午膳了吧 我都饿了 苏妙问素心 厨房那边 午膳都准备好了吗 嗯 今日天气热 厨房做了鸡丝凉面 银耳莲子羹 几道开胃小菜 还有一道鲫鱼汤 那就开始用饭吧 别把咱们四姑娘饿着 苏妙小腿晃有的欢快 对对对 开饭开饭 餐桌旁 苏妙视线落在那道实锦豆腐上 那是二姐苏妙最爱吃的 不知道大姐和二姐她们最近过的怎么样 苏妙 你呀 别起人忧天了 大姐二姐比我们有盘算的多 哪里轮得到我们俩操心 话是这么说 但苏妙心里却很清楚 二姐苏妙的这桩婚事 并没有二姐表现出来的那样完美 二姐夫的确是个不错的人 身为嫡次子 家中的爵位是没她的份 尽是出身之士 为人温和敦厚 尚可堪称为良配 二姐和二姐夫夫妻之间 称得尚是和美的 而一切的根源 就是二姐的婆母郑国公夫人郑有氏 郑有氏的父亲 曾观至吏不尚书 为六不尚书之手 所以正有事性格心高气傲 打从心底里 压根就没看上五品官女儿的苏妍 虽然苏家是有两个有本事的侯业 可人家都有自己的亲生女儿 苏妍这个侄女能占多大分量 还不是可想而知 若不是丈夫一意孤行 执意要定下这门亲事 她定是能给自己的小儿子 找一个家事门第都相当的大家闺秀 一个不被婆婆所喜的儿媳妇嫁进来 可想而知 哪来的舒心日子过 男人们白天都是要外出公干的 作为新媳妇都要在婆母面前立规矩 这是新媳妇都要熬的一关 若是遇到个脾气和顺 好相处的婆婆 那是新媳妇的福气 不过显然 苏妍是没有这个福气的 这些事情 前世苏家一直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苏妍每次回娘家 都是报喜不报忧 从没听她说过什么婆家的糟心事 前世苏妍提起婆家 永远都是赞不绝口 什么公婆慈爱 丈夫体贴 轴礼和姑嫂和睦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 苏家当时也就信了 只当这孩子有福气 就连苏妍当时都信了 她印象里 二姐苏妍性格好 长得也好 从小到大 除了偏心的父亲 没人不喜欢她 那在婆家顺风顺水本 也是理所当然 直到 苏妍小产的消息 在世家的圈里传开 彼时已是王妃的苏妍 得到消息火速地赶到国公府 在自家妹妹面前 苏妍起初还在逞强 说是自己不小心 但身边贴身伺候的丫鬟 忍无可忍 一五一时地 将苏妍这些年的心酸委屈 一一道出 苏妍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姐姐 这些年在家里人的眼皮子底下 居然受了这么多委屈 她当时听完 又气又心疼 上辈子自从嫁给刘耀 她便一直端方手礼 很怕自己的一言一行 给刘耀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而二姐的事 那是她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搬出皇家王妃的架子 逼着郑国公府 料理了两个惹事的妾室 也直接地敲打了郑柳氏 让她别因为三叔没本事 就觉得苏妍好欺负 因为苏妍拿出了态度 之后的事压根 就不需要她再出手 别的暂且不提 当时苏妍可是 已有了两个王妃妹妹 京城的官眷夫人们 最是会见风使舵的 昭王是陛下嫡出 太子胞弟 魏王一脉也是身受皇恩 眼看着郑柳氏 得罪了两个罪的是王爷的王妃 一时纷纷抱团 彻底把郑柳氏 排除在了贵妇人的圈里 这一排 就是一年多 郑柳氏何等骄傲的人 哪里受得了 但是两个王妃不松口 压根没人敢搭理她 没办法 她只得是背齐了理 弯低了腰 恭恭敬敬地 在苏妍和苏妙面前赔了个不是 还保证以后 绝对善待苏妍 苏妍和苏妍 也很大方的一笑米恩仇 顺便分别以自家夫君的名义 给郑国公世子郑一只 送了两位貌美又有心机的通房 美其名曰 多位世子开之散夜 为郑家淡玉子寺 郑一只的郑妻 是郑柳氏娘家的内侄女 郑柳氏一直视为己出 苏妙苏妍姐妹俩此举 正式报复了郑柳氏 给郑景之赛通房 造成苏妍小产的事 而王爷送的貌美姬妾 郑一只于公寓司自然 都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 一位姓江的通房 曾一度几乎独占郑景之的所有宠爱 把郑一只的妻子柳氏压得喘不过气 娘家侄女受气 郑柳氏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和精力 在盯着苏妍 苏妍得一手的云开见月明 苏妙用过午饭 便回自己那边午睡去了 苏妍了午睡意 平躺在床上 继续想前世二姐苏妍的那些事 她知道 前世二姐一直瞒着家里 一方面是她性子倔强 不愿家里人担忧 另一方面也是好面子 从小因为三叔的偏心 二姐每每什么都逼自己做到最好 以为这般就可以得到三叔多一分的关注 可是不管她怎么做 三叔总是偏心苏静 苏妍记得 和郑家的婚事定下来的那段时间 是二姐长那么大最痛快 最扬眉吐气的时候 虽然还是那副谦逊低调的样子 但眼神里是充满稀奇的 是以为自己自此可以摆脱宠妾灭妻的父亲 给不受重视的母亲以荣耀和风光的 但是现实的落差之大 似乎狠狠地在她脸上扇了一耳光 对当时的二姐来说 这种情况 若是让家里人知道 也许大伯二伯会替她撑腰 为她主持公道 但母亲那边只会更抬不起头 更加面上无光 而孟姨娘和苏静只会阴阳怪气和幸灾乐祸 父亲那边也会埋怨她无能 严格婆媳关系都处理不好 如此这般 二姐瞒着家里 苏源其实也能理解 可是当时明明她和四姐苏妙 也都可以是她的依靠了 二姐也还是谁都没有告诉 苏源一想到这就难过得不行 她的姐姐受了那么久的委屈 她居然一直都不知道 傻乎乎地被蒙在鼓里 这辈子 她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 算算时间 二姐应该马上会怀上第二个孩子了 照着前世二姐贴身丫鬟哭诉的说辞 刚嫁过去那几年 二姐的日子还算可以 虽然郑柳氏不喜 但面上还过得去 真正开始难过的 是在二姐一连生下两个女儿之后 接连几年在无身孕的时候 若是再具体 似乎便是二姐生下第二个女儿后了 郑柳氏骨子里重男轻女 当时就已经很不高兴了 再加上二姐在那之后好几年没再生养 她就更着急上火了 对二姐也就一点好脸都没了 苏元心里盘算思考着自己该如何做 才能帮帮二姐 可不等她想出主意 她先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她现在就是苏家的一个未出嫁的小姑娘 还不是什么王妃 现在这个时候 郑家人肯定是一点都不怕她的 那她要怎么样帮二姐 啊 苏元忽然一阵抓狂 怎么忘了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了 饶是她不喜欢用权势压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 对付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 或者是贪图富贵的萧小 权势压人是最解气也最管用的法子 可现在 她偏偏还没有权势 而且这事 她也尽量不想告诉父亲和二叔 二姐想要的体面 她也愿意替其维持 但前提是她得另外想得到主意才行 整整一下午 苏元待在房里哪都没去 一直在想这事 但主意没想出来 反而弄得自己一个头两个大 京城苏家 这天苏衡宁人传话 让已经出嫁的苏婉和苏妍和自己的夫婿 一同家去用个晚饭 下午的时候 宋国公的马车和郑国公的马车 便陆续地停在了苏府门前 宁支援和郑景支都是自己先下马 然后亲自扶着妻子下了马车 没等大人们说话 苏婉身旁乳娘 怀里抱着的勇哥 先奶生奶气地叫了句 二姨 苏妍很是欢喜地将勇哥抱在怀里 大姐 你们勇哥可真讨人喜欢 苏婉往苏妍身后 看了眼 你们怎么没带惠姐出来 惠姐走得早起发热 今日刚刚才好了些 便让他在家休养 没带他来 两个连金宁支援和郑景支互相问了好 便携着妻子前去拜见岳父岳母 今日是苏府家宴 这回家中长辈都在一处 都在金华堂 庆宁看到人 一个眼神都没给女儿女婿 一把抢过勇哥 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勇哥 有没有想外祖母 外祖母 我每天都有想的 还有外祖父和舅舅姨姨 苏衡也是一脸慈爱地逗弄着妻子怀里的外孙 这小家伙 当真是个机灵鬼 让人越看越喜欢 陈氏问苏妍 为何没带外孙女回来 她也想含一弄孙一下 苏妍只得将刚才外面和苏婉说的那些 又重复了一遍 大概是隔背亲的缘故 为人父母觉得正常的一些事 陈氏吓了一跳 连忙追问道 怎么好端端的忽然发热了 大夫怎么说 小孩子又要要格外注意些 可不能和大人的混为一谈 正经之功声道 岳母大人当心 大夫已经看过了 说是退了热便没有大爱 也特意开了孩子的药方 每一项都是千般小心 断不会有事的 陈氏这才放下心 苏婉 父亲 祖母那边还要几日能到啊 应该至少还要七八日 你祖母和阿元都有些运船 所以速度控制的没有太快 庆宁又亲了一下宝贝孙子 慢慢的安稳一些好 反正也没什么急事 苏妍 大伯母说的是 总能到家的 也不急在这一时 一家人和和乐乐的用了一顿晚饭 饭后闲话家常了一会 按说苏婉和苏妍 都该各自回去了 可奈何天公不作美 大雨煞时间倾盆而至 仿佛一道道水柱从高空落下 击打在地面上蓬蓬作响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39章 女子出嫁后的处境 取决于两个人 大户人家的马车制造讲究 自然都是防雨的 但即便如此 庆宁也是适时开口 让两个闺女 就各带着丈夫在娘家住一晚吧 苏婉自己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母亲再这么一说 她立刻顺水推舟的就同意了 女子不管什么时候 即便嫁得婆家再好 也没有在娘家的日子 过得自在舒心 对苏婉来说 好容易有机会能在娘家住一晚 这么好的事 怎么能轻易放过 宁之源虽是五人脾气 但却对妻子呵护备质 苏婉的任何要求 几乎都是有求必应 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只要妻子高兴 让她去捉天上的月亮 她也得照办 而苏妍却是有些为难的样子 可是惠姐那边 苏婉安慰妹妹 国公府那么大 那么多下人 还能照顾不好一个惠姐 苏妍脸色僵硬了一瞬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似乎不是很有信心 苏婉眼洁微颤 觉得苏妍这神色 着实有些奇怪 于是她便玩笑般的 对郑景芝说道 妹夫 你该不会不愿意 阿妍在娘家住一宿吧 郑景芝倒是神色如常 大姐说 哪里的话 自是可以的 转身又对苏妍说道 既然大伯母盛情 那你便住一晚也没事的 苏妍一脸不放心 那会姐那边怎么办 还 还有婆婆那 夫妻俩说话时 都是刻意压低了声音的 但是苏婉还是听到了婆婆的字眼 心间奇怪更甚 这二妹不是一直说 郑家夫人很是慈爱和顺 极好说话的吗 怎么会连儿媳妇在娘家住一晚 这种小的不能再小的事 都要有微词 这两人丝毫不查自己的话 已被苏婉听着了个七八分 母亲那边 我会和她说的 你放心 苏妍迟疑再三 才慢吞吞地点了点头 苏妍的异常 不仅苏婉有所察觉 庆明和安阳也是觉得怪异 但两人都没有直接宣之于口 交换了个眼神 都从彼此眼中 看出了相同的疑惑 看来 这背后肯定有他们不知道的隐情 躺到妻子未出嫁时的闺房 宁之园的感觉很是不错 房内布置得精致华美 一看便是备受家族宠爱的女孩 才能有的待遇和规格 府内的下人并没有因为姑娘出嫁 而对这个院落生出任何怠慢 房间内各处都打扫得一尘不染 床榻上的紧被也早已换了新的 宁之园半躺在床上 翘着二郎腿 手里还拿着本从大舅子那里借来的冰书 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 苏王哄睡儿子回到房间 坐在床边往后一仰 熟忍地整着宁之园的腰腹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宁之园眼睛没离开冰书 只伸出左手 俯触着妻子精致的面庞 叹什么气 有心事 苏婉对着丈夫 将自己方才的发现 以及心中的疑惑依依说来 宁之园缓了半天 才明白过来妻子的意思 有些不太相信 你是不是有些想多了 二妹和妹夫情色和谐 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呀 苏婉 我没说二妹和妹夫有什么问题 宁之园 那你是说郑家 苏婉点头 我总觉得二妹刚才神色不对劲 仿佛在害怕什么 宁之园不懂女子之间的弯弯绕绕 二妹是郑国公的二大娘子 谁能欺负她 那可未必 苏婉否定道 宁之园对这种事虽然不理解 但是也宽慰妻子 不管是什么事 既然二妹不想说 那想来也就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 再者 不是还有二妹夫吗 他们两口子 哪个也不是傻的 你就尽可放心 苏婉觉得丈夫说的也不无道理 难道真是自己想多了 次日一早 急匆匆的用过早膳 苏妍便忙不迭的和家人告别回了郑国公府 庆宁和安阳看在眼里 心里的猜测又证实了几分 待苏恒和苏晨都出门 周里俩开始细说苏妍的事 这二丫头 看来是有事瞒着家里 庆宁忧心忡忡地说道 安阳 是啊 她在婆家究竟是何种处境 这丫头看来一直没和我们说实话 大嫂 这是该怎么办 严姐不肯和我们说实话 要不让三弟妹去问 他们亲娘俩总该是什么都能说的吧 庆宁觉得不行 严姐若是愿意说 三弟妹不会也一直蒙在鼓里 连自己的亲娘都不告诉 看来是真不想说 难怪家里这边瞒得这么紧 除了担心 安阳还想不通 这门亲事当初双方都是乐见其成的 我瞧着景致那孩子 对严姐也是不错的 按说这日子 说到最后 安阳的声音渐渐地弱了下来 随即猛地一个抬头和庆宁眼神相遇 两人都想到了 他们这样的人家 女子出嫁后的处境取决于两个人 一是丈夫 若是丈夫不知冷知热 是非不分 那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第二个便是婆婆 苏林氏是个难得慈善和蔼的婆婆 所以庆明和安阳都没怎么吃过婆婆的苦 但他们也多少从规格好友那边听说过这些 甚至他们的一些好友 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 被婆婆滴溜着立规矩 日日在婆母面前侍奉汤水 这都还算是好的 若是再遇到个守身的太长的 便是儿子儿媳的房中事 恨不得都要管一管 夫妻同房多了 说儿媳妇不知督促丈夫上进 夫妻同房少了 便说儿媳妇没本事 连丈夫的心都拢不住 然后便是借着开枝散叶棉岩子寺的名头 开始源源不断地给儿子房里塞一些貌美机械 好的婆婆 是自己吃过的苦 不愿意底下的多晚辈再经历一次 因此对儿媳妇不说事如己出 起码也不会刻意为难 而那些恶婆婆 便是自己年轻时吃过婆婆的苦 现在自己当了婆婆 便要让自己的儿媳妇再吃一遍 不然心里多不平似的 这世道 孝子占了半边天 若是儿媳妇有何怨言 吃亏的反而是他们自己 而如今苏妍这般 既然不是丈夫的问题 那就只能是婆婆那边了 想想郑国公夫人郑友是平时的风评和做派 庆明和安阳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两人瞬间火气都蹭蹭地往上冲 搞了半天 他们苏家的女儿一直在外面受了委屈 还要自己憋在心里 无人敢言 安阳 严姐这丫头怎么回事 怎么就不和家里人说呢 苏家又不是没人了 只要她一说 我们哪个能不管 庆明到底是大嫂 看问题便看得更深远一些 严姐不说 便是要维护自己的体面 未出阁时 就被自己父亲宠牵灭妻的名声 弄得抬不起头 如今若是在传出 被各恶婆婆搓磨 那名声还能好听吗 严姐这孩子打小性子就傲 加上三弟偏心 又有些敏感多疑 不愿意告诉家里 肯定也都是这些原因 安阳听得心疼得不行 怎么都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可恶 这郑友是哪来的脸 为难我们家的孩子 郑家如今说白了 就是个空架子 除了个世袭的爵位 在朝中连个掌识权的人都没有 也就咱家这位二女婿 还算得不错 虽说他们家是公爵 咱们家是侯爵 可要论起圣券和宠信 郑家如今 连没有爵位的陆家都比不过 也就一个花架子好看 强撑着外表的光鲜罢了 庆明安抚着安阳 让他消消气 夫君和二弟 当初给严姐看上这门亲事 原本就只是 看上了二女婿 和郑家的门媒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要夫君有担当 有立身的本事 对女子而言便是有叛头的 安阳 那二丫头这是可怎么办 这现在都是咱俩自己猜测的 具体如何他也不说 真是急人 先别急 这事还只是咱们的推测 无凭无据的 我们也不能贸贸然上门理论 说来会解周岁燕的日子也不远了 届时咱们再好好看一看 这郑柳氏 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庆宁和安阳一样 知道他们俩的这个猜测 是八九不离十 也是恨不得 当下就立刻上门撕了 那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郑柳氏 但他们也知道 这是急不得 更不能冲动 只要苏妍一日 还是郑家的媳妇 这事就需要体体面面地解决 否则稍有不慎 还有可能伤到苏妍 和郑景之夫期间的感情 为着孩子们 他们再气再急 也只能从长记忆 苏妙最近很安静 安静的周围人觉得有些诡异 彩月忍不住 偷偷来向苏妍禀告 苏妍 四姐这两天 不是在座要送给 喂柿子的香囊吗 是啊 可是姑娘 似乎怎么做都不满意 拆拆补补了好几次 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做 做到半夜才收 眼睛都熬红了 苏妍差一倒 当真 怎么不早来告诉我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姑娘也不许人说 觉得丢脸 苏妍随即来到了 苏妙的东阁间 果然看到那人正一脸苦大仇深的 和手里那个至今 还未成形的香囊做斗争 见苏妍来了 苏妍瞬间哭着扑了上来 呜呜 你可算来了 苏妍轻拍着苏妍的肩膀 我怎么听彩月说 你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 苏妍气呼呼地指着手里 做了好几天的东西 气不成声道 我怎么做都觉得做不好 越做越丑 长这么大 苏妍没见苏妍哭过几回 这个小霸王是宁愿把别人惹哭泣哭十回也不会委屈自己哭一回 所以这乍一看到他的眼泪 苏妍还真有些手足无措 好了好了 多大的事 不行就不做了 别为着这点小事累着眼睛 苏妍一连几天把这东西拆了又做做了又拆 心里早已是又憋屈又委屈 呜呜 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 这么点东西都做不好 我都要气死了 我都拆了好几遍了 还是做得不好 一次比一次丑 你说那该死的刘晓 要什么东西不好 非要跟我要这种玩意 呜呜我不想玩了 苏妍那就不做了 啊 乖咱们不受这个气了 苏妍抽气着 那刘晓那边怎么办 他还等着要来和你们家那位炫耀嘚瑟呢 说来都怪你 好端端的你送什么香囊腰带吗 还有六殿下 自己收着自己高兴就行了呗 非得拿出来炫耀 这都什么毛病啊 苏妍默默的闭嘴没有反驳 他知道他解一项奉行的原则里 有一条就是我不高兴 那你们一个都别想逃 这个时候 说得越多 被骂得越惨 把周围一圈人都骂完了以后 苏妍擦了擦眼泪 你教我重新做一个 苏妍惊讶 还做 不然呢 我要是真连个这种东西都做不出来 岂不是太丢脸了 而且我都答应了刘晓 总不能言而无信吧 苏妍纳闷道 你从小学女工是最没耐心的 谁劝你你和谁急 怎么这到了刘晓 你就是另一种你那个说法了 熬红了 眼睛都要给他做 姐姐 您这可有点太明显了 苏妍没好气的掐他 下次你不送给刘耀 就没这事了 你们家那位有的 刘晓当然也得有 哎呦呵 这就护上了 苏妍没再多说 无奈的笑道 好好好 我这就帮你再重新弄一个 还是和之前一样 你勾编我填充 苏妍 行吧 去你那边 我这边窗户外的景色 我都看你了 苏妍 好 大概是有了第一次 做了拆拆了做的经验 这次苏妍的手法 娴熟了很多 起码从头到尾 没再眨到自己的手 加上又有苏妍 这个手艺精湛的师傅 在旁指点 不过一个上午 雏形就已经出来了 苏妍揉着胳膊 很有成就感的说道 原来这种事情 也没那么难 说是帮忙勾编 其实无时无刻 都得下手逢两针的苏妍 呵呵 你开心就好 苏妍捧着自己 做出来的物件 陷入了深深的 自我欣赏和夸奖中 嘖嘖嘖 原来她做女工 也不是一点天赋都没有 这不做出来有模有样吗 看来天赋 确实是比努力 更加来得重要 但还没等苏妍 骄傲多久 她瞄到苏妍床边的 已经做好的 但还未送出去的 香囊和腰带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么想不开 她不由地拿起来 和自己做的对比了一番 然后 苏妍就沉默了 苏妍静手回来 就看到 她那刚才还因为成功 做出来一个香囊 骄傲自负的 快要上天的姐姐 此刻被一股悲伤 缭落的乌云 笼罩着全身 这 这又是咋的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 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四十章 要不我今晚留宿下来 任凭发落 苏妍小心翼翼地走近 小心翼翼地问 怎么了 苏妍生无可恋状 我还以为我做得挺好的呢 不 不然呢 结果 跟你做得比起来 我就简直就跟狗啃的似的 苏妍 就这 有想拿出去还炫耀 不给她丢人 丢到家就不错了 苏妍哭笑不得 这种贴身的东西 女子送给男子 本就重在心意 若是论手艺好坏 那谁能比得过那些秀娘们 苏妍瞬间没底气了 可我这手艺 好像连中等都勉强 那你 不妨送给刘小 看看她会不会嫌弃 苏妍怒 握着小拳头挥舞着 她敢 这不就得了 是她主动跟你要的 做得好与不好 她都该心里有数 再说 你这好几年 不碰针线的人 能做成这样 当真是已经很不错的了 这么一说 苏妍果然脸色好了很多 个人有个人的本事 她的本事不在这 又花心思 又费时间的女工上面 还是不要强求 姐妹俩话音刚落 那头明心 又端着个托盘进来 这段时间几乎都是如此 苏妍也习惯了 问明心 这次又送来什么 牛乳茶 樱桃间 燕窝红枣糕糕 还有一只烤羊腿 说是给姑娘中午加餐 奴婢便 放在厨房了 只把这几样甜点端了过来 苏妍清晰地感觉到 在听到烤羊腿三个字时 某人顿时炽热的 有点发烫的眼神 紧接着 她感觉自己的袖子 被人拽了一下 低头去看时 侧头去看时 映入她眼帘的 便是苏妍闪闪发光的眼睛 苏妍被这眼神 盯得心里发毛 你 你有话直说 刚才明心说 有烤羊腿 苏妍 嗯 你等会午饭 一起吃不就行了 可我现在就想吃哀 苏妍眨巴着 无辜的大眼睛 说着最质朴单纯的愿望 苏妍好一阵无语 那道烤羊腿 是热着的还是 宁心 六殿下吩咐人 送来的时候还热着呢 那你去厨房 把她端来吧 否则咱们四姑娘 从现在到用午膳这段时间 就要备受煎熬了 让厨房把肉片好 多撒些辣子粉 让咱们四姑娘吃个够 苏妍忙道 不要切不要切 羊腿上的肉切了 就没那个感觉了 苏妍 不切 那你总不能抱着啃啊 苏妍递了个 轻飘飘的眼神过去 苏妍果断闭嘴 这好像也没什么不能的 反正这家伙又不是没干过 苏妍对羊肉是不喜不厌 有的时候可以吃 吃不到的时候也不会想 可苏妍就不一样了 按照她亲娘安阳县主的话来说 上辈子不知道怎么被羊祸祸了 这辈子要这么吃人家 苏妍对羊肉的热爱 一度到了痴迷的程度 怎么做都喜欢吃 羊肉汤 炒羊肉 其中最爱的当属烤羊腿 小羊羔的腿 她一人能消灭一大半 怎么吃都吃不腻 明心将烤羊腿端上来 苏妍挽着袖子 就走到了餐桌旁 但想到是留药送的 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这么吃了 是不是不太好 苏妍不觉有她 哪不好了 你喜欢吃都是你的 毕竟是送给你的呀 你知道我不怎么热衷这东西 你吃吧不用管我 苏妍也不再客气 她早被那 窜香鲜辣的味道馋得不行 但是她也没那么没良心 先是用筷子撕了一碗肉 给苏妍递过去 然后才开始自己吃 不得不说 留药他们那边船上的厨师 手艺真是不错 苏妍吃得油光嘴滑 心满意足 苏妍带着一丝嫌弃的 给她擦了擦手和嘴 你这吃完了 等会午膳还用得下吗 苏妍舔了舔嘴唇 午膳都有什么 苏妍惊了 你 你别告诉我你还能吃 你当我是猪啊 我就问我而已 我是吃不下了 等会你自己吃吧 说着还不轻不重地打了个宝格 屋内的几个大丫鬟 不约而同的敏唇 苏妍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吃了这么多昏腥 你不腻得慌吗 苏妍 去端一碗酸梅汤来 苏妍差点给苏妍一个大熊豹 妹妹啊 却被苏妍指着她 还犯着油光的手嫌弃地推开 苏妍吐了吐舌头 这才转身去净手 苏妍看着苏妍胃口这么好 很是羡慕地对苏妍说道 姑娘您要是能多吃一点该多好 苏妍 我吃的也不少啊 是不少 就是除了鱼肉以外 其他的肉类都不怎么喜欢吃 不吃肉 身上又怎么长肉呢 素心想想就愁 苏妍低头看了下自己身上 没那么夸张吧 哪怕吃素 府里的厨师也是各种花样换着来 没让她失了营养 但她确实有些挑嘴 重义的吃食很少 知道这俩丫头 平时没少因为自己吃饭的问题而犯愁 苏妍忙岔开话题 好了好了 被四姐这么一闹 我也饿了 传饭吧 素心一听 主子主动叫传饭 顿时喜不自胜 一路小跑着去传了午饭 似乎生怕晚了一会 她家姑娘就反悔了不吃一样 苏妍一边喝着汤 一边问道 咱们这还要多久能到京城啊 奴婢问了那边掌舵管事的 说是再有五日便能到了 苏妍 那就好 待在这船上 可真是逆味无趣极了 明心在替苏妍整理衣柜 忽然问道 姑娘 您之前一直佩戴在身上的那个香袋呢 香袋 哪个香袋 就是您自己做的那个 里头放着您的小巷的那个 奴婢许久没见您带过 柜子里也没找到 苏妍默默低头喝汤 当然找不到了 那个香袋 早被那个灯徒子拿走不还了 明心一脸猛 和素心对了个眼神 两人似乎都明白了 明心里好东西 从内间走出来 温生笑道 说来姑娘的香囊腰带 都已经做好了 怎么不见姑娘送出去啊 苏大小姐很傲娇 她这几日都没过来 我便是想送人家 也没给我这个机会啊 素心 姑娘可以让奴婢 给您转送到六殿下的船上啊 明心这次倒是颇有眼色 文言称怪的 轻轻打了素心一下 你呀 这两样物件 可是承载着咱们姑娘 满满的心意和情意 当然要在殿下过来的时候 由咱们姑娘亲自为其带上 才算圆满 素心长长的傲了一声 打去道 原来姑娘是这么想的 那不妨奴婢去后面的船上 替您叫一声 六殿下和卫世子的船 就一直贴着他们的船后面 恰恰好的保持了一个两条关船 该有的安全距离 一寸也不多 苏元被这两个丫头 你一言我一语的打去的满脸通红 你们俩 不许胡说 我才没有想那些 就是没找着机会给她而已 再胡说我可要生气了 素心明心忙顺着毛哄着 是是是 奴婢说错了 您没有乱想 您一点也不想见到六殿下 苏元 这俩故意的吧 说话没个把门的后果就是 素心和明心双双被苏元轰了出去 两人一点都不在意 有说有笑地走到船头 一边看着河面的风景 一边说着话 习武之人最是眼神好 后面船上的常明 一眼看到了两人 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向两人招了招手 素心姑娘 明心姑娘 素心点点头 明心色腕一笑 你们二位怎么在这站着 没贴身伺候五姑娘吗 这几日双方互送东西 彼此间也熟悉了不少 明心耸了耸肩 我们是被姑娘赶出来的 赶出来 你们做错什么了吗 素心 倒也没什么 哎对了 怎么这两天 殿下没来找我们姑娘啊 殿下这两日被世子爷抓着 不知道干什么呢 都不许我们靠近 素心 这么神秘 可不是 五姑娘是找殿下有事吗 素心 倒是没什么大事 就是姑娘之前答应给殿下的那些东西都做好了 只是一直没寻着合适的机会送出去呢 长明了然 我这就去告诉殿下 殿下知道了 一定会立马跳到你们船上 素心和明心都笑了出声 而当天晚上 夜色刚一落下 某人果然迫不及待的 便跳上了对面的船 也再次被在外面守夜的素心撞了个正着 素心被突然出现的一个黑影吓了一跳 但是脑子里也迅速反应过来 这个点这种情况 除了六殿下还能有谁 待黑影慢慢靠近 素心的猜测被证实 盲工身行李 见过殿下 你们姑娘睡下了吗 还没呢 姑娘在看书 殿下进去说话吧 油药嗡了声 大步迈了进去 结果前脚刚进了里间 就被左侧忽然冲出来的一个人影 扑了个满怀 心香温软抱在怀里的那一刻 油药瞬间眉眼俱笑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苏源轻轻地哼了声 双手扯上她的耳朵 你敢不来 你再不来 那两样东西 我就要送给别人了 油药呼地收紧手臂 将美人进一步扣在了怀里 我看谁敢和我抢 苏源美好气地撑了她一眼 这两天忙什么呢 怎么 想我了 油药搂着她的腰 带着她慢慢往内奸走 你之前恨不得一天往我这跑八趟 这两天却看不到你人影 说 到底干什么去了 没什么别的事 这两天抄书呢 抄书 苏源惊道 之前在宋国公那里 借到了两本兵书的孤本 想着抄写一份以后 可慢慢研习 苏源 那现在抄完了 还没 抄了这几日才抄完一本 着急还吗 还在船上就紧赶慢赶地抄 按说皇孙借东西 宋国公应该不敢拿乔规定什么还书的期限吧 油药 孤本可是无上的珍宝 千金难买 宋国公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有幸得到了这两本 宝贝的眼珠子一般 肯想 介于我已是不易 若是长期不还 宋国公怕是要如座针毡寝食难安 所以还是快些抄写一份 回京就还回去要紧 苏源惊讽 没想到 您还挺会体贴人的 油药警觉 这似乎不是什么好话 我今后自会更体贴你 苏源笑骂 信你的鬼话 油药描到床头的两个东西 轻挑眉梢 做好了 苏源将东西递到他手里 嗯 油药没有接 而是站起来张开双臂 替我戴上 苏源不满 你不知时我就不舒服是怎么着 嘴上这么说着 但手上还是拿着香囊欲网 他腰间计 却被他伸手拦下 苏源不解 男人凝视着他 目光柔和 先换腰带 苏源呕了声 着而放下香囊拿起腰带 很多事 真的是习惯害人 就像现在 苏源完全就是下意识本能的 像前世那般 替他整理衣衫配饰 丝毫不觉有什么问题 等到他反应过来 今时不同往日时 腰带都换好了 苏源有些气不过 像个地痞女流氓似的 对着刘耀精壮尽瘦的窄腰处 流连忘返地摸了摸 男色 有时候也是祸人的 刘耀回头看着他 眼底是打去戏谑的笑语 苏源心里发虚 面上仍强撑着淡定 怎么了 我不能碰你了 刘耀将他拉到怀里 亲了亲他的额头 可以 姑娘想怎么碰都可以 不如我今晚就留宿下来 任凭姑娘发落如何 又开始不正经 重生回来的刘耀 简直是被打通了 那根不要脸的任多二脉 比起前世 那张嘴是会说话了 可这脸皮变厚的 也不是一心半点 苏源被他闹了个脸红 下一时就要从他怀里挣出去 拿了东西 就赶紧回去抄你的书吧 刘耀觉得好笑 握着他推嗓的手 你这莫不是还和书吃醋 苏源不肯给他牵手 也不肯给他搂着 我没有 你少给我自作多情 我这不是怕天天过来 被老夫人那边知道 怕他对我有成见 苏源不信 你什么时候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别人对你有没有成见了 其他人的我肯定不在意 但那是你的长辈 还是疼爱你的长辈 我自然也是要一礼尊敬的 那你你想多了 祖母才不会在意这种小事 刘耀笑 你这是暗示 我可以天天过来的意思 苏源按骂自己嘴快 又忍不住掐他 我没有 有没有的 刘耀一点都不在意了 他一把将人抱在了怀里 捧过他的脸 狠狠地亲了上去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41章 以后就这么叫我吧 苏源被他拥着又推着 两人双双倒在了床榻上 趁着喘气的空隙 你 你能不能不要 什么 他亲着他细白的脖子 敷衍的硬道 不要每次都亲得这么凶 跟要吃人似的 他悠悠地埋怨道 油耀低笑了声 可我就是想吃你 你不知道吗 苏源 行吧 你赢了 骚不过 没给他再多说一句的机会 男人早已气身又亲了上来 苏源脑子昏沉沉的 他想回应吧 压根就跟不上这男人的节奏 还会惹得他变本加厉 不回应吧 他似乎瞅准了他脾气好 也是一步步的得寸进尺 回应也不是 不回应也不行 苏源真想一脚把身上这男人 踹到河里去 随着温热的触感 从他的脸庞 红唇 脖尖 一步步慢慢地下移 男人的动作 也是越来越过分 随着最贴身的小衣被扯开 苏源只觉身前一凉 双手下意识捂住胸前 你 你 刘耀赤红着眼 将他的手慢慢地拿开 然后扶手亲了上去 苏源下意识抓紧了身下的床单 闭着眼睛 咬紧了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那些暧昧修人的声音 屋内一时春情疑你 盛却人间无数 等到刘耀将前菜吃完吃够了 才勉强慢悠悠地停了下来 两人都躺在床上 他从身后拥着他 在他耳边呢喃了句 等成亲后 我会好好疼你 眼下这种情形说这句话 苏源很难不想歪 恼羞成怒地给了他一脚 闭嘴 男人此刻脾气都是特别好 丝毫不在意他的小脾气 替他噎了噎被子 理着衣服做了起来 马上要到京城了 这几日好好休息 回到侯府后好好休息两日 到时候来东宫喝喜酒 苏源诧意 喝喜酒 我二哥的亲事快了 苏源这才恍然 他重生以来一直只关注自己周围的事 都忽略了外界将要发生的种种 算算日子 的确是快到二殿下的大喜之日了 东宫二殿下刘云的正妻 是出身于儒家大族的李淑颖 她与刘云也是盲婚雅嫁 但是婚后感情却很是不错 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好 前世算上刘章的太子妃有事 加上下面的五位王妃 轴李六个 当属瑞王和王妃李淑颖 最是夫妻和睦 让人亲线 二殿下和李姑娘前世 适合因果 苏源一时好奇问道 刘云眸光一暗 苦笑了声 道 结发同心 白手偕老 苏源文言欣然一笑 真好 说来 二殿下和妻子 应该是他们几对中结局最好的了 而刘云的脾性 在刘云的几个哥哥中 也算是最好相处的 温润如玉 随和体贴 其他几个 刘章深沉 刘景清高 刘云孤傲 至于刘卓和刘亚 心术尚且不正 更何况其他 唯有二殿下刘云 总是待人已成 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想及此 苏源不由地点头道 李姑娘是有福气的 这一世她和二殿下 定然也会和前世那般相守到老 刘亚没说话 只握着她的手 有一下没一下地妈撒着 苏源知道她在想什么 说完那句也不再出声 垂着头 眼底若有所思 相守到老 多好的词 能与相爱之人共白头本 就是世间所有女子的心愿 可惜能真正遇到良人携手的 却寥寥无几 她的情绪一下子就跌落了下来 蜷缩着身体 整个人呼得被一阵悲伤忧怨的乌云笼罩 已经坐起身的流药再度躺下 将人纳入怀中 声音坚定而又认真 今生 我们也可以 我保证 听到她的承诺 苏源的眼泪刹那间夺框而出 她也不知道自己哭什么 就是忽然的就委屈起来了 云婷 她试着泪 忽然张口 娇声换了句 有要顿时周身一颤 云婷是她的字 但是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这么换她 家中长辈一律习惯换她六郎 哥哥们换她六弟 唯一一个成日换她字的 是已经轰是快 十余载的皇祖母 敬贤皇后 那位将毕生的宠爱和温情 都给予她的皇奶奶 而现在苏源的这一叫 对她而言 意义非凡 即使苏源叫出这声后 心里也有些羞怯忑 她知道云婷是刘耀的小字 前世好几次画到了嘴边 她都想这么叫她 但总是没有勇气 方才情不自禁换了出来 这回还是有点不自在 苏源低垂着头 不好意思抬眼看她 而身边也安安静静的 一点动静也没有 苏源正纳闷 这人做什么呢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却忽然被这男人猛的一个熊抱 迎头撞上了 她胸前硬邦邦的腹肌 那一瞬间痛得她呲牙咧嘴 顿想骂人 那点浅浅暧昧的心思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源心里已经暗暗磨刀了 这男人可真是破坏气氛的一把好手 她刚要质问 头顶顿时传来一道 透着明显愉悦的声音 我喜欢你这么叫 以后都这么叫我吧 她瞬间气就消了 脸一红 轻咬着 红唇点了点头 比起前世的殿下夫人 王爷王妃 这样直接换名字更为亲近 这才像是共进退的夫妻该有的样子 两人幼耳丝并磨了一阵 刘耀才恋恋不舍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等到身影完全看不见 确定她毁了自己那边的船 苏源尖叫着 在床上来回翻滚 外间的素心和明心闻声而来 两人都是吓了一跳 素心 姑娘 发生什么事了 苏源把自己头蒙在被子里 闷声道 没事 你们都出去吧 明心不放心 姑娘 这么热的天 您可别把自己闷坏了 苏源扯下头上的丝背 捂着脸颊 好了好了 我没事 你们都忙你们的去 我要睡一会 素心和明心应声退出房间 房内只剩苏源一人 平躺在榻上 两眼出神地望着舱顶 墨地 扑斥一下 笑出了声 眉眼弯弯 浅浅溺人 船上飘了十多天 终于是顺利地抵达了京城 苏府那边一大早就紧赶慢赶的地准备着 苏恒和苏晨更是告了一天的假 早早的就赶去码头那边等候着 终于是在42刻 成功地把一行官船给盼到了眼里 船只陆陆续续靠岸 苏源和苏妙一早都是和苏林氏坐在一起 这会也是一左一右的站在苏林氏两旁 先后递下了船 苏恒和苏晨一左一右的搀扶着苏林氏 母亲 一路可还顺利 身体可又不适 苏林氏 船只行得很稳 我这一路上吃得好睡得好 一丝不是都没有 苏晨 那便好 您愿意回来 咱们全家都高兴 苏恒 是啊 您回来了 咱们家才是个完整的家 苏林氏 你们兄弟俩 你一言我一语的哄我这老太婆高兴啊 母亲高兴就好 兄弟俩亲自搀扶着苏林氏上了回府的马车 苏源和苏妙也都各自跟在自家母亲身旁坐上了车 两个女孩长这么大 都是第一次离开母亲这么久 这会都是再赖在母亲怀里撒娇 庆明将女儿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 在江南这么多天过得怎么样 苏源靠在母亲肩头 手指勾着自己耳边的一缕碎发 挺好的呀 玩得好 吃得好 睡得好 这么好 庆明轻笑着问道 是江南好 还是去江南的人好啊 苏源轻咬着下唇 含笑不语 庆明也是过来人 一下子就懂了个七八分 怎么 这不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都怎么花钱月下的甜蜜了 母亲苏源休得不行 好好好 娘不说了 庆明话题一转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你哥哥就快要定亲了 定亲 是与叶家的嫣然姐姐吗 不然还能是谁 要说你哥哥心思藏得可真够深 若不是我主动提起这事 真不知道他要什么时候才能在我跟前承认自己喜欢嫣然 苏源也顺着母亲的话说 就是吗 哥哥难道就不怕嫣然姐姐并许他人 说的就是 嫣然那么好 这一家有女百家求的 那臭小子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说起儿子这事 庆明就一肚子埋怨 你哥哥这性子 纯是随了你父亲 当初你父亲和我一亲的时候 也是这种做派 明明心里可愿意了 面上就是故意 在那拿巧 就是装着冷静 装着淡定 说来 我当初真是不该那么容易让他得了手 苏源听着母亲看似抱怨 其实满是幸福温情的话 忍俊不禁 所以才说这是 有其父必有其字啊 不过父亲和哥哥都是有福气的 父亲能娶到母亲您 生儿育女 携手终老 而哥哥若是能娶到嫣然姐姐 也定能夫妻和顺的 你呀 就是长了张乔嘴 性凝凝了下女儿的鼻尖 满眼宠溺 我和你父亲的意思是 挑个良辰吉日 正是上门下聘 哥哥那边是什么打算 你哥哥 他巴布的明天就把嫣然娶回来 庆明轻嘲笑道 那娘可要快些让哥哥如愿 庆明摇头轻笑 这是自然 他那长子 从小勤学苦练 长大后亦是允文允武 形势也一向老成稳重 但却清心寡欲 他安排的两个通房 连看都没看一眼 他若是暗戳戳提一句 他反而能说出一长串大道理 弄得他这个当母亲的 还要被儿子说教 一来二去 他也懒得说了 省得说多了 还招儿子烦 但是眼看着儿子的那些同龄人 陆陆续续都气切成群了 敌出数出的孩子 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 而自己儿子的条件 比那些人好得多 却还是孤身一人 庆明心里难免有点不平衡了 尤其是少年时的规格朋友 一个个的都开始含一弄孙安想天伦了 可他呢 连个儿媳妇的影子都没见到 更别提孙子孙女了 一想到这个 庆明就呕得慌 恨不得立刻滴溜着苏燕 把他扔进洞房 察觉到母亲周身气息弥漫着不爽 苏燕很有眼色的闭嘴不再说话 作为他们家手握最高权力的女主人 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 全家都无意能幸免 所以这种时候 能闭嘴就闭嘴 不能闭嘴 也要强行闭嘴 而安阳和苏妙这边 苏妙正在被母亲审问着 这位世子什么时候也去的江南 他是不是冲你去的 苏妙 大概 应该 也许 是吧 安阳恨铁不成钢地嘟闹了句 要么说 你和阿元一个个都还是小姑娘 好哄又好骗 去江南之前 一个个的 不都是信誓旦旦不愿意嫁吗 怎么才两个月的时间 就就改主意了 苏妙 我们才不是随随便便就改主意了 之前不愿意 是不想成为陛下千半世家的棋子 而现在 安阳促暇地笑着 现在怎么样啊 苏妙抿了抿唇 即便羞涩 但还是一字一句地说道 江南的这些十日 让我和妹妹看到了他们的用心 所以 也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用心 那妙妙跟娘说说 他们都是怎么用心的 就 反正就是用心 苏妙小女儿情态十足地称道 六殿下对妹妹自恃不必说 那时都快把妹妹供着了 处处呵护备质 在船上这段日子 简直要把妹妹的饮食起居给包揽了 而且没有她带头 刘晓也不会过去 安阳文言左右看了眼 低声责怪了句 你这孩子 怎么开始称名道姓的 让人还不说你没规矩 那怎么了 苏妙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您平时生气的时候 不也对爹爹15喝6指名道姓的 那能一样吗 我和你爹爹都是夫妻了 而且又没有君臣关系那一层隔着 可你将来 要是真被许配给魏世子 那便是嫁给了宗室王爷 魏王一脉一世嫡出 那是最尊贵的宗室亲王 寻常的夫妻间 都少不得互敬互重来保全体面 更何况是皇家 苏妙 母亲 您就放心吧 这些祖母都教过我和妹妹了 我们都知道 而且 您难道不觉得 这么称名道姓平等互敬的 才像是真正的夫妻吗 妻妾是妻妾 妻子是妻子 一个男人可以有一堆的妻妾 可是八台大叫明媚正娶的妻子 只能有一个 望着女儿侃侃而谈的样子 安阳心中不无诧异 看来果真是在你祖母身边待过一阵子了 心地眼界都不一样了 之前 也不知道你和阿元什么缘故 一听到男子那妾就如临大敌 苏妙撇撇嘴 还能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三叔那边的糟心事闹的 三房苏客宠千灭妻一事 对苏家下一辈的儿女 确实是影响颇深 女孩们除了苏靖 其他人多少对姨娘妾事 这类存在心理都生了不耻之心 而男子 秉姓刚正如苏彦苏硕的 也对狐媚造作的女子 深恶痛绝 连带着身边长得好的几个丫鬟 纷纷都将其从房内赶了出去 换了一些模样中等 性情敦厚老实的 他们可不是三叔那样不明是非 分不清于木珍珠的糊涂之人 可以说 孟姨娘存在的唯一一个好处 便是倾诉整理了苏家下一辈子弟的品行 让后代子弟无疑不以其为戒 端正自身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42章 这样的两个人居然成了连金 马车在赤燥的侯府门前停下 所有人簇拥着苏林氏 慢慢地走进家门 苏恒 母亲 舟车劳顿 您要不先回房休息 苏林氏摆摆手 休息什么呀 我一点都不累 对了 今晚让厨房被捉酒席 每个孩子喜欢吃的菜都做两道 让人去宋国公府和郑国公府传句话 把孩子们都叫回来 咱们吃个团圆饭 苏恒应下 苏林氏想了想 又叮嘱了句 记得让他们把永哥和惠姐都带着 这两个孩子 我都还没好好看过呢 苏恒 哎 母亲放心 儿子这就让人去传话 庆宁和安阳上前一步 站在老太太身旁 母亲 我和弟妹服侍你去沐浴换身衣服吧 一封尘仆仆 回家总要梳洗梳洗 苏林氏点了点头 妙妙和阿元也去吧 梳洗一番 再好好休息一会 晚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说话 苏妙和苏源行了一礼 都随之退下 回房沐浴梳洗 再次回到京城的房间 苏源呼得觉得恍如隔世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苏源躺在床上 素心在旁替他仔细地擦拭着头发 姑娘 奴婢觉得还是京城这边好 苏源闭着眼睛 那是自然 这才是咱们打小生活的地方 外面再好再如何 都是比不了的 明心 可不是吗 奴婢在江南这段时间 觉得江南风景的确是好 百姓也的确富饶 但就是觉得不太得尽 到哪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 这一回到京城 才有回家的感觉 苏源眼神望着窗外 若有所思 丫鬟们都知道的道理 客居在外许久的祖母 又怎会不懂呢 想起祖母娘家的那些糟心奇葩的亲戚 苏源就一个头两个大 偏幼都是祖母的儿亲人 祖母若是很不下心 他们这些人就能被对方用长辈的名头一直压着 前世的时候 那帮奇葩还经常去为王府打秋风 不敢来招王府的原因 大概惧怕刘耀这个冷面眼望 就为这个 前世四姐还没少被刘晓的两位侧妃阴阳怪气的嘲讽过 后来也是刘晓出手 吓退了那些人才彻底罢休 至于今生那些个极品亲戚怎么处理 苏源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她要是一开始太狠了 祖母那边在心软 反而是她里外不是人了 这时 外头忽然传来一阵阵轻快的脚步声 苏源轻笑 听着声音便知道是谁了 素心替苏源搅完头发 见到来人 扶身见礼 四姑娘 苏妙乐呵呵的也爬上床 和苏源病头躺着 苏源 你不累吗 刚回来就乱跑 一点都不累 我现在特别兴奋 特别高兴 一想到晚上还能见到大姐和二姐 我就更高兴了 苏源也笑了 我也是 我也想大姐二姐了 苏妙忽然放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道 我刚刚听下人说 三叔前阵子 把苏静和孟姨娘都给骂了一通 苏源顿时瞪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诧异 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的事 要知道 三叔对孟氏 可是自诩真情真爱 而苏静作为所谓的爱情结晶 也是一直想尽宠爱 打苏源记事起 苏静别说 被三叔骂 就是大声说话也没几次 就算有 也都是在祖母面前装出来的 等回了房还得哄着 孟氏就更别说了 三叔 但凡对他心思少一点 他都没有办法从月光的歌迹 一跃进了苏府成了受宠的姨娘 苏源是亲眼目睹过苏克的各种偏心偏爱 所以很清楚这两人在苏克心里的地位 这得是多严重的事情 能让三叔对这两人痛生责骂 苏妙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我母亲的心腹默默亲耳听到的 苏源的眼里顿时放射出八卦的光芒 快快快 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是听说咱们俩要回来 苏静发牢骚来着 什么不想让我们俩回来 苏源瞬间不爽了 咱们俩回来关他什么事 又不住他家 苏妙 你跟他治什么气 他什么心胸什么想法 你还能不知道 无非就是怕我们俩回来了 别人都看不见他了 又觉得我们俩抢他风头了 切 我们俩就算是不在 也轮不到他出什么风头吧 贵妇圈里谁不知道 苏静是小娘养大的 苏克要给苏静说亲的那段时间 那些个官太太 一个个躲得老远 仿佛是怕遇到什么洪水猛兽似的 说的就是 咱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又不是我们俩爱着他的路了 一看到我们俩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从小除了二姐 就把我们俩也当成敌人一样 家里那么多姐妹 就他混得人见狗闲 他怎么就不想想自己的问题呢 苏妙说着说着就来了情绪 语气咬牙切齿的 苏元被他逗笑 行了行了 别提苏静了 他过得如何都不关我们的事 也不需要我们多问 问得多了人家没准 还以为我们俩等着看笑话呢 我正好有时要问你 苏妙侧过头 什么事 则 还能是什么 你和刘晓啊 别忘了 你们俩都比我和刘耀年长 次婚肯定是你们排在前面 苏妙挨压了一声 一巴掌护在自己脑门上 我最近光顾着回家高兴了 都把这事给忘了 苏元默默无语 又提醒了句 而且快到你生日了 急急之灵 你说 陛下会干什么 苏妙愣住 不 不是说你和我的亲事不抢求吗 可是你觉得 有刘晓去江南的这一趟 陛下还会以为你心里不想接受这门亲事吗 苏妙傻眼 我 可我也没说我这么快就愿意嫁给他了 赐婚而已 又不是直接让你们成亲 离成亲至少也得隔着一年时间 现在的问题是你应该接受刘晓了吧 苏妙不至可否 勉勉强强吧 苏元有点听不懂了 什么叫勉勉强强啊 这可关系到你的终身大事 一点都马虎不得 你要是还不愿意 那就和刘晓直说 他应该不会勉强你 哎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苏妙 我现在对刘晓是有心动 也有喜欢 但是远没有到非他不可的地步 但是变数京城 与我士林的世家子弟 我也找不到各方面比刘晓更好的 所以 就这样吧 马马虎虎也还可以 苏妙正正地听着 忽而灿然一笑 姐姐 你真的不一样了 苏妙文言对自己也是满意的一笑 随即又拧了一下苏妙 还有你 六殿下对你比刘晓 对我远还要好 但你记得 凡事留几分 千万别傻傻地毫无保留地交托出去 苏妙捂着被掐疼的地方 有些委屈 我知道啊 我又不傻 难说嘞 你们家那位虽然脸冷 但是长得实在好 现在又对你掏心掏肺的好 我真怕你一个顶不住什么就全搭进去了 苏妙知道 她是在关心自己 放心 祖母的话 你记着了 我也记着呢 也许这一世她和刘耀之间会再续前缘 会消除前世的隔阂 但是 她可能永远不会再将自己悉数交托出去了 傍晚的时候 后腹的鹅门前 陆陆续续的鹅 开始热闹了起来 因为两个已经出嫁的姑娘都携着丈夫和孩子回来了 苏婉抱过会姐 苏妍则抱着永哥 两姐妹抱着对方的孩子逗弄 两莲金彼此汗手致意 管家闻讯而来 将几位主子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 守门的几位小司四下无人时 妾声一论道 怎么瞅着大姑爷和二姑爷彼此之间不热络啊 哎 大姑爷是行武出身 武人脾气 方间盛传他最烦的就是知乎者也的读书人 而二姑爷呢 那是彪彪准准的儒家门生 科举入室 你说这二人热络得起来吗 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 谁能想到这两人成了莲金 谁说不是呢 外人怎么说先不论 宁之远面对这个二妹夫 确实有些无所适从 也不是别的 他一个武刀弄枪的武将和张嘴仁义道德 闭嘴道德仁义的读书人 实在是没甚话题可聊 总不能上去说一句 嘿 妹夫 姐夫教你练剑啊 或者他上来和自己说姐夫 治国策论你可言习透彻了 那场面 真是想想就让人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好在现在大家都传 苏家的四姑爷和五姑爷 很大可能是魏王世子和东宫六爷 这两位和他都是就相识 尤其是六爷 那是小时候一起掏过鸟蛋 军营里一起挨过揍的过命兄弟 这要是成了一家人 当了莲金 那可有趣了 至于魏王世子 马马虎虎 也不差吧 宁之源如是想着 郑景之心里的想法和宁之源也是八九不离十 这位大姐夫身上的煞气推重了点 他瞧着甚是甚人 他只希望将来其他几个妻妹成亲 未来的夫婿能是个好相遇的 否则年接团聚的时候 几个连金若是不说话 也怪别扭的 两个女婿的想法 苏家其他人自然是一无所知 好容易一家字聚得这么齐全 每个人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苏林氏抱着永哥就不舍得撒手 这孩子长得可真结实 将来啊 肯定随他父亲 是个习武的料子 宁之源就爱听这话 顿时咧着嘴 露出一口大白牙 祖母说的是 刚生下来的时候 大家说像我 这月长家里人都说像娘子了 安阳 眉毛眼睛像婉姐 嘴巴像支源 庆宁 儿子随娘 看起来还是像婉姐多一点 苏妙打趣道 姐夫要是想要个像你的 那就只能盼着早日生个女儿了 宁之源顿时两眼放光 那肯定是好的呀 我就盼着下一胎能是个闺女呢 像会姐这样 多招人喜欢 苏妍文言咧了咧嘴角 笑意却不达眼底 正经之寡言少语 有人问他就说 没人问就自己安静地喝茶 宁之源是个话多的 聊完这个聊那个 话题跳跃在每个人身上 岳母 阿燕的亲事定在何时啊 庆宁 定在明年的牧春 到时候可一个都不许少 都得回来喝喜酒 这是自然 对了阿燕 我这心得了两柄上好的灰墨 这东西放我这有些抱点天物了 回头我让人拿来 就当是提前送你的新婚贺礼了 家末者 犹如名将之有两码 苏妍自然是知道灰墨的分量 文言公身 对宁之源行了一礼 多谢大姐夫 一家人不必客气 庆宁和安阳交换了个眼神 安阳像是想到什么 对苏妍和郑景之问道 说来 去惠姐的周岁 也是不远了吧 苏妍恍然 点头秤是 惠姐的满月酒 当时就没好好办 怎么说都是委屈了孩子 这周岁宴无论如何 也要好好热闹一番 苏妍是年纪大了 也最喜欢热闹 我这年纪了 最喜欢一家子欢聚一堂的 一个机会我都不放过 所以到时候啊 我是肯定要去吃惠姐的酒 二丫头 你和姑爷可要细细筹备起来 官眷夫人们那边 不能失了礼数 苏妍只是笑 祖母 离惠姐生辰十日 还早 这些都不急 二丫头 话不是这么说的 虽说小孩子的是省心 可这一场宴会背后 需要宴请的宾客名单 和列座席位 可就是大学问了 有的是可以交给国公府的下人 去办就好 可有的是 你还是要自己长长眼 还有就是 你们做父母的 要替惠姐选好抓周的物件 都要图个吉利 解释适合女孩子的 苏妍 是 祖母 孙女记下了 趁着苏老太太和苏妍说话的功夫 庆宁和安阳 一直注意着苏妍的神色 两人心里慢慢的都有了答案 看来 那个正流士 还真是个不知体统不分好歹的 居然敢在苏家人的眼皮子底下 暗中搓磨苏家的女儿 安阳附到庆宁耳边 大嫂 这事可怎么办 庆宁缓缓地闭上眼睛 平复了下呼吸 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里头的戾气让人看着触目惊心 这笔账会解生辰的时候慢慢算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笔事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43章 夫人还是自己亲自领教一下吧 不光是庆宁和安阳轴里俩 看出了点什么 苏元也是 有了前世那一桩桩一件件 她自然知道 二姐的婆嫁远不是二姐说的那般 和母亲善相安无事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但是具体的如何 除了郑柳氏 还有哪些人对二姐不好 苏元并不清楚 看来需要好好地打听打听了 一家团聚 晚上格外丰盛 山珍海味 各路其真应有尽有 翁绪间把酒言欢 娘们姊妹间也是欢声笑语 苏元尤其喜欢永哥 自己没吃几口 见如母抱着永哥 再给他喂南瓜泥 小家伙扭来扭去的不配合 苏元便伸手将其抱了过来 一手揽着 另一只手咬了勺南瓜子 一下一下地喂着 小家伙似乎很喜欢香香软软的舞仪 刚才在如母怀里 还满脸抗议的不配合 这会被苏元抱在怀里 忽然乖巧的不得了 苏元喂一口 她便张口吃一口 甚至到最后 都不带苏元将勺子送到嘴边 自己把上一口咽下去了 就主动张嘴 苏婉这个亲娘 看着都惊呆了 这臭儿子还看人下菜碟 她这亲娘都没这待遇 嘿 这臭小子 怎么到了你五姨 这就换了负德性 苏元很得意的笑 说明永哥喜欢我呀 对不对 安阳瞧了眼这边 祈祷 袁姐抱孩子这动作倒是熟人 苏元只是笑 没说话 当然熟了 她这具身体里的心 可都当过两个孩子的娘了 不过这话不能说就是了 苏妙看着苏元怀里肉嘟嘟的娃娃 也有些眼馋 大姐 我也想抱抱 苏婉毫不在意 想抱就抱 没事 苏妙小心翼翼的从苏元怀里 接过这个胖蹲蹲 抱到怀里的瞬间 苏妙脸上满是诧异 小家伙挺有分量啊 苏婉笑 你们是不知道 这家伙多能吃 一天四顿都不到黑 能不胖吗 小家伙忽然蹬了蹬腿 似乎在抗议亲娘的吐槽 苏妙被吓了一跳 你这小家伙别乱动啊 小苏珊也凑了过来 四姐 我也想看小宝宝 苏妙便微微扶低身子 让苏珊能够看得到怀里的勇哥 来 勇哥 这是小姨 苏珊小心地摸了摸勇哥胖嘟嘟的小手 勇哥也忽然挥舞着小手 吓得苏珊一个机灵 然后就退回去 继续吃自己的饭 苏灵士看着满脸慈笑 话说回来 咱们妙妙的生辰可也快到了 安阳 是呢 急急的年龄 都要是大姑娘了 苏灵士 那后面这段时间 咱们需要忙活的事还不少呢 有妙妙的急急礼 惠姐的周岁燕 还有东宫的喜宴 也都是要去的 庆宁 有事忙也是好的 否则闲在家里也是无趣 安阳 大嫂说的是 等明年还有燕哥的婚事 和阿元的急急 咱们呀可有的忙了 苏灵士的视线 落到了席间的苏静身上 都是孙女 哪怕不喜欢 也不能丢着不管 便问苏克 静儿的婚事 怎么还没个准信 你这当父亲的 怎能如此不上心 苏克觉得自己冤 他怎么没上心 他挑了那么多人选 问题是 女儿自己没一个看得上的 瞧着苏克支支吾吾的样子 苏灵士多少也猜得到缘由 这样 你专心办差 给静儿相看婆家的事 悉数交由我 苏静猛地抬头 苏克也压了声 呆愣着没反应过来 苏灵士皱眉 啊什么 再让你来 孩子的终身大事 全都被你耽误了 男子还好 女儿家定期要是晚了 说出去名声多不好听 苏克唯唯唯诺诺 母亲说的是 只是这般小事 还要劳烦母亲 儿子心里过意不去 行了 别跟我这假惺惺的 你打小劳烦我的事还少 也不差这一件了 转而温和地看着苏静 塞丫头 这件事交由祖母 你放心吗 苏静低垂着头 祖母说笑了 有祖母做主 是孙女的福气 苏灵士脸色微微的好了些 你自己心里也要通透一些 总之你记得一句话 你是苏家的孩子 家里人就不会不管你 在婚事上祖母 也不会委屈了你 苏静 是 孙女知道了 苏妙和苏源对视了眼 世家大族一向是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苏静只要不干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苏家人也不会容不下他 苏源记得 前世苏静的婚事 是三叔做的主 嫁的是礼部尚书的 数次子隋阳 隋阳什么都好 母样好 又有真材实学 只是吃了身世的亏 数出也算罢了 母亲还是不入流的 贱级歌姬 且生隋阳时难产而逝 是隋家老夫人 不忍血脉流落在外 这人将笔时尚在 墙堡中的隋阳带了回府 因为这时 隋育成被告了一笔欲状 弹劾他身为朝廷官员 却与贱级女子私相授受 这朝廷脸面愈合的 若是别的官员 御时也不会盯着这事不放 可问题是隋育成是礼部的上书 主管礼仪祭祀等 所有事官朝廷脸面的事 礼部上书自身私德 若是出了问题 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 负责盯着百官严刑的御时 自然不会放过 隋育成也因此失了圣心 虽然在其他同僚的求情下 勉强保住了官位 但隋家自此以后 也是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前提下 隋育成自然看隋阳 也就不会多顺眼 若非有隋老夫人护着 还真不知 一个失了生母和父亲疼爱的孩子 能否安然长大成人 庆幸的是 这孩子不仅平安长成 而且很是争气 见识二甲第四名出身入世 比那个被嫡母宠惯的 四肢不勤五股不分的嫡兄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苏元越想越觉得 这一世祖母 最好还是给苏静换个夫婿吧 别去霍霍隋阳 那么个身世凄苦的可怜人了 就让人家娶个贤惠端庄的妻子 夫妻和顺的过一生吧 可别让苏静再去毁了人家拼近半生 好不容易换来的安稳人生了 苏晨忽然想到什么 大哥 东宫二殿下的婚室定的可是李家的大姑娘 苏恒 是啊 说来还和弟妹沾了点亲呢 安阳笑道 的确和我算是族亲了 我也听人提起过这孩子 心静豁达 为人沉稳 这样的人的确适合嫁到皇家 庆明也道 二殿下性格温润 且与世无争 嫁给他也是有福气的 是啊 将来做个尊贵体面的王妃 也是一生无忧 热热闹闹的吃过晚饭 苏婉和苏妍也都先后回去了 苏恒和苏晨兄弟俩 席间和女婿喝酒 都有些喝多了 一身的酒气 庆明和安阳各翻了个白眼 然后又各自把丈夫扶回了房 庆明费力的和苏恒随身的侍卫 将人安置在床上 这家伙这个时候 从不会要下人伺候 更衣书喜都是他的 庆明也是做习惯了 一切得心应手 浸湿了帕子 替他仔细擦洗了遍 换了身干净的中医 又端来醒酒汤 伺候着他喝下 忙完这些 他才去自己沐浴 等他从预防出来 发现本来该喝醉熟睡的男人 此刻睁着眼睛 两眼庆明 哪有一点醉意 庆明走到床边坐下 瞪了男人一眼 你这庄醉 骗我伺候你是不是 苏恒当然不会 也不敢承认 夫人冤枉我了 我只是酒醒了而已 庆明一个字都不带信的 冷哼了一声 又走到梳妆台前 擦拭养颜的面霜 我怎么觉得 二丫头有点怪怪的 苏恒忽然出声 那闷到 庆明手下一正 难道丈夫也发现了 哪里怪了 他故意问道 苏恒摇摇头 说不上来 可比这婉姐的话 我瞧着眼姐 总觉得哪里不对 这孩子打小心思重 有心事也怕家里人担心 每每都不会轻易说的 就像今天晚上 我瞧着 婉姐是打心眼里的高兴 和姑爷站一块 也是恩爱夫妻该有的样子 勇哥也是养得 白白胖胖招人喜欢 但是二丫头呢 我总觉得眉眼间带着股愁绪 二姑爷是不善言辞 但席间对二丫头 还是体贴入微的 还有就是这婉姐 你们和母亲提出 婉姐的周岁燕 要大半的时候 我总觉得 二丫头脸色 有些许为难 庆明不得不佩服 丈夫的慧眼如炬 没想到你也看出来了 苏恒顿主 什么意思 你知道 我也是察觉了点不对劲 至于具体 郑家那边发生了什么 还不清楚 所以想着 趁慧姐周岁燕的时候 静观其变 苏恒常叹了生气 当初我和二弟选中景之 原是看中 他的才能和品行 本以为给二丫头 选了个好的 没想到 庆明听出丈夫语气里的愧疚 安慰道 这又怪不到你和二弟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问题又不是出在景之身上 定是那个郑柳氏 在那摆婆婆的款 暗中给严姐气瘦 你和二弟做伯父的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别自责 苏恒 我也知道 可是孩子在外受苦 我这个做长辈的 心里也难受啊 说到这个 庆明就很不满 你一个伯父都知道心疼 你说三弟这个当爹的 怎么就不知道 多问问多关心关心呢 那家伙眼睛都瞎了大半了 还能指望他什么 苏恒骂起亲弟弟 是毫不客气 这话庆明是不能说 可是他听着苏恒骂自己 也很解气 好在太子妃张士性情不错 不是那种目中无人自视清高的 否则我也要担心 咱们阿元以后的处境了 苏恒 那种恶毒妇人还是少 你说好好的过日子 谁会故意刁难儿媳妇 也就那些吃饱了称的八婆 庆明觉得他不了解女人 更不了解所谓的婆婆 那你可就错了 这样的婆婆 可一点都不少 只不过那些人最会做表面功夫 外人不知道罢了 反正到时候 要是那郑家真敢欺负我侄女 老子亲自提着枪 去和他们好好谈谈 苏恒说这话时 语气轻狂桀骜 庆明仿佛那瞬间 又看到了当年那个 在闹市中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的苏府长公子 时间带走了他的年轻 但是带不走骨子里的血性 庆明偏就极爱他的这一身五人硬气 吐好那些瓶瓶罐罐 他端着身子回到床榻 整个人依偎在他身上 你呀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的脾气 极恶如仇的 什么看不过眼都要管一管 苏恒不爱听了 什么叫年轻时 老子现在老了吗 庆宁 你都当人外祖父了 还以为自己多年轻啊 到了年纪得扶老 知不知道 哪有男人肯扶老的 苏恒手臂一伸 将庆宁整个提了起来 随即翻身压了上去 语调嚣张至极 我老没老 空口无凭 夫人还是自己亲自领教一下吧 这话的意思太明显 庆宁瞬间认怂 不 不必了吧 亲身领教材 更有说服力不是吗 省的夫人自己也老是不放心 庆宁 他什么时候不放心了 不但他有下一步的反应 身上的男人 已经开始肆意作乱 将近二十载的夫妻 他对他的身体太过了解 知道哪里是他的薄弱敏感处 知道怎么下手 能让他缴械和配合 庆宁只觉得 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 嘴角溢出来的那些破碎 简直不堪入耳 而这男人也实在是坏 五人的强硬脾性 和强悍的体力 全都悉数招呼在了他身上 各种各样的不着调的话语 也是在他耳边一句接着一句 他听得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 差不多行了吧 男人喘着粗气 夫人现在还觉得未夫老了吗 庆宁欲哭无泪 不老 不老 夫君正当年 一点都不老 没想到男人听了 火热的气息更甚 一把烂着他 两人一起翻了个身 那为夫更要好好努力 不能辜负了夫人的赞许才是 庆宁悔的肠子都轻了 自己干嘛 就为要嘴欠那几句呢 怎么次次计吃不计打呀 外奸首页的两个大丫鬟 也都早已被那些 暧昧的声音搔红了脸 按说这境况 他们都习以为常了 可今晚的时间 似乎格外漫长了些 侯爷果然饱到未老 夫人 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四十四章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日子平静无声 一天天地度过 苏妙的生辰已然临近 苏福也早已于好几日前 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 四姑娘生辰之日的宴席 和各式礼去 苏妙这几日 一直被安阳乐令 老老实实待在房里 学及机理当天的规矩 苏妍一个人闲来无聊 只有弟弟苏磊陪他玩 磊哥今年才六岁 平时却总摆出一副 小大人的样子 性子傲娇得不得了 但是急瞻苏妍 前不久苏妍把在船上 做的那件中医送给他后 小家伙得意了好久 还当着苏衡和苏妍的面 屡屡炫耀 苏妍也像个孩子似的 文言便拿出了苏妍做的 玉坠吊带 更为精致典雅 两个儿子都有 就他这个亲爹没有 苏衡神色悠怨地 给了女儿一个眼神 苏妍适时也递上了 前不久刚做好的一个屈文香袋 如今马上快到盛夏时节 苏衡又是常年 驻扎军级大营的武将 屈文香袋正是最需要的东西 苏衡的脸色这才有所好转 他倒也不缺一个香袋 可是就是要公平啊 养个儿子都有份 没道理 他这个当老子的没有 那这做父亲的地位和尊严在哪里 苏衡满意了 可苏妍又不高兴了 小家伙看到爹爹和哥哥的 都是精致好看的香袋欲坠 心里顿时不平衡了 赖着苏妍撒娇也想要 苏妍自然是宠着小家伙的 一口答应再给他也做一个 这天中午午休的时候 苏蕾被如母抱着 来到苏妍的房中 如母说道 小少爷不肯睡 吵着要来您这 怎么哄都不行 奴婢就只能把他抱来了 苏妍轻拧了下小家伙的鼻尖 宠溺道 又不听话了是不是 小家伙摇头 不是不是 我就是想和姐姐一起玩 苏妍牵着小家伙坐到床边 你先睡一会 等睡醒了 姐姐再陪你玩好不好 小苏蕾文言 还真的小小的打了个哈欠 那我要在姐姐这睡 苏妍 好好好 在姐姐这睡 小孩子这会正是容易困 没一会就睡熟了 苏妍凭退了房里的下人 自己坐在床榻上 坐着刚答应小家伙的香袋 不时往床榻上瞧两眼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苏妍手里的香袋做好了 看了眼床上 小家伙还睡得正香 他想进隔间换套衣服 刚走进去打开衣橱 呼得身后 一个温热贴了上来 从背后紧紧地搂着他的腰 头埋在他的肩膀 苏妍下一时射缩了下 待反应过来后 忍不住拍了拍腰间的那双大手 陈道 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 吓死我了 他声音闷闷的 懒懒的 你是不是又想说我像个灯徒子 苏妍轻笑 反腔道 难道不像吗 男人声音忽然夹杂了几分委屈 那还不是因为你 还不答应嫁给我 怎么扯到这上面了 苏妍板着脸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你少糊弄我 怎么没关系 我想见到你 可不就得来苏府找你 可天天从正门来 你家人肯定不乐意 那我只能翻墙进来呗 说到翻墙 苏妍瞅了眼外面 你晚上翻墙也就算了 现在大白天的 你翻墙确定没被发现 按理说 肯定是会被发现的 可我让长明提前打点了一下 所以就没事 苏妍 察觉到腰间的手开始不老实 苏妍低声提醒他 你别乱来 我弟弟在外面睡觉呢 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 这个某人就又开始犯酸 就算是弟弟 按说也不该躺在他的床上啊 还有他刚才在外面窥到的那一幕 他在做针线 苏妍在床上睡着 他偶尔看过去的眼神里 温柔都快要溢出来了 尤妍从没觉得自己 这么小肚鸡肠 一个眼神都能让他吃味 让他不舒服 你刚才做什么 做了那么久 苏妍身子微微厚痒 一微在他怀里 给我弟弟做了个屈纹香带 另外 这不快端午了吗 做一些装香草的香囊 戴在身上 可以屈鞋避栽 他忽然开始亲他的脖子 一下又一下 说是亲 其实不如说着更准确 苏妍被他弄得泛痒 笑着要躲 干嘛别闹 男人充耳不闻 嘴上和手上动作都不停 苏妍低声叱他 你别胡闹 我弟弟在外面呢 男人一正 手上的动作收敛了许多 但还是有一下没一下地亲着他 两人就这么避开人在隔间里说话 昨天黄祖父赵我和堂哥进宫了 苏妍理了礼衣服 是不是为着四姐和魏世子的亲事 嗯 尤妍点头 我堂哥这会也去找你四姐了 苏妍脸上的表情有些军烈 所以 你们兄弟俩一起翻墙来的 尤妍咳了两声 不自在地嗡了声 苏妍 你们俩就不能走正门吗 两个黄孙去翻苏府的墙 这要传出去 献文帝不得气吐血 就连太子和魏王 恐怕也会气得 想把这两儿子丢出家门吧 我堂哥说这样省事 不然 他怕遇到宁远侯爷 我二叔能把他怎么着 苏妍不明白 虽然苏臣表面上 对苏妍和刘晓的婚事挑三拣四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 同龄的高门弟子中 也确实是找不到比刘晓更好的了 所以 其实二叔 对这事早就默认了 有要想起刘晓那 提起宁远侯跟老鼠听到猫叫的样子 眼角不禁抽了抽 谁知道他 那陛下的意思是 想在四姐生辰的时候赐婚吗 对 你四姐今年十五岁了 我堂哥十八 都该是定亲的时候了 但堂哥那边 有点拿不住你四姐的主意 所以还没有给黄祖父一个准信 黄祖父气得 把他一脚踹了出去 让他赶紧去问 他就拽着我过来了 苏妍听出点什么 等等 陛下没问你和我 那自然也是问了的 问的什么 你又说了什么 黄祖父问你 现在可是愿意嫁给我了 我 我说我还在努力 看着他一脸的憋屈样 苏妍没忍住笑出了声 那陛下就没骂你 刘晓摸了摸鼻尖 自然是也被骂了两句 但其实他和刘晓到玉书房的时候 黄祖父就隐隐的一阵火气萦绕周身 他和刘晓正撞枪口上 自然而然的成了出气筒 两人都被逮着 狠狠地劈了一顿 这在外人眼里 他和刘晓是真惨 但是熟悉献文帝的人都知道 这待遇也不是人人都有的 能让献文帝以祖父的身份 说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孩子 那都是他真心疼爱喜欢的 他让他看不上 或者是不气重的孩子 就算真的犯了什么错 或者不学无术不成器 他也懒得多说一句 没办法 人心就是偏的 加上身为一国之君 每日每日的是那么多 能让献文帝多花一份心思的 那都是在他心里有些分量的人 问题旁人眼里的这份看重 刘耀和刘晓 有时候是真的有些承受不来 就拿刚才来说 若黄祖父说的有理 那被骂也就算了 可问题 刚刚他明显 是拿他们俩当出气筒 说他们俩没出息 追个媳妇都追了好几个月 也没拿下人家 他都嫌丢人 甚至说他没事 总板着个脸 是谁欠他钱吗 诸如此类无理取闹的话 刘耀简直心累 苏元自然也知道一点 他们也孙独特的相处方式 很给面子的没笑出声 陛下肯定是因为别的事生着气 你们俩正好成了出气口呗 不想和他说这个 因为比起这个 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要说 所以我都被黄祖父骂没出息 又没本事了 你现在到底愿不愿意嫁给我啊 苏元其实这两天 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他有多迫不及待的 想再嫁给这个男人 而是很多事 他需要借着他妻子的这个名号 才好办事 比如说 他想处理的二姐的那事 还有之后的 苏玄被柳珍那个渣男哄骗的事 单凭他一个女孩家 是单力薄的 肯定没有人会将他放在眼里 尤其是郑国公府那时 郑柳是那么个眼高于顶的人 且极其善于诡辩 母亲和二婶去了 都不一定能讨得便宜 更何况他一个姑娘家了 苏元若有所思的出神 又要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怎么不说话 想什么呢 苏元试探地问 如果我嫁给你以后 仗势妻人 你会怎么办 刘耀以为自己幻听了 不可思议道 你 你说什么 你 仗势妻人 不怪刘耀惊讶 上一世的苏元 一言一行 都堪称是家典范 刘耀印象中的妻子 永远端庄大方 真书得体 从不见他有过什么情绪外露 或者过激的时候 所以乍一听仗势妻人四个字 他还真被惊到了 苏元不理解 他这反应 怎么了 不行吗 刘耀强忍着笑 把人拉到怀里 让他坐在自己大腿上 那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个仗势妻人 我可不会没事找事的那种仗势妻人 我就是想到时候解决一下二姐婆婆那事 刘耀心里一顿 就这事 苏元 不然你以为呢 你不会真以为 我想胡作非为的 指哪打哪吧 刘耀心虚的别开眼 他刚才乍一听 仗势妻人四的字时 还真是这么想的 苏元气得掐他 我在你心里就这样 你就这么想我 你这忽然语出惊人 我这不没反应过来吗 苏元并没消气 继续宁他 看你这样 我哪敢真的仗势妻人 真要做了一点不合规矩的事 你还不立刻修了我 游耀忽然沉了脸色 别胡说 苏元不以为然 难道我说错了 游耀眸光沉沉 声音凛然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苏元被他这脸色糊到了几分 什么 难道前世你一直觉得 我会是为了那么些小事 就能修了你的人 苏元一时正冷 无言以对 但他的神情 却先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难道不是吗 前世的时候 在他眼里 谁都大不过礼法和规矩 他素来刚正自省 便下意识 也以严苛的标准 要求着身边的人 前世苏元刚嫁过去的时候 其实还是活泼跳脱的性子 但是在一日日皇家规矩的束缚下 彻底磨掉了自己的天性 之后娘家若是来人探望他 总是称奇 在家交养十几年的小姑娘 怎么嫁过去没多久 就这般老成稳重了 苏元自己说不出缘由 只对家人玩笑说是自己长大了 自然而然的就懂事了 而这一世 他的改变他是知道的 也是看在眼里的 但是 如果他要下狠手收拾一些人 他不知道这家伙 会不会再搬出什么规矩律法来说他 有要被他的神情刺激到了 完全不明白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是他明媚正娶的妻子 他怎么可能偏向外人 又怎么可能因为外人的事而休了他 他对他是有多差 差得让他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有要苦笑一声 如是想到 他忽然又想起 前世他们成亲后 他总是一副完美嫌弃的样子 就连和三嫂那边偶有口角 也从不让他知道 不管是母后还是谁都称赞他 脾气好 懂事 有雅亮 他前世也只当他脾性如此 没有多想 可今生到如今相处了这么久 他的脾气他多少也知道了一些 他其实性子很娇 用膳很挑食 衣着手势都很讲究 脾气也谈不上多好 不合心意的人和事 他一刻都不会委屈自己人 在江南的时候 对挑衅他的肖淑然和未香 都是毫不留情念的该骂就骂 该损就损 似乎从没考虑过什么后果 因为他知道 他的背后是疼爱呵护他的家人 对他的一切 都有家人来为他断后收拾 保驾护航 他不怕 更没必要怕 所以前世婚后 他的那般脾性 其实都是假的 那是被拔下力爪后的他 是将脾气尽数收敛 将委屈悉数咽下的他 而他会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 他若是有丝毫的偏移方向 就会被丈夫所弃嫌和厌恶 是因为他觉得 他身后的那个男人 并不会为他移山倒海排除万难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四十五章 他前世就喜欢他了 隔间内忽然安静沉寂了下来 静得他们能清晰地 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苏元敏锐地感觉到 对面男人的情绪 似乎一下子不太对劲 他有点纳闷 他也没说什么吧 怎么这人忽然就看上去 有点丧 怪可怜的 阿呸 意识到自己这个念头 苏元晃了晃自己脑袋 可怜什么可怜 他一个养尊除优的皇孙 都可怜的话 那天底下还有不可怜的人吗 没人说话 房内的气氛实在尴尬 苏元伸出一根手指 戳了戳他 你想什么呢 刘耀从自己的思绪中抽身 没什么 他这不说话还好 一开口干涩低雅的声音 吓了苏元一跳 他主动握上他的手 关切道 怎么了 这是 男人没出声 反手一手握住他优雅白皙的脖梗 不由分说地吻了上来 苏元眨巴着眼睛 没懂他 怎么忽然就有了这个心思 但他这次难得亲弟 不像以往那样混着郁面 只是在他唇半上狠狠地揉搓了两下 苏元吃痛 抬眼刚要骂他 视线刚撇过去 却一下正住了 眼前这男人眸光深深地盯着他 甚至 眼圈还有点发红 天呐 苏元大脑飞速回忆了 以下自己刚才说的话和做的事 没有过分到 把这从前冰块一样的人都能给气哭的程度吧 如果真是 那他得多厉害啊 他自己都佩服自己了 但是眼下 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先问清楚 你这是 哭了 从小到大就没哭过几次的某位大爷 当然嘴硬 你觉得可能吗 那你红什么眼睛 这 这传出去 人家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苏元可不想莫名其妙地的一个凶悍泼辣的名声 还没嫁过去呢 就能把未来的夫婿给气哭 没等他再多想 男人忽然又亲了上来 但这次 亲得很是温柔 动作亲得他都要醉在这样的温柔里了 苏元心念一动 小手拽着他的领口 声色地回应着 带到他气息不稳 瘫在他肩头 忽然听得他的轻语呢喃 阿元 对不起 苏元 好端端的 怎么忽然说对不起 温柔声音很低 细听起来音线还有些发抖 以前 委屈你了 短短一句话 苏元却是数不清 自己等了多少年 前世临终前 若是能听到这句 厌弃的时候 怕是就能凝没了吧 其实 你也没给我什么委屈 是我自己矫情 得拢望鼠罢了 温柔几度哽咽 不 就是我委屈你了 委屈我的阿元了 他的阿元 该是最娇俏灵动的少女 前世 却被锁在身归后院 锁尽了毕生的欢心 我总觉得 自己想万民公养 便该为民请命 为民保太平 却忽略了你 也忽略了我们的孩子 你把称歌和宁姐都教得那么好 把家里料理的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却总是忽略你 苏元静静地靠在他怀里 任眼泪无声地流下 揭开伤疤总是痛的 但是不揭开的话 就永远是一层愉悦不过去的卡 都过去了 他是去眼泪 似是在和他说 又像是在和自己说 阿元 他生生怯怯 情意浅浅万千 阿元 阿元 他不断地重复呢喃 来回地叫他的名字 苏元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 他的脆弱和内疚 是的 脆弱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这个词能和这个男人搭边 但眼下偏偏 确确实实的就是这样 苏元伸手抱住了他 他将头靠在他的身前 他双臂交于他的后脑 紧紧地搂着 阿元 你真的还愿意嫁给我吗 苏元轻笑 随后故意板着脸 怎么 难道你反悔不想娶了 当然不是 只要他还愿意嫁 他拼了命也要把他娶回去 我今年才十四岁 你现在就是想娶也没办法 他俯着他的脸颊 鼻尖蹭着他的 我说 你不会连一年都等不了吧 又要傻住 带反应过来便是欣喜若狂 你 你是愿意嫁给我了 苏元淡淡地笑 称道 别高兴得太早 还有一年才赐婚 而且 就算是赐了婚 也不会即刻就成亲 最起码还要等一年的 这些在刘耀这边 通通都不是问题 无妨 我可以和黄祖父说 提前成亲 苏元急了 你别乱来 你这样打破节奏 万一影响到称哥和宁姐怎么办 刘耀这才想起孩子的事 是啊 别的事打乱了 都是无关紧要 可他们的两个孩子是两人心肩上的宝贝 是万万不能有一丝差池的 那也就是说 就算现在他愿意嫁给他了 他们还是要再过两年才能成亲 想到这 有要几欲抓狂 这叫什么事 苏元就喜欢看男人吃瘪的样子 得意洋洋道 所以啊 不是我不嫁 是还没到时候呢 你再着急也没用啊 没等他把那句得瑟的话说完 眼前忽然一个天旋地转 隔间 其实就是苏元的一个巨大的衣橱 而且很多时候 他都喜欢亲自挑选当天要穿的衣服 他平时又爱赤脚乱跑 为了方便 地上全铺着毛茸茸的羊毛毯子 而这一个天旋地转的结果 就是他被男人扑倒在了地上 苏元吓得一个机灵 生怕吵醒了外面还在睡觉的苏蕾 刘耀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明神戏听了下 发现没有动静 给了苏元的眼神 示意他放心 苏元长舒了口气 下一秒 头顶一个阴影附了上来 这一次 苏元很配合 他感觉每次和刘耀说一次前世的事 都是在散去淤血 也许过程有些痛苦 但是结果总是让人倡议舒服的 就像眼下 他们的这次拥吻 彼此都格外投入 似乎都想让对方感受到 自己心中火热的情意 当然 某男人是不可能只满足于亲吻的 苏元也知道这点 所以 每次他的吻落下的时候 他也会让自己 做好其他的准备 果不其然 这次也没有例外 吻着吻着 某人的手就开始慢慢地下移 然后又开始亲他的脖梗 苏元顾着外面有苏蕾在睡觉 死死地咬着嘴唇 一点声音都不敢出 两人的呼吸声都开始慢慢地加重 他甚至清晰地感觉到 他身上的变化 一时羞得面红耳赤 回过神 又忍不住 阿嬷自己没出息 都做过夫妻了 还害羞个什么 小小的隔间内 气氛不断升温 那些刻意压制后的琐碎声动 反而更加暧昧勾人 大概过了一刻钟后 苏元满面通红地 将人从身上推开 差不多行了 又要忍得很辛苦 额角都出汗了 在他耳边喘着粗气 苏元忍不住枪他 每次要亲的是你 最后难受的也是你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男人理直气壮 我喜欢 我乐在其中 且甘之如鱼 你给端午做的辟邪香带 可有我的份 苏元从这话里 听出一丝威胁的成分 大有几分你要是说没有 那我今天就在这把 洞房花竹叶该做的事给做了 有 某男人这才满意地 拍了拍他的脸 带着点调戏的味道 这还差不多 苏元忽然觉得 指甲有必要好好痒痒了 男人打不过 但是可以挠啊 两人起身理好衣服 又再次依偎着做到一遍 苏元 你们东宫这段时间 不是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吗 怎么你这么闲啊 某人悠悠地地了个眼神给他 我又不是新郎官 自然闲得很 苏元笑 你能不能正经点 对了 卫世子那边 今生有没有什么变动 刘耀 你指哪方面 就是哪方面啊 别忘了前世 他可好好几个女人呢 这辈子虽然我四姐心态好了很多 可我也不想他再过和一群女人打擂台 心神疲累的过日子 又要认真思考了一番后 坦言道 我觉得你可能多虑了 什么 你没发现 这辈子因为早早认识的缘故 他们之间和前世完全不一样吗 苏元凝神回忆了一番 发现好像 是那么回事 别的不说 你四姐现在 可是对我堂哥张嘴就骂 动辄敢打 我觉得前世的境况 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了 苏元 还是要以防万一的 万一他将来承袭了王位 胆子大了呢 又要摸着下巴 那到时候 我可以和我父王说 不给我堂哥刺测飞不就行了 苏元对此表示怀疑 你自己不要测飞就算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 自己能做主 你贸贸然插手魏王府的事 你父王能同意吗 父王同不同意 全看我怎么说 要是理由合适 没准就同意了 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 苏元很认真 很好奇地问道 就说 堂哥家中 正气颇为凶悍 势如猛虎 苏元 若是刺下侧妃 只怕家无宁日 苏元 更有甚 动辄拳打脚踢 危及堂哥性命 苏元 收到他传来的眼刀 又要不忘提自己找步 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很合适 而且无可挑剔吗 我四姐得罪过你吗 没有啊 为什么这么问 苏元怒了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编排成一个汉妇 这不找个理由 说服我父王吗 你就不能换个理由 说刘晓自己不想要不就行了吗 要是说我堂哥不想要 我父王一定会说 侧妃进了服好吃好喝养着就行 没逼着他们举案其眉 苏元轻叹了声 这倒是 在帝王眼中 侧妃什么的都是世家联姻 巩固权力的工具罢了 历朝历代亲王的侧妃 都是这个用处 所以皇帝在刺下侧妃的时候 根本不会在意 亲王自己喜不喜欢 喜欢最好 不喜欢只当后院多张嘴 锦衣玉食地养着便士 等等 苏元忽然想到一个是 你前世 不会也是这么说我的吧 刘耀 看他的表情 苏元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下彻底抱走 一把拽住刘耀的耳朵 恶狠狠地低声道 我猜对了是不是 刘耀竖着三根手指 我保证 我绝对没有说你是汉妇 呼的 他感觉到一个熟悉的触感 出现在他的后颈 被挠过一次 印象太深 想不记得那是什么都难 苏元 所以 你之前到底都是怎么在你父王面前编排我的 男人声调有些结巴 我 我就是说 他要是给我刺侧妃的话 那我就不敢回府了 那就只能赖在皇宫不走了 我保证 仅此而已 苏元瞠目结舌 自始至终 我绝对没有直接说过你吃醋善毒之类的话 苏元此时此刻 是摇死眼前 这个男人的心都有了 前世他呕心沥血 勤勤恳恳地想给自己营造一个贤良舒德 惠致蓝心的形象 他自认为还挺成功 没想到这男人暗中给他来这么一手 而且最关键的 他前世根本就没有严防死守 不许他有别的女人 他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出啊 他有点不明白 你 之前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不要别的女人 宁可造谣 我也不要 尤耀轻轻嗓子 似是有些难以开口 我 你总不会是 苏元脑中涌出一个念头 但那离谱的 让他说不出口 尤耀缓缓地抬眼向他看过来 四目相对的瞬间 双方都以自己的眼神 一个问出了问题 另一个则回复了这个问题 然后 苏元将在了原地 所以这男人的意思是 他上辈子就喜欢他 喜欢他 喜欢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还没等他多问几句 外面传来了苏蕾的一声声姐姐 弟弟醒了 苏元只得先出去 给了男人个眼神 示意他寻个合适的时候自己溜走 别让人发现 至于心里其他的疑问 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说 苏蕾睡饱了 就吵着要出去玩 苏元让儒母抱着去花园荡鞦韆 苏元坐在旁边的石凳上 一边看着玩得开心的弟弟 一边想着刚才的事 有要前世就喜欢他 这太让他意外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46章 赐婚 回想前世 他16岁的时候嫁给他 29岁那年去世 两人做了13年的夫妻 但这13年里 真正属于他们夫妻俩的时间 其实更少 他经常需要去外地当差 亦或是领兵出征 最长的时候 一两年都不着家 那个时候 他就在家守着孩子 每日每日的等着他 虽然他性子冷 在家也说不上几句话 可他在的时候 他心总是更安定一些 总觉得那个时候 才是个完整的家 后来 宁姐出生了 大概男人 都是真爱女儿的 有了女儿以后 他在家的时间多了很多 只要有空 他就会抱着女儿不撒手 眼里的温和认真 是他从没见过的 称歌还有点敬畏父王 但是被宠坏的宁姐 却完全不怕他 会黏着他撒娇 没走几步路 就要父王抱抱 他可以严肃地教育儿子 却对不讲道理的女儿 毫无办法 很多时候 都是他带着称歌 陪孩子一起读书席字 而他带着女儿 平时那么清冷高贵的人物 要去配合女儿 各种幼稚的想法和主意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那个时候的他们 其实还算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两个孩子也都喜欢父王在家 即便他对两个孩子处处周到 但是父亲的角色 永远是母亲无法代替的 男孩的骑射启蒙 需要父亲陪伴 女儿第一次被举过头顶 也是父亲才能做到的 细细想来 他应该也算是个好父亲 但是若说前世的他喜欢他 苏元找不到理由 说服自己相信 对他而言 感受不到的爱意 就是不存在 可现在 他亲自承认了 苏元便觉得更玄乎了 钻牛角尖的沉思了好久 想得自己身心俱疲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他将那些纷乱的思绪甩开 还是以后听他亲口说吧 他不想再自己胡乱猜了 苏妙的 吉吉礼办得很盛大 京城中有头有脸的官眷夫人们都来了 女儿从幼时一步步长城 到今日晚发插鸡 安阳心中一时酸楚不已 而吉吉的仪式刚完成 侯府正门那里便传来一阵不小的动静 侯府管家匆忙进来报信 说是圣旨降临 御前太监曹公公亲自宣读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朕之嫡孙为王世子留小人品贵重 行孝有佳 文武并重 今将至若冠 今有宁远侯苏臣之女 执吉吉之年 秀玉名门 品貌端正 柔家表度 秀外惠中 故特亲定为世子留小之正妻 则即日大婚 钦此 在场的人贵了一地 苏妙公公静静接了纸 曹公公满脸笑意 恭喜四姑娘了 苏妙 成公公吉言 有劳公公跑这一趟 使了个眼色 彩月立刻暗中递上了一打银票 曹公公也直接地接过赛道秀中 脸上的笑意更深 四姑娘好伶俐 您的福气都在后头呢 说完这些 曹公公便转身离开回宫复命 屋内的人陆陆续续地起身 那些个客人也是分分工为夸赞 四姑娘好福气啊 那魏王世子是陛下除东宫外最看重的孙儿 将来的魏子那是稳稳的 急急当天赐婚的荣耀 这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 可见陛下对苏家多气重啊 大姑娘和二姑娘都是嫁的国公府 四姑娘和五姑娘的事也都默认了个七八分 要我说 你们苏家的女儿还真是个个都是有福气的 是啊 这四姑娘嫁为王世子 五姑娘将来再许给六皇孙 这将来可就是两位王妃啊 这些官家夫人说起来没个完 也好在安阳耐性好 加上此刻心情也好 所以一个个地应付着 苏妙接过圣旨的瞬间到眼下 都久久地没有回过神 还沉浸在聆听圣旨的震撼中 这份圣旨降下 就意味着她要嫁给刘晓的事板上钉钉了 苏妙觉得自己心里百感焦急 说不出具体什么滋味 有忐忑 兴奋 紧张 憧憬 还有对未知的未来的一点迷茫 苏妙上前握着她的手 两人避开嘈杂的宴客厅 回到苏妙自己的院里 褪去身上繁杂的乳裙 姐妹俩躺在床上说悄悄话 苏妙 怎么样 现在心里什么感觉 苏妙拖着两腮 紧张 心扑通扑通地跳 这就把我下半辈子的夫君人选给定了 我觉得 事情发生得太快 都有点接受不过来了 苏妙笑 那你内心深处高兴吗 苏妙咬唇不语 养酒后才坚定地点了点头 妹妹 你放心 这门亲事 我是欢喜的 苏妙心下稍松 姐姐欢喜变好 你和刘晓现在的相处 颇有几分欢喜冤嫁的样子 别的不说 江南一行 感情是培养出了几分的 苏妙甜笑 她和刘晓一开始 可不就是欢喜冤嫁 江南那阵子 两人见面就掐 她很是看不惯 她那副高高在上的轻狂样 嘴上说着喜欢她 行动上又毫无表示 真觉得自己皇子龙孙 所有女人都扒着要她不成 苏妙从不惯这些毛病 不收拾收拾她 她就不姓苏 其实说是互掐 但大多时候 都是她损刘晓更多 而她 只有真的气急败坏的时候 才会忍无可忍地回怼两句 大概就是那句 先动心的人总是要吃点亏的 刘晓对她 似乎也是如此 她先一步承认喜欢她 那就不免要处处谦让一些 如今婚事定下 再回想这些事 苏妙只觉得好笑又感慨 那互不相让的针锋相对间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她也悄然地动了心 也许是她拥着她 教她骑马的时候 也许是她和她 再怎么针尖对曼芒 都不会真正惹她生气的时候 也许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早在她一字一句 说出那句爱慕四姑娘 叛取四姑娘未妻的时候 瞧着自家姐姐 这幅甜腻死人的神情 苏妍就知道 一切无需自己操心了 她起初还会担心 刘晓今生的那些侧妃问题 但是如今看来 似乎是不太可能了 还记得在江南的时候 四姐对刘晓有任何不满 都敢直接骂出来了 而刘晓对四姐 也远比前世 更为包容和认真 这样的两人 哪还用她多此一举 对了 加苏妙又展开圣旨看了又看 这圣旨上只写着 则即日成婚 也没说是什么即日 哪一年的即日啊 苏妍打趣道 怎么 这就恨嫁了 就算你和刘晓 心意相通情深一切 也不至于这么迫不及待吧 她这话成功给自己 迎来了一巴掌 德性 你也就在我面前有本事 要是在六皇孙面前乱说 她不收拾你 苏妍文言瞪大了眼 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证明一下 就她 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 苏妙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妹妹 下次说这话的时候 记得把你脖子上的痕迹遮一遮 苏妍下意识双手捂上了脖子 不是都快削了吗 你怎么还能看见 苏妙见她着急了 盲声道 是你刚才躺下的动作 太大我才看见的 刚才在外面那些人肯定是看不到 苏妍吓得三魂丢了四魄 一听这话才微微松了口气 苏妙的一道 怎么不继续说了 说啊 你们俩到底谁收拾谁 苏妍脸红了个彻底 我 则则则 你们俩这进步够快的 她都亲上这了 苏妍惊住 你 你现在怎么也什么都敢说了 看来要成亲的人 果然是不一样啊 苏妙丝毫也不在意 你这在我这害什么羞 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苏妍有点难为情 谁会青天白日的说这种事 苏妙咳了两声 放低声音 她亲过你了 姐妹之间 确实没什么不能说的 苏妍 只吐着恩了下 闻言 苏妍脸上也泛起了一层薄红 亲 是什么感觉 苏妍转过头 有小至今没亲过你吗 苏妍捂着脸 她 有一次好像是想亲来着 那就是 最后没亲成的意思了 然后呢 我当时太紧张了 然后不自觉的就躲开了 手好像还打了她一下 苏妍 我当时没意识 但是后来想想 好像打得还挺重的 苏妍 然后 从那以后 她就没再有过了 苏妍甘笑两声 她要是刘晓 她也不敢了 一亲方则变成了要命的活 那谁还赶上啊 哪个少女不怀春 这种话题一旦开始 彼此间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苏妍 你很抗拒刘晓和你亲近吗 抗拒谈不上 就是紧张 她一靠近我我就紧张 呼吸觉得不对了 但 我很喜欢她抱着我 会让我觉得很温暖 很踏实 苏妍笑了 这不就得了 你说 她不会被我吓得以后 都不敢亲了吧 苏妍 呃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但是你们成亲后 这个问题肯定就不存在了 苏妍指了指她的脖子 满脸好奇 你和那位的进展 着实是有点快啊 苏妍面露尴尬 总不能和她四姐说 她和刘耀是已经做过十几年的夫妻吧 不过好在苏妍并没觉得什么不对 情人之间 情到深处的相拥相文本 就是正常 加上本朝明风开放 只要婚前守住那道线 其他的可以依着自己的心意来 苏妍单纯地问道 你这 要不要涂点药 苏妍脸颊有点烫 不 不用 过两天她自己就消了 真的 苏妍对这个一无所知 嗯 嘖嘖嘖 看来是真没少亲啊 都亲出经验来了 苏妍微恼羞成怒 没好气道 闭嘴巴你 不行 你得告诉我 下次刘晓 要是再想亲我 我应该怎么做 苏妍指了指自己 这种事 你问我 那我还能问谁 这种事我怎知道 你该怎么做那都是你下意识的反应 很多时候你自己都控制不住 苏妍向着求知好学的学生 那你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什么怎么做 就她要亲你的时候 你一般是怎么做 苏妍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也希望自己能帮到姐姐 但思来想去她发现 自己貌似真的无能为力 我一般都来不及做什么 苏妍啊了声 什么意思 就是 她亲我从来不会提前告诉我 也不会让我有准备的时间 苏妍 这么猛的吗 说起这个 苏妍也有些不自在 反正这是我帮不了你 你就顺其自然 就好了 苏妍此刻已经完全没心思想留小那事了 她现在两眼闪烁着八卦的光芒 妹妹 给姐姐说说 你平常都是怎么没有准备时间的呀 苏妍 能不能好了 越是无知的人 这种时候 越是什么都敢问 苏妍被苏妍追问了好几个 她说不出道不明的 修死人不偿命的问题 让她频频怀疑 以后她姐和刘晓两人 究竟会是谁拿捏不住谁 正常情况下 刘耀和刘晓平时如果没什么事 两人遇到的机会不多 刘晓正经而有差事在身 刘耀最近也开始慢慢接触军级大营那边的公务 两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暗示最近几天 刘耀发现 刘晓来东宫的次数有点频繁 这就导致刘耀很想打人 原因无她 刘晓来东宫没别的 就是炫耀 炫耀黄祖父给她和苏妙赐婚的事 话里话外的炫耀 无所不用其极的炫耀 老弟啊 你说说你 先我一步和五姑娘好上了 那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长幼有序的 按照年龄来 油耀脸色铁青 你一连好几天往这跑 就是为了说这事 对啊 我这心里高兴 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本来要找我父王的 但是我父王陪我母妃出城去寺院 进香祈福去了 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弟弟啊 你是不是也替哥哥高兴 油耀一脚踹过去 给我滚 刘晓继续火上浇油 你看看你 别羡慕极度这就恨上了 这不明年就到你了吗 年轻人 耐得住气 别着急 明年 说得轻巧 他巴布的现在 立刻马上就把阿元娶回来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四十七章 我怕是忍不了多久了 有小嘚瑟炫耀够了 乐呵呵的就回去了 留下某个羡慕极度恨的男人 在风中凌乱忧伤 油耀一拍桌子 不行 不能这么一直等下去 东宫太子书房 太子端坐在太师椅上 看着面前 难得在他面前乖巧服软的小儿子 心里一时也软得不行 说说吧 找姑什么事 父王 孩儿想取平阳侯家的千金为妻 请父王做主 太子不解 这事不是你皇祖父做主吗 怎么 你想让你老子月全处理 而且 我没记错的话 苏恒家那小丫头 还不满十五岁吧 急急都还没到 你这什么急啊 刘耀一脸诚恳 孩儿确实着急 父王帮儿子想想办法吧 儿子这么直白地承认 太子反而一时哑口无言 可人家姑娘当真没到年纪 他总不能给儿子生抢过来吧 你能不能不为难你老子 那丫头才十四岁 别说苏恒不同意 就是你皇祖父也不会干这么没人性的事 有要 你就再等一年能怎么着 这都八月份了 离过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你连几个月都等不了不成 有要无话可说 是 一旦那丫头满了十五岁 不用父王去说 你皇祖父也会成全你的 还有 你以后再往平阳侯府跑 给老子走正门 你以为你翻墙的事 没人知道是不是 有要舒然抬头 太子觉得稀奇 他这个小儿子 素来清心寡欲 他从来没见他 对什么特别在意过 生来拥有的太多 很多事情 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伤及皮肉的 他眼皮都不会抬一下 没想到他真会对苏恒家的丫头 情义深重 非亲不娶 还不惜翻墙进去 也要去见人家 虽然被苏恒无意点破的时候 他这个当爹的确实有点没面子 但是这面子哪有儿子重要 这样多好 这样的儿子才是活生生的有人情味的人 不是那一天到晚 板着脸是一切如死雾的冰块 太子很欣慰 他也希望儿子能有自己真心真爱之人 余生能过的喜乐安康 如今这个姑娘确定出现了 他也是高兴的 晚上用膳的时候 静明旁敲侧击地问苏源 看到苏妙的婚事定下 心中可有什么波澜 苏源知道母亲打的什么主意 娘 我才十四 您着急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而且您的重点啊 似乎又偏了 现在不是说大哥的事吗 哦对对 是要说儿子的喜事来着 苏燕和叶家嫣然的婚事 已经定下来了 门当户对 郎才女貌 双方父母和亲朋 都是乐见其成 唯一不那么高兴的 大概就是为国公嫁的顾于宁 庆明娘家的亲侄女 苏燕的亲表妹 顾于宁喜欢苏燕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可苏燕不喜欢顾于宁 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 庆明是很开明的长辈 为此 她很早之前就找儿子单独谈过 问及她的想法 苏燕的回复很直接 她把顾于宁当妹妹看的话 可以很疼爱她 很喜欢她 但是当妻子的话 不行 她想象中 相伴一生的妻子 从不是顾于宁这样的 庆明一开始觉得 儿子要是喜欢 亲上加亲 也不是不行 但现在儿子不喜欢 那就只能作罢 可顾于宁并不死心 一开始是三天两头的 往平阳侯府跑 企图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苏燕 也是压根就不给她这个机会 直接住到了军营里面 一来二去 顾于宁自讨没去 也就不天天折腾了 但心思却从来没断过 她想的是 她和表哥是实打实的亲表兄妹 爹娘和姑姑 又一向最疼她 只要她撒撒娇 好好求求爹娘和姑姑 他们一定会愿意成全自己的 而表哥那边 成亲以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培养感情 再说她也从来没听说表哥对谁上过心 但在表哥心里 谁做妻子估计没差 之所以拒绝自己 可能就是一时无法接受表妹变妻子 没关系 她可以慢慢地陪她适应 可是现在 一个晴天霹雳 直接地打在了她头上 表哥定亲了 而未来的新娘却不是她 这是顾于宁绝对接受不了的 从小被宠坏的娇小姐 脾气让她顿时开始做天做的的大吵大闹 在为国公府闹完了 今日下午还闹到了平阳侯府 梨花带雨地跪着求庆宁成全她 庆宁很是无奈地扶起侄女 认真的给她讲道理 强扭得瓜不甜 更何况是婚姻大事 可顾于宁完全听不进去 甚至放言 苏燕必须是她的 为这事 苏家上下都小小的不太平了一阵 苏灵是拍板 叶儿和嫣然早日成亲 于宁那丫头 自然也就死了心了 庆宁 母亲的意思是 和叶家商量商量 咱们两家的婚事提前 反正该准备的两家 其实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在就近选的黄道吉日便是 安阳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母亲 为了这个 就要让两家大费周折地折腾一遍 是否有些太夸张了 于宁一个小丫头 她能做出什么 苏灵是看向静宁 老大家的 你说呢 于宁那孩子 最是固执 且自幼 被我兄长宠坏了 她想要的不得到手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大嫂的意思是 反正咱们家 已是早早地 把婚嫁理智用品都备好了 叶家那头 嫁妆之类的 叶夫人也跟我说过 都是早早地备下的 咱们就提前一两个月婚期 也未必不可 我主要也怕于宁那孩子再来 又是求我 又是闹腾的 到底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早点让他死心省的夜长梦多 安养 那对外怎么说 无缘无故提前婚期 对外总要有个说法才是 苏灵是 就说 咱们家请了大师占卜 两个孩子的婚期已早不已迟 这样说过去也就罢了 安静了许久的苏源 忽然出生 祖母 依表姐的额个性 即便是哥哥和嫣然姐姐成了婚 他也会有的是法子破坏 所以 一味地让哥哥和嫣然姐姐的婚期提前并不能解决问题 治标不治本 是无效的 苏灵是和庆宁安阳 都安静下来没有说话 孩子说的也对 成了亲并不意味着 就能让于宁死心 反而还可能会刺激他失控 做出更不可理喻的行为 苏灵是一时也没了主意 旁的人他下个狠手也就解决了 可这人偏偏还是大儿媳妇的亲侄女 下手重不得 庆宁也左右为难 那该如何是好啊 苏燕忽然从外面进来 祖母母亲婚期照旧 无需提前 孩儿会自己让表妹死心的 苏远 哥哥 你妹妹说的对 婚期提前并不能改变什么 我不想让此事叨扰到嫣然 更怕这样一位提前成亲 会刺激表妹出言伤到嫣然 这件事归根结底在我 我来解决最合适不过 苏灵氏 庆宁和安阳婆媳三人面面相去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这个就暂时不说得好 总之 我是一定能让表妹死心的 另外 苏燕看向苏远 我还需要妹妹的帮助 苏远指着自己 我 我能帮到哥哥什么 苏燕神秘一笑 你当然能帮到我什么 哥哥这次可全指着你了 苏远啊了声 面露疑惑 晚上泡了个花瓣枣后 苏远穿着一身薄纱睡衣 躺在床上 屋里还放着长长的冰剑 杨爽宜人 苏远惬意地晃着小腿 脑子里却想着晚饭时苏燕说的话 这一出前世不是没发生过 但是前世她没参与到啊 那个时候 母亲和哥哥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解决了 顺利地让她对这件事几乎都没什么印象了 可今生显然是有了很大的不同 顾于宁更难缠了 而且她哥哥还扬言需要她的帮助 苏远有点想不明白 她能怎么帮 顾于宁是个标准的刁蛮大小姐 对谁都是以止气使的 这样的人 她哥哥能喜欢才出了鬼了 苏远对这个表姐感情很薄弱 没办法 她那个舅妈就是不会教孩子 两个女儿被她养得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舅妈的理由也是理直气壮 咱们堂堂的为国功夫的嫡出女儿 教养一些怎么了 不是应该的吗 而舅舅公务又太忙 无暇顾及家中 两个女儿就在舅妈的溺爱下长大 说是长歪了 倒也不至于 但脾气大是真的 稍有不合心意的便一哭二闹 不上吊那是不舍得死 这种情况下 苏远怎么可能和舅舅家的两个姐姐相处得好 谁还不是家里的小宝贝 她才不要勉强委屈自己呢 但是虽然没有太好 也不算太差 毕竟是表姐妹 年节的时候总要见到的 打个照面的客套还是要的 这样想着 苏远越发觉得 嫣然姐姐好 长得好 性子也好 这样的女子 收服了她哥哥 她才不会觉得意外 至于那个脾气比天大的表姐 苏迦可消受不起 她物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想得入神 丝毫没有发现某个已经悄然登堂入室的某个男人 直到 啊 她被某人伸手轻轻拍了下肩膀 想事情想得入泥的她 吓得一个机灵 刘耀也被她吓了一跳 你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连我寄来都没发现 她什么时候存在感这么弱了 苏远输了口气 我想我哥的事呢 男人动作行云流水地躺到她身旁 枕着一只胳膊 苏燕 她怎么了 苏远将事情简单地和她说了一遍 又要听完感叹了句 看不出来苏燕桃花挺旺盛的 这话成功为她招来一记白眼 怎么 你很羡慕 某男人如今相当有眼力劲 这种烂桃花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再说 她伸手将它扣进怀里 贴着她的耳阔 哪家姑娘能有我家阿远好 苏远嘴角的弧度止不住了 德行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嘴滑舌了 你知不知道 最近刘晓在我面前有多嘚瑟 嘚瑟什么 苏远刚问出 心里忽然就有了个猜测 她抬眼 刘晓也看着她 两人一口同声 陛下赐婚的事 她和你四姐定下来的事 苏远失笑 还真是 你们俩又不幼稚 多大的人了争这个 有什么意思 男人放在她腰间的手忽然收紧 我也不想 可那家伙成天在我眼前晃有嘚瑟 苏远伸手拧了下她的那张俊脸 笑道 活该 之前我送你香囊和腰带的时候 你不也是满世界炫耀嘚瑟吗 怎么到你这 就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刘晓一噎 往她脖肩那里狠狠地作着 一股养衣莫名地袭来 苏远笑着躲 别 养 她不躲还好 这一躲旁边本就心思倒样的男人 瞬间化为恶狼扑了上来 苏远随即 攀上她的脖子 用自己的节奏回应着她 夏季炎热 沐浴过后的苏远本 就只穿着一件轻薄的纱裙 而眼下 这本就不足以蔽体的纱裙 也早已不知所踪 身上最后的那件小衣 也被撩开 她匍匐在她的身前 肆意地品尝着那处的心香柔软 苏远双手无措地在空中挥舞了下 就被男人拽过一只手 挤进了她的指尖 与她食指向扣 她声音哑得不行 阿元 叫我 苏远咬着唇 顿了一下 随即娇嫩的唇扮中 溢出了一声叫呼 云婷 她似乎很喜欢她在这个时候这样换她 可是苏远觉得 每次她这么叫完 她的呼吸就会更加粗重 云婷 阿元 他们彼此紧紧向帖 感知着来自对方身上的温度和气息 阿元 嗯 我想和你说个事 我怕是忍不了多久了 听到这话 苏远闭上眼睛 果断装死 这个问题要她怎么回答 忍不了能怎么办 她也没办法 那 那你以后别来找我 或者是 别一见着 就又亲又抱的 不可能 男人果断拒绝 苏远无奈 那她就真的没办法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48章 女人也太难懂了 当天晚上 有钥匙被苏远赶走的 得寸进尺的男人 注定是没有好结果 9月16那天 东宫大摆宴席 静二殿下刘云大婚 府中各处张灯结彩 好不热闹 按说官眷们是只能在宴席间坐着 是不太能够去看新人 或者是闹洞房之类的 那是皇家子弟们才可以的 但可能因为苏妙和苏元 是内定且公认的皇室媳妇 所以当他们俩被刘晓和刘耀 拉过去的时候 其他人也没有感觉惊讶 苏元随着刘耀来到刘云的唱译园 正巧新人刚刚进门 一身红色洗袍的刘云 儒雅俊朗 眉梢间满是新婚的喜悦 见着刘耀身边的苏元 刘云也是一点也不意外 微微汗手 五姑娘 苏元也回了一礼 二殿下新婚大喜 多谢 刘云笑着打去道 过不了多久 也能喝到你和六弟的喜酒了 苏元垂眸浅笑 刘云性格随和 所以人缘很是不错 眼下他成亲 那些个堂兄弟的 都吵吵着要闹洞房 其中以刘晓和刘景带头最起劲 二哥 想入洞房 可没那么容易呀 就是啊 那得过五关斩六将 刘云一点也不怕他们 少来 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其实刘晓和刘景 也没什么坏心眼 就是图一乐 进了新房 刘云先是在 一众亲朋好友的瞩目下 挑起了新娘的红盖头 喜怕吓得一张美人脸灯时 显露在人前 李淑影飞快地 瞧了自己的夫君一眼 然后害羞地低下了头 旁边起哄的声音不断 嫂子真漂亮 二哥好福气 而刘云眼底的笑也表明 他对新婚妻子是极其满意的 两人在礼仪嬷嬷嬷地敦促下 同饮下了和锦酒 刘云亲自为妻子吃下一颗饺子 李氏咀嚼几下 羞怯道 生的 四周又是一片起哄叫好生 然后就是刘景和刘晓 两个家伙的闹腾时间了 刘景很有眼色 二哥 放心 很快 不会耽误你的洞房花竹叶 刘云瞪了他一眼 赶紧的巴尼 其实也没什么新花样 那些太过分的闹洞房习俗 也不好用在自家哥哥身上 所以刘景和刘晓准备的两个 都是常见的闹洞房的小把戏 第一个是一根绳子吊着苹果 让两个新人一起吃 然后是第二个 比前一个微微过分了点 共吃一颗红枣 这两个能闹得开 但是也不至于闹得太过 让新人不高兴 东西拿上来 就正式开始了 刘景拿着根绳子 吊着苹果 要求两个新人 要至少吃三口 而每次两人将要吃到的时候 他就故意把绳子往上一提 两个新人猝不及防 便亲到一起 两人新人届时腼腆地笑 到了吃红枣的时候 红枣更小 就更加难以避免到接触碰到了 刘云看着妻子修红的面容 果断快刀斩乱麻 主动出击 一口咬下了还剩小半截的枣子 至此 闹洞房的两个环节 也都结束了 苏元在旁看的投入 受到气氛的感染 不时也眼唇笑出了声 刘云对妻子的爱护已然尽险 未来的瑞王和瑞王妃会 一生和美 相伴终老 其他人也都识相地 早早退出了新房 春宵一刻值千金 再带下去 只怕再好脾气的二哥 也要生气了 刘卓行至刘亚和苏元面前时 驻足停住 视线似有若无地在苏元身上打转 刘亚微微醋眉 将苏元拉到了自己身后 刘卓见状轻笑 看不出来啊 六帝居然也会英雄救美 刘亚隔着老远 就闻到刘卓身上的酒气 三哥喝醉了 早点回去歇着吧 哼 刘卓大概是真的醉了 从你去江南 开始我就在想 得是什么样的美人 让咱们一向醉不尽女色的六殿下 都按捺不住 主动追去了江南 说到这 刘卓又看了眼刘亚身后 低垂着头的苏元 今日一见也就明白了 六帝果真好福气 刘亚眉目严肃 三哥说笑了 刘卓洋洋衣袖转身离去 直到人走远 苏元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你这三哥怎么感觉比前世还过分 尤要脸色不是很好 你我重生 很多事都有所改变 这也属正常吧 苏元左右看了看 放低声音道 那 他对大殿下还是 我这个三哥 野心一直明显 而且他 确实有才学又有能力 所以 父王对他也很器重 但再器重 也是比不过我大哥的 苏元自然知道 不管是在县文帝眼里 还是太子眼中 刘卓都是毫无疑问的接班人 其他的孙子 再优秀 都撼动不了刘卓的地位 祖父和父亲的双重认可 也让刘卓的安全感很足 所以 刘卓前世对刘卓 一直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直到最后 刘卓的心越来越野 甚至起了杀心的时候 刘卓才不得不出手 而刘卓的地位 明摆着在那 他一旦正式出手 刘卓根本没有丝毫的反击之力 那你会提醒大殿下 提防你三哥吗 刘卓 我想不用我说 大哥心里也有数 但是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看着长大的 他多少还是有点不忍的 其实 照着前世的缘由 三殿下声势 大多都是周家挑唆 还有周侧妃 刘卓知道他要说什么 周氏 是他父王的亲表妹 有青梅竹马的情意在 又貌美 所以一直是几个妾室里 最得他父王宠爱的 连带着对周氏的儿女 也格外不同 刘卓和刘燕都是如此 仅次于他和大哥 还有三妹 周家又是显赫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 刘卓滋生了几分野心 也是正常的 这些大哥也都知道 放心 大哥的盘算 不会在我们之下的 嗯 但你还是要仔细 提防着 别不小心中招了 又要揽着他 一手搭着他的腰 慢慢地往前走 这么担心我呀 明知故问 苏元见他一脸傻笑 你是不是真傻了 别觉得你是经历过一次的 就掉以轻心 人性之恶本就防不胜防 更何况 我们也不知道 这种事是不是会有变故 我知道 你放心吧 你夫君又不傻 苏元哼了声 你是谁夫君 我嫁给你了吗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有要 那还不是迟早的事 你看我哥和你姐的事都定了 那明年指定 就是我和你了 苏元 说到这个 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成亲 怎么还没定 要是按照前世的来 不也就赐婚以后 再过三个月 我倒是没听黄祖父说起这个 想来若无意外 应该不会有变故 而且我二叔还挺急着想让你姐过门的 苏元不解 魏王殿下着急什么 二叔想快点 来个儿媳妇入府主事 这样 他就可以和二婶潇潇洒洒地游历四方了 苏元一时雨夜 魏王和王妃还挺恩爱 二叔是觉得 以前亏欠二婶太多了 现在年纪大了想弥补弥补罢了 有心弥补就很不错了 有的男人就是一辈子也不会反思自己 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刘耀 隐约觉得这个话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两人回到席间的时候 其他人畅谈正欢 见两人同时进来 刘耀行动间更是对苏元颇为照拂 便有人出言打趣 哟 这还是我那桀骜不逊 脾气比天大的这儿吗 说这话的是太子的同胞姐姐 宁昌公主 寿春公主也笑 看来甭管是谁 只要遇到喜欢的姑娘啊 就别提什么不近人情不近女色 那都是骗那些他们喜欢的小姑娘的 可不是吗 我也算是看着云婷长大的 可从没见过她 她对谁这么上心 那也是平阳侯千金招人疼啊 那么个标志美人 性子又好 说话娇娇的黄英似的 别说男人了 我看着都喜欢 的确是一对天作之和的碧人 更难得的是 这小丫头对着云婷 居然毫不舒阵 说话做事 都拿得住咱家那个小祖宗 这可就是不容易了 宁昌公主对太子妃笑道 太子妃也点了点头 那丫头是陛下亲自给妖儿选的 就是看中此女性子 虽沉稳却不死板 虽端庄却不木讷 寿春公主加入了姐姐和嫂子的话题 还是父皇高明 要而这样的性子 要是再配个亲傲姑高的女孩 或者木嫩腼腆的 这两人的日子 可真不知该怎么过 到时候 哪里还像是夫妻呀 要么说父皇圣名呢 苏元坐在不远处 这些说他和刘耀的声音 他也听到了个七八分 一时忍不住戳戳旁边的男人 你在你这些姑姑们的眼里 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啊 刘耀刚一饮而尽了杯酒 闻言凑到他耳边 气阴野鱼道 他们说的都不算 我是什么形象 你知道不就行了吗 苏元被他的气息 激得下意识要后退 却被他一把抓住胳膊 义正言辞地关切道 小心点 别乱动 苏元揉着耳朵 你能不能注意点 那边那么多人呢 有药神情很无辜 我也没干什么吧 你 苏元还未来得及 说出自己的控诉 就被一声清脆响亮的表妹 吓得一个机灵 她寻声看去 那个穿着非红色之金如裙 气质张扬热烈至极的女子 除了顾于宁 还能是谁 表 表姐 既然碰到了 她一礼 也问了声好 顾于宁直接走到她面前 先是对刘耀行了一礼 然后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 表妹 看来你是好事将近啊 苏元脸色看不出情绪 只是提醒到 表姐慎言 顾于宁本来也不是想管什么闲事 她找苏元是有正事的 你随我出来一下 我有事和你说 看她这架势 苏元也知道她想干什么 也想看看 她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样 刚要起身 就被了刘耀按住 在这不能说吗 顾于宁不敢对东宫的皇孙殿下放肆 只得恭敬道 殿下 我和阿元是亲表姐妹 说些悄悄话 也无可厚非吧 阿呸 谁想和你说悄悄话 苏元暗暗赴飞 刘耀瞥了顾于宁一眼 又看向苏元 你想去吗 苏元其实并不是很想和顾于宁单独相处 但想到还有大哥和未来大嫂那时 还是不得不先勉强自己一下 她是我表姐 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说几句话而已 没事的 又要顿了顿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现在对苏元堪称是相当了解的 只看脸色的 她不说十拿九吻 起码是十次能猜准八次 刚才通过她下意识的表情眼神动作 她明显感觉得到 她是不喜欢这个表姐的 所以才会出言替她挡下 没想到她自己转头换了个笑脸 又一口一个表姐的和人家一起走了出去 又要迷惑了 女人也太难懂了 苏元和顾于宁走出宴席 来到走廊一侧的亭中 苏元脸刃坐下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顾于宁也是直接爽快的人 开门见山地说道 表哥和叶嫣然定情耳朵是 你怎么想的 什么叫我怎么想 这是我爹娘做主的事 轮得到我来想吗 不是 你就真的乐意叶嫣然当你嫂子啊 苏元 有什么不可以吗 你傻呀你 顾于宁开始煞有其事的给苏元洗脑 被人当你嫂子 那都是隔了一层的 你没听人说 姑嫂之间的关系 是婆媳关系外最难搞的吗 叶嫣然要是嫁给了表哥 成了你大嫂 你们俩要是出得来还好说 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合的 吃亏的可是你 苏元搞不懂顾于宁的逻辑 为什么吃亏的是我 你将来出嫁了 在外面受了委屈 得是表哥为你出头吧 你说你要是和嫂子处得不好 或是嫂子吹枕边风 不想你哥多管闲事 你说你还能好吗 暗中偷听的刘 某要 苏元是真想不明白 顾于宁哪来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小心思 还他在外面受委屈 有要这辈子 要是敢再给他委屈受 他都能活吃了他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49章 我不喜欢你 很值得惊讶吗 苏元脸上的表情 一瞬间千变万化 实在是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见他神色莫名 故于宁心里着急 我说的这些 你到底听懂了没有 你的意思我大概是知道了 但你想说明什么 想我阻止我大哥 让他这辈子都不要娶亲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而且嫣然姐姐性子极好 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这话未免有点威严耸听了吧 故于宁气的想掐人 但又想到眼前这个小表妹 是表哥素来最疼爱的 心中不由的默念不生气 不生气 难道你不觉得 我当你大嫂更好吗 故于宁这话一出 苏元像被雷劈了一样 一动不动的将在原地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故于宁不满他这个反应 喂 你这什么反应 我说错了吗 苏元只觉得满满的荒唐 不是 为什么你当我大嫂就合适了 哪里合适了 故于宁还真一五一时的 将所谓的的好处遛局了出来 你看 首先我本来就是你表姐 要是再当了你大嫂 那是亲上加亲对不对 那你以后要是嫁给六殿下 受了什么委屈 我肯定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第二 咱们认识那么多年 彼此间都是已经熟悉了 这不比让你再去熟悉一个陌生人来得好 第三 我爹是公爵 叶嫣然家是侯爵 那自然是我家对表哥将来的助力更大一些 你就算是为着母家未来的荣耀 也该支持我才是 听完这些 苏元只觉得一个比一个扯 但是故于宁这种没脑子的 能说出这种话 他倒是也不觉得奇怪 反正现在无聊没事可做 陪他玩玩也不是不行 即此 他咳了两声 故意开口问道 你刚才说 我以后要是嫁给六殿下受了委屈 你能给我撑腰 故于宁毫不犹豫地答应 那当然了 我要是嫁给了表哥 那你就既是我表妹 又是小姑子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那你倒是说说 如果那样的话 你会怎么帮我 故于宁一时哑然 旁人他能夸口说 带着人打一顿就好 可是六殿下 那可是陛下的孙子 太子的儿子 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啊 苏元无奈摇摇头 表姐 抢求得瓜不甜 你是国公府的千金 有的是好狼给你挑选 何必执着一个心里没有你的人 故于宁眼眶有点湿 别人再好 也没有表哥好 那是因为你现在喜欢我哥哥 你把自己陷进去了 所以看谁都觉得比不上我哥哥 其实不过是一句情人眼里出息诗罢了 我哥哥是好 可是世家中不乏文也有五双全俊美如雅的儿郎 你若留心去看 说不定还能遇到更喜欢的 故于宁是个直肠子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的说一百遍也没有用 苏元这段时间 逼他如蛇蝎 他早就很委屈了 这回听苏元这么说 心里不免有点触动 真的吗 可我从小就喜欢表哥 如何能说放下就放下 苏元苦口婆心道 你若是想放下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现如今是你自己困住了自己 表姐 我不妨和你说实话 我猜你能料到 我哥哥是真心喜欢嫣然姐姐的 否则以我哥哥的性子 断不会轻易妥协 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子的 所以 你确定还要一直这般苦苦相逼吗 故于宁绷直的嘴角 慢慢地搭了下去 抱着自己的肩膀 一下子蹲了下去 还没等苏元反应过来 就听到这位姑奶奶已经哭上了 呜呜 为什么呀 我明明和表哥从小一起长大 认识的时间比那个叶嫣然长那么多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了 到底是母亲的亲侄女 苏元虽然不喜 但这种时候 还是耐着性子好生安慰到 感情这方面 没有什么时间认识的多早晚一说 说白了 要看缘分的 在我哥哥眼里 你和我是一样的 都是妹妹 故于凝哭得更凶了 可我不想当她的妹妹 苏元也不是什么有耐心的人 那你想怎么样 像个杜妇一样的 去破坏我哥哥和嫣然姐姐的亲事 故于凝吸了吸鼻子 擦掉眼泪 瞪了苏元一眼 我怎么觉得 你胳膊肘明显着往外拐 苏元 我哥哥喜欢 谁我就帮谁说话 你一个堂堂国公府的女儿 要是因为这个再闹下去 那将来谁敢上门向你提亲 我哥的婚事都已经板上钉钉了 你再怎么闹 也不会改变什么 你总要为自己打算打算吧 顾于凝扣手继续委屈 表妹 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我 苏元 这是能直接说出来的吗 嗨嗨 怎么这么问 你是我表姐 我讨厌你干嘛 那我要是真做了你大嫂 你愿意吗 苏元顿时闭嘴 这个问题 她做不到睁眼说瞎话 顾于凝也不意外 我知道自己性子不招人喜欢 但是 没想到连你也不喜欢我 苏元 我不喜欢你 很值得惊讶吗 他们打小关系也没多好吧 你从小就不和我一起玩 走到哪都是和苏妙一起 你们俩还成了未来都要当王妃的人 你们命怎么这么好 苏元 你要是放下对我哥哥的执念 也会有属于你自己的缘分的 顾于凝慢慢地站了起来 往脸上随便抹了两把 随即走到苏元身边的圆凳旁坐下 那你喜欢六殿下吗 苏元一口茶差点没喷出来 你问我这个做什么 好奇 不行吗 语气理直气壮的 你好奇是你的事 但我说不说是我的事 谁还不是个傲娇的大小姐了 你 顾于凝一时雨节 你这还没当上王妃呢 就开始摆架子了不成 苏元冷笑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摆架子了 难道你问什么 我就必须回答吗 顾于凝 出了国公府的大门 没有人有义务对你百依百顺 也没有人要受你的遗址气使 苏元 大家好歹是亲戚 你说话要不要这么难听 苏元冷眼看去 要不是有几分亲戚情分 你当我懒得搭理你 顾于凝 你刚才说我从小之和我四姐玩 那是四姐对我好 打心眼里疼我 我自然也喜欢和她一处 可你呢 你长我两岁 可从小到大 你在我面前什么时候像过一个姐姐 别说什么让着我照顾我 你不和我抢东西 不欺负我 我都谢天谢地了 苏元说的都是事实 顾于凝狡辩不得 这样子长大 你和我之间本就没什么姐妹情分 所以你也大可不必拿什么表姐妹说事 我母亲疼你 那是因为你是她的亲侄女 是她哥哥的女儿 而我和你 也别勉强我怕们自己 就保持个起码的体面吧 顾于凝独着唇 不情不愿道 你就这么讨厌我 一句话都不想和我多说 苏元真的快控制不住要抓狂了 不是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讨厌你 你对我又有过什么好脸色吗 我和你是两看相厌 别把罪名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 整得好像我故意找茬似的 谁说我和你相看两眼看了 顾于凝狞下意识回嘴 那怎么着 你还能多喜欢我不成 顾于凝狞哼了声 嘟囔着 就算称不上喜欢 但是也不至于讨厌啊 你到底是姑姑的女儿 姑姑那么疼我 我没那么没良心去讨厌她的女儿 苏元 要命 再说 明明是你不对 我不就是八卦的问一句 你喜不喜欢六殿下吗 苏元暴毙 不是你先说 我摆架子吗 哎呀呀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行了吧 你也知道我这张嘴 根本就没个板门 有些话不过脑子就说出来了 苏元 我习惯了 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没脑子了 故于凝恼羞成怒 你够了 她不高兴了 苏元就开心了 你要没别的事 我要回去了 慢着 我还有事要说 苏元冷漠脸 说 你回去告诉姑姑 我不要表哥了 苏元一正 显然是没想到 故于凝恢这么轻易把手 她半信半疑 真的 废话 我有必要骗你吗 就像你说的 我堂堂一个国公府敌出的大小姐 犯不着为了个男人倒贴倒追 苏元还是不信 你怎么忽然就想通了 切 想通还不就是一瞬间的事 你别太小看人好不好 我也是有自己的骄傲的 而且 我才不想被你瞧不起 棒打鸳鸯是戏文中的恶女人才会干的事 我又不是没人要了 犯不着 苏元上下看了她一眼 最后一句话 你确定 一而再再而三被嫌弃 故于凝怒了 伸手就去挠苏元的痒痒 她知道 苏元最怕痒 苏元毫不防备 被她抓了两下 没忍住笑出了声 然后就要躲要跑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怎么还能这么耍赖 顾于凝没读过什么书 对咬文嚼字 那一套生物痛绝 什么君子不君子的 你看我是君子吗 你居然敢说 我没人要 苏元 你给我站住 顾于凝身量 足足高苏元一个肩膀 苏元身知好汉不吃眼前亏 下得赶紧跑 她在前面跑 顾于凝在后面追 刚才还剑把弩张的两人 这回看上去又相安无事了 暗中看完全程的 刘耀眉头皱的 能夹死苍蝇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女子变脸 当真是比翻书还快 刚才还眼瞅着 要打起来的架势 这回又相亲相爱一家亲了 奇怪 太奇怪了 不过 顾于宁问她 喜不喜欢她 其实她也挺想知道 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她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可惜啊 这次没听到 喝完了刘云的喜酒 又过了几天 礼部那边来苏家传话 说是县文帝定下了苏四姑娘 和魏王世子成亲的具体黄道吉日 十月初六 确定下来的日子 接下来 苏府上下就要开始全心筹备苏妙的婚事了 大户人家女儿的嫁妆 都是从一出生 父母就开始积攒的 安阳也是早早的就给女儿准备好了丰厚的嫁妆 倒不至于手忙脚乱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 魏王府那边 魏王和王妃也是各种准备起来 王府管家轻点着聘礼单子 魏王在旁边不时发表两声意见 但大多时候都是王妃在说 魏王在旁边乖宝宝一样的点头附和 怎么不见阿小 他人呢 魏王终于是主动想起一次儿子 管家 回王爷 世子去列大雁了 大雁 这个时节去哪里列大雁 大雁是忠贞之鸟 一生不患伴侣 所以很多官患人家下聘的时候 都会有一对新郎亲自列取的大雁 娶个好一头 可问题现在是十月份了 天气日渐转凉 大雁难飞 哪去找啊 王妃闻言也小小的吃了一惊 没想到 儿子对未来的儿媳妇 竟是如此重视 可丈夫说的也对 这个时节了 真的还能列到大雁吗 答案是 没有 傍晚落日时分 起码在郊外窜了一天的刘晓 两手空空的回到了府中 魏王正在园子里和王妃一起品茶 看到灰溜溜的儿子 故意问道 哟 回来了呀 您不是列大雁去了吗 大雁呢 刘晓没理性灾乐祸的老爹 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茶杯 一饮而尽 王妃看着一脸郁闷的儿子 宽慰道 这个时节 大雁本来就少了 列不到也不奇怪 没有大雁也不要紧 娘在其他方面都给你备齐了 保准下聘的时候 一点不丢面子 刘晓脱腮叹气 可大雁的寓意不一样啊 不是那些金银能比的 我就想给苏妙最好的 王妃笑笑 你有这份心意就很好了 妙妙知道 肯定就已经很高兴了 有小大雅着眼 提不起什么精神 呼的 脑中灵光一现 她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便看向旁边的卫王 父王 黄祖父 不是有个玉鸟园 里面各种飞禽都有吗 卫王文言 惊得脚下一滑 烈切的差点摔了个四脚朝天 但是此刻 卫王没来得及顾及形象 她脸上写满正经 不可思议地看着语出惊人的儿子 几个意思 这是把主意 打到她老子的老子身上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十章 尊重他人命运吧 但是给卫王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打育鸟园的主意 各种缘由 又不方便和儿子直说 所以这会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个所以然 王妃知道其中隐情 在儿子面前 也懒得给丈夫留什么面子 你父王小时候不懂事 把你皇祖父育鸟园里的两只信鸽烤了吃 差点没被你皇祖父吊起来打 有想没想到 自家老爹还有过这样的丰功伟绩 吃了几只信鸽 就要被吊起来打 父王 看来您在皇祖父心里地位很是一般呢 卫王看了眼旁边注视着他的妻子 心里默念 不看僧面看佛面 亲儿子亲生的 强忍着冲动 不给这臭小子来个大耳瓜子 滚 王妃 所以你要是打鱼花园的主意 最好自己去和你皇祖父说 你父王是没这个胆子的 卫王悠悠地向妻子投了的眼神 孩子还在呢 就不能给他留点面子 他的威严还要是不要 王妃只当没看见 一心和儿子说话 刘小琢磨了下母亲的话 很有自知之明地说道 我怕我去找皇祖父 他也会把我吊起来打 王妃 那就算了 无非就是下聘时聘礼中少一对大雁 旁人又不会在意 刘小不作声了 旁人不在意 可他在意呀 刘耀在知道刘小的来意后 脸上难得挣住了 似是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想到玉鸟园借两只大雁用用 借 你确定 刘小摸摸鼻子 你说咱俩都是陛下的亲孙子 成亲这么大的事 和老爷子借两只大雁不为过吧 再者说 大雁又不是真奇鸟类 大不了明年大雁难归的时候 我再猎两只还回去不就行了 刘耀 玉鸟园里的 和你猎来的 你觉得是一回事吗 刘小索性脖子一痒 我不管 反正这两只大雁 我是要定了 你要你的 是你成亲 又不是我成亲 刘小恨恨道 那你明年成亲的时候 你不以咽下聘吗 爱缘生日是在春日 我届时可以自己去猎 刘小苦恼 你以为我不想啊 可你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别说大雁了 连个大雁毛都没有 刘耀耐心已然告庆 那你就自己去找黄祖父 反正伸手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大不了挨顿骂被踢两脚 反正又不是没挨过 也是 刘小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出乎刘小意料的是 在他解明恶药的 向他亲爷爷 宪文帝说明来意后 他爷爷居然没踹他没骂他 而是一口答应 你来就为这事 你自己去玉鸟园挑不就是了 答应的只爽快利落 让自己亲孙子都惊呆了 刘小 祖父 我是要 要拿您的大雁 您确定就这么答应给我了 宪文帝正被手上某个玉石的奏折 弄得心烦意乱 朕的话还需要说第二遍吗 语气之不爽 让刘小下意识一颤 不 不用了 孙儿谢过黄祖父 虽然宪文帝语气很不好 但是刘小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他父王把这是说得好似 深入虎穴一样的恐怖 哪里就那样了 也许黄祖父平时 对父王和大伯他们严厉了些 可是隔背亲啊隔背亲 老人都是疼孙子的吗 自己亲孙子的大喜事在即 怎么可能不舍得两只大雁呢 他皇祖父 怎么可能那么小气 想想都不会 刘小正物字自我感动着 宪文帝冷不丁地再次发话 你这都追到江南了 费尽心思的 好不容易一人姑娘愿意嫁给你了 要是不给你办的敞亮点 我还真怕人姑娘逃婚呢 刘小 对了 来年开春的时候 去围场别院列四只给朕还回来 刘小 四只 我这可向你要了两只啊 宪文帝终于是舍得 将视线从奏折移到他的大孙子脸上 在朕的玉鸟园中豢养过的 那能一样 你记得列几只好看的 歪刮列枣的 朕可不要 刘小心里刚才的那几分感动 此刻已经当然无存 皇家果然就是血缘亲情淡薄 古人成不欺我 虽然被自家老爷子坑了一把 但是大雁兜兜转转还是弄到了 下聘当天 最是出尽风头的 也是那两只家伙了 一来这个时节 大雁确实已经很少见到 二来 在玉鸟园中豢养过的 怎么看 都是和一般大雁不一样的 刘要将刘小费心找大雁的事 说给苏元听 苏元又转达给了家人 这一下子 刘小在苏家人眼里 顿时形象高大了 不知道多少 所有的长辈对其都是赞不绝口 转眼间 聚婚期就还剩两天了 按照规矩 这个时候 些人已经是不能见面了 苏妙也学完了新婚的规矩 现在每时每刻都在紧张忐忑中度过 苏元看她的神色 每每都担忧自家姐姐会不会当天逃婚 苏妙在知道了她的想法后 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匪子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要逃婚了 我只是有些紧张而已 尤要跟我说 刘小最近也很紧张 一点小事就拉着她说个好几遍 苏妙捂着胸口 我有时候越想越紧张 感觉都不能呼吸了 婚礼规矩本来就多 刘小又是皇家人 把这个量翻了一倍都不止 那些礼仪和细节记得 我头都要眨了 苏元拍拍她的肩膀 放松一些 别自己吓自己 到时候会有嬷嬷在旁边提醒你的 苏妙不断地深呼吸 重复了几次 勉强好了一点 对了 我这两天被我娘锁在房里学规矩 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今早采月去祖母那边送东西时听到的 说是祖母已经替苏静 像看好了合适的人家 苏元这两天都在陪苏蕾玩 或者是来找苏妙说话 对这些事也是一无所知 一听这个也满是诧异 真的假的 我怎么一点没听说 还没定下来呢 自然也就没外转 苏元了然 那祖母看中的是 乃家的公子 祖母选中了两位 让苏静自己挑来着 一个是礼部尚书隋玉成的 数次子隋杨 一个是诚意薄于德兴的 嫡幼子于成 人选里居然还是有隋杨 不过眼下隋杨并不是 让苏元最吃惊的事 成义薄的嫡子 听出他语气里的疑惑 苏妙解释道 嫡幼子 上头有四个兄长 两个嫡亲的 还有两个庶出的 苏元 于家想和咱家结亲 嗯 苏妙 但是于家看中的 不是苏静本人 是 苏妙没有说完的 苏元也是瞬间领会 看中的你我都是 板上钉钉的皇家席 未来的亲王妃 看中苏家一门双喉 苏静身上总归流的苏家席 总会对亲家造福几分 若是嫡女 她们不敢造次 但偏偏 她们瞄准的是 竖出且养在小娘身边的苏静 三叔又是那样的情况 这门亲时要是真成了 外人眼里都会觉得 是三叔一家高攀 苏妙轻笑 没错 于家就是打的这样的算盘 你刚才说 祖母让苏静自己选 那他选了 谁可知道了 苏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道 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几年 你还不够了解苏静吗 她会选谁 你觉得有悬念吗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但这会得到证实 苏妙还是忍不住 她选的于家 她是不是疯了 她被孟姨娘养得那么精明 别说她看不出来 于家打的什么算盘 苏妙 谁知道呢 不过看样子 祖母也不会让苏静嫁得太惨淡 毕竟大姐二姐那边是两个公爵 咱们俩更别说 要是中间的苏静落差太大 不免别有用心的人会说 咱们家客博树女 苏妙 倒也是 苏妙见她脸色不善 戏谑着说道 怎么 你还担心起苏静了 又没什么血海深仇 我也不想看着她 直往火坑里跳 苏妙看得显然更透彻 傻丫头 你觉得那是火坑 别人可不见得这么以为 你信不信 这是要是定下来 孟姨娘和苏静走路都能带风了 苏妙 还真是 这要是真成了 孟姨娘估计能放炮仗去庆祝三天三夜 她要是多说几句 没准还成了见不得苏静好 罢了罢了 放下怜悯心 尊重他人的命运吧 刘晓和苏妙大婚的日子终于来到 一大早 还在睡梦中的苏妙 就被从被窝里拉了出来 睡眼惺忪的 由丫鬟们服侍着 泡了个香喷喷的花瓣枣 然后便有几个手艺娴熟的宫里来的丫鬟 姆姆们替她上庄 苏妙悠悠地打了个哈欠 对彩月道 阿元呢 彩月看了眼外头 现在 五姑娘应该还没醒 去把她给我叫来 彩月 你有话要和五姑娘说 那倒不是 说着苏妙又是一个哈欠 我不能睡她也别想睡 彩月 替苏妙上庄的几个丫鬟 也都低头偷笑 就这样 在苏妙的霍霍下 苏元也生平第一次起得这么早 要不是看在某人今天成婚的面上 她发誓 她和苏妙今天高低得走一个 新郎迎亲的队伍准时而至 苏朔背着苏妙 将人送上了花轿 顺便给了刘晓一个不那么友善的 暗示意味很明显的眼神 刘晓看明白了 对大舅哥恭敬地鞠了一躬 大哥放心 我会好好待妙妙的 苏朔 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为着苏妙的婚事 苏府上下准备了有十多天了 这会迎亲的队伍一走 府里似乎一下子就安静空旷了 苏婉出嫁的时候 庆明哭过 苏妍成亲的时候 陈氏也掉过眼泪 而现在终于是轮到安阳了 一想到女儿 这就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 以后再也不能每天每天 赖在自己身边撒泼耍赖了 安阳心里直揪的难受 苏妍心里也空落落的 尤其是吃过晚饭后 平时这个时间 都是她和苏妙的小姐妹话聊时间 而现在 那处院子没人了 大姐嫁人的时候 她也有过这么一遭 现在又来了一次 素心和明心端来晚饭 苏妍看着那道孜然羊肉 瞬间就又堵物私人了 呜呜 姐姐出嫁了 她好孤单啊 没人陪她吃陪她玩 陪她一起说悄悄话了 被苏妍和家里人念叨的苏妙 此刻也不怎么好过 拜过天地送入洞房后 刘晓就去外面招待宾客了 新房里就剩苏妙一个人 一天没吃东西 她这会饿得是头晕眼花 隔着盖头 她 彩月 彩月听到动静 立刻走上前 姑娘有何吩咐 去给我拿点吃的呗 我都快饿得不行了 彩月硬下 刚要出去 就有一个管事默默样的女人 领着两个小丫鬟进来 两个小丫鬟 手上一孩个捧着托盘 默默 奴婢见过世子妃 世子特意吩咐奴婢婢 给您送来晚膳 让您先用一些 苏妙绕了一圈才回过神 这声世子妃是在叫她 还真不习惯 那三个人放下了托盘就退出了房间 苏妙一听没了动静 直接盖头一截 先是活动了一下脖子和手腕 这一天下来 头上顶着那么多凤柴首饰 她感觉自己脖子都要断了 彩月 姑娘 您快些吃一点 等会世子回来 还得先盖头呢 想着之前嬷嬷和母亲 教的那些洞房里的事 苏妙也不敢吃太多 僵僵地垫了下肚子 就让彩月收了下去 然后就是盖上盖头 继续坐到床上等着 红盖头吓得 苏妙鼓着嘴吹气完 好无聊 成个亲怎么可以这么无聊 她现在是又累又困 只想快点沐浴洗澡 然后睡觉 死刘晓 怎么还不回来 呜呜 她好想安援啊 没有安援的日子 可怎么过啊 刘晓好不容易摆脱一帮 不怀好心的直观她久的兄弟 回到新房 隔着老远就感觉到 来自她新婚妻子身上 不怎么愉快的气息 这咋的了 不会才刚成亲 这回就后悔了吧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十一章 看来这五姑娘是真生气了 苏妙虽然眼前被蒙着盖头 看不见外面 但根据刚才的那道推门声 不难猜出来 刘晓应该是回来了 要命的是她还不能说话 李姨嬷嬷走到两个新人旁边 说着吉祥话 随即才让刘晓拿起喜秤挑起盖头 喜帕下的苏妙眉眼如画 红唇妩媚 顿时把刘晓看的眼睛都不舍得眨 挑下喜帕 然后就是喝金酒 再然后就是该动房了 苏妙丝毫没有任何小女儿羞涩的情绪 因为她真的困 她感觉自己现在一挨枕头 就能睡着的那种困 进了预防 被热水这么一阴晕 瞌睡来的就更猛了 彩月 姑娘可不能睡呀 等会怕是还要来人闹洞房呢 闹洞房 这三字像是三道惊雷 打在了苏妙的脑门上 她不由的想起 之前二殿下成亲时候的闹洞房 所以她也要经历那么一遭 不是吧 等苏妙吸好了出去 发现刘晓早就换好寝一躺床上了 她 没有人闹洞房吗 刘晓 他们本来想来的 但是都被我赶走了 开玩笑 她等今天都等了多久 怎么可能让那帮家伙还来闹洞房给她耽误时间 苏妙长舒了口气 没人闹就好 下人们陆续退了出去 新房内只剩他们两人 苏妙穿着一身水红色的薄纱睡衣 一个哈欠接着一个的 刘晓握着她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亲 困了 她重重地点头 表示自己真的很累 没成想男人的脸色毫不松动 夫人 堂的是我都能依你 但今晚是新婚之夜 你不能逃 苏妙听出她话里的意思 又想到那些小册子上的画面 一时又是气又是羞 女子眸光炼焰 唇红齿白 刘晓呼吸一沉 便将人扯了过来 苏妙被猝不及防地扑倒压在身下 电光火石之间 她刚想踹人 却又想到 这人已是自己名正言顺的夫君 最后只得是轻吹一下她的肩膀 你吓死我了 刘晓早就是赤红了眼眶 心里眼里再无其他 她迫不及待地一个俯身亲了上去 从阴唇 秀鼻 再到眉眼额头 她的吻又轻又柔 苏妙觉得自己都快被哄睡了 苏妙努力地让自己放松 尽管她已经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床慢放下 女子的小衣和男子的外袍陆续从里面丢出 苏妙被亲得迷迷糊糊 身子早已软得不行 好事遇成的时候 她只觉得痛 等那股劲过了 痛感慢慢消失 紧皱的眉头得以慢慢舒展 身体里的另类情愫也随之而来 察觉到她的变化 刘晓便更加地得寸进尺 为王府的心房 当晚灯火通明 一夜未眠 苏妙到最后完全没了任何的印象 直接地昏睡了过去 连清洗都是刘晓抱着去了预防替她洗的 尚有意识时的最后一个念头 她觉得自己莫不是嫁给了一匹狼 虽然头天晚上折腾得厉害 但苏妙心里还是紧记着 结婚第二天要给公婆敬茶的事 虽然魏王和王妃很适合善 可做人媳妇的 总不能失了礼数 虽然身上很酸又很疼 苏妙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终于是成功地起了身 摇了摇枕头底下的灵道 彩月和彩星旋即进来服侍 彩月 姑娘醒了 柿子在院子中练剑呢 练剑 同样是几乎一夜没怎么睡 怎么这家伙就这么有精力 彩星提醒彩月 咱们该改口叫柿子飞了 彩月恍然 对对对 看奴婢这记性 柿子飞 苏妙笑 叫什么都好 我不还是你们姑娘 女子嫁人便要盘起头 梳起妇人发际 苏妙梳妆过后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觉恍然隔世 昨日之前 她还是姑娘 今日以后便是人妇 不知道今后的日子 会是何等滋味 柳小先连而入 从背后一把江人拥住 在苏妙的驳梗间 狠狠地吸了一口 夫人 早安 丫鬟在侧 苏妙被她闹了个大红脸 每个正行 要去给父王和母妃敬茶了 柳小敏唇笑 不错 叫得还挺顺口 苏妙飞了一个眼刀过去 柳小乖乖闭嘴 王府正愿 魏王和王妃坐在主座 喝了儿媳妇敬的茶 都是一脸止不住的笑意 苏妙其实心里多少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公婆都和尚好说话 这给她心头舒缓了不少 喝过媳妇茶 一家四口一起用了个早膳 王妃对儿媳妇也是越看越满意 性子沉稳 进退有度 更重要的是 拿捏得住丈夫 魏王妃从不觉得 为人妻便是要一位顺从丈夫 正所谓妻贤妇或少 而一个贤妻 绝不是指之顺从男人毫无主见 相反 要有脾性有本事 对丈夫既能劝得住 也能拿捏得住 就为王妃目前的观察来看 苏妙很对她的意思 和公婆一起用过早膳 回到自己的院子 苏妙迫不及待地往床上一躺 昨晚被刘晓舌疼了一晚 今早又端坐着 和公婆说了那么多话 她累 刘晓也知道自己昨晚有些过分 很是殷勤地主动上前替苏妙揉腰 习武之人的力道总是比丫鬟们更足一点 苏妙趴在床上 闭着眼睛 安心地享受着新婚丈夫的伺候 我好想阿元啊 不知道她现在做什么 刘晓 你这才嫁过来第二天 左哥不是才见过吗 苏妙声音闷闷的 可是 这已经是我和阿元分开的时间里最久的了 她比阿元年长一岁 从济世那天起 他们就几乎是形影不离 甚至大多时候是一块吃一块睡的 如今乍已分开 心里还真怪不是滋味的 刘晓微顿 三日后归宁 就又能见到了 苏妙也知道 所以心里格外盼着 等过了年 陛下应该就会给阿元和六殿下次婚了吧 刘晓 嗯 你妹妹的生辰不是在三月吗 估计也就是那个时候了 不过在此之前 咱们还有好几场喜酒要喝呢 苏妙啊了声 问道 喜酒 还有谁的喜酒 还能有谁 东宫的我那几个堂兄弟呗 二哥和阿卓阿叶是同年的 所以再过一个月 东宫还有两场喜事呢 苏妙 那咱们都要去吃喜 这是自然 不过前几天二哥的喜酒你 还是以苏府四姑娘的身份去 等到下一次 就是以魏王府世子妃的身份了 苏妙撑了她一眼 继续趴着让她揉 东宫的十一月 要接连两场喜事 这这个还是和前世没啥偏离的 所以苏妍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但是自从苏妙嫁出去 她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家里就剩她和苏靖还有苏珊 和苏靖又一项合得不来 苏珊又还小 以至于苏妍这两天情绪低落的不是一点点 又要最近也忙得没时间来找她了 但是会让掌明 不时给她送些新奇小玩意 或是京城最有名的点心铺里 最受欢迎的小吃 这天下午 掌明再次偷偷造访 苏妍把人扣着问了些事 你们家殿下最近忙什么呢 常明太子让殿下去了刑部 最近殿下正被那些陈年旧案弄得焦头烂额 去刑部 可不是 太子说殿下的性子极恶如仇 眼睛里柔布的沙子 最是适合刑狱审案 这话是不假 那尊冷脸看着都吓人 不用什么言行伺候 就能吓得罪犯不清 可苏元记得前世是他们成亲后 有要才去的刑部啊 在此之前一直是在京畿大营里当差 常明瞄到苏元脸色不太好 以为是殿下多日不来 苏姑娘不高兴了 不过姑娘安心 虽说殿下这几日公务繁忙 可还是说了 今晚会来看姑娘的 苏元头也不抬 来不来的都没事 你让她安心办公便是 掌明心里顿乎不好 女子都是口是心非 看来这五姑娘果然是生气了 一时掌明也顾不上其他的 对着苏元行了一礼后 便火急火燎的跳窗离开 随后进来的苏心一脸茫然 姑娘这掌明大人 怎么跑得这么快 跟后面有谁追杀她似的 苏元也不明白 谁知道呢 奇奇怪怪的 她没在意掌明的异常 继续做自己手上的事 素心 姑娘这这段时间 日夜都做针线 可要仔细累着眼睛 苏元抚摸着秀面 马上是大姐的生辰了 我想亲手给她做件大厂 您就不怕到时候 四姑娘说您天心 只给大姑娘做不给她 苏元 那家伙平时都不知道 偷摸的拿走我多少秀品了 哪还好意思说这个 主仆俩有说有笑的说着话 明心呼的从外面跑进来 姑娘 不好了 出事了 苏元神色微领 出什么事了 二 二姑娘她 明心气喘吁吁 上气不接下气 二姐 二姐怎么了 二姑娘刚刚带着人回来了 苏心 这算什么大事 二姑娘还不能回娘家看看了 明心急得直摇头 不是 二姑娘哭着回来的 怀里还抱着孩子呢 苏元疏忽起身 哭着回来的 嗯 买车是在三老爷那边停下来的 可奴婢看得真真的 二姑娘眼睛都肿了 神色也憔悴得很 苏元当即什么也不想问了 火急火燎的 就往三房那边去 庆明和安阳 作为侯府主母 消息知道得更快 苏元到的时候 自家母亲 二婶和三婶都在 正围着正哭得伤心的苏元 好言安慰 见着苏元 苏元强忍着止住泪 扯出一丝勉强 让苏元看着都心疼的笑意 啊原来了 瞧我这 苏元心头一酸 二姐 你这是出什么事了吗 旁边的三个长辈 其实也是一无所知 苏元来了这半天 只是在哭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苏元所问的 也正是他们心里想知道的 苏元哭够了 发泄完了情绪 才止住眼泪 将事情原由一五一时的说来 原来 近些日子 正景之被派前往外地公办去了 家中就只剩下苏元和未满周岁的女儿 按说母女俩自己的小日子是过得好好的 可偏偏婆婆正夫人不肯好好的相安无事 为着苏元第一胎生的是女儿 正夫人平时没少给苏元脸色瞧 一边还催着两人再次备孕 可女子频繁生育 会亏了身子 这是男人都知道的道理 正景之自然不会答应 在女儿还未满周岁 就急着和妻子再生一个孩子 正夫人劝不动儿子 就从儿媳妇苏元下手 以开支散业的名声 往他们房里塞了两个貌美的通房 但人送了过去 正景之不碰 正夫人也没有办法 在儿子那边 无从下手的憋屈 正夫人悉数都发泄在了儿媳妇身上 一天三遍地滴溜着苏元立规矩 三餐用膳都要其次后 这是孝道所在 苏妍一开始还能忍 可是正夫人得寸进尺越来越过分 接一早 便让房里人把惠姐抱走 说是夫人想看孙女 可苏妍心里清楚得很 正夫人重男轻女严重着呢 从来没正眼看过惠姐 是出反常必有妖 而现在 苏妍也无比庆幸自己 不放心跟了上去 否则真不知柳如梅和柳如烟 会怎么对惠姐 柳如梅是郑国公世子郑一致的妻子 也是郑夫人的那侄女 柳如烟是其同胞妹妹 十八岁了还未许配人家 天天往正家跑 谁知道安得什么心 她看到正夫人身边的老妈妈 抱着惠姐给正夫人看 嘴里还夸着这么标致的姐 可是少见 正夫人只是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 一句话没说 倒是旁边的柳如烟 忽然把孩子抱了过去 脸上笑意不达眼底 假惺惺地夸着孩子 可她看得清清楚楚 手上却故意掐了孩子几下 惠姐当场就哭了 柳如烟还装出一副 这孩子怎么那么娇气 别人抱抱都不行的样子 女子都是为母则刚 没有母亲可以容忍自己的孩子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受委屈 更何况柳如烟掐孩子那两下 苏妍是看得真真的 她当时脑子一热 冲出去对着柳如烟就是一个耳光 然后不顾正夫人的责骂 和房里的一片混乱 带着孩子就让人套车回了娘家 苏妍听着气得身子都在颤 柳如烟是个什么东西 哪来的脸 庆宁 这郑夫人啊 本来一心想让这个人小侄女 嫁给二姑爷的 但是郑国公做了主 和咱们家定了亲 但是我看 郑夫人和那柳如烟可没死心 苏妍气急 脱口而出 没死心 二姐夫和二姐都成亲有孩子了 他们还想怎么着 不会见到想给人做妾吧 庆宁闻言称了一眼 你这位出阁的姑娘家 说话住一些分寸 要分寸有什么用 别人都欺负到咱们脸上来了 安阳也是个暴脾气 嘴上也是什么解气来什么 这郑家还真是欺人太甚 郑夫人更是糊涂至极 还真想让娘家的两个侄女 都嫁给自己儿子不成 是其他男子都死绝了 还是他们柳家女儿没人要了 陈氏抹着眼泪 怒不可遏的急着就要 被车去郑家理论 但是被庆宁抓住 急什么 现在去充其量 就是双方互相给个台阶 然后就不了了之 安阳听出点门道 大嫂 你怎么想的 庆宁眼底力气浮现 语气虽然冷冽 郑夫人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 这些年 她在官眷夫人圈里 也是没少作威作福 眼睛都快长到天上了 得罪了人 自己都不知道 是时候让她体会一下 从云端跌落的滋味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52章 分家amp amp 二姐的好日子来了 苏妍其实没有完全弄懂母亲话里的意思 但是很快 母亲就给她亲身示范了一遍 让她亲自耳濡目染着学习着 当天晚上 苏妍没有回郑家 带着孩子住到了自己未出阁时的院子 孟姨娘和苏静一听说 苏妍回了娘家 而且形容狼狈 都赶着来探望 其实说白了 就是来看笑话 庆明一个好脸色都没给 甚至在孟姨娘阴阳怪气的时候 赏了孟氏两个耳光 苏静上来护着母亲 也被陈氏打了两巴掌 你这不孝女给我听清楚了 你要是想以乐际之女的身份嫁到瑜伽 你竟可以护着这个贱人 否则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 我是你名义上的嫡母 我要是不想你好 不管是瑜伽还是隋家 我都能给你搅黄了 这话成功地拿捏 到了这母女俩的七寸 一一勾话也不敢多说 灰溜溜地回自己的院子去了 当晚苏克来了 孟姨娘还娇声娇气地向苏克告状 苏克虽然觉得 陈氏说出耳朵那些搅黄婚事的话 有些过分 但是在孟氏说大嫂打了她两巴掌 明里暗里还想让自己给她出气的时候 苏克当即甩了甩袖子 丢下一句 不知所谓就离开去了书房 留下孟氏气地直跺脚 也无可奈何 而苏恒当晚听说了这件事 在知道妻子动手打人后 她的第一反应是 上前一把握住妻子的手抚摸着 打疼了没有 庆明一把将手挣回来 没有 我还先打得不解气呢 今日二丫头哭着回来 我本来听完了她的哭诉 就一肚子火 孟氏和苏靖还赶上赶着找不自在 我不拿她撒气 拿谁撒气 苏恒附和 夫人想拿谁撒气都可以 你就是拿我那个不成气的弟弟 撒气我都没二话 庆明一噎 那倒是不用 我闲手疼 二丫头的事 你们怎么打算的 庆明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女人之间的事 你们男人也不懂 苏恒 行吧 但要是上门理论 你可得告诉我一声 我派护卫给你 省得你吃亏 庆明很势不屑 你觉得我会吃亏 那郑夫人就是个金玉其外败蓄其中的阴毒妇人 谁知道她能干出什么事呢 这不有备无患吗 庆明 那也不用 把我惹急了 我一手扇一个 非把他们连给他们打得跟猪头一样 苏恒 也是 她家夫人什么时候 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主 第二天 庆明以品名赏局的名头 邀请了京城中的几位有头有脸的官眷 庆明自己是郡主 娘家身居高位 丈夫又是侯爷 眼下小女儿又与东宫板上钉钉 所以这些官眷太太 如今几乎是以庆明马首是瞻 庆明自然也知道这些 她如今也正是要好好地做一场戏 苹果供养夫人 郡主今日怎么有雅信一起品茶赏局呀 哎 庆明叹了生气 也没什么 就是闲来无事 大想着家聚聚一处说说话热闹热闹 影穿侯爷夫人 郡主怎么看上去愁眉不展的 可是有什么烦心事 庆明 别提了 这不我家二丫头的事吗 严姐 谁不知道严姐最是个懂事贤惠的好孩子 她能让你如何烦心 庆明 不是严姐 是郑家 我家严姐 做个哭哭啼啼地回了府 我和她母亲一问 才知道这正夫人十个人重男轻女的 因为我家严姐投胎生的是女儿 没少给这个儿媳妇脸色看 重男轻女 是这些有门户有见识的妇人们 最讨厌的一个词 有的人甚至年幼时 自己就受过重男轻女的罪 所以 对此额外的深恶痛绝 公布上书陈夫人 眼皮子浅薄的无知蠢货 她怎么不看看自己是男是女 居然好意思 庆明 要说只是婆婆多说几句 我家二丫头 也不是那般娇气不经事的 可偏偏那个柳家小女儿 抱着严姐那个小闺女 手上没个轻重 弄疼了孩子 我家严姐这才急了 都是为人父母的 将心比心 这种是谁弄不急 更何况那孩子才不满周岁 磕着碰着 本就是不得了的 陈夫人 郡主不必怕那柳氏 她的脾性如何 咱们哪个人不知道 况且这世本就是正家的错 怪不得你家二丫头 可不 那么小的孩子 当父母的 都是宝贝的眼珠子一般 如今在外人手里没个轻重 这谁也受不了啊 庆明大度的摆摆手 说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也是不明白 那柳家小女儿 如燕年十八了 不许配人家正经嫁人 反而一直赖在姑母家 这是何道理 那柳家早就大不如前了 偏偏那姑子俩 都是心比天高的 那郑夫人一心想把这小侄女 再塞给自己的儿子呢 柳家的那点龌龊事 咱们谁不知道 他们柳家的女儿 谁敢要 柳家二房早年出过一点 见不得人的爬灰室 虽柳家极力隐瞒 但还是被底下嘴不言的 几个小丝传了出去 曾经好一阵的闹 虽说到街 已经过了有十几年 但是柳家早年是大的时候 树的敌人 还是会借此 来嘲讽柳家的阿扎氏 不屑与他家为伍 更不提柳家的子弟 一代比一代不成器 都是些榴莲烟花柳相 豆鸡六鸟的脂粉堆里花花公子 这样的门户 哪还有好人家想与其结亲啊 庆明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 故作大度地笑道 都沉枝骂浪谷子的事 咱们就别说了 怪格英人的 郡主 你让你家二姑娘劝劝姑爷 不行就分家吧 二姑爷有本事 自身完全立得住 大房那边 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庆明一正 哟 这是可大了 我可不敢乱说 二姑爷要是不愿意 没准以为我挑拨他们家感情呢 你当你家二姑爷是个傻的 自己家什么样 恐怕他最清楚 分家的念头他未必就没有 只是需要个契机提出来罢了 而且 国公的爵位是长子的 没有你家二姑爷什么事 何不趁早把自己摘出来 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呢 庆明若有所思 那位夫人又倒 若是家里又是明白人 那自然一家子热闹些好 可若是摊上正家那样的 那可真是越早分家越省心 分不分家的 庆明现在管不着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第一时间避免正夫人颠倒黑白 还有就是拉拢住这些官卷的嘴巴 为自己所用 苏家如今正是如日中天 没人会不卖这个薄面 陈夫人忽然话题一转 说来 郡主家的五姑娘明年也该赐婚定亲了 这又是谁不知道的大喜事呢 那定的可是东宫太子妃嫡出的歌儿 庆明 前日子我们家四姑娘刚嫁 我倒盼着能多留我家袁姐两年 嫁闺女谁都舍不得 可你家袁姐嫁过去 可是将来要当王妃的 想想也就心里是不是也就高兴了 庆明 我现在高兴可还太早了 等成亲再高兴也不迟啊 就这样 庆明的一顿酒宴 就让京城中的官卷抱团 彻底将正夫人排挤了出去 其实庆明也明白 这几个人也都是审时夺势 谁的是大听谁的 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是听自己的 次日 刘晓和苏妙三朝回门 刘晓在外和岳父舅哥说话 苏妙则是在里头和母亲姐妹们一起 在听完苏妍的时候 苏妙也是气得不行 二姐 你和二姐夫好好说说 不行就分家过吧 苏妍苦笑一声 分家哪是那么容易的 大方是知道夫君的才能的 一心想多个必保 怎会轻易同意分家 那又如何 正夫人这般搓磨你 连慧姐都是受委屈 二姐夫她就能看得下去 你若是不方便说 可以让父亲和大伯去说 反正你受的委屈是真的 咱们家自是要为你出头 为这以后的日子好过 分家是最好的办法 苏妍 我也觉得是 二姐 你可别心软 早做决断啊 苏妍 我自是愿意的 我巴不得快点离了那群人 过自己的日子 但夫君她到底还是正家的儿子啊 苏妍不知何时出现在厅门那里 二姐不必担心 二姐夫已有书信传来 众人文言不由一经 庆明 二姑也知道家中这些事了 苏妍 是 是儿子飞歌传书告诉二姐夫的 庆明难以置信 这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都不和家里说一声 苏妍轻笑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二姐夫同意分家 还说等他回京 便会和郑国公提出此事 安阳迟疑道 那正家那边 要是不愿意 那就 苏妍停顿了下 苏来温雅清润的男人 眼底的戾气丛生 让他们同意 这几个字 苏妍一字一句 咬字逐渐加重 甚至最后能听出一丝隐隐的杀气 苏家人护短 别说是苏妍 今天就是苏静在婆家受了委屈 苏家人都不能轻易稀释宁人 自己家里人不好 闭上大门 自己想怎么打 怎么骂那是他们自己家的事 轮不到别人插手智慧 很多事 男人一出手 似乎真的是快准狠 尤其是高官后卫的男人 事情的最后 郑家成功地分了家 虽然郑夫人还是撕心裂肺的不同意 但是一家之主郑国公点了头 郑国公早看得出自家夫人 对二儿媳妇的轻视和不满 本以为日久天长 夫人总有一日 能被儿媳妇的纯粮和贤淑所打动 不成想 竟是越来越过分 现在儿子提出来了 苏家那边也是虎视眈眈 郑国府一个空架子 如何比得了两个手握军权 胜券优渥的侯爷 更别提这两位侯爷背后 还都有个皇亲国妻的亲家 分吧 所幸二儿子是孝顺的 不会因为分家 就彻底不管不要父母了 二儿媳妇也不是这种人 而苏妍夫妻俩分家以后的住处 苏家人本想帮着解决 但被郑景之拒绝了 说自己围观多年 积蓄还是有的 城东那边有个三进的宅院 干净雅致 一家三口住着正合适 苏妍也表示自己嫁妆还丰厚着呢 别说郑景之还有官位 月月都有俸禄 便是没有尽相 她的那些嫁妆 也够他们一家三口吃个十几年了 夫妻俩正是搬家的那天 苏家的小辈都去帮忙 苏婉夫妻俩 苏妙夫妻俩 苏妍 苏燕 苏朔 还有苏凡 苏凡虽是梦是所生 但自幼被苏燕和苏朔带在身边 一身的教养气派并不差 也没孟姨娘和苏净那样 一天到晚攀龙赴凤的心肠 和兄弟姐妹一处 还是蛮和睦的 几个姊妹就苏妍形单影之 不免扎眼 苏朔打趣着道 妩媚 羡慕吗 苏妍知道她什么意思 淡淡地瞥了一眼 堂哥要是羡慕 我回去就和婶婶说 明年牧春的时候 让你和我哥的婚事一起办了 苏朔 大可不必 论嘴上功夫 苏燕他们几个兄弟家一块 也不是苏媛的对手 苏朔果断缴械 男子和女子不一样 世家女子 一般十五岁及鸡的时候 便会许配人家 但是稍微对家中子弟 有要求的人家 非将近若冠之年 不会定亲 太早地沾上男女之事 并不是什么好的 苏媛仔细看了一番二姐的新家 虽说比起国公府和侯府 是小了点 但是他们一家三口带着仆人 那是完全够住了 而且没有恶婆婆在跟前找事碍眼 苏媛明显感觉得到二姐的喜悦 这样也好 二姐夫有本事 官位还会升 房子肯定以后会有更好的 日子也只会越来越好 就在苏媛以为这件事 以为落下帷幕彻底结束的时候 郑国府那边又传来了个相当令人震惊的消息 柳如烟被指给了正义之当测试 苏媛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没惊掉下巴 柳如烟给正义之当测试 和柳如梅姐妹二人共事一副 哦 她想想都觉得恶心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十三章 平平淡淡的日子多好 具体的原委 苏媛最后也没搞清楚 但是郑家大房那边 这下是彻底鸡飞狗跳了 倒是不假 亲姐妹嫁一个男人 这画面真是想想都刺激 这姐俩以后会不会反目成仇 苏媛是不知道 但是两个侄女嫁给一个儿子 郑夫人估计 以后是彻底没心思 去找二姐那边的不自在了 事情圆满解决 也没伤到什么家族的体面 苏媛心情大好 天色渐深 苏媛用了晚膳 在院子中溜达了几圈 素馨和明星 都看得出自家姑娘的好心情 也是有说有笑的 直到从预防沐浴完毕出来 苏媛身上的兴奋劲都还在 素馨 姑娘今天可真高兴 走路都差蹦起来了 苏媛莫笑 可不是 今天真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心情最舒爽的一天了 明星 娶我的勤奈 心情好 却又无人可分享的时候 便只有借助勤生 向天地倾诉了 来到平阳侯府附近 刚欲再次翻墙而入的刘耀 脑海中呼地想起 自己父王前不久说过的话 给老子走正门 你当你翻墙没人知道 可这个时候走正门 平阳侯绝对会让自己滚 稍稍象征性地犹豫了一下 然后就一个月深再次跳墙而入 尤耀选的那堵墙是离苏媛的院子最近的 所以几乎是进去后没走几步路 她就听到了琴声 悠扬悦耳 鱼音绕梁 琴声及心声 听着琴声的话 这奏琴之人似乎心情甚为愉悦 嗯 尤耀忽然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苏媛的院子传来的 可是昨日 常明还和她说 苏媛最近因为她忙于公务 多日没来找她 有点不太高兴 所以她紧赶慢赶 把手上的那些是能办完的赶紧办完 办不完的直接丢给了大哥刘章 她不管那么多了 得去哄人了 可是这回她来了 某人的心情似乎好了 不知怎的 尤耀忽然心里有点发毛 一曲弊 素心和明星纷纷鼓掌喝彩 姑娘弹得真好听 苏媛拖着塞透过窗户望着夜色 可惜四姐不在家了 不然的话 难得今日这般畅快 一起跳舞多好 素心 姑娘要是想跳 那奴婢就拿衣服 苏媛 还是算了吧 我一个人跳有什么意思 那跳给我看吧 熟悉的清冷声音入耳 苏媛侧目腻了一眼 对来人的出现 似乎毫不吃惊 想得美 素心和明星相视一眼 极有默契地关门退下 苏媛手支着脑袋 漫不惊心道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刘耀一听这话 顿时心里咯噔一下 生气了 她小心翼翼地叹道 苏媛没理解 这话从何说起 我为什么要生气 她现在心情不要太好 为什么会生气 而在刘耀看来 此情此景 很是不妙 她一定生气了 而且很生气 气到口是心非的 在这嘴硬 我这两日不是不想来找你 刑部的事实在是太忙了 今天稍一缓下来 我就脱身来找你了 苏媛有点明白了 这男人是以为自己生这个气呢 一时好笑 我也是真没生气 你不是都让常明来说过了吗 我没那么小心眼 刘耀还是不信 生怕她因此又有了什么心结 那两人成亲的事 还不是遥遥无期 阿媛 你要是真生气 就打我或是骂我两下 别憋在心里再气病了 苏媛觉得自己对牛弹琴 我真没生气 我这两天都没功夫管你来不来找我 我都快被我二姐 那是给气死了 你是不知道 那个柳家的柳如烟 抱我那小侄女的时候 居然敢动手暗中掐孩子 心肠可真够歹毒的 我们家这两天都在为这事着急上火呢 又是要上门理论 又是要分家当过的 你来了 我也没空搭理你好不好 这不 现在彻底解决了 郑夫人被孤立出来 再也生不起什么风浪 我二姐也分家出来当过了 以后再也不会受那个恶婆婆的气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真没生气 有要越听越不对劲 一开始确定她没生气 她心里还松了口气 可是后面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没功夫管她来不来 来了 也没空搭理她 怎么几天不见 说话就欠收拾了呢 男人的不爽直白的写在脸上 苏元似乎也察觉出自己刚才用词很是不当 盲端起笑脸找不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家里最近是多 没想到别的事 嗯 也对 我哪有你二姐重要 恐怕就算来了 也得被你轰出去 明明很委屈的言辞 苏元却听出来点阴阳怪气 这小奇巴辣的男人 刚才还承认错误了 这回抓到她的一点说话的漏洞 就开始反击了 不错 很有自知之明 苏阿元暴毙冷哼 母要傲娇极了 不就阴阳怪气吗 谁还不会了 刘耀也知道 人不能真惹极了 见好就收很重要 便舔着脸凑了上去 故意岔开了话题 你会跳舞 她显然是江方才她和苏心 明心说的话都听到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苏元不想理她 什么时候跳给我看看呗 男人很会给自己找好处 苏元不想搭这茶 敷衍道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这两天 我家的是你听说了吗 刘耀点头 知道一些 苏元 但是我有些事情 没太弄明白 那柳如烟 怎么忽然 就被指给郑一芝 做了测试啊 郑夫人已经丧心病狂 到如此地步了吗 刘耀皱了皱眉头 具体的 我也没有多问 只是听说柳如烟的年岁 已经是实在不好再耽搁了 就这 苏元觉得这个理由 不足以让亲姐妹 嫁给同一个男人 见她还真费心冥想 刘耀将她一把 提到了怀里 你想这些做什么 反正你二姐一家 如今都搬出去了 郑国公府再怎么闹也 打扰不到他们的日子 苏元这才 再度有了笑脸 是啊 二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好在二姐夫是好的 日子就是有盼头的 刘耀 郑景之算是难得的读书人中 没有被三纲五常数复死的活络人 凡事有盘算有头脑 不一味地于衷于笑 黄祖父很器重他 父王对其也是赞誉过几次 以后自有他的锦绣前程 苏元一听这话更乐了 看来我父亲和二叔 果真是眼光不错 抛开郑家不说 二姐夫本人当真是极好的 罢了罢了 我也不想柳如烟那头的事了 反正和我没什么关系 只要二姐那边好了 我就放心了 两人又说了会话 刘耀这下是真的确定了 苏元没生气 于是身心一松 便直接枕着苏元的腿就躺了下来 下个月 我三哥四哥都要办喜事 你要不要去吃酒 苏元两手捧着自己腿上的脑袋 数着睫毛丸 平阳服肯定是收到情帖了 但是我不想去 刘耀被他小手摆弄着脸 玉手柔弱无骨 扒在脸上 舒服得让人昏昏欲睡 你要是不想去 我那天带你去郊外骑马 苏元 我不去就算了 不会有人说什么 那可是你们东宫的喜事 你不露面的话 不太合适吧 到时候 姨那边要是反咬一口 告你黑状可就不好了 你觉得他们去谁那能告得到我 男人语调悠长且嚣张 苏元一时无言以对 因为这话确实没毛病 那陛下和太子 要是也不高兴怎么办 刘耀往上一身 地痞流氓一样的 拍了拍他粉白娇艳的小脸 大爷试得道 有爷罩着你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苏元 好吧 反正天塌下来 砸到的是你 刘耀黑了声 砸到我你不心疼吗 苏元含笑低头 蹭着他的鼻尖 语气稍显做做道 心疼啊 我可心疼了呢 这话一听就很是虚假 男人猛的一发力 将人拽倒在自己怀里 修长的食指 抹扎着苏元小巧精致的耳垂 又欠收拾了不适 苏元什么都不说 只是双手还着他的脖梗 静静地依偎着他 尤耀一回手紧紧地将其搂着 两人紧紧向帖 不知过了多久 苏元嘀嘀地笑出了声 嘴里还喃喃 真好 尤耀此刻温香软玉在怀 身心都要醉了 一时没明白 什么真好 这样的日子 真好 希望以后 都是这样的日子 平平淡淡 没有大起 也没有大啰 一家人平平安安 守望相助 这样的日子 再多 也不嫌多 刘卓和刘烨的喜宴 苏元最终也是没趣 他对刘耀的这两个兄弟 从来没有什么好的观感 所以 也没必要去吃他们的喜酒 两人的喜事规格 和刘云的一样 稍训当初的刘章一筹 娶的妻子说来 也皆是京城中树的上来的名门归秀 但都是名声在外 朝中没什么实权 县文帝的偏心 似乎从不加以掩饰 刘章的妻子游士 容貌才情俱佳 出身宣赫士族 朝中有权有人 苏元看得出 县文帝不想滋生几个树孙的野心 所以在各方面都分得很开 包括如今的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永家帝也是如此 嫡树分明 从不给数子以任何的滋生野心的希望 但是就算这样 刘卓在生母和旧家的挑拨下 还是肖想起了那个位子 说来也是令人唏嘘 等东宫的两场酒席彻底结束 已是接近年节了 苏府今年的新年似乎有点冷清 因为少了个平时最爱闹腾的苏妙 女儿们没出嫁时 一张圆桌是坐得满满的 到现在 圆桌上的人越来越少 只有女婿们一起回来的时候才能坐满 一想到这 家里的长辈不免有点伤感 苏靖的婚事也定下来 将于次年六月 与成一伯迪幼子于成完婚 这应该是苏元重生以来 变故最大的一件事 但是苏靖自己选的人家自己愿意 她也说不得什么 过年初二那天 已经出嫁的女儿 是要回娘家探亲的 一家子终于是能一起 团团圆圆地吃顿饭了 刘晓虽然是新女婿 可她身份最尊贵 但前头的几个姐夫 并没有其身份的特殊 而溜须拍马望图攀附 都是一样的以礼相待 刘晓也很敬重两个姐夫 都是朝中后辈中的人才 父王平时也没少说起 如今成了莲金 那更是缘分 用膳的时候 三人一起把酒言欢 很是融洽 苏妙看着刘晓一杯接着一杯 心里不免担忧 他们刚成亲不久 他对这家伙的酒量 还真是不太清楚 而刘晓也没让苏妙失望 成功地在酒过三巡之后 便开始犯迷糊 皇家子弟倒不至于酒后 胡言大吵大闹 苏妙也是没想到 刘晓喝醉以后 会是这般模样 说话和动作都慢了好几拍 整个人也变得呆呆的 傻傻的 那望着人的眼神 单纯的像纸设施未深的小白兔 若不是旁边有人在 苏妙真想掐一掐此刻 乖得有些过分的某人 因为不知道这家伙 喝醉酒后的一系列操作 怕他后续再有什么惊人之举 苏妙忙扶着人去了自己的院子 便让下人去端行酒茶 宁之源和郑景之也喝了不少 此刻都是一身酒气 天天两个老丈人还觉得不尽兴 拉着两个女婿还要继续喝 庆宁和安阳交换了个眼神 上去一把拽着自己丈夫的耳朵 家人蛮横的拉回了房 安阳不解气的还掐了好几下 呵呵呵 非要喝倒 一家子你才罢休是不是 老丈人被丈母娘带走了 宁之源和郑景之也是再也支撑不住 双双回了妻子的闺房行酒 为此几个女眷气的不行 还是苏林市打圆场 男人们在一块哪有不喝酒的 别的人家咱们不知道 咱家翁序之间逢年过节 也就这么几次 就随他们去吧 话虽如此 可是看得喝得烂醉如泥 一身熏人酒气的丈夫 苏婉苏妍和苏妙 都是恨不得把人踢下床 苏妍来找苏妙的时候 苏妙刚替刘晓换好衣服 某人翻了个身 呼呼大睡去了 听下人报说五姑娘来了 当即将手上的衣服 交到下人手里 满脸带笑的迎了出去 去和妹妹说话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十四章 她对她从来都不是无情 姐俩好久没见 如今正是有好多的话要说 苏妍故意打去 我这回来不打扰你和姐夫吧 苏妙称怪的打了她一下 臭丫头贫嘴 她这会醉得都没样子了 想到刚才席间几个姐夫类似拼酒一样的行为 苏妍就想笑 几个姐夫平时都是沉稳严肃的性子 没想到聚到一块便都陷了圆形似的 连二姐夫今天喝了好些呢 他们还挺对性子的 就连二姐夫这种话不多的 如今也都能聊到一块去了 苏妙也很高兴 一家子就是要越和睦才越好 说吧 还不忘补了一句打去苏妍的话 如今 可就差你们家那位了 苏妍笑 提醒道 还有三姐姐那边呢 苏妙 于成具体如何 咱也不知道 但坊间传言都说 是个被交惯坏的 只知吃酒作乐的公子哥 哎 那又如何 祖母让苏静选的时候 一定也是将两人的家事秉性都说得明白了 说白了 于成是苏静自己选的 日后日子过得好与坏都与人无由 经过苏妍一事 苏妙如今看似更加深远 话虽如此 可若是苏静真在于家过得不好 你觉得咱家谁会袖手旁观呢 两人都心知肚明 谁也不会 越是大家族越是这样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血缘是这世间最难断的 一家子人好坏与否 总是互相牵绊 姐俩又七七八八的说了好些话 李坚便有丫头出来 说是柿子醒了 苏妍起身 既如此 那我就先回去了 反正你们今日都是要住下 晚膳的时候 咱们再聊 苏妍到了生好 进了屋对醒的不是时候的刘晓 也没什么好脸色 刘晓捂着头正难受 苏妍 该 看你那架势 我还当你酒量多好呢 刘晓 这不今天高兴吗 一时没忍住 就多喝了几杯 母亲留我们今晚在这住 晚膳的时候 你要是再敢喝我就不管你了 刘晓忙生硬下 不喝了不喝了 再喝 我自己也受不了 夫妻俩一个坐在庄台前的木凳 一个仰躺在床台 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我看你和大姐夫二姐夫相谈甚欢的样子 刘晓 嗯 两个姐夫人都不错 在朝中的名声也好 岳父他们挑女婿的眼光 可真是一绝啊 苏妍 你这话说得很高明啊 既夸了我父亲和大伯他们的眼光 又暗戳戳的夸了一下自己 刘晓丝毫不谦虚 是实吗 苏妍催了他一口 不知羞 刘晓不服 把人抓到了床上 小夫妻又闹了一会 彩月和彩星在外面听着动静 便吩咐底下的人被水 在苏府住了一天 刘晓很喜欢苏家的环境 父慈自孝 兄友弟公 姊妹之间也是和睦友善 不像他和家里树地相处时 总有些心累 年节前后 朝廷都是有公价的 几个平时当差的世子皇孙 也终于是有时间 闲下来喝喝酒听听曲 初五这天 刘章作东 请了几个兄弟 在京城最有名的仙客来酒楼一起吃酒 虽然刘章自己不怎么喜欢 但既然酒楼有 也还是让安排了乐际奏乐 酒过三旬 话题就慢慢地放开了 席间除了刘景和刘耀 其他人都已成家娶妻 说起话来 有时候自然没得边 刘云 阿小 听说你前几天 陪弟妹回娘家喝得烂醉 你这平时和我们几个 还从来没喝醉过 怎么投资去岳丈家 倒喝得不少 刘小 也没什么 年节聚在一块 总是要喝酒的 那天也是高兴 才失了分寸 刘章文言笑道 看来平阳侯和宁远侯 私下也是很好相处 刘小自是帮着岳家 的确 岳父和大伯 私下很是和善可亲 从不曾以长辈威严施压 刘云点点头 平阳侯兄弟能有如今的功绩 心中自然有一番经纬 刘景 说来 堂哥和六弟都是娶苏家姑娘 你们俩以后还要成莲金呢 刘小文言对着刘耀招手打去 来来来 六弟 叫生姐夫我听听 这话成功得到刘耀一个白眼 众人哄笑一片 年节的时候 大概没人想诚心找晦气 所以刘卓说话也难得中听了许多 苏家姑娘都是美人胚子 应该说堂弟和六弟都是有妻子福分的 刘小笑着回道 三哥又何尝不是 三嫂也是京城中有名的美人啊 刘云 说来 过了年后 六弟也差不多要把苏五姑娘娶回来了 说起这个 尤药的脸上终于是有了今天的第一抹笑意 刘景看得心里有点酸 这娶亲啊 还是要娶自己喜欢的姑娘 刘章 所以你拒了父王提的兵部尚书的千金 是不喜欢人家 刘景撇撇嘴 寻常公宴的时候 我见过那姑娘 端庄的实在是有些过了头 跟个木头似的 各花入各眼 但这样的女子 我是不喜欢 刘小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说来听听 反正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像个夫子那种的 刘章 得得得 你不喜欢 父王不是也没勉强你吗 你自己个不着急就行 刘景手中的折扇 敲得桌子帮帮响 我着急啊 你们一个个都娇妻在怀了 我怎么不着急 可我也不能因为着急 就答应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呀 这对我和对那姑娘都不公平 刘章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就且安心等等 你的真命天女吧 刘景自得一乐 那当然要携手相伴一生的妻子 不管等多久 只要等到自己喜欢的 都是值得的 其他人饮酒听取 正是高兴 刘小瞧着旁边刘耀 一脸兴致缺缺 便偏头凑了过去 瞧你这幅心不在焉的样子 是在思念哪位家人啊 说吧 又自问自答地回道 哦 还能是谁 那肯定是我岳丈家那位 还带字归中的一妹 说就说吧 这人还故意在岳丈家这几个字 刻意加重了语气 仿佛生怕刘耀忘了 她如今已经是苏福的女婿一样 刘耀当下心里就不痛快 你故意的 在这扎我的眼 刘小脸上的得意之色 丝毫不加掩饰 嘴上却装着正经 说什么呢 我是那种人吗 我也是盼着你早日成婚 早日娇妻在怀 不至于孤夜难眠 刘耀 还说不是在炫耀 要不是还有其他兄弟在 刘耀绝对给这家伙来凉脚 出了年 到了二月 苏府上下又开始筹备起苏元的吉吉礼了 庆宁是早帮过苏婉的了 所以 这次准备起来 格外的得心应手 早在苏敬婚事大变的时候 苏元就看开了 心中告诫自己 就别当世事都顾着前世的印子了 若是一切都和前世一般 那重生还有何意义 所以 对于变动 苏元已经能泰然接受了 然后 皇帝陛下就在他生辰当天给了他又一个变动 前世是在他吉吉后几天才班下的赐婚圣旨 今生在吉吉礼当天变道了 前世的苏元是含羞待怯地接下了赐婚的圣旨 而这一世 苏元淡定的让他爹苏恒都有点不淡定 天子经口欲言 就是很多围观十几载的大臣接纸的时候 也还不免战战兢兢 他这闺女怎么就能淡定的像是接过一张白纸 整个吉吉礼苏元可以说是在那些官眷夫人的恭维声中度过的 直到最后结束回到房里 才如是重负 素心替其捏着肩膀 姑娘今日可是累坏了 其他的倒是还好 但是和那些夫人们说话 才更叫人心累 明心 姑娘嫁得好 他们难免要恭维和提前巴结一番 素心 那些鹤里姑娘可要打开瞧瞧 看看有没有中意喜欢的 苏元提不起什么兴趣 还是算了 都收进箱子里吧 以后再看 关键是 某人的礼物怎么还没个影呢 吉吉礼结束后 还有酒席 苏元没什么胃口 就和庆宁说了身回房躺着了 不知怎么的 今日感觉格外的累 躺下后 苏元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朦胧之间 苏元轻柔着惺忪的睡眼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却随即被眼前的景象惊住 周围充斥着云烟彩雾 完全不似凡间 他心间顿时闪过一丝慌乱 这是哪 他明明是在自己的房间睡着了 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 为等他多想什么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飘起 等他不受控地停下时 才发现自己是来到一处宅院上空 他这一眼瞥过去 人都傻了 这 这不是前世的招王府吗 前世他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地方 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认错的 而眼下映入他眼帘的这一幕 虽然陌生 但他也是快速反应过来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前世他死后 尤要赶回来时发生的一幕 就这样 时隔这么久 苏元德以以局外人旁观的角度 看到了自己的身后事 他看到 葬礼当天的一早 尤要眼底乌青 胡子拉叉 形容狼狈的 终于是回到了王府 只是那时 王府正门上飘扬的丧帆已然昭示 他来迟了 男人似乎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死心一般 样亮呛呛地走进宅院里 然后 他终于是没有办法再自欺欺人了 满腹一身白色丧服的下人 还有正厅的牌位 香岸和灵鹫 都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苏元看到男人身形一晃 整个人都往后倒了下去 在后面的事 即使身为旁观者 都能感受到当事人的悲痛欲绝 和心如死灰 素来严谨肃目 煎熬轻贵的昭王殿下 似乎瞬间苍老了十几岁 太子刘彰来吊宴的时候 顶天立地的昭王爷 在自己大哥面前无声的流泪 悲痛欲绝 口中不停的喃喃 为什么 为什么 太子刘彰自是要安抚弟弟振作 家中还有年幼的子女刚刚丧母 正是需要父亲慈爱抚慰的时候 可这弟弟似乎魔争了一样 一直抓着他问 大哥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为什么 他不过才出门半年多 为什么人就没了 以前领军出征的时候 分开一两年也没出过什么事 为什么这次 才半年就能天翻地覆 犹章无法回答弟弟的这个问题 只能安慰他 让他节哀 后面的是 其实和重生后苏元的猜测差不多 刘耀在悲痛 为着孩子 也总要振作 出了丧妻 勇家帝果然提出了续贤仪式 届时 不少侍灵的世家闺秀 蠢蠢欲动 但刘耀在金鸾大殿上的一席话 断了所有人的指望 儿臣此生 只有一只要一位妻子 如今爱妻离世 儿臣只想尽心抚育 与妻子的两个骨肉血脉 再无另取之心 此话一出 众人哗然 油盐纷纷 传到市井 不免有百姓好奇 昭王妃是何等家人 竟让昭王殿下这般念念 不忘情深致辞 有早年见过王妃 知道一些小到消息的百姓 洋洋得意地 给其他人说着自己的见闻 王妃美貌心善 那都是颇有名声的 而且王妃嫁给殿下十几仔 殿下房中从五美妾交臂 对王妃那真是一心一意绝无二话的 听到这些的时候 不知道眼下到底什么情况的苏元心中 还是忍不住五味杂陈 照着以上的种种 刘耀对她的确不像是无情 但就是尝了一张不会好好说话的嘴 最后的最后 苏元也看到了二十年后 刘耀轰式的那一幕 除了皇室规定的亡灵规格 她唯一的要求 便是和已经去世二十年的妻子 生同亲死同学 厌弃的那一刻 隔着好远的迷蒙戏舞 苏元还是看到了她嘴角的笑 在世人看来 她是去找先她好久而去的妻子了 所以死也是高兴的 那头的王妃一定也在那边等着自己的丈夫了 生同亲死同学 他们以后陪伴彼此的时间 看位永恒 牧师的幕门关闭的那一刻 招王刘耀的叱咤一声圆满落幕 苏元一滴青泪落下 下一刻 她被一声阿元带着 猛然睁开双目 床榻边的刘耀正在用方畔 替她擦拭着额尖的细汗 关切道 醒了 我看你睡得不安稳 是不是眼珠了 刘耀 苏元环顾四下 才恍然惊觉 自己刚才这是做梦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55章 两情相悦当然好 可是又好难 刘耀明显感觉到 苏元情绪的不对劲 按着她的肩膀 与其对视 担忧到 是哪里不舒服吗 苏元心头波浪汹涌 此刻言不成句 只扑到了她怀里 死死地抱着 刘耀虽不知她究竟怎么了 但她不想说她 也就不多问 只回抱着她 给她力量辨识 良久 苏元平复好了心神 她吸了吸鼻子 滴滴地说道 我刚才 做了个梦 噩梦 不然怎会让她有这样的反应 谈不上噩梦 是一个很真实的梦 梦里 我看到了前世 刘耀轻拍 她肩膀的手一正 她也不傻 梦到前世的事 而且能让她 有这般不寻常的反应 那就只能是 你 该不会是看到了 你过身后的一些事 苏元缓缓地 从她胸前退开 两人四目相对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房间内 忽然陷入一片 难以言喻的死寂 嗨嗨 男人摸了摸鼻尖 神色有些难言的尴尬 你都看到什么了 苏元缓手 围着她的肩颈 故意脱长语调 也没什么 就是看到了某人的一些真情实感 刘耀 还有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你既然这么在乎我 那平常为什么从来都不说 刘耀 好端端地说这个 你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吗 苏元皱眉 为什么会奇怪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心意 这难道对我不是一种煎熬吗 阿元 我 男人面色犹豫了顺 似乎还是有些难以启齿 性情使然 我不是很擅长 表明自己的心意 也从来不是很会表达 说一些漂亮话 但我前世也是真心悦你 绝无半点虚假 苏元故意捧着脸 那你倒是说呀 你就说一句两句的也行 也够我高兴高兴的 偏偏你这家伙 惜字如今的一句话 都不肯说 刘耀莫然 其实除了性格使然 前世他的确也是被惯坏了 他打小生活的环境 和接受到的教育都告诉他 妻子伺候丈夫是职责所在 为人妻者 就是要向夫教子打理家事的 而男子自有外面的天地需要打拼 男主外女主内 理智自然 丈夫支撑天地 建功立业 才有妻子的尊荣 更不用说 他们这些自诩皇子龙孙的人 骨子里的骄傲和自负 面对赐婚 即便对象是个 自己还算心仪的不错人选 也不可能上赶着说出那些 在他们看来有些矫情的话 而且他自身 也一贯是十足的行动态 他是觉得 说十句 不如行动一下 所以从来都不屑在口头上 多费什么功夫 可偏偏就是因为这个 前世他和他的小王妃 一直在不停地错过 以前是我不好 以后有什么 一定都会第一时间和你说 他郑重地说道 苏元眼眶红红的 你说得好听 今天我生辰 你都没有过来 又要张开手臂 难道现在 在你面前的是个假人 我说的是极机里 刘耀又是好笑 又是无奈 郭奶奶 我敢那个时候来的话 平阳侯真的 会打断我的腿的 苏元还是没消气 他手一摊 我的礼物呢 男人连往前一凑 不怎么要脸地说道 我难道不就是最好的礼物 苏元无情地 拿手拍开他的那张俊脸 不是 哎 是风日下呀 男人自爱自怜地叹了生气 继而才从怀中拿出了真正备好的礼物 非红色的锦盒中赫然躺着一枚玉佩 橙色通透 雕工浑然天成 一看便是上等玉制 以及最好的师傅打造出来的上等品 玉佩是很漂亮 但是这玉佩上雕刻的图样 苏元有点看不太懂 这上面是什么图案啊 我怎么看不太明白 是一把符合月 这是我们家族的图腾 苏元皇族的图腾不都是龙吗 那是皇帝专属的 这是我们刘氏家族的图腾 苏元把玩着看了个大概 既然上面是你们家的图腾 那说明挺重要的 你送给我这个是要 都要是我们家媳妇了 身上自然要有件我们家专属的东西才行 男人笑声温朗低沉 苏元感觉心间似乎被人拿羽毛轻轻地划了下 勾得人痒痒的 苏元被那句我们家媳妇逗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刚要收起锦盒 却发现其下面还有个加层 竟是个双层的锦盒 这次在打开 是一只橙色上好的祖母绿玉镯 这个苏元认的 前世他也有 这是太子妃张氏最真爱的两件珍宝之一 其中那只凤头不摇 送给了刘章的妻子游氏 而这只祖母绿的玉镯 则是给了他 游要一只手拿起玉镯 托起他的手腕 小心地给他戴上 柔衣娇嫩胜胜血 与上好的祖母绿相得一张 两人相拥继续说着话 我们的婚期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 苏元 这个好像轮不到 我说话吧 陛下那边应该是早就定下来了 黄祖父找过我 说三月底和五月初都有黄道吉日 但三月份苏雁不是要娶亲 你家总不能一个月内计嫁女儿又娶媳妇的 苏元觉得也是 那样家里人估计也会忙得不可开交 那就五月份 刘耀 我也觉得五月份不错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一个去向黄祖父禀报 反正两人现在都不在乎偏离前世鬼道的事了 变故都那么多了 索性就干脆不想那回事了 凡是按照自己的心意 怎么高兴怎么来 苏元的生辰一过 苏府便又开始筹备起苏雁的婚事了 家里有喜事 哪怕操持的时候累人 庆明的脸上也始终带着笑 终于是轮到他家娶儿媳妇了 而媳妇有了以后 孙子孙女的还会远吗 反正以后再也不用眼缠别人家的大胖孙子 和冰雪可爱的孙女了 她也就要有了 安阳看着自家大嫂脸上的笑容 都有点羡慕了 亮晶晶的眼也看向自家儿子 而啊 娘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儿媳妇啊 苏朔敲摸敲得红了耳根 娘 还还不急 安阳 你娘我急呀 为娘的那些手帕娇 现如今个个都在家寒衣弄孙 别提过得多滋润了 全京城就属咱们家 就属我和你大伯母最惨 苏朔安静的灵听着母亲大人的哭诉 一声不吭 这个时候稍有不慎 呼吸都是错的 庆明自己高兴了 也不忘安慰一下弟妹 孩子年纪没到 着急也没用 我看哪 你要是想抱孙子 还得指望妙妙给你生个大胖外孙子 安阳顿时觉得 大嫂说得对 与其指望一个儿媳妇还没儿的儿子 不如盼着女儿女婿们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给他抱着玩 而苏妙也不负众望的 在成亲后不到三个月便逗扣寒胎 这是后话 平阳侯和尹川侯的喜事 可谓是门当户对 双方都既有体面又有家世渊源 所以成亲当天的宾客 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朝廷上叫得上名字的官员 只要收到喜帖的 都乐意来讨杯喜酒吃吃 新郎官苏彦一身红色喜福 风神俊朗 骑着高头大马 接来了自己的新娘 由于顾于宁也在 所以苏妙全程不甘别的 就盯着他 生怕这个想起一出 是一出的表姐 来一个现场抢亲 好在 某人虽然看上去有些失落 但整体还是老实的 全程一声没坑 这样一来 苏妙忽然又觉得于心不忍了 两情相悦当然好 可两情相悦又好难 自己喜欢的人 恰好也喜欢自己 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 和各种因素 才能有的美妙缘分 可惜顾于凝差了几分运气 他喜欢的人 偏偏心中另有所属 站在女子的角度上 苏妙对这个表姐此刻 是没什么敌意 甚至还有点同情和怜悯 酒席上 其他人热热闹闹喝酒的时候 顾于宁一个人默默地走了出去 苏妙默默地紧随其后 也不知道顾于宁 到底是有没有发现她 反正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 来到了苏府的后院 因为办喜事 自然是要张灯结彩 家中各处都是要眼夺目的红色双喜 以至于顾于宁凝几乎必无可避 苏妙忍不住出声 表姐 顾于宁闻声顿住了脚步 慢慢地回过头 眼底满是落寞和悲戏 苏妙抿了抿唇 想说的话 瞬间有点不忍心说了 她和顾于宁从小到大都水火不容 这是第一次 她对她 生出了点心疼怜惜的情绪 但是顾于宁可受不了她这个眼神 她自己心里再不舒服 也不希望别人同情她 我又没怎么着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苏妍 你 没事吧 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 苏妍 这女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这让她怎么接 我喜欢的人成亲了 新娘不是我 你觉得我真的能没事吗 苏妍 好吧 确实不太可能 那你今天还过来 不是给自己找罪受 顾于宁熙嘻鼻子 你个丫头骗子 知道什么 这叫以毒攻毒 苏妍 表姐 你要是想哭的话 我可以借你一个肩膀靠一靠 顾于宁秀梅一束 我是没男人要了吗 沦落到 要靠着女人的肩膀哭 苏妍 哭死你得了 真想抽死刚才多管闲事的自己 既然你不需要 喂 没等她话音落地 一只手臂就被声拉硬拽了过去 顾于宁下巴淡在上面 肩膀颤抖着哭出了声 而且这家伙一边哭 一边抽抽着和她说话 看上去好不可怜见的 呜呜 我好难受 为什么不是我 我哪里不好吗 为什么表哥不喜欢我 为什么 五位 你就在那站着 看着我哭啊 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 苏妍一本正经 别哭 这说明你和我哥之间有缘无分 以后自会再遇到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顾于宁脖子一仰 假死了 戏文里对那些不被喜欢的配角 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苏妍又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失恋一次吗 就当是一次人生经历了 顾于宁 那你试过恋吗 苏妍 呃 那倒没有 那你说的那么轻松 感情不是你失恋啊 苏妍 心好累 你还是继续哭吧 等到顾于宁哭够了 眼睛也肿得和核桃似的 苏妍很是体贴的让人提前备好了煮好的热鸡蛋 顾于宁一手一个的敷着两只眼睛 情绪好像已经完全缓了过来 但是苏妍隐约觉得 这家伙似乎缓过来的尽头有点过了 哪个刚失恋的人哭完了能转头就开始考虑下家的 表妹 你让你们家六殿下替我留意留意呗 某人因为刚哭完 怀孕运未了的抽抽了两下 苏妍没听懂 留意什么 留意他身边有没有与我年龄相仿 各方面又合适的世家公子儿 我总觉得长辈们的眼光不太靠谱 他们夸来夸去就那几个词 什么沉稳持重 克己负礼 温润俊朗 我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苏妍错愕的微微张开了嘴 你 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 刚才还哭得要死要活的 现在扭头就要找下一个了 顾余宁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理直气壮地说道 难道还要我为此悲伤难过个几年不成 表哥都确定不要我了 那我开始准备找下一个有问题吗 好像似乎是没啥问题 可是你放下我哥了吗 如果没有 那你对别人也不公平 顾余宁冷哼道 放下还不是一下子的事 现在要是有个云文云武 俊美多情的公子向我表明心意 我立刻就答应嫁给他 苏妍表情再次军裂 她觉得自己不该出现在这里 顾余宁的脑回路 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来的 一炷香后 苏妍被纠占雀巢的某人 霸占了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床 还美其名曰 说是自己刚才哭累了 要睡一会补补觉 苏妍觉得自己十几年良好的归秀素养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艰难的深呼吸了几口气 她觉得自己还是先出去的好 否则一定会控制不住 自己像泼妇一样打死顾余宁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十六章 新婚洞房 不过顾余宁再怎么做都好 但是总归是彻底不惦记苏燕了 这就让庆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收拾自己疼爱的孩子 伤到谁他们都不愿意 庆明安抚侄女 好孩子 你放心 姑姑肯定在这京城 在给你寻一门好亲事 顾余宁也是妄性大的人 一听这话 连最后那点悲伤情绪都没有了 拉着自家姑姑 一五一十地说起自己的要求来了 苏佳人近两年 还真都是忙得连轴转 就拿眼下来说 三月忙完苏燕 五月就是苏源 六月还有个苏靖 都是苏家的孩子 肯定个个都要扮得体面风光 这可把庆明 安阳和陈氏 轴里三人类的够呛 外头有母亲和婶婶操持 苏源只管是安心待嫁 彼时内务府已送来了皇家欣席的红嫁衣 和凤冠侠配 尽管和前世比 完婚时间变了 但有些事还是一如既往 比如待嫁女儿的心情 以及对父母亲人的不舍 出嫁前一夜 庆明握着女儿的手 明明一肚子的叮咛嘱咐 此刻竟是不知从何说起 太子妃是个良善人 只要你行事不出错 她定是不会与你为难 便是有个小错也不打紧 还有咱们家人呢 娘唯一担心的 是东宫那边的那些轴里们 苏源 娘担心这个什么 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难道他们还会为难我什么不成 东宫的哥儿多 太子殿下六个儿子呢 而且除了五殿下其他的都娶亲了 这前前后后好几位轴里 保不准哪个就是别有用心 或是刻意针对你 常言道 而行千里母担忧 这女儿要出嫁 母亲的忧虑只会更多 而重生的苏源显然是淡定的多 娘 您就放心吧 轴里间的小吵小闹不足为奇 也不值得我花心思 我只管每日给太子妃成婚定省 其他的就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庆明觉得女儿还是单纯 那同在一个屋檐下 你若是不和他们往来 保不齐那些人背后怎么嚼舌根呢 嚼舌根怎么了 他们爱嚼 就让他们嚼去呗 我又管不了别人的嘴 娘 您放心 女儿心里明白着呢 成亲以后的日子是夫妻俩过的 其他人的话听听就算了 女儿不会放到心里去 庆明 乖乖 我的儿 你这番心境可真是不一般 难得有年轻的小姑娘 能如你这般豁达的 苏源静静地听着 没有吱声 能不豁达吗 这可是用命换来的 例行常规地说完一些依依稀别的话后 接下来便是母亲以过来人的身份 要传授女儿的一些私房事 庆明是个很尽责的母亲 甚至还准备了图册 其内容让两世为人的苏源 看得都脸红心跳 庆明还劝 现在可不是害羞的时候 你得好好看看 别到时候一无所知 那吃亏的是你自己 在母亲的关照下 苏源只得强忍着心底的不是 坚持将那些闭火图册看完 一边看还一边聆听来自母亲的指点 那个时候 你别太惯着男人 有什么不好的就直说出来 还有 六殿下看上去 不像是个心思戏会体贴人的 你也别什么事都闷在心里 夫妻是一体的 有什么话都能好好说 我女儿品貌俱佳 没有人会不喜欢 但你也要记得 建立在美色基础上的感情 是长久不了的 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手段 一步步的慢慢拢住男人的心 这话庆明前世也说过 苏源婚后 本来也想照着母亲的话来做 可是她的丈夫总是冷着一张脸 又寡言少语 她实在感觉不到一丝来自她的喜欢 所以从来不敢多言 后来 夫妻间慢慢有了些许亲情羁绊 她又变得好忙 总是早出晚归 她想说些什么都没有机会 就这样 夫妻貌合神离的 过了短暂的一生 想想还真是挺悲剧的 顾念着女儿明天一早 就要早起梳洗打扮 庆宁也没有说太久 千言万语 宁在心头 只会成了那句 不管发生什么 都有娘在呢 谁要是给你委屈受了 你尽管回家告诉娘 苏源鼻头一酸 强忍着眼泪点了点头 第二日一早 就和当初苏妙成亲一样的情况 苏源也是一大早睡得正香 就被嬷嬷们从被窝里拉了出来 而后又是当初一般无二的操作 作为太子和太子妃的嫡子 有要的婚事 从筹备到宴请 都没有人敢懈怠 加上县文帝下令 处处都是比照着亲王娶妻的规格办的 排场别提多奢侈气派 及时到 新郎迎亲的队伍如实而至 平阳侯和庆宁郡主队这个女婿 也是越看越满意 旁边的二叔苏晨脸上的褶子 都笑得一层一层的 苏源头上蒙着红色喜帕 自然是什么都看不到 但还是源源不断地听到身边人 对刘耀的夸赞 来了来了 新郎关进府了 这是平阳侯的一个管事嬷嬷在说话 我看到了看到了 六殿下可真是好风仪 阿元姐姐好福气啊 这是苏源归中的小姐妹 不仅好模样 还一身的好本事呢 上次担扬武士 六殿下可是一马当鲜拔的头盔 不像那些个骑半天马体力 都不知的纹固子弟 真不知君子六义是怎么学的 周围人的夸赞 悉数落入苏源的耳中 喜怕下的美人 顿时奄然一笑 旁的不说 嫁刘耀这个夫君 的确是面子里子都有了 刚成亲没多久的苏燕 背着妹妹 将其送上了花轿 新郎刘耀 也没了往日谨遇肃母 而是一脸春风得意 如愿娶回了自己 放在心上许酒的姑娘 赵刘耀平时 那个清冷严肃的性子 童谣和兄弟们 不是很敢在他面前肆意说笑 而今天这么个日子 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了 一早的都商量好了 要如何如何灌刘耀喝酒 非要让这个平时 总是客己负礼 持重自省的皇孙殿下 露出平时众人 没见过的那一面 终于是抱得美人归 刘耀也是高兴 所以明知这些人 打的什么主意 也是来者不拒 刘云和刘景 也替其挡了好多 饶是这样 刘耀还是喝得 有了七八分醉意 大姐夫您之缘 出来维护自己的妹夫 唉不行不行 不能再惯了 新郎官可是还要入洞房呢 我说殿下 您这平时天大的事 脸上都没啥表情 今天倒是笑得挺多 刘小也是维护自家人 废话 成亲这么大的喜事 谁不乐 一听这话 你就是还没成过亲的 不知道这其中的乐处 那位公子 也是顺势接着打去道 我这是还没成亲啊 这不好姑娘 都让你们给抢了 不知苏家姑娘中 可还有带字归中的 让我进水个楼台的个月 刘小不禁笑骂 想得挺美 苏家的姑娘可都订完了 最小的六姑娘 还不满十岁 你敢下手 我岳父大人不弄死你 那位公子也就是说个小 文言刚忙道 不敢不敢 奶敢造次 在两个兄弟 以及几个姐夫妹夫的掩护下 刘耀在彻底醉过去之前 被晋身侍卫架着回了新房 苏元一脸不满的 瞪了眼一身酒气的男人 对长平问道 怎么喝了这么多 长平道 殿下今天高兴 对其他公子们的敬酒来者不惧 这还是其他几位殿下和苏家姑爷 替其挡了好多呢 苏元本来心中微妙的不快 被长平的那句殿下 今天高兴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 罢了 就这一次 饶了他 刘耀是掀过盖头 在两人喝下合金酒后 才出去应酬的 所以眼下 苏元早已是吞下了 雍容繁复的红色喜服 穿着一身大红色的青纱寝衣 挥手退下了房中其他的下人 苏元自己 从玉房端来了盆清水 刚拧了条毛巾打算替其擦了擦 手望乎的被一把握住 随即在他惊呼出声之前 男人的臂膀一个发力 他整个人结结实实的倒在了他的胸前 你 你没罪啊 苏元心有余悸的问道 男人俯着他 披在身后的一头乌黑秀发 今日要是醉过去了 那你岂不是要 接下来一个月都不许我进房间 苏元 别把他说的这么母老虎好不好 他可是立志 要做大卫第一贤妻良母的人 他食指鲜鲜 戳着他强健有力的胸膛 瞧你这一身酒气 就算没醉也没少喝 今天这样的日子 不多喝点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他的话里像是在埋怨 实则细听会听出其中的甘之如頤 苏元从他怀中起身 行了 你快去洗洗 一身的酒气 臭死了 男人眸光深邃地盯着他 你帮我洗 苏元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能不能正常点 新婚之夜别让我忍不住踹你 男人倾笑出声 没再说什么 而是随即起身 自己去了浴室 苏元理了理自己身上的寝衣 面上一派淡定地坐到床边 男人冲洗得很快 苏元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油药就披着同样红色的睡袍 从里肩走了出来 也不知是着急还是懒的 胸前的衣带都没系好 那隐约露出来的精壮的胸膛 和麦色的肌肉纹理 便悉数落入了苏元眼中 激得苏元心中一阵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 刚想心里默念一番 非礼物事 却恍然意识到 他们俩都成亲了 如今他这儿巴惊的 是他名正言顺的男人 他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谁也管不了 想及此 苏元的眼神就更肆无忌惮了 女施主 你那恶狼一样的眼神 能好歹收收吗 男人走到他身边 眼底满是细血促瑕的笑语 苏元闻言 心里也微微有些扭泥 但又不想 在男人面前落了下风 便先发致人地撑了男人一眼 怎么 我还不能看了 男人此刻格外的好说话 能看 女施主想怎么看 小声都没意见 这称呼怪 让人浮想连篇的 苏元灯时浑身激起了一层战力 只是 男人抓着他的小手 放在自己的胸前 带着他轻触抚摸着 女施主光看就可以吗 难道不想上手碰一碰 摸一摸 男人咬着他的耳阔 气音又低又哑 带着鼓鼓惑人心的魅惑 苏元闭着眼睛 气息不稳 你 你要点脸吧 要那个有什么用吗 男人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苏元 接下来的时间 刘耀身体力行地向苏元证明 他如今是真的怎么要脸了这回事 本来苏元以为 上辈子都成过一次亲 入过一次洞房了 他自己来说是有点心如止水 觉得没甚稀奇的 便觉得 刘耀应该也差不多 起码肯定不是那种没经过事的毛头小子 可是只一会 苏元就发现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当晚 有要比前世的洞房花竹叶还来劲 对他是各种折腾 简直像180年没见过女人一样 他越是哭 越是求饶 他就是越是过分 越是重 不光如此 他还威逼利诱 半哄半骗的 让他说好些不着调的话 单是称呼 这一夜 他就让他叫了有好几众 什么官人 夫君 相公 还逼着他 追问他喜不喜欢 书不书 服 反正只有他想不到 没有这家伙办不到的 等到浇了三次水 苏元已经是连根手指头都懒得动的时候 其实有嫌不够的某男人 在看到躺在自己壁弯里 累得昏昏欲睡的娇人 终于是良心发现 决定演其息鼓好好睡觉了 外头首页的素心和鸣心 在听到里头彻底没了动静后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两个小姑娘脸上的热度迟迟未减 这殿下和他们家姑娘的动静也着实太大了点 而且这闹腾就是将近一夜 真不知道他们姑娘那小身板能不能经受得住 更要命的是 这样的首页也真是折磨人 宁心其实也觉得无所适从的尴尬 毕竟他和素心都是两个云英未嫁的姑娘 对这种事不熟悉不清楚也不了解 但是光听他们姑娘的那些声音 好像 似乎 不太好受的样子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57章 婆家轴里门 折腾了大半夜 第二天睁开眼睛的苏源刚一动弹 浑身的酸痛 就让他想一脚 把身边的男人踹下床 但是那一处 却没什么不适 想来是男人在他睡着后 替他上过药了 算他还有点没有完全泯灭的人性 他到现在还是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昨天晚上的流药反应那么大 他都没眼想 那哪还是个人 分明就是头狼 一头穷凶极恶的狼 还是头饿了好几天的那种 否则怎么会那么不知疲惫的 没完没了 一想到昨晚的一幕幕 苏源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一般 就在他满脸愤懑 心中暗暗吐槽之时 男人眼洁微颤 忽然出声 这么早就醒了 苏源被他调教了一晚上 多少也能听出点言外之意了 盲变白道 那是因为 等会要给父王母妃敬茶 又要看着身边的美人 忍不住又把人搂到怀里 狠狠地亲了一通 素心和明心进来伺候的时候 两人的脸色都很不自在 苏源也知道 昨天晚上这狗男人那一出 肯定是给这俩天真单纯的小姑娘 狠狠地上了一刻 他这会也累得不想说什么 素心和明心 如往日一般无二地伺候苏源晨起 静念 上妆 盘发 三差 再次看到镜子中 那个梳着妇人发际的自己 苏源觉得恍如隔世 但他此刻没什么精力来 伤春悲秋的感慨窥探一番 因为拜某个男人所赐 腰实在是酸 光是坐着梳妆的这回功夫 他都觉得酸得难受 他现在就盼着敬完茶 早点回来补教 而且 在这之后三天 他绝对不会让刘耀再敬他的身 敬茶这是与前世相比 也是没出什么不一样的叉子 这个儿媳妇 是自己亲自长过眼的 太子妃张士 是一万个满意 所以这个婆婆茶士 喝得他笑不拢嘴 至于太子 他对儿媳妇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名门望族 端庄的体 品貌俱佳 如此在太子眼中 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妇了 至于其他的 再好 也得看儿子喜不喜欢 夫妻之间的和睦与否 就不是他能干预的了 给公婆敬过茶以后 就是太子的几个 有体面有子嗣的妻妾 也是都要一一见过 苏元和公爹的这些小老婆 平时是不会有什么单独的交集的 但也是要打个照面 避免连周氏李氏 这些侧妃都分不清 认完公爹的这些小老婆 再就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日后交集会稍微多那么一点的 轴里门 有要在东宫行六 上头有五个哥哥 除了刘景不满太子指的婚事 至今未婚 其他四个都早已陆续完婚 而且到如今都是有妻有妾 夫兄的小妾不值一提 关键是正是夫人 苏元对几个嫂嫂 自然是印象深刻的 毕竟前世 她和轴里门相处的时间 都比和刘耀相处的时间长 大嫂游士 名门世家的嫡长女 罪是贤良淑德 端庄手礼 一言一行 都堪称世家典范 前世 苏元和这位大嫂的来往蛮多的 交情也还可以 毕竟刘章和刘耀 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那她和游士的关系 自然也比其他的轴里门 更亲近一些 二嫂李氏 相貌轻力婉约 但性格其实颇为外相 能说会道的 在一众轴礼间 向来是负责活跃气氛的 人缘很好 而且一直很受 二殿下刘云的宠爱 前世的五嫂 就是被刘景拒绝的 户不上书的千金 对这个妻子 刘景前世就一直不喜欢 总觉得太过于刻板无趣 而今生 可能是因为外界的 种种变故影响 刘景居然成功地 在太子那边 拒绝了这门亲事 不过在苏元看来 拒绝了也好 与其两人在一起不开心 做一对相敬如兵的怨偶 不如一开始就葛寻良元 就是不知道 今生的五嫂 会是哪家的闺秀 还有就是三嫂秦氏 和四嫂云氏 两个人都很美 未出嫁时上京城中的 美人里 都是排得上号的 但两人的美 却是很不一样 秦氏貌美娇憨 云氏美艳自信 相较起来 云氏多了分大美人的气场 不过这也对应 他们各自丈夫的喜好 虽然前世交集不多 但从那不多的交集中 苏元都感受得到 刘卓骨子里的 大男子主义极其严重 所以貌美娇憨的小娘子 就很适合刘卓 而前世 刘卓也一直都很喜欢秦氏 对其他的侧妃和妾氏 一直都是淡淡的 至于刘烨 他在刘耀的几个兄弟中 好色是出了名的 当然 太子的儿子 没人敢直接斥责其好色 最多美其名曰 说是风流多情 而也只有云氏这样的大美人 能让刘烨这种万花 从中过的人 能对正妻不至于看不上 每逢想到这 苏元就很佩服自己的 这位公爹和婆婆 给几个儿子挑的好媳妇 都是适合每个儿子脾性的 有没有侧妃小妾的令说 这兄弟几个对正妻 还都是不错的 而秦氏和云氏两人 本性也都不坏 起码不是什么食恶不赦阴险毒辣的人 就是好争风吃醋 掐肩要强 尤其是云氏 在家做姑娘时 是被千娇百宠的 嫁了人也没有收敛交纵的本性 有业也算宠着她 所以这性子 就直接带了出去 带到了 轴离姊妹之间 倒不是 有什么坏心眼 别人不好有困境的时候 她也尚赶着劝慰和帮忙 可就是见不得别人比她好 一旦别人什么地方比她强了 就立刻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竟说些阴阳怪气的话 前世的时候 也好在苏元和其他几个人 都不是什么好声势的 否则就云氏那个脾气 还真没几个人受得了 这一世 还忍不忍云氏的脾气 苏元暂时还没想好 也许她心情好的时候 会懒得和云氏计较 但要是云氏赶出眉头 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惹她 那她也绝对不会客气 反正她这辈子 是绝对不会委屈自己的 但是单就一个静茶的功夫 苏元就感觉到了 云氏放在她身上的视线 怎么 是觉得她这个弟妹太美了 忍不住多看两眼 苏元颇为自恋地想着 而事实还真让苏元猜中了 一回到自己的院子 云氏在外大放得体的样子 瞬间了无影踪 懒懒散散地靠在榻上 让小丫鬟替她捶腿 六爷的小夫人长得还真是不错 云氏涂着红色扣丹的鲜鲜素手 捏着一颗荔枝 漫不经心地说道 随身的丫鬟自然挑主子爱听地说 瞧你说的 天下美人多的是 可也从来没有谁 能盖得住夫人您的风采 谁不喜欢听八戒的话 云氏闻言眉眼间顿时愉悦了些许 听说 六爷当初可是追到了江南 还在那苦苦逗留了好一阵 才追到了现如今的妻子 丫鬟 这是当时在京城传得风风雨雨 人尽皆知 云氏低垂着眼瞼 若有所思 这是六爷自己求来的夫人 怪不得那么上心 丫鬟继续说好话 四爷对您也上心啊 佐哥和同僚们出门饮酒路过珍宝阁 都不忘下马去给您挑纸镯子 可见四爷心里多疼夫人呢 这话 郑忠云氏下怀 他扶了扶手万间 燕红如血的红玉镯子 嘴角不由地弯了弯 是了 追到江南又怎么样 天长地久 谁能保证心肠和情意始终如一 况且 四爷对他也很好 他才不羡慕别人呢 回到九华堂 苏元连早膳都不想吃 就想扑到床上去睡觉 又要因为昨晚的所作所为 难免有点心虚 也有求必应地纵着他 只吩咐厨房将饭食问着 夫人什么时候想吃 什么时候再端过来 交代完这些 他才放心地出门当差去 苏元这一睡 就是一个多时辰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是被饿醒的 从昨天到现在 没这儿巴精地吃一顿饭 早就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摇了摇枕头底下的铃铛 叫来素心 多年的大丫鬟 到底是中用的 素心估摸着 时间自家主子快醒了 刚已经吩咐人去厨房传善了 这回苏元起身 洗漱更衣后 正好可以用餐 也是饿极了 苏元吃得比平时快了一点 但大家闺秀的素养在那 再饿再累 一举一动都要优雅 素心看得出他家姑娘是真饿坏了 半龙蟹粉汤包 四个猪肉 玉米煎饺 还有一碗老鸭汤 这已经是他们姑娘 平常差不多两顿的饭量了 吃饱喝足 苏元开始琢磨等 会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 男人们外出工干 有自己的差事要忙碌 但他们这些贵妇人的生活 是真的无趣 有孩子的照顾孩子 没孩子的就自己玩 或者是找婆婆嫂子们 一处说笑玩乐 但苏元这刚嫁过来 和谁貌似都还不是很熟 这个时候 苏元就觉得主动出击 她收拾了一番 带着一些自己做的小玩意 登上了游士那边的门 游士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一副端庄贤书 无可挑剔的模样 所以苏元一时也摸不准 这位大嫂 对自己的不请自来 究竟是如何想的 但是来都来了 那她自然要和大嫂 好好攀谈一番 三言两语 打开了话匣子 游士拿着她带来的玉坠 和水晶风铃 爱不释手 弟妹的手可真巧 这做得也太漂亮了 嫂子不嫌弃就好 这都是我闲暇无聊时 自己打发时间做的 嫂子留着赏玩吧 游士 弟妹说 哪里的话 我自然是喜欢的 说来惭愧 该是我这个嫂子 给弟妹见面里的 这如今倒反了过来 成了 我先收了弟妹的东西 苏元笑道 我和嫂子是一家人 咱们不讲究这些 说话间 游士已让身边贴身的丫鬟 取来了一个紫檀木盒 话虽如此 我这个做长嫂的 总不能真失了礼数 一点薄礼 弟妹可别见怪 苏元自逝也接了过来 多谢嫂嫂 年龄相仿的女子之间 有意的建立速度 总是很快的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苏元和游士 轴离俩已经是挽着手 轻轻热热地说着话 游士已过来人的身份 向苏元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东宫几房的大体情况 宫爹呢 对咱们的婆婆 肯定是没人能比的 哪怕是周策飞那么受宠 也比不了 妻和妾 嫡和树 当今陛下还有咱们宫爹 都分得很轻 咱们婆婆就更是个良善之人 我嫁过来这些年 从来都是当自己孩子一样的 便是树出的这些媳妇 也都是一视同仁 从没有过偏颇 苏元点头一一应下 多谢嫂嫂提点 另外 你和六弟夫妻见在好 也保不起有人瞄准时机会 向你们防中色女人 通房还是好的 就怕是有门第的女子 让六弟收尾测试的 真要有了这种事 你不要生气 更不用担心害怕 你只需记得 你是圣旨指定的正妻 只要你不犯什么大错 谁也动不了 你正式的位子 后面来的小妖精 再能蹦打 也永远跃不过你去 皇家的这些男人 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 你就把那些人 当成多出来的丫鬟仆人 让他们也一起伺候便是 千万记得 别为着那些 不值当的人 劳心费神 世间最紧要的 永远是自己 以及我们身后的家族亲人 句句言之切切 可见这回功夫 永远是真和这位 刚见一面的弟妹交心了 苏元面上一脸严肃 十分郑重地 对永远点头说道 嫂子放心 我都记住了 内心则是已被 永远说这话时的果断 和利落所倾倒 啊 不愧是县文帝指定的 给刘章的女人 这样貌 这皮姓 命中注定就是当皇后的呀 短短一面 苏元真被眼前这位 长嫂深深的折服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五十八章 她就是不想去刑部 晚善的时候 苏元滔滔不绝地和刘药讲着 自己这一天和大嫂的相处如何如何 刘药倒是有些意外 你前世的时候 不是不太喜欢大嫂吗 苏元瞪眼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不喜欢大嫂了 就你以前嘴里经常念叨的二嫂如何 五嫂如何 很少提起大嫂 我还当你不喜欢她 苏元秀眉一皱 你 你怎么连这个都记得 有要微顿 刚想说什么 但苏元似乎也没在意这个 就想解释一下她的误解 我从来都没有不喜欢大嫂 只是以前觉得大嫂太严肃太端庄 我怕贸然打扰的话 大嫂会嫌弃我 或是觉得我烦 有要 那你现在就不怕了吗 不怕啊 苏元敏唇笑了笑 我这都在大嫂那待了一天了 大嫂可热情了 和我说了好多好多 其实大嫂骨子里也挺爱热闹的 而且也是个不说二嫂的 能说会道的人 有要 你喜欢和他们相处就处 不喜欢就打个照面就行 无需多往来 要是觉得实在无聊 可以去卫王府找你四姐 苏元小小的伸了个懒腰 你又很忙吗 手上还有两个案子 这两天我尽快处理好 好陪你三朝回门 苏元嘟着嘴 那三朝回门以后 是不是又要很忙 刘耀定睛看着他 舍不得 苏元白了他一眼 你有时间就陪我 没时间我就自己玩 这辈子 他可不要再围着他转了 刘耀将人抱在怀里 放心 堂哥马上也要进刑部了 有他分担 还有刑部上书 以后我肯定能清闲不少 刘 四姐夫 话到嘴边 苏元还是及时改了个口 他也进刑部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 刘耀卖起刘小来 从来都是没有一丝的心词手软 黄祖父和二叔都觉得他性子不够稳 刑狱审案缓缓相扣缺一不可 最能磨人的耐性 所以他们打算把堂哥扔进刑部历练两年 刘小娜跳脱的性子 让他进刑部看卷宗审案 苏元觉得 县文帝和魏王还真的挺狠的 不过眼下苏元忽然想到另一回事 四姐夫也去了刑部 那四姐肯定也是一个人在家 三言两语之间 苏元果断抛弃了新婚丈夫 你就安心的在刑部当差 好好地办你的案子 还有四姐夫也是 我和四姐不用你们操心 突然就被嫌弃的刘耀 那边的刘小 在得知自己被刘放到刑部时 差点没把王府的屋顶给掀了 他气冲冲的去找老子魏王 父王 您不是说让我进军营的吗 怎么忽然换了 换也就算了 您倒是换个适合我的呀 您给我弄到行不去 您这是故意不想让我好过是不是 魏王刚被王妃劈头盖脸的催了一顿 这会也是一肚子火没出撒 恰好这时候傻儿子存心往枪口上撞 不成全他都对不起自己 当了这么多年老子 你该敢问为什么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去军营 你打得过谁啊 前段时间的武士 你连你弟弟都没打过你 还有脸和我说这个 还有 去年你皇祖父派你去剿匪 结果你呢 要不是你堂兄 待人及时赶到 你堂堂一个亲王世子 就要成了土匪的俘虏了 做什么事都冲动鲁莽 不计后果 你要是一直这样 谁敢让你进军营 谁敢把那么多士兵的性命 交到你手里 刘小辈这极头白脸一顿骂 也清醒了 可他还是不想去刑部 那 你们要是想锻炼我 有的是地方 能不能换一个 别让我去刑部 魏王也纳闷了 刑部招你惹你了 你怎么死活不愿意去 刘小叽叽歪歪的说不出个 所以然 魏王也端出了老子的架子 你皇祖父那边的意思都下来了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正好你和阿药 平时不是挺要好的吗 你们俩的媳妇又是姐俩 你们俩一起在刑部 互相也能有个照应 互相照应 难道普天之下 还有谁能欺负他们俩不成 不过这话 刘小不敢在亲爹面前说 索性就回了房 和自己的小妻子抱怨 但怎么也没想到 苏妙闻言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 那你们俩都忙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和阿元玩了是不是 刘小 为什么你第一反应想到的 居然是苏元 难道不应该是你夫君 在抱怨他不想去刑部的事吗 夫人你重点抓得真够可以 苏妙自然将丈夫的脸色看得分明 你呀你 陛下和父王 这是在历练你 你别是看不出来吧 刘小叹了生气 我当然知道 可是历练我去哪不行 为什么非得去刑部 审案查案这种事 尾时是不太适合我 你还没做 怎么就知道不适合你了 你看六殿下不就做得很好吗 他难道是生下来就会查案的 刘小 你怎么知道 阿要做得很好 在江南的时候 六殿下比你先去 他当时可是把江南的那些陈年冤案 都给审查清楚了 让含冤入狱的人冤情昭雪 让坐监犯科的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不觉得 这是件很大快人心的事吗 刘小觉得很有道理的点点头 是很大快人心 可我还是不喜欢审案判案 苏妙不得不拿出杀手锏 你要是实在不想去 就去找陛下死皮赖脸的推掉好了 刘小 哪那么容易 怎么推 这种事情要推掉的话 就只能推托说自己无能 你就在陛下面前来回说自己胜任不了 陛下被烦透了 那你一顿应该也就放过你了 但是某个自尊心作祟的男人又不乐意了什么无能 你觉得我是无能吗 苏妙 不是我觉得你无能 而是你要是不想去刑部 那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就是说自己没本事办不好刑部的差呗 有小眯了眯眼睛 你真觉得我当不好刑部的差 苏妙很想给他一巴掌 不是你执意不想去 我才给你出主意的吗 居然还反过来恶人先告状 什么人吗 说到这 也该步入正题 苏妙正是开始了自己的细经时刻 一拍金堂木 神暗叛暗的男人多帅啊 你怎么就不上道呢 有小抓住了他话里的重点 帅 对啊 我反正是觉得这样的男子很帅 惩治桑尽天良的恶徒 保护和拯救无辜的人 让无人敢轻易践踏大卫的律法 这是多好的事 在江南那会 我就觉得六殿下那样很帅 你是没听到 当时坊间的百姓个个都称赞他 说他就江南百姓于水火的活菩萨 还说他看着虽面冷 但极恶如愁 好多江南的闺秀都说 嫁人就要嫁这样的才好呢 听着自己的妻子夸别的男人 哪怕这个男人是自己的亲堂弟 有小此刻也是相当不爽 你当时也觉得 嫁人要嫁六弟 为了激励某个妄图躺平的男人 苏妙小鸡啄米试得点了点头 男人果然瞬间变脸 苏妙当即垂下眼 不敢吱声 这个激将法 也不知道对着男人管不管用 可悲让他羊肉吃不到 还惹一身骚 有你的 苏妙 当天晚上 有小到底去不去刑部 倒是没给个准话 但是苏妙觉得 这家伙可能想在刑部当差的同时 顺便再当个爹 他差点没死在他身上 这就导致他第二天早上再次睡到了日上三杆 好在为王妃体谅他们夫妻新婚燕耳 自从静茶那天后就免去了陈婚定省 否则要是也遇到个正夫人那样的婆婆 苏妙觉得就自己这样的 至少能气死十个不在话下 身边的男人自然也早就没了影 但是采悦的一句话让苏妙本来满心的怒火 瞬间烟消云散 柿子说他去刑部了 午膳就不回来吃了 等晚上的时候再陪柿子飞一起用饭 苏妙一整 你 你说他去刑部了 采悦 对呀 柿子说得明明白白 奴婢也听得真真的 这就愿意了 苏妙还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 毕竟刘晓娜的倔脾气 他也是知道的 还以为要和他周旋个三两天呢 没成想一个晚上就搞定了 即此 苏妙觉得昨晚的劳累也值了 就不和那个想起一出是一出的狗男人生气了 刘耀加上刘晓 两位当今陛下最看重的嫡孙被发放到刑部 刑部上书下的驼背的毛病都好了 更不用说刑部其他的官员们 那是一个个迟来早退的毛病瞬间都没了 干点活也不抱怨了 而且一个比一个积极 那些积灰的陈年卷宗 以前好几个月都没人愿意搬出来整理 现在在两个大爷的监视下 十几天清理的干干净净 献文帝对此大家赞誉 刑部上书一开始 每天面对两位皇孙的时候 那是如坐针毡 如芒刺背 生怕一点错处 就被这两位传到了当今陛下耳中 而现在这过了将近半个月他才发现 自己是真的得了两个强有力的臂膀 刑部大小事 肯定还是上书做主 而有了这两位皇孙殿下的坐镇后 底下的那些人 再也不敢偷懒代工和早退迟到了 哎呀呀 反应过来的刑部上书真想仰天长笑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两个活颜望 现在才发现 这是来了两尊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59章 白日那啥不可取啊 刑部上书高兴的脸上的褶子都笑出了三层 而苏妙看着饭桌上一心八饭的丈夫 不由得吓了一跳 你们在那都做什么了 怎么饿成这样 苏妙一边替他夹菜 一边问道 他案没那么容易 证据证人都要有 缺一不可 一个环节有错漏 就可能被人钻空子 造成冤假错案 所以一点都马虎不得 苏妙打趣道 我还以为你那么心不甘情不愿 去了也是在那装个样子呢 有小一心八饭 否则一定赏他两个白眼 你家男人从来就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性子 既然去了 那不管什么事 我就一定会做好 苏妙满意的弯了弯嘴角 这才对 这才是他看上的男人该有的样子 其实不光是刘晓这样 有要这两天也是累得够呛 苏妙本以为有了前世在刑部的经验 现在刘耀该是如鱼得水才是 没想到这家伙刚去那几天 都是把自己累得回家倒头就睡的那种 他细问之下才知道 大概是两人重生的际遇 改变了很多事 很多如今刑部的案子 都是前世没有遇到过的 甚至比前世的有一些 更为错综复杂 而且都是时关好几条人命 人命关天 苏妙也很支持他 再也没有了前世那般 希望他时刻能多在家待一待的小女儿心肠 但刘耀却一直念着这事 不想再和前世那般 老是因为外面的公事而忽略他 也怕他一个人在家会感到孤单寂寞 所以有时候 他还真想过把苏妙别在腰上 走到哪都随身带着 他的改变苏妙是知道的 这辈子会说好听的话了 性子也温和 体贴了许多 但是变得这么儿女情长属实 是他没有想到的 怎么办 他希望丈夫能够温情体贴 可是也不想他为自己放弃 本该属于他的天地 你放心 我现在没以前那么矫情 你放心忙你的事 你为百姓做好事谋福祉 我很为你骄傲 这才是我的好夫君 又要静静地凝望着他 不是很相信他的这番话 那你不想要一个能时刻陪你花钱月下 陪你逛街听戏的夫君吗 苏妙一时雨夜 但也很快反应过来 很快博道 那样的话 你还是你吗 你明明有一身的本领 是个有胸襟有抱负的人 我总不能强把你锁在家里 让你陪着女人听取听戏吧 刘耀眼神闪烁 那我要是和前世一样的忙碌 再为此忽略了你 你不会难过吗 苏元对着他的眼睛 一脸严肃认真 我是想告诉你 前世我们落得那般结局 你有问题 我也有 我太过局限于小情小爱 把自己困在了原地 而能重来一世 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所改变 我们依然是至亲至爱的夫妻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相互完整的人 这辈子 我不希望自己 还是像兔丝花一样 你懂吗 刘耀声音一沉 你的意思 是你不会再像前世那样 依赖我是吗 也不会再像前世那样爱我 现在 你开始有所保留了 对吗 苏元一时哑然 承认他说的就是事实 我 没等他话说出口 他呼得 被他拥进了怀里 宽大有力的手掌 紧紧地固着他的腰身 这不在苏元的意料之内 他还以为他是要生气了 当下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只能是就这么乖乖巧巧地 任由他紧紧地抱着 哎呀 两人都这么干战着 也不是个事 苏元觉得 还是要把话说明白 我 我不是 你没有错 沉默许久的男人 冷不丁出声 他 啊 阿元 你没有错 我也没有任何怪你的意思 人都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上一时你全心对我 却不得善终 这辈子你心里多为自己打算 也是人之常情 我并不生气 苏元本来都做好了他生气的话 他该如何说的准备 却没想到他的态度会是这样 一时间心里酸甜交加 还真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至于你现在还不完全依赖我 那想必是我对你还不够好 以后我好好表现 把以前没来得及的都补上 等我给你的够多了 你自然就会依赖信任我了 这话也太出人心了 苏元灯实心软得不行 你对我已经够好了 真的还不够 远远不够 苏元 行了行了 别搞得这么伤感 你在外有作为 我脸上也有光啊 我夫君这么厉害 羡慕死他们 流妖目光灼灼的 看向满眼轻目的小妻子 你真觉得你夫君很厉害 那当然 苏元生怕他不信 一把还住他的肩颈 小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 说道 我夫君是天下最好 最厉害的夫君 某男人脸上这才有了笑意 最好的不敢当 苏元 至于这最厉害的 苏元一将 呼得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他就被他呼得拦腰抱起 既然夫人给予了为夫这么高的评价 那为了不图有虚名 为夫总要付出点努力才是 苏元 我怀疑你就是想耍流氓 而且我有证据 而且 白日轩银不可取啊 但是某个已经来了兴致的男人 才不会管这些 白日轩银的确不好 可这是在自己的院子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旁的人又不知道 苏元本来极力挣扎 不想青天白日的和他做这种事 可是他的那点力气 在男人眼中 显然和恼痒痒是一个级别的 他很快 也被他亲得意动 抵在他胸前的手中 是慢慢的攀上了男人的肩膀 当天下午 偷得扶生半日闲的六皇孙殿下 和自己新婚的小妻子 好一阵恩爱纠缠 看着在自己壁弯里 英明哭泣的小女人 因为自己而情动沉沦 因为自己而绽放交融 男人心中说不出的满意和艳足 眼看着外面天色越来越深 苏元觉得 差不多该停下来了 等会素心和明心 该进来询问完善的事了 可身上这男人 就是不肯罢休 苏元觉得 有个武将丈夫的坏处就在这 平时那些练武场上 没用完的力气 他似乎全都朝他身上招呼了 更不提这家伙 现在还不在军营 一个从小在军营摸爬滚打的五人皮姓 忽然将他放到枯作审案的刑部 嘴上没有怨言 心底还不知多憋屈呢 只是怎么这受罪的人就成了他呢 悟悟 仙女好累 等到某人终于是人性觉醒 苏元已经是半条小命都没了 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一样 短短两个晚上 素心和明心已经是快速成长了很多 现在在进来伺候的时候 起码能面不改色 比较淡定的面对苏元身上那些暧昧的痕迹 素心 夫人晚膳想用些什么 苏元累的话都不想说 食 我什么 都不想吃 我 我就想睡觉 看着说句话都传上三传的自家小姐 素心心疼得不行 不吃怎么行 您午膳的时候都没吃多少 仔细饿着胃痛 苏元深呼吸了几口气 那让他们熬个粥 再做几个清淡开胃的小菜吧 油耀补充道 再挑一些好刻画的菜 让他们做好了送来 素心 是 等到四下无人 苏元强忍着腿上的酸疼 也坚持朝男人踹出了那一脚 油耀丝毫不在意 反而是怕他一个不闻 把自己摔着 伸手一把握住了他银白细直的小腿 小心点 他一个好脸色也没有 这都怪谁 怪我怪我 他 你就不能怜香惜玉一点 每次都弄得我一身印记 如今要入下了 衣衫越来越薄 你让我拿什么遮 男人文言还真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以后尽量不亲你脖子 苏元 他是这个意思吗 他是仅仅不想让他亲脖子吗 这狗男人抓重点的能力 是和谁学的 也许还是有那么点心虚的 当晚的晚膳 苏元享受了一回男人的亲手投胃 苏元觉得自己还是太好说话了 也太心软了 怎么就能因为他为自己吃了顿饭气 就消得差不多了呢 哎 怎么会有他这么娴熟大方的妻子 真是便宜了 留要这两辈子了 由于下午吃饱喝足了 所以当天晚上某男人很规矩 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天就是三朝回门 要是新嫁娘满面疲倦 无精打采的 他那酒精沙场的岳父大人 估计会当场给他来两枪 虽然他武艺也不差 可如今才十六岁未经风雨的皇孙殿下 怎么都不是纵横江场厮杀几十年的老侯爷的对手 回门当天 苏府那边 庆宁是用过早膳后就这般的等着盼着了 安阳很理解这种心情 但也还是劝道 大嫂 你别着急 应该在路上了 旁边回娘家的几个女儿也都这么说 苏妍 是啊 大伯母 东宫到侯府还有段距离 现在姑末着也快到了 苏婉 是啊 娘 你莫不是还担心阿元在东宫受什么委屈不成 受委屈倒不至于 我这不就是着急 想快点见到人吗 大嫂叶嫣然笑道 母亲从昨晚就在念叨了 就盼着五妹妹今早回门的事 苏林氏 天下父母心 都是如此 等你们都自己为人父母 也就懂了 众人笑 又过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 在门外磨磨的一声来了来了 咱们五姑娘回门了中 在场所有脸上都陆续浮现出了喜色 可算是回来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章 魏王妃的狠辣 明明只是几天没见 但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苏恒和庆宁 都觉得度日如年 就这几天 女儿离开了生活十几年的家 挽起长发 成了别人家的儿媳 饶是苏恒这样的铁骨铮铮的男人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但好在 刘耀对苏元体贴入微的照顾和在意 小小的安慰了他们嫁女儿的淡淡伤感 还是和以前一样 众人在一起 互相打了个照面后 随即就分成了两波 女人们说自己的家常里短 男人们自然也有自己的话题 苏婉家的永哥已经会喊人了 女眷们都围着小家伙逗弄 安阳 永哥如今长得可真壮实 谁能看得出 咱们这出生的时候 小豆丁一样 苏婉也道 可不是 出生时又瘦又小 支援和我婆婆担心的什么似的 如今这越来越强壮 她们终于也能放心了 陈氏 刚出生的孩子说明不了什么 阿元和妙妙出生的时候 也是一个比一个小 这不如今都是渐渐康康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说起来 安阳也正有话 要问自家闺女 你这成亲到现在也有大半年了 怎么一直没个什么消息 苏妙粉白的小脸上灯时 染上一抹红韵 右手下意识护着小腹 明眼人顿时都明白了 安阳惊喜道 有了 苏妙羞涩地点了点头 庆明 什么时候的事 苏妙 有一个多月了 但是太医之前是胎像不稳 所以就没对外说 苏妍也满脸诧异 四姐的这个孩子来得比前世早了好多 那 她的称歌会不会也早点出来见爹娘呢 苏妙有喜的消息算是又为家里喜上加喜 苏婉 好呀 要好好养着 记着 饮食一定要注意 既要注意调养身体 也不可吃太多昏腥油腻 否则生的时候可遭罪 苏妙 这话正是 我们家大伯哥的一个姨娘 就是因为没经验 怀孩子的时候天天吃 结果生孩子的时候 差点要了命 陈氏听女儿又提起郑家 便好奇地问道 你们现在和郑国公府那边还互相走动 苏妙无奈一笑 母亲说哪里话 虽然分家了 可那还是景致的父母 怎么可能断得一干二净 陈氏没太明白 那你那婆婆还给你脸色看吗 说起这个 苏妙一个绷不住笑了出来 她如今被两个侄女 烦得一个头两个大 哪还有闲心来管我 苏妙忍不住小小的八卦了一下 二姐 说来听听 怎么回事啊 这大快人心的事 一直无人可以分享 苏妙也是憋得够呛 眼下早就是不吐不快了 别提了 那柳如烟不是给景致她大哥做了姨娘吗 此人比她姐姐柳如梅小了六岁多 如今正是花一样娇嫩的年纪 我那大伯哥 这些年被母亲和柳如梅压的身边 连只母苍蝇都没有 如今这娇滴滴的小姨子成了姨娘 加上这柳如烟 也是基于孤家的两个表哥已久 好家伙 这两人那可真是天雷勾了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我在郑家培养的一个心腹丫鬟报信说 从远访那日算起 我那大伯哥一连小半月都歇在柳如烟的院子里 苏妙姐妹等听得瞠目结舌 清明和安阳这种见过世面的 都嫌少听到这种姐妹公事一夫的传闻 陈氏 柳如烟这般争宠 世子夫人就忍得下去 那自然是忍不下去了 苏妍说话时 眼睛都在发光 整个人都散发着大仇德报的快感 柳如梅自从出嫁 有我婆婆护着 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 整个郑家没人敢给她委屈受 如今被自己的亲妹妹骑在头上 她能咽得下这口气 这姐俩现在整天打擂台呢 除了在我大伯哥那些妹妖宠 就是在我婆婆跟前给对方上演药 苏妙拍手称快 哈 前段时间还姐妹情深的两人 这会就反目成仇了 还真是可笑 苏婉 这世子夫人也挺可怜 亲妹妹成了自己丈夫的测试 还那么不顾及姐姐的面子霸占姐夫 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了柳如嫣 苏妍至今都没弄明白一个问题 如今也终于是有机会问了出来 话说 这柳如嫣到底是怎么阴差阳错的 做了自己姐夫的妾室的 柳家虽然没落了 可也不至于把女儿许给人做妾吧 更别说那人还是自家大姑娘的丈夫 言及此处 苏妙不自在地咳嗽了两声 说来 这是怪我 苏妍难以置信 四姐 这是 你干的 这话一出 不等苏妙回答 苏妍立刻自己就否定了 如今苏妙还只是个世子妃 似乎没这么大的权力 苏妙 前阵子 二姐不是受了柳家姐妹的欺负吗 我就想着想替二姐出口气 可是一时又没想好怎么下手 当时二姐回家的阵势挺大 我婆婆好像也听说了 就问了我几句 我当时一肚子气 说话也就没个轻重 语气都是恶狠狠的 我婆婆挺疼我的 就说了句 她替我出气 我当时没放在心上 以为她与我说笑 哄我高兴呢 结果没过两天 柳如烟就莫名其妙地 被一顶小轿 悄陌生地抬进了郑国公府 做了一太太 众人 一瞬间 房间内鸦雀无声 所有人脸上都满是诧异和震惊 这 虽然有点不可思议 但的确是魏王妃能干得出来的事 魏王妃出身将门世家 那是能长剑杀敌的女人 后来嫁给魏王 魏王的侧妃通房也不少 但是在魏王妃生下柿子留小之前 后院其他女人都一直无所出 至于是真的无所出 还是不得有所出 那就只有天之地之了 魏王妃成功生下柿子后 王府里其他女人 才开始慢慢地 也斗扣寒胎 也曾有两个侧妃 仗着怀有身孕 在其面前一时得意忘形 越过了尊卑规矩 结果那两个侧妃 在生下孩子后 双双难产血崩而亡 当时多少风言风语 都吹向魏王妃 指责她这个主母 心狠手辣留子去母 但魏王把王妃护得死死的 魏王妃娘家又全是滔天 哪个也不敢真去管 人家王府的家事 魏王妃是心狠手段更狠的人 若此事真的是她的杰作 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 没有见邪 已经让人替柳如烟尽兴了 苏妍好半赏 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她咽了咽口水 如此 我倒该去给王妃道个谢才是 苏妍 庆明从方才的震惊中 缓缓回过神 王妃对妙妙 当真是不错 苏妙无言以对 她当时回过位 也是吓了一跳 她有点不明白 婆婆是真的单纯 帮她娘家的姐姐出气 还是见不惯柳如烟 这种赤裸裸 寄予有父之父的白莲花 反正是出手了 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的那种 让那帮人开始窝里斗 不战而屈人之兵 庆明 安阳和陈氏三人的反应 如何先不说 苏婉苏妍姐妹几个 真的是被为王妃 折服的五体投地 果然这将还是老的辣 他们这几个 还觉得自己 算有见识有手段的 在这真正的高手面前 还是不由的自残行愧 安阳 好了好了 这事就咱们自己 家人说说也就算了 可千万别外传 陈氏看着 不知道是惊呆了 还是吓傻了的几个女儿 安抚着说道 你们也别觉得王妃狠 皇家的媳妇不狠 如何能立足 更不用说 朝中多少大臣 替家里的女儿 盯着那些亲王府的后院 若是主母没有手段 说不定就没命活到今天了 庆明也附和着 你们三婶说的是 妙妙和阿元都该仔细听着 前车之剑后车之师 有些是不能乱防 但是也不能不防 苏妙和苏元都严肃认真的点头 表示自己一定会引以为鉴 下巧这时 隔壁厅房里的刘晓和刘耀 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喷嚏 大舅哥苏燕闻声看了过去 四妹夫和五妹夫是身体不是吗 刘耀握拳底唇 无碍 大概是左下午有些着了凉 刘晓 我也没事 就忽然觉得背后一凉 有点奇怪 大姐夫宁之源玩笑着说道 该不会是四妹 五妹正和岳母大人那边告状的吧 其实宁之源说这话 纯粹就是打去开玩笑 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笑着乐一乐 没有放在心上 可偏偏就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两个心虚的男人对视了一眼 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尤其是自己在某些事上的表现 的确有点过分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61章 欺负谁妹当爹呢 男人们那边 刘晓逸开始没说苏妙怀有身孕的事 还是晚上全家一起用饭的时候 女眷们说起这事 男人们这才收到了消息 苏陈略带不满地看了眼女婿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早点说 整整一天了 也亏你沉得住气 刘晓摸了摸后脑勺 善善一笑 女人们那边家长里短的什么都说 可是几个爷们 在一块 都是聊些朝堂上的各路见闻 或者是切磋文学武功 他确实一时没想起 把话题绕到自己要当爹这回事上 马上要有自己的亲外孙 苏陈一时高兴的 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月了 大概是什么时候生 最好是冬天 否则夏季坐月子可遭罪了 苏妙看着一下子失了分寸的父亲 忍俊不禁 爹 我还真是小瞧您了 没想到您居然还知道坐月子的事 苏陈丝毫没觉得 这有什么不能见人的 废话 你爹好歹当过三个人的爹呢 能不知道点吗 苏恒瞪了眼说话没个分寸的弟弟 转而对侄女道 有身孕是好事 一定在家好好养着 你这泼皮性子这么快就要当人娘亲 我还真是想象不出来 苏妙对大伯的话很是不服 嘟着唇说道 大伯 我哪有那么不靠谱 苏恒哼哼笑了两声 是是是 你靠谱 你全天下最靠谱 苏妙自己奈何不了苏恒 转头就向庆明告状 伯母 大伯欺负我 庆明果然立刻上手用力地掐了苏恒一下 你个为老不尊的 女婿们都在呢 别让人笑话 命之缘带头回道 岳母大人 没关系 我们不在意 庆明 刘晓 是啊是啊 伯母 别把我们当外人 庆明 现在把女儿们都要回来 还来得及吗 回去的马车上 苏妙依微在刘耀怀里 说着苏妙怀孕一事 苏妙抠着手指头数着 四姐的这个孩子 来得比前世早好多呀 刘耀心里 也早就暗暗地算了遍时间 确实 苏妙眼睛亮亮的 你说 我们的称哥和宁姐 会不会也提前来见我们 刘耀抿了抿唇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可以 但是也没必要 苏妙恶狠狠地瞪着她 什么意思 你不想称哥和宁姐吗 想 但是前两年 我们还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比较好 有了孩子以后 我们的精力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孩子分去一部分 从而多多少少忽略到对方 苏妙不以为然 这个又没关系 有药 什么叫 没关系 她忽而有些气急败坏 你这女人怎么老是用最平淡的语气 说最没心没肺的话 苏妙 有 吗 男人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动了下 哎呀 你也理解一下我吗 我这都好多年没有见到撑哥和宁姐了 那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想着他们 念着他们 不都是应该的 苏妙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子母心肠而已 怎么到这男人 这就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意思来 有药也没和他争 反正孩子什么时候来 这也不是他们俩说的算的 都是要看缘分 但是 有药想到 上辈子 她对两个孩子恨不得豁出所有的宠爱 觉得孩子还是来得晚点比较好 本来她对他就有点疙瘩 这要是再很快就有个孩子 那她在她心里还有什么地位可言 苏妙对男人的心路历程如何丝毫不知 她就盼着 希望这一世 她的撑哥也能早点来见爹娘 上辈子没能亲眼看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而这一世 她一定能陪着两个孩子慢慢长成 亲眼看着他们成亲成家 再生儿育女 这是她欠两个孩子的 这一世一定要做到 随着时间的车轮不断向前 刘耀和苏元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按照前世的发展 县文帝将会在57岁这一年驾崩 而现在 当今陛下已经五十有六了 苏元事实间接向刘耀提起这事 刘耀心里也拿不准 不知道上天关于皇祖父是一切照旧还是另有安排 苏元知道刘耀对县文帝不一般的感情 也只能握着她的手 夫妻俩相互依偎 互相取暖 即便是重生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非凡手段 能阻止什么不好的事情 唯一能做的 便是尽人事听天命 让自己尽可能的没有遗憾 或者是减少遗憾 苏妙被魏王妃强迫在府里安心养胎 一下都不许外出 也不是魏王妃小题大做 实在是苏妙这个跳脱的性格 着实让人不放心 就连亲娘安阳 听说魏王妃这个命令都拍手叫好 觉得王妃做得对 而魏王妃也的确是个好婆婆 怕儿媳妇在府里觉得无趣 便于东宫太子妃那边请求 想邀请苏妙不时去王府小座 嫁过来这么多年 太子妃和魏王妃的轴礼交情一向很好 弟妹又难得开口 张氏本就不是固执守城的人 所以答应得很爽快 苏妙也很想去陪姐姐 但是很多时候 却实实在在用不到她 因为自打苏妙有了身孕 刑部那边就经常看不到 刘晓的人影 别问 问就是夫人有孕 要回家陪着夫人 否则夫人腹中的宝宝 可是会因为思念跌跌而不高兴的 如此冠冕堂皇 且不着调的理由 刑部上书竟然无言以对 而与此同时 刘晓来不及完成 或者干脆压根就没做的那些差事 就全部落到了刘晓头上 苏妍是第一时间感受到丈夫的苦大仇深的 知道真相后 为了哄丈夫开心 也是板起脸故作严肃地说了 四姐夫刘晓浩一顿不适 但是某个男人感觉丝毫没有被安慰到 男人深邃忧深的视线 慢慢地一到眼前 还在侃侃而谈的妻子身上 那方娇嫩的红唇张张和和 隐约可见粉粉的小舌尖 苏妍丝毫未察觉危险临近 只觉得四姐夫这事 办得的确褪不地道了 他当爹了他高兴 就当起甩手掌柜 把事都丢给他男人了 这是欺负 谁没当爹呢 直到红唇被赌上 苏妍都没明白 火是怎么忽然发到了他身上 而刘耀也没给他反应的时间 他总能以最快的速度 将他拽入沉沦的漩涡 就在身子慢慢在他怀里胎软的时候 大脑里的最后一丝理智 还是将苏妍拉回了现实 他红着脸 推开了买手亲他的男人 男人还一脸无辜 怎么了 他明明也感觉到了他的情动 苏妍斜了他一眼 母亲下午让人传话 晚上要举办家宴 这会离晚膳时间很近 要是这个时候胡闹 不管是脸上还是身上 都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显然 和某个男人比起来 他还是要脸的 不年不节的 举办什么假宴 男人文言自然明白了 妻子推开自己的缘故 心底不免对母亲的安排有些不满 这话他能说 苏妍不能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亲儿子呢 晚上的假宴 东宫可以说是全员到齐 太子也是难得惬意地放松了自己 喝酒吃肉 赏舞听曲 满面红光 久憨之际 太子不由地向儿子儿媳那边 一个个地打量着 老大和媳妇儿素来是举案其媒 相敬如宾的 这是最好的状态 老大未来是要接下那个位子的 后宫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所以老大的媳妇 绝对不能是只知道 念酸吃醋的妇人 显然 老大的媳妇 非常符合未来一国之母的标准 老二和李氏 老二性格温润 最好说话 脾气也是几个儿子中最好的 他能包容李氏 有点画牢的本性 李氏也能接受和其他殿下比起来略显一起平庸的丈夫 老三和秦氏 秦氏娇憨可人 温柔小意 对老三仰慕的不行 正对老三的胃口 老四和云氏 好色对美貌 也是天生一对 老五 说起这个就来气 他挑的户不上书的千金多好 这臭小子竟然敢嫌弃 还说人家姑娘像根木头 太子也见过那姑娘 觉得不就是端庄好近了点吗 哪就儿子说得那么夸张了 不过儿子不喜欢 把话说得那么严重 他也懒得当恶人 不喜欢就算了呗 他这个太子位置稳稳的 早就不需要靠儿女联姻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老六和苏氏 好的确是好 不愧是臭儿子自己求来的夫人 可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小年轻的夫妻 相互之间一个眼神都溺死个人 太子瞄了两眼 就再也没眼看了 转眼还是看向自己的太子妃 切肉麻什么呀 谁没有事的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二章 琐碎事 太子妃看着一团孩子气的丈夫 是连个眼神都不想给 只专心地看台上的歌舞 太子找存在感失败 看左前方那溺外死人的小儿子 和儿媳妇 越发觉得眨眼 老六 刘耀文言起身 父王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你规矩都怎么学的 刘耀一正 玄机明白过来 老父亲又是在找茬 可他完全没明白自己是哪里 又惹到这个脆弱的老男人了 但是儿子在老子面前 天生就是矮一头 哪怕没有错 但是老子说你有错 那你就是有错 父王教训的是 儿子知道了 这下太子妃不干了 几个意思 他不爱搭理他 就把火撒到他儿子身上 欺负谁呢 太子妃美好气地逆了丈夫一眼 要是什么 让殿下不痛快了 只说出来便是 何必拐弯抹角地找儿子出气 苏元看热闹一般地在边上旁观 看着太子公爹 忽然尴尬起来的脸色 他赶忙地低下头 不断暗示自己 别笑 别笑 千万别笑 说来他太子公爹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也算掌握生杀大权了 可是偏偏对发妻张事 和嫡出的幼子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尤其他记得前世 已经是永家帝的公爹 好几次被试被戒时 已是皇后的发漆气到失语 以及踹石头出气 却疼得自己呲牙咧嘴 还有流药 那是使打时敢跟皇帝老爹顶嘴犯将 还要阴阳怪气地讽刺老爹的第一人 这样的壮举 但凡他老子对他稍微缺失一点父爱 他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苏元拽了拽丈夫的一百 低声说道 父王还是老样子 刘耀淡淡地瞥了眼他 父王就是这般性子 几日不讨母妃骂他一顿 他似乎就不太舒服 苏元一时雨节 不明白这家伙哪来的脸说自己老子 云氏冷眼瞧着动作亲密的刘耀和苏元 拧了敏唇 对着丈夫娇声道 夫君 你替我包个瞎好不好 美貌妻子撒娇 哪有男人会拒绝 更别说是刘烨这种 好好好 给你包给你包 刘烨擦了擦手 满脸宠溺道 旁边的秦氏自然听到了这夫妻俩的对话 不过他夫君对他一直都很好 所以他并不屑于在众目睽睽之下 显示夫妻多恩爱 但是刘烨已经很有眼力劲地 给妻子踢好了一叠子蟹肉 秦氏登时脸上也有了笑意 心满意足地享用起丈夫的心意 周策飞见状笑道 瞧瞧这些小年轻的夫妻 还真是一对比一对的恩爱 我看着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多岁呢 太子妃张氏也是一脸慈爱的 打量着底下的每一个孩子 儿孙自有儿孙福 可是只有儿孙过得好了 他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才算享福 等到宴席散去 苏元困得是哈欠连连 油药凑过来 累了 苏元随手失去眼角溢出的眼泪 好困啊 快点回去吧 我想睡觉 我抱你 苏元也不客气 还坏笑着反问 这里咱们的酒花糖可远着呢 你能行吗 思 某个小女人最近总是很喜欢各种挑衅她呀 油药觉得有必要找个机会 再好好的教训一下有些猖狂的小妻子 男人俯身 一手揽着她的腰 一手穿过腿窝 搂过她的双腿 将人稳稳地抱在怀里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苏元都很喜欢刘药这样抱着她 她是 安稳 苏元在这样的怀抱里 理所当然地陷入了沉睡 油药看着怀中睡容香甜的妻子 眼底是浓得化不开的柔情 后面跟着的随从们倒是担心会累到主子 殿下 碾叫就在旁边 您要不要将夫人放到轿子里 油药脚步依然干脆沉稳 不必 我抱着夫人回去便是 可 这里酒花糖还有些远 属下担心您累到 油药嘴角微微弯起 夫人这点重量 尚且累不到我 这是她要抱一辈子的人 怎么会嫌累 侍卫看着主子定在夫人身上一样的眼神 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她略有些失落地退到旁边 却还是忍不住 多看了几眼前方的那对碧人 真好看 什么都不说 也是好看的 进入七月 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 太子妃已经免去了东宫后院日常的成婚定省 这样的天 聚在一起 人越多越是热 即便是皇家 用兵也是个很奢侈的事 东宫各个院子 兵的分力都是有定数的 像刘章的院子里 除了正齐游氏还有两个侧氏 一个姨娘 以及两个嫡出的子女和一个树出女儿 每一处都要用兵 那这哪处多点哪处少点 可就大有学问了 游氏虽然处事公正 但底下的下人最是会见风使舵 自然是谁受宠 谁那里就过得好一点 而刘云 刘卓和刘叶娜 也都各有两个姨娘 兵都是正常的分力 对比下来 最滋润的就是刘瑾和刘耀夫妻俩了 没有多余的人 兵都是自己的 除了兵 最奢侈的便是荔枝了 这种珍贵水果 是地方每年献给朝廷的贡品 每点分量的人 别说吃 见都不一定见得到 但是苏源却很幸福的 能想吃多少吃多少 只因为他男人是皇帝老子 最偏心疼爱的宝贝大孙子 有要素来 是没什么口腹之欲的 吃几根新鲜劲过了 也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所以苏源和他商量了一下 觉得送一些出去给亲友 毕竟荔枝吃多了上火 也不好天天吃 家里的祖母和母亲 肯定是都要孝敬的 还有二婶三婶 还有几个姐姐那边 四姐那边就不用了 魏王府肯定也有 其实侯府那边也得了赏赐 但是肯定没有东宫那么多 所以 庆宁和安阳 一律都孝敬给了苏林氏 而小苏蕾不知道从哪得到的风 也吵着闹着要吃荔枝 庆宁束手无策之计 幸好是苏妙苏源都派人往娘家送了荔枝回来 一份苏妙和苏妙都没怎么在意的荔枝 在诚义伯府里 确实激起了一层不小的风浪 诚义伯府中子弟众多 二儿郎多 吃饭的嘴就多 加上府中光景大不如前 如今的诚义伯府早就只是表面的风光 那里是一点富裕也不能 哪里还敢肖想荔枝这样的奢侈品 还是于家的大姑奶奶寿扬伯夫人 派人给于老夫人送来了两斤荔枝 但于老夫人自己没舍得吃 悉数都给了小孙子于成 这样长孙媳妇真是那边 是一下忍不住闹了起来 真是不满于老夫人的偏心很久了 家里都这般光景了 还纵着宠着小孙子三天两头出去吃酒 那于成也都是已经娶妻的人了 却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还是那副花花太岁的样子 真是一时连苏静和于成都一块恨上了 就怨心恨一起发作 真是是铁了心要大闹一场了 于老夫人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自己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 旁人谁也管不着 真是也干脆把话挑明了 说要是于老夫人执意这般 那还不如分家各过各的 省得他还费心拿自己的嫁妆银子填补婆家的亏空 于老夫人被一个小辈指着鼻子说分家 当场气得昏厥 要死要活的威胁 长孙于战休妻 可于战于真是乃是结发夫妻 成亲多年 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还欲有一儿一女 怎么可能答应休妻 而且于战也是不满祖母的偏心已久 如今借妻子之口说出分家 实则也是她的心声 分家 分家 于老夫人被这两个字击的 一下子就病倒了 一份励志惹出这许多事 不免让人唏嘘 苏源也是往魏王府里 陪怀有身孕的苏妙 说话姐闷时才知道的 苏源 那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诚意博士的孝子 是断不会违背于老夫人的意思 同一份家的 苏源 这真是也是可怜 遇到这么偏心的长辈 苏妙叹了生气 于家兄弟不合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父母长辈的偏心 不只是于老夫人 成一伯和夫人 其实也多少 偏爱小儿子 妖儿总是惹人疼吗 若是在摊上个嘴巴甜的 就更好了 父母总以孝子来问责儿女 殊不知 儿女若是不孝其背后的种种渊源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三章 苏妙生子 并非苏源和苏妙 姐妹俩冷心冷清 不关心苏婧的处境 而且 她们很清楚 也很了解苏婧的个性 她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吃亏的 所以实在是用不到 她们担心什么 苏妙的月份越来越大 头次有身孕的年轻女子 面对临盆 心里总是充满着恐惧和忐忑 苏妙这段时间 就已经开始有些吃不好睡不好 静起人忧天的 想一些自己吓自己的事 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在十二月初的第三天 魏王府的嫡长孙很顺利的降生了 苏妙看到孩子的第一眼 差点没别过气 怎 猫 那 猫 愁 刘晓其实也觉得儿子不好看 但是又觉得 如果刚出生就被爹娘双双嫌弃 那儿子就有点太惨了 便强行改口 母妃说 刚生下来的孩子都是这样 展开了就好了 顺路前来探望的 刘耀文言心里默默的反驳 才不是 春歌和宁姐儿 都是一出生的时候就很漂亮 而且是越长大越好看的 魏王府世子妃 平安诞下长孙的消息传入宫中 献文帝大喜 亲自赐名 寻 新生命的诞生 总是让人喜悦的 亲爷爷为王妃反应最激烈 那架势 比他方便当爹的时候还要激动 嚷嚷着让王府管家失周散前 大摆流水席 王妃抱着软乎乎的大胖孙子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难得没有损两句脑子 又不太正常上课丈夫 苏元是在第二天才看到孩子的 苏妙整体气色也还不错 有说有笑的 苏元抱着孩子也不舍得撒手了 为王妃打趣道 阿元也快点生一个就可以抱自己家的孩子了 苏元眼巴巴的望着小寻歌 这种事 哪是我想有就有的 四下无人时 魏王妃说话直接的让人害怕 这有什么 你们这些小年轻 多努力努力 怀的孩子还不是容易的事 苏元一个活了两辈子的人 当即被这话腔的脸通红 忍不住带着一丝同情的看向苏妙 而苏妙回了她一个正常 习惯救好的眼神 魏王妃看着还在害羞的小媳妇 有什么好害羞的 婶婶说的不对吗 苏元捂着脸 满是娇羞 婶婶别笑话我了 魏王妃开怀一笑 继续去看孙子了 当天晚上 先一步沐浴好躺在床上的苏元 心扑通扑通跳得特别厉害 因为她今天晚上想干一件大事 想想就脸红心跳的大事 由要从预防出来 撇到床上空无一人 心里的那丝奇怪还没来得及生起 就被两只柔弱无骨的手臂 从背后抱住了腰 但凡鼻尖的心香味道不对 刘耀都要怀疑有 居心叵测之人 羡慕妖宠了 可是眼下 显然不是 她搭上自己腰间的那双小手 夫人这是作甚 苏元脸庞紧贴着她 宽厚有力的脊背 你 你觉得寻歌可爱吗 她话音落下的瞬间 就听得头上一声低笑 而后便是男人极其不正经的语气 夫人这是在向我求辞 苏元朝她腰间狠狠掐了一把 说正经的呢 她回手攥住她的手腕 两人带到前面的怀里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苏元干脆也不掩饰了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也让称歌快点来吧 刘耀垂某满是戏谑的看着她 那如果来的不是称歌呢 苏元一下被问住了 她还问没想过这种情况 不 不会吧 谁知道呢 今生发生了那么多变故 说不定老天还真就多给我们一个孩子了 多一个孩子 那 好像也还不错 又要懂了她的眼神 还是想要 这话问得别有深意 苏元脸一红 但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这下轮到男人忽然安静不说话了 就在苏元被她酿得不耐烦的前一刻 她呼得听见了自己身下不薄碎裂的声音 低头一看 你为什么撕我衣服 回应她的是 男人炽热到近乎滚烫的狂吻 嗯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四章 不带这样的 接下来的时间 苏元整个就是一个欲哭无泪 她起初还不明白 这男人无缘无故的 怎么又用力那么狠 直到这人凑在自己耳边 近似威胁地问她 有了孩子以后 孩子重要还是 她更重要 她才恍然惊觉 原来这个小心眼的男人 是又偷摸摸地打翻了醋瓶 要是别的男人吃醋 可能没什么 可这是刘耀哀 苏元比任何人都清楚 前世刘耀 有多么不将儿女私情放在心上 那家伙 身上简直就写着八个大字 为国为民 死而后已 前世那么严谨肃穆的一个人 此刻会斤斤计较地和她吃醋 和她表示各种 被忽视的不满 这样的反差 简直让苏元的心软得不成样子 同时又觉得新奇有趣 但是很快 男人就让她觉得没趣了 在已经要了两次水后 苏元累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推嗓着就想睡觉 别 不闹了 我困了 男人将她整个人翻了过来 双手捉住她细嫩白皙的小腿 一把将其纠缠到自己的腰间 这就要跑 夫人想要孩子 可不能这般没诚意 苏元累的不想说话 但是一听这又忍不住想踹人 她觉得这样的进度已经是够够的了 只要两人的身体都没问题 怀上孩子那是迟早的事 可偏偏这个矛盾又纠结的男人 一边不想这么快要孩子 怕孩子打扰到他们二人 一边又在晚上没个节制 苏元就没见过这么自相矛盾的人 她微微用力 想把自己的腿缩回来 但是被男人一手按住 随即又压了下来 外头首页的素心和明心 以为屋里头今晚到此为止了 两人都有些犯困昏昏欲睡呢 忽然就被女子的一阵娇软英明 唾气给惊得一个机灵 素心看了眼灯火通明的屋内 忍不住低声对明心道 殿下也推眉节制了 咱们姑娘身上都多少天没一处好的了 明心觉得这种话题甚是尴尬 可素心也说的实在有道理 她这几日伺候他们姑娘沐浴 那腰上腿上还有脖梗尖锁骨上 都是大片大片的痕迹 若是遇到个不知情的 还以为他们姑娘这是受到了什么非人的折磨 主子们的事轮不到咱们多嘴 快去叫下边再把水备好 素心晃晃脑袋 驱散了睡意 转身去下面吩咐人被水了 房内的苏源此刻真的是羞愤欲死 她也不知道这男人今晚是奶根筋不对 居然还换起地点了 恰如眼下 她本来整个人就已经体力不支 站着还是躺着 完全都像一摊没有骨头的软肉 摊在身边的人身上 等她喘着气 眼睛无意微睁开条缝 下一秒 她瞬间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支支吾吾 结结巴巴地半天词不成句 不 不带这样的 哪有这么坏的人 她赶紧装死 再次闭上眼睛 企图装晕装睡 但是男人岂会那么轻易放过她 沿着她的耳垂一路向下 从背后紧紧拥着她 动作不断 苏源也学乖了 不再不配合的光想桃 那样只会让这狗男人 越发贪得无厌 只有乖乖的配合 她才能舒服点 但是她还是不敢睁眼 毕竟她妆台上的那面镜子光线 实在是太好了 好的让她将两人的所有 都一览无余 苏源觉得 她以后都没有办法 面色如常的 坐到妆台前梳妆打扮了 待到天色将近破晓时分 房内的动静 终于是平息了下来 苏源整个人腰都直不起来 蜷缩着身子 由留药帮她清洗 揉腰和上药 而同样一夜 未睡的男人 却神采奕奕地换了身衣服 一脸好气色地出了门 还不忘吩咐素心和明心 夫人昨晚累坏了 让她睡着 你们去准备好早膳温着 让夫人醒了就能吃到 素心和明心领命而去 刑部的人明显感觉得到 六殿下的今日的好心情 平时寡言又少语的人 今日居然能在官员 问其早安之时 回了句同安 这可是让那卫行部侍郎受宠若惊 愣在原地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直到回过神来 嘴里还那喃喃的念叨 殿下和说我同安 外人都能看出来的是 刘晓这个亲堂哥 自然也不会看走眼 而且自从有了儿子当了爹 他也是一直春风得意 看谁都顺眼 至于这臭弟弟 今天怎么笑容这么不值钱啊 确实是有点奇怪 看完两个暗宗 刘晓忍不住凑到旁边 哎 我说 有什么好事和哥哥说说 有要嘴角纯现瞬间崩直 没有 别装 您刚才那嘴角都快撬到天上去了 说着刘晓 往刘晓面前桌上的暗宗看了看 更是惊呼 否则看个连环杀人的案子 能笑成那样 你是不是个变态 刘晓 他不肯说 那刘晓就自己猜了起来 我高兴是因为我当爹了 你这么高兴 难不成是弟妹 也有好消息了 刘晓没吱声 嘴角的孤独越发明显 没说话 那就是没怀上 那为什么这么高兴 刘晓有点不明白 殊不知他的这位堂弟 的确是还没当爹 可是昨晚却一直在为当爹而努力 而某人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半个月后的宫宴上 苏元对着平时最喜欢吃的清蒸芦鱼 此刻却是觉得兴气和泛物心 按照东宫的排列 笛数有序 他是坐在大扫游士的旁边 游士是有过身子的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点什么 弟妹 你的月信多久没来了 这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苏元当场就愣住了 虽然他一直说想撑哥和宁姐都能提前来 可其实心里还真的没什么把握 总觉得怀孩子这种事都是缘分 不是想有就能有的 却没想到 他居然真的这就怀上了 前世他怀上撑哥 是在和刘耀成亲一年三个月的时候 而现在 他们才成亲不到一年 他居然就有了 那 苏元脑中灯时想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他腹中如今的这个孩子会是撑哥吗 这个孩子的降临 到底是撑哥 真的提前来见爹娘了 还是 这是上天送给他们的另一个孩子呢 游士紧挨着太子妃 周里俩的动静 自然没满得过张氏的眼睛 游士一脸笑 母妃 弟妹可能是有身孕了 太子妃顿时洗上眉梢 当真 苏元怕让大家白高兴一场 我这也还没请太医把过脉 还不确定呢 太子妃一时也没心情看什么歌舞了 忙吩咐身边的人去请太医 然后拉着苏元就退出了席间 让游士周旋应对着 婆媳俩相互挽着手 苏元略退了一步 两人领着一群工人 不急不慢地往东宫走去 太子妃一脸关切 可是有哪里不舒服 苏元摇头 就是刚才席间看到于觉得有点恶心 其他的还好 除了今日犯恶心 其他时候身体还有没有什么异常 也没别的 就是是睡了些 到这的时候 太子妃心里已经有了七八成的确定 就等着太医来最后一下的肯定 胡太医匆匆而至 张氏直接免去了行李 让她赶紧给苏元把脉 太子妃这般急急忙忙 胡太医还以为这六夫人的身体有什么差错 忙认真的整起脉 片刻后 胡太医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随即拱手向太子妃拜倒 成功洗太子妃娘娘 夫人这是喜脉啊 得到最后的确实 婆媳俩心里都松了口气 太子妃 那夫人脉相如何 今日这般可有动了胎气 太子妃放心 夫人脉相沉稳有力 腹中胎儿也是健健康康 定是能平安诞下一身体壮士的小皇孙 太子妃这下心里的大石头是彻底落下了 随即下令 和宫上下皆有赏钱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奏的表情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五章 游喜 今日这宫宴 男和女眷是分开的 尤耀和刘章也是被县文帝关在御书房 帮其处理奏章 其实一开始县文帝叫的只有刘章一人 但是作为亲大哥 怎么可能放过自己一手带大的亲弟弟呢 处理奏章这么愉快的事情 怎么能不让弟弟一起参与到里面呢 于是乎 县文帝本人高高兴兴地在公宴上 高高兴兴地吃吃喝喝 还有美艳的灵人献舞唱曲 而两个大孙子 没吃没喝 在御书房抓耳挠腮地 帮老爷子处理着奏章 刘耀平时太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情 此刻都已经有些生无可恋了 大哥 其实这种事 你不一定非要找我的 刘章一个眼刀过去 什么意思 你想抛弃你大哥自己走 不是那个意思 有要企图给自己找一个顺当一点的理由 大哥 你看 你未来是要接黄祖父和父王的位子的 你做着这些事 那是理所应当 可要是被那些文官御史 知道我也参与其中了 那肯定要上纲上线的大作文章 虽然咱们俩是手足情深 可是那些说风言风语的人 肯定不会少 到时候传出去 对你对我都不好 有张脸色半颗松动也无 你放心谁敢说这种闲话 黄祖父肯定第一个拔了他的舌头 还有就算将来是我 那现在也有你的份 你也姓刘 还是我的亲弟弟 你不帮我谁帮我 刘耀还想挣扎 我 闭嘴 抓紧时间看吧 早点看完 早点回去 行吧 老大哥发话了 做人小弟的 只能听命 还未等刘耀拿起下一本奏章 长明忽然喜气洋洋地跑了进来 殿下 刘耀 什么事 长明气喘吁吁 夫人 夫人他 一听事关苏元 有要眼神一鸣 声音也带了丝急躁 夫人怎么了 你倒是说啊 夫人他有喜了 有身孕了 长明也是 真心替主子高兴 脸上的笑意止不住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 听说了这个消息的殿下 反而是呆在了原地 由张一本奏章甩了过去 直接呼在了那张风仪无限的俊脸上 没好气道 怎么 知道自己当爹了 高兴傻了 而回应他的是一个急迟如风 匆匆离开的背影 而媳妇怀孕是喜事 太子妃一点也没藏着掖着 当即就让人去禀报了陛下和太子 顺便还让底下的嬷嬷去告知庆宁郡主一声 虽然已经有好几个虫孙子了 可县文帝知道这个消息还是由衷的高兴 孙子和孙子是不一样的 那虫孙子和虫孙子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县文帝疼爱刘耀众人皆知 眼下更是大手一挥 赏赐了大批的补品和珍宝 当晚就送到了九华堂 不出一个晚上 东宫六夫人有身孕的消息 几乎就传遍了京城的贵族圈 等到身边人都高兴完了 长辈们的兴奋进过了 刘耀和苏元夫妻俩才能得以躺下来好好说会话 晚间两人相互依偎躺在一起 尤耀的一只手放在苏元的小腹 似乎还是难以置信 真的有了 难道胡太医的话还会有假 苏元美好气地称道 胡太医是太医院之手 医术超群 自然不会连个喜脉都能诊断错误 尤耀也意识到自己这是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可她真的不敢相信 他们居然真的这么快就有孩子了 你说是称歌吗 苏元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是不是称歌 都是我们的孩子 说不定 世上天赐给我们的另一个孩呢 她的眼神温柔至极 像春日暖阳下的柔光 闪烁着动人的神采 某个小心眼的男人心里的醋瓶子又打翻了 她都没用这种眼神看过她 吸取上一世的教训 这一世从怀孕医史 苏元就严格遵循着太医的主妇 以及那些有经验的嬷嬷们的话 甚至还想把某男人赶去书房睡 没别的 这男人老是动手动脚的 她怕动了胎气 但在男人死皮赖脸的软磨硬泡下 她失败了 没能把人赶出去 但是也是坚决地在床上划分出了楚河汉界 严格勒令其不许过线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睡前好好的 醒来时总是发现自己又躺在了某人怀里 除此之外 在饮食方面 苏元也是管住了嘴 不该吃的一律不吃 不能碰的一律不碰 苏妙来看她的时候都说她有点小心谨慎地过了头 可没办法 前世在生孩子的时候受了大罪 心里难免有阴影 小心使得万年传 周全仔细点 总是没错的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六章 前世她明白得太晚了 除了苏元世事小心 刘耀更是直接告了一个长达十个月的长假 理由就是想全程陪伴孕妻的妻子 县文帝乍一听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气嚷嚷地说道 你像真告十个月的假 这是你媳妇而生孩子 还是你生 刘耀脸色不变 阿元初次有孕 我怕她心里害怕 所以想陪着她 还请祖父体谅 县文帝自问 不是顾不自封名顽不灵的老迂府 孙媳妇怀孕了 小夫妻感情又好 孙子多陪陪 这是应该的 可这犯得着陪十个月吗 东宫有的是有陪产和伺候经验的丫鬟婆子嬷嬷们 她一个大男人戳在那能干什么 这以后难不成她媳妇每次有身孕她都要陪着 县文帝一开始肯定是没同意 但是她也没为难自己的宝贝孙子 特地声称准许她公务不忙的时候 可以回东宫陪伴出有身孕的妻子 但刘耀不太满意 不死心的还想继续讨价还价 祖父刑部的暗宗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有堂哥在就足够了 孙儿在与不在 其实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县文帝深呼吸了口气 这也不是没见过疼媳妇的 你大哥也一向是个知冷知热的 可也没像你这样 媳妇刚怀上孩子 你就想一点事都不想干了 你媳妇身边那么多人伺候着呢 丫鬟婆子一大堆 还有你母亲和你大嫂 你要是还不放心 正在派宫里两个私要女官随身候着 你又不懂妇人生孩子的事 就算陪着能干什么呢 刘耀低着头没有反驳 也没有说任何话 她和祖父之间向来是可以无话不谈 可唯独这件事却没有办法直说 她不能告诉祖父 前世她也是这么以为的 总觉得她身边有的是人伺候 太医和宫里的女官也是随教随到 补品和各式的药材肯定也都是选得最好的 她在与不在身边没什么要紧的 反正她也不懂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她因为各种各样的公式 两次都错过了孩子的降生 没有在孩子出生后第一时间看到他们 也没有陪着妻子一起度过怀孕时期的各种变化 这些事情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 那个时候理所当然的觉得 好男儿志在四方 怎么可能为这种小事绊住了脚 也是在妻子去世后 那些当时只倒是寻常的日子一去不再 她才慢慢地明白 其实所谓的长相厮守 不是什么惊心动魄时的生死相随 也不是大难来临时的不离不弃 就是平淡无声的日子里 夫妻间如影随形的默契和陪伴 但是 前世她明白得太晚了 以至于等她明白了这些的时候 妻子已经与世成词 再也没有听她说这些话的机会 在妻子去世多年后 恰逢黄妹留乐生产 驸马又不在府里 公主府里的下人便找来了她 那是她第一次在产房外 目睹了妇人从开始痛到生下孩子的全程 丫鬟们捧着一盆又一盆的血水 匆匆从她身边走过 仿佛在和上天抢人 黄妹撕心裂肺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她作为兄长 心疼是必然的 但当时电光火石之间 她第一时间想起的 是当时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 还记得下人们曾说过 王妃生郡主食难产 那当时 她肯定是比现在的黄妹更痛 更无助 后来 黄妹成功诞下孩 驸马匆匆赶回的时候 她气上心头 急头白脸的训斥了妹夫一顿 斥责她妻子临近生产 为何不时刻陪着 反而要在这个时候出门 驸马也没想到 会是这般情况 任由救凶则被一言不发 而她看着那样的妹夫 却是突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那么多年 苏燕一直不待见她 她自以为相敬如宾夫妻和谐的那些年 在外人眼里 甚至是在妻子眼里 可能都是死水一般 积不起波澜的婚姻 她对仅仅一天 没能陪在妹妹身边的妹夫 都控制不住气急败坏的指责 那苏燕旁观了 她和苏燕这么多年的聚少离多 又怎会对她有一丝好的观感 前世错失的太多 所以今生她就是要把所有的 最好的一切都给到她的阿元 不仅是心之所向 更是前世来不及的那些弥补 见刘耀一直低头不出声 现文帝以为这倒霉孩子 又在和自己置气 无奈地闭上眼睛 行了行了 你去吧 反正就像你说的 行步也不是没了你就不行了 实在不行 就让你堂哥顶着吧 她媳妇而生孩子的时候 是都撂在你身上了 现在她也该报恩了 这话就正中刘耀的下怀 人顿时就有了笑脸 谢过黄祖父 现文帝哼哼唧唧地挟了她一眼 你愿意陪着也好 小姑娘第一次当母亲 心里肯定是害怕的 你祖母当年怀你父亲的时候 震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 没能赶得回去 没能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儿子 再后来 你祖母又怀上了你二叔 这次看是看到了 可你父亲那个时候 终究是成了心里一个迈不去的坎 和一个终身都弥补不了的遗憾 刘耀眼睫微动 祖父 您 反正现在没什么大事 你们小夫妻又刚成亲 正是逆里调油的时候 朕也不当这个恶人 就准了你的告假吧 刘耀灯时喜上眉梢 多谢祖父 孙子高兴了 现文帝心里也忽然就舒坦了 果然啊 他就是偏心的 朕佐哥让他们收拾私库的时候 有几位对孕妇滋补极其有效的珍品 朕已经让他们送到东宫了 这回估计你媳妇已经收到了 有药 各处送来的补品数不胜数 实在是不需在家了 您年纪也大了 自己用便是 现文帝顿时横眉一束 朕那是给自己重孙子的 关你什么事 行了行了 朕一日见你不能太久 否则非被你气死 滚回去陪你媳妇吧 有药果然很圆润的 就真滚了 而且滚得很快 有药告假十月的消息 在东宫不静而走 太子和太子妃都没觉得没什么 年轻的小夫妻 感情自然好 而且有药这个刑部的差事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 刑部那边大小官员一大堆 轮不到一个皇孙撑着 告假就告假呗 但是那些轴礼们 对此可就是颇有微词了 大嫂游士自然不会说别人的长短 二嫂李氏也只是感叹了句 养人感情好 其他的也就没有了 至于秦氏 虽然心里很羡慕这样 夫君无时无刻陪伴着的弟妹 但他更觉得男子和大丈夫 应该有自己的外面的天地 至于云氏 那可真是酸到了家 他三个月前刚生下了第一个女儿 可是他怀孕的时候 丈夫不仅没有时刻陪伴 反而是在他有孕不方便的时候 给两个通房丫鬟破了身 差点没把他气死 要是平时 养个没名没分的通房丫鬟 他也不会放在眼里 可关键 这是在他怀孕的时候 他辛辛苦苦地怀着孩子 可他却是一点都等不及地 拉着别的女人做那种事 真的是想想就恶火 眼下又有了个 刘妖告假十月陪伴妻子的 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 云氏真的是想想就酸 酸得不得了的那种 他明明容貌和家世 都不比苏氏差什么 为什么六爷 就能一心一意地对苏氏 至今连个通房丫鬟都没碰过 而他们家那位四爷 却是似乎离了女人一晚 就能原地爆炸似的 云氏心里不痛快 但是嘴上又不好说什么 就隔三差五地去酒华堂 美其名曰是探望弟妹 怕苏元无聊 所以过来陪他说话 苏元一开始以为 这云氏是在做面上功夫 所以也端着笑脸应付了几次 可是在一连三天 云氏每天都来后 苏元心里瞬间有点不太明白了 这是闹哪一出 他和云氏好像关系 没有好到这种地步吧 而且就算他和大嫂 游氏关系 现在已经亲近到 和家里的姐妹差不多 大嫂也不会每天都来 最要命的是 云氏一来 就要做个一两个时辰 强行找着各种话题 和苏元说话 孕期人本就容易累 苏元是真没那么多精力 来应付他 但是又不好直接赶人走 一来二去 刘耀就出手了 他对这个四嫂 本来就没有好的观感 这会还天天来打扰他和妻子的独处 他 怎 猫 可 能 在 人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67章 两家的孩子可怎么称呼 但是苏元不太放心让刘耀来解决这件事 毕竟大家还是同一屋檐下的轴理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闹得太僵以后 彼此间见面也尴尬 刘耀无奈 只得是将此事直接告诉了自己的母妃 太子妃知道后 便下令让苏元安心静养 其他人无事的话 一律不许叨扰 这下紫芸是心里就更不爽了 在自己院子里 气呼呼地摔碎了两个青花瓷瓶 贴身的丫鬟赶忙来劝 夫人这是做什么 摔坏东西是小 可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您和六夫人井水不犯河水 何苦和她置气呢 云氏 我就是心里不服气 没成亲之前 上京城中的贵女圈里 她就压了我一头 现在嫁了人成了轴理 她还是过得比我好 凭什么这全天底下所有的好事 都能落到她苏元的头上 丫鬟 夫人说哪儿的话 您未出格时 也是名满京城的名媛淑女 那苏家姑娘 最多和您平分秋色 几时能压得过您的风头 听着丫鬟的这些话 云氏心里好受了点 叹了生气 开始自怨自艺起来 但还是不得不承认 苏元就是比我命好 又殿下又俊美又专情 可比那个见招美人 就走不动到的四爷好多了 丫鬟提醒 夫人可要慎言 四爷不论如何 都是太子的骨肉 皇家的血脉 岂容他人诋毁 云氏冷哼道 我还说错了 正经的差事 没看他干出什么名头 才能是东宫这几位殿下中 最不突出的 院子里的女人 倒是最多的 哎呀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嫁给了这么个人 丫鬟 夫人稍安勿躁 四爷虽说是 才能S逊色了点 但也确凿 无疑是姓游的皇子龙孙啊 待太子登基后 那也是和其他几位殿下一起 封亲王的 到时候 您可就是王妃了 听到王妃这几个字 云氏脸上的不愤和不平 已经散得所剩无几 是啊 没本事不要紧 要紧的是 这个男人会投胎 是太子的儿子 虽然以那资质 肯定是和那个位子无缘 但一个亲王的位子 是肯定跑不了的 罢了罢了 就这样吧 再者就是 他家这男人 虽然好色了点 但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听他话的 为了王妃这个位子 人人也不是不可以 没了云氏每日的多叨扰 苏元开心地 做起了一个最听话的孕妇 刘耀将全部的太医的叮嘱 都记录成册 每日都严格按照太医的嘱咐来 饮食既要有婚有素 营养周全 也不能太过油腻 饭后更不能立刻躺着 要多走动 因此 每顿饭后 刘耀都扶着苏元在院子里 或是去花园里走一段时间 苏元全身心地 顾着肚子里的孩子 而刘耀则全身心地顾着他 两人共同准备 迎接着新生命的到来 刘耀也尽全力弥补 前世没能陪在他身边 陪他生产的遗憾 而苏元通过孕期的各种感受 觉得腹中的这个孩子 应该是称歌无疑 前世他怀称歌的时候 也是特别的嗜酸 而且十分怯热 胸口像揣着个火炉似的 油耀虽然也希望 这个孩子是称歌 但又怕最后若是不是 两人难免的失落 对这个孩子会有不公 便说道 这也说不准 母妃说怀男孩 都是你这种反应 你现在肚子里这个 可能是称歌 也说不定是上天这辈子 赐给称歌的哥哥呢 苏元懂他的意思 心里也不再多想什么 苏妙家的寻歌 一天天的长大 小家伙长得圆嘟嘟胖乎乎 别提多招人喜欢 尤其周岁燕抓周的时候 抓了个金元宝 可把他爹流小气的不行 这是生了个财迷儿子 但是苏妙却很高兴 他们这样人家的孩子 都是在金窝里长大的 抓着个金元宝 不是太正常了吗 有小刘要是堂兄弟 苏妙苏元是堂姐妹 如今堂哥变姐夫 堂姐变嫂子 两对四人这关系 的确稍微有点复杂 大嫂游士还和苏妙开过玩笑 说你们两家的孩子 可怎么称呼是好 苏妙还真想了想这个问题 但是自己没想出个所以然 又跑去问刘耀 你说 寻歌以后怎么叫我 是我叫婶婶 还是叫我姨姨 是叫你叔父 还是叫你姨父 刘耀淡淡地笑着 孩子自己想怎么叫 不过我倒是希望她叫我姨父 苏妙娇笑着在丈夫身边躺下 没有说话 巧了 她希望寻歌以后叫她婶婶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六十八章 你是此生之爱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 苏妙欣喜也沉溺于 这样平静安宁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日子 但是有些时候 天总是不遂人愿的 苏妙月份六个月的时候 宫里传来了个不太好的消息 县文帝病倒了 几十年前的时候 亲近之人就发现县文帝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每日请平安卖的太医也说 虽然看上去精神尚渴 但毕竟年岁大了 加上年轻时战场上的那些旧伤 陛下的身子在这一年不到的时候 亏得不是一点半点 这消息根本就瞒不住 每日上朝时 陛下的气色如何 大臣们最清楚 刘章 刘晓 刘耀 三人是县文帝嫡子之下的嫡孙 苏来最受宠爱和器重 嗜毒情深 这个时候 三人恨不得全天后陪在县文帝身边 生怕一时有个闪失来不及感到 其中刘耀最忙 苏元那边肚子越来越大 他看着都触目惊心 祖父这边 他又是同样割舍不下 只能是两头跑 苏元心疼他 提出让他安心照顾祖父 自己这边吻婆都准备好了 无需他担心 可他越是体贴懂事 尤耀就越是不同意 如今的这个孩子 从怀上到孕期的这几个月 他陪伴了这个孩子 一点一滴的成长 从什么动静 都没有的小豆丁 长成了会隔着肚皮 踢他拳头的顽皮的小家伙 即便还没出生 尤耀对这个孩子 都已经是倾注了全部的父爱 祖父是他至亲的人 但孩子同样是他的骨肉 还有亏欠良多的妻子 刘耀宁可自己辛苦 也不能抛下任何一方 朝堂的大臣倒是还算镇定 毕竟陛下的年龄在这 众人士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加上这么多年 太子地位稳如磐石 若是陛下有何闪失 皇位的过度 丝毫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 魏王虽然也是嫡子 但这家伙的性子 要是让他当皇帝 他恐怕得收拾包袱连夜逃跑 至于韩王 野心是有 但没资格 本朝的江山 稳稳地一直都在嫡子手里 也不是歧视庶子 本朝君主和发妻感情都不错 嫡出的长子更是争气 品行俱嫁 没道理大好的家业 不给嫡子给庶子 基于如此 就算韩王的野心 众人看得出 也从来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 但即便如此 苏元知道 有前世记忆的刘耀 肯定会设法提醒太子提防韩王 朝堂的波鬼云爵 都是属于男人们的 苏元虽然也担心县文帝的身体 但他如今这情况 太子妃压根就不许他出门 苏元也理解 身子这般笨重 走两步都吓人 更别说出门了 又是一个东宫男人 集体晚归的傍晚 苏元坐在九华堂的院子 一手搭着高高隆起的小腹 望着天边即将落下的夕阳 连颇老矣 美人迟暮 总是最令人惋惜的 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县文帝都是苏元很尊重的长辈 但生老病死的轮回 即便他是重生之人 也改变不了什么 虽然病得有些重 但好在习武的底子还在 县文帝撑过了这一次 不过也是伤了很大的元气 老人家躺在病床上 虚弱地笑道 别担心 朕还要等着看 孙媳妇儿肚子里的虫孙子呢 床踏边伺候的太子 魏王 还有刘章等人文言 都不由得鼻尖一酸 父皇 祖父 县文帝白首示意 他们都退下 行了行了 都回去吧 朕没什么大事了 还不忘问刘耀 你媳妇 那应该快生了吧 是 刘耀眼睛很红 眼底一片乌青 看得县文帝心疼得不行 要是腿脚利落针 恨不得一脚踹回东宫的床上 让他好好睡个觉 快回去陪着吧 这回说不定什么时候 孩子就要出来了 放心 看不到这个重孙子 朕不舍得走 太子湿了眼眶 父皇 您别说这种话 您还能看好多个重孙子呢 县文帝 几乎没什么说话的力气 朕累了 想睡会 你们都退下吧 太子魏王等人应了声 随即先后走了出去 以过而历之年的魏王此刻 像个无措的孩子 拽着太子的衣襟 大哥 父皇的身体 太子强行把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忍了回去 拍了拍魏王的肩膀 咱们大了 父母总有这么一天 父皇不喜欢人哭哭啼啼的 所以不要在他面前掉眼泪 让他心烦 其他的 便尽人是知天命吧 后面刘章刘小刘要三人互相对视 沉默不语 天色渐深 苏元由肃心扶着 在院子里散步 眼睛不时往正门那里张望 肃心 奴婢去厨房传饭那回 听说太子殿下还没从宫里回来呢 苏元 希望佛祖庇佑 陛下能平安无事 正说着 明心满脸喜气的小跑了过来 夫人 殿下回来了 苏元顿时眼睛一亮 明心这边话音刚落 苏元就注意到了正门那里的赫然出现的高大人影 正是他期盼了一下午的丈夫 苏元快步地赢了上前 他如今这肚子走两步都看得刘耀胆战心惊 他飞身上前 将他揽进怀里 严肃道 别走这么快 摔了怎么办 祖父那边怎么样 苏元顾不上他的指责 忙问道 已经没事了 但是身体还需好好调养 苏元心头顿时松了下来 那就好 又要弯腰将他抱了起来往屋里走 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外面 苏元顺势搂着他的肩膀 隔得近 他眼下的无情他 看得一清二楚 你不回来 我心里着急 就怕有什么事 你和父王大哥他们用过饭了吗 吃过了 还有二叔和堂哥一起用的晚膳 走进内间 将他轻轻地平躺着放在床上 我去清洗一下 马上回来陪你 苏元点头 等男人披着睡袍头发还滴着水的 从浴室走出来 苏元恰好也刚换好睡衣 苏元看到了男人眼下的疲倦 想让他好好休息 但男人只是抱着他一起躺下 下巴抵着他额前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黄祖父那边算是挺过了这一遭 但身体比之前是更虚弱了 苏元 那太医有没有说 刘耀懂他的意思 哎 不太妙 黄祖父年轻的时候 是没少挂帅出征将场厮杀 身身浅浅一身的伤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 一旦老了 就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胡太医和父王二叔说了个大概 祖父最多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那就是和前世差不多的时间 苏元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往他那边靠了靠 留药 放心 都经历过一次了 我没那么脆弱 话是这么说 但是和亲人天人永隔的痛 不管重来几次 谁又能真正释怀 苏元伸手抱着他 生老病死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 往后你多陪陪祖父吧 留药回首也将他抱住 祖父重要 你也重要 祖父与我 是至亲 而你 是我此生至爱 好端端的说什么情话 苏元很不争气的烧红了脸 赶紧睡吧你 脸色都插成什么样了 心疼了 他逮着机会就不正经 苏元确实难得没反嘴枪他 双手抚着他的面颊 紧了亲眼前的薄唇 是心疼了 你现在这样 一阵风都能给你吹跑了 你可得赶紧给我把身体养回来 我可不要一个瘦弱的病秧子一样的夫君 哪里就那么夸张 又要低头看了看自己囚禁有力的地膀 和这硬邦邦的腰腹 不明白这女人是怎么做得到 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但 如今她说什么 便是什么吧 她高兴就好 至于她是不是真的和病秧子一样 雷若无力了 等她生下孩子 她自会证明给她看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69章 是称歌 11月初的午时 刚准备用午膳的苏元 忽然觉得小腹处一阵一阵的疼 身边伺候的人瞬间有数 这是要生了 好在身边又是有经验的嬷嬷 迅速让底下的人 拿来了所有需要的物件 最好的吻婆也早就就位 刘耀从太子的书房 一路狂奔回了九华堂 明明那么几步路的距离 她却觉得尤为的漫长 等她赶到九华堂的寝殿时 苏元已被推进了提前准备好的产房 太子妃和大嫂游士也已经在那了 刘耀眼眸充血一般 母妃 安缘怎么样了 太子妃 你别着急 夫人生孩子没那么快 要先开公职 一步步慢慢来 刘耀 这种生死时刻如何能慢 游士 六弟不懂这些 太一和吻婆都是最好的 你安心等着弟妹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便是 刘耀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夺步就要往里冲 我看看去 太子妃一把将其拽住 你个大男人进产房做什么 你又帮不了阿元什么 游士也劝 是啊 六弟 你放心 太一和吻婆都说 弟妹这一胎保养得极好 生产定是没有大碍的 刘耀强逼着自己冷静冷静 却发现根本不行 一墙之隔 她清楚地能听见阿元痛苦的低气和忍痛的英宁 而丫鬟们急急匆匆地端出来的一盆盆血水 也是让她恐惧到了极点 啊 刘耀再也忍不住了 正着太子妃就要往里进 母妃 你让我去看一眼 就一眼 傻孩子 你进去什么也做不了 那就让我看着她 我不看着我心里难受 刘耀几乎是要哭出来一样 求着自己的母亲 太子妃当下一愣 她很多年没见过儿子 露出这样惊惧的神情 她似乎已是什么事都稳操胜券 成竹在胸 已经没有任何是能让她烦恼或是恐惧 而现在 因为妻子生育的痛苦 她变这样 太子妃一直以为刘耀对苏元只是一般的少年慕爱 却不曾想到 他们之间何时竟有了这样深厚的情谊 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何说 以及说些什么 游氏 六弟 产房男子不宜进入 你还是在外面安心等着的好 素心这时恰好出来报信 殿下 尤妖看到她 急忙问 夫人怎么样了 殿下放心 夫人开公口很顺利 夫人让奴婢出来 向您报个信 让您别担心 也别着急 小主子养得很好 夫人定会母子均安的 尤妖喘着粗气 听到这些话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太子妃 好了好了 快回去 陪你在夫人身边 素心行了一礼 赶忙又跑了回去 游氏 六弟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别自己吓自己 弟妹好着呢 又要稍稳住心神 被太子妃拉到一边坐下 但她此刻也没心思和母亲说话 只是盯着产房那边一言不发 产房里陆续传来了吻婆的一声声用力 在十点进 以及苏元的嘶吼和痛吟 好在 腹中的孩子是个心疼娘亲的 随着一声清脆洪亮的小儿啼哭声响起 屋内屋外的所有人心里顿时都松了一口气 只除了流药 吻婆静了手便急忙出来报喜 恭喜太子妃娘娘 恭喜六殿下 夫人生了个哥 是个大胖小子 流药对孩子如何 不怎么关心 夫人怎么样 可还好 殿下放心 母子平安 只是生产耗尽了力气 睡了过去 待醒了就没事了 太子妃大喜 好 好 下令九华堂的工人 美人皆有赏 吻婆和太医 更是赏银丰厚 流药没心思管这些 产房稍微收拾好 她就迫不及待地进去了 由事拦都拦不住 太子妃 让她去吧 女子生产这般状况 没见过的人 真能被吓坏 流药进去的时候 房内的空气中 还很明显地能闻到血腥 素心和明心 向她行了一礼 殿下 她慢慢地走到床边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床踏上 女人苍白如纸的脸色 和唇色吓了一跳 和前世 她日夜赶路回来 目睹的那个状况 还好 还好 幸好她还好好的 幸好她平安生下了孩子 她就这么在床边坐着 如母抱来孩子 她也只是极其敷衍地扫了一眼 便让抱着出去 以防小孩子突然哭闹 吵醒了苏元 如母头次看到这么白胖 惹人喜爱的娃娃 被父亲忽视得这么彻底 不禁感叹 这六殿下和夫人 当真是情笔金尖 等到苏元悠悠地睁开眼 刘耀是第一时间察觉 并凑了上前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 还痛不痛 一下子三个问题 苏元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当了娘的女人 最关心的 永远是自己的孩子 孩子呢 男孩女孩 刘耀 说是男孩 说是 苏元抓住她话里的字眼 你难道没看过孩子 刘耀 你不醒来 我不想看 苏元 行吧 那让如母抱过来 我瞧瞧 到底是不是称个 刘耀 好 如母抱来孩子 苏元姿势极为熟练的 接过墙堡中的婴儿 只一眼 她眼中的泪水便潸然而下 不会错 是她的称个 真的是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十章 感情要从小培养 苏元抱着孩子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怎么指都指不住 如母心生奇怪 这竹母怎么见到这么好看的孩子 不高高兴兴的 反而掉眼泪 但还是下意识劝道 夫人快别哭 月子里哭 可是伤眼睛呢 素馨已经拿了温热的帕子走上前 替苏元仔细地擦拭着 如母想把孩子抱去喂奶 但苏元却怎么也不舍地撒手 让我再抱一会 如母 夫人刚生下孩子 万不能久坐 仔细着腰疼 刘耀一听这话 便立刻要把孩子抱走 苏元还是不甘 你再让我抱一会吗 以后有的是时间抱 你现在先好好休息养身子 好吧 艳恋不舍地 让如母抱走了孩子 苏元重新躺下 握着刘耀的一只手把玩着 是不是把你吓坏了 刘耀亲了亲他的手背 现在没事就好 苏元知道他是要面子不肯承认 他都听到他在院子里的叫唤声了 还能有假 别扭的男人 小家伙出生 最先来探望的 便是小家伙的几个伯伯伯母 还有祖父祖母 太子抱着小孙子 笑的眼闻都露出来了 太子妃在旁边提醒 你不是说父皇给苏儿赐了名吗 太子 哦瞧我这记性 父皇亲自给七郎赐名为称 小家伙在东宫这一辈的子弟中行妻 出生以来 因为名字迟迟未定 所以所有人都是七郎七郎的叫 称 意味珍宝 宝物 偏爱之意毫不掩饰 由要和苏元心有灵犀的相视而笑 有了名字后 身边的人就不单单是七郎七郎的叫了 亲近的人一律都换称歌 其中最喜欢称歌的 要数寻歌了 小家伙今年也才两岁不到 可已经一脸的聪明香 第一眼看到熟睡的称歌的时候 小手就轻轻地搭上了称歌粉粉的小脸蛋 嘴里嘟囔着弟弟 弟弟 苏元温柔地看着两个孩子 弟弟还小 不会说话 等长大了 就可以和寻歌一起玩了 寻歌还不是很懂这些 但是弟弟很乖在睡觉 那他就在旁边看着 容母想抱他离开小家伙都不让 苏妙觉得奇了 看来到底是是血浓于水 你不知道 我们家这臭小子平时有多傲娇 前几天我婆婆大寿 宴请了京城的官眷夫人 以及其女眷 为国公的小孙女瑶瑶 那叫一个玉学可爱 小姑娘一直向寻歌的方向看 我就想让寻歌陪小妹妹玩一玩 结果这家伙直接正开 自己就要跑 还因为动作太快 差点摔了 苏元文言捧腹大笑 勾了下寻歌肉嘟嘟的下巴 寻歌 你这样以后讨不到媳妇可怎么办 苏妙一点也不觉得这个话题早 她甚至对儿子未来的婚事非常八卦 以及充满期待 我跟你说 你表哥家的瑶瑶 我是真喜欢 小姑娘长得好看 那双眼睛水汪汪的 看到人心坎里了 我本来就是想让两个孩子 以后好好在一起玩的 结果我家这臭小子 那么不给人家面子 小姑娘当时也是委屈的不行 差点要哭出来 苏元是真惊呆了 寻歌这才不到三岁 她这姐姐就开始考虑儿媳妇的问题了 这也太早了吧 苏妙看懂了妹妹的眼神 你不懂 这感情从小培养 那不是多层保障吗 知根知底的比什么都强 那你这也太早了 养孩子加起来都不到五岁 你就操这个心 苏元还是不太理解 好姑娘太少了 那可不得从小就开始物色起来 你以后也得替称歌看着点 苏元 这种事还是要看孩子自己 摇摇再好 你家寻歌要是不喜欢 那也没办法 姐俩说的一个比一个热闹 连以后要是生了女儿 给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婿都聊到了 越说越没个边 苏元坐月子期间 苏家时常有人过来探望 苏恒和苏陈是外男 不太方便进东宫后院 但是又都想看孩子 思来想去 两人一咬牙 看孙子比脸面重要 豁出去和太子说一说呗 外祖父看外孙子 天经地义 太子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 眼盲就让人安排了 两个侯爷自然还是不能进后院的 便让儒母将孩子包好 抱来了他的书房这边 苏恒一见到人 是一把从儒母怀里将孩子抱了过来 那动作看得太子心里都发颤 苏恒你仔细着点 这是你外孙子 不是你军营里的大头兵 苏恒嘴上答应着 实则一个眼神都没给太子 得得得 陈知道了 瞧着孩子 长得可真好看 苏陈也偏头一脸慈爱地看着 那也不看看孩子的父母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孩子不好看 哪还有天理了 这话说得中听 太子和苏恒都这么觉得 苏恒 这眼睛看上去像阿元 嘴巴像他父亲 太子 都没睁眼你 怎么看得出像谁的 苏恒 就这么感觉得呗 太子 苏陈在旁边看得很眼馋 大哥 给我也抱抱 苏恒哥脖转到一边 不行不行 我还没抱够呢 太子一脸嫌弃 你们家苏恒成亲也够久了 怎么一直没消息 说起这事 苏恒和苏陈都是面露愁容 苏恒和叶嫣然成亲到今 也有一年多的时间 小两口什么都好 可儿媳妇的肚子就是没动静 也请过大夫仔细地把过脉 都说这两人都是健健康康 没有丝毫的问题 可就是怀不上孩子 都一年多了 别人家的孩子都满地跑了 他这膝下连个孙子都没有 苏恒想想就很愁 偏偏儿子和儿媳妇感情很好 那就肯定不能往儿子房里塞别的女人 可一直没有生养也不是回事啊 太子看着两人神色 便知是有难言之隐 怎么 若是有什么要用到宫里太医的地方 尽管说话 苏恒 谢过殿下了 孤于你们 是儿女庆家 无须外道 大嫂迟迟未有生养这事 苏元自然也是从母亲庆宁郡主那里听说了 她倒是没有太吃惊 因为前世大嫂也是在成亲将近两年的时候 才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若是时间不变 那起码还要再过个几个月才会有消息 这方面 苏元帮不了什么 只能是不断地宽慰着母亲 大哥大嫂都还那么年轻 身子又没问题 孩子总会有的 另外 苏元也劝母亲 千万别和大嫂那边闹出什么不愉快 这种事 如今心里最难受 最着急的就是大嫂了 这个时候 若是家人都不予理解 那这日子可当真是没盼头了 庆宁本就不是恶婆婆 嫣然自嫁到苏家 她一直是当做自家孩子一样看待的 自然不会因为这事就变了脸色 但庆宁这当婆婆的心理 也是难免着急和隔应 但是再着急再隔应 也都得憋在心里 和女儿倾诉倾诉 而媳妇儿那边还是一言不发的好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71章 大嫂苦尽甘来 不知是错觉还是怎地 苏元发现 她大嫂叶嫣然 最近往东宫来的有些琴 有时候是陪着母亲一起来的 但是大多时候 都是她自己过来的 名头就是来看春歌 家中有心婴儿诞生 和家字是要稀罕宝贝一阵子 苏元一开始也没多想 可是随着叶嫣然上门的次数越发频繁 苏元才意识到了什么 她这大嫂 心里大概也是着急了 民间有个极不靠谱的说法 妇人多靠近亲近新出生的婴儿 可以沾沾得到宋子娘娘的福气 从而能喜获林儿 而大嫂那般 显然是信了这话 亦或是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苏元心里有点不落人 大嫂也是读圣贤书的人 现在居然信了这些江湖术士 最不靠谱的言词 可见其心里也是着急无奈的 苏元握着燕然的手 苦心劝慰 大嫂 我知道说再多的话也没用 这是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别人如何 也是不知道其中的滋味的 但你切记 还是不要病急乱投医 这样的说法 你信了也就算了 若是有人给你什么偏方药方的 你可是万万不能信 稍有不慎 可就真的毁了自己的身子 小姑子一片真心溢于言表 叶燕然怎会没有察觉 嗯我知道的 只是说到这个时候 叶燕然的声音已经有了些哽咽 小妹 嫂子我这心里苦啊 我知道 我已经是有福气的了 你哥哥没因为这个那别的女人 公婆也不曾因为这是对我冷言冷语 可越是这样 我这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我也是真想为苏家生下的一儿半女的 让二老能含一弄孙 可苏元 嫂子不必多说 我懂 母亲也懂 所以他们都不曾怪过你 叶燕然低声抽气着 有时候 我真想仰天问一句 我自问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为何别的女子轻易都能有的 孩子我却怎么都怀不上 苏元没那么多精力 还在月子里的她 也很容易就犯累犯困 叶燕然也知道这一点 简单的哭泣了两句 就收起了眼泪 转背微笑 让妹妹看笑话了 不等苏元说什么 她便迅速的起身告辞 苏元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心里默默的祈祷 孩子啊 快点来吧 别让你的爹娘等得太久 世道对女子就是这么不公 谁都知道 这生儿育女是夫妻两人的事 可是若是一直生不出孩子 旁人都理所应当的 把矛头对准了女子 说什么女子身体不好生养 没那个儿女福气 然后打着各种年严子嗣的名义 给男人房里物色各种各样的女人 女人啊 永远最知道 怎么为难女人 怎么往女人最脆弱的地方扎针 但好在 嫣然是个有福气的 她的丈夫一心对她 她的公婆皆是良善通情达理之人 所以 她才没有沦落为阴生不出孩子 被下堂休憩 而她也终于在一个秋色宜人的午后 被枕出了期盼已久的身孕 苏元和刘耀都是经历过一遭的人 所以对这事不怎么吃惊 可苏妙却是嘖嘖称奇 和苏元感叹嫂子的苦尽甘来 苏家那边 庆宁高兴的要给城外的蒲光寺的佛像 重度金身 还要大摆流水席三天 苏恒一个平时低调惯了的人 也对妻子这样的做派没说什么 高兴的是 就是要有人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才是 这些事 苏元都是听肃欣说的 小丫头即便已经随苏元去了东宫 但对本家的消息还是灵通着 苏元彼时刚出了月子 正抱着称哥在房里来回走着 逗弄着孩子 母亲也终于是踏实了 否则她总担心 大哥要无人传宗接代了 素心看了眼苏元的动作 急声阻拦道 夫人 殿下不许您给小主子喂奶 苏元嘘了声 你不说我不说 他白日又不在家 怎么会知道 可他口中白日不在家的男人 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了房门那里 夫人 这是不想让我知道什么 她来得太突然 活生生给了苏元一个巨大的惊吓 但是 想到自己胸前的境况 苏元第一时间先背过了身去 理好身前的衣服 将吃饱喝足的称哥放到床上 房内其他的下人 早就极有眼力尽的退了出去 被男人深邃忧深的眼神 这么直白的盯着 苏元心里直发毛 脸上还勉强堆着笑脸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男人双手交叉横于胸前 眉梢青苔 意味深长道 若不是提前回来 也不知道我家夫人竟还瞒着 我做这样的事 哪样的事 干嘛说的那么让人觉得 他犯了多大的错一样 他不过就是给儿子喂个奶 他是儿子的亲娘 给孩子喂个母乳 在谁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偏偏 这个狗男人一直不允许 说什么准备了好几个乳母 不需要他辛苦 阿呸 他还能不知道他那点小心思 不过就是吃醋吃到自己儿子身上罢了 瞧你这话说的 我又没犯什么错 尤耀深吸了口气 赖着性子和他掰扯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母妃替称歌背了三个乳母 你只管养好你自己的身子 喂养孩子的事就别担心了 苏元也来了脾气 顶嘴道 我是他亲娘 我怎么就不能喂 反正就是不许 其他的事我都能听你的 这件事你得听我的 男人耳朵态度也是很强硬 他从有了身子到生下孩子 再到坐月子这段时间 他对他的好 东宫的人 苏府的人都看在眼里 在他面前一直是赞不绝口地夸他 而且母乳未养 确实不利于他产后恢复身子 他是为他好没错 他也确实做不到 因为这事就和他大吵大闹 可这男人的其他小心思也是明白着 苏元一时气也不是脑也不是 上前一把拽着男人的胳膊 推推嗓嗓地将人推进了寝殿内间 然后认真地把门关了个岩石 苏元两手扯了扯他硬绷着 面无表情的脸 又气又无奈地说道 你能不能别那么小心眼 不就是不想儿子和他抢地方吗 男人也顶嘴了句 那你为何就非要自己喂他 苏元脸一红也急了 顾不上什么害羞的 我不喂的话 我 我 这样的难受 男人一正显然没太明白 眼上却多了一抹担忧 什么难受 哪里难受 怎么不早说 我这就让常明轩太医 苏元 这男人 没听懂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十二章 比狼还可怕 有要当下诈意听到什么长得难受 确实是没反应过来 但看着他脸色急得慢慢变红 他似乎也就明白了什么 他一把拥着他送到了自己怀里 这是怎么不一早和我说 他撑了他一眼 跟你说有什么 再说 这又不是什么病核灾 就是女子生养之后的正常事而已 他视线若有肆无的流连 在他生过孩子后 越发骨囊的两团 你不是说长得难受 那可问过太医了 这种事怎么问太医 不过身边那些有经验的嬷嬷 都说长得难受 就是奶水多 所以我才想自己喂一喂孩子 即便知道了原委 但是男人的语气丝毫没有动摇 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吗 苏元抿了抿唇 有些难为情道 嬷嬷说 不喂孩子的话 就只能说到后边 苏元的声音越来越小 其实嬷嬷还说了第三种办法 但他光是听着都心颤 是断然不想用那个法子的 男人见他一脸羞涩无助 也猜到了几分 若夫人真有难言之隐 怎么不找我帮忙 这人 他为什么不找他 帮忙他心里没点数吗 他怀衬哥加上坐月子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诉了他这么长时间 他要是这个时候让他来 简直无意于送羊入虎口 不过这话肯定不能直接说 所以当下他 也是被问得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 反正就是不想让你帮 坏音刚落 横在他腰间的手臂忽然收紧 他结结实实的整个人贴在了他的身前 则 夫人 咱们都成亲了 他低头半含了含他小巧精致的耳垂 其一暧昧又勾人 怎么还这般外道 苏元下意识想躲 双臂抵着他身前 你别 不许乱来 还难受吗 他垂着眼望着呢 苏元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明明刚刚已经不怎么长了 这回去忽然又觉得有点难受 不过嘴上还是拒绝 不 不难受了 男人文言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安安静静的就这么抱着他 但是随着胸前的衣巾被扯开 苏元就明白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当天下午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某位皇孙殿下 彻底赖在了媳妇身上 苏元起初被他撩的情动 加上这么长时间没有那个 他心里也有点想 半推半就的 也就隐了他 就这样 大白天的 两人在房间里前前后后折腾了两个时辰 到最后都是一身的汗 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累得不行 拍了拍自己腰间的手 是以他差不多行了 可平常这个时候 也该收手的男人 今天死活 就是不放开他 到最后 他是真的哭出了声求饶的 他就知道 诉了太久的男人是比狼还可怕 前世两人唯一一次闹的 让他两天没起的来床 是他领兵 在外两年没回家 结果他回京回家的那天晚上 他差点没死在他手里 而今晚 苏元有了同样的感觉 他有那么一瞬间 这男人真的想弄死他 等到最后一次结束 苏元也顾不上身上的酸软疲惫 扯着一床薄被 就裹在了自己身上 直到把自己裹成粽子一样才罢手 然后用谨慎的 露在外面的小脑袋 昂首怒气冲冲地瞪着男人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再屈服了 刘耀对此哭笑不得 也知道自己方才是有些过了 大概是吓到他了 但他会这般 不是没有原因 一来是两人确实许久不曾亲近 二来 生养过孩子的苏元 他的变化 外人可能还看得不明显 但是刘耀作为枕边人 却是比谁都清楚 在声称歌之前 苏元是标准的纤细美人 行动似若柳浮风 腰枝盈盈一握 那处风盈的也只是恰到好处 而现在 不知是不是坐月子的时候 吃胖了一些长了肉的缘故 整个人风雨了些许 但还是不胖 只是较之以前 多了些女性的妩媚和风情 那处也是在孕期再次发育了不少 也不怪他 方才痴迷了许久 确定了男人已经不会再动他了 苏元和尚眼皮就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之间 他听到了男人低沉愉悦的笑声 哼 要不是累得没力气 他非得爬起来 好好和他掰扯掰扯不行 自那天后 苏元是再也没有了赵奶那个问题 而称歌也是再也吃不到亲娘的奶水了 至于原因 得问他老子 苏元内心很比是男人小心眼的作风 以及和儿子抢食的幼稚 但男人自己不觉得呀 他这小身板又不是个儿 所以委屈巴巴不敢多说 不过虽然没有了亲娘的奶水 但是太子妃准备的鹅如母也是够了 称歌还是一天天的长大 而且是越长越好看 在往后好久的一段日子里 称歌是太子最小的小孙子 加上又是嫡孙 所以格外受宠些 宪文帝的身体不太稳定 时好时坏的 但也是一直看着称歌一天天慢慢长大 从此的名就不难看出 宪文帝对称歌的喜爱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病容未减的宪文帝 坚持自己抱着孩子 而且抱得稳稳的 老话都说隔背亲 更何况这还是隔了两倍 宪文帝别提多稀罕这个宝贝孙子了 就连身边伺候的曹公公都说 一看到小七郎 陛下的病就好了大半 作为东宫家上苏府 两个家里最小的孩子 称歌可以说是一出生就万千宠爱 在一身 即便还很小 但是小家伙的私库里的宝贝 可已经是相当丰富了 其中宪文帝和太子肯定是占了大头 大部分珍宝和奇珍都是这两位送的 除此之外也多的是一些虽然不那么贵重 但是极其珍贵的 比如外祖父苏衡 亲手给外孙做的木制的一匹小战马 既能不倒翁式地晃着玩 还能当作是小推车 但称歌现在还玩不了 只能再等几个月 其他的 舅舅苏彦 以及那些姨母姨父 也是送来了不少小孩子会喜欢的玩具 目前来说 小称歌最喜欢的是乳娘 每天拿在手里的羊皮拨浪鼓 没办法 在这么大的小孩子眼里 金山银山可能都比不上这个和他心意的玩具 称歌行漆 前头狄出树出家起来 几个伯伯给他生了六个堂兄 孩子多的家庭 大事小事肯定也是一大堆 东宫孙子贝尔多几个孩子 虽然性格迥异 但总体上还都算是不错 平时兄弟间一出玩耍的时候 年强还算是和睦 但是 也总有个别 不太合群的存在 云氏所生的三郎刘珠 便是几个孩子里的一个小刺头 这孩子被云氏宠得蛮横霸道 想要什么便立刻就要到手 不行的话就哭就闹 而且小小年纪 已经是很会看人下菜碟 东宫里对谁要恭敬 对谁可以不那么放在眼里 小家伙已经门清 有叶自己房里的几房姨娘 都被这小家伙甩过脸色 苏元不喜欢 做云氏这样的教育方法 但他又无权过问 只能是抱着称歌 尽可能地远离云氏母子 但是云氏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自打苏元出了月子 且称歌一天天长大 是可喜欢王九华堂跑了 而且每次都要带上三郎 对苏元这位小叔叔 这儿扒金曲的婶婶 三郎肯定是不敢造次的 念上一副乖巧的样子 嘴上也是甜甜地叫着婶婶 来者是客 苏元总不能把人赶出去 算了 招待着吧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十三章 婶婶怕不怕小叔叔 以后有姨娘 也不知道是苏元面上 掩藏得太好 还是云氏真的一点眼力尽没有 她似乎真的一点没看出 苏元内心深处的不太欢迎 不光是来 而且是经常来 反正男人们在外有公差 那他们这些贵妇人 除了互相说笑取乐 也没别的事可做 于是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云氏再一次牵着三郎造访 她来过很多次了 苏元也不再来那些虚的 赢都没出来赢 云氏也来习惯了 轻车熟路 并不怎么介意 随着引路的丫鬟来到房内 看着守着摇篮里的撑歌 做针线的苏元 弟妹可是好生惬意呀 苏元放下手上的活计 打发时间罢了 否则慢慢长日 也是无聊 三郎走到苏元旁边 见过婶婶 不闹不胡作非为的时候 三郎还是个可人疼的孩子 苏元一温柔地笑着婴道 三郎真乖 三郎看了眼摇篮里的撑歌 脸上闪过一丝嫌弃 婶婶 弟弟好懒 怎么老是睡觉啊 苏元耐着性子解释 因为弟弟还小啊 需要慢慢长大 才能会说话会走路 三郎当时这样 一日日地尝到如今这样的大孩子的 三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婶婶 那弟弟什么时候能长大 我想带着他玩 这个还要很久的 三郎可得耐着性子慢慢等咯 三郎顿时眉眼搭落了下来 苏元半是好奇 半是打趣着问道 家里不是好多其他的哥哥弟弟吗 三郎可以去和他们玩呀 等趁哥长大了 你再陪他 说起这个 云氏就满是抱怨 这不前天 三郎和四郎打了一架 二嫂那边有点不太高兴 苏元漫不经心地抿了口茶 文言故作诧异 打架 那是为何打的架 就两个小孩子的口角之针而已 还是四郎先动的手 可是母妃妃是两个孩子一起乏了 四郎先动的手 苏元 四郎不像是那般惹是生妃的孩子 可是有什么误会 云氏不以为然道 这不二哥院子里 最近添了位姨娘吗 还是二哥的生母 求母妃做得主 那小孩子倒听途说了这件事 就为免多问多说两句 我们家三郎 不过多问了四郎两句 那四郎上来就把三郎给推倒了 你说说 虽然三郎是哥哥 可他们俩是童年的 也不能太欺负人吧 云氏的话 苏元也就信个三分 多一分都不能 就像眼下这事 苏元多少也听素心打探过一点消息 虽说是四郎先动的手 可四郎只是推了一下 三郎反应过来后 可是上手就直接打的 而且三郎的所谓所问两句 呵呵 说你爹爹有了姨娘 就会有其他的孩子 有了其他的孩子 就不喜欢你不要你了这种话 那是简单的多问两句就能带过的 要是敢有人在他儿子面前 搬弄这样的是非 他非打的他亲娘都不认得 都过去了 四嫂也不必在意 孩子忘心大 过两天好了 就又在一起玩了 三郎再度语出惊人 婶婶 你怕不怕小叔叔有姨娘 苏元惊了 这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能说出来的话 云士都惊住了 回过神也意识到儿子失言了 狠狠地瞪了眼他 在你婶婶面前胡说八道什么 三郎哼了声 我才没有胡说 大伯父 二伯父 三伯父 还有五叔叔院子里都有姨娘 只有小叔叔没有 可是以后肯定也会有的 苏元觉得好笑 这么大的孩子 懂什么姨娘 那三郎知道什么是姨娘吗 当然知道 姨娘就是要和小叔叔生孩子的别的女人 云士这下可急了 一把扯过儿子 给我闭嘴 数你能耐了是不是 三郎越发不服气 但被云士用眼神 吓得不敢再说什么 这是是自己家孩子说话不到 云士心虚地陪着笑 三郎还小 什么都不懂 人云亦云的 弟妹可别在意 我回去就打她 苏元 四嫂多虑了 我怎么会和孩子计较 只是 三郎怎么就忽然对姨娘这么的 后面的话苏元没说出来 云士却也明白 心一横 反正是瞒不住的 说出来也没什么 林姨娘有身孕了 苏元瞬间两眼放光 但是又觉得自己 这样有幸灾乐祸的嫌隙 赶忙啊了声 很是诧异地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一点没听说 云士撇了撇嘴 前两天刚让太医把过脉确诊的 四爷已经知道了 想等着胎像稳固了 再往外说的 苏元 四嫂心里可是不痛快 云士怎么可能在她面前服软 文言昂着脖子变白似的说道 我有什么可不痛快的 区区一个姨娘罢了 别说肚子里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 就算生个男的 那也得养在我膝下 我怕什么 怕倒是不至于 但是隔音是肯定的 自己丈夫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还要养在自己身边 然后自己还得好吃好喝的待着 苏元觉得 前世的她勉强凑合着能做到 但是现在她的气量已经不太允许了 至于这林姨娘 苏元有点印象 是个难得的美人 还有富豪嗓子 说起话来娇滴滴的 嫩得能掐出水 游夜院子里 不算云士 七七八八 被她占了身子的女人 至少有七八个 但林姨娘一直是最得宠的 若是云士没有正妻的名头压着 养人或许还真是难分高下 云士诚然也美 但是和林姨娘的美却完全不同 云士出身名门 被家人娇宠长大 容貌家世都好 骨子里张扬而又自信 连带着那份美丽 也是名艳夺目 而林姨娘 却是柔柔弱弱 最能勾起男人 怜香惜玉之心的那种 一双狐狸眼 渲然玉气 哪有男人撑得住 想到这 苏元不由地 暗骂了句刘夜 云士和林姨娘 已经是这样的美人了 这男人还不知足 看到个平头正脸的 就起心思 活像个发情的公狗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 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 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 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74章 黄祖父去世 晚间刘亚回来后 夫妻俩闲聊的时候 苏元无意间说起 白天云是和三郎 过来时的情景 说起林姨娘怀孕 刘亚好一阵晃神 苏元知道 她是没对上 刘夜院子里 那些女人的脸 一时没想起 哪个是林姨娘 等依稀回想到了 一点印象 又嗤之以鼻的 也不知道四哥 哪来那么多精力 应付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 听您这语气 好像是觉得 女人多麻烦似的 苏元故作不满地说道 刘亚反应极快 我是就事论是说四哥 绝没有一棍子 打翻译传人的意思 苏元本来 也只是开玩笑 她这么认真的解释 反而把她逗乐了 夫妻俩继续说话 说起下午三郎 同言同语 问苏元的那个问题时 刘亚周遭 瞬间戾气丛生 苏元拍了拍 她的肩膀 三郎那孩子说话 不一直都这样吗 也不知道 是那边教得不好 还是她自己懂得太多 刘亚轻吃了声 你看四哥那德行 你觉得 她会有耐心 亲自教孩子 云氏更不用说了 她自己 就没给孩子 做个好榜样 上梁不挣 下梁能不歪 这话倒是 苏元 你别说 今天三郎问这个问题 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吓你一跳 刘亚周没道 你难道还真怕 我有姨娘 你敢 她眼神瞬间要杀人一般 刘亚描怂 那吓着你什么 废话 那么小的孩子 就懂姨娘这些事 你不觉得奇怪吗 刘亚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四哥院子里的女人是最多的 三郎在那个环境下耳濡目染 肯定就知道了呗 这话苏元不敢到外面说 只会这个时候和丈夫八卦一下 三郎长大以后 不会是和四哥一个样吧 谁能知道呢 不过她是四哥的种 像自己 亲爹貌似 也没什么不对 苏元抱着软枕歪着脑袋 一脸认真 可听三郎说起 林姨娘的语气 不难看出 林姨娘若是生下个男孩 那这孩子的日子 估计不太好过 刘亚笑她天真 你觉得 林氏能在我四哥院子里 那么多女人中杀出重围 会是没点手段吗 苏元还真被问住了 前世她从来没关心过刘亚其他几个哥哥院子里的事 所以对这事还真是不清楚 而且两世以来 林姨娘给她最主要的印象 就是柔弱无一不能自理的感觉 至于心机 林姨娘在云氏面前 可以说是很规矩 甚至称得上伏地作小 从来没有仗着自己 比其他妾是多几分的宠爱 而不敬主母 你的意思是说 林姨娘她 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这下轮到刘亚吃惊了 你可别告诉我 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苏元很诚实地果断摇了摇头 表明自己真的啥都没看出来 刘亚顿时心里是无奈又好笑 满眼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傻媳妇 你呀 哪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苏元觉得倒也不至于 我哪有那么笨 这只能说明林氏不简单 心思藏得深 顺便就是 我太纯善天真 把人都想得太好了 说到最后 她还王婆卖瓜地夸了自己一把 这话也不知是戳中了刘亚的什么笑点 她顿时就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 怎么人也忍不住 最后干脆直接放任自己笑了个够 她这人平时严肃清冷的样子更多 这般开怀一笑 顺如暖阳出战 朗月入怀 要是平时苏元要被她这副样子迷住了 可眼下没有 因为在她看来 这家伙是在嘲笑自己 那能忍 她像只愤怒的小狮子一样 扑倒了刘亚身上 一把揪住了她的耳朵 你笑什么 是不是在嘲笑我 她掐她从来都是吓死手 所以刘亚瞬间疼得到吸冷气 求饶道 不是 绝对没有 苏元不信 那你笑什么 我就是觉得 我媳妇太可爱了 耳朵上的力道瞬间小了点 苏元还是绷着张脸 少来这套 给我老实交代 你到底在笑什么 她就耳朵是真疼 又要为了自救 两人一把带到怀里坐下 定从背后抱着 下巴枕着她的肩窝 我就是觉得 你一个活了两辈子的人 怎么居然还有点傻不愣登的 苏元又要掐她 但被她按住了手 她又继续说道 哎呀 不是骂你的意思 就是觉得 你这性子 怎么能这么单纯 你这幸亏是我院子里 当真没其他女人 否则你这心眼斗得过谁 苏元一时词穷 我 好吧 她确实在这方面没啥经验 虽然这种事没少听说 可是自己个身上没经历过 那就真的是没点经验 那不是 你让我没得积累经验的机会吗 刘耀 这是什么鬼话 知道自己这话 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苏元小猫似的 蹭了蹭男人们胸口 当然了 我夫君也不是那种人啊 哪种人啊 她悠悠地问道 就你四哥那种 好家伙 还敢拿他四哥来和他比 这是真欠收拾了 于是 下一刻 哈哈哈哈 别 别挠我痒痒 我错了 哈哈哈哈 尤耀当然不舍地真一直挠他 所以惩罚性地捉了两下 就把人一个翻身压到身下 惩罚吗 不止挠痒痒这一种手段 她还有的是别的 好好的夫妻温情夜话时刻 突然变成了要给称哥生弟弟妹妹的事 这是苏元怎么都没想到的 而她也很快就没脑子想了 和喜欢的人做这种事 总能让人意乱情迷 让人甘愿沉沦 度过了前三个月的不稳定期 林姨娘怀孕的是在东宫传开 太子和太子妃都是高兴的 虽然西夏已经不缺孙子了 但是多子多孙的福气谁不喜欢呢 就这样 林姨娘在收下太子妃送来的一些珍贵补品后 开始安心养胎 东宫的事就那么多 一天到晚也生不出什么新鲜事 而外面的天就要变了 县文帝的身体已经是到了尤禁灯窟的时候 这半年已经是硬撑过来的了 人老了 都有这么一遭 县文帝自己看得很开 也不许儿孙们在他跟前掉眼泪 最后的时间 县文帝将所有的儿孙们都叫进了宫 连着儿媳和孙媳 龙榻上的天子已经是掩掩一息 看着面前的一大家子人 眼上样出了最后一丝笑意 县文帝称着最后的力气 交代自己的身后事 太子那边 希望他好好接下江山 让天下百姓一直都能吃得饱川的暖 未亡 这个儿子被他大哥惯了三十多岁了 还跟个老小孩似的 也好有个这么好的大哥 是他的福气 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老三 野心太大 心思也太重了 但有老大压着 他肯定是兴不起什么风浪 至于能不能安稳活着 就看老三能不能老实了 生命最后的时刻 县文帝在看完了一圈自己的儿孙们后 躺在榻上 两眼疲惫不堪地慢慢合上 他不害怕死亡 他婆娘在那边等着他呢 都等了十多年了 他也该去见他了 再不去他该生气了 养个儿子都尔孙满堂过得很好 儿媳和孙媳都是贤惠淑德的贤内助 这样的结局 他过去了才能和婆娘交代啊 元成三十七年 县文帝驾崩 享年五十有六 太子留心继位 改国号为建元 世卫永家帝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十五章 新帝登基新的故事 永家帝继位后 册封正妻太子妃张氏为皇后 册妃周氏为贵妃 王氏 李氏和崔氏分别为德妃 淑妃和贤妃 长子刘张为太子 其正妻游氏为太子妃 次子刘云为锐王 三子刘卓为端王 四子刘叶为齐王 五子刘景为晋王 六子刘耀为昭王 其正妻皆为王妃 嫡长子为世子 由此 新的故事再度开始 国不可一日无君 永家帝和皇后 以及一众姬妾 都是早早地住进了皇宫 东宫则是成了太子刘张的府邸 其他的几个王爷的王府 是早在先帝在世时 便开始休憩的 所以也是很快就可以住进去的 五个王爷是在同一天 从东宫搬出去的 体力活有仆人干 几个主子照样有说有笑的 人非草木 在一个地方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多少也是有点感情了 如今这乍一要搬走 苏元还真有点舍不得 但是不舍得也没办法 这毕竟是太子的家眷才能住的地方 他也有自己的王府 想想前世的昭王妃 苏元心里的那点不舍就充简了许多 几个轴里这个时候都不忘聚在一起说话 游士是不用动的 只是搬到了东海的主院 所以当天 他特地来送一送几个弟妹 李氏 就这么要和大伙分开了 想想还挺舍不得的 游士只是各有各的府邸分开住了 还是可以常走动的 反正大家隔的也都不远 云士开玩笑道 以后我登门找你们玩 可都不许嫌我烦啊 秦士 谁敢嫌你烦 那还不得被你叨叨个眉完 众人说笑了一番 各自院子里的东西也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该各自奔赴自己的新家了 游要骑马 苏元则带着撑哥坐上马车 招王府离东宫是最近的 这个距离和位置不知道有没有帝王的小心思 整座府邸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 趁哥来到新地方 一路上眼睛都瞪得大大 一直四处看 夫妻俩其实都对这座府邸的布局陈设熟悉得很 因为它就是记忆中他们上一世的那个家 但是想到对这一世的他们 这的确是新家 所以两人还是决定带着孩子 好好再看一圈 游要抱着孩子 苏元挽着他的臂膀 一家三口慢慢地走动着 怀里的小家伙精力充沛 看什么都新鲜 简单看了一圈 趁哥由如母抱去喂奶了 夫妻俩也并肩回房 王府分为前院和后院 前院是王爷的书房 以及处理公务的地方 后院就是家眷们居住的地方了 而主院便是王爷和王妃的院子 不管是什么都是最好的 踏进熟悉的那个院子 回到前世 两人居住了十几年的那个房间时 两人都安静地没有说话 就牵着对方的手 打量着房间的各处 待房内一切都看过后 两人相视一眼 然后相拥着抱在一起 苏元回来了 嗯回来了 我们都回来了 阿元这一世 你得好好地陪着我 不许在中途丢下我了 苏元鼻尖一酸 越发用力地抱住了她 好 我一定 缠着你赖着你一辈子 让你想甩都甩不开我 刘耀 好 我求之不得 民间乔迁新居 是要宴请宾客吃酒 以此来求给新房天天人气 皇家亲王府邸 自然不缺人天人气 但是苏元还是想要宴请一番亲朋好友的 以前在东宫不方便 如今自己有了地方 以后想如何宴请就如何宴请 想什么时候回娘家 就什么时候回 这样的日子才有滋有味的 让人有盼头啊 为了表示起码的尊重 苏元还是和男主人刘耀说了一下这回事 但绝对称不上是商量 最多也就是通知一声 刘耀还是什么都由着她 你准备哪天宴请 我好疼个时间 苏元有点意外 你不是最讨厌这种宴请吗 平常可是父皇都请不动你 有要 一马归一马 我们刚搬到新王府 乔迁之喜 这也算是个大事 我自然是要在的 那就三天后的 确定了我就让人去我娘家 还有我几个姐姐那下帖子 另外你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要请的人 我让人也去下帖邀请 夫妻俩用午膳的时候 你一言我一语的 就把此次宴请的名单定下了 既然是乔迁之喜 那还是主要邀请家中的亲属 祖母苏林氏 平阳侯夫妇 宁远后夫妇 还有苏克和陈氏 自然都在邀请之列 除此之外 大姐夫宁之源 和大姐姐苏婉 二姐夫郑景芝 和二姐姐苏妍 还有苏妙和刘晓 以及家中的几个哥嫂和弟弟 细细算来 人也不少了 不过眼下苏妍纠结的是 要不要请苏静和于成 自他们各自成亲后 几乎就没了任何的交集 但在外人眼里 都是苏家的女儿 还是堂姐妹 乔迁之喜娘家人都请了 若是单单不请苏静 好像确实不太好 但是请吧 苏元又觉得 哪哪都隔音 只觉得 一家人其乐融融 温馨和美的画面里 要是有了苏静 那立刻就不那么美好了 而且鬼知道 以苏静的个性 自己要是这般 邀请会不会 被他日后加以利用 借着王妃堂姐这个名头 在于家兴风作浪 这可绝对是苏静能干出来的事 思来想去 苏元是左右为难 请把自己难受 不请的话 又好像着实不太好 又要看他为这点小事抓破脑袋 你要是这么为难 那就不请 别人怎么看又不重要 苏元瞬间直了眼 怎么不重要 当然重要了 我要是不请苏静 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传开 没准就要说 我看不起娘家的树姐 还要再捎上我娘家说 苏家科带树女 虽然说轻者自轻 但更多的时候是人烟可畏啊 刘耀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 那 那你就请 苏元仰天长叹 可是我和苏静从小到大就看不对眼 我和他从来就没办法相亲相爱的做姐妹 刘耀不懂了 请也不行 不请也不行 那你要怎么办 是啊 怎么办 苏元觉得这真是个烫手山芋一样的问题 明明其实心里的天平慢慢的往不请的方向倾斜了 但是他又忽然想到祖母 祖母是希望家里一团和睦的 好容易一家子聚一次 面子上还是要好看一点的 苏元咬了咬牙 一拍桌子 不就是苏静吗 还能吃了他不成 请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76章 家宴 帖子都送出去后 苏元作为主母 自然要为三日后的小聚打点一番 酒水免了 但留要自己酿的橙酒还有一些 拿来招待客人也不是不行 而且这个关头 估计男宾们也没什么喝酒的心思 凑个去就行了 至于菜肴 自己家里人喜欢吃什么 没人比苏元更清楚 苏恒苏陈苏克三兄弟的口味很一致 口味偏重 且无辣不欢 女眷们 苏林世上了年纪 饮食口味都以清淡养生为主 庆宁 安阳和陈氏 轴里三人都是名门贵女出身 口味精致又挑剔 非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是看不上眼的 至于几个姐姐 大姐苏婉随父亲口味也喜辣 二姐苏妍喜甜 苏靖口味偏酸 至于四姐苏妙 她不挑食 什么口味都挺喜欢吃的 苏元依依将对应口味的菜肴说给厨娘听 厨娘连声婴下之余 心中不由的感叹 这主母当真对娘家人不错 竟然将侯府那边每个人的喜好都记得如此清楚 设宴的地方 是在王府的纸宣堂 是个极为宽敞的宴客厅 布局雅致贵气 陈设精致考究 很多东西一看 便不是一般人家用得起的 事情准备得差不多 剩下其他的琐碎小事 苏元就全让明心去安排了 她则回房带儿子去了 要去昭王府的那天一大早 刘晓还睡得正香 苏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衣橱那倒过了半天 刘晓被她稀稀苏苏像小老鼠似的声音吵醒 撑着手臂起身 睡眼惺忪道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苏妙一边拿着衣橱里的衣服往自己身上笔划 一边催促她 今天不是要去阿远那边吗 你倒是快点起呀 急什么 这才什么时辰 哪有敷衍一大早就去人家的 苏妙懒得搭理她了 一手拿着一件衣裙 你看 我穿哪件好看 哪件都好看 男人打了个哈欠 不是很认真的回答道 苏妙怯了声 我就不该指望你 继续睡吧 刘晓下一秒 还真就躺了回去 继续呼呼大睡了 苏妙 不识趣的狗男人 待日出东方后过了大概半个时辰 昭王府的正门外 开始陆陆续续 有来自四方的马车在此停下 马车行至简朴低调 显然今天是不想招人眼 苏妙听府里的下人通传 说是侯府的贵客们都到了 便将称歌交给儒母抱着 自己理了礼衣服就迎了出来 这是侯府的人 第一次来招王府 对各处都不是很熟悉 便由着王府的管家引路 慢慢地往指宣堂那去 苏妙一路小跑着出来 那边走在前头的是 拄着沉香南木拐杖的苏林氏 祖母 她几乎是扑进苏林氏怀里的 若是苏林氏身体稍微弱点 可能都禁不住小孙女这一下 但苏林氏一脸宠溺地勾了下她的鼻尖 都当娘的人了 还跟个孩子似的 哪像个王妃啊 苏妙撒娇道 在祖母面前 我就是个孩子 难道您就不想我吗 我想你个小泼猴干什么 要想我也是想称歌 庆明也问 是啊 怎么没看到称歌 还在睡觉吗 果然是隔背亲啊 苏原心里都有点冒酸泡泡了 没睡觉 如母抱着呢 一大早就醒了 精神的不得了 苏林氏更乐了 那快走 快进去 快让我抱抱去 刘耀本来在书房 听到长明通传后 也是迅速赶了过去 女眷们那边 她的王妃来接待就好 但是岳父这边 还是要她来的 但是苏恒似乎并不是很想和这位王爷女婿说话 因为她现在就想多看两眼 并多抱一抱外孙子 称歌也是很喜欢外公 苏恒抱着的时候 笑得最欢 这下苏恒更得意了 看向其他人的眼神 都是嘚瑟又欠走 看吧看吧 我外孙子就是喜欢我 羡慕吧羡慕吧 哈哈 苏燕看着小外甥也是欢喜 爹 让我抱抱吧 苏恒恒眉一束 你自己又不是没儿子 抱你自己家的去 苏燕 这爹他真的是不想要了 不仅是苏恒和苏燕 侯府的人一来 称歌立刻就成了团宠 名副其实的那种 不是因为年纪小 也不是因为 这是哪个王爷的孩子 就是喜欢自己家的外孙 或者是外甥而已 苏灵氏是最先抱的 但是毕竟年纪大了 抱不久 体力也不允许 然后庆宁和安阳陈氏 各抱了一会 再然后就是苏恒一把抢过去了 就没有然后了 苏晨想抱 清歌苏恒表示等等 我还没抱够 苏燕苏硕想抱 苏恒表示 抱你们自己家儿子去 最后其他人索性也不问了 就让苏恒这么一直抱着 而苏恒也不嫌累嫌烦 嫩大的一个侯爷 还真就和小外孙 一起玩到了中午用膳 席间 庆明美好气的几对丈夫 哟 怎么舍得撒手了 你倒是继续抱着呀 苏恒理直气壮 这不孩子饿了 也该喂奶了 不然我还真就打算抱着他做席了 安阳笑道 大哥当年自己当爹的时候 都没这样过吧 庆明翻起旧账 可不是 当时一儿出生的时候 一岁之前 他连抱都没抱过 说什么 自己手上没得轻重 怕伤到孩子 苏灵是 所以呀 你们也别抱怨我偏心疼孙子孙女 这个被亲 那就是每个人都会的 你看你们现在一个个的有了孙子孙女 不也是宝贝德眼珠子一般 众人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 苏静坐在苏妍身边 脸色略有些尴尬 整个人也有点无所适从 至于那边的于成 还挺自来熟的 和谁都能说上话 虽然其他几个姐夫 心里可能多少看不上于成花花公子的行径 但是这种场合 总要维持最表面的和睦 苏静看着其他人有说有笑的 他好几次想插嘴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从近来到现在 虽然还没看过整个王府 但是已经不难看出陛下嫡子 昭王的府邸是何等气派华丽 就这么几年的功夫 苏静想想 还真是觉得恍如隔世 几个堂姐妹中 上头两个姐姐先不说 他下头这两个妹妹 如今都成了皇家的媳妇 世子妃 王妃 听起来毫不威风 而他 成一伯府家中子弟众多 且关系错综复杂 加上成一伯这两年 圣券大不如前 家中僧多粥少 他那个丈夫 虽然有父母和祖母的宠爱 但自己立不住 总不能一辈子啃老吃老本 如今他这日子 真的还没在家当姑娘时过的滋润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77章 大龄未婚男人留景 苏妍忽然想到什么 四姐 怎么没把寻哥一块带来啊 我公公婆婆带着孩子出城完了 那小家伙心野着呢 天天就想往外跑 看着旁边自己拿着小勺子 大口吃饭的永哥 苏妙很是羡慕 大姐 永哥 你都是怎么教的 怎么这么乖 我们家寻哥吃饭 就和打仗似的 如母怎么哄 都不愿意多吃一口 苏妍说起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孩子小的时候都那样 别看永哥现在吃饭那么老实 她小时候 那也是吃一口如母 要抱着碗追两个院子的那种 这种事你也别着急 长大了自然就好了 苏妍打趣着说道 四妹不挑食的好习惯 看来寻哥是一点没传到 说起这个苏妙就果断甩锅给刘晓 可不是 这我不挑食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寻哥那家伙 那张嘴现在是别提多难伺候了 我婆婆说都随了她爹小时候 父子俩一个德性 刘晓对此话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我 我也不挑食吧 苏妙一个眼刀过去 意思很明显 你哪来的脸说这话 刘晓果断闭嘴 苏妍也安慰妹妹 妙妙就像大姐说的 你也别太着急 孩子吃饭这事都得一步步慢慢来 而且孩子也不傻 饿了都是知道要吃的 说起这事 苏妙就很气 就该饿她两顿 让她知道挨饿的滋味 安阳闻言气地拍了她一下 这是你这个亲娘能说出来的话 那么小的孩子你就忍心能饿着她 苏妙无奈 您是不知道让她吃饭多费劲 安阳 这我倒是没经历过 这方面你是最让我省心的 旁边其他人文言都低头青笑出声 苏妙 几个意思 能不能好了 女人们这边聊得热火朝天 男人们之间也是各有各的攀谈 刘晓刘晓兄弟俩平时见得多了 不过这会儿两人的关系是连金 刘晓就见兮兮地让刘晓叫姐夫 不叫还不罢休 然后就被刘晓一脚飞踹 疼得嗷嗷叫 你能不能尊敬我点 我好歹既是你哥又是你姐夫 你怎么忍心下这么重的手 刘晓面不改色 活该 不说这个 跟你说个有意思的 你能用什么有意思的 刘晓一点也不信她的鬼话 陛下要给五弟赐婚了 五弟挑了这么多年 都把自己耽误了 说起自家的五哥 刘晓其实心里也有点纳闷 怎么这一世 她这五哥就忽然那么有骨气 面对父皇给她相中的那些个正欺人选 居然一个个的都拒绝了 理由就是千天一律的不和演员 不喜欢 勉强成亲了 也没好日子过 而永家弟在儿女亲事方面 也一向是很开明 儿子不喜欢 还反应那么强烈 他要是硬逼着他成亲 也没什么好处 反正男子二十岁成亲也是不晚 他自己不着急 那就等着呗 而等啊等 等到现在 弟弟刘耀都已经成亲当爹了 刘晓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而且年纪也二十岁了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婚事都不能再退了 刘耀还真有点好奇 这辈子他这五哥要娶的 到底是何方神圣 等到宴席散去 家人们也都各自回去 晚上的时候 又要无意间向苏元提了刘景的事 苏元倒是不以为然 五哥现在也才若冠之年 不着急的 若是我和他都没成亲的话 那确实也不用着急 这不由我这么个弟弟比着 他这当哥哥的 才更应该着急啊 苏元从这话听出来了点嘚瑟的味道 你在幸灾乐祸吗 这是 男人的脸上是止不住的得意笑容 有点吧 我们其他兄弟都成家有儿有女的 我五哥孤单一个人 确实挺可怜的 苏元随口说道 我那表姐也一样啊 非是遇不到喜欢的 就坚决不嫁 宁可一辈子当老姑娘也不嫁 我舅舅舅妈都快被他急死了 又要瞬间扶至心灵 你表姐 那个之前喜欢过你大哥的那个表姐 对啊 怎么了 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夫妻多年 这点了解 苏元还是有的 你 不要告诉我 你想撮合我表姐和五哥 刘耀一脸 我媳妇真聪明的笑容 夫人果然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 苏元下意识有点接受无能 苏妙是他堂姐 成了嫂子也就算了 这表姐要是也成了嫂子 那这也太混乱了 所以 他第一反应是拒绝 这样 不太好吧 怎么 你觉得我五哥配不上你表姐 苏元踢了他一脚 你能不能别害我 这话谁敢说 问题是我表姐那性格 我觉得一般男人受不了 没事 我五哥也不是一般男人 苏元又说 我表姐脾气有点差 我五哥脾气好就行了 他再来 我表姐时不时还有点爱动手 没事 我五哥抗揍 苏元 这种事你说了又不算 而且你也说了 父皇看上的那么多人 五哥通通都拒绝了 可见五哥眼光挺高的 又要沉思了片刻 要不要找个机会问问 或者是让他们见一见 亦或是 你打探一下你表姐的口风 看看他平日里 对我五哥印象如何 苏元捏了捏他的脸 好笑道 你这也当上红娘了是怎么着 哎 男人叹了生气 而后说道 毕竟大龄未婚男人 说出去怪丢人的 他还是我哥 我也不能让他真孤独中老了 苏元 嘴硬吧你就 说真的 苏元一开始真没把刘耀这话当真 也没觉得刘景和顾于宁这两人哪里合适 所以就一直没怎么放在心上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刘景居然主动找他问了这事 这天 刘耀下职刚回府 沐浴过后 换了身衣服 在踏上斗了会儿子 陪儿子玩了会 等儿子被抱走 他便落过妻子说话 夫妻俩说着说着 就抱在了一起 这般时候 不做点什么都对不起这样好的时光 两人刚双双躺在踏上 外面忽然响起长明的通报声 王爷 竟往殿下来了 这话瞬间惊到了屋里的一对鸳鸯 苏元红着脸推开了他 而刘耀则是一脸杀气地走了出去 那脸色 掌明看了都打寒颤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十八章 连自己老子的脸一块丢 刘景正在书房那等着 被打断好事的刘耀 周身的戾气甚是唬人 刘景看到他远远走来 刚要凑上去 就被他破人的气势 吓得一愣一愣的 两人来到书房 刘耀开门见山问道 找我什么事 刘景黑黑地憨笑了两声 随即不怀好意地凑到刘耀旁边 六弟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什么好事了 虽然他还没成亲 但是没见过猪跑 还没吃过猪肉嘛 刘景也是男人 看到自家老弟这个黑脸 和周身萦绕着不爽气息 他多少也猜到了一些 刘耀轻飘飘地捏了他一眼 有事说是 没事走人 有事有事 没事我也懒得过来 那个 弟妹和他舅舅家的那个表姐 平时交情怎么样 刘耀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谁 就为国公嫁的那个大姑娘 叫顾于宁的 不会这要巧吧 刘耀抿了抿唇 你 不会看上人家了吧 那倒没有 刘耀 是这么回事 前两天我出城办事 在城门那里的时候 也不知什么缘故 马忽然受了惊发起颠 险些伤到旁边的百姓 当时顾家姑娘正好在附近 幸得他仗义出手 救了附近的两个没来得及跑开的孩子 刘耀 所以你 是想找顾于宁答谢他 刘景清了清嗓子 你听我说完 我当时心里也过意不去 毕竟是我的马出了问题 我刚想去安抚一下 受到惊吓的那两个孩子 结果那个顾家姑娘就冲出来 不分清红皂白 劈头盖脸的 把我臭骂了一顿 故事的走向完全出乎意料 刘耀脑子 想插劈了 都没想到会是这种发展 然 然后呢 你就这么让他骂了 刘景哼哼两声 呵 开玩笑 不然 我能怎么办 我总不能大庭广众之下 和一个女人斤斤计较吧 刘耀 但是这姑娘是真爆脾气加碎嘴啊 你知道他前前后后骂了我多久吗 还有那张嘴 那真的就跟放鞭炮似的 一开始就不带停的你知道吗 我完全就插不进去嘴 刘耀听出点什么 等会 他不认得你 刘景也不想承认 但是貌似这就是事实 那姑娘是真的不认识他 而且还把他当成了在街头策马 不把百姓安危放在眼里的顽固子弟 当时那个情况 他要是说自己是晋王 那是连自己老子的脸一块丢了 所以他想想还是忍了 但是回府以后 越想他越觉得憋屈 越想越觉得生气 就让手底下的人去打听 那是谁家的女儿 毕竟就那姑娘的衣着和出行的做派 不可能是个小门小户的无名之辈 底下的侍卫 很快就将打探而来的消息报了上去 为国公的嫡长女 呵 难怪那么猖狂 脾气那么大 刘景脾气 其实算是几个兄弟中偏好的了 但这件事 他怎么想都咽不下这口气 刘耀听到这 有点一个头两个大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能帮你什么 刘景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他误会我了 顺便给我道个歉 那你直接去为国公府 不是更直接省事吗 何必舍尽求远 刘景第一次觉得这弟弟怎么成亲以后 越来越没脑子 人家都说 富人一运傻三年 怎么这话对男人也适用不成 你傻呀你 我直接去为国公府找姑娘 那得被那些嘴碎的人传成什么样 而且你让我到卫国公府怎么说 我被你家姑娘骂了 但他骂得不对 所以他得给我道歉 那你让人家怎么看我 尤耀懂了他的意思 所以你是想通过阿元 让他把人帮你叫过来 对了 你就和弟妹说 我也绝对不为难他表姐 但是他莫名其妙冤枉了我 我总得把话说清楚 我几时受过这种气 尤耀轻声叹道 那你可能找错人了 刘景 啊 阿元和他这个表姐 从小到大都不对头 两人不是那种姐妹情深的关系 你自己不是 也见识到了顾家那姑娘的脾气了吗 阿元也是因为这个从小就和他触不来 刘景半信半疑 真的假的 你没故意扯谎骗我吧 我有那个必要 恰好苏元此刻抱着哭闹不止的撑歌过来 又要看着哭成花脸的儿子 怎么了这是 苏元无奈道 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觉睡醒就在哭 谁都哄不好 嘴里还老是嘟囔着爹爹 我就把他抱给你了 儿子在前 有要也顾不上刘景的事了 抱着儿子 一边在书房 走动着 一边轻声哄了起来 小家伙好像真的就认爹爹 这会被爹爹抱在怀里哄着 很快就止住了哭声 还有了笑脸 苏元揉着胳膊 没好气道 这小没良心的 我抱着来书房这一段路 一直就哭个没完 怎么到你爹怀里就这么老实了 有要好笑道 你看你还和儿子吃醋 苏元才不承认谁吃他的醋 人家一家三口的幸福 不言而喻地展现着 已经习惯了孤家寡人日子的靖王殿下 忽然 有那么一点点 也觉得自己该成个家了 苏元这才注意到旁边的刘景 五哥 弟妹 刘景笑着回道 有要已经成功地把儿子哄好了 这会正和儿子玩得开心呢 对了 你刚才不是觉得你骗你吗 现在你弟妹来了 你问他吧 苏元不明所以 什么事啊 刘景解明恶药的 把故事原委又说了一遍 苏元听完觉得尴尬又惭愧 真是不好意思 五哥 我那表姐就是那样直率的脾气 说话又有些口无遮拦 这是的确是他误会人在先 我代表姐给五哥赔个不是 刘景纳闷道 六弟说你和你表姐不对付 我怎么觉得你俩这挺好的 毕竟谁会替自己讨厌的人去赔不是啊 倒称不上不对付 说来不怕五哥笑话 就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俩经常闹脾气 谁也不肯迁就谁 就是现在 我和他还常常是见了面 说不了两句话 就犯腔腔 刘景 你姐那脾气 的确是不敢恭位 弟妹 你看 你能不能把人叫到你这 我有些话想说清楚 这还是想算账 五哥是还在生气吗 刘景 弟妹你可别误会 我真没那么小气 但是吧 顾小姐对我误会这么大 我总得解释解释 否则与我名声也不好啊 苏元没忍住 可五哥刚才不是说我表姐不认的你是谁吗 刘景 还能不能好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七十九章 这俩哪哪都不搭呀 其实嘴快说完那句话 苏元就后悔了 顶着刘景忧怨委屈的眼神 还是答应了帮她找一下顾于宁 一听她答应了 刘景立刻来了劲儿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就明天 明天我一早就过来等着 苏元 这变脸速度 也是够可以的 为国功夫 顾于宁听完眼前人的话 有些难以置信 赵王妃请我 她绕了好大一圈 才缓过神如今的赵王妃 就是她的小表妹 你们王妃 可有说明是什么事情 传话的人毕恭毕敬道 王妃说姑娘去了便知 还挺神秘 反正在家也是闲着 表妹家的小娃娃 还是很可爱的 顺便去看看也无不可 顾于宁一口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顾于宁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动身出发 苏元也是掐准了点 亲自在府门那等着 顾于宁并没有因为 苏元身份的变化 而觉得有什么不同 还是那副小霸王的脾性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苏元 没事就不能找你呀 得了吧 我还不知道你 你对我 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话直说 我不喜欢兜圈子 两人并肩 一路来到王府正厅 表姐 你前几天 是不是在城门那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来着 顾于宁疏忽瞪大了眼 你怎么知道 你可知那名男子是谁 他爱谁谁 能干得出在城中街道 策马这种事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 屏风后的刘景 很好 他已经不是个人 只是个东西了 苏元倒是不急 表姐是亲眼看到 那人在城中策马了吗 可他若不是在城中策马 马儿怎么会那么巧 在那个时候受惊 既然表姐没有亲眼看到 那怎么能大庭广众之下 便如此斥责于人呢 顾于宁再傻 也听出了点什么 怎么 那人表妹认识 那表姐可是当真不认识 顾于宁 我当然不认识 虽然那人确实长得人模人样的 但京城好看的人那么多 我也不能个个都认识吧 苏元咳嗽了一声 觉得在顾于宁越发口无遮拦之前 她还是把话说清楚得好 表姐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你在城门处遇到的那名年轻男子 不是别人 正是静王殿下 安静 死水一般的安静 安静到屏风后面的流井 以为人都走了 苏元看着实话在原地的顾于宁 上前轻轻拍了拍她 表姐 顾于宁如梦出行 你 你没逗我呢吧 苏元很无语 表姐觉得 我会和你开这种玩笑 所以 是那家 而不是 说静王殿下告诉你的这事 苏元 嗯 那她也在 顾于宁紧张地张望着四周 刘景这个时候 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顾小姐 别来无恙啊 顾于宁下地往后 亮呛了一瞬 苏元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 表姐 五哥是想和你解释 那天的事当真是误会 她并非当街策马的顽固子弟 更不是拿百姓生命荡儿戏的不法之徒 顾于宁淹了咽口水 看着一步步慢慢走近的刘景 觉得简直恐怖如斯 老天爷呀 要不要这么和他太这种玩笑 他以为自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结果居然是他误会了 错怪了人 还把人家当街骂得狗血淋头 更要命的是 这个人居然是当今陛下的亲儿子 堂堂的静王殿下 顾于宁觉得自己这运气简直了 小姑娘吓得都结巴得说不出话了 刘景瞬间也心软了 这姑娘本心是好的 可是做事未免太冲动了些 别说她并没有当街策马 但即便是真的遇到了当街策马的不法之徒 她也不该这般鲁莽形式 一个小姑娘 就算她是国公府的千金 在面对恶人之时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周全自身 而后向官府司机报案才是 她这般嫌恶如仇冲动草率 反而是让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顾于宁虽然脾气不好 心思也不怎么细腻 但她知道做错了事要道歉 虽然有点难为情 但她还是酝酿着开了口 静王殿下 那日之事实在抱歉 是我错怪你了 小姑娘眼睛大大的 声音软软的 有颈再大的火也都消了 她抢眼尴尬的握拳咳嗽了两声 没 没事 说清楚了就好了 只是 姑娘日后切记不可在这般冲动了 顾于宁虽懦着点了点头 殿下说的是 臣女记住了 苏元望着眼前这两人 想起前两天 刘耀说的给这两人凑对的事 虽然苏元也觉得 不管是顾于宁还是刘景 其实婚事都不能再拖了 都是已早不宜再迟 可就算如此 这种事也不能胡来啊 这两人 她是哪哪都不呆啊 刘景是独胜贤淑的翩翩君子 而顾于宁是能动手 绝不浪费口舌的火爆脾气 这两人要是在一块了 那以后这家里的是什么样啊 苏元简直不敢想 当天晚上刘耀回来后 苏元就说起了这事 并强调 让刘耀放弃给这两人说何的事 因为这两人实在是哪哪都不般配 太不合适了 这样的两个人强行弄到一块 过起日子来 只怕会鸡飞狗跳 虽然她对顾于宁的感情 没有自家几个姐妹那么深 但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她还是希望自己的表姐 能够嫁一个自己喜欢且合适的夫君 能一生和顺的过一辈子 所以 这样两个性子脾气南辕北辙的人 还是让他们放过彼此 各自寻求真爱去吧 苏元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夫人都发话了 刘耀自然是为命是从 以后再也没提过这事 有了自己的伏敌以后 对苏元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是摆脱了云氏 她不是凡云氏 如果云氏隔三差五的来一次 那她欢迎 可是如果像东宫石那样 几乎天天来的话 那谁受得了 而如今 虽然现在两座王府隔得不是特别远 云氏要是想过来 也是随时随地的事 但到底不是东宫石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都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孩子要照顾 包括其他几个 轴里也是这样 如今是刚住到新王府 都还新鲜着 等到自己家看够了看腻了 还是要长聚到一起说话才有意思 这是苏元上一世的经验所在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八十章 天汉 带彻底出了先帝的丧妻 所有的事情都一步步地开始恢复 民间的嫁娶 还有百官之间的宴请 这个时候才敢摆到明面上 然而很多事 也许时空的时间点会错乱 但还是会发生 建元一年的六月 淮南天汉 田地颗粒无收 百姓苦不堪言 勇家帝下令拨款赈灾 并派出钦差大臣 前往协助当地官员 以免发生流民动乱 至于这派谁去 那可就有说头了 派出去的人 首先在人品上要可靠 不能贪赈灾的银子和粮食 其次便是能力要过硬 天灾之乱 背后牵扯太多 尤其现如今新帝刚登基 就遇到这种事 这是最需要安抚人心的时候 最后就是要有绝对的威严和权势 能震得住当地的官员和百姓 勇家帝和太子刘章商议了半天 最后选出了三个人选 刘晓 刘景 还有刘耀 自己家的子弟 不用白不用 而且 这三人论身份地位 还是能力品行 都能看大任 皇室子弟亲临 更能显陛下心念百姓 以及皇家天安浩荡 至于这具体让谁去 刘章一时还拿不准 勇家帝直接大手一挥 三个都去吧 一来可以都历练历练 二来有什么事 三兄弟可以商量着办 刘章 父皇 一下子派出三个皇室子弟 是否太兴师动众了 无妨 淮南的情况不容乐观 当地的地方官估计是指不上了 而且 他们每个人都没单独理过这种大事 让三人互相帮衬着来也好 刘章 父皇说的是 那陈吉克让人去把他们三个叫来 这个时候被召见 三人心里多少也是猜到了点 所以 在听完来龙去麦后 三人都没多吃惊 勇家帝 这一去 估计要有些时日 但天灾民乱 刻不容缓 你们都回去收拾收拾 明日就正式动身出发 三人接下任命 各自回府准备 事情紧急 苏元和苏妙 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替丈夫收拾了行囊 次日一早 夫妻简单地话别了两句 三兄弟便匆匆动身出发 男人们有自己的事 女眷们也是没有闲下来 由苏元和苏妙带头 在京城的贵妇圈里发动了一次募捐 其实真正提起此事的是 太子妃有事 但是 若是东宫太子妃 明面插手进去 似乎有点显得皇家和臣子们 伸手要钱一样 所以 太子妃说了这个事 苏元和苏妙 就直接揽了过去 百姓受苦受难 他们也想出一份力 而京城的那些官眷夫人们的表现 大部分还是很不错的 不管介于昭王妃和魏世子妃的面子也好 还是捐款给自己行善机服也好 反正这银子是实打实地给了 当然 也有个别哭穷的 苏元和苏妙道也没抢求 全凭自怨 当然 那些踊跃捐款的 自然也得给人家点好处 没别的 皇后娘娘的一纸褒奖 别看是一句空话 那也是皇后娘娘的金口预言 亦是面上 有光的荣耀事 而江南那边的苏家 手上更有钱了 而且有粮 江南富饶之地 又是鱼米之乡 最不缺的便是物产 江南当地的富商 在苏怀的洞源下 也是纷纷捐钱捐物 这些粮食钱财 对他们来说都是九牛一毛 也伤不到根基 所以 大伙也都愿意 以此给自己换个好名声 顺便替家人积福积德 当然 苏怀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离不开背后两个侯爷兄长的元素 刘耀他们三兄弟 一去就是三个月 期间偶有书信传来 刘耀的信总是很长 厚厚的一打纸 不像前似的 一张纸 三行字 西字如金 他信中说道 旱灾远比他们以为的严重 目前朝廷震灾的粮食 只是杯水车薪 但是江南那边直接运过去的粮食 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其中 江南的苏家 肖家和谢家 都是此次的大功臣 回京后 自当为他们请公 肖家 谢家的字眼 不由得让苏元回想起了在江南的那些日子 还挺怀念的 不知道苏禅和苏璇这两个小妹妹 以及小叔叔婶婶 还有二祖母都怎么样了 还有肖玉 谢承安 还有肖书然这些人 应该也都各自成家了吧 不知道都过得怎么样 还有没有机会再遇见 还是就这么成为人生的一个过客了 淮南的旱灾 前前后后的折腾了大半年 刘耀三兄弟也是在外面这样风餐露宿的待了大半年 前不久刚送来的信里说 大部分是都解决了 剩下的那些地方官足矣 所以三人很快就可以启程回京了 接到这消息的时候 苏妙也正带着儿子在招王府玩 两个男人离家大半年 两个孩子也都在爹爹看不见的地方长大了很多 寻哥如今已经两岁多 趁哥也一岁多了 兄弟俩做什么都形影不离的 哥哥到哪都牵着弟弟的手 趁哥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都是寻哥一步步的带着弟弟 弟俩感情别提多好 寻哥和趁哥都是比同龄人聪明很多的孩子 说话走路都比一般孩子早很多 谁遇到都要夸一句 苏妙和苏妍姐俩坐在院里树荫下的主椅上说着话 两个孩子在不远处玩着小木马 身边围着一群丫鬟和嬷嬷 苏妙 那两个当爹的 不知道能不能赶在年前回来和家里人一起过年 苏妍 好在灾民们都安定好了 百姓也能安稳过个年 听说江南那边已经送过去两批粮食了 再加上之前咱们募捐的银子买来的那些 穿过这次天灾 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苏妙 江南那边的富商 这次可真是让人没想到 又是出钱出力 又是出粮食 可是立了大功了 小叔这次也是安前马后的 做了好多事 江南的富商也是在他的动员下行动的 苏妙 是啊 小叔在江南的富商里 地位举足轻重 他说话有时候 可比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 说话还管用 那三人一走大半年 还不知道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呢 苏妙 静王殿下如何 我是不知道 但我家那位和你家那位 做事都是一板一眼的性子 而且 也都不可能在灾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还讲究自身的吃穿 等回来 只不定成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呢 苏妍弯弯唇 四姐心里明明担心姐夫 干嘛嘴上还不饶人 苏妙撇了撇嘴 哎 不说这个了 也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事 寻歌听到两个大人的谈话 兴冲冲地跑过来 娘 是爹爹要回来了吗 苏妙 还早着呢 就算现在就动身 快马加鞭的路上 也得十几天 趁哥也摇摇摆摆地扑倒苏妍怀里 娘 苏妍接着儿子抱坐在自己腿上 趁哥是不是也想爹爹了 小孩子忘性大 又要这一走大半年 趁哥对爹爹 似乎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所以 这会乍一听到爹爹二字 圆灯灯的大眼睛 瞬间迷茫地愣住了 苏妍亲了亲儿子的小脸 可不能忘了爹爹哦 不然你爹爹回来 可是要伤心了 苏妍母子俩在招王府用过了午膳 下午又玩了许久 直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才回到魏王府 就寝的时候 苏妍让人把儿子抱到了身边 有要不在家的这大半年 她一直都是带着儿子一起睡的 看着儿子睡得香甜 苏妍却是了无睡意 来到窗边 望着半空中的明月 心中不由的相思更甚 只盼天灾早日安定 她的丈夫 称歌的父亲 可以早日归家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八十一章 团聚 有要三兄弟 最终还是没来得及在年前回来 这三人都是较真的性子 办什么事 不亲眼看到最终的圆满 是绝对不放心中途撒手离开的 所以三人直到年后的三月 才是终于风尘仆仆的各自回家 永家弟体谅三个晚辈的辛苦 让人直接回府休息 不必急着进宫复命 苏元和苏妙得到消息 都是早早的在城门那等着的 那么好几年没找到自己众议的姑娘 刘景对成亲这事 明明是已经心态很放平了 可是在看到哥哥和弟弟 都有娇妻等候迎接 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 她忽然也想早日成亲了 苏元看着消瘦了不是一心半点的丈夫 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 刘耀知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便让长明牵着马 她则随苏元坐上了马车 刘晓也有样学样的照做 只剩下刘景 一个人骑马回自己的静王府去了 一个个的 有媳妇了不起啊 上了马车 四下无人时 刘耀是毫无顾忌地躺到了苏元怀里 苏元也没嫌弃她一身的风尘仆仆 抚着她瘦削的脸庞 面颊相贴 男人闭着眼睛养神 我不在这段时间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就我和儿子两个人 能出什么事 你和姐夫 五哥他们在外这么久 都还顺利吗 顺利不顺利也都过去的 如今百姓安定下来了就好 苏元婉儿一笑 是是是 你最厉害了 车厢内忽然安静了下来 两人四目相对 有股异样的情绪 在彼此眼中炸开 两人不知何时亲到了一起 小别盛新婚 他们无疑都很想对方 太久没亲近 两人的身体 很快都给予了最诚实最本能的反应 苏元按住 她扯她外袍的手 微喘着说道 回 回复再说 她可不想在马车里 有要文言也听话地 松开了扯她衣襟的手 但是她也没就这么放开她 从城门到王府 颇有段距离 足够她姐解馋 只要她不过分 苏元也喜欢给她亲 等马车在王府门前停下时 苏元是被流药抱下来的 苏元一早 吩咐人备好热水 等她回来沐浴 这男人一向爱干净 这在外面待了那么久 肯定是没好好清洗过 估计早就受不了了 有要回家的头件事 也是沐浴 苏元替她拿好换洗的中医 男人细细地清洗了两遍 第一遍的时候 水都浑浊了 她才让人换了两遍水 等到她清爽干净地走出来 就看到妻子正陪儿子在踏上玩耍 趁哥看到房间里 突然出现的高大男人吓了一跳 但可能是这辈子 有要陪孩子的时间多了很多 所以 趁哥不至于一点都不认得 加上苏元平时有教她 小家伙顿了顿顿 奶声奶气得的叫了声爹爹 有要将儿子抱到怀里颠了颠 我这一走大半年 趁哥都长大了 说话都这么利索了 苏元 可不是 我们趁哥可聪明了 说话走路都比别的孩子早很多 一家三口在床上玩了一会 趁哥很快就和爹爹亲了上来 她发现 爹爹可以将她高高举过头顶 可以将她扛在肩上让她看得更远 这是娘亲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 趁哥也是很快就重新喜欢上了爹爹 等小家伙玩累了 如母要来抱孩子 趁哥扑腾着小腿 怎么都不干 我不 我要和爹爹娘亲一起睡 留药 苏元知道男人的心思 咳了两声 你不在这段时间 我晚上一直都是抱着趁哥睡的 他大概是习惯了 有药脸色有点黑 苏元试图商量 要不 今晚就先让趁哥再睡一晚 趁哥文言 也是眼巴巴的看着父亲 一大一小神同步的望着他 有药哪里还说得出一个不字 趁哥躺在中间 爹爹娘亲一左一右的陪在身边 小家伙很兴奋 话也比平时多了很多 又是缠着爹爹讲故事 又是让娘亲给他唱歌 夫妻俩也宠着孩子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等精力用尽了 小家伙也终于是睡着了 就在苏元以为当天晚上 就这么温馨平静的过去时 男人再次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他太天真了 因为就在趁哥睡熟了以后不久 有药就叫来如母 轻手轻脚的 把孩子抱回了耳房 苏元不满的趁了他一眼 你不是都答应了儿子一起睡的吗 这不是睡了吗 至于这睡着了以后 睡哪不都是一样吗 苏元好有道理 他竟无法反驳 男人的意图太明显 苏元想猜不出都难 他被男人腾空抱起的时候 忍不住戳了戳他精壮的胸膛 你不就是想干坏事 男人轻笑了声 没有言语 他将他压到身下 扯去他身上薄薄的寝衣 然后急不可耐地亲了上去 这是他们两人重生以来 分别醉酒的一次 他们都很想很想 所以这一夜的苏元也是全力配合着 梳妆敬前 美人踏上 浴室内 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相爱的痕迹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82章 相看 第二天 苏元不出意外 没能起得来 而刘耀 则是神清气爽地出门上朝去 朝堂上 勇家帝对刘小兄弟三人进行了褒奖 还可赏赐了许多好东西 与此同时 刘景的婚事 在勇家帝眼里 也是不能再拖了 所以散了朝之后 勇家帝单独把刘景 叫到了御书房 朕也不和你绕圈子 就一个是 你的婚事是必须要定下来了 刘景也不意外 父皇能允许他任性这几年 已经是不容易了 他不能得寸进尺 父皇这么说 心里可是有了主意 你之前不是说不喜欢太过端庄自持的女子吗 那朕就给你指一个性格跳脱活泼的如何 刘景很谨慎 父皇您指的是 魏国公敌赐子敌长女 顾家的大姑娘 你可有印象 那可是太有印象了 刘景登时吓得不轻 父皇 您 您没和尔臣开玩笑吧 勇家帝没好气 朕有那么闲 怎么 你又不愿意 这个幼子就相当灵性 刘景听出了老父亲对他已经没有了多少耐心 可他也做不到妥协取顾于您啊 父皇 顾家姑娘姑娘的确性格直率跳脱 可是似乎有点跳脱过了头啊 勇家帝眼睛一瞪 不满地说道 你怎么什么人都能挑出毛病 你是想找的仙女是怎么着 刘景低头闭嘴 你母妃那边都和朕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她看着你兄弟们的孩子都眼馋 你个当儿子的就不能体谅一下 现在朕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娶顾家的大姑娘顾于您 另一个就是太师家的嫡次女赵诗情 也到了适婚年龄 这二者 你选一个吧 刘景仔细地琢磨比较了起来 顾于您的性子 是真让人有点不敢恭维 而这赵诗情 好像是京城中有名的才女 但是否或真价实 没人知道 她一时还真有些拿不定主意 勇家帝见她说不出个所以然 行了行了 朕料你也没个主意 这样过几日 朕让你母后半个春日赏花宴 届时把各家士林的千金闺秀都照进宫 让你母后和你母妃细细为你挑选 刘景 那陈自己就不用看看了吗 勇家帝冷哼一声 你要是不嫌丢人 躲在暗处看一看 也不是不行 刘景懂了 父皇放心 而陈不嫌丢人 勇家帝 张皇后对几个数字 也是当真放在心上 办事效率相当的高 两日后 京城中的各家 就都陆续收到了来自皇后娘娘春日赏花宴的帖子 虽然勇家帝和张皇后都没有直说 但那些人精一样的官眷夫人们猜也能猜出点什么 如今太子那边妻妾人数都是满满当当的 他们自然是不敢想太子了 但是几位王爷里 镜王还没娶王妃 昭王那边也还没有侧妃 这可都是机会啊 所以当天 诸位官太太都是卯足了劲 给家里的女儿认真打扮 大事小事地嘱咐了一大堆 就盼着女儿能入皇后娘娘的眼 谋个王妃当当 再不计侧妃也行 太子妃和其他几位王妃来得稍稍迟了些 几个轴里互相等了对方 就耽误了点时间 等他们来到御花园的时候 就发现这些正处妙灵娇滴滴的小姑娘 可当真是比花朵还娇艳 云氏心里庆幸 刘烨来不了这种场合 否则眼睛还不看直了 苏元氏知道 此次宴请目的何为 单纯是作为一个看客出现的 什么也不操心 太子妃和几位王妃来到 在座的官眷夫人和闺秀都起身行礼 太子妃先是带着几个弟妹 给张皇后和四妃请礼问安 继而才入座 周贵妃打亮着满圆花一样的这些姑娘 笑道 到底是年轻 但装浓膜总相宜 个个都是标志美人 皇后也是点头称赞 是啊 本宫都看花眼了 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 德妃 贤妃姐姐可是有重义的 贤妃轻轻叹了生气 我也觉得个个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 锦儿怎么想 淑妃 老五这亲事耽搁了这么久 如今人都二十一了 爱要这个弟弟都为人夫为人妇了 他也属实是不能再拖了 贤妃 谁说不是呢 我瞧着你们都抱孙子 可羡慕坏我了 偏偏那臭小子不争气 德妃 你也不用着急 只要一成亲 小年轻的夫妻 怀个孩子 那还不容易 底下的那些夫人小姐一听这话 各个面露喜色 果然被他们猜对了 所谓的赏花宴 其实就是找个由头 给靖王殿下相看王妃人选 幸好来之前做好了准备 张皇后和贤妃 都是知道永家弟心里的两个人选的 所以当张皇后给了贤妃一个眼神 贤妃的视线 就开始在顾于宁和赵师情两人身上徘徊 家事这种都是虚的 贤妃一点也没琢磨 两个女孩背后的家族势力 只一心想哪个儿子会喜欢 看相貌的话 顾于宁宁燕夺目 更胜一筹 赵师情清秀温婉 胜在气度不凡 在看性情的话 顾家姑娘好动些 而赵家的这位就明显好近 再想想自家儿子好动又化劳的本性 贤妃觉得 似乎是这顾家姑娘对性子一些 而且更重要的是 顾家姑娘更漂亮啊 贤妃觉得 自家儿子虽然不是老四那种好色披子 但是男人的本性在那 哪个不喜欢漂亮的 就是他 也喜欢漂漂亮亮的儿媳妇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 贤妃的视线就落定在了顾于宁身上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顾于宁却额头直冒冷汗 这是什么要命的事 他前不久刚刚那样骂过一场的人 现在让他做他的媳妇 这要是真成了亲 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这桩婚事还能好吗 而且 坦白说 靳王刘景 并不是他重义的夫婿类型 他喜欢勇猛刚义的武将 不喜欢文粗粗的书生 而靳王却偏偏就是从文 这与他的意愿严重不符 顾夫人是知道女儿的喜好的 可这种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只得是求助地看向苏元 苏元回了个稍安物躁的眼神 这还只是皇后和贤妃相看 不能说明什么 皇家的这些长辈相对来说 还都算开明 若是刘景不愿意 也不会一味勉强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在刘景身上 待宴席散去 顾夫人和顾余宁 已见亲戚的别角理由 来到苏元身边 请她帮忙支招 苏元 表姐是确定 不想嫁给靳王殿下 顾余宁咬咬嘴唇 我 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喜欢什么类型 这个都是会随人而改变的 这个可说不准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到底对靳王殿下 是什么样一个观感 顾余宁正愣住 靳王殿下温润如玉 风度翩翩 这都是大家伙公认的 而那日她不分清红皂白的失礼在先 她见她也只是为了解释清楚 并没有和她计较什么 君子端方 靳王殿下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称赞 可她喜欢这样的人吗 她喜欢的 明明一直都是表哥那样 勇猛果爵的武将啊 还是算了吧 苏元 表姐想好了 你若是拿定了主意 我就让我家你妹夫和靳王殿下说清楚 但前提是 你可不能出而反而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后悔药 故于您沉默良久 最终还是点了头 我想好了 我和靳王殿下实在是不合适 她是翩翩如玉的君子 我这么个暴脾气不学无数的人 她怎么受得了 苏元 表姐不要妄自菲薄 你自由你的好 那也是别人比不了的 不过既然你确定了 那我就让你妹夫说去便是 顾夫人 那就多谢阿元了 就母客气了 顾于您 那表妹 我和母亲就回去了 改日我再去你府上看称歌 好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83章 都得了圆满 晚上刘耀回府后 苏元就和她说了 顾于您那边的情况 刘耀 你表姐不喜欢五哥 苏元 我应该和你说过 我表姐之前是喜欢我大哥的 你觉得靳王和我大哥是一类人吗 这个问题都不需要任何的思考 因为答案显而易见 刘耀也不问了 那我明天告诉五哥 让她和贤妃娘娘说说 那你说五哥那边 会不会受打击啊 刘耀觉得自己的小王妃 对刘警的误解很大 放心 她那脸皮 刀枪不入 岂是区区一个 顾于您能打击得了的 苏元 而当刘耀将苏元的原话 原原本本说给刘警之后 这家伙的反应 还真是有点出乎她的意料 啥 她不愿意 这给她五哥气的君子气度 都顾不上了 刘耀 反正是这么个意思 既然人家不愿意 咱们肯定也没必要强求 你就和贤妃娘娘说说 选召太师的女儿吧 刘警 不是 她为什么不愿意 叫我还委屈她了 刘耀不明白 她忽然计较这个干什么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问题 那是因为什么 无奈 刘耀只能实话实说 我坦白告诉你吧 顾家这位大姑娘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苏燕 刘警一整个惊注 什么 这下你该明白为什么了吧 你和苏燕的脾气秉性 那差着十万八千里 就算这股小姐现在已经放下了苏燕 可这眼光和喜好也不可能转变得太过离谱 听完刘耀的话 刘警一口气耿在心头 是记上不去也下不来 那日公宴 她在暗中观察了许久 终于在顾于宁和赵世晴之间做出了个选择 她选顾于宁 顾于宁鲜活漂亮 和这样的女子成亲 总好过一块木头 但她怎么都没想到 她居然被拒绝了 拒绝了 这谁能想得到 苏燕也是怎么都没想到 刘警会选她表姐顾于宁 毕竟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才女赵世晴 都应该更对刘警这个从文王爷的口味才是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 她表姐比赵世晴突出的点 那应该就是长得更好看了点 可这一向清高自傲的晋王殿下 也会这般俗气吗 她有点搞不懂了 尤耀对这事是没再过问 毕竟哥哥的婚事 怎么着都轮不到她这个弟弟来操心 有那功夫 她还不如在家陪儿子呢 中间的周折苏原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一个月后 永家弟就搬下了给刘警和顾于宁赐婚的圣旨 而就在苏原着急的让人去打探 魏国功夫的消息时 顾于宁直接让人给她传话 说让她不用担心 这桩婚事既然成了定局 那她会安心接受 这话中的意思 苏原也是绕了好大一圈才明白 顾于宁的性子 能这么说 那就肯定是愿意了 虽然苏原不知道 刘警做了什么让顾于宁点的头 但既然双方都愿意 也就没有他们这些外人什么事了 两个月后 晋王殿下大婚 王府大摆筵席 刘耀和苏原也带着儿子 去吃他五伯伯的喜酒 即此 几位王爷都得了圆满 刘警个别地方也是和其他人很不一样 就比如新婚当天 人家新郎官都是被灌酒 他是仗着自己酒量好 反过来灌别人 于是乎 酒量不怎么样的刘小就中招了 然后酒量 其实还不错的流药 也是一身的酒气 眉眼间有了三分醉意 苏妙气得差点直接把刘小丢在路边 人家成亲 他喝这么多干什么 不知道还以为他是新郎官呢 二姐苏妍和二姐夫郑景芝当天也有去京王府喝喜酒 苏妍已经又怀了身孕 肚子都显怀了 郑景芝处处小心 唯恐哪里不周到 大姐苏婉是随着自己婆婆一起去的 大姐夫似乎公务繁忙 没抽得开身 苏妍看着姐妹们如今各自成家 各自有儿有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大姐夫对大姐言听计从 二姐也苦尽甘来 如今再次有孕 于成虽然不靠谱 但对苏静还是不错的 四姐更不用说 最近听说还给姐夫利起家法了 如今表姐也终身有托 他们都各自尘埃落定 往后余生都会平安如意 一生顺遂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八十四章 你哪里看得出我不喜 等到刘景把一众兄弟都喝趴下 她自己也有了醉意 身边的敬畏看不下去了 王爷要是在喝 今晚还入得了洞房吗 想起这位新王妃往日的名声 明妻替自家主子捏了一把汗 同伴明酒倒是看得开 放心吧 王爷赶取 就说明她震得住 明妻觉得这话可信度不高 那可未必 刘景是被手下的人掺回新房的 而她的一身薛忍酒气 也成功地让她被顾于名二话不说 就赶进了御房 去去去 给我洗干净了 否则别想上我的床 明妻和明酒听到这心里咯噔一下 新王妃如此不给王爷面子 还是在新婚夜 他们本以为王爷会不满会生气 谁知当事人抱着换洗衣物 十分乖巧地进了浴室 呀吼 看来以后王爷和王妃之间 夫妻间地位如何 已经显而易见了 两人极有默契地快速离开 再听下去可就不礼貌了 顾于名身吸了一口气 怎么也坐不住 心脏扑通扑通的 像是要跳出来 她这就嫁人了 而且马上就要洞房 一想到 昨晚她娘给她看的闭火图厕 还有说的那些话 顾于名现在就想原地顿走 你想什么呢 吓成这样 头上忽然传来的声音 将她拉回了线时 她下意识抬眸 一身红色寝衣的刘景正暴毙 站在她跟前 面带促暇地看着她 你 你洗好了 嗯 你在紧张吗 顾于名瞪眼 你废话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能不紧张吗 刘景握着她的先手 两人在心床边坐下 成亲前 我不是都和你说好了吗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也不要求你 收敛自己的性情脾气 一切都遵循你的本心就好 顾于名觉得她说的容易 我要是真这样 不得被那些妇人的口水淹死 谁敢 擅自议论皇家之人 以下犯上可是大罪 顾于名 可 那样的话 大家也会说你的 说我什么 说你怎么就娶了 那么个没规矩的王妃 怎么那么没眼光 刘景无畏地笑笑 谁人背后没人说呢 就是我大嫂那般在你们眼里完美无瑕的女子 还有人说她装模作样假惺惺呢 你之前在娘嫁的时候过得那般肆意潇洒 那定然就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现在嫁给了我 你也还是不需要在意 你嫁给我 我不敢说有什么千好万好 但这一点 我还是能向你保证的 故于凝唇脚勾起 这也是这桩婚是他愿意点头的原因 那时 圣上赐婚的圣旨下来 他所有的想法都不重要了 天子精口欲言 抗旨不遵是死罪 他只能嫁 但他没想到 刘景慧第一时间去到魏国公府找他 圣旨下来 凡事已成定局 即便他贵魏王爷 又是陛下的亲儿子 也无可奈何 但他言之早早地 当着他父母的面承诺 有他靖王一日 靖王妃便只可能是他 私下里 他也是允诺他 婚后不必刻意拘束脾性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千人千面 他从不觉得 外向开朗的女子 比端庄好敬的女子差些什么 也绝不会对未来妻子的形势横加干涉 其实顾于宁也知道 刘景对他 也还远远谈不上情意深重 但正因为如此 他给予的尊重和允诺 才更加可贵 反正已经没了退路 他除了答应 也没有别的办法 想到他那天的那些傻乎乎的表现 顾于宁有些眼眶发酸 只要他对她好 他自然也会努力 做个好妻子 他轻拧了下他精致的鼻尖 很感动吗 还 还行吧 那 感动完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房了 顾于宁当下结巴了 你 你 你今晚真要远房 刘景挑眉 不然呢 咱们盖着被子 摇天到天亮 顾于宁善笑道 不是 我 我听别人说 很多父母做主的婚事 若是当事人不喜 也有新婚之夜不远房的 有景反问 你哪里看得出我不喜的 他一时哑然 原来王妃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啊 男人悠悠地说道 手臂突然用力 将人扯到怀里 随即低头亲了上去 那动作 那力道 那迫不及待的样子 顾于宁是真信了他对自己不是不喜的 当晚 他们要了三回水 有景身体力行地向自己的王妃证明 他对他到底喜不喜 甭管婚前如何 起码婚后的日子 静王和静王妃 在外人眼里 那是出了名的共进退的恩爱夫妻 贤妃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妇 小两口去请安的时候 都是笑容满面的 有景办差的时候 遇到几个兄弟 都拿他打去 五弟 洞房花竹叶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快活似神仙 这么美谱的话 也就只有刘烨说得出来 有景也习惯了风流四哥的口无遮拦 四哥要是羡慕 可以再取两个试试 刘云 他倒是想 弟妹能饶得了他 刘烨怎么可能在兄弟面前失了面子 开玩笑 我想取几个取几个 他能怎么着 刘耀也插了一嘴 听说四哥那边的林姨娘快生了 嗯 预产期就在下个月 刘云 四弟很是喜欢林氏吗 这已经是林氏的第二个孩子了吧 刘烨也坦诚 林氏温柔小意 最是体贴 等他这台孩子生下来 我准备向父皇请指 给他个侧妃的位子 其他人文言证了一下 林氏 侧妃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吧 出身这一条可就不太够格 不过即便心里这么想 也没人说出来扫留夜的心 说白了 这也是人家的家事 做兄弟的 还是别管太多 苏元近段时间一直神经高度紧张 不为别的 前世这个时候 韩王可是趁着突厥起兵大位之际 意图谋反来着 可是这一世 突厥没有起兵 韩王那边也是老老实实的 韩王那边 苏元大概知道变故的缘由 一是县文帝临终前的那番话 多少让韩王动容 其次 有要的重生 他经常暗示性的提醒刘章和勇家帝 所以这一世的 韩王手上没有任何实权 第三 韩王真的没时间没精力 拜卫王所赐 这家伙有事没事的 就拉着韩王游山玩水去 韩王想拒绝都不行 因为他二哥压根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那时到了他的王府 抓着他就上了马车 行李啥的 都让下人慢慢送上来 韩王本来是有些抵触情绪的 毕竟他们从来也没这么相亲相爱过 但是架不住他二哥 是真不会看人脸色 一路那些好吃的好玩的 不管什么都让他强行参加 问就是给二哥个面子 就这样 韩王那些本就已经很微弱的野心 被魏王彻底磨没了 而且 在这游山玩水的过程中 他也想通了一些 做皇帝真有那么好吗 连个皇宫都出不了 就算出来也得一大群人跟着 做什么都受拘束 倒真不如做个富贵闲散王爷 潇洒快活度此生 苏元听刘耀说这些的时候 差点没笑差气 二叔他 他可真是个人才 刘耀 我二叔有时候 确实是个让所有人头疼的存在 苏元却隐约能感觉到 魏王这些举动背后的深意 二叔应该也是不愿意 韩王真的走上极端吧 毕竟兄弟细于强的是谁都不想 当然 能想出那么个主意缠着韩王 这种事也就为王干得出来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85章 战士起 半个月后 齐王府中传来消息 林氏姨娘生了个女孩 齐王府如今敌出家树出的儿子有好几个了 女儿还真是头一个 齐王喜出望外 抱着女儿半天不撒手 齐王非云氏心里眼里都酸 但面上还是要装出大肚的样子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 一点也不像那些刚出生的孩子皱巴巴的 齐王很得意的笑 那时 那不看看是谁闺女 云氏咬着牙 强撑着笑 当天下午 刘叶进宫给永家弟报信 刘家这一辈 男丁旺盛 女孩还真是少 所以永家弟乍一听说 多了个小孙女 心里也是高兴 刘叶顺势提出 想给林氏侧妃未分一事 美琴明曰若是生母位分太低 对女儿以后也不太好 若是林氏生了个儿子 那不稀罕 永家弟听听也就罢了 对侧妃这事是根本不可能答应 可问题是 林氏这次生的是个女儿 是皇家最稀缺的女儿 加上儿子说的也有道理 女子立身处事本就不易 生母未分要是太低 对她孙女以后还真是影响不小 说不定还能被人戳几两骨一辈子 所以永家弟犹豫了片刻后 居然点头同意了 圣旨当天下午就下来了 内容先是夸了林氏一通 点出其为其王玉玉子四有功 又各种好话好词来了一遍 然后最后一句 册封其为其王册妃 林氏还在月子里 所以是其王接的旨 但是消息还是迅速地传到了林氏的院子里 身边的丫鬟喜不自胜 姑娘 咱们终于盼到了 往后 您就是名正言顺的其王侧妃了 你又生下了小公子和小郡主 看王爷那么喜欢小郡主 以后您和小主子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林氏欣慰一笑 我只盼着能得王爷一分怜爱 以及我的两个孩子能平安长大 如此 我便心满意足了 姑娘放心 一定会的 这侧妃之位 可就是王爷替您向陛下求来的 可见王爷对您多上心啊 林氏 希望如此吧 齐王府天女的消息不静而走 张王府这边自然也是收到了 尤耀不关心别人家的事 但齐王生女的事让她也想到了什么 你说 趁哥都提前来了 您姐会不会也是 苏元一愣 又手下一时搭上小腹 这个不好说啊 怎么 你看到四哥有女儿也眼馋了 尤耀望着她的肚子那里 嗯 想咱们宁姐了 这事也急不来 而你什么的都要看缘分 你四姐是不是又怀上了 苏元不觉有她 对啊 都三个月了 害喜害得可严重了 吃什么吐什么 人都瘦了一圈 可把我心疼坏了 尤耀回想了一下 这样说来 你怀趁哥的时候还算稳定 对啊 咱们趁哥已经是很乖 很心疼娘亲了 也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 本来好好地聊着天的两人就纠缠到了一起 苏元躺在丈夫勇猛有力的身体下 贪负着她的肩膀 随她一起一动沉沦 阿元 嗯 这个时候叫她准美好事 我们也努努力 让宁姐快点来好不好 好 她也想女儿了 房间内的动静忽然变大 而且是久久没有停息 接下来的几天 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就很单调 吃了睡 睡了就吃 不过这里的睡不是睡觉 而是睡人 苏元觉得很奇怪 她和刘耀明明 各自身体都没有问题 而且那种世上堪称是频繁 可是这孩子依旧不是想怀就能怀上的 而比孩子更先来的 居然是战士 突厥还是起兵了 比前世晚了半年的时间 但同样是来世汹汹 已经连夺大卫的两座城池 出兵 以示刻不容缓 和前世一样 刘耀是要上战场的 军营那边已经开始点兵点江了 朝堂上为着谁挂帅大臣们 也是各执一词 大部分的官员们都觉得 苏恒苏臣兄弟俩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也有人推举其他的将领 永家帝的几个儿子中 端王和昭王都是自幼习武 且到如今也是一身的本事 但是却无人敢说 毕竟谁敢让皇帝的儿子玩命去 如果一定要有 那就只能是他们本人了 没错 端王和昭王都请命随军出征 当然 以他们如今的资历 是不可能挂帅的 最多是个副将 还是要有个身经百战的人 统领全军才行 永家帝最后的决定是 苏恒为元帅 苏臣为副元帅 端王和昭王 皆为麾下副将 随军出征 消息传到昭王府 即便两世为人 苏元还是淡定不了 这一世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故 所以 他真的没办法不担心 这次的疆场厮杀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趁哥也听到了大人们的话 养着小脸 娘亲 爹爹要出去打仗吗 苏元摸了摸儿子的头 是啊 爹爹马上要去打仗了 那爹爹能不能不去啊 我不想爹爹不在家 趁哥乖 爹爹是去打坏人了 等坏人打跑了 爹爹也就回来了 趁哥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养眼亮晶晶的 爹爹好厉害啊 对啊 趁哥的爹爹是最厉害的 心里再不舍再牵挂担忧 苏元都做不出扯丈夫后腿这种事 他理解他的报复和忠诚 所以他会好好的和儿子一起 在家等他回来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八十六章 我不要娘亲有危险 临行前一晚 苏元亲自替丈夫收拾着行囊 军营里都是甲皱不离身 那些衣着讲究的外袍 此刻都没必要 多被几件和身舒服的中医礼衣就好 趁哥此刻被爹爹抱在怀里 街里咕嘟的一大堆问题 尤耀也很耐心地回答着儿子 即便小孩子的有些问题 着实让人招架不住 苏元收拾好衣服 还想给他备点别的 尤耀一时哭笑不得 行军打仗又不是外出巡游 其他东西都没那个必要 苏元 诈一让你风餐露宿 还真不知道你能不能习惯 刘耀 你男人没那么娇气 当得衣食无忧的王爷 也做得了征战厮杀的将军 况且 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战 为家国 为身后的山河 为龙椅之上的地妇 为家中的妻儿 只有宝的山河无恙 边境安宁 才能有小家的平安喜乐 有他和他的长相厮守 苏元想到什么 总之 一定照顾好自己 也替我照顾好爹爹 留要一只手臂稳稳地抱着儿子 腾出另一只手 将妻子也搂进怀里 放心吧 我和岳父还有二叔 都会平安回来的 别的不说 你难道还不信岳父和二叔的本事 苏恒和苏晨 都是身经百战 靠军功一步步地走到今天 苏元自然相信 但相信是一回事 只要是自己的至亲 就肯定难免担忧 趁哥眨巴着忽上忽上的大眼睛 听着爹娘的话 爹爹和外公都要去打坏人吗 又要贴了贴儿子的小脸 嗯 爹爹和外公都要去 等打跑了坏人 我们再一起回家 趁哥在家 要听娘亲的话 认真读书练字 等爹爹回来 就开始教你骑马 趁哥一听这话 顺时眼睛放光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爹爹什么时候骗过你 苏元瞧着这父子俩 事实开口 家里的事你都不需要担心 我和趁哥 还有肚子里的这个 一起等着你 尤耀惊讶地抬头 正愣过后 脸上的喜色溢于眼表 时 什么时候的事 苏元逗着他怀里的儿子 这个月月兴迟了五天了 今天早上请了太医 说是有一个月了 趁哥 爹爹 你们在说什么 两人对事而笑 尤耀 你娘亲又有身孕了 趁哥要有妹妹了 妹妹 像四叔家那样的妹妹吗 刘耀 咱们家的妹妹 可能比四叔家得更好 趁哥高兴地直拍手 好啊好啊 我喜欢妹妹 苏元存心打击这父子俩 想得可真美 万一是个弟弟呢 你俩就不喜欢了吗 刘耀刚想说 怎么可能这肯定是宁姐 可又顾着儿子还在旁边 弟弟 也行吧 有趁哥这个当哥哥的 带着他总不会差的 趁哥也不在意的样子 弟弟我也喜欢 苏元看着墙头草湿的儿子 手指勾了勾他的小鼻子 你这小子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你到底是想要弟弟 还是想要妹妹 我都想要 娘亲 可以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吗 苏元 他就不该问 娘亲不回答 趁哥转头继续问爹爹 爹爹 弟弟和妹妹 不可以都有吗 苏元本以为 男人又要借机调侃他一番 没想到他 反而是一本正经的 和儿子说道 趁哥 娘亲怀孩子到生孩子 是很辛苦 也很危险的 所以 娘亲再生一个妹妹 咱们家有你有妹妹就够了知道吗 危险 小家伙很显然不太能理解 苏元赶忙到 趁哥还小 和他说 这个干什么 你别吓着他 有药 有些话早说 有早说的好处 行了行了 趁哥别听爹爹的 咱们睡觉去 趁哥略带无措的抿着小嘴 娘亲 我不要娘亲有危险 趁哥乖 娘亲不会有危险的 爹爹不在家 我会保护好娘亲的 小家伙握着拳头 一脸认真 苏元被儿子可爱到了 好好好 趁哥是小男子汉了 你来保护娘亲 娘俩又说了好些话 才终于是把趁哥给哄睡了 如母抱着回了他自己的房间 苏元称怪的瞟了刘耀一眼 你也真是 和儿子说 那个干嘛 没得吓他一跳 刘耀刚才的高兴劲过了 此刻心里是后知后觉的担心和恐惧 暂时打起来 每个一年半载结束不了 这次他又陪不了他了 他生趁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他实在不放心留他一人 我不放心你 苏元知道他的心结 这一世和前世不一样 我很听嬷嬷们的话 心态也好 所以你看我生趁哥的时候就很顺利啊 这次这个孩子也不会有问题的 你就放心吧 有药 我让母后把催嬷嬷派来 陪着你直到生下孩子 催嬷嬷是宫里最有陪手照顾 以及接生孕妇经验的嬷嬷 知道不这样的话 这男人是绝对不放心的 苏元便都顺着他 好好好 你要实在不放心 就让催嬷嬷来 油药紧紧拥着他 战事一旦稳定 我就立刻快马家鞭地赶回来 你好好的等着我 苏元 好 我等着你 大军出发的时候 苏元带着撑哥一起去送他 身着甲皱的男人格外英姿笔挺 刚毅俊朗 苏元很没出息地扑进了他怀里 很没出息地 还是掉了眼泪 又要吻了吻他的额发 不用担心我 你男人厉害着呢 苏元被他这当众不要脸的话 弄得破涕为笑 该走的还是要走了 苏恒一声令下 大军正式动身出发 刘晓叹了生气 他也想去 可惜他爹嫌他武艺不够 怎么也不同意 苏妙如今已经显怀了 苏元看着他的肚子 现在胃口好点了吗 苏妙苦恼地摇摇头 一会好一会差的 和怀熏哥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苏元 看来这一胎 是个娇气的小家伙 苏妙抚摸着肚子 我希望是个女儿 这样娇气点我也认了 儿子要是个娇气包 我可受不了 苏元 正好 我也希望我肚子里 这个是个女儿呢 苏元怀孕的消息 目前还没传开 苏妙眼下还真没提前知道 所以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你这是 又有了 嗯 前两天太医把过麦 说有一个多月了 苏妙 那你家妹夫这时候不在 你心里有准吗 苏元 又不是没生过孩子 没事的 苏妙 但还是要多小心 我知道 张王妃再度有孕的消息 慢慢传开 永家弟和张皇后 是早就知道的 遇刺的各种真品 还有留要点名的崔嬷嬷 早就已经到了张王府 其次便是庆宁 女儿再度有孕 偏偏女婿这个时候不在家 而她丈夫也出征了 她在家中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母女俩一合计 庆宁直接搬到了赵王府照顾女儿去了 其他人对此也说不出什么闲话 宫里的嫔妃怀孕的时候都能批准家族的生母探望 更别说亲王妃了 苏妙对此很羡慕 她也想母亲能来陪她住几天 可惜 她不比苏元有自己的府邸 她还和公婆同住呢 这种情况 别说她张不开这个口 就是公公婆婆愿意 她母亲也会觉得不合适的 公公婆婆和娘家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 说出去总觉得怪怪的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87章 不想打仗 就这样 有了母亲的陪伴和照顾 又有个经验丰富 什么都懂的崔默默 在一旁协助 苏元的日子 过得别提有多舒心 而且 这一胎肚子的孩子 也很懂事 一点都不闹腾 所以从怀孕衣时 苏元气色就很好 饮食方面 庆明和崔默默 都盯得很紧 既要清淡 不可太过油腻 又要起到孕妇滋补身体的功效 更要避开那些 孕妇不宜吃的瓜果蔬菜 这其中可是相当不容易 也就自己的亲生母亲 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细心了 苏妙在七月中 再次平安产下了孩子 只不过她心愿落空 因为这次的还是个儿子 苏妙倒是还好 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都喜欢 但是刘晓就不一样了 看到折腾了自己媳妇 将近十个月的 居然是个臭小子 她当场就傻了 她早就想好了 要是个闺女就放过她 可现在这是个儿子 想到如今天天和她唱反调 气得她吹胡子瞪眼的大儿子 刘晓心里开始同情自己 当然除了自己的亲爹 其他人还是很喜欢小家伙的到来的 尤其是爷爷奶奶 还有侯府的外婆和几个舅舅 以及小家伙的亲哥哥 寻哥是最高兴的那个 从弟弟被如母抱出来 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 而且是越看越喜欢 母亲 弟弟真可爱 苏妙觉得 还是儿子说话中听 不像他那个不着调的爹 寻哥喜欢弟弟吗 喜欢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 我都喜欢 听听 这话说的 苏妙瞬间更嫌弃丈夫了 战场这边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 和突厥军队的第一场交锋 大卫大获全胜 士气高涨 但突厥部队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调整战术反攻 却再次被苏恒化解 战了两场 双方各有损耗 但被突厥占领的两座 属于大卫之计 城池都已经夺了回来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这帮家伙赶回老家 而且让他们吃个教训 以后不敢轻易来饭 晚上的军营 军衣剃留药正在包扎伤口 又要想到白天的那惊险一幕 心里还有些后怕 若是以前 为国捐躯 他能毫不犹豫 可现在 他有妻友儿 马上还会有女儿 他绝对不能有事 就在他被前后夹击 敌军一猛将的弯刀向他砍去时 那一瞬 他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谁也没想到 他没有被敌军的弯刀砍到 反而是那敌军将领 举起大刀的瞬间 忽然双眼一掷 然后嘴角吐血 静止向前倒去 而这人身后 是一支坚硬锐利的羽剑 他腾过身来 继续与敌人厮杀着 但那时 余光撇到了救他的那个人 是他三哥 军衣包扎好伤口 叮嘱了几句 公身告退 刘耀心里是千回百转 前世的时候 刘卓对他和他大哥 可以说是视为死敌 所以重生以来 他对刘卓 也一直都是带着提防 但这一世 周贵妃和刘卓 似乎都没有前世那么激进了 三叔的悲剧 因为二叔的虎脚蛮缠 而得以避免 那他是不是也该将三哥 拉回正道上 或者是 能主动请英随军出征 又能出手救他 这样的三哥 很明显和前世的那个冷傲 阴沉老谋深算的家伙对不上号 这辈子的三哥 没害过人 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顶多就是 有点嘴毒 而且很多事明明关心 却死不承认 就像现在他 要是去问他白天救他的事 那人绝对给他来一整个装傻冲愣 再问就是随手的事 所以他也想不特地去了 反正等战事稳定了 有的是机会 吃过两场败仗后 突厥那边算是彻底领教了魏国军队的强大 几个部落的首领 对要不要继续打这个问题 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其实大多数的突厥人是不想打这场仗的 毕竟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王朝 不管是兵力还是后勤都差距太大 若是中原王朝无能军队雷弱也就算了 可谁都知道 魏国军队是出了名的虎狼之师 这番的主帅 平阳侯苏恒 更是出了名的兵家奇才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胜算 而大部分的突厥人心里也明白 这其实就是新继位的可汗 想靠打一仗俄为国一笔 运气好点的 说不定就顺利改朝换代了 以此来维护自己 来得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位子 苏恒派出去的探子带回这个消息 随即苏恒利用弓箭 将劝祥书射进了对方的大仗前面 而突厥那边 想必也是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最后 新可汗没能压得住几个部落首领的联合抗议 选择退兵 除了夺回两座城池时的损耗和牺牲 其他时候 卫国这边战事的进展 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 当然 这其中少不了某个重生的男人 依靠前世的记忆 暗中作梗 挑拨了一下 本就松散脆弱的几个突厥部落首领的关系 前世打了一年半的仗 这一事 加上陆上行军的时间 也就差不多一年 总之 这一仗顺利到很多卫国士兵觉得 让平阳侯宁远侯同时挂帅 实在是泰国大才小用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八十八章 凯旋而归 怀胎十月 一朝临盆 七月十七这天 苏元平安生下了女儿 永家帝文之大喜 次明宁 京城 昭王府 苏元正抱着女儿在房间里转悠 本来是想哄小丫头睡觉的 但是小家伙怎么都不肯睡 一直哼哼唧唧的 旁边写字的趁哥停下来 看向母亲 娘 爹爹还要多久才能回来啊 妹妹都出生了 爹爹还没有回来 怎么打得坏人需要那么久 苏元想到佐哥刚收到的书信 笑道 快了快了 爹爹和外公都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恰好这时 外面有仆人进来禀报 禀王妃 为柿子和柿子妃来了 快请 不多时 有小和苏妙就带着寻歌来了 寻歌走在父母跟前 蹦蹦跳跳的 很活泼 另一个小儿子还不满一岁 现如今肯定是不好带出来的 四姐 姐夫 过了这么久 苏元还是不习惯 改口叫哥哥嫂子 一直就按着自己娘家那边叫着 索性刘晓也不在意 甚至很高兴听她这么叫 刘晓看到苏元怀里的宁姐 顺时眼睛放光 来来来 我抱抱 苏妙 会不会抱啊你 小心点 刘晓择了声 我好歹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怎么可能不会抱 只不过这小女孩娇娇软软软的 确实和臭小子不一样 有小捏手捏脚的 连呼吸都放轻了许多 真乖啊 还是闺女好啊 这话说的别有深意 苏妙一点也不想搭理 寻歌也是习惯了 并不在意 只点着脚 想看爹爹怀里的妹妹 爹爹 你抱低点 我也要看妹妹 有小稍稍扶地身子 让儿子能清楚地看得到 寻歌也是一看到 就一不开眼了 小妹妹实在长得太好看了 脸颊粉粉的 嘴巴也是粉嘟嘟的 睫毛长长的 翘翘的 寻歌只觉得 哪里都好看 妹妹真好看啊 苏妍看着这一幕 忍俊不禁 和苏妙低声说道 看来你不生个女儿 是过不去了 苏妙仰头朝留小怀里的女娃娃 看了看 不无亲献道 我又何尝不想有个女儿呢 可生男生女这是 谁能说得准 万一 下一胎还是儿子怎么办 有三个臭小子的家 那不得机飞狗跳人养马翻的 算了算了 不说这个了 想想我都头疼 刘晓小心翼翼地抱着小侄女 说来 爱药他们也快回来了 最晚也就在一个月的事 苏妙 正好 要是再晚点 宁姐都要不认她了 苏妍 可不 再晚点 宁姐都要会叫人了 苏妙想起正事 我今天来 是有个事要提醒你 也不知哪个多嘴的大臣进言 说招王府如今就称歌一个儿郎 人丁太少 苏妍明白了 他们是又把主意打到了几个王爷的后院了 有小附和 可不是 昨天黄伯父找我 说也嫌我家孩子太少 想赐两个姬妾给我 这给我下的 我赶紧跪在地上一通求饶 求陛下放过我 苏妍好奇 你怎么求的 我和陛下说 他若执意要赐女人给我 那我就不敢回家了 也没地可去了 只能赖在御书房 不走了 吃她的喝她的助她的 苏妍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苏妍冷哼道 你说有些文官 成天盯着人家 有多少女人多少孩子 累不累啊 管好自己就得了呗 非得多管闲事 阿元 等你家王爷回来 定会论功行赏 到时候 恐怕就有人要给你添堵了 苏妍无所谓的摇摇头 他们愿意折腾就折腾呗 反正你妹夫不会同意的 四姐 你不用在这世上放心我 且不说我和王爷这么多年 根本就不会发生那种事 即便是有 当初祖母的话 你记得我也记得 我不会让自己被困住的 苏妍这才放下心 心为拍了夏妹妹的手 有你这话就够了 我也就不在那起人忧天 苏妍看了眼旁边的刘晓和寻歌 将苏妍拉到一旁 四姐 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 苏妍 什么事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还记得阿玄吗 苏妍愣了一下 绕了一圈才反应过来 你说的是小叔叔的小女儿 苏妍点头 记得呀 怎么了 苏妍说出事先组织好的理由 将柳真和苏玄的事 简单说了一下 江南那边绸缎庄的东家 和我嫁妆的一间铺子 有些往来 加上也知道我和江南那边的关系 就多说了几句 我也派了人去江南打听 那柳真绝对不是个可以托付的 她就是看中小叔叔的家产 所以涉局 把阿玄那丫头 骗得团团转 苏妍最恨这种无耻无德的臭男人 这什么东西 苏玄小时候那么机灵的丫头 长大了 怎么反倒回去了 那柳真老谋深算 布局环环相扣 阿玄一个涉事未深的小丫头 可不就陷进去了呗 我想的是 趁现在还有时间 咱们快刀斩乱麻 把这事解决了 苏妍 那你有主意了吗 柳家 在江南的名声 一直都不怎么样 依我来说 是绝对经不起细茶 现在就看 我们是扎柳真一个 还是连带着整个柳家一起 苏妍 柳家既然立身不正 那也就没有放过 他们的必要 一起查呗 这种人家 指不定手上 有几条人命官司呢 我们要是查出来了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苏妍也赞成苏妍的说法 那我这就让长风过去 这种事宜早不宜迟 省得咱们那个糊涂妹妹 越陷越深 长风是刘耀特的 留在苏妍身边的 为的就是方便 她解决一些突发情况 刘耀身边的人 本是自是不用说 苏妍完全信得过长风 九天后 大军终于顺利班师回朝 抵达京城了 苏恒苏晨带着一众将领 进攻复命 尤耀则是直接中途就开溜了 她对论功行赏没兴趣 对什么都没兴趣 她现在就想快点 见到她的妻子 还有孩子 彼时苏妍正在看着撑鸽链子 先是听到外面 吓人惊喜的一句 王爷回来了 然后还没等她迈出门 男人风尘仆仆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她的眼中 夫妻俩慢慢地向彼此走近 她瘦了一些 也晒黑了点 但是身姿 却比之前健硕了许多 眼神也更加地坚定和内敛 经历了疆场厮杀的男人 见过流血牺牲的男人 身上的那股子精气神 是其他人绝对比不了的 而刘耀眼中的妻子 也是比以前更美了 上天似乎格外优待于她 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脸蛋依旧是如少女般娇艳 苏元先一步扑进她的怀中 两人紧紧地拥抱住彼此 她身上还有着战场上 带下来的血腥味和风沙器 但素来爱干净的苏元此刻 却一点也不嫌弃 这是她男人无上荣光的见证 她只会觉得骄傲 趁哥很有眼力见的 等到爹爹松开了娘亲 她才跑过去 爹爹 油药又将儿子抱起 一家三口回到厅内 到底是血浓于水 即便是一年不见 趁哥也一点都不认生 在爹爹怀里笑得可欢了 抱完了儿子 当然就是女儿 但是抱儿子时没有顾忌的男人 面对着如母抱出来的 香香软软睡得正香的女儿 却一时手足无措起来 我 我清洗一下 换身衣服再抱吧 铠甲太硬 怕落着孩子 苏元 热水早就备好了 你先去 我等会就来 油药点头 然后自己先一步回了卧房 趁哥还沉浸在 爹爹回家的喜悦中 手上的大字韵比试 越发行云流水 爹爹回来了 真好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89章 夫妻温情 苏元回到卧房的时候 男人已经在清洗了 他便去衣橱那 替他拿换洗的衣服 刚将拿来的衣服 放在外头的架子上 就听到里头男人的一声 进来都是夫妻了 没必要害骚 苏元也没迟疑 迈着步子就进了浴室 男人正赤身坐在浴池 热气阴晕缭绕 他都有些看不真切他的面容 直到走到他面前 男人脉色的健硕身躯映入眼帘 苏元呼得觉得有些口干 眼是性的 他拿起毛巾 开始替他擦洗 而男人显然一不在此 随着一声猝不及防的惊呼 苏元被抱进了浴池内 身上的衣裳 瞬间湿了个头 没等他发出任何的埋怨 或是其他 他便一个被炙热急促的亲吻 夺去了呼吸 他的动作急切 而又带着点粗鲁 扯衣服的力道 大的像是要撕坏一样 而有件难脱一点的中医 也的确是被他直接撕开 他伸手还上他的脖梗 同样热情而又主动 本来安静的浴室 忽然传来了一阵 暧昧至极的响动 这次也许真的是隔了太久 所以再次重温的时候 某人尤为的不知足 等到结束 苏元迷迷糊糊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他扯过方巾 同时包住他们两人 将晕糊糊的人抱回床上 将人平放下 随即又压了上去 而且不知道怎么 可能是军营里待久了 男人身上的狂性 和那方面的劣根性 也是起来了 等到一切结束 苏元翻个身 就直接睡了过去 男人也累了 抱着他也睡了过去 夫妻久别重逢 王府里的下人 谁都知道 王爷王妃 这会是在做什么 但是所有人心 有灵犀的没有点破 只照顾好两个小主子 不让他们哭闹起来 打扰了父母的好事 大概睡了半个多时辰 苏元悠悠然醒来 想抬头看一眼 却正好撞入了 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睛 就一个眼神 他们就又纠缠到了一起 但这次 却真的只是单纯的 一个缠绵又悠长的吻 事后 两人躺在床上 窝在暖和的被窝里 一块说话 看样子 你们暂时顺利很多呀 嗯 男人轻轻勾唇 家里这边都还好吗 尤其是你 这次生名节的时候 情况如何 很顺利 这次生名节我没受什么罪 而且 娘亲和崔嬷嬷 一直全程陪着我 一点事也没有 这下你放心了吧 那就好 我在外面总是担心你 刘耀又说起 刘卓在战场上救他的事 苏元队这事还是挺吃惊的 毕竟这哥俩前世 一直都是不对付的 甚至一度达到兵戎相见的程度 怎么这一事 突然就能握手言和了 刘耀听了他的疑惑 解释道 谈不上握手言和 但三哥救了我一命 这是事实 而且 这一事 三哥和周贵妃 都难得没在兴风作浪 我之前就想 既然三叔能避免前世的极端 那三哥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苏元 如果可以 那肯定是再好不过 手足相残那样的事 谁都不愿意看到 尤其是对陛下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都是他的儿子 哪个当爹的 能忍心杀自己儿子 即便儿子犯了重罪 上一世 陛下对端王又何尝不是又爱又恨 端王被处决后 陛下也是一夜间就老了许多 有药 我知道 我会找个机会和三哥好好谈一次的 即使做不成亲密无间的兄弟 但是起码也不要手足相残 让父皇为难 端王府 秦氏也是伺候着刚刚得胜归来的丈夫沐浴书喜 端王一向寡言少语 但对自己的王妃是个例外 我不在的这个时候 后院那些人可还老实 秦氏 老实不老实的 都是那个样子 反正都折腾不出什么大风浪 端王听出了这话的言下之意 语气顿时森冷了一些 怎么 哪个不长眼的真敢来找你不痛快不成 您不在这 他们没得人争风吃醋 倒还好 只是白侧妃和宋侧妃有了几次口角罢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口角 还是几次 端王瞬间一个头两个大 但这个时候 他也不想再和妻子说别的女人了 小别圣新婚 春宵一刻值千金 可不能让那些不值得的人耽误了 事实证明 男人本性都一样 当晚的最后 秦氏忘却了王妃该有的的端庄和贤淑 对着男人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燕族的端王也没生气 而是神清气爽地抱着自己的小妻子清洗去了 至于清洗的时候 浴室的那些事 那就是 没眼看没眼看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章 对昭王殿下一见倾心多年不忘 第二天朝堂上 勇家帝进行论功行赏 苏恒苏臣两人 在爵位上已经是封无可封了 便只能是赏赐金箔财物 端王和昭王都是如此 下朝后 刘耀找到刘卓 十分诚恳地道了谢 刘卓神色尴尬地摸了下鼻尖 举手之劳而已 六弟客气了 两人都不是话多的人 更不必说以前的关系 还有点不太对头 如今能说这么几句话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有要身后的长风 都替这两位爷尴尬 而那兄弟俩说完这几句 也是果断地互相告辞 双双转身的那瞬间 两人都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转眼间 又马上临近新年 勇家帝是很在乎亲情的帝王 尤其是对孙子辈的孩子 甭管狄出数出 他都是疼爱 临近春节那几天 朝堂上的官员们 都领了年假悠闲 在家自得其乐 勇家帝也能名正言顺地 好好歇一歇 到了年纪的人 最是喜欢儿女营绕 当然 勇家帝想的是几个孙子 于是一道圣旨下去 将如今大大小小的 十几个孙子都叫进了宫 一些年纪 太小离不开人的 就没叫 十几个儿郎 乌泱泱地站了一排 勇家帝慈爱地仔细 打量着每一个孙子 他的几个儿子 甭管脾气秉性各有不同 品德才能也有高有低 但没一个长得丑的 身边的正妻侧妃也都美貌 所以生出来的孩子 首先肯定就是丑不了 将来肯定个个都是英俊潇洒 招女孩喜欢的俊美郎君 勇家帝越看越满意 但他慢慢也发现了什么 老大家有大郎和二郎 老二家是四郎和六郎 老三家是五郎和十郎 老四家有三郎 十一郎 老五成亲晚 先不说他 但老六这 只有一个七郎 这还只是长大懂事的儿郎 要是再算那些 还在强宝中离不开人的 以及嫡出数出的女孩们 也是属老六那边人少 这么一比较下来 勇家帝就有了心思了 晚上去皇后那里的时候 就和妻子说了这事 你找个机会 和老六媳妇说说 张皇后不明所以 说什么 你看其他儿子那 嫡出数出的孩子 加起来都能坐一桌子了 老六那 就一个称歌和宁姐 张皇后明白了丈夫的意思 但是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那又怎么了 有儿有女的 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 可是皇家讲究人定兴旺 你觉得老六那边合适吗 还有 朕听说成亲这么多年了 老六身边除了他媳妇 就没别的女人 难怪孩子少 这老六媳妇 看上去也不像是个善度的呀 难不成是老六自己不想要 张皇后被她说得心里烦 忍不住顶了回去 你好端端的 又开始寻儿媳妇的不是了 老六当年追她媳妇 花了多大力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觉得她能愿意接受别的女人 让她媳妇难受吗 永家弟 什么话 皇家无私事 岂能因为怕她媳妇难受 堂堂的王爷后院 就没有别人了 张皇后眯了眯眼 所以说 陛下当年那周氏 催世王氏那些妹妹的时候 也是一点都不担心臣妾会难受 致命一击 永家弟 足 故事的最后 以某皇帝被赶出昆宁宫 并且往后连续一个多月 不能在此留宿为结局 除夕夜当晚的宫宴 歌舞升平 君臣同乐 难得这么个辞旧迎新 大家都高兴的时刻 却总有那么几个败坏性质的人 久憨之际 承恩老侯爷忽然从席间走到宫殿正中 宫申行了一礼后 道陛下老臣有个不情之情 还望陛下恩准 承恩侯是三朝元老 所以永家弟态度也不错 爱卿有话直说便是 老臣的小孙女如今已是试婚之灵 带字归中尚未许配人家 永家弟听出点油透 爱卿可是想求朕替其择一良配赐婚 承恩侯顿了顿 似乎有点难以启齿 回陛下 老臣这小孙早年 曾在慈光寺 有幸一睹过昭王殿下的风采 自此一见倾心多年不忘 近年家中替他责亲 竟是如何也不满意 老臣再三追问之下 他才对老臣道出实情 说到这 宴席上所有人的眼光 都瞬间朝着刘耀和苏元看了过去 永家弟声音平淡 听不出什么情绪 竟有这样的事 承恩侯跪地拜道 陛下 恕老臣斗胆 臣的这孙女性情执拗倔强 非说此生非招王殿下不嫁 此言一出 满堂唏嘘 这承恩侯家的姑娘可真够痴心的 张皇后实在听不下去了 此言不妥 世人皆知 张王可早就娶妻了 如今更已是儿女双全 承恩侯如今说 这话至王妃于何的呀 承恩侯一脸惶恐 娘娘息怒 老臣绝无 不敬王妃之意 但小孙女自幼是户 老臣也实在不忍 所以想替其求一侧妃的位分 全当圆了她的一片痴心 终于是把最终目的说出来了 周遭忽然一片死忌 永家帝觉得自己 从未遇到这么棘手的事 按说承恩侯的孙女 正非都当得 承恩侯依三朝元老开口 只求一侧妃位 那是相当的谦逊了 而且话里话外 全是一片慈爱之心 她这个做皇帝的 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拒绝 但是 永家帝也不敢一口答应 不然要是妻子和小儿子 同时和她闹 那她也别想好 再三思量之下 永家帝直接撂挑子了 把这烫手山芋甩给了儿子 旁边的云士 心里有点纳闷 因为自承恩侯那番话出来 她就一直盯着苏元的方向 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心理 也想看她究竟会如何应对 但是对面的苏元 却始终面不改色 她旁边的流药也是 仿佛承恩侯那么长一段话 和她毫无关系似的 夫妻俩有说有笑的 趁哥坐在两人中间 有药还给儿子包了两个虾 又给妻子包了好几个 苏元则不时给儿子擦擦吃的 油光透亮的小嘴 直到永家帝发话 留药才擦了擦手 慢条丝里不急不慢地说道 老侯爷见谅 本王对王妃一心一意 情深似海 别的女子 哪怕长额下凡落神在世 本王也都不想要 老侯爷若真疼爱孙女 就该劝她放下所谓的执念 早日另立良缘 本王于她 绝非良配 承恩侯三朝元老 有自己的傲气 今日也是对小孙女缠得不行 才豁出一张老脸去求 可招王如此直白地拒绝 却是让他没想到的 毕竟他那小孙女 在京城中也是有名的貌美 男人哪有不爱美色的 可没想到 陛下最宠爱的这个小儿子 当真是和别人不一样 若是换作齐王 只怕当下就忙不迭地答应 并迫不及待地询问 哪日正式进府了 大庭广众求一侧非位 都被堂而皇之地拒绝 即使承恩侯也没脸在说什么 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席间 短短几句话 刘耀寄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而大庭广众之下 向自己的王妃表白了一番 宗室命妇和官眷夫人 听到刘耀的话 都是艳羡不已的望向苏元 这招王妃 当真好命 苏元也被一心一意 情深似海这八个字 和众人的眼神羞红了脸 埋头吃饭的称歌 这会是终于抬起了头 大人们刚才的那番话 称歌是听懂了大半 有人想给他爹爹送女人 然后被他爹爹拒绝了 小家伙当时撇下嘴角 很不高兴的样子 苏元顺时就察觉到了 儿子的情绪变化 怎么不吃了 吃饱了吗 称歌一把抓住苏元的一根手指 娘 您放心 爹爹要是娶别的女人 我就和你一起再也不理她 刘耀 这倒霉儿子 苏元被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逗乐 又看了眼被儿子这话噎到的男人 故意点头附和着儿子的话 好好好 要是那样的话 娘和你 还有妹妹就再也不理爹爹了 他这话成功为他引来了某男人一个忧怨委屈的眼神 苏元强忍着笑 别过头 得 看来有些话 他是更喜欢在床上说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一章 不要其他女人 更不想有输出儿女 当晚过后 赵王当众表白王妃的家话就在京城彻底传开 百姓们津津乐道 世家贵族也是 但说到最后 所有女子都会羡慕赵王妃一句 除夕夜的公宴 苏婉和苏妍都没去 所以 他们俩都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这事 但是也是一知半解的 再多追问的话 对方就会好奇 你和王妃是姐妹 对此事难道不是应该更清楚 哎呀 算了算了 反正初二那天 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娘家探亲 到时候再慢慢问呗 大年初二当天 苏家的几个女儿都是早就备好了回娘家的节礼 带着孩子和丈夫 都高高兴兴的回娘家去了 娘家那边的庆宁和安阳城市三人 也是一大早就眼巴巴的盼着女儿们了 等到宋国公府 魏王府 赵王府的车架陆续抵达 侯府里才真正的热闹了起来 孩子们终于是找到玩伴了 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苏婉姐妹几个都抛开了丈夫和孩子 享受在娘家这难得的全身心的放松 彻底的做回孩子 但是苏静显然还是融入不到一起去 所以扯了个借口 跑到梦式的院子那边了 她不再更好 其他姐妹几个说话更自在 苏婉 苏妍 苏妙 苏媛 四人来到苏媛的院子 没办法 就苏媛闺房中的床最大 能同时躺得下他们四个 久违地又躺到自己睡了十几年的床上 苏媛闭着眼睛 惬意地叫出了声 苏婉躺在她旁边 闻声胳膊轴倒了她一下 哎 你最近可真是出尽了风头啊 出风头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了风头 苏媛 大姐说的就是 你家妹夫在除夕夜宫宴上 向你表白这件事 苏媛是已经消化了这件事 不以为然道 就这事啊 我还以为什么呢 苏妙没好气拍了她一下 你这话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可是不知道 现在多少人羡慕你呢 再次说起这事 苏媛还真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话说 承恩侯的那个小孙女 叫林薇的我怎么没什么印象啊 苏媛 林薇身子骨不太好 一直都是身居俭出 去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寺院了 苏婉补充道 林薇三岁不到的时候 父亲为国捐躯 母亲不到一年 也郁郁而终 这些年 她一直是养在她大伯和大伯母的膝下 至于她是何时在慈光寺遇到的妹夫 又是如何一见倾心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苏妙 她喜欢是她的事 愿意终身不嫁 都不爱我们的事 可是她让她祖父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可大有一股 借着承恩侯的面子逼曲的意思 苏媛一拍大腿 可不是吗 还给咱们阿元添堵 真是讨厌 自家姐妹肯定和自己是一条心的 苏媛听她们说完 心里就舒服多了 反正这是没有下文 她也就懒得计较 吃饭的时候 庆宁和安阳又提起了这事 不过两人是肯定不能像苏媛她们几个姐妹一样 私下里口不择言说什么都行 她们只是感叹了一下 承恩侯小孙女的痴心 脸带着把刘耀是好一顿夸 丈母娘看女续本 就是越看越顺眼 刘耀又对她家女儿这般珍视 那丈母娘的态度 可不就更好了 安阳和陈氏看着 也是止不住的满眼笑意 这么一顿饭下来 其他几个姐夫看刘耀的眼神都不太一样了 幼院中夹杂着那么一丝丝的羡慕 永家弟在那天以后 又找了一次刘耀 父子俩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会谈 永家弟 朕今天找你 就是来问你要个准信 过了年开春后 又要选秀了 你几个哥哥府中都还缺个侧妃 那些地位分的妾室是也可以再添两个 但是你这 哪哪都缺 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 你媳妇有那么善度吗 尤耀正色道 是儿臣自己不想要其他女人 并非阿元的问题 永家弟 这与礼不合呀 尤耀 父皇 您不会是要插手儿臣的妻妾之事吧 怎么 朕还管不得 你看看你几个哥哥府里的孩子 再看看你膝下的 当爹的能不替你着想吗 尤耀 孩子多难道就一定好吗 称歌聪慧好学 您姐伶俐可爱 儿臣觉得 儿女双全 已是天下智性之事 您更别拿几个兄长说事 大哥是太子 子嗣方面自然是多多益善 至于其他人 除了四哥喜好女色 妾氏多 以至孩子多以外 其他几个哥哥 对妾氏侧妃 都是可有可无 永家弟也急了 可有可无 可他们也多少也有啊 你那后院 除了你媳妇 怕是连只母苍蝇 都找不到吧 这样不好吗 儿臣无需像大哥那般 被皇家规矩束缚 也做不到像四哥那样 见到个女人就想要 总而言之 儿臣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要别的女人 更不想有述出的儿女 永家弟是真的无话可说了 儿子的这个想法 是好 可是在皇家 他就很不现实 见老爹还不死心 又要干脆来最后一击 您当年不能给母后的 儿臣如今肯定要给阿元 反正儿臣是见不得妻子 因为别的女人伤心落泪 更不想因为输出子女 冷落了正式所出的孩子 永家弟纳闷 心里还自我反思了一遍 朕 朕虽然这方面 确实是有些对不住你母后 可是朕哪里冷落过你 就连带着你大哥和你妹妹 朕都是绝对偏爱的 有要 可是大哥之下 有四个输出弟弟 您觉得大哥真的没有过 因为您关心其他四人 而心有失落吗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这个孩子那里多关心了两句 那个孩子那边肯定就疏忽了一些 有要因是妖子 比较占便宜 可以说是想尽了父母的宠爱 没有任何一个输出哥哥 能抢他的风头 可是当年的刘章 虽说不至于被几个输出弟弟 压得喘不过气 但因为输出弟弟 而失去的来自父亲的几分关注 还是会让人失落 见父亲脸色已有松动 有要继续又说 父皇 儿臣有称歌和宁姐 自问真的是心愿已足 更何况儿臣和阿元都还年轻 未尝以后不会再有孩子 王府是我和阿元 还有两个孩子的家 儿臣不希望有别的人来打扰和破坏 都说到这份上了 当爹的还能说什么呢 永家帝无奈地连声叹气 就这样吧 他也不做这个恶人了 于是虎 几个月后的选秀 永家帝和张皇后 给太子又挑了两个性格温和端方的大家闺秀 其他几个王爷呢 除了招王以外 都是各赐了一侧妃和两名侍妾 本来永家帝觉得自己一视同仁 想给大侄子留小也赏两个 谁知这倒霉孩子和见了鬼一样 死活就是不要 多问两句就跟要哭出来似的 永家帝一向有点吃软不吃硬 自家孩子要是特别不想做的事 他一般不太会勉强 而张皇后手指一抬 给旁边的皇帝丈夫也挑了两个美人 这下轮到永家帝差点吓哭了 他到现在还是不能留宿昆宁宫 要是再同意了这两个人进宫 那他下半辈子还有盼头吗 朕正午繁忙 实在是无心后宫之事 且朕年岁也大了 还是不耽误这些花一样年纪的小姑娘了 皇后也不必担心 朕无人照顾 皇后有时间能来照顾朕 那是再好不过了 张皇后顾着这么多人面前 自己母仪天下的威严 否则早就上去掐耳朵了 就这样 永家帝把本来要给自己的那两个女人 也给辞了 然后第二天上朝时就声明 在位期间不再选秀 公爹后宫多少女人 苏元丝毫不关心 这一事 刘晓也拒绝了她大伯的好意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眼下 苏元唯一担心的 是表姐顾于宁 不知等侧妃和侍妾进了府 她会不会难过 为此 她极有妹妹爱的往晋王府走了一趟 晋王妃顾于宁在听完她的来意后 不以为然 这又什么 那三个人地位上约不过我 家世也不如我 我如今又已经有了儿子 我有什么可怕的 苏元 你不怕五哥变心 或是他们刻意争宠吗 故于宁冷吃了声 他们敢 男人终究是在外的时候多 这晋王府里 我是说一不二的女主人 他们要是敢存心来招惹我 我一手 一个非把他们打成猪头不行 苏元 行吧 是她多虑了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二章 上学堂 心一斗转 一晃到了建元六年 春哥也有六岁了 按照皇家的规矩 到了该上学堂的年纪了 小孩子天性都爱玩 对学堂课业 都是发自内心的抗拒 但是春哥知道 要上学堂 反而很高兴 这样我就可以和寻哥 还有大伯家的哥哥一起玩了 长辈们关系好 底下的孩子有样学样 也总不会差 儿子上学堂 做父母的 自然是要筹备一番 除了基本的必需品以外 苏元还给儿子 准备了一个点心盒子 以及一个荷包 里面是他亲手做的肉脯 这个年纪的孩子最容易饿 更不用说 还有极其消耗体力的骑射功课 东西备好了 还有人 招王府的小柿子 要进宫开始上课了 身边总共要有个中心 且周全的人随身跟着 柿子肯定是不能随身带丫鬟的 所以这方面的人 是由父亲刘耀来定夺 对一双儿女 刘耀比任何人都上心 除了一个15岁的小太监 汪明贴身伺候 刘耀还将长风派了过去 即使这是前世就发生的事 苏元还是不免觉得 长风那一身的本事 跟在如今才6岁的儿子身边 有些大才小用了 但刘耀并不这么觉得 一起上学堂的儿郎太多 难免有摩擦争执 别人家的孩子如何他管不着 他只需要保障 他的儿子不吃亏就可以了 男人言之早早 苏元便也随他去了 趁哥上学堂的第一天早上 小家伙一点没赖床 整个人又兴奋又激动 一点也没有 当初三郎上学堂时 如丧考比的样子 又要怕儿子 不懂学堂内的情况 到时候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便提前给趁哥说了一下 上学堂需要做的事 以及若是完成得不好 可能会遭受的惩罚 谁知道小家伙一听 瞬间更兴奋了 嚷嚷着 要立刻就动身出发 苏元 这回还太早 再说了 你不是和四一家的 荀哥说好了 今天让他带着你去吗 趁哥这才想起 还有这么回事 就安心地继续等着了 正好趁荀哥还没来 抓紧和妹妹玩一会 宁姐扎着两个花包头 上面还吊坠着粉色的花袋 以及两串短短的 亮闪闪的刘苏 是个极其漂亮的小姑娘 宁姐养着小脸 哥哥 那你要什么时候回来啊 趁哥在宁姐面前 是很有哥哥范儿的 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哥哥就回家了 宁姐扁了扁小嘴 那要好久啊 趁哥轻轻地摸了摸妹妹 头上可爱的两个包包 宁宁乖 哥哥要去学习 起码和别的好多东西 这样将来才能保护宁宁 兄妹俩一言一语 有来有回地说了好久 宁姐总是有很多问题 而趁哥也一直 很耐心地回答着妹妹 这个场景一直持续到 寻哥的到来 寻哥比趁哥年长一岁 已经上了半年的学堂了 所以趁哥的第一天 就由哥哥带着过去 苏元有点不太放心 毕竟是第一天 趁哥 要不要娘亲送你们去 趁哥其实还是想让娘亲送的 但是又有点摸不开面子 可是大哥哥他们上学堂的时候 都没有人去送 苏元 他们不送是他们的事 现在娘就问你 你想不想让娘亲送 趁哥看了眼寻哥 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苏元笑了 宁姐扑腾着小手 娘 我也要去送哥哥 苏元抱起女儿 亲了亲宁姐的小脸 好好好 咱们一起送两个哥哥上学堂 好不好 宁姐甜脆地答应道 好 苏元带着宁姐 亲自送两个孩子去了学堂 李先生已经在书堂内候着了 见到苏元忙功身行了一礼 陈参见王妃 苏元 李先生不必多礼 趁哥有母有样地 给李先生行了个敬师礼 夫子好 李先生俯着长须 开怀一笑 世子伶俐聪慧 可见王妃好教养 苏元 先生过誉 临走时 明明在家中已经重复过八百遍的事 苏元又和儿子说了一遍 陆续的 已经有其他王爷府上的孩子也到了 婶婶好 苏元在孩子们的印象里 都是既温柔又亲和 所以 几家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太子家的大郎刘绝 婶婶 你是来送七郎的吗 苏元 是啊 她第一天来 婶婶不太放心 大郎很懂事 婶婶放心 我替您多看着点弟弟 那婶婶就先谢谢你了 既然进了宫 那就肯定不能就这么走了 出了学堂后 苏元带着宁姐儿去了昆宁宫 给张皇后请安 没想到正好碰到四妃都在 而且 太子妃有事 端王妃秦氏和齐王妃云氏 也是一个不差 宁姐儿行过礼后 就小跑着扑到了张皇后怀里 乃生乃气的撒娇道 皇祖母 宁宁好想你啊 张皇后抱着孙女乐开了花 皇祖母也好想我们宁宁啊 太子妃有事也喜欢女孩 可她自己没有女儿 如今东宫的两个女孩都是树初 她可以一视同仁 但是很难做到事如己初 这回看到了小侄女 也是笑得满眼温柔慈爱 咱们宁姐儿 一看就是个美人披子 尤其这双桃花眼 真是和弟妹一个母字刻出来似的 张皇后 别人家都是宝贝男孩 更有甚者重男轻女的 偏偏咱们家女儿稀缺 自然是都要捧在手心里才行 得飞 我可是听说了 陛下和云婷对宁姐儿 那可都是有求必应 贤妃笑道 女儿是家中娇渴 怎么宠着都不过分 秦氏 说来 二妹妹也到了试婚之灵了 王爷佐个还说 陛下让几位王爷 都出几个合适的人选 秦氏口中的二妹妹 正是周贵妃之女 二公主刘燕 今年已经有十六岁了 按说去年就该一亲了 但周贵妃舍不得 硬是多留了女儿一年 但如今肯定是不能再拖了 张皇后安慰了贵妃两句 又不是嫁到天南海北 就在京城 她照就可以每日进宫给你请安 周贵妃叹气道 话是这么说 可是这女儿嫁和不嫁 那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张皇后 满满也十二岁了 再过两年 就该是她了 说来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咱们家最小的孩子 也都没几年就要嫁人了 满满是三公主刘乐的小明 及皇后所出的嫡公主 周贵妃 是啊 所以咱们怎么能不老啊 苏元听着 也不由地被这个话题带进去 这一世 她一定能好好地陪自己的两个孩子长大 不管是称歌娶妻 还是宁姐出嫁 她都不会错过了 从张皇后那里出来 宁姐精神头有点扛不住了 在回去的马车上就睡着了 回到王府 宁姐尔犹如母抱着 回房间睡去 苏元也回房间睡了个迟来的回龙爵 但是没睡多久 她就被某个不安分的男人给吵醒了 那只大掌在她身上四处作乱 煽风点火 她被闹得实在睡不下去了 迷迷蒙蒙地睁开睡眼 果不其然 大魏朝的昭王殿下 此刻就正对她上下其手呢 这几日她来小日子 男人也已经连续诉了七天了 今天身上刚利索 某人就有点迫不及待了 反正被吵醒了 苏元也不想睡了 儿子上学堂去了 女儿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得正香 这样的时候 不做点什么似乎都有点浪费 一时间 房内春情无限 年轻的小夫妻恩爱缠绵 极致沉沦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三章 一起接称歌放学 夫妻俩闹腾了两次 用午膳的时候 苏元的脸格外红润 身边伺候的丫鬟们 对此早都习以为常 只有一个单纯的宁姐 好奇而又关切地问道 娘亲 你的脸怎么那么红 你是不是很热啊 苏元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女儿 她脸皮真没那么厚 倒是刘耀丝毫不以为然 顺着宁姐的话回应道 方才房间地龙烧得太旺 你娘亲确实热到了 小孩子总是好糊弄的 天真的宁姐对父亲的话 深信不疑 苏元修得只低头吃饭 心底富费 也不知道底是谁让她热到了 她小日子这才几天 就把她憋成那个样子 真是不知说她什么好了 三口人简单地用了午膳 这是宁姐长这么大 第一次和哥哥分开这么久 小丫头心里已经开始想念了 爹爹 我想哥哥了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哥哥还有功课没学完呢 要等差不多晚膳的时候 刘耀看向妻子说道 傍晚撑哥下学时 一起去接他吧 苏元一正 险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 你说 你要去接撑哥下学 刘耀不明白 她为什么是这个反应 怎么 做父亲的接儿子 很奇怪吗 那倒不是 只是你 你以前不是一向反对 太过溺爱孩子吗 前世撑哥刚开始上学堂的时候 他是一万个放心不下 一会担心孩子累着饿着 又害怕 他学骑射的时候 不小心磕着碰着 更怕他和几个孩子一言不合 有了摩擦再吃了亏 当时他也是很想去接送 但他就只是让他送了三天 就再也不许他去 理由就是 男孩子若是太过娇宠 将来会撑不起门户 苏元出身侯府 自然也是知道这条规矩 他们这样的人家 女儿只要品行不出大错 怎么交宠都可以 但儿子不行 尤其是嫡长子 那是一个家族的未来支柱 必须要经得起风雨的魔力 所以前世的时候 当丈夫提出了这一点后 贤妻良母这四个字 已经刻入骨子里的苏元 自然是一口答应 尽管心里还是记不舍的 也不放心 所以刚才听到他说 要一起去接撑哥 他才会那么吃惊 又要扯唇一笑 以前是我太与辅了些 这个年纪的孩子 正是依赖父母的时候 多宠他们些 其实也无妨 等他们都长大了 便是我们想多亲近 只怕孩子也早已飞远了 这话说的 可不就是苏元前世的新生 孩子 尤其是男孩子 年拙父母的时候 也就那么一两年 不趁着这个年纪 多和孩子亲近玩闹 难道要等到儿子中了近视 或者是入朝未官僚 再来缠着儿子一起玩不成 再说 甭管男孩女孩 只要父母教育得当 就算再受宠 也不会坏了品行 软了筋骨 前世的宁姐儿 就是被千交万重长大的 小丫头除了衣食讲究了点 也在无其他的毛病 由此可见 打着为孩子好 不经苦难不成才的名号 不让母亲太过疼爱孩子的说法 简直是无稽之谈 前世流药身上 确实有一些大家长的毛病 那都是有样学样 从皇室那些人身上学来的 而这一世在苏元面前 她已经全然是个实好丈夫 如今对两个孩子 尤其是称歌 她也能更开明一些 这恰恰也是苏元最希望见到的 当天下午 姑母这宫里那边差不多要下学了 夫妻俩带着女儿一起去接称歌 别看称歌出门的时候 好情万丈 但这整整一天没见到爹娘和妹妹 而且又是背书 又是骑射 一天下来身心俱疲 人在脆弱的时候 就会更加想念亲人 在身边的温暖 所以 学骑马受到惊吓时 她没哭 射箭时不小心被剑足魔破了手 她没哭 可当她和寻歌一起走出学堂 看到爹爹娘亲 还有妹妹一起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 小刘琛还是很不争气地红了眼眶 迫不及待地迈开步子跑了过去 刘耀张开双臂 稳稳地将儿子接住 颠了两下后 抱在了怀里 苏元拿着手帕给儿子擦了擦小脸 怎么来的时候好好的 要回家了 反而哭鼻子了 寻歌已慢慢也走到了他们旁边 六叔 婶婶 苏元 寻歌 你和婶婶说说 弟弟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寻歌 婶婶放心 弟弟表现得很好 李先生还夸弟弟背书快呢 苏元轻挑眉梢 看向正躲在爹爹怀里卖乖的儿子 我们称歌这么棒呀 寻歌刚准备再说些什么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他 他惊喜地转身 果然看见自家的母亲就在不远处 苏妙端着身子走近 打趣道 趁哥第一天上学堂 你们一家是都出动了呀 四姐还说我 寻歌当初你不也是一整天吃不好睡不着的 苏妙 早上两个孩子是你们送来的 我一准就算到下午你还会来接 你们都来接儿子了 那我家寻歌怎么能没有呢 几人说话的这会功夫 学堂里的孩子都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了 都是仙道流药 苏妍还有苏妙面前问了好 再各自坐车回府 而除了大郎刘绝年长董事 其他的孩子看到称歌和寻歌 有父母来接 眼睛里都流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其中三郎一贯是掐尖要强 别人有的他也一定要有的个性 所以当即回家就开始缠着云氏 母妃 六叔和婶婶今天都去接七郎了 你明天也去接我好不好 云氏美好气道 人家七郎今天是头一次 你呢 你都上了多久了 你和八郎一起去一起回来 不是挺好的吗 三郎冷哼一声 我才不要和他一起 我是嫡出 他是树出 他怎么能和我一样 云氏顿时变了脸色 冷声道 给我闭嘴 母亲真的动怒 三郎也是怕的 瑟瑟着肩膀低下了头 这话要是被你父王听见 指不定怎么教训你 就连你皇祖父对你们这些孙辈 都没有迪出数出的厚此薄彼 你哪来的胆子敢说这样的话 三郎也知道自己刚才口不择言了 母妃别生气 儿子知道错了 云氏抿了抿唇 你是齐王府的世子 又是八郎他们的哥哥 拿出点气度出来 别让人抓住小辫子 说我没教好你 三郎猛点头 又实在按捺不住 可是母妃 您平时不是也会暗地里收拾父王的那些侍妾吗 云氏一把掐住了三郎的耳朵 恨铁不成钢地咬牙道 你母妃 我是这王府的女主人 管教那些女人是应该的 至少没让人拿住错处 而且就算他们告到你父王那边 你父王也挑不出我什么 三郎想到下午时 六叔抱着七郎的那副场景 心里顿时有点酸又有点色 他父王都好久没有那样抱过他了 而且就算是他缠着父王抱 父王每次也不会只抱他 总是抱了几下后 就去抱八郎和九郎了 从他记事起 父王从来没有好好地抱过他 三郎低着头 越想越难过 他好羡慕七郎 六叔就只有他一个儿子 没有人会和他抢父王 七郎都那么大了 六叔还会抱着哄他 还会亲自来接他 婶婶也是 七郎的点心盒子和荷包里 都装着好多好吃的 七郎还说 那都是婶婶亲手做好 然后再亲手装到里面的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的爹娘就能这样呢 他其实一点也不想 有那么多这个侧妃生的弟弟 那个姨娘生的妹妹 他就想 父王要是也只有他一个孩子 该多好 就像六叔家的七郎那样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地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四章 还觉得孩子多是好事吗 学堂那边发生的事情 当天晚上就被人传到了永家帝那里 彼时永家帝正在陪张皇后用晚膳 张皇后冷笑地看着永家帝 怎么样 还觉得孩子多是好事吗 永家帝心虚地别开眼 阿小和阿药两口子也太娇惯孩子了 都多大了 来宫里上个学堂还要送 张皇后直接对回去 陛下可别不讲道理 当初大郎投赐上学堂的时候 太子和太子妃也是都有接送的 谁家的孩子谁疼 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老四媳妇多懒 孩子看到其他兄弟友 自己却没有 心里自然不平 这是他们当父母的失职 永家帝 老六家就称歌一个 自然更金贵些 张皇后 陛下难道没有发现 称歌的性情 也是几个孙子中最好的 其他那些孩子 大郎虽然稳重 却有些孤僻 剩下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有的早早的就有了 顽固子弟的风气 有的暴力乖张 一点也不像七八岁的孩子 妻子的话想在耳畔 永家弟仔细地回想了一番底下的人报给他的诸位皇孙私下的脾气秉性 其中似乎真的只有称歌的评价是符合他目前的这个年纪 他略微思索了下 也猜得到答案 大概是老六和他媳妇交得好 没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张皇后继笑道 这可不单单是压力不压力的 归根究底 是阿药和阿元夫妻感情好 孩子在父母恩爱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每一步都有父母为其打点照应 那可是什么金山银山都比不了的 永家弟也窥叹了声 是啊 而且老六的府上也没有什么树出的儿女 称歌和宁姐就是他们夫妻的全部 自然是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了他们 张皇后 所以 陛下还想给张王府上色人吗 夫妻同床共枕那么多年 他可是知道这男人一直嫌老六府上的孩子太少 总是有事没事 就想赛两个人过去 虽然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这老男人也是一直都没放弃和死心过 永家弟还真被妻子问住了 以前称歌是老妖的时候 他最喜爱这个孙子 别人和他自己都以为是老小招人喜欢 可到现在 都有了十郎 十一郎了 永家弟发自心底的 其实还是最喜欢老六家的七郎 就是因为这孩子实在是太招人疼了 老大的孩子 都很好 可皇室最不缺的 就是那样的孩子 永家弟喜欢之余 也没觉得什么新鲜 其他儿子家的就更不用说了 很多时候 他也搞不清楚 那些孩子是把他当祖父多一点 还是当皇帝多一点 只有老六家的称歌 活泼爱笑 聪明伶俐 一见到他 亲切又自然的一生祖父 就让他觉得很舒服 在其他孙子那边感觉不到的那种舒服 永家弟之前总觉得多子多孙多福气 招王府上孩子少 大臣们盯着 他心里也觉得扎眼 而现在如果有了数出的兄弟姐妹会让七郎变成三郎那样的话 永家弟果断绝的 那还是不给儿子那三人的好 学堂一天的课业下来 孩子们也真的都是很累了 寻歌和称歌都是用完晚膳就困得哈欠连连 躺到床上几乎是沾到枕头就睡着了 苏元看着有点心疼 便问丈夫 学堂那边是不是给孩子们布置的课业太多了 怎么能累成这样 其他方面 刘耀已经试着再做一个慈父 但是孩子的功课方面是绝对不能松懈的 所以他很严肃地和妻子说教了一番 孩子的功课这块吃苦是必然的 他心疼归心疼 可不能拖儿子后腿 苏元美好气地朝着他的胳膊狠狠地拧了一下 你不就是想说慈母多伴吗 他是那种拎不清的人吗 他可是比任何人都希望儿子成才好不好 刘耀不想 因为这时夫妻间闹不高兴 手臂勾住了他的腰 将人抱到了自己腿上 他下巴抵着他的肩窝 你就知道心疼儿子 怎么不心疼心疼你男人呢 苏元将被他弄乱的衣角履平 心疼你什么 我那个老爹对我们府上孩子太少这事 他的小心思就没消停过 这是不稀罕 前世也没怎么消停过 苏元并不吃惊 那你是怎么和父皇说的 我压根就没搭理他 苏元 我那个老爹 你越搭理 他他越是来劲 这是母后和我分享的 他和父皇斗争这么多年 积攒下来的心得经验 苏元被靠在他怀里 若有所思 其他诸位王爷府上 多得都有七八个孩子了 咱们就只有两个 确实有点少 刘耀搂着他的手臂骤然收紧 那夫人的意思是 房间里稍着地笼 两人都是只穿着一层单衣 这会贴得这么紧 是什么都感受得到 苏元瞬间将注 我 我可什么都没说 话音一落 他听到耳边 一道加重的鼻息 是男人闷笑了声 放心 不生了也没事 咱们有儿有女的就够了 再说了 生孩子又不是靠数量取胜的 我就觉得 几家加起来那么多孩子 谁也没有咱们家成个好 苏元扑斥一下笑出声音 哪有你这样 自己夸自己家孩子的 难道不是事实 他理直气壮地反问 别说苏元还真反驳不了什么 因为他内心深处 也是这么以为的 魏王府 一番番云赋雨过后 刘晓一脸艳足地 搂着妻子躺在床上 你今天怎么又去接孩子了 不是说寻歌已经习惯了吗 苏妙往他怀里缩了缩 寻了个最舒适的位置 称歌是头一天 阿元那边肯定会去接 别人家孩子有的 我也不想寻歌羡慕别人 嘖嘖嘖 对儿子可真好 某男人的小心眼又发作了 那别家男人有的 你是不是也不该让你家男人羡慕别人啊 苏妙心中顿时警觉 你想干什么 男人长长地叹道 我想要的 你也做不了主 他这么说 苏妙反而更好奇了 你倒是说啊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我想要个女儿啊 苏妙蹭了蹭他的胸膛 我也想 这下反而是留小愣住了 转眼就改口道 其实我们有两个儿子了也够了 挺好的 苏妙戳着他的肩膀 你当我傻 你每次看到宁姐那眼睛都放光 你那是不想要女儿的意思 留小却就是坚定了主意 反正我们不用再有孩子了 咱们就把侄女当女儿疼就是了 侄女和女儿能一样吗 苏妙也曾经这么安慰过自己 可是很快 他就发现 这根本就行不通 怎么着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女儿 他也知道这男人忽然咬死了 不改口 是被他生起歌时候的那样子吓到了 他怀起歌的时候贪嘴 吃得多孩子在肚子里营养也就好 长得就有点比别的孩子胖了那么一丢丢 所以生的时候 他也是多遭了一会罪 当时他听到这男人在产房外叫的比他声音还大 来来回回就是提醒吻婆和太医 若有任何差池 不考虑孩子 全力保大人 说真的 那时候 心里说不感动是假的 甜言蜜语 是上下嘴皮一碰就能说出来的 不需要任何的时间精力和代价 唯有生死关头的时刻才能看出是真情还是假意 幸运的是 他当时听到他在院子里此起彼伏的叫唤 一时又是感动又是好笑 似乎一下子就没那么疼了 咬着牙把孩子稳稳当当的生了下来 母子平安 但那之后 这男人对他怀孕就抵触得很 那种事的时候 哪怕在情动意乱 最后关头也从来不乱了阵脚 其实苏妙自己已经从那次的生产惊吓中恢复了过来 也吸取了经验和上次的教训 要是再有孩子 他绝对死死地管住自己的嘴 无奈这男人不配合 死活就是不同意 最关键的是 人家的理由冠冕堂皇是为你好 你还生不得气 可问题是 他也真的好想生个女儿啊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五章 谁的拳头 应谁说话就好使 苏妙想要女儿的想法 就差刻在脑门上了 苏妙想不知道都难 但是按照刘耀所说 苏妙和刘晓前世 是只有寻歌和奇歌的 并没有生下过女儿 只是不知 这一世是否会有变化 就在苏妙前程祈福 判女儿的时候 长风那边 也是带着好消息回京汇报了 之前苏妙让她去江南 调查柳家的事 但是中途 因为其他事 她就把人先叫了回来 直到一个月前 才又将人派过去 如今回来 长风也正是功成身退 府一回府 长风都来得急些些脚 直接就去王妃那边汇报情况了 属下这番去 已经有些迟了 江南的苏二姑娘 已经和那柳家公子认识了 苏元心一颤 认识了 哪种程度的认识 王妃别担心 属下之前去的时候 和苏老爷暗中见过 以王妃之名提点过苏老爷 所以苏老爷已经将苏二姑娘看得很严了 即便是认识了柳家的人 也只是打过照面而已 并无其他的往来 苏元这才松了口气 那 细查的结果如何 柳家在江南 从商的这一脉 是柳家的旁之 于这一辈老爷的祖上分了价 起初柳家子弟也是人才辈出 将家中的产业经营的是风风火火 但是如今这年轻一辈 不管是能力还是品德 都是大不如以前 家中子弟 多的是榴莲烟花柳香的九色之徒 更有仗着家中钱财打点 手上有几条人命官司的 这其中就包括那位和苏二姑娘接触的柳真 苏元冷笑着 如今柳家的光景 是不是也大不如前了 王妃睿指 柳家这一带的子弟 成日只知道花天酒地 且在青楼乐馆之内大肆挥霍 家中的好几处铺子 都已经是入不敷出 那柳真 曾在酒馆内放盐 盯上苏二姑娘 为的便是她身后俱后的嫁妆 苏元终于是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 这个混账家伙 她也不找个镜子 照照自己什么德性 就她 还敢图我妹妹的嫁妆 长风 王妃息怒 说来这柳真的确是城府颇深 早早地盯上了苏二姑娘 还在城外设计了好一出英雄救美 苏二姑娘设事未深 自然就 苏元带眉微微一蹴 柳家手上的那些人命官司 可都理好了 长风 罪证人证 以及柳家行贿的证据 属下据以搜罗清楚 请王妃示下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苏元眼中冷光闪了闪 将搜罗来的那些证据 统统交给当地的官员 长风一正 忍不住道 王妃 那柳家盘踞江南多年 与江南各处的官员 都有利益往来 王妃若是让当地的官员 去审查此事 只怕会不了了之 苏元 这些我都知道 那王妃是 江南巡抚萧大人 尚且算是个有良心的父母官 你拿着昭王府的腰牌前去 就说我的话 务必按照大卫律法 让柳家涉案之人 得到应有的惩罚 若是不然 我虽是女眷 可也是堂堂的王妃 和侯府千金 自然有别的手段 要了那些人的命 女子声音甜诺 却说着极为音觉狠辣之言 如此之大的落差 长风心下狠狠一哆嗦 属下领命 这个世界向来就是弱肉强食 谁的拳头 硬谁说话就好使 接下来的事情走向就很顺利了 其实若只是一个王妃 那些官员们倒还不至于怎么惧怕 那再怎么尊贵 也就是个女人 手不可能伸得那么长 可是女人的手伸不了那么长不假 偏偏要致他们的这个女人 有个宠妻如命的丈夫 苏元自始至终没想 让刘耀掺和这事 可这家伙也是真闲得慌 就非要插一脚 他这一句话下去 那些柳家昔日的保护伞 全都吻风而逃 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 而柳家手上有人命官司的子弟 居然多达五六位 没有了官官相护和银钱打点 杀人偿命 那就是天经地义 死罪是跑不了的 秋后问展那天 柳耀和苏元站在城楼上 遥望江南的方向 善恶有报 柳家往后是在折腾 不出什么风浪了 苏元 不知道阿璇对柳珍是到什么程度了 希望她不要太伤心 若是按长风所说 想必不会 有你提点 你小叔将人看得很紧 那就好 又要起风了 回家吧 好 宁姐今日又赖床了 她现在正是贪睡的时候 就随她去 她揽着她的肩膀 两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慢慢地走到城墙那边的马车 随后家去 今年的冬天 真的是又长又冷 但好在 身边有可以抱着取暖的人 开春后 宫里的头剑喜事 就是二公主刘艳的亲事将近 年前的时候 陛下就降下了赐婚的圣旨 封二公主为嘉宜公主 许配崔将军之子崔瑶 公主不管嫁给谁 都是下嫁无疑 苏元对这位崔小将军了解不多 但能让陛下愿意将女儿托付 想必定是个不错的 苏元作为嫂子 伊礼也要为其小姑子添一份装帘 永家帝和张皇后对孩子 都是一视同仁的 尤燕的婚事 完全就是比照着当初金阳公主 刘轩出嫁时的规格 就连嫁妆 以及公主府都是相差无几 婚宴当天的酒席 苏元一左一右 分别坐着云氏和表姐顾于宁 云氏吃了几口菜 就放下了筷子 侧头和两个弟妹说话 陛下和娘娘做事 从来都是滴水不漏 就是不知道 等三公主出嫁的时候 是否还能这样一视同仁 苏元真的是服了云氏说话的美脑子 且不说他们作为 而喜本就不该背后议论公婆 更不提 他们那对公婆还是弟后 再有 三公主是嫡女 到时出嫁规格 即便高于两个姐姐 那也是合情合理 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谁让人家会投胎 是从皇后肚子里出来的呢 他没搭理云氏 因为这些话说出来 云氏肯定不服 到时候又伤了和气 所以干脆一言不发算了 但是苏元忌讳的 故于宁可不会 云氏在那边叨叨 吵得他耳朵疼 出嫁前爹娘捧着 出嫁后 丈夫惯着的靖王妃 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委婉 她只知道对方 让自己不舒服 那她就绝对不惯着 四嫂这话说的 好像是对陛下娘娘 有什么不满似的 云氏文言瞬间慌了神 这顶帽子要是扣下来 那没事也变成有事了 五弟妹别瞎说 我可没这意思 故于宁 四嫂痴长我几岁 怎么我都知道的道理 四嫂反而不明白 虽说陛下和娘娘公正慈爱 从不曾偏颇家中哪个孩子 但咱们也都清楚 太子殿下 昭王殿下 还有三公主 他们多受些宠爱 那都是应该的 毕竟四嫂门心自问 齐王府里侧妃姨娘生的那些孩子 可是做到了一视同仁 云氏脸色一白 我 哥在平时 这个时候 苏元就该合适老班的打个圆场 但今天 她也实在是 不想搭理云氏了 张皇后处事公正 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可是对云氏这种小心眼 和占便宜没够的人来说 没给她点特殊的 那就是偏心 就是不公正 苏元真是服了 云家也是世家旺族 云氏也是嫡女出身 怎么就能养出这么小家子气的做派 因为她和刘耀带来的影响 前世今生加起来 很多人都有了改变 端王和韩王两个前世造反的家伙 今生都能安稳下来 可这云氏呢 就还是那副样子 虽说没什么坏心的 就成个嘴上功夫 可即便是这样 次数多了 那也够招人烦的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六章 山姐一亲 所有人都在为二公主的婚事高兴的时候 苏妙和苏元 却已经在替自家的小妹妹 苏珊盘算起来了 过了这个年 苏珊满打满算 已经十六岁了 按说去年的时候就该定亲的 可是苏晨和安阳怎么相看 都没觉得有合适的 女儿嫁人这是大事 宁可不嫁 也不能错嫁 所以苏珊的亲事就这么拖了一年 但哪怕是现在 苏晨和安阳心里 其实也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虽然说苏珊是打小养在安阳系下的 可是和苏家交好的人也都知道 这孩子是数初 结亲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不公平事 对女子就是百般挑剔 挑完家事挑容貌 挑完容貌挑才能 反正就是要求女子十八般武艺 必须样样精通 所以苏珊的亲事 苏晨挺为难的 高的门第 她嫁个庶女过去 说出来肯定不好听 可是那些门第不高的 她又觉得委屈了孩子 对此 安阳很是大气 什么庶女 山姐就是我闺女 她打小在我跟前长大 我待她和妙妙并不差什么 苏晨好生好气地顺着自家夫人的话 这话是不假 行了 我还能不知道你 安阳 你不就是怕你对山姐要是太上心 我心里会不高兴吗 我接就和你说白了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当初山姐出生的时候 我都没和你生气 更何况 如今是在我眼前养了十几年的姑娘 但是妙妙毕竟是嫁入王府 所以嫁妆这一块 要略微逊色一点 但是起码的侯府千金该有的规格 我定是一个不会差 苏晨汉言道 夫人心胸宽广 倒是为夫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了 安阳 所以 你尽管放心地去相看那些好人家 对山姐的出身 咱们也不避讳 若是有人揪着这个说话 那对这样的人家 咱们就敬而远之 苏家的女儿又不仇嫁 哪里就缺她一个 说到这 苏晨心里算是有了个准程 她和安阳 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没什么感情基础 所以成亲之前 通房和姨娘家里都准备了 这是世家很正常的规矩 她没拒绝 但成亲前也没碰 后来 成亲前 她和母亲说了声 打发了那些通房丫鬟 但周姨娘是梁家女子出身 又一向低调老实 所以就留下来了 成亲后 大概两年的时间 她和妻子越发情投意合 直到眼里只有彼此 但那时 周姨爷已有了杉姐 为此 她这么多年 心里一直很愧疚 她后悔自己 为何没能早点爱上安阳 要等到让别的女人生下她的孩子 才后之后觉得明白察觉自己的心 尽管安阳在三项她表明 只要她敌数分明 她也是不在意这事的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苏晨心里 一直都有这个卡 所以对山姐的亲事也有些束手束脚 现在安阳的这番话 她总算是能心安一点 心里没有了疙瘩 那以苏晨的性格 办事的效率是立马就上来了 当天晚上 她就几个合适的人选 和安阳商量了起来 安阳仔细地听了一遍 觉得都还不错 那既然自己挑不出来 就只能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思了 我明日探探山姐的口风 看她心里中意哪个 苏晨这个当爹的 甚至连那几个世家公子的画像都弄来了 虽然只有个七分像 但是旁边还标注了一些此人的脾气秉性 允文还是允武 以及家中兄弟姊妹的人口情况 苏晨挑的三个都没有人口复杂的 家里公婆的名声在贵族圈里也是不错的 嫁过去起码不会被恶婆婆立规矩 第二天一早 山姐一如既往地来给母亲问安 然后母女俩一起用早膳 十五岁的山姐 出落得清丽婉约 静态极言 而且因为在嫡母身边养大 举手投足 都是一个侯府千金该有的样子 安阳将苏晨挑的几个人选一一说给女儿听 苏晨也是落落大方 在听完母亲的话后 红着脸道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一切但凭母亲做主 安阳 你父亲和我 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问你的 你看看这几个 你觉得哪个更合你心意 女儿也说不上来 苏珊难得撒了个娇 母亲 您就替我做主吧 安阳 赵小公子性情敦厚 才德兼备 是个可堪托付的 张小将军少年英雄 一身正气 也是称得住门户的 相较之下 娘亲其实是没怎么看好其家四郎的 她虽然长的是三个人中最好的 但性子有些软 总感觉担当不起大事 那这样排除其家四郎 赵小公子和张小将军可以说是一文一武 你且说说你中意哪个多一点 苏珊咬着嘴唇 念诺了句 女儿 觉得 小将军很好 安阳当下就懂了 赞同地点头道 你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而且张小将军虽然是行武中人 却并非五大三粗的满汉 也是一端方有礼的翩翩公子 苏珊文言更是坚定了主意 那便是了 母亲 女儿 更为重一小将军 安阳有些好奇 你能和母亲说说具体的原因吗 苏珊低着头 小声的启齿 女儿觉得 习武之人更为靠得住邪 文人 女儿怕和三叔那样 安阳着实没想到 这其中还有苏克的事 这家伙 还真是给年轻一辈的孩子 都上了一课呀 强忍着没笑出声 安阳说道 成 等你父亲回来我就和他说 争取早日把你们的亲事也定下来 苏珊红了脸 低着头静笑不语 而安阳这话一出 他最先见到的不是丈夫 而是家里另外两个 如今已贵为世子妃和王妃的女儿 两人半点皇家贵人 该有的讲究都没有 整个人这急忙慌的就进了府 安阳被这阵势 吓得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 谁知这两个倒霉孩子 就是单纯为着苏珊的事回来的而已 庆明抱着孙子闻讯而来 你们姐妹俩 这是搞什么名堂 是家里那边出什么事了吗 安阳 嫂子放心 什么事也没有 他们俩就是听说 珊姐要定人家了 特意回来看看的 庆明嗨了声 你们俩这么着急做什么 八字还没一撇呢 如今还只是相看 苏妙迫不及待问道 娘 您和父亲都看中了哪几家 我和阿元也帮着一起参谋参谋 安阳便将上午 自己和苏珊谈的那些 都一五一时地说了一遍 苏元觉得苏珊挺有眼光 赵家小公子比起张小将军 那可逊色的不是一星半点 庆明知道女儿的德性 你这么说 是因为你不喜欢文弱书生罢了 人家赵公子哪里就差了 苏元不服地辩解道 那娘您就喜欢文文弱弱的男子吗 庆明一时语宁耶 别说他也不喜欢他就爱五人那一身硬气 安阳你们娘俩怎么还争起来了 苏妙 就是咱们说山姐的事呢 别跑题了 庆明 这不已经说清楚了吗 山姐自己选了张小将军 等问过南方的意思后 两家就可以找个时候正式定亲了 苏元和苏妙一口同声 先别急 庆明和安阳被吓了一跳 怎么了 你们姐俩 苏元 我的意思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张小将军和张家外头看着是挺好的 可到底是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咱们也不清楚 所以 先别那么急着回话 咱们先把张家的情况摸清楚再说 苏妙附和着着 我也是这么想的 庆明和安阳面面相去 这 还要怎么摸清楚 苏妙苏元两人对视 默契一笑 这个我们自有手段 行吧 谨慎一些总是好的 尤其婚姻大事 多知道点南方的情况总没坏处 要是真是个表里不一的 也好及时脱身 至于具体用的什么手段 两个母亲也懒得问了 一切都让这两个操碎了新的姐姐来吧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97章 一物详一物 说干就干 经过苏元和苏妙两人的一番密谋 觉得要摸清楚张腾本身 还是比较容易的 毕竟先不算他们自己家的男人 就是苏家其他几个女婿 大姐夫宁之源 那就同样是行武出身 而且和张腾还是隶属同一个军营 这位同僚私底下人品究竟如何 恐怕大姐夫心底比当今圣上都清楚 所以张腾本人这边的情况 苏元苏妙商量了下 直接将这个任务转交给了大姐苏婉 让她详细询问一番大姐夫 事关自家妹妹 苏婉也是一口答应 接下来就是张家内部的情况了 张腾的父亲是萧綦将军张叔 军功起家 如今的家业 真的是靠无数次出生入死换来的 张母庄氏 小户人家出身 是个标准的已父为天的贤妻良母 除了张腾 庄氏膝下还有两个女儿 至今都还带自归中 还有两个姨娘 都是庄氏早年买回来 想给丈夫开支散叶的 但是张叔常年在外 压根就没碰几次 所以两人都不曾孕育过子嗣 苏元和苏妙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听着下属汇报上来的这些消息 苏元 好像 确实没啥大问题 苏妙品味着玫瑰花茶 慢悠悠地道 其也好 男子本身靠得住 就是给女子最好的聘礼 就像二姐那样 婆家不好 但是只要丈夫好 就有盼头 苏元打了个哈欠 查了这些天 张家那边还真是没什么大问题 庄氏是个 眼里只有丈夫和孩子的母亲 贤良大度 底下的两个女儿 也都是照着标准的大家闺秀培养的 没什么大毛病 大姐那边说 大姐夫对张腾的评价很高 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人品贵重 虽然是个五人 但是各方面的规矩都很不错 那就没差 这门亲是可以定了 经过两个姐姐的层层把关 苏珊的婚事最终还是敲定了 这未来女婿是全家都长过眼的 所有人都很放心 成亲的前几天 大姐夫宁之园坐东 在京城最好的的酒楼飘香楼订了包厢 说是要请几个妹夫吃酒 某个王爷和世子那边 宁之园虽然没把握两人会不会来 但也是下了帖子的 这一世游药刘晓和妻子感情都很好 爱屋即屋 他们也都很喜欢苏家的人 而且对几个连金也都观感不错 所以对大姐夫的邀请 自然是确之不恭 苏源在听说 丈夫要去和姐夫们吃酒的时候 也是喜不自胜 你们在一起吃酒 那我就和姐姐们出城去寺庙进乡 游药从来都是由着她 那我让掌风点几个身手好的侍卫跟着 你是自己去还是带着宁姐一起 说起女儿 苏源的神色格外温柔 我要是出门 那丫头能不跟着 语气看似抱怨 实则满是宠溺 你这样会把宁姐宠坏的 男人有些吃味的说道 苏源横了她一眼 咱们俩到底谁宠她多 也不知道这家伙哪来的脸指责她 苏源本意也是想在女儿面前做个慈母的 奈何某个男人已经在无底线地纵容女儿了 为了防止孩子被浇灌得无法无天 苏源只得是板起脸 做起了严母 好在如今 称歌大部分时候 都是在宫里的学堂 即便是在家 也是有许多的功课要做 否则场面说不定更难以控制 两日后 飘香楼雅间 命之园既然做东 那肯定是最先到的 正经之其次 两人一个大姐夫 一个二姐夫 是成为连金时间最久的两人 这么多年下来 从一开始遇到的相顾无言 无所适从到如今的侃侃而谈 似乎已经真的有了一家人的感觉 宁之园替妹夫添了杯茶 听说二姨妹又有好消息了 再次为人妇 正经之还是难言喜色 点头道 是 大夫前两天诊的脉 胎相稳固 一切都好 宁之园 好啊 多子多孙多福气 只是太辛苦二姨妹了 正经之文言也是面露愧色 待这个孩子平安诞生 我和阿妍 不会再要别的孩子了 嗯 有儿有女也就够了 女子生育既辛苦又危险 那可是鬼门关上走一趟 正经之想到以前苏颜生产的状况 心里不由地浮起一丝恐惧 宁之园见他真被吓着了 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宽慰道 不说这些不吉利的 来来来 喝茶 话音未落 有药和刘晓 就先后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宁之园和正经之下意识 都要起身行礼 有药和刘晓一人按住了一个 今天没有什么王爷和世子 只有一家子几个连金一起喝酒闲聊 不讲这些虚理 宁之园爽朗一笑 那感情好 不多时 张腾也姗姗来迟 他额脚还有汗疾 呼吸微微有些喘 实在抱歉 公务在身 来迟了 宁之园 哎 我们在座的可都是你姐夫 既然来迟了 那就罚酒三杯 有小看热闹不怕是大 那不得一人喝三杯才行 张腾武将出身 最不怕的就是喝酒这种事 既然四姐夫开口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晓一向是个人来风 文言也来劲了 来 我陪你喝 有药不咸不淡地瞥了他一眼 你是真不担心 四姐今晚不让你进房啊 已经上头了的刘晓 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哎呀 今天难得聚聚 高兴吗 正经之四下扫了眼 问宁之园 大姐夫没邀请三妹夫 请了呀 宁之园无奈道 人家不来啊 刘晓知道自己媳妇和苏家那个 老三苏静 那是相当不对头 蛮不在乎地道 不来就不来 咱们几个就够了 那于家小儿子养得跟个姑娘似的 我还担心一个大嗓门吓着他 刘晓从来不喜欢背后一人长短 人家姐妹间的事 你就别瞎掺和 他们姐妹都互短 有些话 他们自己能说 别人不能说 刘晓别别嘴 没再说什么 张腾的酒量果真是不错 四个姐夫一人三杯酒下来 面色丝毫没变 郑景之不禁笑道 你这可真是海量啊 张腾摸着后脑勺 憨憨地笑了笑 见笑了 这么多年 刘晓的酒量也是长进了不少 起码这回喝了五六杯 也能做到面不改色 心不跳了 张腾 苏家六姑娘 可是我媳妇的亲妹妹 等成亲以后 你得好好待人家 知道吗 张腾一脸正色道 世子放心 属下绝不辜负六姑娘 又要打去道 都快成亲了 还叫人家六姑娘 郑景之也道 是啊 你这称呼 现在就可以改了 宁之源和张腾是最熟悉的 听到这 人立刻凑过去 语气很是无赖 来来来 叫声大姐夫听听 其他人相视而笑 张腾也不是怯场的人 干什么都是大大方方的 大姐夫 日后 多关照 宁之源笑的嘴角 都快裂开了 好说好说 当天夕阳落下 几个连金各自回府的时候 都是一身酒气 以至于流药回到府上 亲亲热热迎上来的宁姐 在闻到她身上的味道后 瞬间略带嫌弃的别过头 爹爹 好臭 有药微微一顿 她就喝了几杯 不至于吧 苏元瞧着男人 被女儿嫌弃的囧状 只觉得这世道 当真是一物降一物 在别人面前 高冷惊傲 贵不可言的招王殿下 在家里也会因为喝了酒 被女儿嫌弃身上臭 但是嫌弃过后 宁姐还是上前牵住了爹爹的手 爹爹 你是喝酒了吗 有药被女儿那么一说 是真担心自己身上的酒气 熏着孩子了 所以刚想俯身抱过女儿 却又犹豫了 她左右秀了秀自己身上的气味 宁宁乖 爹爹换身衣服在陪你玩 宁姐萌萌的点头 那爹爹快去吧 等到刘耀晃好出来 看到妻子和女儿正坐在踏上玩耍 一大衣小 眉眼间极为相似 尤其是笑起来时像月牙一样的眼睛 刘耀心间灯石软得一塌糊涂 称歌呢 还没回来吗 苏元看了眼她 早就回来了 在书房做功课呢 说是不许人打扰 儿子用功课苦是好事 而且既然人家都说了不许打扰 那刘耀也不想去自讨没趣 干脆就躺到踏上去和女儿玩 指导着小丫头怎么解这个酒连环 苏元在旁边蹬下坐着针线 不时抬头看一眼踏上玩得开心的妇女二人 一切温馨而又美好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八章 爹爹背拟 苏珊的亲事办的也是体面风光 一切都是按照侯府嫡女的规格 几个已经出嫁的姐姐 都在婚期前一天回了娘家一趟 给妹妹添了一份妆帘 苏珊望着房内的红色嫁衣 想着下屁那天见到的那抹剑壮有力的身影 脸颊慢慢地染上了两抹飞红 心里越发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张将军和夫人对未来的儿媳 都是笑得合不拢嘴的那种满意 家是什么的倒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性子好 人也长得美 婚后第二天敬婆婆茶的时候 装饰给了个尤为丰厚的红包 苏珊 多谢母亲 再说张腾 张腾本人自认绝不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所以近些年一门心思都铺在了建功立业上 对未来的妻子如何 她从来都没想过 放话全都由父母做主即可 反正她相信她爹娘的眼光 肯定不会选个冒丑无言刁蛮泼辣的女子 最后的结果也果然是没有出乎她的意料 正式定亲的前两天 她这个准新郎才被正式告知自己未来妻子的人选 苏甫的六姑娘 宁远侯的二女儿苏珊 宁远侯张腾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这位六姑娘平时还真没听说过 但是她老爹和老娘都是赞不绝口 那就应该差不了 正式的见到人是在下聘那天 一身粉蓝色如群的少女明艳夺目 柔美婉约 仿佛暖春午后的阳光 明媚却不张扬 一切都恰到好处 张腾承认 那一刻她心里是喜欢的 对这桩婚事也忽然就期待了 如今顺利把人娶回来了 要是问她满不满意的话 怎么说呢 她也不好说满意不满意 但她就是忽然觉得自己 对往后的朝朝暮暮都有了期待 建元八年九月 永家帝带着一众皇室子弟 以及一大批的能臣武将 前往皇家围场狩猎 特准女眷随行 在京城待了这么久 终于能活动活动筋骨了 由要对老父亲的这个安排 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 于是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皇室一大家子人 连带着一些臣子和家眷 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 到围场之前的那几天 在路上的行程 无疑是最折磨人了 苏元这些大人们 坐在马车里 都坐得心烦意乱了 更别提几个正是贪玩好动年纪的孩子 趁哥没有坐在马车里 而是随流要一起骑马 所以苏元没听见儿子的牢骚 但是宁姐就不行了 第一天的时候 小丫头还一脸的兴奋好奇 对即将踏上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而现在几乎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 以此来打发时间 有时候 趴在马车的窗边 捏捏地说道 娘 我也想和爹爹哥哥那样 出去骑马 苏元一顿 反问 你会骑 宁姐生无可恋地垂下头 不会 但是有爹爹和哥哥在 总不会让我摔着吗 苏元当然不同意 别的时候 他都能纵着女儿 可这会是和皇帝公爹一起出来 一言一行 那都是要注意皇家规矩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就拒绝了宁姐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要是实在没事 就再睡一会吧 宁姐儿委屈巴巴 娘 这几天路上 您是真把我当猪养 苏元 在经过几天的煎熬后 一行人的队伍 终于是抵达了皇家别院 他们是上午到的 还没等彻底安置好 结果下午的时候 永家帝就心仰难耐地 带着几个儿子和年长的孙子赛马去了 永家帝和先帝都是上午的性子 早年当皇子的时候 也是将场厮杀过来的 所以 即便如今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 但依旧是体格健壮 不减当年 永家帝一马当先 将其他的儿孙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其次是太子刘章 太子家的皇长孙刘绝 再往后 就是几个王爷和王爷家的世子 永家帝在疼爱儿孙方面 那是实打实的 祖父疼爱孙子 那绝对都是没有半点虚假 可是这孙子和孙子之间 有的人聪慧懂事 自然更招人疼一点 而有的性情不讨喜 也不怪长辈偏心 苏元觉得 他这位皇帝公爹 当真是老当义壮 接连赶路了这几天 到了地方 不先紧着好好休息不说 反而要来个什么赛马 赛马 他带几个儿子就得了呗 非要把孙子们也带上 几个孩子赶路 也都累了 加上年纪都还小 哪能和大人一样折腾啊 皇帝公爹可真不会心疼人 苏元的想法恰恰也正是婆婆张皇后 听见这消息的第一反应 死老头子 自己这两天憋坏了 想撒欢自己去就是了 孙子们都在长身体的时候 这几天本来就累 还不让人好好休息一下 真不知道这个祖父怎么当的 与此同时 某政撒了 欢厕马狂奔的皇帝 忽然打了个喷嚏 紧随其后的太子健壮道 父皇可是身体不适 永家弟晃了晃脑袋 没事 正好着呢 说着 马边一扬 再次加快了速度 等到皇子老子 终于尽了心 陪着的几个儿子 都累得够呛 其中习无体格的刘彰 刘卓和刘耀三人 倒是还好 只是喘了些 回去的路上 陈哥一个哈欠接着一个 刘耀侧眼关切地看着儿子 困了 在爹爹面前 陈哥从来不需要像在祖父面前那样 逞强和懂事 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 他点了点头 嗯 累 刘耀嘴角微微勾起 当即蹲下了身子 看向儿子 上来 爹爹背你 要的就是这句话 陈哥一点也没客气 乐呵呵地爬上了自家父亲的背 远处的三郎瞧见这一幕 当下拽着刘耀的袖子 父王 您也背我好不好 刘耀自己累得腰酸背痛 可儿子提了要求 他总不能说自己现在背不动 刚想勉强答应下来 眼神瞥到了旁边的八郎 两个儿子都在这 八郎比三郎还小 他要是背三郎不背八郎 那八郎得多难过 可是背八郎不背三郎 三郎丢了笛子的面子不说 王妃那边知道了又得闹 干脆谁都不背好了 刘耀脸一横 父王也累了 背不动了 你让伺候你的李松背吧 三郎脸色一变 父亲背和伺候的太监背 能一样 他强扯了个笑 儿子说笑的 父王既然累 就快些回去歇着吧 刘耀点点头 大不留心的就往自己院子那边走去 八郎紧跟在父亲身后 匆匆离开 三郎驻足在原地 眼神不禁再次移到了六叔和七郎的方向 他们已经走远了 只依稀能看到人影 七郎似乎躺在六叔的背上睡着了 六叔的步子很稳 很轻 似乎生怕吵醒了七郎 真好 三郎看着眼有点酸 低头吸了吸鼻子 才将将吻了神色 慢吞吞地走开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九十九章 吃女儿醋的小气鬼阿元 刘耀和称哥 回到唱新堂的时候 苏元正在给宁姐儿梳头发 小丫头如今明明才四岁 却已经非常的爱美爱翘 每天都要缠着娘亲 给她梳不同的发际 带不同的珠花英落 别看宁姐儿才四岁 衣裳和首饰 都已经摆了好几个大箱子 皇家的小郡主 是金窝里的闺女 所吃所用 无意不是最好的 苏元自认她 也是从小锦衣玉时的长大 但在女儿的一些做派面前 她还是深感自愧不如 对此 她还说不得 这不 完善的时候 她随口说了两句 尤耀和称哥 这对父子俩 都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宁明想要什么随她就是 咱家又不是养不起 苏元无语望天 他们家是养得起 可是再这样下去 她怀疑天下就没有其他 能养得起宁姐儿的男子了 那将来该如何相看亲事 一提起招王家的郡主 都说那是个金银堆里长大的 花钱如流水 乃家敢要这样的媳妇 而她的这番话 却招来了儿子的反对 不要就不要 有儿子在一日 儿子养着妹妹 嘿 这臭小子 苏元心里有点冒酸泡泡了 这老男人和臭小子 现在眼里都只有宁姐儿了是不是 这个家是不是没她的地位了 她说一句 这父子俩有十句等着 况且她也不是嫌弃女儿的意思 只是正常的一家人一起聊天 说到这个话题 哼 就算是当了娘的人 也是有脾气的好不好 用过晚膳 苏元两个孩子一个都没带 就带着苏欣 去了苏庙那边的院子串门 苏庙自然也是高兴她来 别院处有一方温泉 姐妹俩都是觊觎好酒了 派人去探查了一番 这会正好没人 那还不赶紧走着 温泉池里 姐妹俩抛着温泉 温热的泉水滴过全身 谢去一天的疲惫 各自说着最近发生的事 苏庙在听完妹妹的话后 戳了下她的脑门 你这是和女儿吃上醋了不成 苏元凝了一瞬 没否认 那要是姐夫为了孩子和你顶嘴 你会生气吗 苏庙冷哼了声 她敢 那不就得了 温热那家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以前对我那叫一个百一百顺 有求必应 现在呢 居然为了孩子和我唱反调 苏元越说越来气 本来一件小事 可是说着说着 那些陈年旧账就被翻出来了 再将成亲前后男人的态度对比一下 说到最后 苏元简直是就差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好姐妹自然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对方 苏庙听着听着 也和她一起骂了起来 顺便也数落起了刘晓平时的种种恶行 夜色已深 唱新堂内烛火通明 趁哥即使出门在外对功课 也是丝毫不放松 可今天晚上 却怎么也看不进去那些书 刚才饭桌上 她一时嘴快 和娘亲顶了锯嘴 不知道娘亲会不会生气 而且她和爹爹要是都维护妹妹的话 娘亲会不会有些伤心 会不会觉得她和爹爹心里只爱妹妹了 趁哥越想越后悔 娘亲平日里那么辛苦 操持那么大的一个王府的里里外外 打点应付那些官卷的往来 就算那么忙 但娘亲还是会每天都给她亲手做好上学堂代的点心和肉脯 从不假手于人 趁哥彻底看不下去了 将手里的书随手往桌上一扔 然后走了出去 想去和娘亲陪个不适 可是她找遍整个畅心堂 也没看到娘亲的人影 坏了坏了 娘亲不会一个人躲起来 偷偷伤心了吧 明心打点好明日的早膳 刚从膳房回来 就看见这急忙慌的小主子 官妾问道 见过柿子 柿子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趁哥仿佛一下看到救星 明心姑姑 我娘亲呢 明心还当是什么事 原来是小柿子要找娘亲 王妃去了为柿子妃那里串门 按说也该回来了 柿子爷可是找王妃有事 趁哥不太好意思说 自己是要找娘亲认错的 只干巴巴的说道 那 那我到厅中等娘亲回来 明心就陪着趁哥一起等 可是也不知是王妃忘了时间 还是有别的事耽误了 怎么等也都等不到人 又要是晚膳刚吃一半 就被刘彰派人叫走了 说是几个王爷都在 要一起烤肉喝酒 这会也是还没回来 明姐这两天路上累坏了 吃过晚膳就早早的睡了 趁哥等了一会 迟迟没有人回来 就干脆去了 刘晓和苏妙住的赏医院找人 来到赏医院 接待她的却是寻哥 趁哥忙问 哥哥 你可见到我母亲了 寻哥点头 婶婶和我母亲一起去泡温泉了 趁哥这才松了口气 后面跟着的明心劝道 世子 咱们快些回去吧 否则王妃回去找不到 您可是会着急的 趁哥点头和寻哥告别后 乖乖地回到畅心堂 恰好苏妍和苏妙也泡好了 各自回到住处 苏妍刚一踏进唱新堂的大门 右脚还没落地 就听得趁哥深切的一声娘亲 然后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团黑影一闪而过 扑到了她怀里 苏妍猝不及防 往后一个亮抢 但好歹是将人接住了 她揉了把儿子的小脑袋 揉声问道 这是怎么了 怀里的声音闷闷的 娘亲 我错了 这是唱哪出 怎么忽然认起错了 趁哥顿了顿 慢慢地从娘亲的怀里退了出去 望着苏妍 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不该晚膳的时候 和娘亲顶嘴 原来是这时 在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温泉之后 苏妍本来已经对晚膳时的那时完全忘了 这回又被儿子给提醒了起来 但儿子是自己生的 人家现在又认错了 她哪里还舍得说什么重话 娘亲接受你的道歉 而且娘亲本来也没有生你的气 趁哥敏唇 半信半疑 真的吗 当然了 难道趁哥还不相信娘亲的话吗 她当然相信 娘亲 趁哥努力酝酿了许久 却总是欲言又止 男孩子说这些话 大概是总是有些难以启齿 苏妍觉得儿子这模样有点稀罕 还有事吗 您和妹妹 我都爱 但是您比妹妹 要更重要一点 苏妍一正 没想到儿子会说这种话 一下彻底傻在了原地 然后 反应过来后 老母亲瞬间感动得不行 将人紧紧抱在怀里 趁哥乖 娘亲也最爱你了 说出这话以后的趁哥 神情还有些许不自在 但还是问道 那 我和妹妹 娘亲更喜欢谁 果然 孩子们都是在意这个问题的 苏妍揽着儿子的肩膀 你和妹妹都是娘的孩子 在娘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你是男孩子 会慢慢地长成小小男子汉 明明是女孩 会长成漂漂亮亮的小姑娘 你们俩人都是上天送给娘亲的礼物 趁哥这才面露喜色 娘亲 您放心 不管现在还是以后 我都会保护好妹妹 也保护好娘亲 苏妍眼底的温柔似水 好好好 我们趁哥最好了 都会哄娘亲高兴了 不像你那个气死人的爹 某还没来得及到家 就听到媳妇在说自己画画的气死人的爹 有要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还没进门 就听到了妻子和儿子的墙角 而且话里话外似乎还是在嫌弃自己的样子 与此同时 听到脚步声的娘俩 同时转过身 趁哥叫了声爹爹 而苏妍则是一个眼神都没给 只拍了拍儿子 对旁边的明心道 时间不早了 带趁哥去休息吧 明心 是 苏妍又去了宁姐的房间 检查一下辈子有没有噎好 这些事 唯有当了娘的人才会懂 根本不愿意假手于任何人 一定要自己亲眼看看才放心 又要明显地察觉出了 妻子对自己的不待见 可是怎么想也不明白 自己是哪里做错了 不过这不重要 认错有时候不需要理由 苏妍是泡了温泉回来的 所以身上这会软绵绵 懒洋洋的 回到房间后 换好衣服 直接就躺上了床 没意会 睡意就上来了 可是睡得正香的时候 苏妍忽然感觉 不知道什么在蹭自己脖子 那里乱蹭 她被吵醒后 还没来得及发火 就听见男人沉沉的一声 别生气 我错了 她瞬间睡意全无 反客为主道 错哪了 男人猛地朝她脸上 狠狠地作了一口 苏妍装作一脸嫌弃 拿手擦了擦 被她亲过的地方 朝我睡觉 你居心何在 吃醋了 这么一会的功夫 她好像就察觉到了 她是因为什么不对劲 吃你个头 行行行 你没吃 谁吃谁是小狗 还敢骂她了 苏妍当即一嘴咬过去 狗就狗 让你看看小狗的厉害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0章 提前出现的女婿 当然 最后苏妍还是没狗过某男人 在承受了三次狂风暴雨之后 苏妍累得连个手指头都懒得动 清洗过后 她被男人抱回床榻 她瞧了严手肘上那排整齐的牙印 下嘴真够狠的 谋杀亲夫啊 苏妍拒绝交谈 迷迷糊糊的昏昏欲睡 有药也没非要她回答 见她已然困急 顺手将人收进怀里 替她噎了噎背脚 苏妍是真的累 本来泡完温泉 身子就发软 就昏昏沉沉想睡觉 加上刚才又被留药前后折腾了好几遍 所以几乎是沾了枕头没多久就睡熟了 尤耀却毫无睡意 支招脑袋 垂着眼静静地打量怀里的人 傻瓜 不管有几个孩子 永远都没有人能比她重要 孩子们都会渐渐长大 会有他们自己的心心相应的人 只有他们才能互相陪伴 彼此终老 即此 尤耀还真仔细反思了一番 她最近陪她的时间确实有点少 娇气包难免有点小脾气了 于是 昭王殿下当即决定 接下来的几天 老爹那边的那些事 她都不参与了 谁都不管了 好好陪陪她的小王妃 接到儿子告假的永家弟 也是答应得很痛快 你问为什么 那答案就是 习惯了 娶了媳妇忘了爹 这种事在这儿子身上 已经发生太多次了 她 是 真的 已经 习 习 惯 了 而称哥也是早早地被爹爹告知 这两天要专心陪伴娘亲 让她好好带着妹妹 称哥心理娘亲是最重要的 爹爹要陪娘亲 那她肯定要帮爹娘照顾好妹妹 宁姐对于被爹娘抛弃这事 接受得很快 因为她也要出门 去找她的洛奇哥哥玩 本打算放下功课 安心陪妹妹玩两天的称哥 再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宁宁 你是何时认识的洛奇 她妹妹居然已经认识外男了 这还了得 宁姐一脸单纯 早就认识了呀 娘亲和洛夫人认识 我自然就认识洛奇哥哥了 哥哥 你知道吗 洛奇哥哥可厉害了 才六岁就已经学骑马射箭了 字也写得好看 而且 洛奇哥哥还会扎风筝 宁姐说一句 她亲哥的脸就黑一分 好你个洛奇 什么时候在我妹妹面前显白的 还骑马射箭 害羞写字 谁不会啊 有本事来比比 宁姐让丫鬟服侍着 穿上了她最喜爱的那件乳裙 戴上自己最喜欢的珠花和刘苏簪 虽然才四岁 但是招王府的小郡主天生丽质 已不难看出日后的清晨角色 趁哥试图阻止妹妹 宁宁 咱们今天就不去找洛奇了好不好 哥哥带你去放风筝 宁姐显得有些为难 可是哥哥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洛奇哥哥了 可是洛奇说不定现在有事在忙 万一你去了 找不到人扑个空怎么办 不会的 我都和洛奇哥哥说好了 他答应今天给我坐风车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咱们王府什么玩具没有 一个风车有什么稀奇的 可那是洛奇哥哥亲手做的 和工人们做的肯定不一样啊 宁宁 你是不是 趁哥欲言又止 宁姐眨扎着单纯无辜的大眼睛 是什么 哥哥你今天好奇怪啊 趁哥一口气憋在胸口差点没上来 那是因为有人在赤裸裸地 寄予他家的小白菜 行你想去就去吧 趁哥最后在妹妹的撒娇攻势下还是妥协了 宁姐嘴角的弧度还没来得及展开 就听了一句 正好我和你一起 宁姐 哥哥 你 你要和我一起 对啊 有问题吗 宁姐干笑了两下 没 没问题 别院的马场 如今的苏元玉马技术已经算得上显熟了 虽然不敢说策马及尺 但是正常的速度已经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因为他毕竟贵为王妃 平时出行总不可能抛头路面的真自己骑马 所以这些年骑马的机会 也就平时一家子外出郊游 或者和刘耀夫妻俩出游的时候 跑了几圈下来后 夫妻俩挽着手 四处漫步 你说趁哥能看好宁姐吗 那小丫头如今鬼主意可多了 苏元有点不太放心两个孩子 说起这个 刘耀的脸色忽然变得不太好看 我正好有时要问你 宁宁是什么时候和洛琪认识的 苏元 洛夫人金瑶 是我归中便十分较好的 个子出嫁后也没断了往来 平常公宴或是去寺庙进乡 都遇到过 两个孩子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 认识是哪种认识 苏元没太明白 还能是哪种认识 不过就是同龄孩子一起玩罢了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有什么可玩的 这话的语气有些阴阳怪气 苏元才终于是抬眼向男人看了去 你干什么这么说话 洛琪那孩子哪里惹到你了不成 还是说 那两个加起来才十岁的孩子 你心里担心什么不成 尤要瞬间瞪大眼 你 你也想到了那一层 怎么还能让他们 那又怎么了 洛琪那孩子哪哪都好 长得俊 人又聪明 家世也般配 咱们宁姐要嫁 就该嫁一个这样的夫君 尤要对这个话题 打从心底里抗拒 嫁什么嫁 宁宁才多大 你就想这个问题 苏元觉得这男人的很多行为 实在是幼稚的有些好笑 怎么 对未来女婿提前出现到女儿身边 心里不痛快了 刘要咬了咬牙 对这个问题实在是回答不上来 没错 洛琪就是上一世宁姐的夫君 而且是她的宝贝女儿自己挑的人 婚后多年 夫妻二人恩爱和顺 琴瑟和谐 但是上一世本该是婚之灵才相识的两人 如今 居然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认识了 重生以来 这是最让刘要接受无能的一个变故了 苏元知道 男人对女儿出嫁这事都是天然的 有一种抵触心理 好了好了 瞧你这别扭劲儿 养的孩子提前认识认识 不也挺好的 就当是培养感情了 难不成你还想过换女婿 那倒是没有 别的不说 就算刘要以自己两世的眼光来看 洛琪做她的女婿也是无可挑剔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家伙出现的有点太早了 这让她很不爽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1章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对于洛琪的出现 有要和留称都很不爽 但是苏元高兴啊 这个家说一不二的还是女主人 所以那两个男的再看不顺眼 也得忍着憋着 苏元前世没有福气 亲眼看到女婿 这辈子见到了 那是怎么看怎么稀罕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苏元就是这样 虽然洛琪如今 不过也才六岁 还是个不省事的孩子 但在同龄人中 也已经是相当出彩了 进国公的嫡长孙 家世上 那绝对要数京城 小公子里的头一份了 苏元觉得个别方面 要是能早早的有个默契 那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没别的 虽然家里的孩子都还小 可是贵族圈里 永远不缺那些 早早的为家里孩子 谋划起来的长辈 这些年里 不管是平日里的茶花会 还是皇宫宴会 等一些场合 苏元没少听到 那些夸赞称歌和宁姐的话 但是那些人夸完后 又总是留下句意味深长的话 意思也很明显 就是想看看 能否和赵王府 结个未来亲嫁之类的 别说孩子都还小 苏元还从来没想到这事 就算是孩子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她也不会不和孩子商量一生 就私自做主 定下什么亲事 但是架不住 有这种小心思的人越来越多 她真的是不胜其烦 但是现在前世的小女婿 提前来到了女儿身边 苏元似乎一下子就接受了 而且非常的乐见其成 前世没有看到的 今生她可要好好看看 六岁的小洛奇 已经有了小大人的样子 说话做事 都继承了其父的老成稳重 平时小脸总是很严肃 就是她家人 都嫌少见到她开怀的笑脸 但是小家伙傲娇又别扭的性格 在昭王府的小郡主面前 完全行不通 因每当看着宁姐甜甜的笑脸 听着那一声声 甜到心坎里的洛奇哥哥 小洛奇的嘴角 根本就绷不住 苏元每当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得会感慨 怎么她和刘耀 就没能早点认识呢 这种青梅竹马的感情 多好 小竹马面上嫌弃 实则暗戳地 宠着自己的小青梅 而小青梅呢 就毫无顾虑地 依赖着无所不能的竹马哥哥 带到竹马家官 青梅吉姬 良缘永结 白头偕老 想想就让人心动和亲现 但是 在苏元看来 唯美又美好的场景 在刘耀和刘琛的眼里 那可就是既刺眼又碍眼 但是他们 也就只能干瞪眼 人家那娘俩高兴的是 压根就轮不到 他们也俩说话 琛哥这个年纪 对有些事 已经是有了模糊的认知 便问刘耀 爹爹 娘亲这个样子 不会是想将来 把妹妹许给洛琪吧 有要面无表情 别瞎说 你妹妹还小 要下这话 男人利落地转身就走 仿佛一刻都不想多待 琛哥觉得 爹爹着实有点自欺欺人 娘亲的态度很明显了 而且更要命的是 妹妹也喜欢 平时对那些叔叔伯伯家的 哥哥弟弟 横挑鼻子树挑眼的宁姐 现在 居然对洛琪满眼的崇拜 琛哥心里很酸 妹妹长大了 有了别的哥哥了 不过 琛哥很快也没时间酸了 因为他的亲祖父 居然办了场比武 扬言要看看几个孙子的骑射功夫 除了几个年长的孙子 一些重臣家的孩子 也在名单之中 消息一出 所有人都是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都想在陛下面前 留一个好印象 尤其是几个王爷家的孩子 说是比武 其实就是勇家弟 想借此机会 试试几个孙子的身手 以及检查一下 骑射课的学习成果 比试的第一项就是骑马 称歌是七郎 是众多开始学骑马的皇孙中 年龄偏小的 虽然排名不是前三甲 但这个年纪能骑成这个样子 懂行的人都看出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头盔自然是东宫的皇长孙刘爵无疑 在这之下是三郎和二郎 紧接着 是第二项 射箭 笔是一时 尤绝仍然是最出彩的那个 然后便是三郎 而称歌在这一环节 表现也可堪称出色 拔弓拿剑的手臂很稳 连练击中红心 四郎也很不错 和三郎可谓是不相上下 勇家弟看着很高兴 好啊 这么多孙子 如今看来 起码都是文武兼修 没有一个是不学无术的顽固 子子孙孙都有本事 大魏的江山才能千秋万代 这场比试中 孙儿们展现的本事 让勇家弟很高兴 于是大手一挥 每个孙子都给了赏赐 当然几项比试中 排名靠前的孩子 赏赐更为丰厚了些 托了几位皇孙的福 勇家弟一高兴 随即就下令晚上设宴 要和臣子同乐 期间 晋国公身边的洛琪 吸引了勇家弟的注意 就让曹公公 把人叫来了跟前 问了几个问题 小家伙一点也不怯场 不卑不亢 问什么 都是对答如流 勇家弟就喜欢不怕他的孩子 那些一见到 他就跟浩子见了猫似的 他简直都想一脚踹过去 咋着 他是鬼呀 周贵妃见勇家弟 对洛琪一脸满意 笑着打趣道 陛下即如此喜欢 敬国公的这位哥 何不看看 咱家有没有同龄的姐 两家结个亲也好啊 对于这个贵妃表妹 勇家弟一向觉得 他是向上天用智慧 换了美貌的那种人 但是刚刚的这句话 还真是说的有几分道理 肥水不留外人田 好狼和好姑娘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与其便宜了外人 不如留给自己家的那些宝贝孩子 贤妃描了严勇家弟的脸色 就知道 贵妃这次这句话 是说到了陛下心坎了 洛琪的哥儿 如今年方六岁 咱们家这边 还真没有这么大的景 得妃 小一两岁也没什么 男子年长几岁 更为稳重 也更会心疼人 下一秒 淑妃一个口快脱口而出 宁宁今年不就四岁吗 正好比洛家哥儿小了两岁 即此 旁听了许久的苏元 简直想上前给淑妃磕一个 否则她的未来女婿 可能就真的要跑了 淑妃这一嘴 是瞬间坚定了 勇家弟心里本来还在犹豫的那个念头 勇家弟揽过洛琪 还略显瘦削的肩膀 与其自然亲切 洛琪 正给你指门亲事 你要不要 小洛琪脑子一下不够用了 骑马 射箭 读书 席字 燕拳 下棋 这些祖父都教过她 她都知道 可 这亲事是什么东西啊 勇家弟见小家伙不说话 以为他不愿意 怎么 不想要 洛琪很实诚的摇摇头 不是 陛下 什么是亲事啊 勇家弟和现场的其他人文言都是一愣 进而相继笑出了声 勇家弟笑着解释道 就是 给你提前订一个媳妇 等你们都长大了就成亲 就像你爹和你娘那样的 洛琪 是要做花叫穿红色衣服的那种成亲吗 对啊 怎么样 愿不愿意 洛琪沉思了片刻 可是我自己已经有了长大以后想娶的人 勇家弟傻眼 进国宫喷茶 食 什么玩意 张阿伟 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2章 本王能娶到王妃 是十辈子修来的福气 带回过神后 勇家弟略有些艰难的开口 你不是在骗阵吧 洛琪虽小 可却知道 欺骗陛下是大罪 是死罪 所以瞬间很严肃地回道 没有 我没有欺骗陛下 勇家弟 那你和朕说说 你早早地看上的那位 是奶家的 他倒是要看看 奶家的姑娘 能有他家的孩子好 说起这个 一直冷静淡定的洛琪脸上 忽然飞来两朵红云 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还害起修了 亲爷爷进国宫 在底下简直没眼看 勇家弟好奇更甚 不能说吗 不是 洛琪抿了抿唇 有些纠结的样子 我 我还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所以还不能说 优贺 知道内情的刘耀和刘琛父子俩 在底下 那是鼻子 不是鼻子 眼睛 不是眼睛 您把我们家宁宁 就拆管回家了 装什么装 勇家弟闻言 揉了把洛琪的小脑袋 开怀一笑 莫了凑过去低声细语道 那你悄悄地告诉朕 行不行 洛琪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堂堂一国之君 几十倍人这样下过面子 但勇家弟倒是不怒返校 好 那朕就先不问了 等你大一些再说 其实消息灵通的帝王心里 早就知道了七八分 这段时间 洛夫人带着儿子 往昭王府走动的频率那么高 而据他所知 洛琪打小掌在京城 又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这么一番推倒下来 那洛琪 说的喜欢的那个人 就只可能是小儿子家的宁宁了 呵 不得不说 小伙子很有眼光嘛 目前 勇家弟一共有四个孙女 老大家的和老四家的都是数出 一看到 他怕得和什么似的 他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感情 剩下的两个 一个是小儿子家的宁宁 一个是老五家还不满一岁的月月 月月还小 连话都不会说 说别的都还太早 也就只有宁宁 算是他能以正常的祖父身份 去对待的一个孙女 小丫头 长得也是继承了其父母的所有优点 小小年纪就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 性格也是爱说爱笑得很开朗 很讨人喜欢 洛琪这小子 看上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再看宁宁他爹的那副浑身上下 洋溢着不爽气息的样子 勇家弟就更知道自己猜对了 至于其他的 就做官其辩吧 若干年后 洛琪怎么搞定那位岳父大人 勇家弟心里还真是好奇得紧 且走且看吧 当晚回到家 直到躺到床上 苏元心里都还是七上八下的 有些话不吐不快 他侧躺着看向刘耀 今晚真是好险啊 你说是不是差一点 父皇就要将洛琪定给别人了 刘耀对妻子的脑回路很无语 父皇就是说说而已 洛琪才多大 他能定给谁 那不好说 四哥家的荣姐和洛琪也年龄相当 万一父皇就把这两人定到一起了呢 刘耀不以为然 真要这样 只能说明咱们宁宁今生的姻缘有了变动 上天给他安排了另外的良人也说不定 苏元坐起身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你怎么语气幸灾乐祸的 女婿要是坏人了你很高兴吗 高兴肯定是谈不上 因为谁当他女婿 他都不太满意 女儿好好的 嫁什么人 娘家又不是养不起 真是的 到底是谁提出的 女儿长大就必须要嫁人这一说法 你就那么喜欢洛琪 你这才见了他几次啊 苏元 我看人可从来没有走眼过 而且我喜不喜欢的还是其次 你没发现宁宁很喜欢吗 刘耀 宁宁现在什么都还不懂 只是拿他当个一起玩的朋友罢了 你可别想多了 你这是典型的老父亲心态 老父亲 老父亲什么心态 刘耀头一次听到这词 觉得新鲜 就是我爹当初听到你追来江南 也是你现在这副样子 唧唧歪歪半天 嘟嘟囔囔个不停 还死活不接受现实 这就是老父亲心态 思男人很不爽的到吸口冷气 再次想逃避现实 老父亲就老父亲吧 睡觉 他这别扭样实在可爱 苏元还真打他没办法 想想当初自己要出嫁的时候 爹爹才表现出来的不舍 其实应该也是压抑很久的吧 女儿对父亲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那是自己捧在手心里 小心翼翼呵护大的宝贝 当有朝一日 自己的宝贝要嫁给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臭小子 是个当爹的 估计都想杀人了 其实做母亲的 又何尝真的舍得呢 一想到他的宁宁 将来离开他去别的人家生活 他心里就可难受 可憋得慌了 可是那一天总会来的 与其抗拒 不如提前给女儿把关 选一个靠谱的好郎君 当然 现在说这些 确实还太早 哎 不想了 苏元甩了甩脑袋 睡觉睡觉 现在想这些伪时太早了 他当再次钻回被窝 还没来得及给自己噎被子 就被一只大手紧紧地固着腰带到了怀里 吓我一跳 他买手于他的肩窝 像只慵懒的大猫咪 蹭了又蹭 他被弄得痒痒 下意识要躲 痒 你别乱动 宁宁早晚要嫁 其实我没那么抗拒 哎呦 他差点就信了 毕竟 你才是我媳妇 女儿都是其次的 苏元 这是又怕我吃醋 可不 我才发现 我家夫人竟然是个醋坛子 连孩子的醋都能吃 苏元乍毛 别胡说 我没有 你说你 这还只是自己的孩子 我要是四哥那样的 你岂不是要天天泡在醋缸里 苏元冷笑两声 你要是其王那样的 当我乐意嫁给你 你唯一的这点好 要是也没有了 那我还给你干什么 什么叫唯一的这点好 他的气息忽然加重 用近似威胁的语气逼问道 夫妻这么多年 苏元也早就不怕他了 也就没什么不敢说了 本来就是 你也不看看你当年那个德性 臭男人语气依旧很拽 我什么德性 目着一张脸 什么表情都没有 话又少 跟个冰块似的 大夏天靠近你 可是凉快呢 前世就更不用说了 不会心疼人 不会说好听的话 一天天的 就只顾着外边的事 仿佛家里和你没关系似的 我告诉你 你要不是占了这张脸的便宜 就你这狗脾气 前世今生我可能都不爱搭理你 又要被骂了一顿也没生气 一边听着 一边自我反省 还不时没什么底气的反驳两句 有这么夸张吗 所以啊 你能找到我这么好的媳妇 就偷着乐吧 本来认真反思的招王殿下 对小王妃的这句十分自恋的话 戳中了笑点 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 寂静的夜间 爽朗的笑声格外突兀 苏元瞇了瞇眼 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的不对吗 对 特别对 男人笑得都快上气不接下气了 本王能娶到王妃 的确是十辈子修来的福气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后面的哈哈 这话苏元可能就真信了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3章 小姑子的婚事 平淡温馨的日子里 时间就会过得很快 转眼间 又过了一年 三公主迎来了她的吉吉之灵 身为嫡公主 各种待遇 肯定是要比两个姐姐好 这是永家帝和张皇后毫不掩饰的 在三公主的生辰当天 永家帝下指册封其嘉义公主 赐婚于徐国公嫡幼子徐秦 本朝的规矩 公主出嫁 是不需要嫁到傅家的 而是驸马需要和公主一同住到公主府 按照民间的说法 其实和入赘无异 一般男子还真接受不了 但徐秦对此事 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面子那些都是虚的 都是给外人看的无关紧要的事 她从来都不在意 她只知道 自己喜欢三公主 如果没有三公主 那日后 即便是全清朝堂青史刘明 于她也不过是虚梦一场 徐秦的态度 正是永家帝和张皇后最期望的女婿应有的状态 若是未来的富马 因为脸面的事迁怒于公主 那这桩亲事一开始就没有继续的必要 女婿这边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 就是婚嫁当天的事 以及嫁妆的规格 宝贝女儿的亲事 永家帝是恨不得亲其所有 从公主府的建造到婚事规格的筹办 那是恨不得将司库里所有的珍宝 都给女儿做嫁妆带走 张皇后及时的拦住 已经不太理智的丈夫 比着轩儿和嫣儿当初成亲的规格 再多添置一些就可以了 你要是偏心太过 其他孩子心里会不平的 永家帝丝毫不以为然 正给女儿准备嫁妆 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这是哪门子道理 张皇后一时无言以对 可能她也是偏心的吧 自己的女儿 总也想要给最好的 所以对一意孤行的丈夫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宫里为这三公主的婚事 上上下下都忙活起来了 而当事人刘乐 只管安心待嫁就是 这日 苏元带着女儿来到常乐宫 看望即将出嫁的小姑子 十五岁的刘乐 柔美娇俏 又有公主的高贵气度 但是站在那 便是一道让人一不开眼的风景 宁姐小跑着 扑到小姑姑的怀里 姑姑 宁宁和娘亲来看你了 刘乐弯腰 一脸温柔地将小侄女抱起 对苏元点头致意 嫂子 苏元笑着汗手 宁姐抱着刘乐的肩膀 姑姑 你是不是马上就要当新娘子了 到底还是个带字归中的姑娘家 听到小侄女的问题 刘乐微微红了脸 你这小丫头 明知道姑姑会害羞还要问 苏元来的路上 和女儿说过好多遍了 谁知这小丫头 如今还真有点学坏了 似乎就是要看小姑姑害羞的样子 被娘亲拆穿 宁姐也不尴尬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继续说道 姑姑 我和娘亲刚才看到徐家小叔叔了 刘乐眸光娇羞 看到徐家小叔叔在做什么 宁姐一下 不知道接下里该怎么说了 苏元及时救了女儿的场 还能做什么 定是父皇又有婚礼方面的事 吩咐徐小公子的 刘乐 其实也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 照着两个姐姐当初那样就可以了 苏元 话虽如此 可你到底是地后的嫡女 身份上更尊贵些 父皇多疼疼你 也是应该的 刘乐轻叹了声 其实 与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嫁给阿琴 其他的 我并不是很在意 那是因为 你自幼什么都有 父母兄长都对你宠爱有加 工人和仆从对你百依百顺 你生活在这样的好日子下 心里自然对真情以外 就别无他求了 刘乐听出点意思 嫂嫂是有话要说 苏元笑 和聪明人相处就是省心 让宫女抱着宁姐 去园里看花 接着姑嫂俩平退了所有的下人 嫂嫂有何事要说 竟这般神秘 也谈不上神秘 只都是你哥哥吩咐的 六哥 他有话怎么不自己来和我说 他这几日被太子强行留在东宫 处理西北军务 每日都早出晚归的 实在不得闲 刘乐文言笑道 大哥和六哥这么多年始终如一 真是难得的 嫂嫂不知道 我每每看书中讲的那些手足相残 兄弟细于强 都会担心 其他人也就罢了 大哥和六哥那可是一母同胞 他们俩若有事 那才是真的悲哀 苏元没想到 看上去浪漫纯真的小姑子 心里居然想得这么多 但是想想也是 皇家的孩子 心思肯定都成熟得早 看得多懂得 多想得也多 放心吧 太子对你六哥那是一点不设防 你六哥在太子面前 有时候还跟个孩子似的 他俩好着呢 刘乐 我也知道 人家哥俩好的什么似的 就我这起人忧天 大哥疼六哥 有时候比疼我还多呢 六哥以前的那个臭脾气 那都是大哥惯出来的 不过娶了嫂嫂以后 就好了很多 感觉像是个活生生的人 身上有人情味了 苏元 好了 不说这个 说说你吧 马上要嫁人 感觉怎么样 紧张 心里七上八下的 扑通扑通的跳 嫂嫂 你嫁给我哥哥之前那几天 心里都会想什么 苏元 那可就多了 想他会不会永远对我好 会不会那些有别的女人 反正是各种企人忧天都有过 他说的这些 都是前世 那个时候的想法 而今生他 嫁给刘耀之前 可以说是内心平静 毫无波澜 刘乐 嫂嫂有福气 你们府里这么多年就你一人 父皇起初还为这事和母后念叨 可是母后和六哥都不搭理他 他说够了 也就没再提过了 苏元 你哥那么个怕麻烦的性子 是宁可多陪儿子骑两圈马 也不想应付别的女人 有一年 他们兄弟几个在四哥府上喝酒 你是不知道他回去后那一脸的烦躁 要不是在自己兄弟府上 他估计早就翻脸了 刘乐打趣道 要不怎么说嫂嫂是最有福气的呢 六哥对你好 两个孩子称歌和宁宁 又都被你们教得那么好 依我说 谁也比不过嫂嫂的福气 妹妹可别笑话我了 你六哥要是听到这话 又该臭美了 姑嫂俩笑成一团 苏元将刘耀的那些嘱咐 都一一说给了刘乐 而这边刚说完 宁姐就从外面跑了进来 插着小腰 一脸忧怨地嘟着小嘴 娘 姑姑 你们说悄悄话不告诉我 苏元和刘乐 被突然跑过来的宁姐吓了一跳 两人相视一眼 刘乐 因为姑姑和娘亲说的 都是大人间的事 宁宁不用知道 可是人家想知道吗 宁姐撒娇道 刘乐像是想到什么 嫂嫂 你是不是替宁宁 看上了晋国公家的洛琪了 苏元无奈道 那哪是我看上的 是两个孩子自己愿意一起玩 我呀 可是一句话都插不上 这样也好 双方青梅竹马 知根知底 将来要是真成了 也算是一段佳话 宁姐看着这两人又不理自己了 刚急得要说什么 却忽然听到了洛琪哥哥的名字 顺时两眼放光一般 娘 姑姑 你们在说洛琪哥哥什么呀 刘乐和苏元忍着笑 再说等你长大以后 把你嫁给你的洛琪哥哥 宁姐一下激动了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会把我嫁给洛琪哥哥吗 那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 刘乐 这小侄女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啊 苏元默默无脸 闺女啊 你可矜持点吧 为娘可丢不起这个人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4章 建元11年 刘乐的婚事规模的确盛大 城门外设了三天的刘水席 与您同乐 可以说场面比大公主和二公主 那个时候大的不是一点点 但是对此 刘轩和刘燕 其实也就是心底羡慕羡慕 倒是没有说什么酸言酸语 至于其他人 就不敢议论什么了 皇家的女儿就是不一样 即便是嫁了人 也不需要受到婆嫁关系的拘束 可以在公主府安心的过自己的小日子 大公主刘轩和二公主刘燕都是如此 即便年节的时候 也只是去婆嫁的府邸用个午膳 再象征性的 给每个人赠一些真品礼物 这似乎已经是皇朝的公主 能给出的最大的诚意 但刘乐是打心底里喜欢徐秦的 所以爱屋及乌之下 对徐家人也是相当不错 起码对徐秦的父母 第一时间就免去了君臣之间的跪拜礼 但是他也记着两个哥哥的嘱咐 一定是要恩威并施 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太好说话 不然往后的几十年有他受的 刘乐身为皇家女 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对两个哥哥的话是谨记于心 并且严格照做 徐秦上头有两个嫡出的哥哥 和一个树出哥哥 目前来看 一家子是还算和谐 还没有看出什么内宅争斗的痕迹 刘乐婚后第二天 在徐国公府用了两顿饭 分别是午膳和晚膳 徐国公府上下对这位公主儿媳的嫁邻 都是诚惶诚恐 公主也就罢了 还是地后的狄公主 那这可不就是尊得好好供着的菩萨 刘乐打小就是这么养着的 也就不觉得这样被人捧着有什么问题 可徐国公府其他人可就不这么想了 刘乐一走 徐秦嫡兄徐浩的世子夫人王室忍不住道 成为皇亲国妻 真是有利有利 这和公主吃个饭 处处谨慎小心的 还真是累得慌 徐浩 既然承受了皇亲国妻这个名声 所带来的的荣光 自然就要有所代价 王室 说的也是 我瞧这三公主 也是个通情达理的 只要咱们以成相待 公主肯定也不会刻意为难 徐浩 你没事的时候 提点一下前世和无事 让他们收起素日的小肚鸡肠 和斤斤计较 省得以后 在公主面前丢脸失了分寸 王室点头 放心 我明白 前世和无事 就是徐勤另外一个敌兄徐科和树兄徐扬的夫人 平时家里 数着两人牙尖嘴利 有时候说出来的话 让人难以招架 偏偏当事人对此还不自知 如今这公主也成了徐家的儿媳妇 那有些事 自然就得额外注意一下 但庆幸的是 那两人也是个有脑子的 深知公主 是他们怎么也得罪不起的人 所以 和刘乐的几次相处的时候 两人都还算谨慎小心 而皇城中的永家帝和张皇后 也一直秘密关注着女儿的婚后生活 也不是监视 只是想看看孩子到底过得好不好 而一连半个月过去了 探查的人回来说的话 都是驸马与公主相敬如宾 琴瑟和谐 旁边的太子一脸黑线 堂堂地后 居然让人去探查自己女儿和女婿的婚后生活 这怎么听着 怎么觉得不可思议 刘彰轻咳了下 父皇和母后 这下总该放心了吧 永家帝 这不好说 人心一变 谁知道十年八年后 那个徐晴会是什么样 犹章的表情 顿时变得有些复杂 难不成父皇还想让人监视着妹妹 他们十年八年 永家帝皱眉 教训道 你这臭小子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监视 朕和你母后这是关心 知道吗 朕可告诉你 不光是朕 就是百年之后朕没了 你也得时刻关注你妹妹那里 别她被别人欺负了你 还被蒙在鼓里 知道吗 刘彰觉得自己活了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这么无语过 但为了应付老爹 她只能是连连答应 但是呢 三公主的婚事很让人省心 婚后多年 夫妻感情始终如一 这是后话 时间一晃 到了渐元十一年 苏元觉得 进入这一年后的丈夫 变得有些疑神疑鬼 具体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她现在稍微咳嗽一声 或是皱下眉头 她下一秒就能嚷嚷着轩太一 苏元当然知道原因 上辈子 她就是在如今这年离开的人世 如今两人虽然是回来了 而且很多事比之前事 都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也有很多事没有改变 所以对渐元十一年的到来 又要早在前年 甚至是大前年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了特别的紧张和焦虑 具体表现 就是各种的疑神疑鬼 草木皆兵 胡太一这两年备受骑扰 她是真不明白昭王殿下 王妃明明身体健健康康的 什么事也没有 可王爷就老是觉得 王妃有什么病是的 王妃被枪着打得喷嚏那种 都能叫她过来问一通 虽然她知道 昭王殿下和王妃感情甚堵 可这也没见过这样的呀 称歌和宁姐儿 也是察觉到了父王的异样 平常父王对母妃也好 但是这两年 父王对母妃 已经近乎是捧着共着了 说话轻声细语到不可思议 对外父王这两年几乎是推掉了所有的公务 什么都不干 就专心在家陪着母亲 称歌觉得奇怪 就偷偷问母亲 娘 爹爹这是怎么了 怎么忽然变得 那么怕您 苏元也不知道 怎么和儿子说这事 企图岔开话题 你爹爹不是一直挺怕我的吗 可是爹爹现在和以前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称歌认真仔细地回顾了一下 总结性地说道 儿子觉得 爹爹似乎 很怕娘亲出事 娘亲你看 您如今稍微有点不适 爹爹就下得六神无主 一点都没有以往的淡然冷静 娘亲 你说爹爹到底是怎么了 对这个问题 苏元没有办法回答孩子 只能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但是事情的转折 是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因为在下半年 时间刚已进入建元十一年的九月 苏元真的生病了 生病的由头是风寒 但是这场病来得很诡异 首先是在天气尚未退去暑气的时候 居然得了风寒 这实在是少见 其次便是 这场病来得太过凶猛 苏元第一天的时候 还只是喉咙微痛和鼻尖微色 磕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就已经是鼻塞不通 高烧不退 当真是应了那句病来如山倒 有药全天后 医不解带的手在病床前 喂药 换医 换湿怕 都是亲力亲为 从不假手于人 苏元病得昏昏沉沉 一日清醒着的 也就两三个时辰 就趁着这个时候和他说话 我要是还撑不过 不等他说完 他的手指就堵上了他的唇 不许胡说 风寒而已 又不是治不好 你别自己吓自己 苏元 你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吧 去睡一会 我睡不着 看不到你 我心就不定 那也不行 我这已经病着了 你要是再倒下 趁哥和宁姐就要彻底吓坏了 这辈子 养的孩子被他们宠得更多了一些 对父母的依赖 也就更重了 刘思在妻子眼神持续的注视下 终于妥协 卧在旁边的踏上小气了一会 素心和明心 便终于有机会能进前伺候 两个丫头也都被吓到了 王妃 您今天感觉如何 可有好些了 我如今也说不出什么 总觉得都一个样 苏元如今心里也是没底 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这一关 若是真不能 那可能就是 她的扬寿仅有于此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5章 病数前头万木春 到11月的时候 苏元的病情开始有了好转 但老话说病却如抽丝 病来得快 去得却慢极了 苏元病的这段日子 苏府和昭王府的天 都是一片暗沉 苏来最和睦的两座府邸 顺时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府里的下人也都是庄重肃母 期盼着王妃身体早日康复 朝中的大臣 包括永家帝 这几个月 都是连流药的影子都见不着 太子和太子妃 和其他几位王爷夫妇 都来探望过 男人们自然都不能进房探望 按说女眷们是可以的 但是苏元这次病得蹊跷 卧房里如今也都是病气 讲究的人心理忌讳 几位王妃 也都会隔着窗看了眼而已 唯有尤氏和顾于宁 有个正经看望病人的样子 看着往昔明艳娇媚的表妹 此刻面无血色 气息虚弱 苏来神经大条的净王妃 当时湿了眼眶 坐在床边 握着苏元瘦削的手腕 久久难言 表妹 苏元捏捏她的手 反过来安慰道 放心 没什么大事 你们都快回去吧 小心过了病气 尤氏也是红了眼眶 哪就这么弱不禁风 看两眼就染上病气 太医都说 我这病来得蹊跷 两位嫂嫂总要小心些 净王妃急道 你休要和我客套 我爱带多久就带多久 你再敢赶我走 那我以后就都不来了 苏元有些鼻酸 姐 这声姐 把两人的眼泪都喊了出来 她们打小不对付 都是各自家里捧在手心的姑娘 谁也不愿意迁就谁 那时候 苏元私下里连一声表姐都不愿意叫 每次都是直呼其名 而这些年成了轴礼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 倒是缓和了许多 但是大多时候 也就是场面上的话 都不如此情词仅下一句真心实意的姐 来得让人动容 顾于宁随手抹掉眼泪 你什么都不要想 就只管安心调养身体 肯定能很快就好起来 我知道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这点道理还能不懂 顾于宁瞪着眼 我瞧着还真难说 你被你们家王爷宠的 那可真是连三岁小孩都不如 好端端的 怎么扯到这上面了 苏元在外人面前 脸皮还是很薄的 这会脸颊薄薄的染上了层红韵 看上去显得气色好了几分 你是看我的 还是来气我的 这个时候了还笑话人 尤氏也调侃道 看来五弟妹倒是你的良药 她这两句话下来 你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大嫂你也笑话我呀 尤氏 五弟妹虽然说的不正经 但也大差不差的说出了事实啊 这几个月 六弟是如何待你的 咱们大家可都看在眼里 谁也没有不羡慕的 弟妹呀 你当真是嫁得了一心理眼里只有你的良人了 苏元眼眸温柔带笑 这个问题 我早就不怀疑了 女子声音清和温柔 语气却无比自信和笃定 由是听着 早已平淡无波的心 竟也生出了几丝羡慕 虽然太子也算是个好夫君 对他也称得上敬爱有加 但他就没有苏元这样的自信 太子是未来的一国之君 后院里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这是他们两人都明白的 所以打从一开始 他也从来没有奢求过什么 只要他给了自己正妻应有的尊重和体面 他也会做个让人无可指摘的好主母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都是这样 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 而且也不会再产生任何不该有的情绪 可是在听闻招王一不解 带在王妃跟前 说是陪伴 其实更准确的 不如说是伺候的这个消息 他还是打从心底里 羡慕苏元这个弟妹 有的女子喜爱全世 有的女子可怕爱情 他这个弟妹却都有了 这样的好命 谁能不羡慕呢 因为由是和顾于宁的到来 苏元费了许久的神 和两人说了好些话 等刘耀回房的时候 他已经又睡了过去 平时他都是寸步不离的 今天因为几个歌嫂的到来 才不得已去应付了一番 看着床上的人睡容香甜 他这一整天来焦虑不安的心裁 稍稍有了些许缓和 他的病一日不好 对他而言 就一日松懈不下来 有时候刘耀会想 如果前世他病重的那个时候 他及时赶回来了 会怎么样 让他亲眼目睹他的离开的话 他又会怎样 他不敢想 一点也不敢想 长鸣长风有时候觉得 王妃要是再不好起来 他们王爷就真的要疯了 不光如此 他们也要疯了 王爷本就是寡言少语的性子 和王妃成亲这些年 才好容易好了那么些 可如今因为王妃生了肠病 就全都倒回去了 而且甚至比前几年还严重 整天整天的都可以一言不发 除了面对世子和郡主时有个笑脸 其他时候那脸色 让人看了甭管有罪没罪 都想跪下求饶 更不用说他们这些早晚跟在王爷身边的 为了早日脱离苦海 两人拉上长平 三人有事没事就去佛堂烧香拜佛 祈求佛祖菩萨保佑王妃 苏府这边 庆宁也是每日每日的吃斋念佛 一家子人心里都压着一块大石头 眼看着年关将近 而不管是昭王府还是侯府 都丝毫没有新年临近的喜悦 其实苏元如今已经好了很多了 除了还有些咳嗽和鼻塞外 其他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过某男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还是严格地要求他卧床静养 趁哥和宁姐可以说都在母亲的一场病中 一夜间长大了许多 趁哥还好一些 宁姐在苏元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眼睛都哭肿了 还是刘乐和苏妙一起哄 才算是安慰住 小丫头将将是指了哭 苏元觉得上天还是后代她的 可能是看到了 她在这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放不下 还有那么多牵挂她 爱她的亲人 所以最终还是不舍得就这么让她离开 从春节那天以后 苏元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很明显地好了起来 气色也上来了 小脸也粉嘟嘟的了 唇瓣也是一如从前的娇嫩 三月十日这天 再已经连续请了半个月平安麦的胡太医的再三保证下 当天下午 又要着人去苏府报信 王妃已然病愈 康复如初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6章 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好欺负 上一世的剑元十一年 招王刘耀勇师所爱 而这一世的剑元十二年 上天见莲 他能够将那方温热的身躯再度拥入怀 此生不改 苏元生日 3月26日那天 从来不信神佛的招王殿下 挟妻而去了烫慈光寺 拜谢天地神明 帝后两人也是松了口气 就前段时间 他们儿子那状态 他们丝毫不怀疑 要是儿媳妇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儿子真能跟这一块去了 他们看着都心疼 好在儿媳妇还算是福大命大 挺过了这一关 不得不说 永家帝和张皇后的这对公婆 做的那真是没话说 当即又赐下了好多的补品 说是即使痊愈了 后面还是要好好调养 而且是让首领太监 直接将东西送到了招王府 还特地吩咐 不必特的进攻谢恩 当然事实证明 永家帝也想多了 人家夫妻俩 压根也没打算 什么进攻谢恩 因为彼时的招王府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招王府 长廊下 长丰和长明两个院种兄弟 正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 府里这两天的去世 王爷这脸色 还不如不笑 我头一次 看到有人笑得比哭 还让人难受 哎呀 王爷能得尽 那才怪了呢 这位萧公子 可是实打实地喜欢过咱们王妃 王妃那么好 上京公子中 喜欢他的海了去了 没见王爷这么黑脸过啊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据说 这位萧公子 好像和王妃有过娃娃亲 我去 真的假的 哎不对啊 有娃娃亲 那怎么没成啊 咱们王爷也没干什么横刀夺爱的事啊 因为那就是萧家和苏家的一个随口的玩笑 你想想 苏家一门双喉 西夏儿女庆家 也都是有世袭爵位的人家 那萧家虽然在江南坡有势力 但和苏家比 可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所以 王爷这是在因为一个两家的一个玩笑吃醋 嘖嘖嘖 王爷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你说早年间谁能想到 咱们英明神武的王爷将来有一天会吃这种陈芝麻烂骨子耳朵醋 哎呀 爱情可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 对于萧玉的到来 苏元自然是极尽待客之道的 毕竟人家本来是运送货物路过京城 只因江南苏府的所托 带其前来探望 顺便送来了好些东西 距离江南初次相见 如今已时隔十数年 再次遇见那天 苏元有片刻的恍惚 已过而历之年的萧玉 竟是已经续了胡须 但不得不说 还是易如初见的儒雅俊朗 萧玉此次登门 他都不信自己没有私心 尽管他知道很不应该 他已有妻子 也有儿女 他也早为人父为人母 一个皇室王妃 一个江南富商 中间隔着的 何止山海 可他还是想能再见他一面 看一看 时隔多年 他可是一切安好 少年时的惊鸿一瞥 却叫他多年难以忘怀 他早就耳闻 昭王殿下与王妃 间谍情深 举暗其眉 如今一见 单看他的气色 便也知传言非虚 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眼神却还是少女那般的灵动单纯 可见 他被自己的夫君保护得很好 昭王殿下对他 似乎有点成见 背后原因 也不难猜出 那个长辈们戏言的娃娃亲 那些他曾在江南情不自禁流露出的爱慕 定时至今都还在让这位昭王爷吃醋 除了他们夫妻 他还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孩子 皇家的孩子 身上的贵气 总是让人生出几分仰视 总之 也是两个极好的孩子 尤其是女儿 很像他的母亲 那双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 明明知道他过得很好 却总想自己亲眼看看才罢休 萧玉都说不清楚 自己这是什么心态 虽然刘耀心里不痛快 可人大老远来的 他也没有失了礼数 萧玉在王府逗留了三天 大部分的时间还得是他这个男主人招呼 苏元大病出狱 现在王府里的事 他完全是全揽过去了 一点也不让他操心 虽然王府里数周全 但萧玉还是没有久留 毕竟商队都在外面等着他 总不能当个太久误了行程 陈哥是明显感觉到 这位萧叔叔一走 他爹整个人都松快起来了 苏元也拿着男人没办法 都多少年了 这种陈年老醋你吃起来还挺带劲 男人微微挑眉 谁说我吃醋了 我这不对他挺好的吗 两个孩子都在旁边 明姐 哥哥 什么是吃醋啊 陈哥略思考了下 叹声道 就是 你看到洛琪身边有别的漂亮小姑娘 心里就会不舒服 这就是吃醋 油药的重点 瞬间被儿子带偏 音量顿时拔高 洛琪身边有别的小姑娘 陈哥 我也不清楚 好像是他舅舅家的表妹 最近在晋国公府借助 表兄妹什么的 这种关系可最暧昧了 虽然两家明面上还没有定下 但宁姐和洛琪 这已经是个两家共通的一个默契 如今这忽然来了个什么表妹 晋国公是几个意思 真的 就只是单纯的借助 苏源作为未来赵母娘 听到这心里就很不爽了 可是在看宁姐 人家淡定的脸上 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乖乖 女儿小小年纪 道横还挺深 宁宁 你听到这个 不生气吗 宁姐抱着肩膀 悠悠道 生气啊 娘怎么一点没看出来啊 生气了也不一定就要表现出来啊 不然每次都要这样 那岂不是很累 苏源 好有道理的样子 油药 这洛琪几个意思啊 搭上了老子的女儿 还想脚踏几条船不成 苏源 你别冲动啊 没准真的只是借助呢 而且很多事都是大人们做主 洛琪也才一个十岁孩子 他哪能管得了家里的事 留药 行 算你说的对 那老子 现在就去问问靳国公这个老家伙 苏源赶紧拦住 你干什么呀你 你什么时候 也听风就是雨的了 还没搞清楚的事 你就去问靳国公 万一人家真的只是单纯的 借助我看你怎么下台 等我明日把洛琪和他母亲金瑶都叫来府上 到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说是 在此之前 你们爷俩给我老老实实的 一家之主发话了 油药留称父子俩果断送 但是马上 宁姐发声了 娘 您别找洛夫人了 和女儿说话 苏源声音就放轻了很多 那是要 这件事 在靳国公府那边 肯定就是个单纯的借助 毕竟普天之下 还没有谁敢和咱们家过不去 但是那个什么表妹 她家是什么心思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娘亲 找洛夫人 是绝对问不出什么的 苏源有点 被女儿的气场震住了 小心翼翼的又问 所以呢 这是咱们家压根就不用管 那个表妹家 要是真有小心思 洛家绝对是第一个不愿意的 毕竟 谁愿意为了个破洛户 得罪王府啊 要么说关心择乱 油药和苏源这对父母 刚才还真被绕进去了 此刻被女儿这么一说 还真就晃过了神来 而且我生气 是因为洛琪前段时间惹到我了 和这个表妹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 我的的爹娘 亲哥哥呀 在你们眼里 我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笨 特别好欺负 可嗨嗨 这里正式声明啊 我是绝对不会丢黄祖父和爹爹的脸 谁敢欺负我 我说是不死他 油药 苏源 刘琛 可以 很可以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7章 没有为人父母这一项的考核 短短几句话 让苏源深切地认识到 女儿如今虽然才9岁多 但也已经不是躲在父母庇佑下的小女孩了 皇家的小郡主 众星捧月地长大 骄傲和尊贵都已刻入骨髓 对任何人和事 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和属于自己的一套规矩 苏源想起自己9岁的时候 还赖在父母怀里 一味撒娇 什么都不管 可女儿现在 说话做事却头头是道 难道这就这就是 所谓的皇家血统 不服不行啊 至于洛家那位表姑娘的事 还真被宁姐一语成衬 洛家是万万不敢动歪心思 得罪昭王府的 但是表姑娘一家 那可就难说了 金府自从金老将军去世后 就一落千丈 不成器的小儿子 一无是处 要本事没本事 要人脉没人脉 而且金老将军一走 其他各处 也确实是有点人走茶凉的意思 所以如今一家子 只能是在家做吃山空 时不时的去姐姐金瑶 也就是晋国公府世子夫人 那打打秋风 但是金瑶对弟弟弟媳的 那副嘴脸 可谓是深恶痛绝 每次都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谁知道这次 那两口子来了个更绝的 酝酿了个更为心机的主意 直接把小女儿金若晴 强行塞到了晋国公府 然后这对无良夫妻 就带着儿子 回了祖籍老宅 无赖的意思很明显 我这边没人了 这孩子 你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金瑶一开始 真的是被气到诗语 他这弟弟弟媳 到底还有没有点底线 昭王和晋国公的默契 京城里 但凡长眼睛的人都看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 把女儿送到洛家干什么 将来当小妾吗 这天底下 居然有上感着想让女儿 给人家做妾的父母 金瑶简直太想笑了 但是 他又不能真让这孩子 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所以只能是暂时留在府里 至于那对无良夫妇的歪心思 想都不要想 绝对不可能 为此 金瑶当日下午 亲自去了趟昭王府 特地的找王妃解释了家里最近的这些事 还保证洛家上下都绝对没有二心 王妃千万别误会 那都是我那个无赖弟弟 强行塞到我家的 小孩子遇到那样的父母也是可怜 总不能真让他一人流落在外了 苏远 你弟弟就这么把女儿丢下了 这也太心狠了吧 虽说你是亲姑姑 可也不能就这么带着儿子走了 把女儿给扔了呀 金瑶苦笑道 我与王妃早年相识 我家中情况 王妃不是不知 我父亲重男轻女 把弟弟宠得不像样子 如今我这弟弟也是有样学样 甚至比我父亲当年还要过分 压根就没管过他闺女的死活 这孩子才多大 就迫不及待地想以女儿为跳板 给自己搭上个靠山 每每想起这些 我都替着侄女感到可悲 苏远文言也动了几分恻隐之心 所以呀 不是所有的人都配为人父母 天底下考核千千万 唯有做人父母不需要考核 还有那句天下无不是知父母 又何尝不是讽刺满满 金瑶自己便是不圆满的家庭出来的人 听到这话心中也是酸楚不已 她还算是命好 后半生逃离苦海 遇到了真心对她的丈夫 而很多深受家庭迫害的女子 在夫家没地位 在娘家无依仗 一生能依靠的 就只有如野草般顽强的自己 看着金瑶的这幅神情 苏远知道是触及了她的伤心事 便问道 你瞧着 你这个侄女是什么心性 可有被父母教坏 金瑶指了眼泪 忙道 这个绝对没有 我这些日子也是仔细观察过了 这孩子胆小怯懦 一点风吹草动 就能把她吓得不轻 想必平常在家 她爹娘也是没少给她脸色瞧 出来国公府那天穿的衣裳 还不如府上的一等丫鬟呢 老实说 我实在是心疼这孩子 就这种情况 她要是回了她爹娘那边 过得那肯定是个生不如死的日子 所以我想 就这么养着她吧 苏远 可你若是想一直养着她 进国公府 其他人对这事 能难保没有威慈吗 我没想一直养在国公府 虽然我公公他们都不在意家里多口人 可若晴那孩子心里敏感 肯定是不想寄人篱下的 我自己在郊外有个庄子 我想把若晴送到那去 庄子 那么大的孩子送到庄子 你让她怎么生活啊 金瑶 我挑了两个丫鬟一个婆子 到时候一块进庄伺候 苏远脸色呼得严肃了起来 金瑶 你也是苦过来的人 可听过刁奴妻主 不在眼皮子底下 谁能知道 那帮下人能干出什么事 悄悄声的了结了谁 谁又能知道呢 金瑶脸色一变 她还确实没想到这点 苏远 而且 你若是这么一直无名无分地养着 你觉得你那弟弟弟习能 善罢甘休吗 金瑶咬牙切齿 他们还能怎么样 要我说 你也该硬起点 你那弟弟弟习早就是秋后的蚂蚱 蹦跋不了几天了 说白了 他们唯一能指望的也就是你 你态度裹绝点 他们也不敢太放肆 毕竟他们还想靠你一辈子呢 金瑶心里一万个不服 那我就这么让他们一直吸我的血吗 这难道不是看你自己吗 你自己愿意给他们心能怪得了谁 这么多年 你总是心软 觉得父母去世后 弟弟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可你想没想过 你拿人家当亲人 人家拿你当冤大头 拿你当金山银山 你自己愿意攻你弟弟也就算了 可你得替洛奇考虑啊 他可是进国功夫的嫡长孙 将来大好的前程 你能保证你弟弟将来不会把主意打到他外甥身上吗 魏母则高 这话不假 牵扯到自己 金瑶可能还会犹豫不决 但是如果一旦危及自己的孩子 没有一个当母亲的会犹豫 若是别人家 这种事 苏元压根就懒得多废口舌 别人过得好与不好 他管不了那么多 可是现在洛奇十之八九 是他未来的女婿 那他可不会给自己女儿的未来 埋下这么大的疑惑患 金泉如今没有官位在身 你觉得你们家的存粮够他吃多久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你该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你家家事 我不多插手 但我丑话也要说在前头 如果你再这么纵容下去 让金泉的主意切实打到洛奇身上 既然影响到我家宁宁的话 我们家那位的火爆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到时候出手没个轻重 你可别后悔 金瑶声音都有些颤抖 我 我会处理好的 苏元微微一笑 那我静候加音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笔事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8章 而媳妇要换人 能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脱颖而出 并成功地嫁入国公府 成为世子夫人 金瑶本来就不会是个简单的人物 所以当金瑶发话 自己会处理好后 苏元就完全地放心了 一边是不成器的吸血鬼一样的弟弟 一边是前途无量的儿子 是个人就知道该怎么选 金瑶具体怎么处理 苏元不想知道 他只看结果 而最后的结果 也还算是年强满意吧 这装饰解决后 金瑶就病了 苏元看在未来倾家的份上 令人送去了些补品 他知道 亲自从此以后 金瑶是彻底摆脱了原来那个不堪的家庭 从此以后 他的生活 终于能和正常人一样了 苏元替他高兴 同时也殷切希望 天底下其他受苦受难的女子 也能够早日脱离苦海 过了儿立之年后 苏元深切地感觉到 自己好像是真的开始老了 虽然保养得宜 又一直保持身心愉悦 但不管是皮肤还是什么 都不能和二八年华的小姑娘比了 春歌已经十三岁了 言谈举止 都有了王府世子的威严和金贵 又有一副好相貌 不知已是多少姑娘的梦中情郎 宁姐和洛琪那边 已经不用自己再操心了 但是苏元怎么也没想到 未来儿媳妇这边又有了变故 按照刘耀的说法 前世的儿子和儿媳 绝对称得上是两情相悦 而且 这桩亲事 也是问过春歌自己的意见 才定下来的 但是现在 苏元没搞懂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这前世的小媳妇来了 她这儿子 反而冷冰冰的不爱搭理人呢 建元十四年的千秋燕 宫里歌舞升平 名中激庆 私竹之声不绝于耳 席间公愁交错 其乐融融 言语间都是在恭贺皇后寿臣 而苏元第一时间注意到了 郑国将军夫人身边坐着的女孩 也就是她前世的儿媳妇江淑瑶 其实打一入席 四下那么扫了一眼 苏元就不免 被这个小姑娘给带走了视线 没办法 长得漂亮的人 光是这么看着 那都赏心悦目 更何况 这可是 她未来的儿媳妇啊 都说婆媳是天敌 但苏元却是越看这小姑娘越喜欢 她赤裸裸丝毫不加以掩饰的视线 被身旁坐着的宁姐注意到 她便也顺着母亲的眼神看去 娘 您看谁呢 苏元 你瞧 郑国将军的那个小女儿怎么样 娘您是说舒瑶姐姐 苏元 你认识 认识啊 平常我们聚会的时候 我都是和舒瑶姐姐一起的 苏元小心思 一下就动了 那你哥哥认不认识 宁姐粉嫩精致的小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娘 您不会不知道吧 啊 知道什么 舒瑶姐姐喜欢哥哥呀 苏元差点笑出声 但顾念这场合 及时收住了 真的假的 你怎么从来没和娘说过 宁姐 你也从来没问啊 苏元 好像是这么回事 哎呀 先不说这个 那你哥哥知道吗 说起这个 宁姐顿时就很气 哥哥知道 但我感觉她在装不知道 苏元听猛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装不知道 宁姐儿撇了撇嘴角 就是哥哥好像不喜欢舒瑶姐姐 几个意思 而媳妇要换人 宁姐又继续说道 反正舒瑶姐姐喜欢哥哥很明显 但是哥哥他不喜欢舒瑶姐姐也很明显 苏元这回心情起伏有点太大 整个人完全愣住了 好几次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说什么 还是晚上回家问儿子本人吧 接下来的宴会 苏元一点心情也没了 整个人丧了不是一心半点 难过 自己好不容易盼来的儿媳妇 臭儿子 这辈子居然不喜欢了 难不成真要换人 可是有江家的小叔咬猪欲在前 再来谁他都能横挑鼻子树挑眼的看不上 苏元越想越生气 最后心里连儿子都骂上了 没眼光的臭小子 咋真 提前一年生你出来 把你眼睛给整出问题来了 气死他了 这么好的媳妇居然还不喜欢 要是错过了他可打着灯笼去拿找 当天晚上回去 苏元气得也懒得问了 梳洗好了 就躺到床上 开始翻来覆去 油药本来挺困的 但是也被他给整精神了 怎么了 你有心事 他忍不住问道 怎么办 咱们儿媳妇 这辈子不会真要换人吧 这话题跨越度有点太大 油药一时还真没反应过来 时 什么叫儿媳妇要换人 咱们儿子居然不喜欢书药了 油药是真不知道这事 同时也对这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你这都听谁说的 靠不靠谱啊 你闺女说的 你觉得靠不靠谱 油药 那可能 不是很靠谱 但是 为了防止妻子告状 这话他不能说出来 宁宁怎么和你说的 苏元 他说 书药喜欢咱们儿子 但是咱儿子不太爱搭理人家小姑娘 不应该啊 油药是知道前世儿子有多喜欢江家的疏咬的 这怎么 他和妻子重生一回 还能把儿子的心给变了 苏元都快愁哭了 你说怎么办啊 咱儿媳妇不会真要换人吧 油药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儿子的心要是真变了 那换不换人这时 他就真说不准了 啊 苏元忽然抓狂 我不管了 臭小子爱娶谁娶谁 不爱我的眼就行 油药试着建议 要不明天问问儿子 要问你问 我懒得废话 睡觉 和女人真是没道理可讲 刘药显然没搞明白她 怎么能因为个儿媳妇 和自己儿子过意不去了 如果真有了变故 那儿子想换人就换人呗 他是觉得无所谓的 就是不知道 他这个当娘的 怎么反应这么大 哎 女人心 还抵真 这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刘辰很认真的反思了一遍自己 还是觉得自己最近没做错什么 那她心里就更疑惑了 她母妃怎么最近对她 总是一副横看树看不顺眼的样子 搞得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不得了的是是的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09章 一句话的是 别婆婆妈妈的 郑国将军府 华丽雅治的院落里 江淑瑶不知何时趴在岸上睡着了 但是频频促起的秀眉 还是暗示了她 此刻睡得并不安稳 丫鬟云香和陆才犹豫着 要不要把人叫起去床榻上睡 这么睡不舒服 也容易着凉 云香点着脚走上前 刚想把人叫醒 江淑瑶已然悠悠然睁开了眼 云香 姑娘醒了 可要回床上再睡一会 不了 刚才看书有点累 你这一会就可以了 云香 姑娘 刚才夫人这人来吩咐 明日魏国公寿宴 邀请了京城中所有的达官显贵 让您也好好准备准备 江淑瑶翻书的手一顿 魏国公 那不就是昭王妃的旧家吗 陆才 姑娘想带哪套装面首饰 奴婢这就拿出来背着 就 我生辰的时候 哥哥送我的那套吧 昭王妃的旧家 那他肯定也会去 他想给他看他最漂亮的样子 魏国公寿宴当天 国公府门前也是热闹得很 各路马车轿子 从不同的方向而来 苏元和靳王妃 故于凝视着所有的宾客中 地位最高的 单看那些官眷夫人们的眼神 和说话语气 也看得出来 苏元得体微笑的面 对着每一个上来和他攀谈的人 不热络也不冷漠 就是让人觉得无可挑剔 又无从下手 每个人各有各的热闹 苏元和舅舅舅母说完话 送完贺礼后 就在一旁安心坐着等吃席了 但他不想和别人说话 那些没眼力尽的 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尤其是家里有子女和 招王府的两个孩子同龄的 只要那群人一张嘴 苏元就能清楚地听见 他们打得算盘 世子如今也到了岁数 王妃也有 给安排通房丫鬟伺候 苏元柳梅一蹙 梅呢 孩子还小 这种事宜迟不宜早 再说 他自己也表示不需要 另外一个贵妇人立刻接嘴道 说的就是 王爷和王妃这么多年 感情都这么好 王府后院也没有过别人 都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我看世子没准将来 也是打定主意 只要妻子一个就够了 这话说的还算中听 苏元勉强给了个笑脸 见他脸色有所缓和 那些贵妇人 又顺着杆子往上爬 纷纷开始介绍夸奖自家侍灵的女孩子 有一瞬间 苏元觉得皇宫的选秀也不过如此 一群女人 叽叽喳喳在他耳边 那嘴就没停过 他努力让自己左耳朵听右耳朵冒 否则脑袋早炸了 最终 还是江夫人及时出现 拯救了他的耳朵 郑国将军江夫人和苏元 也是归中就认识的 虽然往来不多 但是只要姑娘们扎堆聚会的时候 也总能遇见 所以 彼此间还算熟悉 不过 比起江夫人 更吸引苏元的 还是江夫人身后的江淑瑶 苏元一见到人 就满眼的慈爱温柔 来 淑瑶 到我这来 江淑瑶大大方方地走上前 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淑瑶见过王妃娘娘 快快快 有日子没见了 让我好好瞧瞧 宁姐忽然不知道从哪跑了出来 淑瑶姐姐 江淑瑶柔柔一笑 郡主好 苏元 嘉芸 你这女儿交得好 我喜欢 江夫人笑道 王妃喜欢 是这孩子的福气 宁姐坐在母亲身边 闻言撒娇道 娘亲 您就不喜欢我吗 苏元无奈地宠溺一笑 德性 就你爱娇 你什么时候 能和你淑瑶姐姐一般 沉稳懂事 我也就放心了 宁姐嘟着嘴 千人千面 娘亲 要是喜欢淑瑶姐姐那样的 那我可是一辈子也做不到 苏元 你还理直气壮的是吧 江夫人 郡主娇俏可爱 哪里就比淑瑶差了 王妃实在是过谦了 苏元故作嫌弃 你可是不知道 这小魔头有多闹腾 又有他爹和他哥哥护着 纵得他 如今是越发胆大妄为 我是都管不了了 江书咬 郡主这般肆意鲜活 不知是多少人羡慕的 王妃嘴上嫌弃 心里指不定多喜欢呢 瞧瞧这话说的 可真欲贴 苏元是越看越喜欢 旁边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看样子 这王妃心里是早就有了儿媳妇的人选 自然也就不再去白费力气了 整场宴会下来 苏元注意到了 江书咬时不时追随着自家儿子的眼神 等一起结束回到王府 苏元迫不及待的 就把儿子叫到跟前 有些话再不问清楚 他就真的要憋屈死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对江家的书咬是怎么想的 刘春如今不仅是长得像他爹 就连那股金贵傲慢的劲儿也是 和他爹如出一辙 娘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但是说这个还为时尚早 您就省省吧 我不管什么早晚的 你就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到底喜不喜欢书咬 刘春一下安静了下来 低着头一言不发 都说之而莫若母 可苏元此刻却真不明白 儿子在想什么 你应该也知道 你这个年纪 早就有人上门和娘攀亲事了 所以你必须得跟娘说说 你到底是什么想法 刘春的声音 听不出任何的情绪 娘 再有人提这事 你就直接回绝了就是 不用顾念什么 至于我的亲事 您和爹爹也无需为我操心 我有自己的主意 旁听了许久的刘耀终于发话 你当老子 愿意操心你 你娘为了你和江淑瑶 这两天睡都睡不好 你赶紧给他吃颗定心丸 愿意还是不愿意 一句话的是 别婆婆妈妈的 刘春不是不愿意和父母 说心里话的人 所以刘耀苏元这么疑问 他也就没再藏着掖着 以后的事 如何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 我不愿意 刘耀苏元对视了眼 对这个答案 两人都迫切地想知道原因 车 你真的不喜欢书咬 你能和娘说一下原因吗 刘春耳跟威红 儿子 儿子觉得二姨母家的男男更 更好一些 这话差点没让苏元这个老母亲 一口气没上来当场去世 她自认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但还是败给了这个理由 就连刘耀这个身经百战 刀口填鞋 也没眨过眼的老父亲 此刻也是目瞪口呆 还真要换人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0章 侧妃之位不算辱墨了她 正男是苏妍和郑景之的二女儿 苏妍的外甥女比称哥儿小三岁 苏妍她们姐妹感情好 对彼此家的孩子也都是一视同仁 虽说每个人心里肯定会有偏爱的那个 但是面上还是一碗水端平的 不过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 苏婉 苏妙苏妍三姐妹倒是有了个共识 那就是苏妍家的男姐儿有点不讨喜 郑男和姐姐正会不同 正会出生的时候 苏妍还在受婆婆的搓磨 加上郑夫人重男轻女 所以母女俩日子都不是很好过 这种情况下成长的正会 过早的就明理懂事 性格也坚韧通透 而郑男出生的时候 郑夫人的事已经解决 苏妍和郑景之也已经分家出来担过 所以郑男从小的生活 比姐姐正会简直幸福太多 但是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随着一天天长大成人 大家伙发现 这孩子太爱哭也太容易哭了 平常婊姊妹一起玩耍的时候 伴嘴是常有的事 可这孩子每次都哭哭啼啼地抹眼泪 好像谁欺负了她似的 一来二去 家里的其他女孩子都不是很敢和她一起玩了 毕竟谁也不想莫名其妙成为把人惹哭的罪人 郑男的本性倒谈不上坏 但是若不禁风是真的 撑不住是也是真的 平心而论 这样的女孩子 当女儿或是当自己家的女孩子 苏妍觉得勉强还凑合 但是当儿媳妇的话 她真的是一万个想拒绝 同时她也是一万个不明白 儿子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子 而刘琛也说不上来什么理由 就是觉得二姨家的表妹 自幼一块长大 有几分青梅竹马的情分 这样的话总好过一个外人 她实在懒得再费心力去了解和熟悉一个陌生人 苏妍是谁 那是活了两辈子的半人半仙 仅仅是这么听着 她就察觉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 其实儿子也没有多喜欢正男 只是单纯的觉得有从小就认识的情分 只是懒得再去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妻子 这个理由 苏妍接受无能 却又无可奈何 思来想去 头疼了两天 最后苏妍索性把这事彻底料了 一点也不想管了 刘耀一听 郑重下怀 那就别管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随他们去吧 你前段时间不是说想回江南看看吗 要不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收拾收拾就动身 苏妍亚然 去江南 你这主意也太突然了 如今孩子们都大了 咱们也该放手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一些事 我们总不可能一辈子围着他们转 苏妍文言有些心动 但还是不完全放心 那 车儿的是真就不管了 你怎么管 难不成你还能抢逼着儿子娶江书瑶 还是不同意他娶正男 这里面还牵扯到你二姐 要是咱们插手 处理不当 不仅影响你们姐妹的感情 连带着岳母和三婶那边 也会生了隔阂 可不 苏妍越听越觉得 这是个烫手山芋 走走走 明日咱们就下江南 车儿想娶谁他自己做主 只要他不后悔就成 有药手搭在他的肩上 车儿要经历这样的变动 大概就是天意如此 你也不必太忧心 我把长风留给他 而且他如今13岁了 有些事也该独当一面了 苏元 好 都听你的 简单的收拾了下行李 三天后 昭王爷就带着他的王妃下江南去了 父母一走 偌大的王府里 就只剩下刘琛和宁姐兄妹两人 本来刘耀和苏元 是想带着宁姐一起的 但是宁姐很有眼力见 不愿意打扰父母难得的单独出行 再说了 他还有洛琪哥哥呢 东宫 书房内 刘章和妻子刘氏正对着桌上的一张宣纸发愁 刘氏好笑道 往日那么些棘手的奏章和朝政也没见殿下这么愁眉苦脸过 刘章叹道 那哪能一样 这可是关系道姑那些者们的婚姻大事 刘氏 皇家无私事 尤其是皇室子弟的婚姻 想必各王府的世子公子心中也都懂得这个道理 刘章拿起旁边的一本书册随手翻看 问 权贵大臣家出色的女孩都在这名册中 游氏 嗯 都在这里了 殿下要不提前为者们长长眼 刘章笑一艳艳 哪里还用长眼 京城的那些闺秀 各个都是家族穷尽心血细心培养出来的 不管是品行才貌 还是持家理事 都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游氏狡黠一笑 既然如此 同样是殿下者 哪个给好的 哪个给更好 殿下心里可有主张 刘章也不避讳 最最好的 肯定是咱们绝儿的 其次 该是称歌 再往后 按照年龄来就可以了 游氏轻轻勾纯 殿下的偏心和陛下一般 毫不掩饰 刘章耍无赖似的替自己解释道 姑这可是严格按照规矩来 并没有偏心 游氏 是是是 您说的对 是切身于鉴 夫妻俩有说有笑的翻看着 那本记录着世家贵女们姓氏背景的花名册 江家的书咬 姑觉得和称歌很合适 游氏文言愣道 可是 怎么了 夫人觉得不合适 游氏摇摇摇头 一字一句道 妾身只是听说 车儿好像是 看上了她二姨母家的表妹 刘章一下没反应过来 这话里说的是谁 二姨母 正经之家 她家的女儿 是 刘章脸色一沉 胡闹 这什么时候的事 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游氏 之前听阿元随口说的 我听她那语气 也是蛮不情愿的 但是又男孩子没办法 刘章 弟妹做母亲的 不忍心为难孩子 那就只能由姑 这个大伯做恶人了 游氏惊道 殿下 您 郑家的女儿不行 郑国公府 如今早就是个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的空架子 虽然正经之还算有本事 可是她的女儿配亲王世子 那还差得远呢 游氏试图商量着说道 可是若孩子喜欢 你刚才也说了 皇家无私事 称歌的世子妃 是绝不能由着她的性子胡来 她若真喜欢正家的女儿 姑就许她将来收作妾室 六帝百年之后 亲王的侧妃之位 也不算辱眉正家的门眉 游氏觉得 这话说来轻松做起来难 称歌是六帝的儿子 那性子随了爹 她若执意如此 殿下还能勉强不成 有何不可 弟妹疼爱儿子 不舍得勉强 姑虽也爱惜子侄 但于姑而言 首要的 是大魏的江山和皇家的规矩 称歌那孩子 但凡从小读书学的规矩 没忘到九霄云外 她自己就该明白这些 游氏 殿下切勿着急 称歌是个名里的孩子 断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 江家的小女儿又才貌双全 没准接触接触 称歌就喜欢上了呢 刘章略带一丝嫌弃的摇头道 你说称歌这小子什么眼神啊 这江家的书咬哪哪不比郑家那的强 他怎么就能眼捉到如此地步 游氏 这大概就应了那句情人眼里出西施 那这情人不是眼捉 是眼瞎呀 刘章悠悠说道 游氏 久违的毒蛇丈夫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1章 和你爹当年一个熊样 次日 太子妃游氏进宫给张皇后请安 期间说到了这事 张皇后祈祷 正经至他们夫妻俩都不错 怎么把这小女儿交成这样 游氏 儿媳听说 是这孩子自幼体弱多病 家里人便逝世都医着他 且正经至外放的时候 夫妻俩都忙得脱不开身 孩子大多时间是家里的仆人照顾 而伺候郑南的其中一个丫鬟 后来因为心术不正 被苏妍发卖撵了出去 孩子嘛 不懂事的时候 都会跟着身边的人有样学样 郑南估计也多少 受了这个丫鬟的影响 张皇后 让人把称哥叫来 本宫有话要问他 店外的侍卫立刻领命而去 游称此刻正好在宫里的藏书阁 所以来得很快 黄祖母您找孙儿合适 张皇后 你的那些哥哥们的未婚妻都定下来了 只待年纪到了便可完婚 祖母想知道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称哥 你父亲是大魏最尊贵的亲王 你是王府的世子 有些事是不能有你的心性胡来 刘称 祖母 孙儿没有胡来 郑南虽然爱哭 但是本性并不坏 而且不会对我管东管西的 孙儿觉得很好 张皇后 那是因为你没有试着去接触其他人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你的有缘人正在苦苦等着你呢 孙儿不需要 尤称拒绝得很干脆 张皇后和太子妃瞬间都不理解了 尤要和苏元感情那么好 整个皇室没有不羡慕的 怎么这亲儿子一点也学到什么呀 为什么不需要 麻烦 张皇后 太子妃 称哥 感情可不是一个麻烦就能定论的 难道你父亲嫌弃过你母亲麻烦吗 你还年轻 余生岁月漫长 当然要选个和你心意的妻子 你跟伯母说说 是真心喜欢郑南吗 刘琛 郑南和我一起长大 是有些情分的 可依伯母看着 你对他绝非男女之情 太子妃过来人一语道破 毛头小子刘琛脸上正愣了下 半嗓才缓缓问道 伯母何出此言 你提到郑南的眼神 完全不是提到心上人该有的样子 远的不比 你爹每每在我和你大伯面前提起你娘的时候 那眼神都能滴出水来了 刘琛一时雨节 我 既然你没有那么喜欢郑南 怎么就忽然说要娶她 这其中的缘由你若不说清楚 你大伯和你爹那边都不好交差 刘琛似乎还在回想刚才那话 又向太子妃问道 伯母真觉得我不喜欢郑南 刘琛 你自己觉得呢 刘琛 我觉得她是我表妹 娶进来我肯定不会亏待了她 她也肯定不会给我惹麻烦 刘琛 那你能像你爹对你娘那样对郑南吗 刘琛犹豫片刻 摇了摇头 这不就明白着吗 张皇后 你这孩子 什么毛病这事 居然就为了怕麻烦 就那么遭她自己的婚姻大事 刘琛低头 沉默不语 她其实一开始根本就没想过成亲 从她开始读书习武的那天 她就只想做一个为大卫浴血厮杀 保家卫国的将领 哪怕马格果师也无怨无悔 所以她刻苦练武 苦心钻研兵法 从未有过儿女私情的想法 但是在长辈们眼中 成亲娶妻又似乎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 那如果必须娶的话 她就想要一个绝不会给她造成麻烦 也不会干扰她任何决定的妻子 她想了好久 最终觉得表妹正男很合适 家世不算显赫 性格又软弱 不会仗着娘家胡作非为 给她惹麻烦 虽然爱哭 称不起大事 持家方面可能不太有道 但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他们府中本来就人少是少 油管家中书料理 就已经省了大半的事 至于和其他冠卷的应酬 无非就是妇人们聚在一起闲聊 正男若成了世子妃 也没人赶出她的眉头 说到这 张皇后和太子妃 心里多少也明白了几分 刘琛的这想法不足为奇 因为她亲爹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也来过这么一出 觉得成亲麻烦 不想娶妻 如果一定要娶 那也是娶个不会惹事的架子摆在家里 最好什么都不管的那种 想起这些 张皇后至今还恨得牙根痒痒 臭儿子折腾完 孙子又来了 这老刘家的子孙 怎么就这么能做 就数他们能耐是不是 成个亲还委屈上了 什么玩意啊 痴儿 你想做个为大卫守卫山河的将领 祖母没有意见 甚至以你为荣 全力支持你 但你也没必要就此牺牲自己的亲事啊 好的婚姻 与你的抱负 并不矛盾 你看 你太子伯伯身后有你伯母 你三伯伯身后有你三伯母 你父亲身后有你母亲 没有这些贤内柱支撑起后方 他们如何能安心一展宏图大叶 刘琛低顺着眉眼 若有所思 似乎有被张皇后的这些话触动到 张皇后 你选择正男 无非就是想娶个花架子回来当挡箭牌 可是这对正男又公平吗 刘琛虽然已经13岁 其他各方面的事都已游刃有余 但对感情 她还青涩陌生的很 很多事都不懂 张皇后 说到这 祖母还想问你 那江家书咬 怎么就不入你的眼了 又听到这个名字 刘琛撇撇嘴 为什么所有人都想让我娶她 好像能娶她 是她多大的福气似的 眼看着张皇后脸色不佳 又是忙打圆场 没说一定让你娶 这不是给你相看着呢 光是相看 就把人夸上天了 那要是真定下来了 还了得 怎么 江家姑娘 哪里委屈你了 刘章迈着大步 从店外走进来 森冷的眸光 落在了他往日最疼爱的这位者身上 者不敢 刘琛嘴上服软 但是脸上的神情 暴露了他并不服气的内心 你呀 和你爹当年一个熊样 心气高得不得了 觉得周围人都夸江家姑娘 你心里不得进步舒服了是不是 刘琛还在嘴硬 低声反驳道 我才没有 刘章冷哼了声 道 你那些都是你爹当年完剩下的 姑早就见识过了 当年连你爹都收拾得了 难道姑如今还奈何不了你 刘琛一脸无语 伯伯 你能不能不总拿我爹说事 不能 那是你老子 怎么就不能拿了 你这个年纪心比天高自以为是 姑见多了 你爹当年还叫着嚷着 一辈子在军营里不回京了呢 后来怎么着 遇到你娘以后 才见了几年 就屁颠屁颠地追去了江南 堂堂皇子大晚上的去侯府翻墙 让你皇祖父 被你外祖父明里暗里 不知笑话过多少次 正在江南与妻子泛舟湖上的流药 忽然连打三个喷嚏 苏元关切道 怎么了 是不是 昨晚着凉了 油药揉了揉鼻子 无所谓的耸耸肩 应该是有人背后说我什么呢 谁敢说你啊 不是我爹就是我大哥 不过这两年 我爹不怎么管我了 估计是我大哥 肯定是有拿我说事 教训家里的孩子呢 苏元常叹了生气 大哥教育孩子是真有一套 你说 咱们能不能请他帮忙管管车啊 油药包了个荔枝地到他嘴里 你这主意 倒也不是不行 等回去我和他说说 大不了我帮他多看两本奏章 他帮我教育教育儿子 苏元 嗯 绝对行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2章 江姑娘来了 刘春被自己的亲大伯 加枪带棍地骂了一顿 顺便还捎带上了他远在江南的爹 想想他爹也挺惨的 每次都是大伯教训人的反面案例 真不知道他爹年轻时到底是有多混 可是当年那么混的爹 如今怎么就成了 见到他娘就咬尾巴的大狼狗了 难不成这所谓的爱情 真有那么大的魔力 阳光正好的午后 刘春躺在院中的长椅上沉思着 不时发出阵阵凯叹 他确实不懂男女感情 也从来没想懂 大丈夫顶天立地 建功立业 何必在儿女私情上浪费时间 如果可以 他完全不想成亲 一辈子驰骋在孤烟大漠和旷野草原 无拘无束 自由洒脱 国家有难时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上阵杀敌 哪怕血洒疆场也在所不辞 可是这一切在他身上 偏偏都是不可能的 他是刘家的子孙 是王府的世子 一言一行都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来 正当刘春雾自沉思感叹的时候 王府的下人前来禀报 启禀世子 江姑娘来了 刘春一个不稳 差点从长椅上摔下来 你 你说谁 江姑娘 哪个江姑娘 侍卫顿时被问猛了 就 就郑国 将军家的那位 刘春顺时张着嘴巴愣在原地 侍卫许久没听到回音 这才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遍 世子 可是要请江姑娘进来 毕竟是将军府的千金 这么把人晾着 好像不太好 刘春这才反应过来 深吸了口气 你没跟她说我母妃不在府中 属下说过 可是江姑娘说 她是来找世子您的 找她 找她干什么 刘春一头雾水 但是转念又一想 甭管干什么 她还怕一小姑娘不成 快快请进来 是 侍卫转身离去 刘春稍愣了一下 然后火速地整了整衣衫和头发 输人不输阵 阿呸 她是不输人也不输阵 约莫半炷香的功夫过去了 刘春在院子里 已经百无聊赖地 转圈圈溜达上了 世卫终于领着人出现了 老实说 这是刘春第一次正式见 这位她家里人都快夸上天的江姑娘 也是第一次认真的去仔细打量这个人 往日各种宴会的时候 男女不同席 她偶尔听过这个名号 但是也从来没放在心上 唯一有点印象的 就是她妹妹宁宁 时不时会和她说 江淑瑶好像有点喜欢她 刘春性格很自负 不过这也是常理之中 长得好 家世好 又受皇帝和太子的宠爱 她拥有这世间一切 可以引以为傲的东西 小时候 小姑娘们就喜欢去拉她的手 想和她一起玩 大了一些后 那些她恋爱慕的眼神就没少过 所以刘春并不觉得 又有个人喜欢自己是什么稀罕事 自然也就没有在意 他们在她眼里 与玉花园的花朵一样 虽然美 但是她亦不在此 所以 对这份美丽就毫不关心 也从未看进眼里 加上这江淑瑶是将门之女 她大姨母家的表姐 宁容也是将门之女 凶悍到了 在她小时候 能把她吊起来打的那种 拜这位表姐所赐 刘春下一时里 就觉得 所有的将门之女 都是宁容那样的行动 不拘小节 说话大大咧咧 起码射箭比男人还强的虎女 可没想到 她揉了揉眼睛 看向随着王府侍卫身后走来的那人 步步声帘 温柔沉静 怎么看也不和她那表姐毫不搭便 她胡思乱想之际 人已经走到了她跟前 声音轻轻的 人也柔柔的 对着她扶身行礼 见过柿子 这声音 软糯清甜 像是鹰皮婉转的黄鲤鸟 和她表姐那喊一嗓子十里的 都能听见的大嗓门也完全不一样 嘶 这都是将门之女 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刘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江淑瑶感受到来自对面 那道灼热的视线 有点不自在地缩了缩肩膀 这柿子什么毛病 怎么直盯着人看 长风故意重重地咳了一声 刘春如梦初醒 瞪了长风一眼 转过头 又恢复了那副煎熬轻贵的神色 江姑娘登门 可是有何要事 江淑瑶淡淡一笑 我是有事要和柿子说清楚 刘春伸手示意她坐下详谈 自己从茶托中取了两盏茶杯 亲自蒸了两杯茶 递了过去 江姑娘有话请讲 江淑瑶 这些日子 我对柿子殿下的事也有所耳闻 对因为两家长辈的戏言 给柿子造成的困扰 也深感抱歉 刘春 啥 江淑瑶顿了顿 继续说道 既然柿子以心有所属 那我也绝不会做横刀夺爱之人 我已和家中父母说清楚了 往后戏言也好 玩笑也罢 都不会将我与柿子再放到一起 若是柿子还在担心王爷和王妃会责怪 那带王妃回京 我会主动和王妃说清缘由 必不会让您为难 刘春被这长篇大论读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 我 你 江淑瑶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世子若是没有其他的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刘春觉得自己有话要说 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转身离开 长风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在人走后 忽然莫名其妙地来了句 恭喜世子得偿所愿 刘春阴沉着脸 滚 当天晚上 江军府和赵王府的两个人都失了眠 刘春翻来覆去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江淑瑶说那些化石的干脆果掘 他越想越觉得这姑娘可实在不简单 如果说表姐凝蓉是外缸内缸 那这姑娘应该就是外柔内缸了 看着温软无害的小兔子一只 但是一张嘴一说话 就是让人觉得厉害 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刘春赌气势地吐槽着 而江军府江淑瑶的院子里也是灯光长明 八字还没一撇 哭对江淑瑶来说 是远远不止于 只是顺风顺水了十二年的江门千金 第一次尝到了求而不得的滋味 她是父母嫡出的小女儿 上头两个哥哥 自幼便是享尽宠爱 父亲和兄长劳苦功高 备受黄恩 家中女眷们也是跟着水掌船高 平日不管是出行还是宫宴 谁见了她都是恭恭敬敬的 可以说江大姑娘的前半生是顶幸福的 她什么都不缺 只缺一份天赐良缘 缺一个世间最好的男儿 做她的夫婿 她第一次见到刘春 是在皇家别院的围场 彼时的少年郎眉眼风流 狂妄不羁 策马飞驰的英勇身姿 一下子就闯进了她的心 即便是与其他王府 世子站在一起 她也是最耀眼的那个 少女春心蒙动 来得毫无欲照 却又让她甘之如頤 其实自她一天天长大 盯着她的那些目光 就从未消失过 上至其王妃端王妃 吓到各路官眷夫人 都有和她娘亲各种暗示 但是她娘亲每个都装糊涂敷衍了过去 之女莫若母 当娘的 怎么可能看不出女儿的方些暗许 当时的江夫人没有多想 只觉得招王世子也是良配 比齐王世子和端王世子都只强不差 家是门第 将军府也配得上 但是可惜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桩天造的和的良缘 却忽略了当事人本人 不是所有的喜欢都有回音 也不是所有的少女心事都能圆满 她喜欢的那个人 不喜欢她 江淑瑶有自己的骄傲 她永远都做不来死缠烂打和苦苦纠缠 她的一个不喜欢 足以让她收回所有的感情 从此形同路人 张阿伟嘿嘿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3章 连个陪你逛庙会的人都没有 刘耀和苏源这次下江南 没有助张皇后安排的江南行宫 两人就像是一对寻常富贵人家的少爷少奶奶 住在江南当地最好的一家客栈 两人每天不是游湖泛舟便是郊外赛马 过得好不惬意 闲暇时 这对心大的父母也会想起家里的一对儿女 由要早年对宁姐都是恨不得一步不离 时时刻刻待在身边 但是这些年 随着宁姐和洛奇的关系越来越好 两家对此事都完全地乐见其成 所以她也懒得在未来女婿那边做恶人 就干脆由他们去了 现在最让夫妻俩头大的是儿子 苏源 要不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吧 否则京城那出点什么事都不知道 由要不以为然 你就别起人忧天了 能出什么事 这段时间在江南静下心来的时候 苏源也琢磨出了点什么 你说 平时也没见车和郑南有什么交集啊 而且因为车和你一样面冷 我甚至觉得郑南看到她还挺害怕的 况且 比起郑南 我反而觉得 车和宁蓉在一块的时候 相处更自然一点 由要声音瞬间拔高 宁蓉 咱撑根小时候可没少挨她揍吧 苏源白了她一眼 人孩子都不记仇的事 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主要咱儿子被人揍那也是破天荒头一次 我可都没揍过 苏源被她最后一句话逗笑了 这男人虽然面冷了点 但是对孩子还是很有耐心的 别说动手 就连大声责骂都几乎没有 她都没舍得打过的儿子 被宁蓉收拾的 那叫一个惨 这也难怪当老子的心理不平衡了 你这样想可不对 那车每次挨打 还不是她惹到了 荣荣 你儿子和你一个德性 那张嘴就不会好好说话 你说她嫌弃 荣荣长得黑 那不是找打是什么 刘耀 也就宁蓉胆子大 偏偏咱们撑根那时候还打不过 苏源 撑根就算打得过 也不能还手啊 哪有男人打女人的 刘耀忽然意识到什么 虽然你说的都对 但咱们是不是有点跑题了 还真是 说回正题 所以呀 你说车到底为什么忽然把正男扯了出来 刘耀曼悠悠的打了个哈欠 随口道 她是不是为了气你 气我 苏源难以置信道 我怎么着她了 她要这么气我 你老是在她跟前念叨 江书瑶有多好多好 但你想没想过 车现在才13岁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对男女之情这事是丝毫的不感兴趣 与其花时间应付女人 不如自己一个人在叫场马场多跑两圈来的舒适 苏源干笑两下 眯着眼睛道 你说什么 已婚男人的求生欲望那不是一般的强 我说是 我想穿这么大时候的想法 那时候幼稚不成熟嘛 但自从遇到你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可是每时每刻都不想和你分开 找不得还算可以 苏源勉勉强强放过了她 同时心里不由地反思了下自己 是我太心急了吗 有要挑眉 你自己觉得吗 苏源被她这么一说 还真是有点心虚 她一直努力让自己做一个开明的母亲 可还是潜意识里 还是避免不了天下父母的通病 总想对儿女的是指手画脚 却忘了孩子一天天长大 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 就算是亲密如父母 也没有办法事事都横加干预 好吧好吧 是我错了 我确实做得不对 可是 车儿难道就因为这个 故意和我唱反调吗 刘耀有理有据地给她分析道 车儿这个年纪的孩子 正是热血满怀的时候 什么都想过 但可能就没想过成亲 这个时候 忽然冒出来一小姑娘 人人都说她有多好多好 怎么怎么配得上她 我告诉你 你越是这么说 孩子心里就越别扭 越是要和你对着干 苏元似乎明白了些 但又还有个问题 没弄懂 那你说 三郎他们怎么不这样 别人我不好说 三郎 有四哥那样的爹 他能不跟着有样学样 将来齐王府的后院 都不知道能不能住得下 哈哈哈哈 苏元听到最后 没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几个王爷的府邸规格和大小 都相差无几 按说王爷王妃们住起来 也应该感觉差不多 可是云氏这几年却总抱怨 觉得王府有些挤 胭脂不是刘烨纳进府的女人太多的缘故 与此对比之下 招王府里就空旷太多 和府上下就四位主子 好多院落都闲置了下来 主子少 佣人们也省心省事 全京城最和谐平静的府邸 估计是非招王府莫属 苏元这个王妃 也是别提多轻松 要不怎么能成为全京城最让人羡慕的女人呢 本来就人丁锡少的招王府莫属 因为王爷和王妃的缺席 府里更是安静有些冷清 晚饭时 宁姐还是一如既往的有说有笑 和哥哥说着自己这一天 各种有趣的见闻 哥哥 我和洛琪今天去城外的寺院进香 看到那附近聚集了好多商贩 一问才知道 最近城外有庙会 听说那场面可热闹了 刘春无精打采的 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毫无食欲 嗯 想玩就去玩吧 自家老哥丧得太明显 宁姐想忽略都难 哥哥 你怎么了 刘春抬眼看了过来 没怎么样 我这不好好的 呵呵 郁闷俩字都写脸上了 还好呢 宁姐毫不客气地挤对自家兄长 现在爹娘不在家 只能我来帮你了 去去去 小丫头骗子一边玩去 你能帮我什么 刘春美好气地嫌弃道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帮不了 宁姐不服气道 刘春其实很想找个人 说一说心里的憋闷 但是 眼前这个已经胳膊肘 往外拐到快骨折的妹妹 很明显 不是个合适的人选 他揉了把宁姐毛茸茸的小脑袋 你就安心地和你的洛奇逛庙会去吧 搁的是自己心里有数 宁姐小手脱塞 感慨道 哥哥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惨兮兮的 长这么大 连个陪你一起逛庙会的人都没有 刘春 我可真谢谢你提醒我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4章 他们世子仍然像是个多余的 事实证明 不要在自己亲哥面前嘚瑟 人家毕竟比你多吃两年饭 那绝对不是白吃的 因为当天晚上 在街边等小郡主前来一起逛庙会的洛琪 他不仅等来了小郡主 还等来了一不速之客 半课中后 洛琪看着像堵墙一样 站在旁边的未来大舅哥 一时不敢动也不敢言 只得用眼神询问宁姐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宁姐此刻无比后悔自己方才的嘴欠 他哥心情不佳时 所经之的寸草不生 这是从小就知道的 他怎么就还能没学乖 非要成一时口舌之快 刚刚临出门 他一只脚都迈上马车了 他哥忽然和鬼一样 不知道从哪飘出来 死皮赖脸的就跟着一起上了车 美其名曰 没人陪着一起逛庙会 那他这个亲妹妹总不能抛弃他 啊呸 他就是想抛弃他 不光抛弃 他还嫌弃呢 但是这话只能自己心里想想 借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说出来 就这样 画面由洛琪和刘宁两人的狼情窃异 活生生变成了家族兄妹三人 出游 其中最尴尬的当属洛琪 要哥别的时候 他和宁宁怎么这都行 可这会多了个刘琛 而且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么 这位爷今天身上的戾气 未免有点太冲了 鬼见了都得绕道走的那种 将来是要娶人家妹妹的 洛琪自然不敢得罪 只得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三个人之间越来越安静 直到久久没有声音 最后还是刘琛忍不下去了 我先回去了 我在这 你们俩连个手都不敢牵 心里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洛琪刚想解释两句 就听了身边的小姑娘 理直气壮的一声 哥哥你知道就好 那快回去吧 洛琪 刘琛已经懒得搭理这个心理眼里 都是别的男人的妹妹了 转身刚要走 就听到宁姐的一声 疏咬姐姐 那一刻 刘琛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好像冥冥之中 有一股力量 将她已经迈出的步子 拉了回来 循着宁姐眼神的方向 抬眼望了过去 女子一袭水蓝色的被子 轻力宜人 并边刘苏簪上的刘苏 垂坠在耳边 趁得其白皙胜血 腹弱宁知 宁姐轻轻热热地跑了上前 书瑶姐姐 姜书瑶也是甜甜一笑 郡主好 两个女孩子围在一起 亲亲热热地说了两句话 宁姐刚想开口 邀请姜书瑶 加入他们今天的出游 只见忽有一高大奇长的男子 从人群中走出 将手中的一只糖葫芦 递给了姜书瑶 姜书瑶也是没有推剧 说了声多谢表哥 就接过来吃了 冰糖嘎崩萃 包裹着酸甜可口的山楂 宁姐瞬间就馋了 软身和洛琪撒交道 我也想吃 洛琪当然没有二话 当下就离开去买 宁姐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茶摊 书瑶姐姐 我们去那边坐一下吧 好啊 茶摊的桌子还算干净 一张四四方方的桌子 一人占据了一边 带到洛琪买完糖葫芦回来 就直接和刘宁坐到了一边 宁姐抿了口茶 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书瑶姐姐 这位公子是 这是我舅舅家的表哥 刚回京城不久 今日正好宫休 便陪我出来了 江书咬的旧家 那不就是兵部尚书陈家 陈家长子陈香走的 投军从容的路子 年纪轻轻 已是颇有建树 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军营中 名声都很不错 外在看上去宛若一对碧人 又是表哥表妹这样的暧昧关系 宁姐和洛琪当即对视了眼 看来这江家是不打算死磕 和昭王府的这门亲事了 洛琪第二反应 就是瞄了眼未来大舅子的脸色 毕竟她也是知道点什么的 刘琛说不上有什么脸色 她本就是个内敛的人 很少有情绪外露的时候 洛琪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什么异常 几人在茶滩稍作休息了下 就继续奔赴下一个游玩的地点 长风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这人多眼杂的 她得保护好世子和郡主的安全 所以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 刚才和郡主洛小少爷一块的时候 他们世子很明显是多余的那个 而现在加上了江姑娘和陈公子 看上去 他们世子仍然像是个多余的 嘖嘖嘖 真惨 当晚逛完以后 陈湘亲自送江书瑶回府 将军府门前 江书瑶下了马车 刚要进门 却被陈湘叫住 表妹 你之前说招王世子不喜欢你 江书瑶似乎已经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自嘲地笑了笑 表哥说这个 是来笑话我的吗 陈湘是个实在人 连连摇头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表妹似乎对世子有所误解 误解 表哥此话何意 但是据我今晚的观察 我便觉得 世子对表妹你 绝不是无意 江书瑶闻言一正 玄机摇头惊笑 表哥可真会说笑 招王世子 最是个心思深沉之人 岂会让人轻易看透 可我与他都是男子 自然最了解彼此 他看我的眼神 有莫名的敌意 江书瑶并不揭察 打趣着说道 那没准是表哥什么时候得罪了世子自己忘了 陈湘无奈 表妹你这可是在抬扛 江书瑶不自在地摸了摸耳垂 我没有 陈湘一字一句 虽说我与招王世子交往不多 却也知他本性甚好 身上丝毫没有皇家子弟的娇精之气 军营里有任性能吃苦 将来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这样的男子 不说稀缺 却也是少见 我不希望表妹错过良人 江书瑶低垂着脑袋 声音嘀嘀的表哥这话可是说错人了 是他不喜欢我 可不是我主动拒绝他 陈湘 也许是他之前没有看清自己的心 亦或是 他最近才慢慢地对你动心 江书瑶悠哉悠哉地打了个哈欠 那可能是有点晚了 现在我不喜欢他了 表妹 口是心非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啊 这表哥真的是太讨厌了 江书瑶瞬间乍毛 你怎么总帮着那人说话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不成 那可绝对没有 我就是觉得 在咱们这种家族 难得有一对父母乐见其成的有情人 还是不要错过了 人生苦短 自该和相爱之人朝朝暮暮 切勿蹉跎光阴余声爆汗 江书咬面无表情 转身就走 我累了想回去休息 表哥也早点回去吧 不带陈湘反应 人已经快不进了府 让他连说最后一句话都没机会 陈湘未说完的话就这么耿在喉间 这两人一个嘴硬一个傲娇 他一个外人都看明白的事 偏偏当局者迷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5章 是我家南姐没有那个福气 尤药和苏源在江南前前后后 待了大概一个半月 不算路上的时间 回去的路上苏源还在不断提醒自己 这次回去一定要和儿子道个歉 结果他一回府 还没等他找儿子说话 府里的下人忽然来报 说是郑夫人来了 昭王府和郑国公府没有往来 那这个郑夫人当然就是苏源了 姐姐来访 苏源自然要好好招待 就没法第一时间找儿子了 苏源其实压根没多想苏源的来意 只当是姐妹间的寻常句句 却没想到苏源可谓是形色匆匆 进来的时候鹅脚都冒汗了 苏源还真被这阵仗吓了一跳 我的姐姐哟 你这是做什么这么着急啊 苏源将丫鬟奉上的茶一饮而尽 我一听说你和妹夫回京了 急急忙忙的就过来了 二姐这是有事和我说 苏源点头 阿源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啊 则 瞧你这话说的 你是我姐 我和你有什么必要生气 有什么事尽管说就是了 最近也不知道谁传的 说你家称歌想娶我们家男呢 我和你二姐夫都知道这自然是谣传 称歌堂堂世子 婚事要由圣上亲定 怎么也落不到男姐的头上 苏源 二姐这话可就妄自菲薄了 阿源 你先听我说完 苏源 好你说吧 我听着 其实我心里有自知之明 虽说你二姐夫也算是受重用 但是以我们如今的家底 想配王府 那还是拆得远着呢 就算你和妹夫同意 陛下和太子那边也不会轻易松口的 这点啊 你姐我心里宁静似的 而且我家男姐也实在是个没福气的 一听到这是吓得跟什么似的 哭着喊着就是不愿意 说是称表哥总是板着脸不爱笑 他瞧着就害怕 苏源闷笑一声 车这性子确实不讨人喜欢 苏源急不赞成 什么话 我瞧着车的性子是极好的 那脸持重 找夫君就是要找这种才靠得住呢 苏源戏谑的笑道 二姐这话可别让车听见 否则这家伙又该得意了 苏源叹了口气 可惜啊 我们家男姐没这个福气 也没这个命 阿源 我今日过来 就是想和你说 这是你得拦住了 苏源一正 这我怎么拦 孩子如今都大了 心里都有自己的主意 哪还伦得到我做主 苏源 咱们这样的人家 哪有人的亲事 是单纯靠两人感情就可以的 你我是过来人 咱们都能看出来 车和男姐不是良配 车胸怀勾壑心有天地 我家男姐是万万无法匹配的 这不是我这个当娘的 看不起自己女儿 实在是事实就是如此 苏源本来最担心的也是这个 天长地久的过日子 不是一个喜欢就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 需要双方脾气秉性投合 还要能包容对方 但是很显然 陈哥和男姐怎么看怎么不相投 而且 她的好儿子对视 也从来没什么包容度 外甥女呢 又是躲进不起风吹日晒的娇花 这么一说下来 苏源也就不再和苏源来回推拉了 二姐也别担心 车儿虽说过这事 但若是男姐不愿意 她也不能强求 既然如今男姐已经表态了 你放心 我晚些就告诉她这事 让她自此死了这条心 苏源 你话可别说得太重 别打击到孩子 苏源觉得 外人都对自家儿子有点误解 打击 她儿子那块冲上天的自信 是能被这点小事打击到的 二姐放心 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 他那脸皮 不至于这么薄 苏源慢慢地输了口气 那就最好不过 话说回来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趁哥能看上我家男姐儿 这天上的凤凰和地上的燕雀 总归也不是一路人啊 还是算了吧 我并不强求 女儿一定要嫁什么高门大户和皇家王室 门不当户不对 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苏源 可怜天下父母心 二姐所言 字字句句都是为男姐打算 我也是为人父母的 自然理解 苏源 我可再声明一下 你我姐妹 我才有话直说的 你可别暗中和我生气 觉得我看不上车似的 苏源白了一眼 瞧你 我是那样的人吗 就知道你不是 那我也就放心了 家里还有事 我就先告辞了 苏源 好 有空就带着孩子过来玩 这还用你说 为着王爷王妃回家 晚上的膳食比往常多了好些菜 宁姐儿大块朵仪 吃得心满意足 在吃东西这方面 小丫头随她四姨母 不挑食 爱吃肉 苏源每每想到这 都对苏妙多一层感激 看时机差不多 苏源适时的 比较委婉的 向车转告了一下苏妍的那些话 一瞬间 宁姐嘴里的肉一下 都不香了 望着哥哥的眼神都变轻了 刘春美好气道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又没怎么着 还没怎么着 宁姐儿 哥哥你能不能不要再嘴硬了 舒妖姐姐不要你了 现在连男表姐也不要你 你都不会反思反思自己吗 刘春 她爱要不要 小爷还不稀罕 这态度 看上去 好像一点也不伤心啊 又要和苏源对视一眼 心里双双都松了口气 这下 他们真的确信 儿子对正男 只是拿着当挡箭牌 不是死心塌地认准的那种 苏源这次 倒是没有了笑话儿子的心思 甚至语气中 还带着几分歉意 车 你要实在不喜欢舒咬 娘也不逼你 反正你也还小 咱们慢慢地再看看 总能遇到你中意的 其实本来酝酿着 想告诉他娘自己也可以接受和将书咬亲事的刘春 小柿子的表情顿时绷不住地彻底裂开了 这都是什么命啊 老天爷是不是在玩它 是不是故意的 见自己说完这些话 儿子的脸色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难看了些 苏源有些不明白了 怎么 还在生娘的气 气娘之前 一味撮合你和书咬 刘春强行控制住 体内波涛汹涌 尽量让自己正常地扬起嘴角 娘说 哪的话 您都是为了我好 当儿子的 怎么会和娘生气 又要对子儿子的卖乖嗤之以鼻 臭小子说得好听 之前故意唱反调的 也不知道是谁 要不是他及时把媳妇带到江南转移注意力 只怕这娘俩真能吵吵起来 则 果然 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6章 在儿子面前嫌弃这个嫌弃那个 虽然儿子说的话是挺中听的 但是这脸色是怎么瞧着 怎么有点僵硬 那你怎么看着还不太高兴 是为着难戒 刘春 娘 您知道儿子肯定不是 那你这是 哦 宁姐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吓得一双老父母一个机灵 刘耀 宁宁 你干什么呢 一惊一乍的 我猜到了 宁姐神秘兮兮的晃有着右手的食指 慢吞吞的将视线移到她亲哥身上 细细的打量着 刘春第一次被她妹妹看得有点发虚 你 你盯着我干什么 不认识你哥 你在黑墨里滚石圈 我都认得你 宁姐毫不留情念叨 哥哥 你该不会是 刘春咽了下口水 是 是什么 你该不会拥有的时候 不知道珍惜 现在失去了你开始后悔了吧 这妹妹成精了 刘春疏忽瞪大了眼 不可思议的盯着宁姐 宁姐一瞅她这德行 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瞬间拍手为自己喝彩 哈哈 我猜对了吧 我可真是太厉害了 刘耀苏元两人完全没跟上俩孩子的节奏 好半嗓才后知后觉的明白过来 时 时 什么 车 宁宁真的说对了 苏元觉得自己 这小心脏 是真的是经不起折腾了 因为刘耀苏元 一直都很开明 而且给了孩子们足够的疼爱与尊重 所以 两个孩子从小到大 都不会刻意瞒着他们什么 哪怕如今 称哥已经13岁 但是遇到一些自己觉得棘手的问题 下意识的 还是会依赖着父母 在两个孩子心里 有困惑时 父母是避风港 是引导帮助他们的朋友 而不是会呵斥他们 嫌弃他们无能的长者 所以这回 心里的问题被妹妹捅出来了 父母又问了 刘耀也就没藏着掖着 干脆把自己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虽然有点丢脸 但是在自己家人面前丢 总好过在别人面前 在听完刘耀的话以后 全家都沉默了 刘耀率先打破沉默 顺便表示态度 这件事别指望我和你娘 关键在你 之前是你自己不打理人家 现在后悔了 就得自己拿出态度 刘耀难得没和亲爹降嘴 爹说的是 那你打算怎么做 父亲请罪 刘耀 苏元也是被这话惊到了 父 父亲请罪 儿子 你不至于吧 姜叔咬的脾气 我若不这般 他心里那骨气 是绝对消不下去的 刘耀抓住了这句话里的关键 怎么听上去你很了解江书咬似的 宁愿也觉得奇怪 是哦 哥哥 你和书咬姐姐都没见过几次面 你怎么知道书咬姐姐的脾气 不会轻易原谅你 刘琛也说不上来 他目前和江书咬正式的 其实就见了那一次 他来找他邓卿 说以后和他再无瓜葛的那次 可也就是那短短一面 他尤为清楚地感受到 女子的倔强和傲骨 他话都放出来了 那就断不可能轻易收回 所以要想让他改变心意 他必须要给出诚意 苏元 儿子 你真的确定 自己在这段时间 喜欢上书咬了吗 这也太突然了 突然得让他觉得 儿子这感情 有点来得快去得也快 苏元觉得他和刘耀 在感情上 其实都算是慢热的人 怎么这儿子 就能如鱼得水 进退自如 刘琛也知道自己这变化 确实是有点大 如果不说清楚 他娘这关他就过不了 但是他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自己以前没认真瞧过人 现在正眼看过了 觉得挺有演员 然后就觉得 娶他也不是不行 刘琛觉得他要这么说的话 他娘能删死他 娘 您能不能别问啊 这件事 您就让我自己处理成吗 罢了 孩子们大了 有自己的心思 也该放手了 既然儿子都提出来了 苏元也是没有二话 直接就答应了 他们那个时候 长辈都没有多管 可见年轻人的事 就是该他们自己解决 但是当爹的最了解自己儿子 又要表面不在乎 私下里 老是在苏元面前念叨 你说 咱们车儿能不能行 他能把人哄回来吗 我总觉得够呛 你真不打算管 咱们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不至于真这么狠心吧 苏元觉得这男人简直了 在儿子面前的时候 嫌弃这个嫌弃那个 仿佛给儿子 一个好脸 自己就吃亏了似的 但是背地里 又总是忧心忡忡的 恨不得替儿子安排好一切 前世的时候 他是绝对的严父 而这辈子 他一点也不再掩饰 自己对孩子的爱 以及对他的 他们都懂得了 去在有限的生命里 努力地珍惜身边人 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 苏元觉得丈夫这两天有点烦 江书瑶在听到府里下人禀报时 下意识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 你说谁 姑娘 招望世子到访 说是来找姑娘您的 江书瑶不想见 一点也不想 可是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借口推辞 一时间进退两难 也没等他为难多长时间 因为某人已经登堂入室 来到了他面前 不过几天没见 再次面对这个自己曾为之心动的人 江书瑶承认 他果然还是做不到心如止水的 但是 面上 绝不能落了下风 世子此番前来 不知有何贵干 我是来找你的 尤琛也是直接坦荡的人 果断选择开门见山 找我 我与世子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尤琛知道 这事是自己理亏 所以说话也是耐着性子的好声好气 之前是我不对 但我是真有事要和你说 世子有话直说便是 难不成谁还敢拦着 尤琛看了眼周围的丫鬟和仆人 你先让他们都下去 江书瑶挥了挥手 世一云香带着人都离开 直到周围只剩下他们俩 这下可以说了吧 刘琛咽了咽口水 长长地深吸了口气 对不起 江书瑶是真没跟上这位爷的脑回路 为什么 要说对不起 我 想着简单 可那些话要说出口 可真是不容易 但是不说又更不行 我 我之前和我娘说的曲正男 完全是为了气他们 我当时压根就没想过成亲的事 但是他们天天在我耳边念叨 我就故意说了个 他们预料不到的正男 我也并没有喜欢正男 我对他 只是比寻常人稍微熟悉一点的表妹而已 江书瑶一边听着 一边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杯茶 所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之前没有喜欢任何人 所以想方设法地 在婚事上给自己使绊子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已经猜到了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问着 现在我有了想和他成亲的那个人 当然一切都不一样了 江书瑶眨巴着眼睛 后知后觉地回了声 哦 你就一个哦 刘晨整个人都不好了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7章 和真正心爱之人抱憾终身 江书瑶也是个聪明人 刘晨登门没说几句话 他就已经大概猜到了他的来意 但是猜到归猜到 可不意味着他会就此罢休 当他是什么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吗 就算他是尊贵的亲王世子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打定主意后 江书瑶脸上摆出了一副心不在焉 无所谓的样子 眼瞅着男人面色越来越焦急 却敢怒不敢言 他只觉得身心都舒畅了 这笔账 他可会和他慢慢算 江书瑶的大哥江周一回府 就听到府里下人说 招王世子来访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风尘仆仆就要去拜见 却被下人接下来的那句话给拦住 公子 世子是来找咱们姑娘的 一瞬间 江周觉得自己的脑子转不动了 等反应过来 什么世子 什么君臣 那可都挡不住自家小白菜 被盯上的怒气横生 当下便也顾不得什么失礼不失礼的 提起步子就往自家小妹的院子那边去 刘琛觉得自己所有的持重和沉稳在江书瑶面前都不值一提 这丫头实在伶雅力齿 而且又勾矩在里的样子 以至于她节节败退 世子 天色不早了 您先请回吧 几个意思 骂完了就要赶人走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那不成 你先给个准话我再走 没有 你爱走不走 有本事你就在这住下 刘琛被气笑了 江书咬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那你就住啊 我这就让府里的下人给你拿被褥 接晚上 世子爷就在咱们府上住下了 刘琛被赌的是哑口无言 诡辩 这女人完全就是诡辩 你讲不讲道理 和女人讲道理 世子爷 您似乎是不太聪明 我 还是说 王爷和王妃那么恩爱 您当真一点都没学到些什么 江书咬 刘琛觉得自己 简直要被气死了 他人生活了这十几年 从来没有一个人 敢这么和他说话 招王府唯一的嫡子 永家帝的嫡孙 是所有人重心捧月的天之骄子 他被人毕恭毕敬惯了 头一次 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和他顶嘴 而且看样子是生怕气不死他 刘琛酿着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被赶到的江州给打断 不知世子前来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这番话 明面上说的没啥毛病 可是眼下这种情况 刘琛还真听出了点阴阳怪气 没等他去细细品味这话里的言外之意 江州已经走到了他面前 并且不动声色地 将江书咬护在了身后 世子有话和我说即可 小妹年又顽劣不懂事 冲撞之处 还望多包含 刘琛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 哪里 哪里 世子可还有事 是否要与属下书房内详谈 刘琛本来就没什么事 而且就算有事 也不是找江州 自然是不可能和他去书房 但是江州这架势又摆明了 不会再让他和江书咬单独相处 所以他只能作罢离开 等到刘琛一走 江州连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都没有了 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对大哥 江书咬素来不会隐瞒什么 大哥心里肯定都有答案了 又何必明知顾问 这个混蛋 江州顿时拍案而起 虽然江书咬心里也这么觉得 可他还是有点被自家大哥这个反应吓到 大 大哥 你 前段时间京城内传的风风雨雨 人人都说 昭王世子喜欢郑家二姑娘 但是王爷和王妃似乎不喜 才过去多长时间 他居然就变了心意 还把主意打到了你身上 他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了 你们一个放糊涂答应他了吧 江书咬立刻否认 怎么可能 大哥 你也太小瞧我了 听到这话 江州才算勉强松了口气 但还是继续追问道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江书咬便将刚才刘琛说的那些话 一五一十的又给江州复述了一遍 江州听后 沉默了半晌 江书咬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更怕他一个冲动之下 去找刘琛讨说法 可没想到 江州开口的话 却让他当场石化在了原地 若是这么说的话 我似乎就有点理解了 江书咬 大哥你理解什么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理解 江州憨笑了两声 摸了摸后脑勺 其实在爹娘老师催我成家的时候 我也这么想过 随便找一个性情老实的女子娶进来 好吃好喝的养着 只要她不干涉 我外面的事就好 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想 结发夫妻 在你们眼里 居然就这么随便 江州 这可不能这么说 人个有志 我和世子大概是同类人 都是觉得 国家大事比儿女情常来得更为重要 哼 爹爹说 昭王殿下早年也是这样的性子 谁劝他成家 他和谁急 可是后来遇到了王妃 那是巴布的当场就把人娶回家 甚至在王妃回江南探亲时 还追了过去 由此可见 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比儿女情常重要 只不过是没遇到愿意放在心上的人罢了 王爷遇到了王妃 生平最大的心愿 由束手边将保一方太平 变成了和家安康护一人 一生喜乐无余 谁又能说王爷这是没出息 或是没志向呢 江州 那王爷和王妃是真心相爱的 可天底下 尤其是我们这样家族的人 能有几个人这样幸运 和自己心爱之人白手偕老呢 江淑雅听出点意思来 大哥这意思 是心有所属了 江州苦笑道 心有所属又如何 我与他之间隔着一道永远不能翻越的沟壑 虽然不知道来龙去脉 但是这种事 他们这样的人家也听多了 无非就是喜欢上了一个家世差距有点大的人 而这种情况也是他们父母最忌讳的 没办法 家族利益当先 其他的事都要为此让步 更何况是最重要的牵扯到联姻的大事 看到大哥这般有苦难言的样子 江淑雅不可避免的被震撼到了一些 他们这种人家的孩子能嫁得两情相悦的 真的是太难了 多少夫妻貌合神礼 比陌生人还不如 只为了家族利益被强行掰扯到一起 更有的和真正心爱之人抱憾终身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8章 郑文婉江州的心事给了江淑雅很大的震撼 听说这种事和这种事真正的发生在自己身边 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好运的 既然他有 到这 他其实已经不是很想再为难留称了 可是心里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不想那么轻易放过他 真是矛盾极了 又是一年春来到 建元14年的3月 恰逢昭王妃生辰 江淑雅自然也在被宴请的名单之中 晨起用完早膳后 他和母亲一起踏上了前往昭王府败寿的马车 昭王殿下对王妃是当真上心和用心 整场宴会 没用王妃操一点心 昭王本人和世子刘琛包揽了所有的事 而王妃和郡主母女俩就是全程的看戏听取 什么事都不用管 满京城 绝对找不出第二家女主人能这般清闲自得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贵妇人们卯了劲都想把女儿嫁给昭王世子 为高权重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 富家人口简单 家庭和睦 这在平民百姓家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条件 在他们 这却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是这事 也不是他们想就能够的 贵妇人们心里自怨自艺着 直到宴席结束 待到宾客散去 苏元很是亲切随和的 将将书咬交到了跟前 拜见王妃 这没外人 不需要多理 书咬 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 我家那臭小子 最近什么情况 你肯定也都知道了 我叫你过来 就是想问问 你心里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 但你放心 我可一点逼迫你的意思都没有 感情这是最是勉强不得 这一点 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 今儿跟你但凡说一句不喜欢吃 以后你们的事全都就此作罢 我是绝不再提 将书咬低垂着头 没有言语 这话 他说不出来 因为他骗不了自己的心 王妃 我 您是真心疼爱我 我不想骗您 我现在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苏元是过来人 自然一眼就看得透 是不是心里放不下车 但是又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江书咬也干脆直接承认了 苏元也不介意分享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坦白说 我和我家王爷 当年其实也有过一些不愉快 我也不是很乐意那么快就点头嫁给他 总觉得那样我也太吃亏了 可是当有一天我确定了这男人是真的非我不可 我倒觉得 没原谅的那些事都可以婚后再慢慢算账 世事无常和心爱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应珍惜 如今你也看到了 我和车儿的父亲成亲都十多年了 可他待我还是一如往昔的好 你要是真心还喜欢车儿 大可以像我这般 有些事咱们婚后慢慢算账 日子且长着呢 多的是时间收拾他 居然让别人 还是一个可能是自己为了儿媳的人去收拾自己儿子 江书咬觉得 就冲这么好的婆婆 他也愿意给刘琛一次机会了 刘琛自然不知道他的亲娘都说了些什么 但那天以后 江书咬难得愿意给他个好脸了 最起码 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动辄冷嘲热讽 说话家枪带棒的 素来清冷激傲的小柿子那几天走路都带风 高兴得像个傻子 其实刘琛和江书咬都还远没有到定亲的年纪 养家长辈无非就是想提前确定个默契 等时机一到 立马就风风光光的把喜事给办了 但是刘琛觉得不行 口头上的默契 一点保障都没有 他做事都喜欢成竹在胸的感觉 不喜欢患得患失 于是乎 小柿子就开始折腾了 虽然他人小鬼大 主意多 脑子也活泛聪明 但是毕竟年纪在这 所以他折腾了好一阵 就是一无所获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 他只能把主意打到了龙椅之上的亲祖父 永家帝 某天某日的午后 正在御书房买手 和堆积成山的奏折做斗争的永家帝 面对亲孙子的到来 本来心里是既温暖又高兴的 看吧 要么说是隔背亲 孙子都知道来看看他 那几个臭儿子 也不知道天天瞎忙什么 就是看不到个人影 但是没等永家帝温暖多久 等流程说明来以后 他不仅不暖了 还暴躁的想骂人 要不是九五至尊的威严 死死的压制住他 他绝对拿着手边的玉玺就砸过去 但是气归气 骂归骂 是还得给人办 永家帝觉得 他有些明白 当年先帝为什么那么纵着阿药了 自己个的亲孙子在你眼前 可怜巴巴的这么一球 甭管什么事 那不得立刻就给人办了 不知不觉 他也成了没底线的祖父了 赐婚的圣旨来得很突然 直到那明黄色落到他手上 他都还是半梦半醒的没回过神来 郑国将军夫妇心里也是犯嘀咕 世家女子都是吉吉之灵定亲或者赐婚 他们家姑娘这才十三岁 陛下这是唱哪出 江州倒是看得透彻 将妹妹拉到了一旁 可以呀 世子这是迫不及待要宣誓主权 在你身上打上烙印不成 虽然应该是实话 但是江淑瑶还是羞红了脸 大哥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但我要问你 你是怎么突然就想通了 不跟他计较之前正男那些破事了 那倒也不全是 我只是觉得王妃说得对 有些问题不必急在意时 日子长着呢 我有的时间慢慢收拾他 你不会真像王妃说的那样 欺负人家一辈子吧 江淑瑶不知可否地笑笑 那也不是不行啊 江州没话可说了 也没什么可反驳的 能被真心相爱的人欺负一辈子 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苏林氏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 寿中正寝 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老人家走得安详 又是长寿之人 所以周遭人都觉得这是喜丧 苏家的人虽然也难过伤心 但也知道生老病死 谁都有这么一遭 加上老太太已经是高寿了 所以大家的情绪都还算稳定 回顾苏林氏的一生 出身高贵 父母宠爱 父亲专情 儿子孝敬 虽有不着调的兄弟姐妹 但好在没被他们爱太多的是 百年之后 与丈夫合葬一处 来世方能再续前缘 怎么看 都称得上是圆满无憾了 苏林氏去世的三年后 孟姨娘在一个冬日 突发疾病暴毙而亡 苏静没能见到生母的最后一面 苏客一段时间 也是忽然性情大变 直接辞了官职 去了家里一处偏僻的庄子 自耕自重的过活 仿佛一田野相夫 苏妍因为父亲幼年时的偏心 早就对人没了盼头 所以在闻听此事时 不卑意不喜 甚至有点想笑 他父亲因为孟氏的去世 就这样一蹶不振 让他母亲的颜面合存 一个正气 笼不住丈夫的心 真的是太可悲了 苏客和孟氏的事 只是苏家的一段小插曲 日子总要继续过 谁没了 谁也不是不行 在刘琛十八岁这年 新年刚过 永家帝直接拍班 让刘琛和江淑瑶 两人于三月初大婚 世家男子 一般都是在若冠之灵成家 刘琛如今 这个年岁偏早 但当事人 确实很满意 不枉他这两年 风雨无阻地 给亲爷爷成婚定省 总归还是有点用的 三月 逃之夭夭 卓卓其华 只高气扬了 小半生的世子爷 如愿娶到了 自己重义的姑娘 其高兴程度 可比他头次出征 凯旋而归的时候 还要更甚 果然应了那句 男子娶到了喜欢的人 就像是打赢了一场胜仗 儿子成亲了 那女儿的亲事还会晚吗 更别提招王府的小郡主 那可不是一般的恨嫁 虽然在洛琪面前 表面上既矜持又淡定 但是心里 早就是对哥哥 嫂嫂恩爱甜蜜的 婚后生活羡慕的不行 现在家里 父亲和母亲 哥哥和嫂嫂 就她是自己一个人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小郡主什么时候受过这气 而且眼看着她 也马上急急了 可是那个臭洛琪 居然一点诚意也没有 更没跟她提过亲事 她就算在恨嫁 也不可能主动去提这种事 开玩笑 郡主不要面子的呀 臭洛琪 要是让她等久了 她就不嫁了 而洛小侯爷 也的确是没有 让她的小郡主等太久 在接连平定了 土玉魂之乱 和回赫兴 范边的庆功宴上 帝王问起风赏 小侯爷抱拳跪地 声称自己别无所求 只求与常乐郡主 长相厮守 帝大月 遂次婚于二人 应则良辰即日完婚 至此 一双儿女 都有了归宿 上一世没能看到的 这一世终于是弥补了遗憾 另有一件事 就是苏妙在四十岁那年 也是生了肠病 病来得突然又猛烈 苏妙知道 这是四姐的一个坎 就像二十九岁那年的她一样 只要挺过去 就好了 刘晓也是寸步不离 亲力亲为地伺候着 苏妙看着 都不禁怀疑 上一世的这两人 是怎么走到最后那般田地的 想必又是一对 没长嘴的怨偶 好在这一世 他们也算是在续前缘了 苏妙的这个坎 过得和当初的苏妙一样 艰难且漫长 但好在 总算是撑过去了 有岸花明又一村 总是让人欢心的 苏妙的病痊愈后 两对夫妻一合计 孩子们都长大了 做什么也都有母有样了 不再时时刻刻都依赖着父母了 孩子们终于是把他们还给了自己 此后的年月 京城中盛传这样的佳话 昭王夫妇和魏王夫妇 堪称两对神仙眷侣 只献鸳鸯不献仙 不贪慕荣华富贵 只求与心爱之人踏遍山河 看大漠孤烟 长城落日 赏春花秋月 湖光山色 唯有如此才不负此生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19章 翻外之前世 东宫的六皇孙 是皇族最特殊的 也是被人献煞的一个存在 说他特殊 是在被层层规矩束缚压制的皇室 他活得尤为的鲜活朝气 鲜衣怒马 肆意潇洒 当是上京城中最明亮耀眼的少年郎 在说其身世 太子嫡子 陛下嫡孙 一出生就是三千宠爱加身 得到和拥有的太多 所以 尤要对很多事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尤要16岁那年 他的皇祖父给他赐了婚 正是定下了亲事 献文帝偏爱东宫六皇孙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所以在亲事上 肯定是不可能委屈了自己的宝贝大孙子 平阳侯苏恒和庆明郡主的嫡幼女 是京城里有名的财貌双全的家人 哥哥们都为此向他贺喜 还不无羡慕极度恨地说一句 六弟当真好福气 福气不福气的 他还不确定 那位苏家姑娘 美人不美人的 他也不知道 但是圣旨以下 皇祖父给他挑的人 他肯定不会拒绝 加之又是全臣平阳侯的女儿 宁远侯的侄女 所以那个时候 刘耀想的是 只要这位苏家姑娘老实本分 不给他惹是生非 就算是看在平阳侯和宁远侯的份上 他也会善待于她的 而事情的真相 远比他想象得更为理想 很多年后 已过不惑之年的昭王殿下仍然记得 新婚之夜 他调起喜帕后 露出的那张美人面 端蒂是雪敷花帽 晋级生严 第一眼的演员称得上是极好的 以至于洞房花竹叶 他也不免多贪了几次 娇滴滴的小姑娘 好几次忍不住低声求饶 可她越是哭 她想要的就越多 眉眼看的洞房花竹叶 刘耀的身和心都过得很愉快 婚后的生活平淡 她也慢慢地多了解了一些自己的小妻子 很端庄贤惠 也很会持家 操持中愧 简直信手拈来 毫不费力 妻子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 她便更满意了 刘耀自认是个眼光极其挑剔之人 但是对自己的妻子 也是挑不出任何的问题 婚后的夫妻相处 她也觉得可以接受 她不是个太擅长言辞的人 也不是个容易沉溺于小情小爱的人 妻子温婉贤良 于她而言便是最好不过 在她看来 这般举案其眉 相敬如宾 已是难得的恩爱夫妻 她以为 妻子也会这么以为 有件事说来也很怪 他们两人明明身体都无异常 夫妻间那种事更称得上频繁 可妻子却迟迟没有身孕 她是不急在这一时的 况且孩子这事 亦是讲究缘分 不可抢求 可嫁不住她老娘 皇后娘娘的一直催 仿佛不立刻解决了她 就能断子绝孙了似的 她从小到大习惯了风风火火的母亲 对这些话 从来都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 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可她不会 有人会 一次 在两人一起用碗扇时 妻子忽然提出要给她那两个貌美敦厚的事情 她当时乍一听到 着实愣了愣 妻子又和她说了一些后续的打算 庄庄渐渐都齐全 什么的都想到了 她显然已经筹备好久 费这么大的心思 就为给自己的丈夫那切 而且 看她有说有笑的神情 竟然是没有一点不快和醋意吗 把她推给别的女人 她就这么无所谓 她心里越想越不痛快 晚上要就寝的时候 她再次重提此事 她忍无可忍 直接将人压到身下 用实际行动 让她不得不闭嘴 之后她若敢再说 她就如法炮制 她也慢慢学乖了 直到最后绝口不提 两人一直以来的努力 也是很快有了回报 她有了身孕 初为人妇 她虽然面上无甚异常 但心里的波涛汹涌 岂浮万千 哪里是旁人能知道的 但是很可惜 她怀孕没多久 边关就出了乱子 朝廷出兵迫在眉睫 而每次出兵 她都必然是要随军出征的 对她 她虽然挂念 但还是放心的 那么多伺候的丫鬟婆子 还有最有经验的吻婆 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场仗一打就是一年多 她错过了她的孕期 也错过了她 唯一的儿子的第一声哭啼 刚出生的婴儿都很丑 而她回来看到的 已经是个白白净净的 很好看的一个小娃娃了 她第一次抱孩子的时候 动作很陌生很僵硬 好几次都把孩子给弄哭了 还是妻子手把手地教她怎么抱 她发现 做了母亲的妻子 更温柔了 她看向儿子的眼神 揉得似乎能溺出水来 专注 认真 仿佛有源源不断的爱和情 她曾委婉地表达过 对于错过儿子出生的愧疚 但妻子总是很大度地表示 有国才有家 君务是头等大事 她都明白 这样名是李的妻子 四哥每每都羡慕地嗷嗷叫 可她总觉得 哪里缺点什么 他们成亲的前几年 父王还是太子 所以一家人都住在东宫的九华堂 她的兄弟多 所以她的轴离也就多 而她不管和谁 都能相处得很好 似乎没有人不喜欢她 对她的愧疚更甚 是在一次发现 她的陪嫁丫鬟偷偷给她过生日 肃心给她做了长寿面 她收到了娘家那边送来的礼物 正满脸笑意地一件件打开 明心在一旁不经意说了句 没想到姑娘做了皇孙席 这生辰的排场不增反降 以前在家时 今天该得多热闹啊 生辰 她的生辰 那一刻 尤耀忽然发现 她似乎是个很不尽责的丈夫 因为在没有身边人提醒的情况下 她居然不知道 她是哪天的生辰 那天 她策马去了京城一家最好的首饰店 挑选了好久 最终选定了一只海棠花簪 她唯一知道的她的喜好 便是这个 对这份礼物 她似乎真的很欣喜 她对她 似乎总是很容易满足 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 一个老实本分又嫌会持家的妻子 按说是她最想要的 可那一刻 她心里下意识地反应告诉她 她不喜欢这样 可她不喜欢 却又不知道如何改变 只能这样一步步 且走且看 再次因为朝廷公务 错过了女儿的降生 似乎让她的愧就达到了顶峰 尤其这次回来 她按说早该出了月子 可脸色却还异常地难看 身体也是虚弱的不行 她终于和父亲大哥提出来了告假 公务什么的 朝廷有其他的大臣 刚回府的时候 她的脸色着实吓到她了 她必须看着她 好好调养调养才是 女儿从二岁到四五岁的那几年 是她在家时间最长的时候 在妻子与世长辞后 无数个孤枕难眠的日日夜夜 她每每回想起那段日子 都觉得那是最幸福的时候 有儿有女 有她还有她 登州假币案一爆出 朝野震惊 伪造假币 影响朝廷财政 稍有不慎动摇国之根本 危及大魏江山 案件之紧急 太子都恨不能亲自前去 但是大臣们自然不会同意 这个时候 身为太子敌出的同胞兄弟 她变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姿势体大 她当然不可能拒绝 临出发前一晚 她抱着女儿 儿子在一旁的书桌旁写字 而她在替他收拾离家的行囊 她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 接下这个案子的同时 她已和父皇和大哥要了条件 那就是 此事过后 昭王便是贤王 所以 待这个案子了结后 往后大把的时间 她都可以用来陪伴孩子 陪伴他 饶事他如何天纵英明 也绝对想不到 那会是此生的最后一面 昭王妃丧葬之礼当天 身为丈夫的昭王殿下 姗姗来迟 她出门前还那样漂亮鲜活的妻子 如今却成了官舅 一具冰冷僵硬的尸体 上天和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她以为往后余生的昭昭暮暮 其实是天人永隔 张阿伯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20章 翻外之端王秦氏 很长的一段时间 尤卓性格并不讨喜 她的生母出身世家名门 又是父亲的表妹 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在 所以一直都是太子妃之下 东宫最得宠的人 子凭母贵母亲受宠 当儿子的刘卓 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但这也是刘卓觉得 最憋屈最无奈的地方 父王对她 始终隔了一层的感觉 顿气重 不如刘章 顿宠爱 不如刘耀 为了获得父亲 更多的关注和疼爱 她什么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 文治武功 她要求自己任何事 都要出类拔萃 但是 上天似乎总是在玩弄她 因为不管她怎么努力 总是被刘章和刘耀压了一头 谋略治国 她比不上刘章 兵法武功 也被刘耀的光芒掩盖的 让旁人几乎注意不到她 有段时间 刘卓觉得自己的心里 已经有心扭曲 她厌恶世间的一切 因为他们从未让她感受到美好 秦书亦是父王 给她指定的正气 既是负命又是军命 她自然不能拒绝 说实在 她根本就没有对未来妻子 抱什么希望 也没指望能秦瑟和谐 只是一个要和自己搭伙过日子 为自己生儿育女的女人罢了 可是 真正成亲后 刘卓才发现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她满心满眼里都是她 出门有叮嘱 回府必亲营 并且将她的所有喜好 都赎记于心 从未有过例外 她的衣食住行 都被她包揽了 事事都要亲自过问 谁不喜欢被人放在心上 又哪有人能不臣服于 这样的柔软和温暖 更何况是估计 独行了十数年的端王殿下 她不是父亲的唯一 也不是皇祖父最疼爱的孙儿 一个在所有人那里 都无足轻重的人 却被她当作宝一样 而且刘卓很快也发现 她不仅对她好 也更喜欢依赖她 她永远会被她 望向她眼神中的炙热和爱意所打动 后来父皇登基 他们单独出来开府 有了自己的家 但是她是王爷 拒绝不了父皇和母妃 安排的那些侧妃和妾室 她没有六弟那样桀骜不驯的底气 世家培养出来的那些女人 没有一个省心的 她很担心那些人会对她不敬 但是很快 她那边的情况显示 她多虑了 也小瞧她了 她可到底也是这儿八经大户人家的千金 这些东西不可能不懂 也不可能不会处理 她其实一点都不喜欢那些女人 甚至连碰都不想碰 更怕她会因此伤心 但是父皇赏的 又不能拒绝 索性就放在后院里 好吃好喝的养着 至于其他的 她什么都给不了 她的所有情思 都已经给了妻子 别的女人如何 她一点也不想关心 刘卓对那个位子 是有过野心的 同样是皇帝的儿子 谁能说自己没想过哪个位置呢 大概也就刘耀那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了 但是野心归野心 真正想起来 她还是知道点分寸的 有刘章 这么个完美无缺的敌长子在前 怎么也不可能轮到别人的 她也曾想过 孤注一掷 但是如果失败 代价太大 身为诊鞭人 她不可能丝毫没有 察觉到她的心思 但她却没有对此事 说过任何的直言片语 唯一的一次 是只有他们夫妻二人的时候 她忍不住悄悄问了她 她只是扶在她怀里 说她只管跟着她 陪着她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生死相随 也就是这话 狠狠地触动了她 让她彻底歇了 那些没有可能的念头 反正 有了她 她也不是那么 想做皇帝了 她如今觉得最要紧的 是她和他们的孩子 今王之位 已是宣赫至极 实在是不需要再筹谋什么了 往后余生 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了 她期待着和她 白手偕老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 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第121章 番外之镜王静王妃 故于宁打小顺风顺水 为国功夫敌出的姑娘 被千娇白宠着长大 可是老天爷也总是公平的 不会把所有的好事 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拿他自己来说吧 老天爷给了他最好的身世和家人 于是 就没有在一开始 给他一段两情相悦的感情 他从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表哥苏彦了 从小到大 读书也好 学武也好 总之不管什么事 表哥都是他们所有人中的佼佼者 在他心里总觉得表哥就是无所不能的 就是一座可以让人永远依赖的大山 他也曾经一度觉得自己可以永远依靠 但是很可惜 随着彼此一天天长大 开始有了男女大房 说话做事都没了而是那般亲近 他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 世家子弟长大后都懂规矩了 肯定不能和小时候一样同吃同住 但是他是他表哥 是他喜欢的表哥 姑姑又一向那么疼爱和喜欢他 两家的门第也般配 怎么看都是一桩天赐良缘的好婚事 顾于宁就是在这样的自我意识中拒绝了其他世家子弟的嗜好 那帮看上去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如何能和他的表哥相比 可晴天霹雳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表哥定亲了 但是对象不是他 而且表哥还说 自始至终都只是拿他当妹妹 从未有过男女之情 这件事对他来说 意外且突然 让他久久没有回过神 伤心是肯定有一点的 但是也就那么一点 他就是是那种 我可以全心全意掏心掏肺地喜欢这一个人 不求回报 也无所谓回应 但如果有一天 对方明确拒绝或者有了其他的归宿 那他哭过发泄过后 也可以迅速地将视线转移到别人身上 走出对苏彦的爱恋 比他以为的更容易 堂堂国功夫大小节 他才不要那么掉价 天下好男儿和其之多 都可以供他挑选 那天他出城去慈光寺进乡 期间遇到了个纵马伤人的顽固子弟 直率冲动的本性 让他当即上前对着那人 就是一通数落 对方不知道是理亏还是怎么 被他赌的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是大获全胜 可打死他 他也没想到 那人居然是当今陛下的第五个儿子 静王刘景 乖乖 以下犯上的罪名要是扣下来 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虽然他很狂 但是面对比他厉害的人的时候 他同样也是很耸 但意外的是 静王殿下居然没有和他算账 只是稍加提醒 让他以后行事 切勿鲁莽冲动 当时他的观感便是 则 这男人有点东西 不是那种的礼不饶人装枪做事的王爷 再次和他产生纠缠 是陛下居然想把他指昏给那人 故于宁对天启示 他绝对不敢挑剔皇帝的儿子 也绝对对品行高洁 温润如玉的静王殿下 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 静王确实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啊 他喜欢武的 可静王却是个文的 这也相差太远了 他想勉强都觉得勉强不了 但是陛下定了他 贤妃娘娘看上了他 这是似乎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没等他想下一步的打算 静王居然主动上门找到了他 对他是各种小之仪礼 动之以情 还口口声声说 他对他是有好感的 保证成亲以后 他一定会好好待他 不会约束他的性格 更不会拘谨他的脾气 一切都让他 如同在娘家那般自在 这应该是最打动他的那番话了 因为他很有自知之明 像他这种性格疯疯活活 直率冲动的姑娘 不管嫁到谁家 都势必是要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妻子 以及一个好的主母 而刘景这番话 给了他充足的尊重 也是解决了他最大的后顾之忧 与其嫁给别人 备受拘束的过完下半生 还不如嫁给他 当个王妃 清闲自在 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而且 婆婆和公公都住在皇宫 并不会和他们同府居住 届时在自己的王府里 过自己的小日子 那可真是想想都美滋滋 就这么简单直接的 他对这桩亲事点了头 成亲后 刘景果然没有食言 王府里有忠心能干的管家 大部分的事是不需要他多费心 他只需要管好自己的 那一亩三分地就好 至于其他的 明面上的婆婆皇后娘娘 和真正的婆婆贤妃 都住在皇宫 定时成婚定省就好 而且两位长辈都体谅他们 吩咐不必 每日都来请安 于是 他的日子就过得更加潇洒了 他也感觉到自己 在慢慢地对刘景上心 但是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他是个王爷 他的王府可不会 只有他一个女人 所以就算他有那么一点点 开始喜欢他了 也绝对不要让他知道 刘景到底是没有 刘耀那样的底气 敢和自己的皇帝老子 一而再再而三地唱反调 所以 胳膊最终没能扭过大腿 他只得是接受了 两个遇刺的侧妃 这在他意料之中 说一点也不难过是假的 但彼时 他已坐稳了 静王妃的位子 又有孩子傍身 来几个侧妃 都动摇不了他的地位 所以 他并没有很在意 结果他没闹腾 这男人开始没完没了的做药了 理由就是他居然不吃醋 肯定是不爱他 听到这句话的顾于宁 是真想一个鞋底拍他脸上 什么玩意儿 哪来的脸 自己坐享其人之福了 还在这跟他矫情 他一不是生他的人 二不是他生的 他凭啥惯着他 两人为此小小的冷战了一段时间 准确的来说 是顾于宁单方面的亮着刘景 府里的下人 却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 反而暗地里打赌下注 赌王爷这次能撑几天 再去给王妃赔礼道歉 诸如此类之事 不胜美举 不得不说 晋王和他的小王妃 还是很幸福的 起码在把权势和地位 看得很重的皇族和世家 已是难得的幸福人 张阿伟黑黑笑道 明明很欠揍的表情 却还要努力装作一本正经 丝毫不介意沉默的鄙视 酒馆内灯火昏暗 坐在对面的沉默 此时却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模样 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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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次